这是修书,现你三天之内搬离永城侯府 冷冷清清,没有半点人情味的一句话 却让床上坐着的女子一阵猛咳 感觉到胸腔里传来的疼痛 她双手微微颤抖 不敢置信地抬起头看向眼前这个清俊挺拔的年轻男子 成亲四年有余 这还是她第一次进入自己的房间 却是送来一纸修书 在她进入房间后 期待的心瞬间落入谷底 只觉全身冰冷 为什么 她艰难地从喉咙里吐出三个字 眼里一片死寂 终究还是五不热吗 陆北纸看向床上的玉璃 这才发现不失粉黛的女子 没了平日里的咄咄逼人 如今的她透露出几分病态的娇弱 她微微皱眉 想必她已经知道自己今天是来送修书 所以故作娇弱博取自己同情 果然是尚不得台面的医女 她淡淡说 按照大雁的律法 女子四年无所出 可休 呵呵 听到这句话 玉璃忍着不是站了起来 她倔强盯着她 冷笑一声 陆北纸 我若是有所出 你现在就头顶一片大草原了 成亲后他们连小手都没有拉过 难道她还能无信繁殖不成 陆北纸眉心微醋 成亲四年有余 这还是她第一次这样和自己说话 她很不喜欢她这种语气 眼里带着几分不耐 是你自己死皮赖脸要嫁给我 若得如今这个下场 也是你最有应得 若非看她这些年一直安分守己 她今天给的就不是修书 而是弄死她了 五年前 自己还是玉璃军副统领时 在追杀敌国戏作时 身受重伤 被上山采药的玉璃所救 她救她的条件 就是迎娶她为妻 为了活命 她必于无奈答应她 没有什么比活命要紧 却在成亲几天前 和自己分别多年 本以为一辈子也找不到的小青梅重逢 她疯狂地爱上那个娇俏 又聪明的小丫头 本想翘无声息地解决了玉璃 然后迎娶心爱的姑娘 殊不知 一向不理朝臣家世的陛下 居然关心起她的婚事 导致她没有回头路 她只能忍着恶心 去迎娶这个威胁自己的女人 成亲后 看她一心为了侯府 他们便井水不犯河水 可现在 她不想让心爱的姑娘 继续等下去了 玉璃必须离开永城侯府 玉璃被她无耻地化气笑了 是我死皮赖脸 求着你答应吗 你若无意 当年完全可以拒绝 明明是你为活命 才答应迎娶我 如今你现在却说我最有应得 她觉得被人当头一棒 这些年自以为是的付出 自我感动的蠢样 狠狠一巴掌抽在她脸上 告诉她一切都不值得 当年这个男人伤得很重 在她的家乡处地 也找不到几个能救她的人 可想要救这个男人 就需要把她带回家 日夜照顾 方能确保 她不会突然死了 她一个无父无母 为出格的女子 把一个陌生的男子 带回去日夜照顾 就算祖老们 乡亲们在疼爱她 外面的流言蜚语 也能淹死她 可交给别人照顾 这个不现实 因为她当时伤得很重 随时都有可能会死掉 要救人 只能她自己守着 她一个清清白白姑娘 一旦救了这个男人 归遇受损 她可以救人 却不想为一个男人 把自己一辈子搭进去 所以 她才要确保她 会不会娶自己 就陌生男人和未婚夫 那是两种结局 她要救人 也要自保 难道做错了 带回来后 她不眠不休守了四天四夜 才把她从鬼门关拉回来 这事情 压根就瞒不住村子里的人 她征求陆北纸同意 才对外宣称 这是自己的未婚夫 而且在凤来村养伤那段时间 两人相处得很和睦 回京途中 她也是一个温柔体贴的未婚夫 也因为这样 她才会对这个男人生出期待 一切的改变 都在澄清前一段时间 冷漠 不尽人情 你救我一命 我许你成为侯夫人四年 若是还不满足 那就休怪我不客气 说完后 陆北纸眼里带着一抹冷意 本侯不介意丧妻 男人坚定的眼神 决绝的语气 一看就知道 不是开玩笑 玉璃全身都颤抖了 双手紧紧 撑着一旁的桌子 才不至于倒下去 闭上眼用尽全身力气问 你是因为莫如雅 才急着给我一封修书 对吗 是 她吃笑一声 直接把修书扔在她脸上 拿着你的修书 赶紧滚蛋 玉璃深吸一口气 闭上眼两久才说 想要修气 可以 她看向男人 你的命是我救的 把她还给我 我马上拿着修书离开 陆北纸气得青筋 都蹦起来了 她一怒之下 伸出手掐住她的脖子 咬牙切齿说 玉璃 你在我眼前 就像是那渺小的蝼蚁 我轻而易举就能杀了你 一个无权无视 无身份地位 无父兄撑腰的贱人 居然敢威胁自己 还想要自己的命 谁给她的狗胆 玉璃本就病了 现在被她掐住 顿觉呼吸困难 像是一只脚踏进鬼门关 可她依然固执地看着她 她想要看看这个男人 能狠心到哪一步 这一刻 她才彻底地对她死心了 苍白的脸透着病态 这样脆弱的女子 让陆北只觉得 她下一刻 真的要消失在自己眼前 只是那死绝的眼神 却让她生出来的一分不忍 又缩了回去 要么滚 要么死 她在等着她的答案 听着毫无温度的话 泪水滑落在她的脸颊 她很清楚 自己和这个男人 真的到了尽头 不 或许他们之间 从来就没有开始 何谈尽头 她用力去掰开她的手 她却毫不客气 把人扔了出去 她整个人狠狠摔在多宝阁上 上面一个花瓶摇晃几下 直直砸在她的脑袋上 鲜血顺着她的脑袋流了出来 陆北只扫了一眼 躺在地上头上 一被鲜血染红的女子 她冷笑一声 若不你离开侯府 本侯会让你 每天都过得生不如死 她已经忍受了四年 委屈了儒雅四年 她和儒雅 已经没有第二个四年去浪费了 所以 狱里这个碍事的女人 一定要滚出侯府 她轻哼一声 一甩衣袖 大步走了出去 她扫了一眼 两个想要冲进去的丫鬟 心里一个可怕的计划 油然而生 她让人摁住两个丫鬟 随后吩咐一声 你们不准进去 让她自己冷静一下 大门砰一声关上 失血过多 让狱里意识开始模糊 听着那句话 她瞬间觉得如坠冰枯 她不让自己的丫鬟进来 这是要自己失血过多死去 还真是一个狠心绝情的男人 她苦笑 早知如此 当年就应该 让她重伤死在翠威山上 想起自己这些年 为侯府做的一切 突然觉得很傻 很不值 陆北只 我以灵魂为继 诅咒你永失所爱 落魄孤苦 痛不欲生 死去是解脱 她不要她马上去死 只有一辈子活在痛苦里 才是折磨 她迷迷糊糊中 好像看到几年前 生活在凤莱村的小姑娘 她笑得如此灿烂 她走出是如此受人敬重 如果可以 她宁愿当初没有救这个男人 一刻钟后 两个丫鬟推开门 看到多宝阁砸下来 地上一片狼藉 他们的夫人倒在血泊中一动不动 脸上全是鲜血 生死不明 白薇和淮西 吓得脸色都变了 一人忙喊大夫 一人亮亮呛呛 冲到夫人身边 伸出手去探了探 她脸瞬间煞白 唇颤了颤 服 夫人 没气了 夫人死了 她带着哭腔喊 淮西 找大夫 快找大夫 话音才落下 就看到淮西被人推着进来 砰一声 门关上了 淮西拉扯几下 发现有人在外面落索了 不管淮西如何喊叫 大门依然紧闭 不一会儿 一阵浓烟从门缝飘了进来 淮西拼命拍门 放我们出去 我们要救夫人 放我们出去 白薇抱着夫人 赤红的双目死死盯着冒进来的浓烟 咬牙寒恨说 侯爷这是要我们的命 第二章 杀福不成 只能修复 浓烟中 一阵咳嗽声传来 被白薇护在怀中的玉里 被浓烟呛得猛咳几声 她微微睁眼 无数记忆碎片 在冲撞她疼痛不堪的大脑 她万万没想到 自己这个21世纪 古武世家继承人 神医玉里 居然会被雷劈死 劈死也就算了 醒来后 竟然成为一个 明明拥有不凡医术 却甘愿折断羽翼 在小小侯府后院 为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 操持家中大小事 最后被丈夫杀死的恋爱 闹侯夫人 玉里皱皱眉 在心里叹息一声 该说你痴情 还是该说你愚蠢呢 为了一个男人 把自己折腾没了 咳嗽声 白尾以为自己听错了 忍着眼睛传来的疼痛 看向怀中 被自己护着的夫人 两人四目相对 她震惊极了 夫人 你 你醒了 刚刚 她明明已经感觉到 夫人没有呼吸 没有心跳 怎么 就活过来了 在一旁拼命撞门的怀惜闻言 忍着火辣辣的痛和泪水 拼命睁开眼 夫人诈湿了 玉里无视两人的震惊 她撑着白尾的手 站了起来环顾四周 一处没有浓烟冒进来的窗户上 像是在权衡什么 白尾见状 也顾不得去思考 夫人为何死了 又活过来的问题忙说 窗户 被钉死了 门也被锁死了 我们出不去 龙烟呛人 她猛咳几下 眼泪不受控制 滑落在脸颊 她恨啊 夫人这么好的人 却被那无情的狗男人 害得如此惨 怀惜哭着说 夫人 今天奴婢就算撞死在这里 也要为夫人扑一条出去的路 说完后 她欲狠狠朝大门撞去 玉里拉住怀惜 忍着晕眩沉声说 用玉桶的水 把被子浇湿拿过来 吩咐完后 她朝着快要着火的大门走去 只是一脚 就把被锁起来的大门踢开了 她松了一口气 本只是想要试一试 没想到自己的大力气 真的跟着来了 她拉过湿透的被子 盖在自己头上 拉一个背脚 捂住自己口鼻 然后让怀惜和白尾也这样做 我们冲出去 园主失血过多 如今这身体 已经是强弩之末 能坚持下来 全凭着自己一口气 这口气一旦泄下来 他们三人都只有死路一条 被活活烧死 真的是又丑又痛 她可不想经历这些 正在假惺惺指挥人救火的路北纸 万万没想到 本该死去的人 居然会穿过大火 走到自己跟前来 两人四目相对 玉里娜被呼了血 猙獰又可怕的脸 突然一出一抹笑 侯爷 我没死 你开心吗 我从地狱而来 为园主报仇了 你曾对他温柔体贴 给了他希望 又把他打下地狱 所以 那傻女人 要你永失所爱 落魄孤苦 痛不欲生 我会帮他实现这个遗愿的 陆北纸被这样的笑 看得心里色缩一下 一阵惊惧浮上心头 他感觉到 这个女人不死 一定会给自己带来很大麻烦 眼里闪过一抹杀意 还来不及动手 便听到白威大声喊 夫人受伤了 赶紧找大夫 来人啊 侯夫人受伤了 快找大夫来 玉里昏迷之前 看到陆北纸扫向白威时的眼神 有多阴毒 他却笑了 白威还真是一个聪明的小丫头 这样一喊 侯夫不少人都知道 他还活着 加上有两个心腹丫鬟守着 陆北纸不但不能趁机杀了自己 还要找大夫来救他 陆北纸后悔不在 他们刚刚从火海里冲出来时 一箭 把三人都解决了 现在嚷嚷出去了 他已经处于被动的位置 这侯夫 还有别人安插进来的眼线 他不敢保证万无一失 只能让人找大夫 来给玉璃看伤 玉璃昏迷时 灵魂却出现在一处空间里 空间里有一条小河 河的两边种满了 各种各样长饰特别好的药材 药田不远处 便是一处竹屋 竹屋外还有一口井 井边有一块牌子写着 天泉 看着熟悉的场景 他笑了起来 自己的绝世宝贝跟着来了 他生来就自带一个药灵空间 他以心念控制药灵空间 可以本体进入 也可以灵魂进入 他得的医术之所以这么好 很大的原因是 这里的药材都经过泉水浇灌 药效比外面种植的药材 药效要好很多 所以 他炮制出来的药材 用来治病救人 往往能事半功倍 甚至加速病人恢复的时间 而天泉的泉水 更有加速伤口痊愈 解毒的功效 想到园主的下场 他叹息一声 男人只会影响女人网上的脚步 若真的很喜欢 可以当生活的调剂品 却不能是做生命的全部 更不能为对方忘了自己 失去自我 他睁开眼 便对上白威那双担忧的毛子 对方看到自己醒来 瞬间红了眼 夫人 您终于醒了 大夫说 夫人失血过多 身体很虚弱 昏迷了两天 脉搏快要探不到了 都已经让准备后事了 他和淮西吓死了 幸好夫人醒来了 淮西冲过来 看到夫人真的醒了 他一下子便跪在地上 呜呜哭了起来 夫人 夫人 外面冲进来几个人 为首的中年嬷嬷 挑眉看向哭泣的白威和淮西 夫人死了 死了正好 就他这样卑贱出身的乡野衣女 有什么资格成为侯夫人 陈嬷嬷嫌弃的看了一眼 开心到哭泣的白威和淮西 来人 赶紧把白威和淮西拉走 他一副失舍的嘴脸说 侯爷说了 就算夫人无所出 可他终究是侯夫人 如今他死了 我们侯府还是要仁义一点 按照妾的身份 给他布置灵堂 送他一程 也算是全了他和侯府之间的一段缘分 玉璃被这样的嘴脸气笑了 他忍着疼痛坐起来 冷冷看向自说自话的陈嬷嬷 恐怕让陆北纸失望了 本夫人还没死呢 轻轻冷冷的声音 让嚣张的陈嬷嬷瞬间闭嘴 他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 揉了揉眼看向床榻 发现本该死去的人 真的坐起来了 他退后几步 结结巴巴喊 福 夫人 淮西站起来 茶腰轻哼一声 陈嬷嬷 睁大你的狗眼看看 我们夫人还活着呢 你死了 我们夫人也不会死 玉璃拍拍淮西的手 视线落在脸色帐红的陈嬷嬷身上 你可以回去告诉陆北纸 我没死 他想要杀妻 再娶的美梦破灭了 当然 就陆北纸 这样的狗男人 送给自己白睡都嫌脏 他一定要离开侯府 却不接受休妻 也不接受和离 按照他的想法 丧夫是最适合不过的 这样 他就可以接受侯府的一切 可惜 原主要陆北纸痛苦地活着 所以他算是捡回一条命 杀福不成 那他就只能修夫 第三章 重伤扎夫 收拾刁奴 陈嬷嬷闻言 脸色难看极了 他指着玉璃说 你少在这里嚣张 侯爷已经说了 会休了你 那你就在这里待不过三天 花音落下 玉璃已经到了他跟前 用力一折 便把陈嬷嬷指着自己的手指折断了 再一脚朝他腹部踢去 直接把他踢出房间外 他缓缓走到房间门 冷冷扫一眼地上的人 滚回去告诉你主子 想要休妻 那是不可能的事 让他有什么手段 尽管使出来 我玉璃奉陪到底 说完后 他砰的一声 把房间门关上了 他整个人摇摇欲坠 若非怀惜和白威搀扶的急时 他都要栽在地上了 白威红着眼眶说 夫人 您伤得很重 还失血过多 就不要和那个贱奴计较 所有的仇恨 我们都一一记住 等您身体好了 我们再报仇 大夫说 夫人失血过多 还能捡回一条命 真的是佛祖保佑 玉璃让他们把自己搀扶到床上躺着 他看向眼眶红的 像小兔子的两人 别哭 出去守着 我需要好好休息 休息好 养好伤 我再和他们一一清算 白威不相信地看了夫人一眼 是侯爷对您动手 您真的能狠心对付侯爷 他们跟在夫人身边四年多 亲眼看到夫人为侯爷 为侯府尽心尽力的付出 他真的不相信 夫人会对侯爷出手 玉璃冷笑一声 死里逃生后 你觉得我还会对一个 要杀自己的人有不忍之心 对那个狗东西仁慈 就是对我自己残忍 总有一天 他要这侯府风光不在 要断了鹿北纸的青云露 要把鹿北纸踩在淤泥里 狠狠碾压 两人被忽悠出去后 玉璃这才从药灵空间里 取出一杯灵泉水喝下去 只是瞬间功夫 他感觉到四肢百孩 被一股暖流包裹住 头上的伤也没有那么痛了 头上伤口用的外伤药粉 都是他用空间药材和天泉水提炼出来的 效果很好 加上刚刚喝了灵泉水 疼痛缓解后 困意就吸上心头 正要躺下 房间门被人粗暴踢开 鹿北纸沉着一张脸 大步朝他而来 一双有力的大手 狠狠掐住他的脖子 玉璃 劝你少耍心眼 管住自己的嘴 要不然 你会死得很惨 话还没有说完 一柄匕首就落在他的脖子上 他扫了一眼不敢置信的鹿北纸 鹿北纸 要不要看看 是你先掐死我 还是我先捅死你 鹿北纸万万没想到 这些年来 一直对自己千一百顺的女人 真的敢用匕首 抵住自己的脖子 他清楚看到他眼里的杀意 阴冷的毛子里 怒火翻滚 像是要把一切燃烧殆尽 该死的女人 居然敢反抗 你找死 说完后 他的手用了几分力 玉璃感觉到 自己呼吸有点困难 他握着匕首的手 用力滑拉 鹿北纸的脖子 瞬间就流血了 鲜血顺着匕首 滑落在他手上 血腥味 充斥两人的鼻腔 鹿北纸手一软 玉璃跌落在地上 他大口大口呼吸 同时不忘朝 跌坐在对面的鹿北纸 勾唇一笑 笑容里挑衅的意味十足 鹿北纸 短短四年时间 你就忘记我是干什么的 鹿北纸脸色僵住 盯着他的毛子 阴冷恐怖 你在匕首上动了手脚 是啊 我在匕首上涂了软骨伞 未来三天时间 你都会全身无力 不过软骨伞里 还掺了一些 让鹿北纸断子绝孙的要罢了 他就算还能继续 和女子翻云覆雨 此生也休想让女子怀孕 这把匕首是圆主准备的 他想着 如果不能拥有鹿北纸 那就断了他所有的希望 只可惜 他到了最后 还是不忍心伤害 这个自己爱了多年的男人 因为不忍 所以把自己坑死了 他一脚踢在他的胸口上 他只能一手捂住流血的脖子 然后跌坐在地上惨叫 却毫无还手能力 见状 玉里吃笑一声 苍白地唇动了动 吐出几个字 你现在就像是一条 趴在地上任人宰割的狗 他用尽全力 一脚踩在他手背上碾压几下 疼痛让陆北纸叫了起来 只把屋外候着的人都引了进来 陆北纸 不想让人看到自己狼狈的一面 厉声呵斥 滚出去 才说完 手背又传来疼痛 他咬牙忍着痛 整个人都扭曲了 他瞪着踩自己手的女人 咬牙 玉里 你别气人太甚了 呵呵 他冷笑几声 又用力碾了几脚 看着陆北纸争獰的样子 他觉得这个垂死挣扎的男人 真的丑死了 简直就是辣眼睛 也不知道园主看上他哪里 若是再来打扰我养伤 下次碾压的 就是 你的第三条腿 一开始 陆北纸不明白 第三条腿是什么意思 直到他的视线 落在自己身上的某一个地方 他脸色胀红 咬牙愤怒说 你这个不知廉耻的贱人 玉里蹲下来 抄起 一边放着的绣花鞋 狠狠抽在他脸上 再骂一句 我一鞋子抽死你 啪啪啪 他左右开弓 直到把陆北纸两边脸颊都抽红了 自己的手也累了 这才罢休 想到园主好好的身体 却被陆北纸折腾成 现在这病厌厌的样子 真想把这个家伙大谢八块 可是不能啊 他要把人留着 盾刀子 把这对狗男女凌迟了 他忍着头晕走到门外 发现自家两个丫鬟 都被捂住嘴巴 摁在地上 他眯了眯眼冷笑 还不松手 几个压着白微怀戏的丫鬟 脖子健壮 纷纷朝一旁的管家看去 玉璃冷笑 看来 不想要你们主子了 管家想到 侯爷还不出来 心生不妙 赶紧让婆子们把人放了 夫人 赶紧把侯爷交出来 玉璃扫了一眼管家 直接掐住他的脖子 再说 我弄死他 随即看向那几个婆子 立声呵斥 跪下 几个动手的人 也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纷纷跪下来 玉璃 看向白微怀惜 谁对你们两个动手 现在你们就打回去 打死了 管家会负责买 管家闻言 脸色变了变 心里担忧侯爷 忙问 夫人 您消消气 赶紧放了侯爷吧 他眼里闪过一抹冷意 准备让人去救王爷 玉璃看穿他心中所想 失笑一声 管家 我不但会医 还会毒 从我手上抢的 一般没有活人 只有尸体 你要吗 第四章 玉璃修夫 管家听了后 心颤了颤 玉璃健壮 满一勾唇 白微怀惜 动手吧 有仇报仇 有怨抱怨 本夫人身边的大丫鬟 可不能窝囊到被欺负了 也不知道反击 言外之意就是 往死里打 白微和怀惜闻言 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眼里 看到笑意和恨意 他们上前就要一巴掌 抽在婆子身上 玉璃叫住他们 你们傻呀 居然用自己的手来打 也不怕脏了手 白微滴溜溜的眼珠子转了转 跑回屋子 拿来了两根棍子出来 他笑眯眯分一根给怀惜 两人对视一眼 无视婆子的求饶 一棍子一棍子朝他们身上招呼 管家见了 于心不忍地转头不看 玉璃冷笑一声 以门转身看向 用一双英智的毛子 死死盯着自己的男人 侯爷 还满意自己听到的吗 他唇角含笑 像是一个偷了糖吃的姑娘 温柔说 再有下次 弄死他们哦 陆北纸带着人疯疯活活地来 却被人搀扶着 狼狈离开 他和玉璃都想不到 今天这一幕 全都被一个躲在暗处的人 尽收眼底 躲在高树上 勾起唇角 笑了笑 永成侯夫人 还真是一个有趣的妙人 他只是来陆家查一些事 看到陆北纸带着人跑来 以为出了什么事 跟着来看热闹 没想到真的看到这么一出好戏 陆北纸去找腐衣处理了伤口 再服用了一颗 缓解软骨散的药丸 恢复一点力气后 这才回了自己的房间 推开门 便和一双水汪汪的毛子对上 他红肿的脸 就这样落入墨如牙眼中 想到自己的狼狈 他欲转身离开 却被莫如牙从身后抱住自己的腰身 他带着哭腔说 指哥哥别走 让我看看你脸上的伤 他走到陆北纸面前 看着那张俊逸的脸红肿的可怕 脖子还被白布缠着 一看就是受伤了 他一边落泪 一边心疼地伸出手轻腐红肿的脸 是谁伤了你 如牙去帮你报仇 全身软绵绵 站着都费劲的陆北纸 把人拉到床上坐下来 这才松了一口气 想到脖子上的伤 脸上的红肿 他立声说 我想要去警告那件人 殊不知他对我用了软骨伞 身上的伤就是那件人弄的 眼儿对不起 我没能杀了那件人 早点迎娶你 他伸出手把人抱在怀中 眼里满是无法和心爱之人 澄清的悲痛和对狱里的怨恨 莫如雅娇俏 可爱的脸上露出一抹心疼 他咬唇低声说 指哥哥 我真没用 什么都做不了 还让你为了我们的事受委屈 受伤 要不然 你和我之间的事就算了 我不想看到你受伤受委屈 就到我们无缘吧 说完后 他正开陆北纸的怀抱 又要离开 陆北纸一时情急 忘记自己如今力气不大 还受伤了 一拉直接跌在地上 莫如雅见状 赶紧转身回来 他整个人都被狠狠抱在怀中 雅儿不要离开我 我一定会尽快把事情处理好 到时候 我要风风光光迎娶你进门 玉里这个贱人 绝对不能留了 莫如雅摇摇头 不 侯夫人心狠手辣 我担心你会受伤 你放心 我以后会小心行事的 他亲了亲他的额头柔身安慰 那见人今天露出了真面目 他以后行事都会小心一点 绝对不会像今天这样鲁莽了 莫如雅张了张嘴 想要说 只要他好好的 自己可以不嫁他 可这样的话 他说不出来 他发了疯的 想要嫁给这个男人 想要成为名正言顺的侯夫人 他敏纯 小心翼翼说 你先把身上的伤养好 让人盯着一点 不能让侯夫人在药里动手脚 说完后 他低下头去掩饰自己眼里闪过的毒辣和恨意 陆北指纹言 心下一动 在药里动手脚 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心情大好 想要大笑几声 却牵动脸上的伤 他倒吸一口气 伸出手捂住自己一边脸 该死的贱人 下手还真是狠 他觉得自己的牙齿都松了 雅儿你先回去 过几天 我们再见面好不好 脸上这个样子 他这几天都不敢外出 正好可以找机会收拾玉璃 福一当天晚上来了 他要看玉璃的伤口 玉璃表明不用了 在他在下要求下 福一只能把药留下便离开了 离开之前 还不忘说了一句 这是宁肤膏 宫里的娘娘磕着碰着 都是用这个 不会留下疤痕 等福一离开后 怀西问 夫人 要用这个药膏吗 玉璃打开药瓶 看着里面散发着淡淡药香的宁肤膏 他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 只要用了这个 不用五天 你就要帮我守灵了 白尾和怀西文言 脸色瞬间变了 白尾咬牙 肯定是侯爷吩咐的 玉璃吃笑一声 只会用这样下三滥的手段 果然和他那个人一样 上不了台面 白尾和怀西对视一眼 以前夫人为了侯爷 可以活出命去 现在却说 侯爷上不得台面 看来夫人真的不再喜欢侯爷了 这可是大好事 夫人 我们难道就这样忍气吞声 想到夫人险些丧命 怀西就恨不得把陆北纸的皮 都扒下来 做成一面骨 每天都狠狠敲上几百下 玉璃轻笑 来而不往非离一眼 侯爷如此豪爽 我自然不能小姐 他看向白尾 把属于我们的东西 全都收拾好 准备离开 修复之后 总要准备一份大礼 回敬回敬陆北纸 玉璃让白尾带着硬性去钱庄 把他这些年为侯府赚的钱 全都取出来 然后大张旗鼓抬着送回了侯府 这一路引来不少人围观 白尾早就安排好 让人散不出消息 说这些银子 都是侯夫人玉璃澄清几年里赚的 很快 京城的人都知道 玉璃短短几年时间 就赚了几十万两的事 一时间 人人都羡慕陆北纸 娶了一个好妻子 玉璃拿着修书去找陆北纸 对方看到修复书后 气得双眼瞪大 想要扑上前弄死玉璃 只是全身无力 狼狈摔在地上 玉璃嗤笑一声 上前一脚踩在陆北纸背上 你好好签了修书 我这些年赚的钱全都留给你 如果你不签 那我就只能丧夫了 我再去找一个男人睡 怀上孩子 就说是你的姨父子 到时候 我可以光明正大 接手侯府的一切 嘖嘖 那小日子多美啊 第五章 班空侯府 留下大礼 陆北纸被气得吐血 他也相信 玉璃这个心狠手辣的贱人 真的能做出杀夫的事 他只能憋屈地签下修书 以前他最大的耻辱 就是取了玉璃 现在最大的耻辱 就是被玉璃这个贱人修了 仪式三份的修书 不但有陆北纸的签名 还有他的印章 玉璃把其中一份留下 然后带着白威 怀西和一个对玉璃忠心耿耿的 护卫青阳离开了侯府 白威咬牙问 小姐 那些银子 就这样便宜陆家那些狗东西吗 玉璃浅笑 放心吧 有你家小姐在 不会让你们两个小姑娘挨饿 园主的东西 当然不能便宜那些狗东西 不但如此 他还要陆北纸 和那些帮助他的人 全都打出血 只是 他现在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他拿着修书去了官府一趟 他要办理女户 就要把他和陆北纸的夫妻关系断了 官府的人看到永城侯夫人的修夫书 瞬间愣住了 他虽然很八卦 可还是快速帮助他办理好女户 从此以后 他玉璃就是一家之主了 什么陆北纸 见鬼去吧 玉璃带着人进了京城最大的客栈 开了三间房 然后告知白威三个人 在这里停留一个晚上 明天早上就离开京城 回原主的老家 原主临死之前 最想回到那一片 生他养他的地方 而他现在也不想留在京城 他需要找一个地方养好自己的身体 所以去原主老家 是最好不过了 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时此刻 京城已经有不少地方 开始传言永城侯夫人玉璃修夫的事 更要命的是 大家都知道永城侯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家伙 居然一点财产都没有分给玉璃 一时间 玉璃成了大家口中的可怜女人 只是 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个可怜女人在入夜后 乔装一番进入永城侯府 她先去了老夫人的院子里 用特制的迷烟把守夜的人全都弄昏迷后 她走进房间里 看了一眼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的老夫人 眼里闪过绿色 原主在侯府四年多 任劳任怨 对这个老家伙就像对亲娘一样孝顺 可这老家伙从来就瞧不上原主 甚至背后一直打压原主 她轻哼一声 拿出一把蹭亮的刀 直接把老家伙的脑袋都剃光了 做完一切 这才笑着把屋子里的银票 经营首饰全都收进空间里 不得不说原主真的很傻 自己赚来的银子 最后私人财产 只有不到这个老太婆的一个零头 她拿到仓库的钥匙后 一怒之下 拿出一小瓶药水 灌进老太婆的嘴里 她小声说 这是我为那些喜欢嚼舌根的人 准备的好东西 喝下去后 嘴巴就会有一股臭味 只要说话 臭味就会散出来 三米之内的人都能闻到 想到这个喜欢嚼舌根的人 以后都不敢说话 她就兴奋极了 她还把老太婆藏起来 那些东西全都扒拉出来 然后放在床头上 好让明天的人看看 侯府老夫人没了丈夫后 是如何度过漫漫长夜的 只要想到 原主赚来的钱 最后被老太婆拿去 让人打造这样的东西 她就恶心极了 离开老太婆的房间 她就去了 站住在这里的墨小三屋子里 同样把人弄昏迷 然后大摇大摆进去了 看着墨小三房间里 挂着的名人字画 还有摆放精致价格不菲的摆件 她冷笑一声 全都收进空间 再看看小三木箱子里的银票 还有首饰 她脸色难看极了 原主赚钱帮丈夫养小三 想想就觉得好憋屈啊 她把东西收起来后 走到墨小三的床前 伸出手枕脉 最后忍不住笑了 难怪急着要合离 原来小三怀孕了 怀孕两个月 可陆大冤种几个月前 就离开了京城 一个月前才回来 泽泽 头上青青大草原了 真的是大冤种 她拿出了一颗安胎丸 塞进小三的嘴巴里 还不忘小生说 你一定要安全把孩子生下来 这可关系到我以后 打击大冤种的计划 反正陆大冤种不能人到了 小三肚子里这个种 就是她和后辅最大的希望 古人都重视香火传承 期待越多 日后失望就越大 怨恨就越深 她就是要杀人诛心 让陆北纸生不如死 这些都是她欠原主的 收割完小三这里 她又去了陆北纸的书房 把所有的东西都收走 就连笔墨纸燕都不放过 还顺手拿走了 暗阁里的一些秘信 做完后 她才去了陆北纸的房间里 同样的操作 看着他们吸入空气中的迷烟后 倒地不起 她才晃悠悠走了出来 原主是真的喜欢陆北纸 房间里用的东西 全都是最好的 她把房间里东西 包括那些衣服 冬天的披风全都收进去了 陆北纸就剩下身上 穿的这一套衣服了 这些衣服 都是原主让秀楼的人 来量身定做的 用的都是上好的料子 卖出去 还能值不少钱呢 她想到了 后府老祖宗 是跟着开国皇帝打天下的 这样的武将 狡兔三窟 所以她不相信对方 用来忽悠原主那一套 后府肯定还留有后手 而最有可能藏的地方 就是书房和侯爷的房间 原主去过书房 却没有来过陆北纸的房间 她如此防备原主 就证明这里不对劲 她找了找 最后真的被她在床头 找到了机关 她扭动机关 一处地板居然出现一个大洞 她拿出手电筒罩了进去 发现了阶梯 最后跳下去 看着密室里放着的 几十个大箱子 里面都是黄金 白银河首饰 还有一大箱子银票 她笑了 笑得诡异又可怕 原主啊原主 看到了吗 人家不缺钱 只是把你当傻子戏弄 让你挂着侯夫人的名头 去做一台赚钱机器 放心吧 这些仇恨 我都记在心上 会慢慢玩死路 北纸一架子 她一挥手 密室里的东西 全进入药林空间了 紧跟着她去了厨房 把所有食物 都收进去空间了 又去了粮仓和库房 把能收的都收了 就连柴房的柴火 都收走一大半 然后在一处干草上 摆放一面放大镜 静待明天太阳最大的时候 想到这里 她觉得一面放大镜还不够 又去了后府不少地方 都留下了同样的镜子 镜子下还放了一些 易燃的干草 包括路北纸的房间 和书房都放了 虽然这样做 有点费放大镜 可想想 明天就有好戏看了 她又觉得 牺牲十几个放大镜算什么 反正的玩意儿 也不是用自己的钱买来的 是踏平一处海盗窝点后 从里面得来的 当时只是顺手收进去 一大纸箱呢 这就派上用场了 想到明天中午 侯府的盛况 她就兴奋极了 可惜那时候 自己都离开了 看不到了 只能便宜那些吃瓜群众 离开后府后 她的下一站目标是 京城所有和路北纸交好 并且赞成路北纸杀妻 再取之人的府邸 把这些人家全都搬完后 她才去了京城最大 后台最硬的牙刑 直接把今天晚上 从侯府弄来的那些地契 房契全都便宜卖给了他们 三个时辰后 脸色苍白的她 才回到客栈房间里 赶紧换好自己的衣服 然后躺在床上休息 想到自己今天的收获 还有随手落下的东西 她心里美滋滋的 路北纸啊路北纸 你一定会喜欢 我送给你的意外惊喜 第六章 天不收 我来收 一日一早 玉里就带着白威三个人 离开了京城 她临走之前 给银子让人腾抄了不少修复书 然后张贴在京城各处 很快 整个京城的人都知道 永城侯有多无耻 为了活命 答应迎娶玉里为妻 婚后却没有和对方圆房 还让玉里帮侯府赚钱还债 现在另有所爱了 觉得玉里碍眼 想要以吴后为理由修玉里 玉里不愿意 甚至要修夫 为了不分钱财给玉里 永城侯甘愿被被修 这样的人 当真是无耻极了 也不配为官 早朝 官员纷纷开始弹劾路北纸 因为被打无法上朝的路北纸 还没有醒来 手中兵权就被收走了 还被禁足闭门撕过 至于什么时候可以上朝 以后再说 白威掀开帘子看向外面 他抿唇看着自家小姐 小姐 我心有不甘啊 你为侯府做了那么多 最后只能拿走一些 属于自己的首饰 和平日里攒下来的几千两 永城侯欺人太甚了 怀西也点点头 是啊 小姐 他们真的太过分了 玉里一边吃着点心 一边看着两个气得 小莲鼓鼓的丫头笑了起来 别生气 恶人自有天收 天不收 我来收 到了中午 自见分晓 现在正是剩下时节 太阳毒辣得很 永城侯府却乱成一团 要笑过后 老夫人醒来后 发现自己成了光头 平日里私下用的宝贝 也被婆子和丫鬟看到了 顿时生出杀人灭口的心 最后得知自己的私库 和所有的金银首饰都不见了 他发出凄惨的叫声 直接昏迷了 同样的情况 也在墨小三和陆北纸的房间上演 前院和后院都找不到主事的人 侯府瞬间乱了 府一把陆北纸就醒后 他还来不及询问什么 外员大管家就冲进来 把事情一五一十说了一遍 府中没银子 什么都买不了 账房先生则是要求看看 外面那些庄子和店铺 良田的房气地气 一看 才发现什么都没了 陆北纸想到密室里的东西 一股不安涌现 他双手颤抖指着门外 让所有人都出去 自己跌跌撞撞滚到密室一看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整个人都摇摇欲坠 怎么会这样 是谁 是谁居然敢偷本侯的东西 他虽然怨恨也大受刺激 可内心强大 没有昏倒 趴着回到房间 关上密室的门 闭上眼神吸一口气 这才让人进来 侯府现在还有多少银子 账房先生闻言 小心翼说 翻翻找找 全都加起来不到两千两 他数百万两家财 最后剩下不到两千两 陆北纸想着想着 就呼吸不过来 脸色惨白 像是死了一样 全身萦绕着哀伤 他闭上眼沉默许久才平复下来 咬牙说 是谁是谁偷了我的东西 他突然想到 狱里那个贱人 咬牙切齿立声说 一定是狱里偷走府中的东西 你去报关 把那些东西全都追回来 大管事听了后 摇摇头 老奴就担心 御是拿走了侯府的东西 所以 他离开侯府后 一直让人盯着他 我们的人可以证明 狱里没有拿侯府的东西 他今天早上带着人离开了 只有一辆马车 他昨天闹出那么大动静 不少想要看热闹的人家 都让人盯着侯府还有御是 我们能看到的 那些人也能知道 所以 想要把屎盆子扣在御里头上 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听到这里 陆北纸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是谁 是谁和我永城侯府 有如此大的仇恨 完全不给我们留活路 说完后 他就要晕倒 却在此时 门外传来匆匆脚步声 侯爷 侯爷 出事了 一个护卫在门外大声说 侯爷 府中东南西北几个方向都着火了 火势很猛 完全没办法扑灭 现在已经朝着府邸中间烧过来了 陆北纸听了后 双眼瞪大 正想要说什么 他的房间就开始烧了起来 火势很猛 顺着毅然的物品 一下子就烧了半间房子 一时间 屋子乱了起来 大家赶紧架着陆北纸逃出去 走着走着 门口的屋梁突然断了 好巧不巧 压在陆北纸和扶着他的人身上 一时间 四周乱哄哄 等到陆北纸被救出来时 已经伤得很重 昏迷不醒了 大火烧了一天时间 永城侯府的半壁府邸被烧了 而永城侯陆北纸和老夫人都怒急攻心 吐血昏迷 墨小三也因此动了胎气 侯府连一个能当家做主的人都没有 距离侯府不远的客栈三楼 一个长相俊美 皮肤白皙 看起来温润如玉的男子 站在窗前 看着熊熊燃烧的永城侯府 再想想自己上次在侯府看到的那些事 忍不住笑了起来 还真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子 爱陆北纸时 掏心掏肺 不爱了 心账旧账一起算 就连侯府都一把火烧了 这爱恨分明的性格 是京城这些娇滴滴又虚伪的女人所没有的 对比一下 京城那些所谓的大家闺秀 名门贵女还真是无趣极了 她低声说 陆北纸就是一个瞎子 坐在里面喝茶的白衣男子文言 惊讶极了 她看向悬衣男子 容怀 你有点不对劲 容怀文言 浅笑 有什么不对劲 只是想要落井下石而已 她把自己的护卫叫了过来 然后在她耳边说了几句话 陆时云听了后 忍不住看向容怀 容怀 你应该明白自己如今的处境 因为是民祖帝最小的儿子 从小万千宠爱 别的兄弟没有封地 可他却拥有一片富裕的封地 和自己的兵马 所以 不管是先帝这个哥哥 还是容音这个侄儿 都对容怀忌惮万分 总想着除之而后快 如果不是容怀幸运 而且有自保能力 都不知道死了多少次 好友走的每一步都异常艰难 他不想他再去多管闲事 让自己陷入危险当中 容怀痴笑一声 温润的脸上露出一抹嗜血杀意 皇帝无时无刻都在想着 如何要本王的命 本王再安分 他也不会放心 除非本王死了 陆时云 本王现在就想及时行乐 以前觉得活着无趣 可也不想死了 让皇帝如愿 所以 行尸走肉一般活下来 可现在 他发现一个有趣的女人了 很想知道 被这样的女人全身全意爱着 是何等的幸福 突然期待未来了 容怀的属下办事能力很好 后府大火还没有熄灭 侍警就有留言说 玉里忘夫 他嫁给陆北指之前 侯府虽然是侯府 却入不敷出 只能勉强度日 他嫁给陆北指后 陆北指官路顺遂 家里的日子 更是一天比一天好 现在他才离开侯府一天 侯府就毁得差不多了 这些越传越烈 最后 大家都相信这种说法 消息传到陆老夫人耳中 他急火攻心 倒在床上昏迷不醒 第七章 陆北指自己跳坑 陆北指醒来后 得知自己的母亲因为急火攻心 昏迷不醒 他气得脸色都变了 可现在 侯府已经被烧的 剩下几个不起眼又破烂的院子 他只能带着母亲 还有侯府的人 先到别院住着 才安顿下来 他就叫来了管家 冷着脸拿出一块令牌 沉声吩咐 拿着这一块令牌 去八方钱庄 把里面的十万两都取出来 然后 让人去杀了 狱里那个贱人 管家想到 还有十万两作为府中的开支 他瞬间松了一口气 他拿着令牌连忙说 老奴现在就去办 想到好好的侯府 现在却变成这样 老管家 恨死一走了之的狱里 觉得 如果没有他 侯府依然是风风光光的侯府 老夫人和侯爷 也不会出事 所以 狱里就是害了侯府的凶手 这样的女人就该死 陆北指正在等着人 拿狱里的人头回来 距离这里不远处的 一座府邸里 荣怀坐在亭子里 喂鱼 他身边的心腹护卫绝影 快步走了进来 王爷 陆北指带着人 搬进附近的别院了 昨天晚上 有人把永城侯府 所有的别院 商铺 庄子的地气 全都卖给他们家主子了 就连侯府名下 所有的田气 都在主子手上 只是主子 还没有来得及去收房 陆北指 居然就带着人搬进去了 王爷 需要把人赶出去吗 荣怀文言 看了绝影一眼 拿着房契去 把人赶出去 院子里那些吓人就放了吧 不是自己的人 他不会用 绝影文言 忍不住笑了 也不知道是谁这么狠 居然把侯府 那些吓人的卖身器 都卖给我们了 我们当时是三两银子 买一张卖身器 现在就算五两银子 卖出去 也能赚不少 荣怀笑了笑 侯府的下人都不缺钱 让他们拿十五两银子 来换卖身器 如果舍不得拿钱 那就卖了吧 他是生意人 所以从来不会做 亏本的买卖 绝影笑着点点头 正想要离开 荣怀叫住他 如果永城侯 还想要留下这些下人 一个二十两 只要他拿出二十两 就先把人卖给永城侯 绝影听了后 为永城侯默默点蜡 自家的下人 现在要自己拿钱出来 买回去 普天之下 估计找不到 比永城侯还要倒霉的人了 他忍不住问 王爷 您说 会是哪一位如此神通广大 一夜之间搬空侯府 就连下人的卖身器 都弄到手 他小声嘀咕 这么厉害的人 如果能弄到隐卫来就好了 荣怀嗤笑一声 隐卫妙小 容不下他这尊大佛 他看了一眼精致的院子 第一次发现 这里也很小 很小 他会觉得这里委屈了他 他把手中的鱼石全都扔出去 站起来低声说 离开蓝阳有一段时间了 也该回去看看了 蓝阳 他的封地 也是狱里的故乡 他离开京城后 最大的可能就是回到故乡去 绝影拿着一箱子的卖身器到了别院 直接让人撞开门 有人来阻拦 他就带着人一路打进去 直到没有人赶出来阻拦他 陆北只得知 有人强行闯入 快步走到外院 看到站在院子里的人是绝影 他脸色瞬间变了 褚王身边的心腹 怎么会来这脸 他沉声说 绝影 就算你是褚王身边的人 也不能擅闯本侯的别院 绝影听了后 看了一眼陆北只 永城侯 我只是奉命前来收院子 说完后 他拿出一张房契 淡淡说 这院子的房契在我手上 昨天晚上有人买房契 卖给了褚王府的当铺 现在这里属于褚王的产业了 永城侯不请自来 这件事已经给王府造成了损失 陆北只听了这些话后 双眼死死盯着绝影手中的房契 你说谎 我家的房契还在 这是假的 假的 既然你觉得这是假的 那就请金兆影大人来一趟吧 说完后 绝影就让人去金兆影来 陆北只赶紧说 别 别 我们马上就搬 侯府的庄子和别院不少 这里不能住 他们就去别的地方住 就在此时 帐房先生说 侯爷 所有的地气房契 田契 还有卖身契都不见了 闻言 陆北只脸色瞬间变了 绝影觉得 这一点刺激还不够 对付这样没良心的狗男人 应该加一点猛料 对啊 那个男人卖了很多房契 地气 还有下人的卖身契 给我们店铺 全都是死当 现在想来 那应该是侯府的东西 陆北只只差没当场吐血 他咬牙说 我要买下这座院子 去他娘的 明明就是自己的别院 现在却要拿银子买回来 最好不要让本侯知道是谁 如果让本侯发现了 一定要弄死这个 落井下石的狗东西 绝影摇摇头 我家王爷早就想要 寻摸一处好看的别院 这里就不错 所以王爷 不会卖了这院子 给你们一个时辰 赶紧搬出去 要不然 我们就去告关了 陆北只咬牙 你们明知道 侯府已经被烧了 现在还要逼着我离开 你们别欺人太甚了 既然一个时辰都不需要 那就算了 绝影看向四周 站得密密麻麻的下人 以前永城侯府很大 所以那么多丫鬟小厮 还有护卫都不觉得多 现在别院地方太小了 所以这些下人全都走出来 就挤在前院 他说 我手中有你们的卖身器 十五两一张 谁要就赶紧拿银子来 给自己赎身后 你们就不再是奴才了 自己的子孙后代 也不会是下人了 姑娘可以高价 小子可以送去念书了 如果玉璃在这里 就会惊讶绝影 如此会画大饼 真能忽悠 不少人都被绝影说的行动了 有人第一时间 拿出银子报上名字 然后拿走自己的卖身器 帐房先生见状 慌了 赶紧对陆北只说 侯爷不能让他们走 要不然 侯府会再一次沦为笑话 陆北只已经想到 接下来有可能 要面对的一切 他咬牙说 所有的卖身器都给我 我把银子给你 就算要卖 也轮不到别人去卖 绝影笑着 看向陆北只 行啊 二十两一个 第八章 被赶走 欲刺杀 陆北只闻言 双眼睁大 你怎么不去抢 他们买自己 只需要十五两 到了本侯这里就要二十两 你们是故意的吗 绝影笑得更灿烂了 还有 这都被侯爷 您发现了 我们就是故意的 说完后 他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 我们家王爷最喜欢 就是重情重义之人 你若是这种人 这些人的卖身器 送给你又何妨 可惜你不是 说完后 他就仰了仰手中的卖身器 来了来了 你想要离开 永城侯府这个贼窝的 赶紧自己拿银子来赎身 呼啦一群人冲了上来 直接把绝影围起来 事情发生得太快了 陆北只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就看到好几个管事 已经拿着自己 和家里人的卖身器离开了 陆北只赶紧拦住绝情 大声说 我买 我全都买回来 最后 他只能拿出几千两 买回那些本就属于侯府的下人 然后带着人 抬着自己老母亲 离开这座别院 等到别院门关山 绝影这才骑着马晃悠悠 跟在永城侯身边 他笑着说 侯爷 我叫王爷让我转告你一声 你们侯府所有的地契 都在王爷手上 你现在只能打到回府 别无选择了 一句话 让陆北只气得想要杀了绝影 好一个楚王 欺人太甚了 坐在马车里 他双手紧紧握着 眼里的恨意和杀意 毫不掩饰 以前他和楚王无冤无仇 今天却成了死敌 他一定要弄死楚王 没听到他的声音 绝影不死心 接着说 哎呀 侯府这些下人真可怜 明明十五两就可以赎身了 现在却被人破坏了 日后还是要为奴为婢 真惨 说完后 他骑着马快速离开 却在侯府那么多吓人心里 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 陆北正才回到永城侯府 就看到昔日几个最好的朋友同僚 都在这里等着 他还以为对方是来帮自己一把 未曾想 一见面 几个人就说起了家中失窃的事 陆北只脸色瞬间变了 他看向几人 你们家的东西也不见了 全部 几个人都点点头 仓库的东西全都不见了 我们平日里真爱的那些古董字画 也没了 就连粮仓的米面粮油也没了 陆北只整个人都摇摇晃晃 若非他现在身受重伤 有护卫搀扶 整个人都要摔地上了 他不敢置信看向几个人 我 我侯府里所有的东西都没了 就连我娘和儒雅房间的东西 都被偷干净了 一个年轻一点的男子咬牙说 会不会是狱里那个贱人干的 他家最惨 就连藏起来那些银票都没了 可他妻子只是少了一些银票 嫁妆没动一分一毫 偏偏他家这个是母老虎 自己平日里不缺银子用 所以不用向母老虎低头 可现在他钱袋子比脸还要干净了 日后都要仰仗家里的母老虎生活了 想到凄惨的未来 他就恨不得弄死背后 搬空自家的小贼 另外一个年纪大一点的男人说 不可能是狱里 我担心他会做出伤害永城侯的事 所以 从他离开侯府 就让人盯着他 他去了一趟 府衙里的女户后 就回客栈了 后来一直没有离开 今天早上就带着三个人 一辆马车离开了 到现在 我的人还跟着他们 没有任何一样传回来 说话的人叫南宫剑 父亲是郑二品的郑北将军 他是前几年的武状元 如今已经是郑四品的广武将军 也是陆北纸的猪鹏狗友里 为数不多 靠自己能力去闯出一片天的朋友 此人和别的武将不一样 他心思深沉 走一步看三步 听了南宫剑的话 大家都不再怀疑狱里 心里更揪心了 想要知道 是谁偷了自家的东西 北纸 你现在打算如何做 南宫剑看向陆北纸 侯府已经被烧成这个样子 就算重建都需要很长时间 你们现在需要一个落脚的地方 陆北纸咬牙 把自己那些房气地气 全都被人偷走 卖给了楚王的事 说给这些兄弟听 我现在只能回侯府居住 然后让人继续修缮侯府 南宫剑拿出一个巴掌大小的木盒子 交给陆北纸 我家也被偷了 能帮你的不多 这里是五万两 你先拿着用 陆北纸也不客气 拿过来后 拍了一下南宫剑的肩膀 兄弟 谢了 南宫剑只是笑了笑 好了 我要去当职了 就不和你们多说了 等到南宫剑走了后 家中有母老虎的黄金城才说 还是南宫好 自己一个人吃饱 全家不饿 突然发现 不成亲的好处了 反正不成亲 也不缺女人睡 为何要弄一个回来管住自己 夫人这玩意儿 真探娘不是东西 狱里在距离京城 有一百多公里的明城落脚 当天晚上就知道京城发生的事了 他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楚王还真是有趣的很 居然这样整蛊陆北纸 楚王和陆北纸有仇吗 青阳摇摇头 楚王自从先帝死了后 就回了封地 已经很少离开莱阳了 所以 两人应该没什么仇恨才对 我怎么觉得 楚王是故意为小姐出气的 怀西站在一旁 忍不住开口 他让绝影做的一切都是针对陆北纸 如果没有仇 就只能是出气 出气 为谁出气 既然没有仇 肯定不是为自己出气了 想想就只能是为小姐了 她的视线 落在自家小姐 那张明念动人的脸上 忍不住笑了起来 小姐 我听说楚王是天底下难得一见的美男子 据闻他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长得俊美温润 京城可有不少大家闺秀 想要嫁给楚王呢 就算为妾也无所谓 白薇皱眉 看向玉璃 小姐 陆北纸这个人心胸狭隘 只不定会把侯府发生的一切 都算在您的头上 我们接下来的路 也许会很难走 想到这些 他的眉头都皱起来 一时间 屋子里气氛有点低迷 玉璃只是笑了笑 冰来降挡 水来土也 怕什么 白薇和淮西对视一眼 觉得小姐太淡定了 完全一副不知人间疾苦的样子 看来以后 他们需要多操心一点 不能让小姐再受伤了 第二天早上 他们继续启程 马车行驶了一个多时辰后 到了一处人烟稀少的关道 四周都是林子 一阵风吹来 马车里的人都觉得冷嗖嗖的 白薇和淮西 想到昨晚的对话 两人都开始警惕起来 手中都握着锋利的匕首 想着 如果真的有不长眼的人冲出来 他们就一刀子结果了对方 却忘记了 自己只是手无腹肌之力的小姑娘 玉璃被两人的样子 小小地感动了一把 随后笑着说 你们小心一点匕首 可别把自己弄死了 不管是两个人手上的匕首 还是青阳的长剑 昨晚都泡在药水里 是无色无味的毒药 剑血风猴 霸道得很 这些毒药 都是自己的堂姐玉星提炼出来的 她后脸皮磨了好几瓶放在空间里 以备不时之虚 只是一滴放在水里 就可以要百人性命 其霸道程度可想而知 两人闻言脸色都变了 正想要拿好一点匕首 就听到外面传来打斗声 然后有人把他们马车顶都劈开了 三个人都暴露在太阳下 几个人举着手中长剑 就朝他们砍来 瞧着狠毒的样子 就知道来人是铁了心 要杀了他们 玉璃吃笑一声 拔出一旁的长剑 利落把两个黑衣人打了下去 他们倒地后 就连抽搐都不抽搐几下 直接两腿一蹬 撬辫子了 她握着染血的长剑 把两个小丫头护在一旁 眼神锐利地盯着那些 对青阳出手的黑衣人 数一数 足足有十八人 她笑了 杀我们四个人 就出动了二十人 这是怕我们死得不够透彻啊 第九章 玉璃出手 再挖一个坑 她唇角微钩 眸子里却有杀意闪动 看着那些朝自己冲过来的人 她跳下马车 直接就和对方打了起来 只要见血 黑衣人必死无疑 死了几个兄弟后 他们终于意识到 这些人手上的兵器 都是带毒的 其中一个黑衣人说 弓箭手准备 突然 四周出现二十多弓箭手 黑衣人飞身闪开 紧跟着密密麻麻的羽箭 朝他们射来 青阳和玉璃 把白薇和怀西护着在身后 他们手中的长剑 不断挥落那些羽箭 啊 身后传来怀西的闷哼声 她捂住自己的肩膀 小姐 不用管我和白薇 你和青阳赶紧离开 玉璃冷笑 不管是不可能的 青阳 护着他们 只要留一口气给自己 他们都不会死 现在最重要 就是对付那些弓箭手 她身形一动 很快就到了那些弓箭手跟前 手中长剑划过 几个人被伤了 倒在地上 瞬间就死了 其中一个人见状 喊 好毒 他们都见过剧毒 可瞬间毙命的 还是第一次见 不想死的人 纷纷把羽箭对准玉璃 想要在这里拿下他的命 等到他死了后 再把脑袋砍下来 回去复命 荣怀带着人赶来时 正好看到玉璃一个人对战十几个人 地上还有不少黑衣人的尸体 另外一边青阳 一边护着白威和怀西 一边杀了那些 朝他们冲来的黑衣人 荣怀沉声说 一个不留 全都杀了 绝影带着人冲去了青阳这边 玉璃小姐这边 还是留给自家王爷吧 毕竟王爷 需要一个英雄救美的机会 荣怀不知道自己的心腹 想了那么多 她一跃而起拔剑 就把企图杀害玉璃的黑衣人 全都砍于剑下 玉璃转身 正好看到荣怀沙发果断的样子 她有点意外 这个人的出现 那些关于楚王为数不多的记忆 全都浮现在脑海中 原主在宴会上 见过两次楚王 在所有人眼里 这位楚王殿下 是一个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 现在他才知道原主的记忆 外界所言 全都不是真的 这个男人 有很多面 荣怀靠过来 挑眉说 玉姑娘 这个时候 分神会死人的 玉璃看了她一眼 手中长剑 直接刺穿一个企图靠近自己的人 一脚 又把另外一个黑衣人踢飞 一个闪身长剑拔出 又刺在另外一个黑衣人身上 一套动作下来 行云流水 直接杀了三个人 荣怀双眼瞬间亮了 果然 她不像那些娇滴滴的千金小姐 如此无趣 原来 是带刺的花 有了荣怀的人相助 所有的黑衣人都死了 玉璃看向荣怀 多谢王爷出手相救 今日大恩 玉璃铭记在心 他日需要用刀玉璃 不违反原则之下 玉璃一定会全力以赴 青阳也带着白威和淮西 过来跪在地上道谢 荣怀挥挥手让他们起来 随后看向玉璃 你想要如何处理这些黑衣人 玉璃冷声说 人肯定是陆北指派来的 既然是他的人 那就有老楚王帮忙 把他们物归原主吧 玉璃欠下王爷两个人情 荣怀温和一笑 点点头 看向绝情 按照玉姑娘说的去做 绝影连连应下 玉姑娘还有什么吩咐吗 吩咐不敢当 希望小哥可以把这些人的尸体 掉在侯府大门外 老夫人和陆北指母子的床前 一睁眼就可以看到 如此美好的一幕 可是多少人盼都盼不来的 绝影一直觉得 自家王爷憋着坏 已经是很吓人了 没想到玉璃小姐 也是这样的人 这一刻 他算是明白 为何王爷会喜欢上玉璃小姐 原来都是一路人 可两个太相似的人碰在一起 真的能成为夫妻吗 他觉得这是有点玄 可王爷现在对玉璃小姐正感兴趣 如果自己乱说 会不会被打出来 容怀听着玉璃的话 想象一下陆北指醒来后 看到房间里挂着那么多低血的尸体 那画面真的太美好了 不敢想象 原来不是带刺的花 而是浑身带火焰的朱雀 谁敢伤他半点 他必定要对方尸骨无存 他温润的脸上露出柔和的笑 你如果还有别的吩咐 可以一起让绝影去办 玉璃想到 陆北指居然让人来杀自己 他眼里上过一抹利色 既然他现在过得那么惨 作为前妻 我自然要送他一份天大的礼物 汝阳王的嫡女 玉璃郡主已经二十有四了 她出生尊贵 又很喜欢陆北指 若是可以 希望楚王可以让人撮合撮合两位 绝影和青阳等人听了后 纷纷看向玉璃 就连受伤的白威和怀惜 双眼都睁大了 他们三人现在彻底放心了 小姐都把玉璃郡主推给永城侯了 那就证明 小姐真的对那狗男人 没有半点想法了 想到玉璃郡主那些事迹 他们都在心里暗暗叫好 绝影忍不住笑了起来 玉姑娘放心 属下一定会帮你把事情办得妥妥当当 绝影带着人离开后 林子里剩下荣怀和他得几个属下 加上玉璃几个人 荣怀牵着自己的座骑 走到玉璃跟前 你的马车已经坏了 马儿也受到惊吓跑了 你就先骑我的马 到了前面小镇再想办法 你的丫鬟和护卫都受伤了 让我的人帮他们把伤口处理好 然后再跟上 玉璃答应下来 然后把事情和青阳三个人一说 他们都有点担心的 看了他和荣怀一眼 三个人眼里的不信任 是如此明显 荣怀觉得很无奈 这三个人眼里的防备 已经越过身份 不加掩饰了 玉璃感觉 他们有点怪怪的 看了荣怀一眼 琴哼一声 想笑就笑 没人会说你 在自己说出 要撮合御亲郡主和陆北纸时 这家伙就在憋笑了 看着他接过了缰绳 荣怀这才笑了笑 你是怎么想到 把撮合御亲郡主和陆北纸 不爱也就算了 还把一个瘸腿 毁容 脾气火爆的郡主 塞给陆北纸 这是嫌陆北纸死得太慢了 不过 做得还真是好 玉璃现在不想骑马 就这样 牵着这一匹 白得发亮的马 前往走 荣怀就跟在他身边 明明以前不熟悉的两个人 就这样并肩而行 却没有半点陌生感 看得青阳几人和荣怀的属下 都吃惊不已 玉璃说 御亲郡主走 就喜欢陆北纸了 如果几年前 不是我杰族先登 他早就想办法 嫁到侯府了 原主刚刚和陆北 只成亲时 御亲郡主没少给原主下半子 只是都被原主 一一化解了 两人还因为一个陆北纸 结仇了 只是不知道 后来为何御亲郡主 很少出现了 也再没有找原主麻烦 荣怀自然知道 高御亲喜欢陆北纸 也知道 汝阳王为了不让这个毁容 又瘸腿的女儿 出去丢人现眼 已经关着他三年多了 甚至打算 强行把他嫁给一个三品将军 你就不怕高御亲 因为太喜欢陆北纸 最后成为 他对付你的利刃吗 第十章 你这是叫本王追媳妇 玉璃浅笑 以前他不是我的对手 以后也不可能 是我的对手 他伸出手拍拍白马的脑袋 眉宇间 竟显温柔淡然 荣怀看了过去 被他这个样子吸引了 现在的他和自己第一次看到 那个戴刺的侯夫人不一样 和刚刚杀伐果断的女子 也不一样 现在的他 给人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 他还有多少面试 自己不知道的 高御亲不难对付 难对付的是 他母亲留下来的那一只暗卫 如果高御亲想要杀了你 只要出动那一只暗卫 就可以了 你一个人有自保能力 可你身边还有两个丫鬟 所以你还是处于下风 玉璃看了他一眼 等到高御亲真的嫁给陆北纸后 就没有时间来对付我了 楚王殿下 这才想起永城侯 有一个小青梅 一直住在侯府里 他忍不住笑了起来 原来你早就想到了 也对 你做了四年的永城侯夫人 想避侯府也有你的人 陆北纸还费尽心思 把那些人赎回去 就不知道他赎回去的人里 有几个对他忠心耿耿 玉璃瞪了他一眼 你闭嘴吧 什么都说出来了 他还怎么玩 荣怀轻轻一笑 没有继续往下说 两个人就这样 牵着马儿走到镇子上 而身后 荣怀的人和青阳怀西 他们已经追上来了 荣怀对玉璃说 你的人都受伤了 马匹也没了 你们需要在镇子上落脚 然后买马和马车 养伤 玉璃恩了一声 对啊 需要在这里停留一天 说完后 他把缰绳还给他 韩笑说 今天那是多谢了 日后有机会 请你吃饭 报答今天的救命之恩 荣怀拍拍自己的坐骑 笑着点点头 好 玉璃毫不犹豫 转身就进入镇子里 他目送玉璃的背影 唇角韩笑 眉宇间的温柔不佳掩饰 王爷 您若是喜欢姑娘 为何不跟在他身后 长相俏丽的日隐 忍不住上前问 属下瞧着这位 玉姑娘能文能武 还会医术 幼得王爷喜欢 这样的女子 可不好找 王爷可千万别错过 要不然很有可能 楚王府 一辈子都等不来小主子 荣怀看了日隐一眼 笑了笑 我如果逼得太紧 他就得跑了 到时候你家主子 我去哪里找一个 如此有趣的姑娘回来 那王爷就不怕 有人截足先登 把玉姑娘娶回家 到时候王爷你会哭吗 荣怀扫了一眼日隐 你胆子很大 本王的玩笑都敢开 日隐笑了笑 王爷对自己人 向来很温和 对待敌人时 才是杀法果断 所以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 还是敢说的 荣怀牵着马 走进镇子 日隐追上来问 王爷 需要属下去 打听一下 玉姑娘在哪里落脚吗 我们来一个偶遇 明天就顺理成章 一起赶路了 荣怀停下来 看了日隐一眼 你这是叫本王追媳妇 日隐善笑 不敢 属下不敢 荣怀轻哼一声 日隐 若是本王没记错 你今年二十岁了 姑娘家一般 十六七就成亲了 父母再舍不得到了 十八岁也应该出格了 本王都留你到二十岁了 现在想想 有点耽搁你了 日隐下的连连求饶 主子 属下闭嘴 马上闭嘴 就算要成亲 也应该是 主子您先成亲 等到您成亲后 属下就想办法 混到王妃身边 等到王妃 生下小郡主 就做小郡主贴身侍卫 荣怀不知道日隐走 就把自己的未来 安排得妥妥了 玉里带着三个人 去了镇子上 最大的最好的客栈落脚 她要了三间房 白薇淮西一间房 青阳一间房 她自己一间房 安顿下来 就让青阳去买马车 她自己 则是让人送水到房间里 沐浴后 休息了一会儿后 才让人送膳食到房间里 吃完后 白薇和淮西找上门了 她看了一眼 两个小丫鬟 有点不自然的神情 她好奇问 发生什么事了 白薇小声说 小姐 以后我和淮西 还有青阳 都不用住那么好的房间 也不用吃得这么好 我们本就没有多少银两 回到老家 还要安顿下来 得省一点花 淮西也点点头 从这里回到处地 路上需要二十多天 盘缠都需要不少 我们现在 只有两千多两 玉璃笑着说 真以为你们家小姐 会这么愚蠢 她跑到枕头下 做出一副 拿东西的样子 实则从药灵空间里 拿出一个 早就准备好的钱袋子 她走到两个小丫鬟跟前 笑着说 看看这是什么 白薇和淮西看到 钱袋子时 惊讶万分 淮西急性子 把钱袋子拿过去 就打开看了 她从里面拿出 十几张面值千两的银票 还有一些金豆子 小姐 你好厉害啊 居然还懂得 把银子藏起来 淮西笑了起来 有了这一万多两 小姐回到凤莱村 就可以买很多粮田和店铺 然后做一个 收租子的小财主 白薇站在一旁 敏唇浅笑 来找小姐之前的担忧 全都消失不见了 玉璃看到他们这个样子 低声说 其实啊 我在四海钱庄 还存了一笔银子 有十几万两 他们都是自己 贴身丫鬟 也是可信任的心腹 日后 要花费时 总不能一直瞒着他们 不如给自己日后 拿出来的银钱 找一个光明正大的来处 我以前 虽然喜欢鹿北纸 可我清楚银钱的重要性 每年总会存一点银子 到钱庄去 几年下来 就有这么多了 白薇和淮西 简直惊喜坏了 淮西笑着说 小姐 既然你有银子了 那我今天晚上 要吃烤鸡 我听说 这阵子上的烤鸡很好吃 吃 这一路你们想吃什么 就吃什么 他心里清楚 两个小丫鬟 都是有份寸的人 完全不担心 他们会乱花钱 淮西 把银票塞回他手上 笑着说 小姐 您真好 让你们吃一只 烤鸡就好了 这么容易满足啊 可千万不要 因为吃食 被人骗走了 玉璃看着开朗的淮西 在想想在永城侯府时 他因为担心园主 多次在背后 担忧到偷偷哭泣 园主就算看到了 也没有醒悟 依然一心 扑在鹿北纸身上 等到伤透了 命都搭进去了 才后悔 可惜 为时已晚 白薇说 不会的 我们只是小姐给他 他想到小姐和楚王 相处的场景 忍不住问 小姐和楚王很熟悉吗 第十一章 班空 玉璃摇摇头 不熟啊 以前见过两次 今天是第三次 白薇傻眼啊 那您怎么和楚王 好像认识许久一样 淮西点点头 我们都以为 您和楚王以前就认识 你们说话的样子 就像认识了许久的朋友 玉璃忍不住笑了起来 因为我和楚王殿下 都是聪明人 在现代 不认识的人 只要志趣相投 就可以坐下来吃吃喝喝 就可以谈天说地 然后就成为了朋友 她和荣怀就是这样的人 一个友谊 另外一个也不拒绝 就能像老朋友一样聊天了 是这样吗 白薇还是觉得很意外 如果换做她 就真的做不到 玉璃笑笑 让他们都出去 傍晚 青阳买了马车和马回来 几个人就在客栈大厅里吃饭 正好可以听一听今天的八卦 如玉璃所想 真的听到关于永城侯的八卦 被妻子休了 家中钱财全都被小偷偷走了 就连房器和地器都被偷了 搬到别院去 还被人赶出去 白薇三个人都听得一愣一愣 他们忍不住 看向自家小姐 发现小姐淡定用膳 完全没有因为路北纸的悲惨 而有半分动容 一时间 白薇他们都弄不清楚 主子心里所想 怀惜小声问 小姐 你觉得解气吗 玉璃嗚了一声 挺解气的 只是可惜了 那个人渣没死 现在还活着 简直就是污染空气 如果园主的心愿 是弄死路北纸 那么他现在估计 已经在永城侯府 操持路北纸的丧事了 然后在葬礼上昏倒 检查出怀有身孕 嗯 这样就可以让自家的孩子 顺理成章 成为侯府的继承人 至于还是黄花大闺女的事实 这完全就不是事 找一个长得帅气 而且聪明的男子睡几次 还子自然就来了 他还是比较热衷 给路北纸戴绿帽子 可惜园主死后的遗愿 太为难他了 弄得他有点憋屈 只能先把人折腾一番 然后出京去散散心 把人全都推到一块去 让高玉清陪着他 和莫小三先玩一玩 等到他们玩得差不多 他再回去添一把火 把他们烧得面目全非 怀西说 老天不会放过这样的恶人 早晚会遭到报应的 玉璃看了一下怀西 小丫头 指望老天爷让坏人 得到报应这个想法 是不现实的 与其等着老天爷帮助 不如自己帮自己 有仇自己报 这才爽 说完后 他放下筷子 淡淡说 早点休息 明天早点赶路 夜半时分 玉璃穿着一身夜行衣 翘无声息从窗子跳出去 很快整个人都融进夜色里 老太婆有一个妹妹 在这个镇子上养老 这个妹妹嫁的是一名皇商 因为有侯府撑腰 所以在府中 是说一不二的老夫人 她喜欢奢侈的生活 也喜欢把好东西 都揽到自己手中 所以 她在哪里生活 就会把自己的宝贝 带到哪里去 陆北纸如果要找人帮助 肯定会找这位姨母 所以 她要先下手为强 断了那家伙的后路 镇子有一处很大的宅院 站了半条街 院子里建造得很美 玉璃翻身进了院子里 熟门熟路找到了库房 用同样的老招式 把人弄昏迷了 然后打开仓库 她看着里面满满当当的东西 嘖嘖几声 不亏是做皇商的 家里就是富豪 一个老夫人的库房 都摆放了十几箱金条 还有好几箱珍珠 甚至就连冬珠都有 看着手中偌大的冬珠 她吃笑一声 连冬珠都敢收藏 胆子还真是大 以后就便宜我了 还有很多上好的井段 棉布 丝绸 甚至连云井都有 她也不去一一查看 全都收了进去 紧跟着 她又去了老太婆的屋子里 把人都弄昏迷 然后进去把东西 全都收瓜干净了 她看着床上的老太婆 想到她和陆北纸的母亲 一样坏 每一次到侯府去 都会给自圆主使绊子 还瞧不起圆主的出身 话里话外的嫌弃 从来不掩饰 甚至 给陆家老太婆献祭 想着 让圆主病死 或者 找人玷污圆主 然后找人来看戏 想要来一个桌奸在床 然后逼死圆主 奇人心思歹毒 宛如一条盘踞起来的毒蛇 时时刻刻想着 要圆主的命 她冷笑 想不到你有一天 会落入我手上吧 听说陆家那老太婆 有点中风了 那既然是好姐妹 肯定要齐齐整整的 今天 我就成全你们姐妹情深 她拿出一排银针 然后在她身上扎了几下 日后 除非自己出手 要不然这老太婆就口不能言 手不能动 要一辈子躺在床上 想想 其实自己还是一个 善良的小可爱呢 毕竟老太婆 想要毁了圆主的名声 和要圆主的命 自己不过让她在床上 躺几年罢了 比对一下 自己真的是温柔善良 到了极点 她又去厨房搜刮了 所有的食物 一点都不留给他们 做完这些后 她并没有急着回去 而是去了镇城的府中 把她家的东西也全都收走了 这个镇城 可是姨奶奶嫁人之前生的私生子 姨奶奶之所以在这里养老 很大的目的 就是想要经常看到这个私生子 她不但把东西收走了 还把姨奶奶和镇城私下写的信拿走了 明天让人想办法 把这些信 送到姨奶奶的皇商丈夫手中 做完这些后 翘无声息回到客栈里 换了衣服 清洗一番 然后躺在床上睡觉 第二天早上 玉璃就带着人去买了一些干粮 然后继续赶路 他们才走 就有捕快找上门 发现他们已经离开了 捕头马上就带着人去追 只是没想到 捕快还没有出城 就被人绊住了 压根没办法出去追人 日影看着让人拦住捕快 给他们找麻烦的王爷 叹息一声 王爷 你说 在背后做这么多 有什么用 玉小姐也不知道 喜欢就上啊 追啊 哪有男人还这么磨蹭的 像一个娘们 如果陈飞娘娘还在 看到你要找一个王妃都如此难 一定会说您没用 半点也不像她 第十二章 睁开眼就撞尸 容怀看了一眼日影 以后在心里骂本王时 那小尾巴藏着一点 要不然本王把他揪下来 让你直接秃顶 闻言 日影捂住自己脑袋 看了一眼王爷 善笑 主子说笑了 属下只是担心您的终身大事 容怀痴笑一声 本王都不担心 你担心什么 反正本王能娶到媳妇 你可不一定能嫁出去 说完后 骑着马快速离开 日影带着人在身后追 他们家王爷 却像躲瘟疫 跑得飞快 玉莉本以为最近一段时间 都不会和容怀见面 未曾想中午停下来休息时 就遇上容怀了 而且 她还走在自己前面 而 看到她下马车时 坐在亭子里的容怀 冲着玉莉笑说 玉姑娘 很巧 我们又见面了 坐在亭子外 啃着干凉的日影听了后 转过身去翻了一个白眼 在心里暗暗想着 瞧 可不就瞧 为了成全主子你追妻 我们十几个人 陪着你走了一个时辰的山路 险些马衰人亡 玉莉下了马车后 大步走到亭子里 她坐在容怀对面 含笑回了一句 是很巧 就不知道真的巧合 还是人为的 容怀把自己跟前的点心 推到玉莉跟前 吃吧 早上出发前 厨娘做的 玉莉道谢 却没有吃 容怀没有勉强 看着玉莉说 今天早上离开镇子时 遇见一群捕快 说镇子上有人丢了东西 捕快开始大肆搜查 玉莉一脸好奇 丢了很多东西吗 居然还惊动了捕快 谁胆子这么大 容怀浅笑 结果属下烧好的开水 开始泡茶 她泡茶的动作行云流水 玉莉看了过去 被她那双修长白皙的手吸引了 她没有错过玉莉 看自己的手时 那惊艳的目光 心里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姑娘居然喜欢自己这双手 这样看来 这双手还是大有作用 我也不知道 是谁的胆子那么大 不少人猜测 应该是神托乔依 可惜没有人见过乔依 想要抓她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说完后 她倒了一杯茶 放在玉莉跟前 这是楚帝今年的新茶 玉莉尝了一口 看向容怀 鸣鼎云雾 楚帝盛产茶叶 有千斤难买的鸣鼎云雾茶 就连皇帝想喝 都没那么容易喝到 她没喝过鸣鼎云雾 可圆主喝过 她如今已经继承了 圆主所有的记忆 知道圆主跟着师父 学习医术时 经常都能喝到 后来师父死了 圆主再没有喝过鸣鼎云雾了 容怀点点头 看来玉姑娘 是一个懂茶之人 有幸喝过 因为太好喝了 所以一直记得 玉莉浅笑 两人有一句没一句说着话 另一边 白尾很快就做好两碗肉粥了 她端上来时 小心翼翼看向容怀 王爷 您要吃粥吗 容怀看着眼前香喷喷的粥 点点头 随手赏了白尾两颗金豆子 随后看向玉莉 你身边的丫鬟 还有这样的厨艺 待在身边 就不怕饿肚子了 突然 她十分嫌弃自己身边的饮味了 不管是男子还是女子 全都不会做美食 日影听了主子的话 看了一眼 心里翻白眼 主子挑剔的毛病 又开始发作了 开始拿他们 和玉姑娘身边的人 做对比了 也不看看 她自己到底有多挑剔 谁做的东西都被嫌弃 他们只是侍卫 又不是厨子 能做熟就不错了 还想要吃美食 那不如带着一个厨子上路 玉莉浅笑 白尾的父亲是厨子 他以前一直在他父亲身边学厨 尽得他父亲的真传 可惜 他父亲被人打死了 要不然 白尾也不会沦落 成为一个丫鬟 当然 白尾今天做的粥 能入荣淮的眼 还有一个原因是 他在水囊里 加了一些天泉水 他想着 要赶路必定很累 路上喝一些 稀释后的天泉水 能让人精神一点 荣淮想了想 问玉莉 你要去哪里 玉莉说 回老家 来阳曲州安阳县 你居然是处地的人 荣淮故作意外 很巧 我也回处地 我身边的人 只会打打杀杀 找不到一个会做菜的 不如我们结伴同行 我的人负责安全护送你们 你的人做饭时 顺带上我们 玉莉看了荣淮一眼 心里暗暗想着 装吧 我就不信你没查过我的事 不知道我是来阳人 他看破不说破 心里也明白 自己要回来阳老家 一路上肯定不安全 所以 他笑着答应下来 就这样 两人达成合作 下午赶路时 荣淮就骑着马走在前面 日影就带着七八个影位 跟在马车后 前后都有人 青阳也放心多了 赶路时 也不用像前一天那样 警惕四周 路北纸 让人收拾了侯府 仅剩不多的院落里 看起来最好的院子 他带着自己的母亲 还有墨如哑搬了进去 然后一边请人 带着侯府那些下人 开始收拾 修缮已经被烧毁的侯府 他在等 等着出去的人 带着狱里 那个贱人的人头回来 殊不知 一叫醒来 就看到自己床前 倒掉着一排尸体 他们的脸都被鲜血忽住了 那双眼睛却睁得大大的 看起来恐怖极了 啊 他大叫一声 来人 来人 两个手在外面的小四 跑了进来 看到眼前这一幕 也吓得大声尖叫 其中一个人 直接昏倒在地 另外一个小四 则是跑了出去 大声喊外面的人进来 他自己则是害怕到 不敢靠近 陆北纸杀过的人也不守 很快就冷静下来 他用没受伤的手 拔出长剑 把吊着那些人的绳子 全都砍断 盯着地上的尸体时 那双毛子 宛如蜡月寒冰 他看向那些冲进来的侍卫 陈生说 把这些尸体全都弄出去 然后让大管家来见我 做完这一切 脸色苍白吓人 大管家还没有赶来 旁边厢房就传来 莫如雅的叫声 他想要撑起来去看看 身上的伤 让他倒吸一口气 连起来都困难 他看向一旁的小四 咬牙 还愣在哪里干什么 扶我起来 该死的 这些小四都是木头吗 两个小四回过神来 赶紧上前把他扶起来 才走了几步 一个衣衫不整的女人 迎面撞过来 第十三章 玉璃真的 只是一个小村姑 女人撞得很用力 就算有小四搀扶 他整个人还趴在陆北纸身上 啊 疼痛让陆北纸 忍不住大喊一声 找大夫 快去找大夫 同一时间 老侯夫人睁开眼 也看到了床头 掉着的几具尸体 轻微中风的他喊了一声 直接晕死了 陆北纸醒来时 正好对上莫如雅 泪眼婆娑 可怜兮兮的样子 他想要劝他 不要哭 自己没事 可想到大夫说自己的腿 和手要是在受伤 就真的成为残废了 他是最年轻的侯爷 还有大好前程 怎么可以成为残废了 再想想 以前玉璃在这里时 从来不会给自己添麻烦 想到这里 他沉下脸 送陆小姐回他房间 好好休息 莫如雅看向陆北纸 一脸不敢置信 北纸哥哥 你 你要赶我走 陆北纸淡淡扫了他一眼 我现在受伤了 需要好好休息 你在这里哭哭啼啼我 如何能休息好 还是说你不想 我休息好 不想我重回朝廷 不是 我猜没有 北纸哥哥 你冤枉我 他急得都快哭了 北纸哥哥 你不能这样想我 如果可以我恨 不能带你受过 说完后 他站起来哀怨地 看了一眼心上人 你居然这样怀疑我 你居然不爱我了 我走就是 我再也不爱你的眼 他哭着跑了出去 陆北纸想到他肚子里 还有孩子 立马大声说 还不赶紧追上去 如果莫小姐 出了什么事 本侯杀了你们 大管家走了进来 侯燕 已经把那些尸体处理好了 全都是我们派出去的人 大管家眉头微微皱起 忍不住问 侯燕 您真的确定 玉里只是一个小小的村姑 她真的没有别的身份 为了万无一失 她派出去的 都是一些厉害的人 到了最后一个 都没有回来 不 回来了 全都回来了 只是回来的全是尸体 她越想越震惊 玉里绝对不简单 他们家侯燕 这一次做了最失策的 一个决定 而她自认为聪明 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陆北纸猛然看了过去 你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大管家把自己的怀疑 都说了出来 侯燕 一个小小的村姑 去哪里学来的医术 而且 瞧着玉里那经商手段 绝非寻常女子 侯燕 我们都错了 陆北纸 看向大管家陆霄 你的意思是 玉里还有什么了不得的身份 只是一直都隐瞒我 陆霄点点头 这只是我的怀疑 至于是不是真的 还需要去查 陆北纸眯了眯眼 去查 看看玉里 和谁一起离开京城 本想让人去查一查楚王 可楚王 虽只是一个文弱书生 身边却养了很多高手 一旦去查 被人发现了 最后倒霉的 只有自己 所以 还是去查玉里安全一点 汝阳王府 高玉清在两天前就知道 玉里修复的事 他心里 是开心的 甚至记恨玉里 觉得他眼睛瞎了 陆北纸这样的夫婿 都不要 他靠在贵妃踏上 身后有丫鬟 为他按摩肩膀 他修长白皙的手指 轻敲桌面 你们说 现在永城侯 没了媳妇 本郡 主要不要去安慰安慰 身边的几个丫鬟文言 吓得脸色都白了 他们纷纷跪在地上 大丫鬟绿萍说 郡主 那永城侯配不上您 王爷说了 如果郡主 胆敢再提永城侯 王爷就会把他们 全都发卖了 高玉清文言 抬起头 看向绿萍 他一边脸白嫩好看 另外一边脸 却有一道争鸣的疤 看起来恐怖 又吓人 他就这样淡淡 看向绿萍 你去告诉我父王 我要嫁给陆北纸 如果我父王不答应 我就死给他看 我倒要看看 他汝阳王 想不想背负 逼死原配敌女的 名好名声 说完后 他挥挥手 让这些丫鬟 全都出去 绿萍犹豫片刻 还是带着人出去了 关上门 他脸瞬间阴沉下来 扫向院子里那些丫鬟 是谁把永城侯被修的事 告诉郡主 他是郡主身边的心腹大丫鬟 自然知道 郡主对永城侯的执念 有多深 他以前 没少出手对付玉璃 只是在玉璃手上 吃了几次亏后 学会了隐忍 后来也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王爷居然把郡主关 在王府里 再也不允许 关于永城侯的消息 传到郡主耳边 这样 也过了一年多安生的日子 没想到玉璃一离开 郡主已经沉寂下来的心 又开始死灰复燃了 和绿萍站在一起的 是大丫鬟清平 两人都冷着脸 把底下的丫鬟都吓到了 他们纷纷表示 不是自己说的 两个大丫鬟对视一眼 清平说 你去把郡主的话告诉王爷 绿萍犹豫了 清平看了他一眼 绿萍 郡主也到了出嫁的年龄 这一次 王爷不会阻拦的 就算王爷不想郡主嫁 还有王妃呢 他可不会允许这个原配嫡女 一直在自己跟前爱眼 所以王妃会说服王爷 然后还会风风光光 把郡主嫁出去 绿萍去前院求见汝阳王时 年轻的小王妃正好也在 他和汝阳王听完绿萍的话后 汝阳王一怒之下 把王妃最喜欢的燕台砸了 二十出头的小王妃健壮 只是淡淡看了一眼 然后在心里给汝阳王寄了一笔 砸吧 你现在砸多少 我以后就要你赔更多 他看向跪在地上胆战心惊的绿萍 淡淡说 我和王爷知道这件事了 你先回去事后好郡主 等到绿萍离开后 他才看向还在愤怒中的男人 四十岁的老男人长得高大壮实 五官长得不错 可他常年在军营训练 皮肤晒成小麦色 看起来比实际的岁数 还要大上两三岁 他少了十七八岁少年的飞扬四亿 多了几分上位者的威严和沉闷 只是和二十岁的王妃坐在一起 就有一种美女和野兽的感觉 王妃冷声说 既然他想要嫁人 你成全他不就得了 费劲还在这里和自己过不去 还砸了我最喜欢的燕台 汝阳王高飞闻言 这才惊觉自己 刚刚把王妃最喜欢的燕台砸了 他脸色瞬间变了 从愤怒转为小心翼翼 灵儿 我不是故意的 我赔 我马上赔 玩犊子 忘记自家小王妃到底有多难缠了 上次把他的发簪摔坏了 他离家出走 他寻了整整一个月才把人寻回来 这一次可是他最爱的燕台 想到接下来有可能要独守空房半年 他恨不得删自己两巴掌 第十四章 谈条件 鹿北纸的歪心思 卫林儿看了一眼汝阳王 不用你赔 赶紧同意这门亲事 把高于清嫁出去就可以了 要不然 我带着肚子里的孩子跑了 让你再也找不到 高于清心狠手辣 向来看不惯自己 老早就想要除掉自己了 他现在怀孩子了 可不敢把高于清留下 害怕一个不小心 最后一失两命 最好的办法就是风风活活 把高于清嫁出去 他如愿了 自己也满意了 肚子里的崽子也安全了 这样皆大欢喜的结局 他傻了 才会错过 汝阳王听说 小王妃怀孕了 瞬间傻眼 不敢置信地看着妻子的小妇 真 真怀上了 他年轻时中毒 就算最后还活着 也伤了根本 找了很多大夫 和太医都没用 他再也不能有自己的孩子了 所以原配色后 十多年没再娶 直到两年前 遇见卫林儿 他被这个古灵精怪 又有点坏的姑娘 吸引了 费尽心思 用尽手段 才把人娶回家 娶回家后 才发现卫林儿 居然会医术 还天天要自己喝药 喝着喝着 他家小王妃 居然怀上了 那些药真的有用 卫林儿对上 汝阳王怀疑的眼神 顿时怒了 高飞 你居然怀疑 我的医术 没错 我怀上了 孩子却是别人的 说完后 他转身就离开了 你的女儿 你要留着 就继续留着吧 我可不敢留 担心会一失两命 汝阳王高飞听了这些话 脸都变了 谁敢伤害本王的孩子 我弄死他 说完后 就赶紧追了上去 卫林儿嗤笑一声 那就先弄死你女儿吧 高飞再一次 被关在门外 这边的事 很快就传到高玉清耳中 他得知卫林儿 说了这样一番话 并没有生气 我父王 还真是疼爱他的小王妃呢 你去把王妃请来 就说本郡主有重要的事 和他商议 卫林儿得知 高玉清要见自己 嗤笑一声 是他有求于本妃 那就让他来见本妃 他不是害死 高玉清母妃的人 所以看到 高玉清时 没有半点心虚 只是斜斜看了他一眼 我就不请你做了 你也不方便挪动 还是坐在你的轮椅上吧 而且你做了后 我还要把凳子扔了 高玉清 被卫林儿嚣张的样子 刺激到了 他咬牙 你如此嚣张 就不怕我 怕什么 怕你对我的孩子出手 卫林儿觉得眼前这个 比自己还要大的姑娘 有点可笑 你在玉璃手上 吃了那么多亏还不怕 还想要来挑衅我 我和玉璃一样 动手时 绝对不会因为你是汝阳王的女儿 就畏畏缩缩 据闻这个便宜女儿 当年对玉璃出手 然后玉璃让她两个多月 不敢出门见人 泽泽 她觉得玉璃还是太善良了 两个月算什么 应该让她一辈子 不敢出去见人 你 想到玉璃 高玉清就一脸愤怒 你帮我嫁给陆北纸 我绝对不会再给你添堵 也不会规予王府的东西了 日后除了父王生辰 我不会回王府来碍言 卫林儿没想到 高玉清这么狠 笑着好奇问 真的就那么爱陆北纸 还是因为 他是你得不到的男人 所以你心里生了执念 高玉清心狠手辣 手中都不知道 沾染了不少 丫鬟奴才的命 而且 他把王府当成自己的私有物了 现在为了陆北纸 居然做出这么大的让步 高玉清沉默片刻 也不知道是执念 还是真的那么爱陆北纸 第一次见面时 他就想着这个人是自己的 后来出现了玉璃 他恨了 多次想要弄死玉璃 最后自己反而被父王禁足了 你做不做 卫林儿笑了 当然做呀 我一定会让你得偿所愿 也会让你风风光光嫁出去 你母亲的嫁状 我不会给予半分 除此之外 王府在为你置办一份 丰厚嫁状 让你十里红装出嫁 他笑了笑 这里是你的家 你想要回来 看你父王也可以 只是别给予王府的一切了 因为 属于你的 我都会放在嫁状里 也别想着对我和我的孩子出手 我可不像玉璃那么善良 卫林儿 走到高玉璃跟前 笑着说 我狠起来 会让你死得不明不白 有了卫林儿 汝阳王最后妥协了 还让人去找了陆北纸谈 陆北纸早就知道 高玉璃喜欢自己 他也动了 要利用高玉璃的打算 可惜王府戒备森严 自己找不到高玉璃 没想到高玉璃 居然要嫁给自己 来人还说了 王府给高玉璃的陪嫁很丰厚 足可让永城侯府 起死回生 他对高玉璃的嫁妆动心了 却不想娶这个女人 他把人打发后 心里不断想着 有没有办法 能拿到高玉璃的钱财 又不用娶他这个人 只可惜 不管如何想办法 他都见不到高玉璃 他手中剩下不多的银子 就要花完了 京城每天都有消息送来 关于陆北纸和高玉璃的事 荣怀从未瞒着玉璃 两人一起走了几天后 越发熟悉了 坐下来一起吃饭时 荣怀笑着问 阿里姑娘觉得 陆北纸能坚持几天 玉璃笑了笑 依照园主对陆北纸的了解 玉璃分析了一下 说道 五天 五天已经是他最后的倔强了 他肯定会妥协在金钱之下 我以前惯的他 太不知人间险恶了 他以为张嘴说说就有银子 现在他一无所有 银子成为压死他最后一根稻草 他轻笑 他一定会答应 汝阳王府这一门轻事 甚至会骗高玉璃拿钱 给他置办聘礼 而高玉璃为了嫁给陆北纸 一定会答应的 坐在隔壁桌子的怀西忍不住说 郡主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白威踢了怀西一脚 这家伙还真是什么都能说 那是郡主 不可以乱说 第十五章 狗皇帝不为人知的秘密 怀西撇撇嘴 正想反驳白威 就听到他小声说 就算暗中套布袋子揍一顿 都不能把话说出来 说完后 他看向青阳 自己和怀西不能套袋子 可青阳武功高啊 可以动手 然后他们在一旁配合 怀西睁大眼 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 白威 你也学坏了 我这是聪明 白威 敏纯 他们是下人 任何时候都要记住 有些话可以说 有些话不能说 背地里可以做的事太多了 以前小姐善良 不允许她做任何事 以后应该不会管着她了吧 荣怀把白威和怀西的话 听在耳中 忍不住笑了起来 高玉清是一个聪明的人 她会让人在暗中 把聘礼准备好 却不会让陆北纸沾银子 玉璃点点头 认可荣怀的想法 所以 高玉清这是自己出聘礼嫁自己 大家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吃了午饭后 他们继续赶路 在玉璃离开京城第八天 传来了陆北纸和高玉清 要澄清的消息 聘礼果然是高玉清 让身边的人准备好 才交给陆北纸的 担心陆北纸会使坏 高玉清的人全程都跟着 玉璃听了后 哈哈一笑 高玉清这样做 会让陆北纸成为一场笑话 陆北纸绝对不会让高玉清好过 这两人一旦澄清 绝对不可能恩恩爱爱 他看向荣怀 我突然有点后悔 离开京城了 真的很想亲眼看一看 这两人撕破脸的样子 荣怀闻言 叹息一声 提醒一句 你这么会做生意 如果不赶紧离开京城 你将会失去自由 皇帝喜好奢侈 可他不敢动国库的银子 所以他在宫外有一处大宅子 安置了很多商人的女儿 只要谁给的银子多 皇帝就去谁屋子里过夜 说到这些时 荣怀露出一抹嘲讽 除此之外 行宫里还有几个赚钱很厉害的人 有男子有女子 都是皇帝的人 玉璃听了后 脸色瞬间变了 这一刻 只觉恶心不已 皇帝有龙羊之好 他忍不住问 这是朝臣不知道吗 荣怀冷笑 朝臣不知道这件事 要不然 他也不能顺利登基 玉璃骑着马跟在荣怀身边 他忍住恶心问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这一刻 他庆幸自己 当初按照原主的心意回老家 要不然落入皇帝之手 就算拼死逃出来 日子也不好过 现在想来 楚帝反而成了他最大的庇护所了 至少 自己没有强大之前 他不能轻易到京城去 荣怀说 早就知道了 那你还让他顺利登基 玉璃看了荣怀一眼 他见过皇帝几次 那是一个满腹算计的人 就算如此 他还是觉得 荣怀更胜一筹 因为这个男人 太能装了 好像精神分裂一样 人前温润如玉 是一个谦谦君子 文雅王爷 背后心狠手辣 杀伐果断 只要他想 拉下皇帝 自己坐那个位置 也未尝不可 荣怀像是听到什么好笑的话 他用力拍了一下自己的马 让他跑得更快 你若追上来 我就把原因告诉你 他在前面狂奔 玉璃在后面追 等他再看到荣怀时 他被一群人拦住去路 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 那些人举起手中的武器 就要砍人 荣怀翻身下马 让马狂奔离开包围圈 自己则是一脚一个 把那些中看不中用的人 踢在地上 无法爬起来 荣怀掐住其中一个男人的 下巴冷笑 说吧 为何要拦路 被掐住的人 觉得自己的下巴都要废了 赶紧说 我 我都是听令行事 有人给我们一千两 让我们在这里等你 最好就是杀了你 玉璃走过来 听到他们这些话时 微微皱眉 看了一眼地方 痛到嗷叫的人 你们不是山匪 是附近的村民吧 他在不远处 全程观看 荣怀单方面 吊打这些家伙 而这些家伙 只是乱砍一通 这些武器也不是你们的 是背后的人 给你们用来杀他的 对吗 二十多个男人 纷纷点头 荣怀一脚 把人踢到一边去 冷笑 什么人的银子 都敢拿 也不怕死得不明不白 他淡淡说 滚 二十多人已经被打怕了 赶紧连滚打怕跑了 玉璃走到他身边 缓缓道 他们必死无疑 已经猜出是谁动手了 就算为了保密 这二十多人 肯定没有活路 荣怀嗤笑一声 然后把这些人的死价 护到本王身上 想要让本王身败名裂 世人不容 皇帝的手段 还是一如以往的恶心 玉璃笑了笑 如果你当年 直接把他的事说出来 现在就不会被人恶心了 荣怀明白 他说的是 狗皇帝有龙羊之好的事 以前不觉 现在被玉璃这样说 突然发现 不是自己 坐在那个位置上 麻烦事就会没完没了 是有点后悔了 所以我想让狗皇帝更忙一点 玉璃浅笑 把事情爆出去 荣怀含笑看着玉璃 姑娘特别好奇我的事 对上他那双含笑的毛子 玉璃转过头去 不看他那张俊美到人神共分的脸 目前为止 荣怀是他在这个世上 见过最俊美的男子 可耻的是 这个男子的脸 就长在自己的审美上 我好奇你如何对狗皇帝 如果不够狠 我觉得 咱们可以商量一下 找到最佳报仇的方式 他小声嘀咕 狗皇帝想要算计我 我自然见不得他好 荣怀听了后 忍不住轻笑一声 他走到玉璃身边 露出一副温润笑容 好 我们待会儿坐下来 好好商量一下 如何对付狗皇帝 玉璃转身就对上他的笑容 忍不住在心里安骂一句 这家伙是不是知道自己 笑得很好看 所以故意笑给自己看 他在引诱自己 荣怀不知道 自己的美男计 已经被识破了 不过就算被识破了也不怕 只要他对自己这张脸感兴趣 他早晚会被自己吸引了 他说 狗皇帝的人 晚上肯定有洞 我们找地方休息一下 晚上就蹲守在那些人身边 我要狗皇帝这一次大出血 第十六章 踩着仇人的骨血重生 荣怀带着玉璃 还有他的护卫 以及青阳 埋伏在那些人屋子旁 一直到二更天 都没有动静 玉璃 看向身边的人 也许不来了 荣怀说 不会 我们浩浩荡荡进了镇子 他们以为我们在镇子住宿 明天就会离开镇子 所以 今天晚上肯定会动手 话音落下 就看到十几个人进入村子 他们几个人一组分开行动 很快就找到几个人的家 在他们准备动手时 青阳他们从暗处出现 几个人一组 配合出手 加上他们的武器上 全都有软骨伞 很快就把那些人拿下了 然后一人拖着一个家伙 快速离开村子 镇子外的一处破庙里 玉璃踢了一脚为首的人 瞧着不像杀手 反而像打家劫舍的土匪 他看了一眼 落在地上的腰牌 拿起来一看 瞬间乐了 荣怀 你真的很了解狗皇帝 这可不就是你们楚王府的腰牌 荣怀拿过腰牌 冷笑 小皇帝一心想要除掉我这个叔叔 可他却不了解本王 本王最小心眼了 玉璃站在一旁 看着荣怀吩咐日影去办事 他忍不住笑了笑 京城好热闹 可惜不能亲眼目睹 荣怀扫了一眼 看热闹不嫌失大的姑娘 突然笑了 姑娘若真的想看热闹 可以把战场弄到处地 保证你日日有好戏看 玉璃赶紧摇摇头 可别 我想要回去过几天安生日子 他看了一眼地上绑着的人 这些家伙如何处理 荣怀的视线 从他们身上一一划过 视线落在其中一个男子身上 他走过去 蹲下来挑起男子的下巴 养得不错 应该抢了不少不易之财 话音落下 他一双手捧住男子的脸 在对方惊恐中 啪一声响起 男子的脑袋已经搭了下去 其余人见状 眼里满是愤怒 他却满不在意 唇角还露出一抹温柔的笑 他小声说 阿里 我们接下来 自然要去抄他们的老巢 他站起来 双眼紧紧盯着玉璃 有点担心 自己选中的姑娘 会被自己的手段吓到 玉璃浅笑 我最喜欢 就是黑吃黑了 文言 他双眼亮了 看玉璃时的眼神 从温润变火热 两人一拍即合 逼着那些土匪 带他们到老巢去 不听话 那就杀一个 杀到有人听话为止 然后 他们在天亮之前 到了一处峡谷外 让人想不到的是 这里距离关道并不远 只是多了一座山 作为掩护 而他们的老巢 就在峡谷最深处 据闻有一百多人 他们平日里 就伪装成标诗 在别的地方杀人抢劫后 把东西运回峡谷的山寨里 他们有时候 也会接一些杀人的活 只要钱多 不危险 不管是老人孩子 还是妇女 照杀不悟 眼看着就要天亮了 那些人还没有回去 很容易引起 寨子里的人怀疑 所以他们需要 在天亮之前把寨子拿下来 也是这个时候 玉里才知道 这个家伙身边 除了日影十几个人外 还有暗卫守护 这些暗卫的武功都很高 和他们联手后 很快就拿下寨子里的人 天也亮了 玉里在寨子发现一个山洞 里面关着十几个 不着寸旅的姑娘 看到玉里时 这些姑娘惊慌到缩成一团 她叹息一声 那些人全都被抓了 你们得救了 她想要说自由 可这时代被掳走后 遭玷的姑娘 不会有好下场的 甚至 他们若是回去了 等待他们的 也许就是一杯毒酒 一条白铃 那些姑娘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 小心翼翼看了玉里一眼 然后听到她继续说 你们可以离开这里了 说完后 她转身 我去找衣服 来给你们穿上 走出几步 身后传来姑娘呜呜的哭声 那声音里里 带着委屈 惶恐 还有悲哀 就是没有得救后的喜悦 她深吸一口气 走到外面去 碰上来找她的荣怀 发现她神情不对劲 荣怀赶紧问 发生什么事了 你受伤了 玉里摇摇头 把山洞里 关着姑娘的事说了出去 她并没有说 那些姑娘不着寸侣 这是她唯一 可以留给他们的体面 荣怀也不是蠢人 瞬间明白怎么回事 我先去把山寨里的东西 全都搜刮出来 你如果有什么事 一定要叫我 说完后 她让日影 跟在玉里身边 还吩咐人 不能靠近这山洞 日影什么也不问 跟着玉里找了衣服 就去了山洞里 当她看到那些姑娘的样子时 气得咬牙 把衣服塞给玉里 就要转身出去 姑娘 我要杀了他们 他们都是畜生 玉里拉住日影 看了一眼那些女子 先等一等 看日影停下来 她才看向那些姑娘 脸上没有半点讽刺 也没有半点同情怜悯 走过去把衣服放在他们 可以够得到的位置 转身拔出日影腰间的配件 砍断绑住他们的绳子 那些坏人已经被绑起来了 你们若想要报仇 那就穿好衣服出去 我只等你们一刻钟 说完后 她拉着日影走出山洞 日影问 姑娘 为何不让我杀了那些畜生 玉里拍拍日影肩膀 缓缓道 那些都不是你我的仇人 所以不应该是你我去动手 日影看了一眼山洞的方向 张了张嘴 他们敢杀吗 那些都是弱女子 杀鸡都不敢 更何况杀人 玉里看着远处 连绵不断的山脉 悠悠说 只要足够恨 没有什么不能做 不敢做 仇要自己报财解恨 要不然 他们一辈子都会活在这些人 带给他们的阴影里 他们只能躺过仇人的鲜血 踩着他们的尸骨 才能踏上重生的路 要不然 就算活下来 心魔也会伴随他们一辈子 把他们折磨到不得善中 日影看着玉里 突然明白 王爷为何会看上她了 如此通透的女子 世间绝无仅有 半个钟 十几个姑娘就穿好衣服 披头散发走了出来 他们走到玉里 和日影跟前跪下来 求姑娘带我们去找仇人 我们要报仇 他们握起来的手微微颤抖 用尽全力 才说出这一句话 第十七章 怀孕 玉里带着他们 走到捆绑土匪的地方 青阳等人看到他来了 纷纷让人一条路 玉里指着那些土匪说 你们的仇人都在这里 青阳 把你的长剑给他们 青阳闻言 看了一眼玉里 又看看那些女子 这才把自己的长剑拔出来 交给其中一个女人 玉里说 今天就有仇报仇吧 说完后 他退后几步 日影剑状 也把随身携带的一把匕首 塞到一个女人手上 去吧 姑娘说了 自己的仇要自己报 这样才能解恨 报了仇后 你们就能重新生活了 紧跟着 其余护卫也纷纷把自己手中的短剑 或者匕首 交给那些女人 然后他们 站在远处看着 为首拿着青阳长剑的女人 长得很美 可他此时的脸色苍白到吓人 他颤抖的双手 紧紧握着长剑 一步一步 朝着那些平日里 不把自己当成人的畜生走去 他很害怕 很想扔下手中的长剑 转身就跑 可他告诉自己 不可以这样 这些人毁了他的一辈子 让他有家不能回 他恨死这些人 只要他们活着 自己一辈子也无法开心起来 甚至 一辈子都会活在恐惧当中 想着想着 他举起手中的长剑 刺进一个土匪身体里 我要杀了你们 我要杀了你们这些畜生 被堵住嘴巴的土匪 痛苦扭动几下 可女人手中的长剑 刺了一下又一下 很快他就咽弃了 其余的女子 也被这一幕刺激到了 一开始看到那么多鲜血时 他们害怕到不断往后退 可听着同伴喊着那些话 听着他淒厉委屈的哭声 过往那些恐怖的画面 袭上心头 他们都纷纷拿起手中的武器 朝着那些仇人砍去 玉里转过身去 没有看着血腥的一幕 仇人全都被杀了后 姑娘们才蹲在地上 开始放声大哭起来 玉里对日影说 等他们哭完后 带他们到大厅找我 日影点点头 青阳赶紧捡起自己的长剑 追了上去 荣怀已经坐在客厅里 看到玉里过来了 她问 如何了 玉里说 自己为自己报仇了 她还以为这十多个女子里 会有一些不敢报仇的 事实证明 只要恨意足够深 慈悲为怀的人 都有可能化身地狱修罗 荣怀看向坐在不远处的姑娘 好奇问 你要如何安置这些人 她不是一个多管闲事的人 可现在既然出手了 就证明这件事 还会有后续 玉里靠在椅子上 有点疲惫的柔柔太阳穴 这副身体习惯了 到点就休息 昨天到了一个通宵 现在已经很疲惫了 她有气无力说 如果他们想要回去 那就给一点银子他们 把他们托付给标局一起走 如果愿意跟着我 那我就带他们回老家 荣怀深深看了玉里一眼 在心里暗暗想着 最后这个想法 才是你的计划吧 她想带走这些人 最后训练成为她的心腹 她看向荣怀 笑着说 如果他们看上王爷了 打定主意要跟着王爷回家 那就要看王爷如何选择了 荣怀轻哼一声 本王的眼光可不差 不是什么女人都能看得上 最起码也要像玉姑娘这样的 说完后 她盯着玉里看 只见玉里没有因为自己的话 而有半点异样 这一刻 无所不能的楚王殿下 感觉到挫败 就在此时 日影带着十几个女子走了进来 荣怀站起来 淡淡说 给你们一刻钟 说完了就要撤 这地方不安全 她带着日影离开了 青阳站在门外等着 玉里看向他们 你们以后有什么打算 为首的女子叫蒋秋雅 今年十六岁 也是她们十三个女子里 长得最美的 她跪在地上 缓缓道 我想要跟着姑娘 我出身落合蒋家 蒋家家主是我父亲 我是叔叔二姑娘 姨娘早死 因为这张脸 所以祖母一直对我很好 还给我寻了一门好亲事 如果不是落入这些土匪手中 我早在两个月前就成亲了 蒋家重规矩 像我这样的姑娘 如果还回去 只有毒酒一杯了 她看向上手坐着的 解救他们的姑娘 姑娘 我想要活着 哪怕一辈子不做蒋秋雅 我都要活下去 姨娘临终之前叮嘱她 不管发生任何事 一定要好好活着 若不然 她早就自杀了 可她现在看到了希望 所以她想要好好活下去 她表态了 剩下的十二个姑娘 也纷纷跪下来 她们像是统一了口径 全都要求跟着玉里 玉里的手轻敲在桌面上 看了她们一会儿才说 我要回楚地老家定居 你们若跟着我 有可能要上山砍柴 下地种田 这样的生活 你们都能接受吗 十三人都齐齐点头 我们要跟着姑娘 蒋秋雅甚至对天发誓 一辈子会忠于玉里 若有违背 不得好死 既然都要跟着自己 玉里自然不会把人往外推 她说 既然如此 那就走吧 在下山途中 玉里也对这些女子 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这十三人里 居然没有一个出身寒门的 有官家女子 有富商女儿 都是随家人出行时 因为长得好看 所以被这些土匪 抢回寨子里 年纪最大的一个 现在已经二十岁了 在一年前生了一个女儿 孩子生下来没多久 就夭折了 还有几个也消产了 因为人多 所以他们不打算 进入镇子了 就在镇子不远处 等青阳 去把白威和淮西接过来 而日影 则是带着人进镇子 去买一些吃食回来 期间 玉里一一位 蒋秋雅他们诊脉 意外发现 有三个人怀了孩子 她看着眼前三个姑娘 沉声问 要生下来 还是打掉 三个姑娘才十五六岁 他们见过被关起来的姐姐 是如何一下一下 捶打自己的肚子 最后让孩子留掉的 其中一个女子说 姑娘 帮我们开药吧 这孩子不能留 玉里 看向另外两位 他们都坚定点点头 与其让他们带着罪孽生下来 还不如现在不要了 没错 就算生下来 我也没办法去爱这样的孩子 我甚至会恨他们 第十八章 朕的小黄叔 是你吗 在他们的坚持下 玉里答应到了下一座城池后 就开要帮他们把孩子留掉 白薇和怀西 跟着青阳来到临时弱脚点 看到玉里使两个丫鬟都哭了起来 小姐 以后你去哪里都要带着我们 我们不想 留在安全的地方 担惊受怕 玉里拍拍两个人的肩膀 笑着说 好 以后去哪里都带着你们 白薇听了后 这才笑了起来 小姐放心 我们会跟着青阳学武的 不会连累小姐的 怀西点点头 我不怕辛苦 就怕小姐不要我们 就这样 怀西和白薇 每天都早早起来 跟着青阳学武 有时候 日营也会指点两人 在他们赶往下一座城时 京城变得热闹极了 订了婚后 终于能过上正常日子的陆北纸 正在家里养伤 就得到一个消息 那个偷了自家东西的人 出现在城东一家大宅院里 他本想自己带着人去抓小偷 可自己 还在禁足中 而且身上还有伤 只能把消息传给另外一个 同样被偷的好朋友潘文 潘文是寻防营的人 他带着几十个兄弟 赶到大宅院去 不少京城的顽固子弟 得到消息 也跟着来看热闹 一时间大宅院外围着不少人 有些会拳脚功夫的人 直接爬到对面院墙站着 等着看热闹 潘文看着紧闭的大门 一声令吓 直接让人撞门 然后他带着人想要冲进去 才踏进大门 一只长剑射过来 直接穿过潘文的脖子 把他带后几步 才倒在血泼里 他到死都想不明白 自己只是想要来抓一个小偷 为何就把小命搭进去了 一队人跑了出来 他们看着寻防营的人 眼神冷立 怒声说 擅闯者死 寻防营的人看到 潘文死了 顿时怒了 其中一人举着长剑往里冲 杀了他们 为潘大哥报仇 潘文的父亲 是郑二品将军 是他们都想要巴结的人 潘文是潘将军的独子 现在却死了 如果不为潘文报仇 他们就别想有好日子过了 有第一个 就有第二个 大家举着武器冲过去 战斗一触即发 鲜血染红了大院门口 就在此时 院子里突然着火了 一个衣衫不整的女子 从里面跑出来 她哈哈哈哈笑了起来 张开双臂大喊 狗皇帝荣英杀了我父母 赌我家财 把我囚禁在院子里 只要不顺心 就来折辱我 荣英 我死了后 化作厉鬼 也不会放过你 狗皇帝 你该死 什么狗屁男人 不过是一个有龙羊之好的畜生 老天无眼 怎么会让这样的人做皇帝 我不服气 我不甘心 女人疯疯癫癫 不断说出一些 让人震惊的话 这些话全都指向皇帝荣英 大院的护卫 剑撞气得不轻 都想要冲上前杀了那个女子 只是暗中有人阻拦她们 射出去的羽剑 被暗中射出来的剑射片 想要冲出来的人 被暗中长剑射中 女人看到有人护着自己 更兴奋了 她不断把荣英的事说出来 她心里明白 今天若是不说 日后就没有机会了 她看向在场的人 眼里没有癫狂 此时此刻 她很安静 很平和 突然勾起唇角笑了起来 我没有说谎 狗皇帝的大腿根 有一块巴掌大小的红胎记 又丞相家的小公子 长得一点也不像她呢 反而有点像荣英 哈哈 你们拼死为狗皇帝卖命 人家却给你们戴绿帽子 你们还真是一群蠢货 不知道你们的老祖宗 在九泉之下 会不会气得直接把棺材板都踢开 然后爬起来找你们 话音落下 一只剑穿过她的胸前 她倒在地上 抽搐几下 长了张嘴 荣英 我诅咒你不得好死 四周看热闹的人都瑟瑟发抖了 他们 他们刚刚听到什么了 看看里面差不多死光光的寻方银子弟 一群人都快吓死了 不 他们什么都没有听到 跑啊 赶紧跑啊 大宅院的火越来越大 很多姑娘和穿得单薄的男子 都跑了出来 这一幕落在很多人眼里 女子喊着的皇帝 荣英却没有出现 饶是如此 今天的视野传开了 有些看着皇帝长大的老臣 自然明白 皇帝的大腿跟 真的有红色的胎记 而当时那么多穿着暴露的姑娘和男子跑了出来 很多人都相信了 女子死前说的话 紧跟着 就有商人把女儿偷偷送给皇帝 然后被皇帝养在外面 每一次宠幸都要用银子换 如果怀上孩子 就带进宫中给名分 为了有一个皇子公主的外孙 不少商人真的拼命往皇帝身上砸银子 这样的消息在市井传开了 皇宫里 荣英沉着脸 坐在乾坤殿的椅子上 想着刚刚的事 她更气愤了 一脚就把跟前的桌子都踢飞了 去查 给朕查清楚 到底是谁带着人去闹事 她冷冷看向跪在地上的暗卫 查到了 马上来回避 出事之前 她正抱着小美人共赴云语 没想到就着火了 在回公路上 还听说出事了 她气得恨不得把当时那些人全都傻了 暗卫点点头 属下明白 她挥挥手 让人都退下 微微皱眉 脑海中不断回想 那个贱人临死之前说的话 有些事很隐秘 她不可能知道 背后肯定有人教她 这个人会是谁呢 她想到了自己那些弟弟们 又想到了皇祖父残留的那几个儿子 她忍不住笑了起来 荣云遗传了奇母的好样貌 白皙美丽 就连身上那一股阴柔的气息 都遗传了当今太后 一笑起来 黄若冬日盛开的蜡霉 清冷让人不敢靠近 却美得致命 她小声说 荣怀 朕的小皇叔 是你吧 她才让人动手嫁祸小皇叔 想要让她身败名裂 她反而 先让自己身败名裂了 呵呵 还真是狠哪 皇祖父的诸多儿子里 就这位小皇叔 表现得最温和 最无害 也深得皇祖父喜欢 才九岁 就封王 有自己的封地 还早早就下了圣旨 允许楚王日后 不管谁当皇帝 他都可无照离开封地 理由居然是楚王生性淡薄 万不能被拘在封地里 而且 他还拥有自己的私兵 不是一两万 而是五万私兵 不争不抢的小皇叔 得到的是最多 谁还敢说 他不争不抢 荣怀 朕倒要看看 你能不能活着回到楚地 第十九章 陆北纸这是活腻了 荣英很快就知道 带着人去大宅院闹事的是攀文 也知道 攀文就是攀将军的儿子 安卫说 陛下 攀文是听了陆北纸的话 才去大宅院闹的 而陆北纸是得知 偷他家钱财的小偷在院子里 荣英冷笑 朕是小偷 陆北纸这是活腻了 安卫问 陛下 要杀了他吗 所有背叛陛下 伤害陛下 或者对陛下部中的人 全都被杀了 荣英吃笑一声 靠在龙椅上 淡淡扫了安卫一眼 你可知陆北纸和谁定亲了 安卫点点头 汝阳王嫡女 对啊 他现在是高于清的未婚夫了 若是震动了陆北纸 你觉得汝阳王会如何 初代汝阳王 是跟着先祖打江山的大功臣 而且 汝阳王的爵位是世袭的 高家人手上 还有三十万兵权 这三十万高家军 一直镇守在铜谷关 如今带兵在铜谷关的人 是高飞的树底 因为高飞年幼时 为了救这个弟弟险些丧命 所以高鹏只听高飞的话 也不会背叛高飞 就算高飞现在在京城 高家军依然掌控在高家人手上 如今的高家军 只听从汝阳王的话 虎服简直就是形同虚设 在没有想到办法弄死高飞之前 陆北纸就不能动 想到这里 荣英觉得自己好憋屈 潘彪教子无方 活着也无用了 让他父子团聚吧 潘文是潘彪三十岁才得的儿子 一直都宝贝得很 现在潘文死了 潘彪的忠心就不可信了 也不能信了 暗卫领命退下 陆北纸得知 在大院里的人是陛下时 他彻底傻眼了 坐在椅子上 不断喃喃自语 不 不可能 那明明就是小偷 怎么可能是陛下呢 一定是弄错了 他让管家再去打听一下 可外面都传风了 管家打听到的消息 和外面的消息是一样的 陆北纸听完后 全身都发冷了 陛下手段很辣 身边能人很多 指不定现在就已经 查到自己头上了 他 真的完了 管家看到陆北纸这个样子 想要询问发生什么事 门外就传来丫鬟的通报声 侯爷 郡主来了 郡主 陆北纸瞬间想到汝阳王 他双眼亮了 对 郡主 我还有郡主呢 有汝阳王在 陛下现在肯定不会动自己 只要能让陛下 看到自己的价值 他还能活着 管家站在一旁看着陆北纸 一时悲伤 一时兴奋 心里好奇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可侯爷不说 自己也不敢问 陆北纸看着被人 抬着进来的高玉清 这一刻 他发现 就算高玉清毁容和残废又如何 他出身高 还有那么丰厚的嫁妆 有他在 他所担忧的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想到这里 他看着高玉清时 双眼都闪闪发亮 好像看一个行走的金元宝 和护身符 就算定亲了 高玉清心里也明白 这个男人不喜欢自己 可此时此刻 他用这样的眼神看着自己 依然让他忍不住 想要沉沦下去 玉里他们进城后 暂时在容怀的别缘落脚 他马上写了一张药方 让人去抓药回来 休息了一个晚上后 他才让白尾熬药 给那三个女子喝下 有他在 三个女子腹中的胎儿 顺利留了下来 若是以往 玉里不会开这种药 他做事平心 却不会主动伤害 没有攻击能力的老人和幼 他叮嘱三个女子好好休息 让人好好照顾他们 玉里走到大厅时 容怀朝他招招手 笑着说 想回京城吗 玉里盯着他 你不是说狗皇帝在找我吗 戴上这个 就不怕他找了 容怀把一个盒子 推到玉里跟前 这是刚刚做出来的人皮面具 戴上后两个月之内拿下来 不会对你皮肤有任何损伤 为了制作这人皮面具 陆时云和文银两个 都被自己压榨得很惨 刚刚才让人送到他手上 玉里打开一看 一张薄如禅意的人皮面具 出现在眼前 他说 你特意让人制作给我的 容怀点点头 既然是自己做的事 肯定不会藏着掖着 得让玉里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我看你经常打听京城的消息 心里肯定很希望回去看看 可你这张脸不能出现在京城 寻常的人皮面具很伤皮肤 所以我让人做了这一张 有了这张人皮面具 你就可以回京城了 不过只能待两个月 因为两个月后 这人皮面具就没用了 陆时云写信来说他败家 花十万两只 一张人皮面具 看着玉里的笑容 他却觉得这十万两花的很值 看来要让陆时云和文影 多做两张 以后玉里想要去哪里都方便了 玉里问 说吧 你有什么要求 他可不会相信 有人会毫无原则 毫无要求去帮助别人 楚王殿下 也不是那种烂好人 容怀说 我和你一起回京城 玉里想到自己要做的事 由于片刻 还是点点头 制作这人皮面具 需要多少银子 容怀本想说不用了 可对上玉里那双认真的毛子 最后说五万两 玉里看了他一眼 五万两肯定是半数吧 我现在 让人送十万两给你 对了 明天能回京城吗 容怀有种无力感 他说 今天晚上回京 你赶紧去安排一下 我们两个离开 他们都会留在这里 我也会安排人 伪装你的样子 然后让日影 带着人继续赶路 玉里道了一声谢 回到房间里 他拿出十万两 放在一个盒子里 然后让白威送去给容怀 白威不会多问 也不好奇盒子的是什么 送给楚王殿下后 他马上就回到小姐身边 玉里 把自己要出去一趟的事 告诉白威三个人 他们都惊讶极了 青阳说 小姐 我要跟在你身边保护你 白威和怀西也说要 跟着照顾他 玉里看向三人 我和楚王一起出去 到时候会有人 一容成我的样子 你们把那个人 当成我一样 去照顾和尊重 不能让人怀疑 而且 你们要继续回楚地 我办完事后 就会追上你们 青阳还想要说什么 玉里已经拒绝交流了 三人见状 心里明白 小姐这是下定决心 不待他们了 怀西小声说 小姐 你一定要小心 而且离楚王殿下远一点 楚王殿下 有时候看小姐的眼神 就好像 他看到烧鸡时的眼神一样 所以 他知道 楚王不怀好意 第二十章 回经稿事 容怀是一个很细心的人 安排伪装自己的影位 是一个会医术 和自己身影很像的女子 就连声音 都模仿得有几分像 得剩下几分 直接说生病了 导致喉咙不舒服 就能门混过关了 陆诗云制作的人皮面具 戴上去后 他从一个大美女人 变成一个五官寻常 还有斑点的女子了 这样的容颜 放在人堆里 完全不起眼 玉里是一个严控 看着镜子里这张脸 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 没事 到了京城速战速决 就可以把这张人皮面具 拿下来了 而且 就是这样寻常的容颜 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就是看着有点别扭 容怀也一容了 和他的不一样 这家伙 依然是一张俊美的脸 以前是温润如玉 现在却是明朗俊俏 他看到这张脸后 忍不住笑了 做人皮面具的人 叫陆诗云 好家伙 这是区别对待 容怀点点头 对啊 就是陆诗云 看到眼前这张陌生的脸 他最先注意到的 依然是他明亮的大眼睛 真好看 这双眼真好看 他要他日后 只看得见自己 我知道你自己很好看 所以别来讽刺我这张脸 他记住陆诗云了 下次给他画一个大花脸 说完后 快速走进黑夜里 他不会轻功 可爬墙的功夫可厉害了 两人很快就到了城外 这里已经有两名影卫等着 他们把马匹交给容怀和玉璃 就离开了 容怀带着玉璃走小路 虽然路不好走 可两人的骑术都很好 比走关道快很多 天亮时 他们在一处小溪边停下来 容怀把两只野鸡清理好 然后放在火上烤 玉璃问 你拿了身份文书吗 没有身份文书 是不能在南前乱走 一旦被查到 会送去挖沟去 容怀点点头 拿出两人的身份文书 他们帮弄的这个身份是夫妻 所以 这一路委屈姑娘冒充我的妻子了 玉璃听了后 深深看了这家伙一眼 她总觉得 她是故意的 只是没证据 没事 到时候我睡床 你睡地上 既然是夫妻 那就不能开两间房 既然如此 那肯定要确保自己晚上的睡眠 至于她的身份 不好意思 她现在只知道 她叫公孙七郎 是周春梅的夫婿 容怀以为她会生气 会骂自己 殊不知她 只是要求睡床 这是小意思 她笑着点点头 我睡地上 你睡床 早晚会睡一起的 本王不急 她也不问 玉璃想要回京城做什么 她想要去做的事 她只需要陪着就行了 反正日子太无聊 回京城找小皇帝的乐子也不错 他们全程走小路 只要不累 晚上都能举着火把继续赶路 五天时间 就回到京城了 玉璃看着京城大门 看向容怀 十几天路程变五天了 容怀笑了笑 小路不好走 所以我们 还是走关道好一点 而且 这条小路是隐蔚开辟出来的 不能让太多人发现 她开辟了一条 从楚地到京城的小路 多年来 愣是没有人发现 这条路的存在 现在成了两地传信的重要通道 玉璃 那你还带着我走 不怕我告诉别人 若这个男人真的想要做点什么 这条小路可利用的空间就很大了 容怀笑了 不怕 玉璃没有问什么 因为他心里清楚 不可能从这个家伙嘴里 听到什么好听的话 夫人 走吧 我们先进城 查看身份文书时 守城的将士看看玉璃 又看看容怀 好奇问 公孙七郎 这是你妻子 容公孙七郎怀笑着点点头 看向自家妻子时 眼神温柔 一看就是一个深情的人 差大哥 他就是我的娘子 我们才成亲 这就带来京城 给我外祖父和外祖母看看 玉璃故作羞涩地低下头去 把一个娇羞的小娘子 扮得活灵活现 将士撇撇嘴 如此俊俏的小郎郡 居然娶一个长相如此普通的小娘子 还真是委屈了 他把文书还给容怀 挥挥手 让他们赶紧走 等到他们牵着马走远后 将士才对身边的人小声说 他自己长得这么俊 娘子长成这个样子 晚上看到这张脸 真的还有兴致吗 身边的伙伴文言 淡淡说 灭了烛火后 女人都长一个样子 将士文言 哈哈大笑起来 对 黑灯瞎火都长一个样子 比起永城侯 娶一个残废女子为妻 突然觉得 普通一点也无所谓 两个人都会武功 而且没有走多远 这两个人的对话 都传进玉璃和荣淮耳中 荣淮小声说 他们瞎说 娘子长得很好看 玉璃看了荣淮一眼 信不信我能打到你七天下不了床 荣淮想到陆北纸的惨状 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永城侯府被偷的财产 被烧的府邸和眼前的女子有关 可他就认定是他做的 一环扣一环 让陆北纸损失惨重 还受伤了 他自己却全身而退 若他真的要收拾自己 自己也不会还手 那下场估计挺惨的 我错了 我错了 娘子莫要生气 玉璃停下来 看向荣淮 你以前也会这样和姑娘说话吗 荣淮摇摇头 只和你这样说 你若不信 可以去打听打听 而且我身边不留 对我有小心思的护卫 照顾我起居的 都是小思 这一点 你看日影就知道了 身边的女影卫 但凡对自己起了一点小心思的 全都嫁人了 只一眼 玉璃就知道这个男人没说谎 他笑了笑 他又不是傻子 自然知道 这个男人对自己那点小心思 一见钟情吗 他不是很相信 因为一见钟情 多是源自于见色起义 所以 他不会轻易做决定 且走着看 两人进了内城 住进一处距离路家比较近的客栈 站在房间打开窗 就可以看到侯府 荣淮说 可惜了 那一把火 没那把侯府烧了 指不定下次就烧光了 他能烧永城侯府一次 就能烧第二次 这一切都要看他的心情 荣淮低声说 陆北指和高玉清明天成亲 他说话时 眼睛一直盯着玉璃看 想要知道 他现在是不是还惦记那个无情无义的废物 第21章 谋算 玉璃有点意外 还真是巧 明天应该送他们一份大礼 荣淮文言 挑眉 好奇他想要干什么 需要我帮忙吗 玉璃摇摇头 暂时不需要 需要的时候 我不会和你客气 晚上 荣淮有事出去 说不回来休息了 让玉璃晚上小心一点 关紧门才睡觉 他跑了 玉璃反而觉得方便多了 他换了衣服后 从窗外离开 他翘无声息 进入永城侯府里 靠近陆北指如今居住的院子时 发现有点不对劲 这里太安静了 安静到让他觉得不安全 他藏在暗处 想要等等看 突然嘴巴被人捂住了 耳边传来熟悉的声音 是我 捂住嘴巴的手松开了 他抬起头 对上荣淮的毛子 忍不住问 你怎么在这 这家伙是跟着自己来 还是来永城侯府有事 荣淮说 里面的人被我弄昏迷了 你想要干什么 就赶紧去 他没说自己来这里干什么 只是把院子里的情况告诉他 玉璃看了他一眼 没有问为什么 悄无声息进入院子里 他拿出一颗药丸 塞进陆北指的嘴里 荣淮见状小声问 这是什么药 玉璃说 明天你就知道了 保证会给陆北指一个永生难忘的婚礼 两人离开了永城侯府 因为身后跟着人 所以玉璃不打算再去做别的事 两人不敢在外面闲逛 担心会引起寻守士兵的注意 回到房间里 玉璃已经不想问荣淮 为何要跟着自己 他倒了一杯茶给自己 坐在椅子上 一口一口喝着 却一句话 也不和荣淮说 荣淮见状知道他生气了 叹息一声 陆北指身边有高玉清的安慰 如果我不先去把人处理了 你就会被人发现 玉璃敏唇 搁下茶杯 看着荣淮 荣淮 你又能帮我几次 他就说 为何会如此顺利进入侯府 原来他已经猜到 自己要去干什么 所以提前把一切都打点好了 我是一个人 可我不想做一个时时刻刻 需要人保护 自己没有自保能力的废物 荣淮沉默片刻 缓缓道 明天开始 我不跟着你了 他拿出一个信号弹 放在桌子上 这是信号弹 你若遇到危险 就发信号弹 我的影卫看到 会第一时间赶去 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可别让自己受伤 你若让自己受伤了 我就把伤害你的人全都杀了 说完后 他跳窗离开了 玉璃看着桌子上的信号弹 叹息一声 他却把窗户关上后 才把信号弹收进空间里 躺在床上时 他满脑子都是容怀离开时 孤寂的背影 哎 他叹息一声 心里暗暗想着 以后对他好一点吧 第二天早上 陆北指才换好婚服 莫如雅走了进来 他眼眶红红 一看就知道哭了很久 他叹息一声说 你莫哭了 要不然以后生出一个 爱哭的孩子 莫如雅扑进他怀中 哭着说 哭就哭 反正你都不要我们母子了 我还不如哭死了 瞎说 他按住他的肩膀 把人推开一点 担心他的眼泪 把自己的礼服弄湿了 到时候就不好解释 他叹息一声 艰难地抬起 自己才恢复一点的手 为他擦去泪水 乖 别哭了 你知道的 就算我真的娶了高玉清 我爱的人也只是你 一辈子也只爱你一个人 没有高玉清 我们就没银子过日子了 莫如雅想到这里 更委屈了 以前有狱里 现在狱里走了 你妻子的位置 还是轮不到我 陆北纸觉得脑门有点疼 我们前天晚上 不是已经穿了喜服拜了天地 你是我的妻子 这是禀了天地的 至于外人如何看 那是外人的事 我们只需要关起门 来过自己的日子 莫如雅敏纯 我想要世人都知道 我是陆北纸的妻子 我们的孩子也是嫡出的 放心 一定会的 她在她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话 最后清了清她的唇 柔声道 雅儿 等着我 我们的孩子 一定会是嫡子 莫如雅听到她的计划 双眼都亮了 那你 那你保证要做到 陆北纸点点头 一定会做到 我是孩子的父亲 除了你之外 最爱她的人就是我了 我自然会为她谋算一切 莫如雅听了后 笑着抱她的脖子 把自己的唇送了上去 两个人在房间里亲得难舍难分 一直到大管家在外面催促 陆北纸才放开衣衫凌乱的莫如雅 离开之前 还不忘在她身上捏几下 收拾一下 然后回你的院子 担心高玉清嫁过来后 不给儒雅名分 所以她昨天已经告知府中众人 儒雅是戴姨娘的事 就连婚事 都是儒雅 在操持的 她是一个很乖巧 而且很能干的女子 把府中打理得井井有条 至于自己的母亲 不说也罢 只要她一开口 周围全都臭了 找了太医 大夫来看了 依然没有起色 弄得现在去世后 她的人都要用捂住鼻子 才打靠近 所以 就算今天是自己大喜之日 也不打算让母亲出来 外面若是有人议论这件事 就说 因为玉里的原因 导致母亲伤心过度 然后中风瘫痪了 现在需要好好养着 不适合出现在人前 玉里早早就已经潜入汝阳王府 她不会易容 可化妆术很厉害 打混一个和自己身形 差不多的丫鬟 然后化妆成她的样子 顺利混进高玉清的送嫁队伍里 不得不说 汝阳王真的很疼爱高玉清 因为侯府烧了 她担心女儿没地方住 然后把侯府隔壁的府邸买下来 打通就成了侯府的一部分 那院子取名为玉清院 将会成为陆北纸和高玉清的婚房 嫁妆全都抬到里面 看守嫁妆的人也是王府带来的 陆北纸的人碰都碰不得 而玉里伪装的小丫鬟 则是跟着嫁妆一起走了 她要负责看守嫁妆 嗯 这很方便 她做点什么 进了玉清院一个时辰后 新娘子也进门了 她被嬷嬷派去 前院帮忙 正好可以观看一下前夫哥的婚礼 靠近前院时 她先吃了一颗药丸 身边同行的小姐妹问 你吃什么 玉里浅笑 有点风寒 大夫开的药丸 今天太忙忘记吃了 小姐妹没有怀疑 小声和她嘀咕 王爷真的很宠爱郡主 居然给了二十万两压箱底的银票 还有不少金银珠宝 首饰百件 先王妃以前的嫁妆 也全都给郡主了 银票都超过五十万两 玉里好奇 你如何得知 我娘是郡主身边的嬷嬷 说完后 她骄傲极了 她说郡主的嫁妆里 除了这些外 还有不少名贵的药材 月听 玉里的眼睛越亮 第二十二章 一场有味道的婚礼 几个丫鬟走到前院去帮忙时 新郎官和新娘子也回到了 高玉清坐在轮椅上 大丫鬟推着她走进来 身侧跟着的 是牵着红绸布另一头的鹿北纸 因为有盖头 所以玉里看不到高玉清 此时此刻的神情 可她看到了 笑得一脸灿烂喜悦的鹿北纸 她在心里轻哼一声 靠着这张脸 倒是骗了这么多钱 怎么办呢 她就是见不得鹿北纸开心幸福 见不得她口袋里有钱 开始拜天地了 可大家都没看到老夫人出来 这才开始窃窃私语 陆家一位祖老 为大家解释 说老夫人生病了 无法出来前来 大家都觉得震惊 不管如何生病 只要还有一口气 都应该出来的 难道老夫人不满意 玉清郡主这个儿媳妇 大家都不说 只是心里都在嘲笑 永城侯府 也有人说 汝阳王瞎了眼 居然舍得 把女儿嫁到陆家来了 短短时间 鹿北纸的名声 已经败光了 但凡要点脸面的人 都不会把女儿嫁到陆家 一败天地 二败高堂时 两人朝着老夫人的院子 败了败 紧跟着 就要夫妻对败了 就在此时 大厅里传来 扑扑扑的声音 紧跟着 一股恶臭味 弥漫整个大厅 扑扑扑 声音响不停 鹿北纸脸色胀红 他感觉到 大家都捂住鼻子 朝自己看来 那眼神 彭佛都带着嘲讽 他肚子翻江倒海 想要忍住 不让自己那么狼狈 可就是忍不住 扑扑的声音不断响起 有人再也忍不住 顾不上这是 玉清郡主和永城侯的婚礼 直接吐了 有些人则是捂住鼻子 朝外面狂奔 距离鹿北纸 最近的高玉清 也忍不住吐了出来 他弯下来后 盖头都落地了 只需抬眼 就能看到 鹿北纸狼狈的样子 这一刻 那个在自己眼里 俊美的心上人碎了 变了 带着臭味了 他赶紧说 推我离开 很快 屋子里就剩下鹿北纸一个人 他沉着脸 双眼满是杀意 是谁 是谁要这样害我 这臭味 分明和母亲说话时 嘴巴散发出来的味道 是一样的 想着想着 他自己也忍不住 开始呕吐了 前来棺里的人全都跑了 高玉清脸色阴沉的可怕 咬牙说 去查 去查清楚 到底谁给侯爷吃 不该吃的东西 他期盼了那么多年的婚礼 居然被人鹿北纸毁了 想到这里 他气哭了 推本郡主回院子 还要让人盯着嫁妆 绝对不能让 莫如亚那个贱人碰一下 玉璃站在不远处 全程目睹了今天 这荒唐的一幕 然后和小丫鬟们 都回去守着嫁妆了 他心里明白 今天晚上 鹿北纸绝对不会出现在婚房 所以 晚上除了高玉清的院子 别的地方都会风平浪静 当然 高玉清的库房除外 一股清香弥漫在四周 只要嗅了一点 人瞬间昏迷 确定全都昏迷后 玉璃把这些箱子全都打开 发金银珠宝 古董字画 古本方子 珍贵药材 一箱子的银票 还有很多绫罗绸缎 上好的棉布 他毫不客气 把这些东西都收进空间里 高玉清数次想要弄死原主 所以 我都没留给他 第23章 搞大事 玉璃离开侯府 并没有马上回客栈 他转到去了皇宫 宫墙很高 却拦不住他这个 鼓舞世家的继承人 他轻轻松松就进去了 花了一点时间 找到了狗皇帝的私库 外面有人在把守 暗中也有人在盯着 他费了一点时间 把暗中的人弄昏 然后才把外面的人也弄昏迷 没有钥匙 就粗暴地用自己的大力气 把锁都毁了 四更天 玉璃已经搬空了狗皇帝的库房 天难容 若因此是杀一人 户部库房也不用留 等他安全回到客栈房间时 已经快天亮了 玉璃拿出一枚药丸服下 不到一刻钟 他全身开始滚烫 脸蛋红红 看起来像是 看了重病的人 他在床上躺了一会儿 容怀从窗户里钻进来了 看到玉璃这个样子 他慌了 伸出手放在玉璃的额头上 那温度 像是要灼热他的灵魂 怎么会这样 我现在带你去看大夫 玉璃闻言 看着容怀说 我没事 只是感染了风寒 才引起高热 你找客栈的伙计 去帮请大夫就好 容怀闻言 赶紧找了客栈一个伙计 给了对方五两银子 让他去帮请一个大夫回来 说自己娘子高热不退 做完这些后 他赶紧回到房间里 玉璃瞧着他担心的样子 赶紧说 我想喝水 他觉得 如果不找一点事给他做 他估计会胡思乱想 容怀闻言 赶紧倒了一杯水给玉璃 看着他全都喝完后 容怀才问 怎么会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 他的医术很好 不可能会让自己 一下子就病得这么重 冷静下来想一想 就会发现 这件事透着诡异 玉璃文言 看向容怀 太聪明 有可能会被人灭口的 容怀浅笑 那你和我成亲后再灭口 这样你就名正言顺 可以继承我所有的钱财和封地了 玉璃 被他火热的眼神 看得有点不自在 他躺下来说 我很累了 想要休息一下 吃了那一枚药丸 会让他有重感冒发烧的症状 就算大夫来了 也查不出任何异常 所以 他可以放心睡 落在别人的眼里 他是因为生病 才会昏迷不醒 至于容怀刚刚说的成亲 说实话 他是真的很喜欢他 这张绝世无双的脸 却没到要把人扑倒 或者成亲的地步 一切顺其自然 火鸡 看在五两银子的份上 帮容怀找了附近医术 最好的大夫来 大夫也被玉璃的症状吓到了 他赶紧开药方给容怀 让他找人去买药回来 兼药给病患服下 因为玉璃高热太严重了 没有确认病患推热后 他压根不敢离开 容怀坐在床边 一直守着玉璃 亲自喂药 叶被子 倒水给他喝 但凡要做的 他都不会假手于人 皇宫里 幻房的禁卫君 发现库房被盗 看守的人全都倒在地上 吓得脸色都变了 赶紧把事情上报 容英得知自己的私库 被盗得干干净净时 脸色瞬间变了 他带着人走到私库去看 十几间大库房都空荡荡的 就连箱子都不见了 地上跪着不少护卫 有一些是昨晚职业的 有一些是今天早上来的 一个两个都战战兢兢 他们心里都明白 库房的东西全都没了 他们只有死路一条 现在最害怕的 就是牵连家里人 容英看着墙壁上几个大字 冷笑 无德者 朕是皇帝 谁敢说朕是无德者 少在这里装神弄鬼 朕一定会把你找出来 阴沉一张脸 咬牙说 那么多东西被盗离开时 肯定有动静 他们也不可能 拿着那么多东西顺利走远 查 不管把皇宫 还是把京城挖地三尺 都要把这个人给朕找出来 皇帝的私库 是历代皇帝一直传承下来的 他登基后 暗中弄了很多银子到私库里 现在一夜之间全都没了 他根本没办法接受这件事 说完后 他看向地上跪着的人 咬牙想要下令 砍死这些失职失责的人 余光扫到墙壁上的字 他冷声说 仗一摆 扔回他们家里去 还有 今天的事 朕不想传到外面去 若传出去了 你们都不用活着了 若是被外面的人知道这些字 知道皇帝私库都被盗了 必定会人心惶惶 甚至有人会利用这些字 来大做文章 想要稳住局面就只能忍 他冷冷 看向这些禁卫军 现在不能杀你们 可朕总会找到机会 要你们抄家灭族 看守不好库房 那就只能用你们家的库房 来冲进朕的私库了 禁卫军多是南前世家子弟 每一个拎出来家里都不缺银子 到时候把这些人的家族都抄了 如果牵连大一点 得到的东西只会更多 皇帝回到乾坤殿里 就看到大太监李照进来说 陛下 昨晚御卿郡主的嫁妆 全都被盗了 除了箱子外 所有的东西都消失了 荣英文言 陷入沉思 许久才看向李赵 你带着人查一查库房附近 看看有没有留下什么蛛丝马迹 那么多带皇帝留下来的东西 不可能一个晚上全都搬走 还有高御卿的嫁妆 都是翘无声息全都消失了 他微微皱眉 发现事情比自己所想的还要复杂 李赵点点头 奴才现在就带着人去查看 不管如何查 都没有半点痕迹 荣英说 朕遇刺了 让人全程搜查 还要查一查 最近这段时间抵达京城的陌生人 等到官兵搜到玉里落脚的客栈时 他才开始退热 大夫也准备离开了 官兵带着人闯了进来 他们一间房一间房去搜查 查到玉里这里 为首的官兵看着一屋子的人 皱眉问 开始盘问 荣怀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可他很淡定回答了官兵的问话 还说了自己的妻子生病了 已经烧了两天一夜了 官兵看向掌柜的 掌柜的其实也不知道 这家的小娘子 是不是真的烧了两天一夜 可今天早上高热 然后去找大夫的事 却是真的 他点点头 官爷 他真的高热很严重 大夫是伙计去请的 今天都在客栈里 就怕这位小夫人会出事 另外一个住在附近的官兵小声说 头儿 这是我们这一代有名的大夫 大夫的身份得到证实 带头的官兵说 先开慢障 我们要看看病人 没确认之前 他不会放松警惕 荣怀想要拒绝 玉里的声音已经隔着慢障传出 相公掀起帘子抱我起来 第24章 逼路北纸 一声相公喊得荣怀险些失了理智 他上前掀起慢障 然后把玉里抱了起来 他看向那些官差蛋蛋说 我家娘子病得很重 全身无力无法站起来 还望诸位官爷不要见怪 其中一人上前掀起慢障 查看一番 然后整间房都被查过了 没发现有任何异常 这才离开 等到房间里剩下他们两人 荣怀才把人放下来 他去整理好床 想要把人抱回去 玉里摇摇头 换一床被子 荣怀看了他一眼 没问为什么 而是转身让伙计 去帮忙买两床好一点的被子回来 玉里看着窗外 缓缓道 现在已经关城门了 我们要在京城多住几天了 从南前开过皇帝 开始到现在的狗皇帝 他们的私库 全都进入自己空间了 荣英是财如命 为了找到那些小偷 肯定会封锁城门 要不然 不会放出皇帝遇刺这样的消息 荣怀自然知道 昨晚发生的事 他看了一眼玉里 想要问的话 终究没问出来 他是如何做到 把荣英 陆北纸 高玉清等人的钱财全都转移 那是他自己的事 他只需要为他处理好 所有的麻烦即可 他坐在他对面 笑着说 没事 我们本就是回来 看热闹的 玉里呵呵一笑 没错 这段时间 估计都很热闹 只是这把火 不会烧到自己身上 高玉清得知 嫁状全都不见了 而那些守嫁状的下人和护卫 也全都不见了 他像疯子一样嚷嚷着 是莫如亚找人 把他的嫁状全都偷走了 就算把永城侯府挖地三尺 都要找到自己的嫁状 莫如亚哭着说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偷郡主的嫁状 郡主若是不相信 可以让人去查 我昨天都没有离开 自己的院子一步 高玉清坐在轮椅上 冷眼看着哭唧唧的莫如亚 眼里闪过一抹利色 来人 给我长嘴 高玉清身边的两个大丫鬟 上前左右开弓 打到莫如亚脸都肿了 不管莫如亚如何求饶 按住他的婆子 依然不松分喉 两个丫鬟 依然没有停手 很快 莫如亚唇角就开始流血了 陆北纸得到消息赶来时 莫如亚已经倒在地上 奄奄一息了 他捂住肚子 虚弱喊 北纸哥哥 我们的孩子 救救我们的孩子 陆北纸看向高玉清 咬牙说 郡主这是要打死儒雅 说完后 他把莫如亚抱起来 满脸怒意看着高玉清 他怀着我的孩子 希望郡主不要这么任性 你的嫁妆都是你的人守着 他们坚守自道你 却把罪名摁在儒雅头上 未免欺人太甚了 高玉清一开始 被莫如亚说的孩子震惊了 自己嫁过来第二天 就得知丈夫的小妾怀孕了 那他这个郡主 还有什么脸面 他看着愤怒无比的陆北纸 陆北纸 永城侯府的钱财全都不见了 这难道也是家贼 还是说 这都是你陆北纸故意的 你把家中钱 才全都藏起来 然后哄着我下架 最后要谋我的嫁妆 越想 他越是觉得 真相就如自己所说 自从昨天看到 他在那么多人面前放屁后 他对他那些爱慕和执念 全都消失了 现在只要想到自己的嫁妆 他就心疼 恨不得弄死这对狗男女 陆北纸看了一眼高玉清 你这个想法真可怕 既然如此 你当初可以选择不嫁给我 别忘了 是汝阳王府的人 先上门找我的 说完后 他抱着墨儒雅就要离开 鬼知道他的手有多痛 如果不是忍耐力好 现在就想要把儒雅摔地上了 他额头开始一出汗珠 偏偏高玉清 还让人来拦路 陆北纸气得不轻 看向大管家 陆霄 把大姨娘送回去 陆霄闻言犹豫了 侯爷 我还是找两个丫鬟来 高玉清发了疯狂似的喊 拦住他们 绝对不能让这个贱人去看大夫 陆北纸闻言 转身看向他 若是儒雅肚子里的孩子保不住了 我马上就休了你 罪名都不用想了 害死侯府子嗣 自私自利 不堪为主母 高玉清气得大口大口呼吸 他咬牙看向陆北纸 你让人把他带走 你必须要留下来 嫁妆失踪的事 不能就这样算了 陆北纸 不要忘了你侯府没银子了 所以回王府去 永城侯府 就只能靠你那可笑的愤怒过日子了 陆北纸犹豫了 他心里很清楚 高玉清的话很有道理 现在侯府没银子了 不但侯府没银子了 他身边亲近的人也被偷了 他找不到任何人借银子 就在此时 一直哼哼唧唧的莫如亚说 侯爷 您留下来吧 我自己回去找大夫就好 陆北纸叹息一声 把莫如亚交给两个丫鬟 自己则留了下来 他推着高玉清回到房间里 剩下他们两人时 高玉清看着这个自己念了好几年的男人 缓缓道 你我已经澄清了 我不希望莫如亚兰在我们之间 我也不希望你有一个树长子 明白吗 陆北纸闻言 冷冷看着眼前的人 你要我杀了如亚肚子里的孩子 高玉清 以前玉里说你心狠手辣 我还不相信 如今看来 他说的都是真的 玉里 玉里 你那么在意玉里 当初为何要他离开 高玉清盯着陆北纸 我告诉你 我可不是玉里 如果我不好过 永城侯府的人也别想好过 抱我到床上去 昨晚没有洞房花烛夜 今天就要补回来 陆北纸像看一个疯子一样 盯着他看 你疯了 现在是大白天 大白天又如何 你我是夫妻 做这些事 难道不是应该的 陆北纸想也不想转身就要离开 高玉清淡淡说 你想清楚了 你一旦离开 我不会回王府拿一文钱回来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陆北纸转身咬牙问 这个女人 把自己当花楼那些人了 睡一觉就给银子 高玉清看也不看陆北纸 自顾自解开自己的衣裳 你可以选择离开 玉里嫁给他那么多年 还是黄花大闺女 他不会允许这样的事 发生在自己身上 所以 今天绝对不让这个男人离开 他淡淡说 离开 或者来抱我 你自己选择 第25章 荣淮猜测 陆北纸最后还是因为银子妥协了 侯爷已经求救无门了 现在只能靠高玉清 他甚至后悔 为何昨天晚上不洞房花烛夜 至少晚上看得不清楚 大白天和这个女人洞房 就连她脸上那些疤痕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两人草草了事后 陆北纸说 你现在已经是侯府的夫人了 就要担起王府当家夫人的样子 说完后 转身就离开了 高玉清躺在床上 看着陆北纸狼狈离开的背影 忍不住笑了起来 陆北纸 你好样的 你好样的 你敢如此折辱我 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 要做当家夫人是吧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当这个家 接下来两天 不管是汝阳王府还是皇宫的人都在找寻小贼和失踪的东西 可惜那些东西像是凭空消失 再也找不到半点踪迹 等到荣英想起要动那些看守不利的禁卫军时 才发现他们居然举家消失了 除了空宅子外 就连下人都没了 钱财更不用说 荣英憋屈得很 偏偏连一个报复的对象都找不到 只能找朝中那些臣子的麻烦 还真是被他挖出几个朝廷的蛀虫 只是抄出来那些钱财和皇帝私库失踪那些钱财比起来 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他直接气吐血了 玉璃听荣怀说起这件事时 兴奋极了 他说 让他整天想着去算计人 最后还不是为别人做嫁衣 荣怀浅笑 背后搬空私库的人还真是一个大英雄 真的太厉害了 本王都佩服他 说完后 他看向玉璃 你说对吗 玉璃没想到 吃瓜吃到自己头上 他笑着点点头 是啊 是啊 我也很好奇到底是谁 居然如此厉害 一夜之间搬空皇帝的私库 荣怀说 莫非他身上有一个佛家的虚迷介子 玉璃文言 不敢置信看向荣怀 世上真的有虚迷介子 这不是传说吗 话是这样说 心里却在想 这个男人太可怕了 不能靠他太近了 要不然老底都被人掀了 一直盯着他的荣怀 发现他没有半点异常 心里犯迪咕 难道真的是自己猜错了 不 他不会猜错的 只能是玉璃藏得太深了 他不想说 那自己就帮他瞒着 谁若是想要窥探 那就弄死算了 他看着玉璃 认真叮嘱 世间之事无其不有 你若是遇到什么能人意识 如果不能交好 也别交恶 明白吗 玉璃被他的态度弄得有点糊涂了 这个男人如此坦荡叮嘱自己 真的不是在怀疑自己 对方好意叮嘱自己 他不会不失好人心 赶紧点点头 好 我知道了 对了 荣英只在一处地方养那些商女和经商的的俊俏公子 你想干什么 荣怀好奇 想要一锅端了 玉璃点点头 他太闲了 给他找一点事 反正都做了 他肯定也猜到 是你动手 我们回去途中不会太顺利 既然如此 不如做得大一点 荣英这样斤斤计较的人 肯定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弄死荣怀的机会 而自己现在和荣怀走在一起 在世人眼里 他们就是一条船 他也是狗皇帝想要弄死的目标 你想做皇帝吗 如果荣怀想要做皇帝 那自己直接堵死荣英 这样就可以让荣怀上位了 南前国也不会乱起来 荣怀摇摇头 目前为止 没有这个想法 王妃都还没有娶回家 要皇位来干什么 成亲后 若是他想要做皇后 倒是可以把皇位弄到手 顶多就麻烦一点 自己管理十几年 等到自己和玉璃的孩子长大后 把皇位传给孩子 自己就可以带着玉璃去游山玩水 找一个世外桃源定居 玉璃没想到 这个男人已经把自己的未来都安排好了 他说 没有就算了 等到城门开了 我们就离开 他拿出一个瓷瓶 让人把这玩意放到荣英的饭食里 保证他这段时间都无暇找我们麻烦 好 玉璃看向荣怀 你就不怕 这是穿肠毒药 毒药就毒药 等他死了 再另做打算 荣怀淡淡说 虽然有点麻烦 可还是能应付 玉璃靠在一旁 看着他一本正经的样子 勾起唇角浅笑 只是让他拉一段时间的药 荣怀文言 忍不住笑了起来 钱财失踪第五天 城门终于开了 玉璃和荣怀 也可以离开京城了 虽然出城时 还是被人盘问 两人轻易应付过去了 与此同时 汝阳王府里 也发生了一场争吵了 小王妃魏林儿 一脸怒气看向汝阳王 当初明明说好给了陪嫁 日后王府的一草一木 都和高玉清无关 你昨天居然瞒着我给了 高玉清十万两 高飞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你妻子 高飞文言 皱眉看向魏林儿 她的嫁妆全都被盗了 魏林儿文言 失笑一声 高飞 你是不是觉得 我很好骗 你当真以为我不知道 你私下在钱庄 留了三十万两给她 而凭证是一枚玉佩 那一枚玉佩 她自己随身携带 这玉佩没丢 所以高玉清手上 还有三十万两可以支配 而且 你私下还给她 买了几个庄子和店铺 每年都有两三万两收成 庄子和店铺的地契 都在你手上 只是每年的收成 都会送到侯府给高玉清 这些都是你们妇女 私下商议的 我就算知道 也当不知道 从来未曾找你闹腾 高飞 你欺人太甚了 魏林儿抹去泪水 淡淡说 当初我们说好的事 都能反悔 你还有什么值得我信任 说完后 她带着人直接离开了 高飞追上前想要哄 魏林儿看也不看她 她直接拦在她跟前 魏林儿看着她冷冷说 你若再追上来 我一包药 就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 然后离开王府 高飞 你是知道的 我说到做到 汝阳王闻言 全身僵硬了 她看向魏林儿 不敢置信 你 你说 要把我们的孩子打掉 你不爱我们的孩子了 呵呵 魏林儿看汝阳王的眼神 就像看一个傻子 我爱有什么用 你这个当爹的不爱 那又何必生下来遭罪 汝阳王想要解释 魏林儿却不愿意 多听她说一个字 她想要追上去 却看王府管家 急匆匆走过来 王爷 陛下传诏 看了看王妃的背影 又看了看管家 满是褶皱的脸 汝阳王只能气呼呼 离开王府 进宫区面上 她心里一直都在忐忑不安 担心自家小王妃 会带着孩子离家出走 第26章 25岁的童子姬 魏林儿把所有的丫鬟都赶出去 自己一个人靠在贵妃榻上 想着自己这一次出来的目的 她呵呵冷笑 妹妹没找到 反而是成亲怀了孩子 若是被阿爹阿娘知道 会不会敲断我的腿 想到比阿爹还严肃的大哥 她开始有点后悔 和高妃成亲了 想想她对高玉清的疼爱 突然觉得 她对自己的好也不过如此 她叹息一声 轻抚自己的小父 小家伙 娘亲带你去找小姨 我们不要你爹了 她太坏了 她也不是一个坏的继母 拿出汝阳王府三分之一的钱财 来为高玉清准备嫁妆了 剩下的三分之二 还要日常生活 还经常补贴一些受伤退伍的下属 其实真的没有想象那么多 她做到这样了 高飞还以为自己亏待了她女儿 私下里给她女儿 又准备了几十万的嫁妆 说白了 自己这个妻子 并没有那么重要 不行 她一定要离开京城 离开这个 让她很不爽的地方 至于肚子里的孩子 她自己一个人也能养 去哪里呢 她想到了前些天 闹得京城热闹非凡的玉里 据闻她和楚王一起去了楚地 汝阳王最不喜的人 就是楚王荣怀 他偏偏要去楚地 还要去看看玉里 如果能和她成为朋友 那是最好不过了 至于什么高飞 什么汝阳王妃 通通见鬼去吧 玉里和荣怀这一次 没有走小路 而是慢悠悠从关道离开 一人一马 两人同行 一路上有说有笑 两人的距离拉得更近了 荣怀看了看天 黑沉沉地 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 要下雨了 赶紧找地方避雨 前方五十里都没有人家 他们最后 找到了一个山洞避雨 两匹马 则是留在洞口 荣怀找了一些干柴回来 他对玉里说 我去弄些吃的回来 你先生活 然后好好休息一下 玉里点点头 小心一点 荣怀冲他笑了笑 放心吧 不会让你一个人的 滚 玉里瞪了这个男人一眼 自从上次喊了他相公后 这家伙就开始嘴巴没把门 什么话都能往外蹦 荣怀不恼反笑 他就喜欢看他明念生动的样子 这样的他 不会戴着一张面具对着自己 行 我现在就滚 滚去给你找好吃的东西 玉里被气笑了 荣怀 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份 你是一个王爷 王爷 你要高冷 霸道 要有王爷的气势 我若有王爷的气势 日影那丫头 敢爬到我头上来作妖 甚至还来关心我的终身大事 荣怀凑上前 小声说 傻姑娘 霸道 冷漠 那些都是对着外人的 因为日影除了对自己忠心耿耿外 没有任何别的歪心思 所以她愿意多包容一点她 毕竟是自己的下属 自己的护着一点 若她起了不该起的心思 下场只会比敌人还要惨 玉里翻白眼 我也是外人 荣怀哈哈一笑 你不是外人 你是我未来的王妃 我什么时候答应成你未来的王妃了 玉里看向荣怀 不解问 你闹不了多少 荣怀浅笑 我呀 想到我们 澄清后生几个孩子 谁才是最听话的 谁才能成为我的继承人 玉里抄起一旁的木棍 就朝那家伙的砸过去 荣怀闪开 哈哈笑着离开山洞 狗男人 离开京城时想着 要离荣怀远一点再远一点 后来发现 她没有怀疑 什么介子空间在自己身上 加上她有意亲近 两人就这样相安无事地走着 越走越近 其实 她心底也想起了一个声音 荣怀怀疑自己了 只是她聪明 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 所以 她就当对方不知道 她已经回不到现代了 也没有打算 一个人在这个世界孤独终老 荣怀那张脸 就像按照自己的喜欢去长 若真的要找一个男人结婚生子 找荣怀是最适合不过了 她要身份有身份 要言有言 要手段有手段 是一个可以护得住妻子的男人 找荣怀 不亏 看到有合适的 就要先下手 把人扒拉到自己的碗里 来才是最重要 要不然 被人抢走了 至于爱不爱 没那么矫情 睡了再说 都说很多爱情 是睡着睡着就出现了 荣怀出去一刻中 摘了一些野果子 和拎着一只 已经包了皮的兔子回来 玉璃想要去帮忙 荣怀说 你坐着吃果子 我来弄就好 听了后 她没有继续上前帮忙 她坐在一旁 吃着荣怀 已经清洗干净的果子 看着她烤肉 荣怀发现她 一直盯着自己看 忍不住问 肚子饿了 她摇摇头 不是 只是在想你长得不差 为何不早点成亲 你都二十多了 像你这个年龄 孩子都应该六七岁才对 这个年代 十七八岁成亲当爹的 比比皆是 荣怀说 我这个人很挑剔 不是谁都入得了我的眼 太后那老妖婆 前些年给我送了两次女人 我转身就送上先帝的床了 荣怀说 我嫌脏 也怕脏了自己 这样对未来的王妃不公平 玉璃眨眨眼 好奇问 所以 你现在还是童子鸡 二十五岁的童子鸡 放在这个世界 算是老处 难了 想想她就觉得搞笑 童子鸡 荣怀看向玉璃不解问 什么叫童子 童子鸡还没有说完后 她就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了 脸瞬间红了 她看了一眼玉璃 玉璃 你是姑娘家 玉璃靠在墙壁上 一副我不听我不听的样子 你爱说什么就说 我要想什么也是我的事 想到这个男人还是童子鸡 她怎么就那么开心呢 荣怀看她装傻 轻哼一声 唇角却忍不住微微扬起 她像是感受到她的愉悦 这一刻多么庆幸 自己这些年来的坚持 从来不会乱来 她算是明白了 若自己已经有小妾通房了 一辈子也别想和她成亲了 玉璃看着偷偷窃喜的男人 忍不住轻笑一声 这个年代的老男人啊 挺有趣的 第27章 馋她的盐 她的身 兔肉烤熟时 外面也开始下起了大雨 玉璃吃了 两只兔腿就饱了 剩下的全都是荣怀解决 她走到山洞外 伸出手去接水 把手洗干净 刚刚吃兔肉之前洗手 已经把水囊的水 全都用完了 她用马儿阻挡了 容怀的视线 把水囊灌满了 因为大雨 两人无法离开 幸好携带有被子 容怀把自己的被子取下来 欲铺在地上 给玉璃休息 她却说 坐下来靠在墙壁休息就行了 你把被子弄脏了 到时候还得再买一床 浪费 容怀想说自己不缺银子 可玉璃已经坐下来 靠在墙壁上 然后把自己的被子拉上去 随后闭上双眼准备休息 见状 她也走到她身边 坐下来 学着她用被子 盖住脖子以下的身体 她说 睡吧 我在这里守着 玉璃看了她一眼 点点头 好 她想着 等到下半夜 就换自己来守着 让她也休息一下 也许是习惯了容怀的存在 也许是累了 她很快就睡着了 容怀看到 她歪着脑袋 这样看着很累 睡着也不舒服 就伸出手 把人抱到自己怀中 要不然 她待会儿就要倒在地上了 玉璃浅眠 在她的手靠近她时 她就醒来了 她睁开眼看了她一下 她掖了一下被子 缓缓道 别怕 是我 睡吧 有我在呢 玉璃嗡了一声 靠在她怀里 缓缓闭上眼 心里暗暗想着 这男人的怀抱很暖 很舒服 果然不愧是自己看上的人 容怀看着 怀中睡着的女子 唇角微微勾起 她本以为 她睁开眼看到自己后 会出手把自己推开 没想到她没有 甚至在自己怀中睡着了 她心里窃喜 开心不已 她想着 也许回到处地后 就可以澄清了 容怀想着想着 抱着她就睡着了 玉璃醒来后 容怀还没有醒来 她抬起头 看了一眼容怀 她想到自己 以往会做噩梦 可昨晚在这个男人怀中 却一夜好眠 没想到她不但好看 还有让自己 安心睡眠的功能 勾了勾唇 决定了 就这个男人 谁都不能和自己抢 要不然 打抱她的狗头 在她睁开眼时 容怀也醒来了 两人四目相对 她说 你昨晚抱了我一个晚上 要对我负责 玉璃文言 看着男人紧紧抱着自己的手 笑了 楚王殿下 你要不要先搞清楚 谁抱谁 容怀看了看自己双手 笑了 我对你负责和你对我负责 结果都是一样 你我都是要澄清 你是处地未来的女主人 这是不变的结果 阿里 愿意吗 玉璃把玩着她 散落下来的长发 好奇问 容怀 为何是我 你什么时候喜欢我的 容怀说 我第一次见你时 陆北纸去找你麻烦 你那时候还受着伤 那么喜欢陆北纸的侯夫人 居然把自己丈夫 狠狠打了一顿 又责罚了那些丫鬟 当时我就想着 永城侯夫人还真有趣 外面的人都传言你喜欢陆北纸 为他操持家务 可我却没有 从你的眼里看到爱意 你把他当成一个 可以随意逗弄的玩物 是的 那一刻 你的眼神传递给我的感觉 就是 永城侯陆北纸 不是你的丈夫 只是你手里的玩物 那玩物不听话了 所以你想要舍弃了 玉璃揪着 他头发的手停下来 他仰起头看着它 所以 你当时在我院子里的大树上 想想 院子里只有那一棵大树能藏人 容怀嗡了一声 我当时只是经过 未曾想看到 一出好戏 后来你修夫 丽女户 还让陆北纸声名狼藉 这些都让我对你越发好奇 然后有了我们后来的同行 我看到你另外一面 你果断反击敌人的样子 比那些娇滴滴的大家闺秀 有趣多了 越相处 越喜欢 本没有那么多想法 日影天天在我耳边唠叨 说我如果错过你 我就要孤独终老了 想到日影 他忍不住笑了起来 为了自己不会孤独终老 还是想要把你留在身边 阿里 留在我身边 我们回到处地就澄清 可好 我会风风光光迎娶你 让世人都知道 我容怀有多在意你 玉璃浅笑 可我还没有爱上你啊 这要如何澄清 我能说 只是缠你的身体吗 容怀浅笑 那你会让别的男人这样抱你吗 玉璃想了想 估计我会把他的脑袋都砸碎 可你让我这样抱着你 他轻笑 你承认吧 就算不爱我 也没有排斥我 这对我而言 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了 他心里清楚 这小娘子就喜欢自己这张脸 他一点也不介意 用自己的优势 让他更喜欢自己这张脸 喜欢脸 最后就会喜欢自己的心 如今最重要就是 把人拐到自己身边 日后再慢慢图谋 早晚 他的身心都属于自己 玉璃点点头 的确不排斥你 如果你一直这样俊美 身材一直这么好 看一辈子 估计也不会命 他直白告诉这个男人 他缠他的言和他的身体 他就是如此直白 呵呵 他忍不住笑了起来 那我就一直保持下去 原来 他还喜欢自己这身体啊 玉璃被他得笑容吸引了 心里暗暗想着 如果于婉卿看到这张神言 指不定直接把人敲晕 然后把人扛回家里 荣怀紧紧抱着怀中的姑娘 他自己也弄不明白 凭尽了二十多年的星湖 怎就为了这个女人风起云涌 想不明白的事 就不要去想 最重要的是 他如今在自己怀中 玉璃叹息一声 我快喘不过气了 放心吧 我不会跑的 他推了推容怀 男人也只是松了松手 却没有放开的打算 他说 不跑也不放开 本王活了二十五年 才抱到的女人 就算抱一辈子 都觉得不够 现在八月份 我们慢慢走 回到楚地就十月份了 他柔声说 你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 也可以告诉我 我们一起去 反正你最近也无事可做 狗皇帝被一包要了半条命 还有他离开之前做的那些事 不少人忙着收拾残局呢 京城现在被他们 闹得翻天覆地 大家都没有时间注意他们 他们可以慢悠悠游山玩水 第28章 找事 玉璃看向一脸期待的男人 最后只能点点头 好 我们一路游山玩水回去 荣怀笑了 我带你去掀土匪窝 玉璃双眼都亮了 真的 哪里有那么多土匪窝 荣怀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以前是没有那么多土匪的 经不住有人犯贱 自己去养土匪 玉璃站起来后 认真一想 还有什么不明白呢 他叹息一声 你父皇当年是瞎了眼吗 就冲着先帝有荣英这么一个儿子 就不应该把皇位传给先帝了 皇位继承人 要看的不但是儿子 还要看孙子 若是孙子不争气 儿子再能干也没用 早晚会把江山败光了 荣怀牵着他的手往前面走 直到牵着马离开 他依然在想 玉璃刚刚那句话 是啊 继承人不但要看儿子 还要看孙子 若是这个儿子有能耐 孙子却没能力 或者某一方面有什么不好 那就不能选为继承人 两人走了大半天 才到了一处镇子 寻了一家客栈 要了水梳洗一番后 荣怀带着玉璃出去吃饭 很多前往京城的人 都会经过这小镇 然后不急 所以 这里人来人往很热闹 路边有很多小吃摊 过路客商都赶时间 这些小吃摊 就很受欢迎了 玉璃是一个喜欢美食的人 他喜欢的范围很大 从来不会限制于高端美食 他以前还喜欢一个人去吃路边摊 他现在也拉着荣怀 跑到一处在路边的面店里吃 做面爹 是一对年老的夫妻 带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 小姑娘看起来十三四岁 脸上 带笑询问他们要吃什么 玉璃笑着说 你们这里有什么好吃的 小姑娘赶紧说 我阿爹做的面最好吃 说到家里的生意 小姑娘双眼亮晶晶 我阿娘做的卤猪饺 也很好吃了 那就两碗面 一碗卤猪饺 小姑娘闻言 朝着自己爹娘走去 爹娘 两碗面 一碗卤猪饺 面和卤猪饺 很快就端上来了 荣怀看着玉璃吃得 心满意足的样子 瞬间明白他 喜欢美食 而且 不拘是酒楼的 还是路边小摊的 看来要多寻一些 会做美食的人到王府里 只要能做出美食 哪怕是相间名妇也无妨 玉璃看了他一眼 盯着 我就能饱了 还是我丑的 让你连食欲都没了 荣怀闻言 忍不住笑了起来 正想要回答他的话 就看到一群人 朝这边走来 摆在一旁的桌子 都被他们掀翻了 店家夫妻虽然 吓得瑟瑟发抖 可他们还是把 自己的女儿护在身后 小姑娘的父亲说 你们想要干什么 想要干什么 那中年男人哈哈一笑 自然是老爷我 看上你家女儿了 想要带回去 做二十八姨娘 不可能 我女儿不会与人为妾 也不会跟你走 小姑娘的父亲怒了 看着眼前的人 你若是敢逼我们 我们就撞死在府衙外 哈哈 老头儿 你敢威胁本公子 中年男人气笑了 扬起手 就要一巴掌 抽死老头儿 一根筷子飞过来 直接刺穿男人的手掌 啊 一声惨叫 震耳欲聋 让玉璃不耐皱眉 第二十九章 玉璃 我看上你的脑袋了 男人捂住自己的手掌 朝筷子飞来的方向看去 当视线 落在玉璃那张寡蛋的脸上时 怒气更甚了 是你们害我受伤 玉璃把玩着 手中还剩下的一根筷子 眼里 闪过一抹利色 手中的筷子 也脱手而出朝男人飞去 男人想到对方一根筷子 就刺穿自己的手掌 瞬间怕了 一下子就把一个人 拉到跟前来 挡住那飞来的筷子 啊 筷子刺在一个家丁的肩膀上 鲜血一下子就流出来了 男人见状咬牙说 给我拿下他们 把那个贱人的手都砍下来 容怀看到玉璃跃跃欲试 心里清楚 这些人在打扰他吃东西了 他生气了 现在需要找人出出气 而这些罪魁祸首 就是最大的出气筒 所以他依然做得稳稳的 看玉璃出手对付那些人 那些都是普通的家丁 很快就被玉璃踢飞出去 他一步一步 朝着中年男人走去 吓得他连忙往后退 你 你不要过来 要不然 要不然我报官了 呵呵 玉璃吃笑一声 报官也是 先抓你这个强强名女的狗东西 现他也是我的哥哥 他才不会抓我 我能看上他 让他到我家享福 那是他的运气 是他的福气 他不愿意 就是不识好歹 说到自己哥哥 男人就有底气了 你这个贱人弄伤了我 我要让我哥哥杀了你 玉璃听着这个狗东西的话 眼里的冷意更深了 他不是好人 却很厌恶那些 仗着身份 仗着权势 欺压那些在底层艰难求生的人 不是谁生来的 就可以高高在上拥有一切 底层的人不偷不抢 为了生活在不断挣扎 为了活下去 付出血和泪 最后还要被人欺压 人群中有人哭着说 孩子到了他的府上 只有死路一条 我的女儿就是被他们抢去的 不到三个月就死了 他们还丧尽天良 说我女儿没能生下一男伴女 不配进入他家的祖坟 然后把我女儿的尸体扔回来 我们夫妻只能找地方埋葬了女儿 最后 我老伴也跟着上吊死了 他们就是恶魔 人群中不断有人 在声讨这个狗男人的罪名 越听 玉璃越平静 他说 我现在 看上你的脑袋了 你赶紧砍下来给我 狗男人忍着痛 双眼赤红 神情猙獰 咬牙说 你疯了 你看上我的脑袋 我就要砍下来给你 你算什么东西 玉璃吃笑一声 那双锐利的毛子 落在男人身上 我能看上你的脑袋 是你的运气 是你的福气 你别不识好歹 你既然不愿意自己砍下来 那我就只能亲自动手来取了 花音落下 温润的男生从身后传来 娘子 接着 他把自己的配件扔给玉璃 玉璃一下子就接住了 他拔出锋利的长剑 指着狗男人 我要的东西 没人敢不给 不给也无所谓 因为他会亲自去拿 比如这个男人的狗头 狗男人已经被吓尿了 他朝着自己那些家丁喊 赶紧来 赶紧来救我 却没有一个人能站起来帮他 那些家丁都是被踢飞出去的 玉璃踢出去的每一脚 都用尽全力 不在床上躺两三个月 是起不来的 狗男人求救无门 只能朝四周的百姓看去 谁救救我 救了我后 我必有重险 有些受害者家属 恨不得他去死 怎么可能会帮他 而有些人 真的被利益驱使 想要站出来 却被玉璃那双冷漠的毛子吓退了 他们担心自己上去后 又被这小娘子一脚踢飞出去 而且 这小娘子看着不好惹 他身后坐着的年轻俊俏小郎君 看着温润如玉 可他随身佩戴武器 他们就明白这对小夫妻 都不是什么 可以让人任意拿捏的人 所以 心动了 却不敢行动 担心会和那些家丁一样 身受重伤 玉璃看向那些围观的人 有女人有孩子 他微微皱眉 觉得这里不适合杀人 会吓着孩子和女人们 荣怀像是看出他心中所想 快步上前 揪着狗男人的衣领 就把人带走了 临走之前 他看向店家 你们赶紧带着女儿离开这里吧 要不然 你女儿早晚不保 这小姑娘长得俊俏 却生在这样的家庭 这对老夫妻 保不住这小姑娘 他们闻言 赶紧拉着女儿跪下来 给荣怀和玉璃磕头 多谢两位恩人 我们马上带着女儿离开 再不出现在这里 玉璃上前 搀扶着对老夫妻 缓缓道 你们若是没地方可去 那就去处地吧 那个人再不会出现了 若他哥哥是一个不作为的狗官 我们也会一起解决了 说完后 他悄悄把一个钱袋子 塞进妇人的手上 这才看向已经被吓怕的小姑娘 好好照顾你爹娘 说完后 快步离开了 小姑娘见状 追了几步 大姐姐 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 玉璃文言停下来 转身往回走 她走到小姑娘身边 笑着说 你若想要再见到我 那就去处地 我们有缘会再见 她想了想 拿出一个瓷瓶给小姑娘 你这张小脸 长得太好看了 不管去哪里都不安全 这是一枚药丸 吃下去后 会让你满脸长红疹子 半年后 这些红疹子就会消失了 你若相信我 就服下 若是不相信 就把这药丸扔了 说完后 她这次真的离开了 没有人知道 这对年轻的小夫妻 把这个站着哥哥 是县令 就胡作非为的狗男人 最后的下场如何 因为再也没有人见过她 就连这个县令 都被人吊死在家中 而她贪磨的罪证 手里 沾染人命的证据 都被贴在县衙外 如此之人 大家都拍手撑一声 死得好 而杀了那县令兄弟的人 是荣怀 她不允许自己 未来王妃手上 染了这样肮脏的鲜血 而她手上 有她父皇明祖弟 赐给她上科展昏君 下科展兼臣的子卫 见杀了区区一个贪磨 并且不仁的狗官 是一件小事 朝廷无人敢诟病 可杀人者换成御礼 事情传出去后 她将会被朝臣群起公知 鸣声扫地 荣怀绝对不允许 这样的事发生 这也是荣英父子 不允许荣怀活着的 最重要原因 紫威剑是帝王之剑 可这把剑 却不在荣英父子手上 反而被明祖弟赐 给了小儿子楚王 这就明晃晃告诉世人 以后的皇帝若不是明君 荣怀可手持紫威剑 砍了昏君 自己登基为帝 杀了人后 荣怀让人连夜 看着屋子里摆放的木箱子 里面放着很多金银珠宝 她缓缓道 取之于名 用之于名吧 第30章 又坏荣英的事 荣怀点点头 好 她走到他身边 笑着说 这些首饰都不好看 回到处地后 我让匠人做一些 更好看的首饰给你 说完后 她看向他头上插着的一根玉簪 觉得她真的太朴素了 太少首饰了 玉璃文言 想到从狗皇帝私库里 搬走的那些东西 所以 她真的不缺首饰 我有首饰 只是赶路不方便 穿戴太好了 还容易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玉璃伸出手掐了一下 荣怀俊俏的脸 这张脸美则美 还是比不上你 真正的容颜 她含笑看着她 眼里全是温柔和宠溺 晚上拿开这张人皮面具 我露出真容给你看看 她果然是喜欢自己这张脸 玉璃浅笑 好啊 我最喜欢你这张俊美无双的脸了 说完后 她往外走去 荣怀赶紧追上去 徒留下好几个影位 呆愣在原地 他们一脸茫然 刚刚那个被人掐脸的男人 真的是他们王爷 虽然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 却没有影响到 两人继续游山玩水的心情 每到一个地方 玉璃最喜欢的 就是寻找当地的美食 就这样悠悠闲闲走了小半个月 在距离江州不到五十里的地方 停下来休息 荣怀去山里 弄一点也未回来 玉璃坐在小溪边生活 突然 一个全身带血的人 闯入她的视线 受伤的男人身后 还跟着十几个黑衣人 他们把男人围了起来 不断朝男人下手 男人拼命反击 只是受伤太重了 而且双拳男敌四手 很快就被砍伤在地上 玉璃有援主的记忆 瞬间就认出 被人追杀的男人是谁 郑二品将军潘彪 他想起被荣怡杀死的潘文 心里猜出 这些黑衣人是谁派来的了 荣怡想要杀的人 他玉璃就一定要保 他从空间里 拿出几枚飞镖 直接朝那些人扔去 举起长剑 想要杀潘彪的人 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脖子上的暗器 张了张嘴想要说话 却连遗言都没留下 就翘辫子了 玉璃一出手 瞬间吸引了黑衣人的目光 他们纷纷举着武器 朝玉璃飞升而来 玉璃看到这一幕 吃笑一声 这些人就应该杀了潘彪 再来对付自己 现在这样 反而给潘彪留了活下来的机会 也不知道 说他们蠢 还是他们太自大 瞧不起自己这个女人了 荣怀只是拿了弓箭进林子里 配件留给她了 她拔出长剑 迎上这些黑衣人 他们不愧是荣英派来的人 武功不低 浑身杀气 都不知道私下为荣英杀了多少人 荣怀拎着野鸡和野兔回来时 就看到自家 捧在心尖上的姑娘 被十几个黑衣人围攻 她顿时怒了 飞升而起 手中的羽箭也朝一个黑衣人射去 直接抱头 紧跟着 又是一个 连杀了几个人后 她终于到了玉璃身边 两人联手 把这些黑衣人都杀了 荣怀转身就看到 玉璃手臂上多了几道伤口 她眼神瞬间变了 心里翻滚的怒意 快要压制不住 她让自己冷静下来 赶紧说 坐下来 我帮你处理伤口 幸好都是胳膊 只要把袖子撸起来 就可以处理这些伤口了 玉璃也不矫情 大大方方坐下来 任由这个男人帮自己处理伤口 突然 不远处有一个黑衣人站起来 她想要趁机杀了坏事的荣怀 玉璃健壮 正想要射出一枚飞镖 却看到一身是血的攀镖站起来 她吃力地举起手中长剑 一剑砍在黑衣人身上 直接把对方送去见阎王王 然后 攀镖自己也倒下去 昏迷不醒 荣怀听到动静转身一看 淡淡说 我就知道 荣英不会放过攀镖的 他是郑二品的将军 长虎威营五万军队 这样的人若真的起了反心 荣英会有麻烦 所以 为了自己的安危着想 荣英一定会先下手为强 只是没想到 会被他们遇见 玉璃说 荣英想要杀了攀镖 可我就要救他 不但如此 我还要攀镖为你所用 最后成为对付荣英的一把刀 他看向眼前温润的男子 缓缓道 荣英容不下你 你和他之间 早晚会有一战 攀镖出身寒门 凭着自己的能力 走到郑二品大将军的位置 手握兵权 足可见他这个人有能力 只要用得好 他会是你手中一把好刀 荣怀文言 看向眼前的姑娘 怪不得荣英一直想要找到你 原来你的价值 并不只是创造更多钱财 你对朝政的事 也看得很清楚 很透彻 若你是男子 朝堂有你的一席之地 玉璃吃笑一声 因为我是女子 所以不配站在人前 荣怀听了后 想起多年前父皇对自己说的话 父皇说 怀儿永远不要小瞧女人 她们的聪明睿智 不比男儿差 只是被束缚在后院 能看到的东西有限 这才造就她们目光短浅 若是给她们一个机会 她们未必比男儿差 她看向玉璃 浅笑说 若是父皇还在 肯定很喜欢你这个儿媳妇 一个家族 一个皇朝的继承人 其实更重要的是 意志和思想的传承 先帝很显然 和父皇不是一条心的 所以 紫薇剑才落入自己手上 可父皇的思想和意志 也许和玉璃很接近 只可惜 父皇走得太早了 无缘和玉璃见面 玉璃说 无妨 你喜欢我就行了 荣怀哈哈一笑 我肯定喜欢你 很喜欢很喜欢 玉璃指着攀标的方向缓缓道 再不把人弄怪给我看看 你未来的大将军就要死了 荣怀直接把玉璃抱起来 他无奈翻白眼 你就不能把他弄到这里来 不 我只抱你 不抱别人 玉璃帮攀标检查了一番 发现他身上很多伤口 他不方便帮攀标处理伤口 只能把外伤处理好后 再让荣怀帮攀标 处理那些比较隐秘的部位 这一刻 荣怀万分后悔 没让绝影跟着一起来 身边若是有使欢的人 自己也不用落眼睛 去看别人不为人知的地方 他一边处理伤口 一边骂那些黑衣人脑子有病 居然伤人家这么隐秘的地方 处理好了后 荣怀把人扔在马背上 随便吃了一点 玉璃烤出来的野鸡肉 就一起离开了 至于地上那些尸体 就留着吧 荣怡的人早晚会找来的 马颠簸 让马背上重伤的人 缓缓睁开眼 他觉得自己心肝脾肺 都要被颠簸出来了 第31章 谁要杀你 因为带着一个全身是伤的攀标 所以他们没有进城 天黑拾进了附近的村子 然后寻了李正询问有没有空房子 他们打算租几天 等攀标身上的伤好一点才离开 李正看了看两个人 再看看马背上放着的男人 他拾去没有多问 赶紧说 我家在山脚有一处老房子 前段时间已经收拾好了 本想着我折成亲后 就可以搬进去 未曾想折进山打猎 遇到野兽 跑的时候摔断腿 姑娘家退婚了 那房子到现在还空着 你们若不嫌弃 就租给你们住 李正看他们穿着不俗 担心对方看不上那房子 一脸焦急说 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房子 容怀说 有劳带路 其实他对住的地方 没有多大要求 只是要在这里住几天 如果有选择 还是选择一处好一点的地方 他不想委屈玉里 去看了后才发现 的确是老房子 却收拾得很干净 院子里还种了一些菜 李正忐忑问 两位 你们看看这房子行不行 玉里说 可以了 说完后 他拿出一两银子 放在李正手上 我们应该会在这里住几天 这是房钱 另外再劳烦你帮着送一些大米 或者面粉过来 说完后 再把另外一两银子 交给李正 李正没想到 他们给那么多 他想要说 房钱不用那么多 可看到他们都是不缺银子的人 所以拿着银子离开了 这里只有一个客厅 两间房 一个厨房 容怀心里想着 晚上又可以两个人一起住了 至于潘彪 已经被他拎着到隔壁 然后把一套的衣服扔给对方 再把一瓶外伤药给他 让他自己收拾好 都是从战场下来的人 只要不死 不断手断脚 都可以收拾干净自己 玉里正在铺床 就看到容怀走进来 他说 我们只有两床被子 你要去李正家里看看 有没有新被子 买一床给攀彪 容怀点点头 我现在就去 还需要什么吗 我一起买回来 他摇摇头说 不用了 只是暂住几天 容怀出去一趟 带回一床被子给攀彪 还有十几斤大米 和一些面粉 还有两斤腊肉 这老房子的厨房里 有过碗瓢盆 所以不妨碍他们做饭 容怀把那一床被子 送去给攀彪 此时他已经处理好身上的伤口 一个人倒在床上 正死死盯着屋顶 看到有人进来 他才艰难扭转脑袋 沉声问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会救我 容怀把被子放在一旁 不打反问 你知道是谁要杀你吗 攀彪对上男子 那双清冷古井无波的毛子 沉默片刻说 知道 你们知道我是谁 问完后攀彪才冷笑一声 想必是知道的 因为知道了 所以才会出手相救 容怀点点头 并没有否认 你既然知道是谁要杀你 就应该明白 我夫妻救你一命后 也许会招惹上多大的麻烦 攀彪太明白 若是皇帝知道 是谁救了自己后 他们会有什么下场了 因为清楚 所以更好奇 这对年轻夫妻 想要从自己这里得到什么 容怀说 我夫人救了你 你的命就是他的 你奉他为主 我们日后帮你报仇 报仇 攀彪像是听到什么可笑的事 你们拿什么来为我报仇 你不用管我们拿什么报仇 只需要知道我们能做到就行了 容怀淡淡扫了攀彪一眼 当然 报仇时 攀彪就是前锋 是最锋利的常见 两人四目相对 攀彪却没办法看透年轻男子心中所想 这一刻 他莫名其妙 就相信这个男人真的可以为自己报仇 第32章 土匪进村 他沉默许久 这才答应下来 只要你们真的可以为我杀了狗皇帝 为我报仇 我这条命 就是你们的 他人到中年 才得到这么一个宝贝儿子 现在居然没了 他怨恨狗皇帝 还想要杀了路北纸这个忽悠自己儿子 去送死的永城侯 容怀说 你这几天就好好养伤 他没有把自己的身份告诉攀彪 直接离开了 他走进另外一个房间时 玉璃已经铺好床了 看到他来了 他说 我先去做饭 你看看能不能再弄一些木板在房间里 弄大一点床 这床有点小了 容怀看了一眼后 点点头 好 我现在就去 玉璃进了厨房后发现有大米 一块腊肉 还有一些青菜和面粉 最后他做了米饭 把腊肉放在米饭上蒸 然后做了几块煎饼 和炒了一个青菜 又给攀彪熬了两大碗青菜粥 等到他把这些都做好后 容怀已经去村子里 弄来两条长凳子 和几块木板 把床夹大了 并且把自己的被子也铺在临时搭建的床上 他看了看 觉得很满意 转念一想 自己和玉璃还没有澄清 他要把长凳子移了一下 这样就和床分开了 他也想要抱着未来王妃睡觉 可两人还没有澄清 他不能太过分 太梦浪 要尊重和爱护阿里 等玉璃进来喊他吃饭时 就看到那张简易床 距离另外一张木床 有半米距离 他忍不住多看两眼 这才看向容怀 出去吃饭了 他没想到 这个男人居然会隔开一点距离 想到这里 他忍不住乐了 他的确缠这个男人的身体 难得看上一个如此顺眼的男人 也想要体会一把余婉清 那个女人说得开心和快乐 可他不会在这样的地方委屈自己 两人坐在大厅里吃饭 潘彪则在房间里喝粥 玉璃说 明儿进山看看有没有猎物 最好弄两只野鸡回来 潘彪失血过多 需要多喝汤 和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 这样才能更快恢复 而且 他也不想委屈自己的胃 容怀点点头 我们一起进山 玉璃想了想 觉得可行 吃了晚饭后 两人打算出去走走 走到李正家附近时 突然听到有人喊 土匪下山了 大家快跑啊 土匪下山了 土匪进村了 大家快跑啊 一群人纷纷从屋子里跑了出来 然后纷纷抱着自家值钱的东西 朝着山上跑 有人撞见玉璃两人 赶紧说 你们还站在这里干嘛 赶紧跑啊 黑压山上的土匪都是疯子 杀人夺财 就连婴儿都不会放过 玉璃和容怀对视一眼 容怀说 黑压山距离这里有上百里 怎么会跑到这里来 玉璃吃笑一声 当官的允许了 自然就能顺利跑到这里 这村子就在关道旁边 距离镇子不到三里路 距离县城不到二十里 土匪既然下山了 肯定也会来到这里 而镇子和县城那些富户 肯定遭殃 黑压山是我们的目标之一 既然来了 那就不客气了 容怀眼里闪过一抹绿色 他本想着 这村子的景色不错 借着攀镖养伤的借口 和阿里在这里多玩两天 单独相处多了 感情会越来越好 可现在这些该死的土匪 却来搞破坏 玉璃说 一起 黑压山是方圆两百里 最大的土匪窝 朝廷多次派人来围剿 最后都败于不熟悉地形上 官兵都被土匪当狗一样溜 他们盘踞在黑压山十多年 肯定动来很多不义之财 这些 他都看上了 他和容怀对视一眼 两人没有离开 反而朝着村口走去 李正看到他们两人的举动 瞬间吓到了 大声喊 你们疯了 赶紧进山躲起来啊 话音才落下 就听到村口传来凄惨的叫声 玉璃喊 七郎 容怀文言 搂着玉璃飞身而起 另外一手抽出妖形软件 朝村外掠去 李正他们瞪大眼 不敢相信自己 看到这一幕 他张了张嘴 对身边的小女儿说 这 这 他们是高手 十三岁的少女文言 看了自家老爹一眼 爹 逃命要紧啊 就算他们是高手 你我都不是 小心命都没了 他一边拉着老爹跑 一边说道 爹 公孙公子和他的妻子 去对付那些土匪了 我们要找人 把他家那个受伤的人 带到安全的地方 爹娘一直说 做人要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现在公孙公子和夫人 帮了他们村子 他们就要让公子 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容怀飞身到村口 就看到一群土匪 骑着马闯入村子里 他们在马背上 看到有人就开始砍 看到村民倒在地上痛苦哀嚎 他们就觉得很开心 肆意大笑起来 身后的人 想要用长枪补两下 突然 一枚飞镖 刺穿那土匪的咽喉 他瞬间倒在地上 不断抽搐 然后撬辫子了 受伤的村民健壮 趁机爬起来想要跑 另外一个土匪 像是受到刺激 举起长剑 就要把村民的脑袋砍下来 还真是 找死呢 玉璃手中的飞镖 又射了出去 他力道很大 飞镖准头很大 那长剑直接把飞镖带偏了 马背上的土匪们 看到突然杀出一对狗男女 瞬间怒了 纷纷开始抄家伙 朝玉璃和荣怀而来 玉璃说 把我放下来 荣怀想了想 把人放在一处高地上 然后开始朝那些土匪杀去 玉璃朝着一个骑马的人冲去 在对方的武器 就要碰到自己时 他手中射出一枚小小的银针 直接刺进马的身体上 疼痛让马发出一声凄惨的叫声 前蹄抬起 直接把马背上的土匪都甩下来了 然后他开始发疯 在四周乱转 和不少马发生冲撞 现场瞬间乱了 玉璃和荣怀都趁着这个机会 开始大杀四方 玉璃的武器 就是他抢来的一把长剑 他虽然不会轻弓 可他的弹跳力很好 而且剑法快 准 很 就算他们在马背上 依然不是玉璃的对手 荣怀则是化身为地狱修罗 身上找不到半点楚王殿下的温文儒雅 所过之处 鲜血横流 尸体落地 马撕叫 两个人对上三十多骑着马的土匪 他们丝毫不落下风 第三十三章 报复村子里的人 还没有走远的村民 看到这一幕 傻眼了 然后大家都不走了 纷纷抄起家伙 想要到村口去帮忙 玉璃的长剑刺穿了最后一个人的脖子后 鲜血沾染到他的裙摆 他嫌弃退后两步 转身看向人群 还愣在这里干什么 赶紧找人去镇城那里报官啊 早些年官府就贴了榜 杀一个黑鸭山的土匪 就赏赢五十两 这里躺着的不是尸体 而是白花花的一千多两 闻言 村民们都沸腾了 有人大声喊 李正来了 大家纷纷让开一条道 李正在几个举着火把的年轻二郎 带领下走了过来 他看到地上的尸体 心里有点怂 可想到这些都是土匪 瞬间又不怕了 他朝着两人弯腰鞠躬 如果不是你们出手 今天我们肯定会死不少村民 老头儿我代替大家谢谢两位 闻言 人群里有人大声喊 李正 我们不用你代替 我们自己会答谢两位恩人 话音落下 不少人纷纷点点头 很多人纷纷开始道谢 荣怀看向李正 笑着说 李正 还是赶紧带着人 把这些土匪的尸体 弄到镇压去 李正连连点头 赶紧招呼一些人 弄来了板车 把这些尸体扔到车上 玉里的视线 落在人群中 捂住伤口的男子身上 他指了指对方 淡淡说 你过来 众人听了后 纷纷朝着男子看去 二狗子听了后 吓得色索一下 想要转身逃跑 李正听到这边的动静 看了过来 盲问 公孙夫人 是不是二狗子招惹你了 说完后 他指着二狗子说 让你勤快一点干活 少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 你不听 你早晚会害死你自己 二狗子不断摇头解释 李正说 我最近都没有出去干坏事 玉里听着不少乡亲们 为二狗子求情 顿时笑了 我是大夫 只是想要帮他看看身上的伤 这些人真的很紧张 害怕自己会像砍了那些土匪一样 一刀解决二狗子 二狗子傻眼了 眼前的恩人 居然说要自己处理伤口 他很快就回过神来 他倒吸一口气 笑着说 恩人 我自己去找村大夫医治就好 玉里挑眉 我说了 我帮你处理伤口 容怀看了一眼二狗子 发现他身上至少有五处伤口 借着火光都能看出 他的手已经被鲜血染红了 脸色也苍白 伤得这么重 居然不喊痛 村大夫跳出来 想要一巴掌抽死二狗子 恩人说 帮你处理伤口 你还愣在这里干什么 快点过去 二狗子被推着到了玉里面前 他上下打量一番 确认这家伙身上有六道伤口 两道是肩膀上的 透过被刺穿的衣服 就能看出里面血肉模糊 大腿两下 小腹一下 后背一下 若非自己的飞镖 打偏了那一件 这小子刚才就没命了 他问 你伤得这么重不痛吗 二狗子说 恩人 我感觉不到痛 说完后 他笑了起来 他从小就不知道 痛是什么感觉 曾试过从山上摔下来 断手断脚 一个人在山上 躺了大半天才被发现 可他 感觉不到痛啊 他拿起二狗子的手腕 开始诊脉 最后 他还用力 捏住二狗子的手腕 可不管他做什么 二狗子都感觉不到痛 有人忍不住问 恩人 这二狗子 到底得了什么病 他从小受伤流血 都不会哭喊 一直说不痛 玉里说 这是无痛症 不会致命 只是没有具备 感觉到痛的能力 说完后 看向二狗子 你跟我去李正家的老房子 我的要都在那里 说完后 看向村民 有受伤的 也可以跟着去 我帮你们包扎好 村大夫跳出来说 恩人 我能跟着去看看吗 有不少人受伤了 我可以帮你打下手 玉里说 可以 玉里先帮二狗子 处理了伤口 然后再帮其余村民 处理伤口 一开始 大家还怀疑 他是不是真的会医术 可看到他如此 娴熟的包扎伤口 再也没有半点怀疑了 村大夫一直跟在一旁看着 他愿意学习 所以玉里 也愿意指点他一下 一直忙了小半个时辰 才把受伤的人都送走了 院子终于恢复安静了 容怀走到玉里身边 为他按摩一下肩膀 其实 你可以让村大夫 去做这些事 玉里说 这里的人 让我感觉到很舒服 所以我愿意帮他们一把 你看 我帮他们包扎伤口 他们帮我把院子 都弄干净才离开 说完后 他只向院子 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现在放着好几个篮子 上面放着很多鸡蛋 蔬菜 面粉和大米 还有十几只大鸡 他们是如此的可爱 他前世生来在大家族嫡系里 虽然勾心斗角 可要什么有什么 长大后 那些书败兄弟姐妹 更是被他收拾得服服贴贴 被他生不出半点不满 哦 也许有不满和恨意 可那又如何 只要不在自己跟前表露出来 他就当没有 谁要是表露出来 直接打包 送去做苦力 他天生对人就很敏感 谁对自己有恶意 谁对自己抱着善意 只需要一个照面 他就可以感觉出来 这也是 自己不抵触荣怀的原因 荣怀说 若是喜欢 那就在这里多住几天 玉璃摇摇头 不 我们要尽快解决黑鸭山的事 要不然 他们会来报复村子里的人 而且 他心里想着 念着的 都是黑鸭山上的金银珠宝 这里正不是坏人 我们可以把潘彪留在这里 到时候留下一个地址给他 让他自己去找我们 他淡淡说 若是撑不到处地 就证明 他能力不足 也不配成为你日后的大将军 荣怀谴笑 好 都听你的 你去换一下衣服 我去村子里看看 有什么需要帮忙 荣怀伸出手 为他拨弄好散落下来的秀法 我很快回来 他是担心 李李正就算推着那么多土匪去衙门 那些人也不认 所以 去看看吧 谁让他家王妃 喜欢这村子 第34章 他还有呼吸 还活着 李正带人推着一车尸体 路过隔壁村子时 听到的是惨绝人寰的哭声 他心声不忍 叹息一声 幸好我们遇到了两位恩人 要不然 李家村的下场 就是我们清溪湾的下场了 两条村子隔得并不远 李家村不远就是镇子 这边发生的事 镇子里不可能听不到 越往下想 他心里就越难受 也害怕极了 突然有人说 李正 若是镇子 也出事了 我们该怎么办 李正说 先去看看吧 他再一次深深叹息一声 黑鸭山的土匪 十年前来到这边抢劫 当时杀了不少人 这十年没有来过 我们都以为不会再来 一切都来得这么突然 他们连躲起来的机会都没有 见鬼吧 黑鸭山距离我们这里那么远 他们来的人不少沿途 必定会引起官府的注意 为何他们就不管 十六七岁的少年柳正 双眼满是绿色 他又咬着牙说 今天若非有公孙公子夫妻出手 我们也会死 人家有马匹 他们是真的避无可避 李正听完少年的话 镇住了 是啊 土匪下山后 必定会引起地方官府的注意 为何他们能来到百里外的村子 烧杀抢夺 他们到了镇子时 发现镇子也传来了镇镇哭声 听到这些 一行人十几个人心都凉了 镇子也有人被杀了 他们一行人进镇子时 引起别人的注意 他们上前询问后得知 板车上放着的全都是土匪的尸体 那人突然大喊一声 娘啊 杀你的凶手死了 终于死了 说完后 他看向李正问 大叔 是谁杀了这些土匪 你告诉我 是谁杀了这些土匪 我去给他们磕头 不少人听到这边声音 纷纷跑了过来 得知是土匪后 有些人不相信 上前一看 就开始哭了起来 真的是土匪 我认出这个人 就是他杀了我爹娘 紧跟着 板车四周围着一群哭泣的人 李正说 这些土匪 是两个路过我们村子的高人杀的 我们只是顺手把人弄到这里来 我们跟着你们一起去 我们要去问问镇成 为何不让人救我们 一群人跟在板车后 到了镇衙门外 这才发现 衙门外躺着好几个牙刹的尸体 而衙门大门打开 里面传来血腥味 大家你看我 我看你 李正说 快进去看看 这位镇成 是前段时间才上任的 难道被人杀死了 几个人快速跑了进去 这才发现 里面真的有不少死人 最后绕到衙门后院 发现有一些丫鬟和婆子都死了 而新上任的年轻镇成 倒在血泊里 生死不知 柳正上前探了一下镇成的鼻子 突然大声喊 李正说 他还有呼吸 还活着 闻言 李正大声喊 去找大夫 赶紧去找大夫 没用的 今天晚上镇子上 有不少人出事了 几位大夫早就被人请走了 有人哭着说 我孩子娘 就是失血过多死的 柳正抱起年轻的镇成蔡衡 对李正说 回去找恩人 李正一拍大腿说 对 对 回去找恩人 他走出衙门外 看了一眼板车上的尸体 想了想说 把这些尸体全都推回村子去 明天早上 我们到的县城去找县令 这些尸体 可以换千两白银 所以他们 一定要换回来 把银子交给恩人 他们从未想过 换了银子后 要据为己有 在他们看来 恩人已经救了他们村子的人 再去贪图这些 不属于自己的银子 就不好了 荣怀赶到时 他们已经走出镇子一段路了 柳正看到荣怀 想到他会轻功 赶紧喊 公孙公子 镇成也出事了 您能赶紧把人送回去 让司徒夫人救他吗 荣怀看了一眼柳正怀中的人 想了一下 伸出手拎着菜横 施展轻功离开了 大家看到这一幕 瞬间傻眼了 柳正双眼冒着小星星 忍不住说 公孙公子的力气 到底有多大 拎着一个人还能飞起来 太厉害了 他也好想学 此时此刻 少年的心里 埋下了一颗 想要变强 变厉害的种子 玉璃看着 去而复返的人 再看看 他放在地上血淋淋的人 嘴角抽搐几下 最后还是任命上前 去看看这个伤者 菜横被人砍了三刀 每一刀都在致命点上 这样还活着 他小命真大 荣怀看了他一眼 问 能救吗 玉璃点点头 别人未必能救 我肯定能 荣怀忍不住笑了起来 在女人的指挥下 他任命地把房间那张 捡一床弄到客厅里 然后把人放上去 最后看着玉璃 开始为菜横处理伤口 玉璃一边缝伤口 一边问 这是谁 荣怀说 古河镇的镇城 也是清禾菜家的小公子 清禾菜家 玉璃从原主的记忆里 翻找了一遍 还真是找到 关于清禾菜家的消息 清禾和楚地一江之隔 清禾城是南前六大城市之一 清禾菜家 是当地流传百年的士族 清禾书院就是菜家的 这书院走出不少文官 所以菜家的影响力很大 要是我没有记错菜家人丁稀少 这一代的家主 只有两个儿子 他们怎么舍得 把小儿子放出来的 荣怀摇摇头 不知道 估计脑子有病 清禾有不少皇帝的人 菜家更是皇帝 想要拉拢的士族 菜横却在这里出事了 事情当真有趣 玉璃花了两个时辰 才处理好菜横身上的伤 这一场手术 不是在无军手术室里进行 若非有天泉水 菜横指不定会死于感染 放心吧 这小子死不了 她处理好菜横的伤口后 缓缓说 只是想要来这里住两天 未曾想会遇到这么多事 荣怀说 辛苦你了 赶紧进去休息一下 她为菜横处理伤口十里 正来了一次 都被她打发了 眼看着就要天亮了 她都没能好好休息 她瞧着就有点心疼 玉璃点点头 我进去休息了 你看着一点 若是她醒来 你就给她喝一点水 厨房里的水都对了天泉水 对菜横和潘彪的恢复 有很大帮助 荣怀看她脸色苍白 快要站不稳的样子 上前把人打横抱起来 我送你回去休息 她都有点担心 这姑娘会撞门上 第三十五章 是谁要杀菜家小公子 玉璃被吓了一跳 伸出手抱住她的脖子 回过神来 心安理得靠在男人怀中 任由她抱自己回去 她笑着说 我手上沾染的血 都弄到你脖子上了 无妨 待会儿再洗干净就可以了 怀中的女子是如此的娇软 让她抱起来 就不愿意放下了 她把人抱回房间 然后去打水来帮她洗干净手 擦干净脸 她细心认真地照顾着她 让她觉得 这一刻的自己 是一个废物 你是一个王爷 不该做这样的事 她含笑说 被人看到了 你的名声和威望就没了 荣怀轻笑一声 我照顾自己未来的王妃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王爷也只是一个身份而已 有什么了不起 至于名声和威望 这是建立在 硬到让人无法撼动的拳头上 她笑着刮了一下玉璃的鼻子 傻姑娘 如果因为我照顾你 所以他们就对我 有意见 这样的下手可以滚蛋了 玉璃打开她的手 发现这个男人太会撩了 她躺下来盖上被子淡淡说 我要睡觉了 你赶紧出去 荣怀笑了笑 我没有床睡了 言外之意就是 我也要睡在这里 玉璃以为她会拒绝 未曾想她犹豫几下 还真是想要往里面躺 荣怀赶紧说 别动 你赶紧休息 我先去把这些收拾好 看着她红着耳朵 落荒而逃的样子 玉璃忍不住笑了起来 她就知道 这个男人不会随便上自己的床 所以才会挪动 移下自己的位置 想不到二十多岁的楚王殿下 居然如此纯情 真要干些什么 使他跑得比兔子还要快 想到这个纯情的老男人 未来是属于自己的 他就乐不可知 很想知道 他被自己扑倒后 在床上娇羞的小模样 玉璃等了一会儿 发现说 去把那一盆水倒掉的男人 再也没有回来了 她吃笑一声 知道她躲了 搂搂抱抱的勇气就有 真枪实弹的勇气没有 怂 她怎么就不想想 自己也不可能在这里干些什么 想着想着 她闭上眼睡着了 她做梦了 梦里她把男人拖到床上 然后和她降降酿酿了许久 荣怀进来时 发现她睡着了 她站在床边 看着她娇美的睡颜 忍不住笑了起来 荣怀呀荣怀 你刚刚跑什么呢 她看了她一眼 然后离开房间 并把房间门关上 天才亮丽 正就带着哲柳正来了 她想要询问一下 关于那些土匪尸体的事 荣怀担心 他们会吵醒狱里 把人带到院子外 她说 那些土匪的尸体 送去县城换银子 换来的银子 就分给那些 被土匪杀了的村民家人吧 她想了想说 统计一下有多少人 再想想要给多少银子一个人 李正没想到 荣怀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她连连点头 好 好 我现在就带着人去 站在一旁的柳正突然说 公孙公子 有一件事 我觉得很奇怪 荣怀闻言 看向眼前的少年 什么事 只有26个土匪 可他们昨天却杀了衙门不少人 我进入衙门时看到的 全都是牙医和丫鬟婆子的尸体 没看到一个土匪的尸体 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荣怀没想到 这少年居然会注意这样的事 她示意柳正接着说 她想要听听 柳正还能想到什么 柳正说 衙门的人和蔡振成 不是土匪杀的 杀牙医的是其他人 其实 昨晚荣怀就已经怀疑了 所以下半夜狱里睡着后 她亲自去了一趟衙门 还联系了影卫 让他们去查这件事 她现在比较好奇 是谁想要杀蔡家的小公子 李正没想到 哲儿居然说出这样一番话 她赶紧说 公子 这儿太年轻了 只是在乱说 说 我没有乱说 我这是 有根据的 柳正耿着脖子 和自家叔叔争了起来 衙医虽然武功不高 可也不至于这样不经打 就算不能杀完那些土匪 也能留下一两个吧 我昨晚看过了 衙门就没有留下 任何一个土匪的尸体 这就不正常了 杀他们的 一定不是那些土匪 甚至有了可能 土匪出现在镇子和四周 烧杀掠夺 只是这人眼线的 他们真正要杀的是 蔡振成大人 而他们只是被连累的 李正呵斥 越说越过分 若是这些话传出去 日后振成大人恢复了 继续回到衙门 这样的消息 传出去 大家只会恨死他 荣怀看向李正 书 无妨 这些话 只有我们三个人听到 他问柳正 念过说 柳正挠挠头善笑 完全没有刚刚分析事情时 头头是道的样子 上过几年 后来我爹不在了 娘跑了 我就没念书了 李正叹息一声 柳正和柳杰兄弟都很聪明 是我大哥不争气 上山打猎出事 躺在床上半个月 把家底都花光 也没有活下来 兄弟就被耽误了 他倒想要帮 可家里条件也一般 要供养两个孩子念书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荣怀说 柳正 这件事 你只能和我还有你叔叔 以后不能告诉任何人 你现在先陪着你叔 把那些土匪的尸体 弄到县城去换银子 然后想办法清点一下 这次死了多少人 柳正点点头 好的 公子 我们先离开了 荣怀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 随后转身 去厨房熬粥 他虽然是王爷 生来尊贵 可他年少时 喜欢游山玩水 有时候会在荒野里待几天 所以他学会了做饭做菜 他杀了一只鸡 来做鸡丝粥 狱里是被一阵香味闹醒的 他缓缓睁开眼 就看到男人端着一碗粥进来 看到他醒了 男人笑着说 醒了 我煮了祭司粥 你快去梳洗一下 然后来喝粥 玉璃傻傻问了一句 你会做饭 荣怀歪着脑袋看向他 很意外吗 是什么地方 让他认为自己 不会做饭的 玉璃浅笑 我以为你 只会烧烤 他起来梳洗后 尝了一口 楚王殿下做的祭司粥 随后双眼都亮了 不错 很好吃 自己这是捡了一个什么大宝贝呢 第36章 偷看玉璃 小姑娘的心思 荣怀看着他吃得如此开心 瞬间觉得 做什么都值得 只要看到他满足的样子 他就觉得 比自己得到父皇的赏赐还要开心 比自己得到封地还要开心 他觉得自己病了 满心眼里 只剩下一个叫玉璃的姑娘 玉璃一边吃一边问 菜衡还没有醒来 醒来一次 喝了一点水又睡了 早上时有点高热 现在没事了 他看着玉璃 你医术比陆时云还要好 那家伙处理伤口 高热后若是熬不住 就没命了 潘彪和菜衡都是他的病人 都受了伤 现在却没有出现高热的情况 这医术 当真不是陆时云可以比得上 玉璃说 我只擅长处理外伤 你让我弄人皮面具 我真的不会 所以 每个大夫都有自己擅长的 不要去比较 他有高超的化妆术 化妆后等于换一张脸 可没有做人皮面具那么厉害 想要杀菜衡的 不是黑鸭山的土匪 而是另有其人 我在查 现在还没有消息 玉璃文言 淡淡说 已经猜到了 那些土匪的武功不是很高 而菜家小公子能文能武 不可能被这些土匪弄到 没有机会逃走 园主的师父 喜欢回来和园主说一些外面的事 曾经提起菜家两位公子 大公子聪明能干 睿智公正 小公子能文能武 心思细腻 嫡系一脉这一代两个儿子 胜过别人十个八个了 不要把目光拘泥于别的地方 可以查一查你那些书败兄弟 还有菜家旁之的人 他吃完后 把碗放在桌子上 抬起头认真看向荣淮 甚至有可能是荣英所为 荣淮等着他往下说 吃饱后 玉璃懒懒地靠在一旁 笑着说 这就要看看 菜家有没有和你那些书败兄弟 甚至是侄儿有来往了 若是有 荣英心里不安 想要让菜家和那个不听话的臣子斗一斗 到时候两败俱伤 他坐收余力 荣英这个人多疑 心狠 狡猾 他会做出这样的事 一点也不觉得意外 荣淮说 好 我让查一查菜家 菜恒是中午醒来的 他此时很虚弱 整个人无助地盯着屋顶看 有一只大蚊子 咬在他脸上 也毫无所觉 玉璃靠在门外看着这一幕 忍不住开口 我觉得 你再不动一下 你脸上的蚊子 就要撑死了 菜恒文言 回过神来 他朝着门外看去 就看到一个穿着淡青色长裙 长相普通的女子站在那里 他张了张嘴 小声问 是你救了我 是啊 我救了你 蔡小公子打算拿什么 来报答我的救命之恩 他走到屋子里 看着脸色苍白 生无可恋的男子 他挑眉 你这是干什么 一副已经看破红尘 随时可以语化成仙的样子 怪甚人的 这小子难道知道 是谁要杀他 菜恒文言 瞪了玉璃一眼 看破红尘 他冷笑 今天的仇还没有报 若是看破红尘了 岂不是白流一身血 白受伤挨痛了 终于 那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变成杀气腾腾了 玉璃这才笑着说 这才对 这才是少年人应该有的样子 他坐在客厅的椅子上 问菜恒 你知道是谁要杀你吗 你衙门的人全都死了 昨晚还有黑鸭山的土匪来了 隔壁村子和镇子上 死了不少人 菜恒听了后 气得想要坐起来 牵扯到身上的伤口 让他忍不住倒吸一口气 最后只能任命躺下来 他说 你们是谁 为何要救我 又为何要询问那么多 有些事知道太多 你会死得更快 玉璃轻笑 那就让背后 要杀你的人放马过来 我还仇不知道他是谁呢 菜恒不愿意 把自己的仇人告诉玉璃 他闭上眼 直接假装睡着了 玉璃见状也不打扰他 也不会多问 反正容怀早晚 能把事情查出来 他去看了潘彪 为他诊脉 又给他留了一些 治疗内伤的药 和一些外伤的药后 就离开了 潘彪看着他的背影说 公孙夫人 谢谢你救了我 玉璃摇摇头 我救你 你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这些都已经说好了 李正下午才回来 还拿着一千多两银子 他带着柳正 和一个小闺女柳红秀 一起来了 他把银子放在桌子上 我们今天去了县衙 县太爷得知你们杀了土匪后 想要亲自来看你们 柳正却说 你们昨晚已经离开了 我回到村子后 也和大家说了 哥哥做得对 就不能让那个狗官知道 恩人还在我们村子里 若是他使坏 恩人就危险了 柳红秀看着玉璃时 双眼亮晶晶 公孙夫人 这个县太爷 是前几年来我们这里的 他那个人可坏了 要我们多交粮食 害得我们都无法生存了 当年大伯就是因为没粮食 才进山打猎 最后把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 自从先帝登基后 我们的日子就过得越来越难 收的赋税也越来越高 有时候辛苦一年 还不足以让家里的人活下去 李正叹息一声 这样下去 大家都无法活了 玉璃看了一眼荣怀 他不想去 议论荣家天下的事 有些时候说 再多不如亲眼所见 亲耳所听 他发现 那个叫柳红秀的小姑娘 一直在偷看自己 他看过去 一下子就逮住对方了 他俏理的小脸蛋 瞬间红了 玉璃笑着朝他招招手 柳红秀走了过去 小声说 公孙夫人 您找我有事 玉璃问 我脸上是不是长了一朵花 没 没有啊 看着他小心翼翼的样子 玉璃把人拉到身边坐下来 要不然 你为何盯着我看 我觉得公孙公子和夫人都很厉害 特别是公孙夫人 您是一个女子 却可以拿着武器去杀那些土匪 简直就是一位女英雄 女英雄 玉璃觉得这称呼很有趣 前世 大家都在暗中称呼他为女疯子 他心情好就救人 甚至带着医疗队去过灾区 去过农村一诊 心情不好 就看着别人去死 当然 他手上没有沾染华夏人的鲜血 因为得罪他的华夏人 都被他送去牢里了 嗯 他在国内 还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公民 不会去招惹人 也不会伪造证据去陷害别人 在国外 对上那些企图杀了自己的雇佣兵和杀手 他从来不会客气 公孙夫人 我以后可以跟在你身边吗 就算做一个小丫鬟都可以 第37章 担心小命没了 在场的人都没想到 柳红秀居然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李正听了后怒了 红秀 别乱来 柳红秀文言 看向自家爹店 爹 我不想一辈子留在村子里 我更不想长大后 就嫁给一个村子里的男人 然后相夫叫子一辈子 他红着眼眶 看向自己的父亲 爹 我想要去看看公民先生说的外面 李正气得咬牙 又是公民记 我当初就不应该留下这个会蛊惑人的坏东西 在村子里 公民记 容怀问 李正书说的是公民记 就连躺在床上装睡的蔡衡 都忍不住睁开眼 朝着这边看来 对上三双眸子 李正一下子慌了 他小心翼翼问 这 这公民记 难道是坏人 蔡衡忍着痛说了一句 他是一个有精士制裁的人 朝廷这些蠢货 居然把这么一个人逼得词官失踪了 当真可恨 说完后 他就忍不住咳嗽起来 玉璃健壮看了过去 你要是一直这么激动 导致伤口崩开了 我可不管你 蔡衡深吸一口气 告诉自己 不要动怒了 可还是忍不住说 我只是太生气了 那又如何 玉璃不客气说了一句 你就算生气 也改变不了公民记 已经离开朝廷 不知所踪的事实 你就算再生气 也没办法改变如今的朝廷状况 所以 你生气什么劲 身体不要就早说 我昨天不用花费两个多时辰救你 荣淮看向李正 李正书 公民先生什么时候出现在清西湾 又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李正察觉出 公民先生不是坏人 这才松了一口气 缓缓道 公民先生16年前出现在清西湾 然后在这里住了两年多 他在自己家里 建了一个小学堂 教导村子里的孩子读书识字 就连小姑娘都可以去上学 红秀就跟在公民先生身边学习了两年 村子里不少十几岁的孩子 都跟着公民先生学过两年 他四年前离开了 我们也不知道 他孤身一人去了什么地方 红秀问 公孙夫人 公民先生是不是和你一样厉害 柳正也看了过来 他真的很想知道更多关于先生的事 玉璃说 公民先生是建国以来第一个六元吉地 也是民祖帝在位期间最后一位状元 中状元时 他才19岁 柳家三人都惊呆了 柳正小声说 先生居然这么厉害 先生19岁就中状元了 自己现在都16岁了 还一事无成 想想真的惭愧 荣淮也想起了公民纪 他和公民纪是君子之交 当年还和他一起在父皇的宫殿喝酒聊天 父皇曾经说过 一个公民纪胜过20万大军 父皇还说 公民纪的想法和他的很接近 只要给他一个机会 他一定能把父皇的想法实施下去 可惜父皇在公民纪考上状元第二年就驾崩了 先帝知道公民纪是父皇最信任的臣子 所以一直都打压公民纪 让他郁郁不得志 最后离开了朝堂 若是父皇还活着 一定会被气到大义灭亲 他也派人去找过公民纪 可惜这个人就像凭空消失一样 苦寻不到 你们先生真的很厉害 公民纪大概就是读书人心里的神 只要想到先生 柳红秀的眼里就多了几分坚定 他说 爹 我一定要跟在夫人身边 先生说 女子也不该拘泥在后院 女子也应该走出去看看 柳红秀跪在李正跟前 红着眼眶说 爹 我不甘心一辈子像副轿子 就算我可以嫁到镇子上 嫁到县城里 可门不当户不对 就算受委屈了 爹和哥哥也没办法为我出气 爹 你忍心吗 李正说 先回去再说吧 不要在大人和公子夫人这里丢人现眼 说完后 他落荒而逃 柳红秀站起来看向玉璃 夫人 我一定会劝服我爹 玉璃想说他还没答应呢 可柳红秀已经跑了 柳正在离开之前 看了一眼荣怀 那眼神有点不对劲 等到他们都离开了 大厅就剩下他们夫妻 和一个在床上躺着的伤患 玉璃忍不住说 我们好像被盯上了 荣怀也想起柳正离开的眼神 忍不住笑了 你若想要那柳红秀 收下也无妨 就冲着公明记能教他两年 而没有被放弃 就说明柳红秀不是一个蠢笨之人 他不知道玉璃想要干什么 看他捡了那么多人回去 就能看出他有所计划 等他处理好家里的事再说 他是一个很怕麻烦的人 若是自己的家里的事 都处理不干净 那这个人再聪明也不能要 糊里糊涂 不够果断的人早晚会闯祸 他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给人收拾烂摊子 也不想费尽心思 培养出一个 不能彻底为自己所用的人 不管他再聪明 只要是浑身泥巴还洗不干净的 都不是可用之人 说完后 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蔡衡 蔡大人 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蔡衡文言 看了玉璃一眼 你这是什么眼神 玉璃看他还挺精神的 心里暗暗想着 天泉水给多了 就应该让这嘴硬的小子痛一下 看看隔壁住着的潘彪 多安静 想到潘彪 玉璃看向荣淮 把这家伙的床 弄到潘彪的房间里 让他们两个伤患互相照顾 就这样 蔡衡搬家了 这也是他第一次 和自己的病友见面 所以 看到躺在床上的潘彪时 他险些就被吓到 从床上滚下来 这 这不是潘将军 他从小就聪明 虽然只见过潘彪一次 再见时 依然能把人认出来 潘彪只是淡淡看了他一眼 然后闭上眼 看都不想看蔡衡一眼 玉璃心里明白 这家伙现在还陷在忧伤里 自己效忠的帝王 杀了自己的儿子 然后还要杀自己 这恨意 估计要很长时间才能消除 蔡衡躺在床上 小声问 潘将军为何会在这里 玉璃说 你自己问潘将军啊 蔡衡看了隔壁床一眼 想想还是算了 他害怕被扔出去 好不容易才就回来的小命没了 第38章 怎么办 我好想亲你 下午时 绝影出现了 他还带来了黑鸭山土匪的消息 荣淮看完后 把一封信交给玉璃 这是黑鸭山附近的人送来的消息 没有人下山 玉璃皱眉说 黑鸭山的土匪身上 都有一个黑乌鸦烙印 那26个人 一定是黑鸭山的土匪 他已经让柳正看过了 确认有烙印 绝影站在一旁皱眉说 可我们的人 的确没有发现 黑鸭山的土匪下山 你们没发现 不代表没有 玉璃眼里闪过一抹利色 也许黑鸭山的土匪 早就混迹在闹市里 就算和你们擦肩而过 你们都不知道 他就是土匪 一句话 让绝音脸色都变了 他低声呢喃 若是这样 那就太可怕了 黑鸭山的土匪 盘踞在黑鸭山多年 可朝廷每一次去剿匪都失败 他们有这么一个天然屏障 作为保护 想要在外面扩大势力 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他看向荣怀 我看着黑鸭山的土匪 背景很硬啊 荣怀被他脸上 似笑非笑的表情 弄得哭笑不得 你是怀疑荣家的人 自己养匪 玉璃冷笑 民祖帝在的时候 出兵多少次了 这个绝音知道 他赶紧说 五次 有两次是老永成侯 亲自带兵 老永成侯 是在第二次带兵 剿匪时受伤 没多久就殒命了 说起来 老永成侯 还是玉璃姑娘的前宫爹呢 绝音小心翼翼 看了主子一眼 却见他老神在在 完全不担心 永成侯的存在 难道王爷 已经拿下玉璃姑娘了 不对 王爷是真心 喜欢玉璃姑娘的 在没有成亲之前 肯定舍不得 让他受委屈 玉璃说 先帝在位三年 出兵了一次 损失惨重 绒音登基后 再没有出兵 黑鸭山了 是真的怕了 还是黑鸭山 另有秘密呢 真的很想去看看 黑鸭山 藏着什么秘密 看出女人的跃跃欲试 荣怀说 你停止那些 乱七八糟的想法 太危险了 玉璃看向他 眨眨眼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对上他那双深邃的毛子 他觉得自己 好像被这个家伙看穿了 容怀挥挥手 让绝影自己 去厨房弄一点吃的 剩下的是待会儿再说 然后就拉着玉璃回了房间 他把人压在床上 盯着他看 阿里 听话 停止你那可怕的想法 玉璃笑着抱他的脖子 那你说说 我在想什么 你想混进黑鸭山 然后查黑鸭山的秘密 容怀叹息一声 如果真的是容家的人 在背后养匪 事情就不像我们想象的 那么简单了 我知道 如果是有人养匪 那黑鸭山就不是土匪窝 而是养私兵的秘密之地 土匪只是掩人耳目 玉璃看着男人紧张的样子 忍不住笑了起来 容怀 你太紧张了 可是 他爱死了这个男人 紧张自己的样子 想着想着 他忍不住凑上前 亲了一下男人的下巴 容怀瞬间全身都僵硬了 他不敢置信地看向玉璃 刚刚阿里亲自己了 看着这个憨憨 玉璃更想要好好逗弄他一番 难怪他们都喜欢 聊一些未经事事的小鲜肉 原来看他们脸红心跳加速 手脚无处安放的样子 是如此有趣 他抿唇 凑到他耳边小声说 怎么办 我好想亲你 容怀在心里暗骂一声 妖精 怎么办 他好想把这个女人吃干净了 可不能 他们还没有澄清 他不能做出伤害她的事 他想要逃 却被玉璃揪了回来 他直接把人按在床上 居高临下盯着这个逃兵 他看着玉璃 无奈说 阿里 乖 别闹了 玉璃倾笑一声 你难道忘了 刚刚是你 把我按在床上的 他趴在男人怀中 牵牵御手在他的脸上比划着 是你自己主动上了我的床 现在又想要跑了 他凑上前 亲了亲他耳边 笑着问 你是不是不行啊 容怀耳根子瞬间红了 乖 先下来 等到成亲后 你就知道我行不行 你给本王等着 成亲后就要 让你下表床 玉璃感觉到 男人身体起了变化 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 他在男人唇上亲了一下 这才站起来 放心吧 我不会去土匪窝的 才怪 老娘就看上 土匪窝的那些钱财了 如果不能把他们弄到手 他吃喝不下 坐立不安 心里难受得很 容怀看着自己身体的变化 又看看无情离开的女人的背影 他深吸一口气 无力倒在床上 果然不能太君子了 要不然会被欺负得死死的 如果是陆石云 估计那姑娘早就被吃干净了 哪里还容得了他在眼前嚣张 还真是一个小妖精 他觉得 玉璃一定是山中精怪变的 要不然 怎么会勾得自己神魂颠倒 玉璃走出房间 正好撞上 已经在厨房吃吃饱喝足的绝影 他问 可知他们走到哪里了 绝影知道 玉璃姑娘问的是 青阳和日影 他们一行人 他赶紧说 再过一个月 就到处地了 他们在路上遇到两次刺杀 后来自己包船走了水路 这才安全一点 玉璃文言点点头 我们现在是没办法和他们会合了 你帮我把这一封信 送到青阳手上 说完后 他拿出一封早就准备好的信 交给绝影 这一封信里 还有两万两银票 是让他们在处地置办产业的 他没办法赶回去 所以青阳等人 只能在处地的莱阳城先落脚 怀西会做很多美食 可以让怀西他们 在莱阳盘下一家酒楼先经营 跟在原主身边多年 白威和怀西 多少也学会原主做生意的手段 绝影拿了信后 朝着屋子看一眼 夫人 主子呢 这里的人都称呼姑娘为公孙夫人 那自己肯定要入乡随俗 跟着一起称呼玉立姑娘为公孙夫人 想必主子听到自己这样称呼 也会很开心 玉立看了他一眼 没有纠正这个称呼 昨晚发生太多事了 你主子一直忙前忙后 现在很累了 要休息一下 绝影点点头 主子还没有说黑鸭山的事 要如何处理 玉立道 先让人盯着吧 等他醒来后再问一问 京城那边也要盯紧一点 特别是你家主子那些叔叔伯伯和兄弟侄儿们 有一个算一个 全都盯紧一点 平日里不险山露水的也要盯 你要明白会咬人的狗不叫 第39章 就还是不救 绝影文言连连点头 主子已经发话了 这位就是未来的楚王妃 所以他听楚王妃的话肯定没错 当然 他听话的前提是 玉立姑娘做的任何决定都没有伤害到主子 容怀的武功很高 在房间里也能听到玉立的话 他双手枕在后脑勺上 就这样悠哉躺在床上 想着玉立的样子就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这个王妃真的很聪明 绝影已经来了 所以 玉立和容怀不能继续在清溪湾逗留了 绝影挑了一个影位来照顾潘彪和蔡衡 然后三个人就牵着马去李正家 李正得知他们要离开了 心里有点不舍 可他明白这些都是过客 不可能一直在这个小村子 他正在和容怀说话 玉立站在一旁 听到了屋子里传来的痛苦的叫声 柳红秀看到他来了 飞奔过来问 公孙夫人 你们要走了吗 说完后 他可怜兮兮看着自家爹爹 希望他可以答应自己 跟着公孙夫人离开 玉立笑着点点头 家里有事 需要赶回去 我 我想要跟你走 小姑娘可怜兮兮了 看着让人心里不忍 可玉立还是拒绝了 如果你爹娘答应了 我可以带你走 可现在你爹娘都不答应 所以 我不会带你离开的 柳红秀听了后 眼眶瞬间红了 玉立当没看到 小声问 房间里住着的是谁 生病了 柳红秀想起玉立的医术 赶紧说 夫人 里面住的是我大堂哥 也是柳正的亲哥哥 他受了伤 现在不良于行 身上的伤口一直没有好 天天都喊痛 夫人能救救我大堂哥吗 他比我小哥柳正还要聪明 公明先生说 哥哥若是参加科举 日后朝堂必有他的一席之地 他真的不想 大哥就这样毁了 带我进去看看 玉立说 我需要看到人 看到伤口才能说别的 他眼里闪过一抹亮色 公明记都说聪明的人 他想要去看看 柳红秀文言正要喊小哥出来 就看到他打开门 跪在玉立跟前 夫人 求你救救我哥哥 只要你愿意救我哥哥 我柳正这条命 就是夫人的 玉立把人扶起来 走吧 先去看看 柳结一条腿 已经断骨错位 想要恢复如初 并不是那么容易 如果在现代还可以做手术 可在这里 没有成熟的手术环境 若是强行做手术 很危险 他敏唇想了想说 可以恢复如初 可过程很痛苦 而且需要用到很多珍稀药材 你们无法负担耐药费 他实事求是告诉他们 躺在床上 瘦骨灵循 却不演书生气的男子缓缓道 我不治 已经是残废之躯 何必牵连家里人 柳正喊了一声 哥 你想什么 现在有机会可以让你站起来 你居然说不治 他看向玉立 夫人 我把自己的命卖给你 只要您出手救我哥哥 柳红秀看了一眼大堂哥 赶紧说 我这条命也卖给夫人 只是把自己卖了 又不是死了 所以他一点也不慌张 而且 这样就可以堂而皇之 跟在夫人身边了 李正听到声音走进来 他也想要跪在玉立跟前 求他出手救命 玉立让绝影 把人搀扶起来 他看着跪在自己跟前的兄妹两人 无奈极了 我现在手上没药 也无法救他 而且他现在身体如此虚弱 也不能直接用药 需要把身体养好 他坐下来对柳杰说 我先帮你处理一下伤腿 我的药会比你们村大夫的药好一点 柳杰问 夫人需要我弟弟 为您卖命吗 玉立浅笑 我身边不缺使唤的人 可我也不会白帮忙 因为我的药 也不是大风刮来 柳杰文言 努力露出一抹温和的笑 既然如此 那就算了 我柳杰不怕死 却不能为了狗活 而让弟弟妹妹卖身给您 柳红秀和柳正喊了一声 大哥 柳杰看了他们一眼 你们都不用说了 我不可能答应的 突然一个小孩子跑了进来 他抱着玉立的双腿哭着说 夫人 夫人 你带我走吧 你就大哥哥 带我走 玉立看着这个 只有五六岁的孩子 忍不住笑了 这是李正家的小儿子 今年还不到六岁 平日里就喜欢家里的大哥哥们玩 柳正兄弟也宠爱这个小弟弟 所以兄弟感情很好 他对荣淮说 我现在好像一个人贩子 荣淮说 救还是不救 你们自己决定 若是不救 我们就需要赶路了 柳正说 救 说完后 他看向自家大哥 你若是出事了 我也不会独自活着 我们不如到九泉之下 去和爹爹团聚 柳杰被弟弟的话震惊了 李正书也气得不轻 可柳正已经决定 要救自己哥哥了 哥 若是我出事了 有人可以出手相救 却要你的命 我想你也愿意一命换一命 你用心对我 我也用心回报哥哥 柳杰忍不住呜呜哭了起来 此时此刻 他觉得自己好无奈 甚至恨自己出事时 为何不自杀 若是死了 现在也不会连累弟弟妹妹 和叔叔一家子 绝音忍不住说 你们哭什么 也不是谁都能跟在我家主子身边 我们家的丫鬟走出去 都比寻常富贵人家的小姐要能干 别人捧着银钱 上门要把女儿送到府里来 我们都不要 可不是有很多人捧着银子上门 想要把家里的女儿送到王府 就算做王爷身边的侍女 和通房丫鬟也在所不惜 狱里看了荣怀一眼 也于一笑 荣怀淡淡扫了 还想要继续说下去的绝音 绝音被吓了一跳 赶紧闭嘴了 李正看了一眼大侄子 再看看女儿和柳正 想要拒绝 想要拒绝 身后却传来一道坚定的声音 就让郑儿和洪秀 跟着两位恩人离开 李正文言回头看着 不知道什么时候 拄着拐杖站在身后的老母亲 娘 您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柳婆婆点点头 我知道 可我也知道 两位恩人是好人 不会虐待郑儿和洪秀 而啊 你一辈子在清洗完走不出去 就不要阻碍孩子们走出去了 而且 这是还关乎到阿杰的身体 柳婆婆生气了 她冷哼一声 谁要是阻拦 我就把谁赶出去 第四章 我才是你真正的目标 柳红秀文言 跑到奶奶跟前 抱着她的胳膊笑着说 奶奶您真好 柳婆婆拍着孙女的手叹息一声 很多话不知道如何说 这两年里 心里一直想着 龚明先生的话 她说 柳家这三个孩子 若能走出去 前途不可限量 她不懂什么前途不可限量 只晓得龚明先生说 自家的孩子很聪明 以前柳家穷 他们什么都做不了 也做不到让孩子继续上学堂 如今却有人愿意带着他们离开 她只能为孩子 争取一个走出去的机会 她一辈子都没有离开县城一步 现在孩子想要离开 那就快离开吧 玉里重新帮柳杰处理伤口 随后留下一瓶 用天泉水做出来的药丸 放在柳杰手上 这是内服的药 它会修复 你身体里的各种暗伤 这是外伤药 只要是伤口 都可以用这种药 两天换一次 这里有半个月的量 半个月后 你就可以赶路了 到时候跟着老房子里的人 一起去寻我 我帮你把腿治好 柳杰觉得 手上的两瓶药很沉重 重到她负担不起 她张了张嘴说 我不想卖了自己的弟弟妹妹 这个药我不能要 我不要你弟弟妹妹签卖生气 我只要你签卖生气 玉里看着柳杰 你签了卖生气 你弟弟妹妹 只要跟在我身边五年 五年后 若他们要离开 尽管离开 她相信 五年后就算赶 这兄妹也不会离开 柳杰看向玉里 忍不住问 你 她顿了顿 才问出剩下的话 我才是你真正的目标 所以 她想要的 从来就不是弟弟妹妹 而是自己这个 躺在床上的残废 屋子里的人 包括绝影 都有点意外 荣怀则是含笑站在一旁 没有人看得出 她心里想什么 她也不去干涉玉里的决定 是啊 从我看到你那一刻 我的目标就是你 她从柳杰的眼神里 看到了不甘 看到了坚毅 和想要冲破一切的决心 她的直觉很准 天生对善恶 也很敏感 前世只要是自己挑选的人 就没有出现一个背叛者 于婉清经常说 她是老天的亲闺女 只要得到柳杰的忠心 就永远也不用担心 她会背叛自己 所以 柳杰才是她的终极目标 柳杰笑了笑 我签 只要弟弟妹妹 不会一辈子 沦落成为别人的奴才 她还能像正常人一样活着 不就是卖身器 她签 玉里 让绝影找了纸笔来 亲自写下一份卖身器 柳杰从小就聪明 而且启蒙先生是功名记 懂得比一般学生要多 她看完卖身器后 震惊不已 这 这是一份 不会送去官府的卖身器 只要你 一直忠心于我 这一份卖身器 永远也不会送到官府 你日后澄清生子 你的孩子也是良己 柳杰听了后 眼眶泛红 好一会儿才平复心情 看向玉里哽咽问了一句 夫人为的是什么 你就不怕我反悔 就不怕我背叛 玉里说 为的是你这个人 如果要背叛 就算有卖身器也没用 如果真心效忠 就算没有卖身器 依然能做到弄死不背叛 卖身器是用来约束一般的下人 他浅笑 可你不是一般的人 当然 你也不会想知道 背叛者的下场 柳杰爽快签下卖身器 玉里叮嘱他 好好养伤 还留下一百两给李正 让他买一些好的东西 给柳杰补一补 随后 告诉柳红秀和柳正到时候 随着他们大哥 跟着老屋子的人一起 就可以找到他了 柳红秀问 夫人 我不可以 现在就跟着你走 玉里摇摇头 不可以哦 我和公子 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事去办 说完后 三个人头也不回 翻身上马 离开清溪湾 柳红秀和柳正都追到村口去 李正健壮 心里难受啊 这闺女白痒了 白痒了 绝音忍不住说 夫人 他们还没有为你干活 你就给银子和给药了 你就不怕他们最后反悔了 玉里哈哈一笑 不怕 我损失的只是两瓶药 一百两 可柳杰却失去了站起来的机会 柳红秀和柳正也失去了一个 走向光明坦途的机会 只要不是傻子 都知道如何选择 若是傻子 我要来也无用 而且 你家主子 不会让人占我便宜的 荣怀恩了一声 他怎么会允许别人 欺骗自己未来王妃呢 玉里浅笑 荣怀不但不会允许别人骗自己 就连他收下的那十几个姑娘的背景 都被他调查得清清楚楚了 若是有问题的人 是不可能安全抵达处地 日影会让人死得神不知鬼不觉 绝影听了后 瞬间无语了 原来玉里姑娘最大的依仗是主子啊 而主子更是自觉 什么都愿意为玉里姑娘去做 几个人在路上走了一天 才抵达黑鸭山附近 荣怀的人已经在附近的镇子 买了一套院子 三人抵达时已经是晚上了 荣怀把马交给尹卫 这才看向玉里 累了吧 先让人带你去沐浴 然后吃一点东西 说完后他伸出手 为他梳理一下散乱的头发 玉里点点头 好 骑了那么长时间的马 他是真的很累了 现在就想要好好洗澡 吃一顿 然后睡觉 特别怀念前世的交通工具 想要去哪里都很方便 不像现在 赶路就是在受罪 荣怀到了书房后 负责这一代的影卫头 已经在书房等着了 他说 主子 我们想要靠着自己不动声色 拿下黑鸭山的可能性不大 他很担心主子一时冲动 然后要求拿下黑鸭山 荣怀点点头 我知道 进去查探的人回来了吗 三个人进去 两个人回来 其中一人死在林子里 想到这里 影卫头儿里 眼里闪过恨意 是被一些毒物咬死的 他们担心留下尸体 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所以拼命把尸体带回来了 荣怀沉默片刻说 好好安葬了 影卫都是无家可归的孤儿 所以不存在安抚家属的事 他们一旦有喜欢的人 要澄清了 就会离开影卫转为王府的护卫 并且不能说出 关于影卫的任何事 属下已经好好安葬他了 影卫小头儿问 主子 接下来应该如何做 第41章 玉礼 荣怀 你真坏 荣怀说 你们就在附近一带盯着 不要进入黑鸭山了 他要亲自去看看 影卫小头儿小声问 主子 跟你一起来的姑娘是谁 荣怀扫了他一眼 未来王妃 所以你们如何尊重本王 就要如何尊重王妃 明白吗 是 属下明白 马上吩咐下去 王妃都25了 他们都愁王妃的婚事 终于有王妃了 肯定好吃好喝供着 绝对不能让王妃把人吓跑了 玉礼在女影卫的带领下到了房间 女影卫恭敬说 夫人 衣服和沐浴的水都准备好了 需要属下事后您沐浴吗 不用 劳烦你去帮我准备一些吃的东西 我自己会沐浴穿衣 她没有让人事后沐浴的习惯 女影卫离开后 玉礼就去沐浴了 衣服是新买的 玉礼换上后 又喝了半杯天泉水 驱赶身上的疲惫 打开房间门 就看到荣淮站在外面 她转过身来 两人四目相对 荣淮问 肚子饿了吗 我们去吃饭 说完后 她走过来牵着玉礼的手 玉礼看了一眼院子里站着的两个女影卫 她笑着也握紧她的手 两人食指紧扣 一起走出院子 两个女影卫悄悄看着这一幕 都忍不住偷笑 其中一个人说 等到王爷迎娶王妃时 半点点头 京城和楚丁那么多名门贵女 想要成为王爷的女人 带着银子送上门 王爷都不稀罕 现在找了一个样貌寻常的王妃 日后会把那些自命清高的贵女们气死 王爷喜欢的 就是最好的 对 王爷喜欢的 我们也喜欢 荣淮武功高 尔利好 把他们的对话都听了进去 他们说 只要本王喜欢的 就是最好的 玉礼看了她一眼 我也觉得 若我不是最好的 你就不会选择我 她不管自己 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的 只要在这个男人心里 自己是最好的就行了 荣淮哈哈一笑 没错 在我眼里 你是最好的 谁都比不上你 别院里的厨子厨艺很好 玉礼吃得心满意足 吃饱就去睡了 还叮嘱任何人都 不许进来打扰自己 荣淮带着绝影 离开了镇子 玉礼在他们离开后没多久 也穿着一袭黑衣离开了 她不会轻弓 可奔跑的速度很快 进入黑鸭山半山腰 她没有继续往前走 而是把自己 在丑国花费巨资购买的 军用无人机拿了出来 她等于行走在夜间的透视眼 能把东西拍得清清楚楚 更重要的是 她还有隐身功能 在高科技的现代 还担心会被发现 在这里完全不怕 她找了一处隐秘的地方 藏了起来 开始操控无人机 在林子里飞行 拍摄 荣淮带着绝影 翘无声息进入最深处 她突然停下来 她朝夜空看了一眼 没发现什么 可她总觉得 背后有一双眼睛 盯了自己一会儿 想到这里 她更谨慎了 绝影朝着四周看了看 没发现任何一样 忍不住问 主子发现什么了 荣淮摇摇头 没事 赶紧走吧 无人机穿过重重山林 最后出现在一座座房屋上空 这就是黑鸭山土匪们 居住的寨子 狱里回到房间时 已经快天亮了 她也顾不上去看 无人机拍摄到的画面 太累了 她换了衣服后 直接倒在床上睡着了 就连荣淮的影位 都没有发现她离开又回来了 她不知道的是她回来 不到一刻钟 荣淮和绝影也回来了 她走到玉璃门外 看了一会儿 然后进隔壁房间休息了 绝影嘴角抽搐几下 别院里不缺房间 主子偏偏要选择 在玉璃姑娘隔壁休息 还真是心机 玉璃一直睡到五十才醒 大家都以为 她是赶路太累了 完全没想过 她昨晚跑出去了 她梳洗一番后才出去 荣淮已经吃了早饭 正在书房里 处理送来的各种消息 得知她醒了 她放下手中的活 然后去看玉璃 还好吗 她走到她身边 关心询问 玉璃知道她担心 自己赶路累了 休息了一个晚上 现在已经没事了 已经让厨房 准备了不少好吃的 你赶紧试一试 荣淮说 还买了一些 当地的美食回来 听到哪里有人 做的吃食好吃 影位就去买回来 全都放在厨房里热着 玉璃说 你要陪我吃一点吗 她还不觉得 可听到玉璃的话 她还是点点头 好 我陪你一起吃 玉璃一边吃 一边问 有什么发现吗 荣淮想到昨晚发现的事 她宁没说 你说的没错 是有人在养匪 呵呵 可不是养匪那么简单 而是养了不少私兵 玉璃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里距离京城并不远 你说是谁胆子这么大 不是荣英 荣淮说 如果是荣英 她现在登基了 这些土匪 就不应该留着 而是想办法转为名处 成立一支全新的 只听从帝王命令的军队 是最好的办法 可这些土匪依然存在 荣英没有让人来剿匪 估计和土匪达成一定的协议 这是她目前能想到的最大可能 荣英爱财 爱美色 如果这些土匪抢来的钱财 有很多都进入荣英的口袋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 荣英就会觉得 这些土匪 可以为自己所用 如此一来 就没有剿匪的必要了 至于黑鸭山真正的主子是谁 还要继续追查 玉璃问 是留着吗 荣怀点点头 目前不能动 不过 我可以在附近一带开标局 隐位便标师 只要给银子 就可以带他们 顺利离开黑鸭山范围 抢劫不到任何财物 背后的人 只能动用自己的钱财 来养这些土匪私兵 这样一来 他就很容易查到背后的人了 玉璃笑了 你真坏 这样直接断了黑鸭山 那些土匪的财路 断人钱财 如同杀人父母 你就不怕他们发了狠 要和你们死磕到底 第四十二章 把你的皮扒下来 荣怀嗤笑一声 死磕到底 我就怕他们不来 来一个 我弄死一个 而且 动手了才会露出马脚 玉璃上下打量他 那么自信吗 不怕翻船 荣怀凑近他 终此一声 我只会在你身上翻船 他把一切都堵在这个女人身上了 如果他让自己输掉一切 他也许会把他拖下地狱 和自己一起沉沦 玉璃被他认真的眼神惊到了 他和他四目相对 突然伸出手轻拂在男人脸上 不要背叛我 我就不会让你翻船 如果你背叛我了 我会把你的皮都扒下来 他最恨就是背叛者 荣怀 我不喜欢脏了的东西 所以 你千万千万不要让自己变脏了 说完后 他松开手 笑着站起来 好了 我吃饱了 我想要出去逛逛街 荣怀看向他 我跟你一起去 玉璃摇摇头 不用了 我想要一个人逛逛 阵子不大 他走了一刻钟 就到街尾了 也没有看到什么想要买的东西 当然 他出来也不是为了逛街 他在镇子上 发现了一个当铺 朝那地方看了一眼后 就回了别院 荣怀看到他空手而归 问 不买东西 没什么可买 他坐在亭子的石凳上 看着男人正在处理工事 不是有书房吗 怎么在这里干活 在这里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你回来 荣怀看了他一眼后 又开始处理事情 荣因病了 狱里有点意外 为何会病吗 被气吐血了 前两天大朝会上昏迷不醒 太医整脉说 欲结于心 哈哈 狱里忍不住笑了起来 欲结于心 看来四库的宝贝全都不见了 这件事对荣因的打击真的很大 要不然也不会落得一个欲结于心的下场 让你的人家把火 再气他一下 荣怀浅笑 潘彪还活着 却不知所踪这件事 大概已经够他坐立不安 也不能寐了 狱里点点头 觉得荣怀的话很有道理 潘彪的武功很高 他不死 荣因的头上就会悬着一把剑 他时时刻刻都担心 离开皇宫后会遭到刺杀 看来以后 他不敢轻易出宫了 活该 他淡淡说 像荣因这样的人 仇人遍地 想要他死的人太多了 既然知道黑鸭山是干什么的 我们打算什么时候离开这里 是别人养私兵的地方 就不能随便动了 凭着他们 这几个人也动不了 若是出动太多人 会引起荣因的忌惮 到时候 荣因直接按一个反叛之心 在荣怀头上 那就冤枉了 荣怀说 后天早上离开 玉里点点头 那他今天晚上 就去把宝贝弄到手 荣怀要断人钱财 他就直接抄了他们的牢底 双重打击之下 黑鸭山的私兵也好 还是背后的人也好 都坐不稳了 是人是鬼 到时候都会一目了然 玉里继续回去休息 他要为晚上的行动做准备 荣怀则是带着人出去了 夜深人静 荣怀还没有回来 玉里翘无声息离开了 他已经根据无人机的拍摄 把地图记下来了 知道哪里可以走 哪里有机关 甚至连小鹿都在 无人机的摄影头下 无可遁形 他翘无声息 潜入黑鸭山大本营 他已经知道 钱财和粮食 都放在什么地方 也许因为太自信了 所以放着粮食和钱财的地方 居然只有两个人看守 他一枚银针 就把这两个人撂倒了 中了药 不睡上两个时辰 不可能醒来 他把黑鸭山上的东西 全都搜罗了 就连厨房的东西都不放过 把事情做完后 他正想要离开 就听到有人在树林里说话 其中一个人说 一定要小心一点 若是被发现了 你我都没命 一个女人哭着说 可是我害怕 大人他会打我 我身上全都是鞭痕 我知道 可他是主子派来的人 你的任务 就是照顾好大人 让大人舒服 来人那哭唧唧的女人 抱在怀中小声安抚 别哭 我答应你 等到主子大事已成时 我一定会和你澄清 到时候 你就是人人都羡慕的 告命夫人了 女人敏纯 早知道这样我当初 就去试后楚王了 楚王 自家那童子鸡 玉里竖起耳朵继续听 男人却板着脸 送去楚王府的人 现在还没有找到机会 靠近楚王 你去了下场也是一样 别想了 马上回去试后大人 你的任务 就是让他舒舒服服 不会回去乱说话 女人心不甘情不愿地 扭着身子离开了 玉里趁着女人经过时 看清了她的脸 突然觉得这张脸 有点眼熟 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现在不是继续回想的地方 所以她还是赶紧离开了 她不知道的是 荣怀回到别院后 第一时间去找她 没发现她的人 她坐在房间的床上 等了许久 还是没有等到她回来 她全身气息都陷入阴郁里 完全没有平日里看到的 那端方君子模样 玉里 你是要离开本王 悄无声息离开了 怎么可以呢 没有本王的允许 你怎么可以离开 玉里从窗户翻身进入房间 她感觉房间有人 正想要离开 就被人抱了下来 她叹息一声 这个世上果然没有侥幸 她靠在男人怀中 小声说 荣怀 我头晕 她抱着她 像是抱着什么 失而复得西式珍宝 你 去哪里了 她的声音有点沙哑 抱着她的双手 也有点颤抖 玉里有点意外 抬起头看向男人 可惜在晚上大晚上 要不然就能看到 她此时嗜血的毛子 她想着 若是玉里真的不告而别 她会血染黑压衫 因为来了这里 玉里才会离开自己 我下午睡多了 睡不着就出去转悠了一圈 她想要下来 却被男人抱得更紧了 她无奈叹息一声 这样抱着很不舒服 我们换一个姿势 最后变成 两人四目相对 地方也从窗口移动到床上 她羞耻地坐在她大腿上 看着她的脸 你生气了 点燃了烛火 她把她的神色 看得清清楚楚 这个男人身上的低气压 就没收敛半分 这是在告诉自己 她很生气 很生气 第43章 玉里埋雷 男人看向她 我不该生气吗 你这么晚了 还要跑出去 就不怕遇到坏人 她谴笑 不怕 我很厉害的 若是有不怀好意的人 我直接把她的脑袋扭下来 容怀无奈 以后不要自己一个人跑出去了 去哪里都叫上我 有我陪着才放心 她想了一下 看着她的脸点点头 好吧 以后我会注意 反正空间里有足够的宝贝和粮食了 以后还遇到这样的事 就和容怀一起 她就不要那些东西了 全都留给容怀为以后做准备 她靠在容怀肩膀上 缓缓道 容怀 我们明天离开吧 容怀嗡了一声 好 我们明天离开 她不去问她 今天晚上都去做了什么 只要她还能回来 去做什么都无所谓 若是惹到仇人 有她撑着 只要她还活着 就不会允许任何人欺负玉里 第二天早上 玉里换了男装 容怀询问时 她说 这样更方便一些 容怀也没有多说 只要她开心就好 顶多就是换一个路影 和容怀吃了早饭后 玉里就说 要出去买一些想吃的东西 带着在路上吃 她进了一趟当铺 出来时 身上多了几千两 三个人骑着马 快速离开镇子 而黑鸭山 却乱成一片 这些都不在 玉里考虑的范围之内 容怀离开之前 给他们下了命令 若是黑鸭山的人 还下山抢劫 那就往死里杀 而且还掉了不少 隐蔚在暗中盯着 就怕黑鸭山的人 会下山杀人抢劫 想必京城也知道 黑鸭山的土匪 下山杀人的事 容怀这个人要面子 绝对不可能 什么都不做 这一路上她 都会动一些手脚 容怀就只能在背后 收拾烂摊子 三个人赶了两天路 最后选择走水路 黑鸭山所有的东西 一夜之间消失的事 也传到幕后之人耳中 她站起来 直接把桌子都掀了 藏在面具下的脸 猙獰可怕 她咬牙说 给我茶 给我茶 这是把手伸到她头上了 主子 最可怕的是 黑鸭山养私兵的事 有可能被人发现了 男人听了后 瞬间冷静下来 她说 不会被发现的 因为养私兵的地方 距离寨子还有一点距离 若是有人潜入 肯定会被人发现 茶茶那几天 都有什么陌生人 出现在镇子上 一系列命令传下去 男人坐在椅子上 敏唇沉默许久 是谁会有这么大的 能带神不知鬼不觉 偷走了皇宫的东西 永城侯府的东西 还有高玉清那女人的嫁妆 这些东西 都是一夜之间不见的 她仔细想了想 发现最先被偷的 是陆北指甲的东西 那时候 京城发生最大的事 就是永城侯被妻子 遇事休了 遇里一个女人 靠着一己之力 改变了侯府当年的困境 她离开后侯府 又变成以前的样子 不 比几年前跟狼狈更惨 眼看着娶了高玉清 就可以翻身 最后就连高玉清的嫁妆 都消失了 这些 都是从遇里修复开始 去查一查 永城侯以前的夫人遇里 离开京城的踪迹 黑暗中传来一道声音 属下马上去 玉里不知道 有人已经盯上自己了 就算知道也不慌 因为现在的玉里 已经跟着楚王殿下一行人 回处地了 她坐在船头上钓鱼 荣怀坐在她身边看书 绝影蹲在不远处 嗑瓜子 船是楚王的人 用来做生意的 只是外面的人不知道 这是楚王的船 船上的人 全都是楚王的人 所以 绝影也不用紧绷着盯住四周 玉里听着身后 传来嗑瓜子的声音 微微皱眉 绝影 你把我的鱼都吓跑了 刚刚放了一颗 瓜子进嘴里的人 听了后傻眼 玉姑娘 我距离你还有一段距离 怎么就吓到鱼儿了 她真的冤枉 不就是好奇 主子和玉姑娘如何相处 然后蹲在后面八卦 这八卦没听着 还被冤枉了 玉里把一条鱼 钓上来后 看了绝影一眼 你就是吓到那些大鱼了 他们都不敢上钩了 荣怀看向还想要反驳 自证清白的绝影 滚里面去吃 绝影听了后 叹息一声 没意思了 还是回去吧 要不然 主子把自己扔到下面 喂鱼可怎么办 等到绝影离开后 荣怀看向玉里 我已经把绝影赶回去了 你想要说什么 玉里笑着看向她 没想说什么 就是觉得 她盯着我们看 让我有种想要挖了 她眼珠子的冲动 所以还是把人赶走吧 要不然她那双招子 就保不住了 还没有人敢这样 盯着自己想要八八卦的 绝影是第一个 荣怀浅笑 她进去也好 我们可以说说话 玉里恩了一声 说说你的王府吧 是不是有很多姑娘 荣怀摇摇头 不知道 王府有陆时音管理 我不用费心 陆时音是陆时云的姐姐 也是来养楚王府的大管家 十六岁时 嫁给了青梅竹马的未婚夫 二十岁时 她的丈夫在外面养了一个外侍 陆时音一怒之下 带着人打上门去 把那外侍收拾了一顿后 又断了她丈夫的腿 然后直接休夫 说完后 她看了玉里一眼 陆时音的性格和你有点像 都是嫉恶如仇 眼里容不下背叛的人 当时这件事 在京城闹得沸沸扬扬 陆时音的父母觉得她丢脸 把人带回去毒打一顿后 和她断绝关系 陆时云和陆时音姐弟关系很好 看到姐姐被欺负 她也跟着判处陆家 从此以后 和陆家老死不相往来 想到七年前 陆时云背着昏迷不醒的陆时音上门时 她二话不说 把人留了下来 当时京城很多人 担心会和陆家结仇 所以落井下石 楚王府是他们姐弟唯一能去的地方 也是唯一能护住他们的地方 陆时音恢复后 不想留在京城 我就让她去了莱阳 她是一个很聪明能干的女人 不到两年时间 就把楚王府的内外事物都接管了 玉璃没想到 在自己之前已经有人修夫了 她突然对陆时音很感兴趣 她问 陆时音一个女子 成为王府的大管家 就没有人说闲话吗 第44章 你当时为何不选择丧夫 荣怀温和一笑 明知故问 你在吃醋 有 怎么可能没有人说 陆时音是她荣怀的女人 有人说她堂堂楚王俭 别人不要的女人 还真是饥不择饰 她以前没想过娶王妃 所以完全不在意外面的流言蜚语 她看了一眼 看似认真钓鱼 其实心里不知道想什么的女子 我以前没有想过娶妻 陆时音又是一个能干的人 我就想着她若是不再成亲 那就一辈子管理王府的事吧 我现在遇到你 我想要和你成亲 你会是王府的女主人 你若是介意 我会让陆时音去负责别的事 她身边从来就不缺可用之人 到时候再挑一个男子 做王府大管家就行了 玉璃摇摇头 我相信你 她若真的喜欢陆时音 就不可能是一个老童子鸡了 我对她很感兴趣 回到莱洋后 我一定要去见一见她 她把鱼竿收起来 看向男人 只是我觉得 她对待前夫和外事的态度太温和了 只是断腿怎么行 荣怀心里咯噔一下 好奇问 若是你 你打算做什么 玉璃似笑非笑看了她一眼 你现在 就打她那么清楚 是担心日后自己 也会犯这样的错误 这男人肯定慌了 荣怀笑了笑 乱想什么 我怎么可能 会犯这样的错 只是很好奇 玉璃哈哈一笑 不用好奇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若我是陆时音 我不会修复 她笑着说 直接丧夫多好 修复还要闹出那么多事 陆时音不会武功 她以前的丈夫是武将 她没有别的心思 完全不怕她的手段 会用在自己身上 她很想问 既然丧夫好 你为何要修复 她完全可以 神不知鬼不觉 弄死路北指 她不杀路北指 难道愚情未了 玉璃不知道 男人已经脑补这么多 她单单说 老虎都有打短的时候 夫妻同床共枕 有什么事做不了 荣怀由于片刻问 那你呢 为何修复而非丧夫 玉璃笑着 看向这个男人 想知道 荣怀点点头 你只要动手了 侯府的一切 就落入你手上 你也不用回处地了 玉璃敏唇浅笑 像陆北指这样的人 最看重她的前途 看重侯府的未来 可我呀 偏偏不能让她如愿 她能说 原主的心愿 就是要陆北指 生不如死吗 要不然 她早就弄死陆北指 自己在京城侯府 悠哉悠哉过日子了 她和原主有因果关系在 而她比较相信因果论 得了因就要承担过 原主的遗愿 还是需要去完成 陆北指当年为了活命 答应娶我 最后没有善待我 还背叛了我 对于原主而言 是悲伤的事 她现在却能淡定说起 她为了莫如雅 要舍弃我这个原配 那我就要看看他们 是不是真的情深义重 你看 现在陆北指 就活在水深火热里 荣英肯定知道 当初是陆北指 让人去别院 最后害到她 险些生命狼藉 虽然现在没有人 当众议论了 可荣英还是受到影响了 陆北指 现在有汝阳王 这个靠山 所以皇帝 不能明正弄死她 可她也休想更进一步 陆北指的前途 已经被毁了 这对于她而言 是一件很惨的事 我只要想到 她现在这么惨 就觉得很开心 她现在活着的 唯一价值就是给我逗乐子 荣怀笑了 那我以后让人盯着永城侯府 只要有消息就传给你 玉璃点点头 多谢楚王殿下 两人四目相对 玉璃很想撕开 男人的人皮面具 一段时间 不见那张俊美如仙的脸 甚是想念 荣怀寒寒笑看着她 那双好看的毛子 好像只能看到她一个人的存在 多想把她抱在怀中 狠狠倾几下 绝影不合时宜的出现 王爷 玉姑娘 用膳了 来了 玉璃呵呵一笑 看了一眼气得咬牙的荣怀 她同情地看了一眼绝影 待会儿肯定会被收拾 真惨 绝影感觉到玉璃姑娘 看自己的眼神有点诡异 心里暗暗想着 我没错做事啊 姑娘那同情的眼神 哪里来的 荣怀走到绝影身边淡淡说 你刚刚嗑了那么久的瓜子 估计也不饿 所以别吃了 不是今天 是两天 绝影和玉璃一样喜欢美食 而且她是大卫王 现在得知没饭吃 她瞬间觉得失去半条命 王爷 属下没做错什么事吧 荣怀笑了笑 本王说你错了 你就错了 绝影想哭了 王爷 要不然打板子吧 她不怕痛 就怕饿肚子啊 小时候被饿怕了 荣怀却不理绝影 她要去陪玉璃吃饭 突然 有人走到绝影身边 笑着说 知道王爷为何不让你吃饭吗 绝影苦着一张脸摇摇头 不知道 要是知道真相 就不会这么郁闷了 诚如笑着说 王爷和玉璃姑娘 刚刚含情默默对视 王爷可能还想要做些什么 你跑出来没有眼色的喊吃饭 你坏了王爷的好事 王爷刚刚好像 想要拉玉璃姑娘的手 还想要轻轻 虽然她知道 王爷不会在外面 这样对玉璃姑娘 可不妨碍 她把怨气撒到绝影身上 兄弟 你就认了吧 若是我和娘子这样 温情时刻 有人跑出来破坏 我会把人吊起来 绝影这才想起 自己刚刚出来时 王爷好像真的要伸手 去握玉璃姑娘的手 然后自己喊了一声 玉璃姑娘就站起来了 王爷的小心思就失败了 想到这里 他哭丧一张脸 怎么办 没办法 你只能饿两天 诚如也是王爷的心腹 负责南来北往的生意 是王爷的钱袋子 他说 今天老成做了好几条鱼 还做了醉鸡 你都没口福 绝影气得咬牙 诚如 你给我等着 以后有你求我的时候 诚如嘻嘻一笑 现在我不用求你 所以 我先把如今的小日子过好 要求你的时候 再说 绝影能做到的 陆诗云也能做到 实在不行 直接去求王爷就好了 为何要求绝影呢 荣怀坐在玉璃对面 看着桌子上摆放的几道菜 都是他喜欢吃的 他说 那么开心 他肯定知道自己 刚刚想要干什么 所以 绝影喊用膳食 才跑得这么快 玉璃点点头 大眼睛都被红烧鱼 清蒸鱼 最急吸引了 荣怀在他这里 都要靠边站了 他把鱼头夹到自己碗里 这才看向男人 你真的不给绝影吃啊 他以为这个男人会教训绝影一顿 谁晓得直接断食 对于绝影而言 断食比打一顿还要惨 第45章 跳进玉璃洼的坑 玉璃和荣怀 在船上悠哉度日时 京城皇宫里的荣英 却大动肝火 他看着桌子上 摆放的几件首饰 咬牙说 这是父皇留给朕的东西 和司库的东西一起不见了 如今却出现在一个 小镇子的当铺里 呵呵 他眼里闪过绿色 最可笑的是 那小镇不远处 还是黑鸭山土匪窝 好一个黑鸭山 好一个土匪窝 在黑鸭山那一带 横了十几年 真的以为朕不敢动他们 若是惹恼了自己 他一把火 就把黑鸭山烧得干干净净 去把汝阳王叫来 上次想要叫那个老家伙去办事 老家伙想办法脱身了 现在还敢给朕找借口 朕就弄死他 荣英想着想着 对黑鸭山的人 更是咬牙切齿 汝阳王进宫一趟 就接到圣旨 带兵去剿匪 目标地黑鸭山 他回到王府后 看着赖赖 靠在贵妃踏上的小王妃 上次被传召进宫 幸好他想办法脱身了 回到王府 就发现 自家王妃收拾包袱 想要跑路 他好不容易才把人逮回来 现在小皇帝 却要自己带兵去剿匪 想到这里 他真的恨死那些土匪了 居然在这个时候出来闹事 他不想知道 黑鸭山的土匪 如何招惹小皇帝 他只知道 小皇帝现在要对付那些土匪 然后他就成了 那个被推出去的人 卫林儿看了一眼 从门外走进来的老男人 随后又收回眼神 当没看到这个人 他闭上眼转过身去 想到前段时间 被人拎回来的是 他心里恨死这头猪了 汝阳王走过去 蹲在卫林儿身边小声说 林儿别生气了 这样对孩子不好 卫林儿依然当没听到 汝阳王说 皇上让我去剿匪 我要离开京城一段时间 你乖乖在家等着我回来 不要想着逃了 我担心你没办法照顾好 自己和肚子里的孩子 得知他要离开京城 卫林儿在心里偷笑 赶紧滚吧 等到你滚了后 我就可以带着孩子跑了 你不在 这王府就困不住我了 汝阳王看他 还是不理自己 叹息一声 伸出手想要抱住他 他转过身来 一把匕首 抵在汝阳王的脖子上 高飞滚 他精致好看的脸上 写满了怒意 我说过 不要和你做夫妻了 我也说过 我们一刀两断 汝阳王没想到他随身携带匕首 还要对自己出手 他眼里闪过不可置信 然后有几分伤心 你还因为妻儿的事 和我生气 其实真的没有这个必要 我都说了 以后不会再做同样的事 你为何就不愿意相信我 卫林儿吃笑一声 你心疼自己女儿 想要补贴她 那是天经地义 所以 你不用向我解释 等到我离开后 你就算把王府送给你的宝贝女儿 都无妨 我有手有脚 有一身医术 不拿你王府一文钱 也可以养育我的孩子 我和孩子 都不稀罕你的银子 他坐起来 冷冷看着汝阳王 我平生最恨骗我的人 只要有一次 我就绝不原谅 汝阳王对上他冷冰冰的眼神 心里咯噔一声 开始有点慌了 他想要伸出手去窝卫林儿的手 却被他动了一下匕首 直接划破他的手掌心 我说了 滚 他无视匕首上的鲜血 就这样静静看着汝阳王 汝阳王深吸一口气 无奈问 她是我女儿 我无法眼睁睁看着她过得那么难 我也只帮这一次 所以我没有阻拦 你去帮你女儿 我只是想要和你一别两宽罢了 卫林儿站起来 淡淡说 高飞 你走吧 我不会原谅你 也不会和你继续下去 汝阳王站起来看着卫林儿 你就那么想要离开 你可曾想过我 难道我们夫妻一场 你对我没有半点留恋 就因为我私下补贴我的女儿 所以你要和我分开 甚至带走我们的孩子 你的心太狠了 她从未想过 自己的小妻子 居然是这么狠的一个人 卫林儿谦笑 对啊 就因为你私下补贴你的女儿 所以我不要你了 她敢做感任 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不要高飞 一个不重视自己的丈夫 要来何用 看到她就好像看到父皇 同样不重视自己这个女儿 想到这里 她心里涌现一股悲伤 她就那么不值得被爱吗 不至于 汝阳王小声嘻喃 卫林儿淡淡说 我在嫁妆上亏待你女儿了 汝阳王摇摇头 妻儿的嫁妆 在京城算是独一份了 每一台嫁妆都是满满当当 这些都是眼前的小女人吩咐下去的 她说 我汝阳王府家的嫡长女 一定要风风光光 绝对不能让人瞧不起她 所以才有了亲儿惊动 全京城的嫁妆 你没亏待亲儿 卫林儿笑了 接着问 我嫁点你后 我可曾对她出手了 高飞接着摇摇头 没 你从未对她出手 一我一说 想要你女儿神不知鬼不觉死去 你说难吗 她接着问 每问一个问题 脸上的笑容就多了几分 高飞继续摇摇头 不难 自己身上的救急都被治好了 所以 她真的想要对亲儿出手 亲儿不知道死了多少回 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卫林儿像是听到什么可笑的事 所以我活该被你欺负 就因为我善良 所以你们不用把我放在眼里 高飞想要解释 可看着卫林儿现在激动的样子 她敏唇 我以后不会了 以后王府所有的东西 都是我们孩子的 不用了 高飞我卫林儿从来不要别人的施舍 她淡淡看了她一眼 你不离开 那我离开 说完后她转身就要走出去 至于地上一滩血 就当没看到 这地方都脏了 她也不想继续住在这里 高飞追出去 看到她进了隔壁厢房 只能叮嘱院子里的人照顾好王妃 她马上要出发了 不能再多说 只能去找府一帮包扎伤口 然后带人离开 只是离开之前 让人看着王妃 不能让她踏出王府半步 得知汝阳王带兵离开京城了 魏林儿打了一个哈欠 继续休息 接连两天该吃就吃 该睡就睡 王府的人都以为王妃说要离开是骗人的 所以没盯得有前两天那么紧 在汝阳王离开的第三天 高玉清回来了 魏林儿文言浅笑 机会来了 第46章 头上青青草原 高玉清得知自己父王离开京城了 所以才会回王府 她现在要养着那么多人 手上就剩下那么一点银子 怎么行 可父王说了以后不会再给他银子 他不甘心 只能趁父王不在时 回来拿银子 他去找了帐房 得知王府宫中还有十万两 他想也不想让人全都拿走了 帐房先生见状慌了 郡主 王爷已经说了 不能让您来拿银子 这些银子都是属于王府的 高玉清坐在轮椅上 单单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人 本郡主只是回自己家里拿一点银子 就算父王知道 也会答应我的 帐房先生还想要阻拦 却被高玉清身边的人制服了 甚至被绑起来 高玉清不但拿走了账房的银子 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库房的钥匙 直接在库房拿走了一些珍贵的首饰 和二十万两备用的银票 有人来阻拦 高玉清以死向逼 那些护卫担心他真的受伤 不敢做任何事 只能眼睁睁看着高玉清离开了 期间有人去找魏灵 他以动了胎气为主 避而不见 高玉清来闹事的第二天晚上 魏灵把身边的丫鬟弄昏迷 然后伪装成丫鬟的样子 顺利离开了王府 他伪装成男子的样子 找了走楚地的镖局 给了银子想要跟着他们一起走 镖局的人看到有钱拿 很乐意顺便带上他这个小少年 等到汝阳王府的人 发现魏灵不见了 开始找寻时 他还留在京城里 可王府的人却朝着城外找 一直到第三天 镖局才开始启程 他们这一次 是帮人押送一些东西回楚地 魏灵花了三天时间 就和镖局的人打成一片 还和人称兄道弟 不是镖局的人 根本看不出他是后加入的 就这样 汝阳王府的小王妃 顺利离开了京城 正在朝楚地而去 陆北纸得知 高玉清回去弄了不少银子回来 他心里还是有点开心的 觉得高玉清虽然毁容了 可他能拿出很多银子来 所以还是有点用处 墨如牙小心翼翼 看了一眼陆北纸 北纸哥哥 我是不是很没用 什么都帮不了你 说完后 他低下头去 轻轻抚摸他的肚子 陆北纸想到 他现在还怀着自己的孩子 而且 这是自己爱了多年的姑娘 他叹息一声 握着他的手说 你好好的休息 把孩子养好 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了 墨如牙咬着唇 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眼眶还满是泪水 可是 可是以前的玉璃姐姐 会帮你赚钱 现在的郡主 也会拿出很多银子给你 就只有我是一个废物 我除了生孩子外 什么都不会 真没用 像我这样的人 就不该活在这个世上 瞎说 你肚子里的孩子 是我长子 我对他寄予厚望 等到他出生后 我要亲自叫他骑射 给他启蒙 只有你才能为我带来父亲的快乐 这是多少银子 都买不到的 墨如牙眨眨眼 一脸天真 真的吗 我真的这么有用 陆北纸被他的样子吸引了 又和他腻腻歪歪了许久 这才去看看高玉清 不管如何自己 现在还要靠着高玉清 等到他从高玉清的床上下来时 带着两千两离开了 高玉清身边的一个嬷嬷 看到这一幕 叹息一声 郡主 侯爷不值得你这样做 高玉清浅笑 我也知道他不值得 高玉清笑了笑 他的手轻轻放在小腹上 嬷嬷 虽然我现在就是一个不良于行的废物 可我也想要拥有自己的孩子 父王和魏林儿成亲后 王府的一切就不属于我了 我早晚要嫁出去 所以我嫁给了陆北纸 他笑着说 他长得俊俏 我也想要生两个好看的孩子 因为自己毁容了 所以他时时刻刻都希望自己可以和陆北纸 生几个好看的孩子 这样也算是弥补了自己的遗憾 等到我怀上孩子后 我就不会继续给银子了 想要拿着本郡主的银子 去养别的女人 想得美 嬷嬷叹息一声 觉得郡主挺可怜的 我可怜的郡主 若是王妃还活着 看到你这样委屈自己 可要心疼死了 说完后 他凑近高玉清耳边 小声说了一会儿话 你既然想要两个好看一点的孩子 那就听嬷嬷安排 高玉清犹豫了 因为嬷嬷的建议 真的太大胆了 嬷嬷看到他这个样子 忍不住笑了起来 好郡主要 你以为这样的事 在大家族里很少发生 你怎么就那么天真呢 这样的事 在大家族里真的很常见 只是大家都捂住 不让别人知道 与其委屈自己 还不如胆子大一点 高玉清敏唇 好一会儿踩点点头 好 嬷嬷你去安排 嬷嬷这才笑了起来 放心吧 嬷嬷一定会把事情安排好 他看着长大的孩子 被人这样欺负 他怎么会不生气呢 既然陆卑纸不懂得做人 那就休怪他不客气 当天晚上 高玉清的房间 多了一个长相俊俏 还和陆卑纸 有几分相似的男子 这一天晚上 高玉清体会到了 作为女人的极致快乐 他才知道 原来陆卑纸以前 对自己是那么的敷衍 他压根就没办法 带给自己快乐 想到这里 他心里哪一点愧疚 瞬间消失了 那个长得和陆卑纸 有几分相似的男子 看到他出神 直接把人拉了过来 他丝毫不在意 高玉清毁容 还笑着说 看来我刚刚还不够卖力 所以让郡主 还有时间去想念别的男人 过了半个时辰后 男人躺在床上 紧紧抱着高玉清 郡主 我不想走了 他知道那个嬷嬷 找自己来干什么 可高玉清除了不良于行 还有毁容外 其余的一切 他都很满意 最重要的是 只要跟在这位郡主身边 自己就衣食无忧了 高玉清闻言 想了一下说 不行 你跟在我身边 会被发现的 他想要一个孩子 可不想失去 永城侯妇人的身份 他亲了亲高玉清的脸颊 笑着说 那我打扮成丫鬟的样子 跟在你身边 可好 第47章 满腹算计 高玉清闻言摇摇头 不行 你先跟着嬷嬷回去 我会安置好你 刚刚听到孔书成的话 他真的有那么一瞬间心动了 可想到如今的情况 还是不敢去冒险 孔书成也不闹 而是乖乖听话 就这样 他每隔几天 就会和高玉清在一起翻云覆雨 然后又悄悄离开 他越是不闹痛越听话 高玉清就越喜欢他 也是这个男人 让他感觉自己 活得像一个女人 所以 他对孔书成的容忍度 就更高了 当他得知 魏林儿离家出走时 撇撇嘴 淡淡说 若是死在外面更好 这样 汝阳王府的一切 就属于自己的 再没有人和自己抢 孔书成听了后 一边为高玉清按摩肩膀 一边小声说 郡主 若是他回来 那王府的一切 就和您没有任何关系了 您说的对 他死在外面 您才能高枕无忧 他的手放在 高玉清的小腹上 这里指不定 有我们的孩子 王府的一切 就应该属于我们孩子的 高玉清沉默许久 才点点头 你说的对 王府的一切 永城侯府的一切 都应该属于我们孩子的 若是郡主放心 就把事情交给我去处理 孔书成接着说 我一定会让咱们的孩子 没有后顾之忧 高玉清最后 拿了一万两给孔书成 我不但要魏林儿的命 我还要彻底掌控 永城侯府 那老家伙要我去请安 我呸 本郡主在王府时 都不用请安 那老家伙配吗 孔书成看到他这样生气 赶紧安抚 然后两人又滚在一起 高玉清的一条腿是废了 可另外一条腿 还是好好的 该做的事一样不少 玉里不知道 高玉清还能闹出这么多事 更不知道陆北纸 头上顶了两片青青草原 若是知道了 只会更开心 他继续坐在船上钓鱼 突然 鱼沟开始动了 他以为是大鱼 可钓不上来 成如 他朝着不远处的成如 喊了一声 让人下水看看 他的鱼沟掉的绝对不是鱼 成如闻言 赶紧让人下了水 紧跟着他们 看到两个影卫 把一个被人捆绑手脚的男人拖上来 快 快来帮忙 成如一边喊人 一边帮着 把人拉上来 当他看到男人的正脸时 震惊极了 燕 燕王 玉里听了后 凑上前看了看 哦吼 还是认识的人 燕王容狼绝 其祖父和民祖弟是狄亲哥哥 从小体弱多病 不能继承大统 所以籍贯后 就被册封为燕王 封帝燕州 封帝就是楚帝隔壁 荣王绝还要叫荣怀一声疏 成如喊了一声 姑娘 燕王 燕王死了 荣怀出来时 正听到这一句话 他上前两步发现 真的是隔壁燕帝的小子 阿力 他还有救吗 荣王绝不能死 他一旦死了 燕帝就会乱了 燕帝乱起来 还会影响到他的楚帝 更何况 这是自己看着长大的小蠢货 玉璃也想到这一点 他赶紧检查一番 发现荣王绝是处于假死状态 还有救 他只会成如做心肺复苏 这样安压就可以救人 成如不解 可还是按照姑娘说的去做 按压到他都出汗了 荣王绝终于开始恢复生命体征了 紧跟着玉璃接手了 终于把荣王绝的小命找回来了 他缓缓醒来 看到两张陌生的脸 想要动 却发现自己全身都没有力气 玉璃说 你现在安全了 可以好好休息 荣王绝张了张嘴 想要说什么 可他难受 太累了 闭上眼又陷入昏迷中 玉璃为他诊脉 确保人没事 这才说 人事就回来了 可他身中剧毒 站在一旁的成如和绝影对视一眼 成如说 燕王无照不能离开燕帝 他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是谁下毒 是谁想要杀了他 荣怀皱眉看向玉璃 能解毒吗 玉璃点点头 可我这里没有需要用的药材 我们需要靠岸 我得去要铺买一点药材 成如说 半天后就到了玉州了 玉州有几家很大的药铺 那就在玉州靠岸 说完后 他看了一眼 还处于昏迷的18岁少年 成如 让人好好照顾燕王 玉璃去了船上 放置药材的房间 然后找了好几样药材出来 让人煎药味给荣郎绝 等到他忙完后 荣怀才走到他身边说道 辛苦你 玉璃看向男人浅笑 我可不会随便出手 等到他醒来后 我会讨药药费 他虽然不缺钱 可谁会嫌钱多呢 荣怀点点头 当年黄伯父身体不好 所以黄祖父就把最好的燕帝赐给他 荣郎绝是黄伯父唯一的孙子 燕帝都属于他的 他不缺银子 你可以随便开口 那小子为了保住性命 肯定不会拒绝 玉璃听出他的言外之意 哈哈笑了起来 燕王殿下的命可值钱了 荣怀点点头 的确 燕帝之主的命 怎么可能不值钱呢 在荣氏皇族里 不是谁都有封帝的 建国巨京 有封帝的王爷不超过十个 这些王爷里有些已经死了 就连一个后人都没有 所以 封帝名正言顺 回到皇帝手上 至于是自然死亡 还是人为死亡 那就不得而知了 一个时生后 荣郎绝再一次醒来 这时候 他已经没那么难受了 喝了药后 他见了荣怀和玉璃 先是道谢 然后开门见山说 你们救了我一命 我感激不尽 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尽管说 玉璃遣笑 我是大夫 救人自然要收诊费的 你只需要把诊费给我就行了 至于你要如何报答 把你打捞上来的人 那就是你和他们的事 荣郎绝没想到 这个其貌不扬的女子 居然把自己从鬼门关拉回来 他说 十万两 够了吗 玉璃点点头 可以了 荣怀有点意外 他以为他会要很多 没想到十万两就满足了 玉璃最后得了十万两 其余的人也得到相应的报酬 当然 这些都要回到燕地才能拿到 走出房间 荣怀看向一脸笑容的女人 只是赚了十万两 就如此开心 第四十八章 坑他一笔 玉璃浅笑 十万两是救他命的银子 解毒的银子另算 好不容易才逮到一个 豪气冲天的贵族 怎么可能让他跑了 荣怀听了后 忍不住笑了起来 都是用名贵的药材 做出来的药丸 都很贵 他伸出手揉揉他的脑袋 别太憨了 陆世云的一些药丸 一瓶就要万两 自家看上的小姑娘 过于憨厚了 这可怎么办 就好像当初修夫 什么都不要就离开了 亏大了 玉璃呵呵一笑 好 坑他一笔 瞎说 他认真看着身边的姑娘 什么叫坑一笔 明明就是正常交易 玉璃敏唇浅笑 对 都是正常交易 他抬起头 和荣怀四目相对 你怎么那么善解人意 荣怀呵呵一笑 牵着他的手回房间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一定要说 传靠案后 玉璃和荣怀一起上岸去药铺买药 诚如也吩咐人 上岸去购买一些新鲜的蔬菜和肉类 玉璃走了三间药铺 才把需要的药材买好 买完东西 就让绝影带回去 荣怀带着玉璃 去酒楼吃饭 是自己的船 所以不怕抄时间了 他们两个人要了雅间 点了一壶酒 慢慢品尝美食 玉璃朝着下面看去 好像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他瞎了瞎眼 再看食人已经消失在人潮里 荣怀问 看到熟悉的人 玉璃低声说 不确定 我好像在鹿北纸身边见过那个人 只是出现了一次 后来再没有出现 荣怀一边加菜给玉璃 一边说 阿里 你了解鹿北纸这个人吗 或者说 你了解永城侯府吗 玉璃沉默下来 他认真想了想 发现他对鹿北纸的了解 都是从原主的记忆里获取的 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秘密吗 荣怀说 老永城侯是跟着开国皇帝 一起南征北战 所以 永城侯的子孙 只要不犯错 就是世袭侯爵 每一个有底蕴的家族 都会私下养有自己的打手 也可以称之为暗卫 只要人数不多 上位者都是睁之眼闭之眼 我知道鹿北纸身边有暗卫 玉璃说 侯府每个月 都有一笔很大的开支 我翻过账本 一直没有断过 就算我刚刚和鹿北纸成亲时 侯府如此不景气 这一笔开支都没有断 这些都不是鹿北纸说的 而是原主自己看到的 只是那个恋爱脑爱惨鹿北纸了 知道侯府开支大 拼命赚钱 就想要让鹿北纸过得好一点 也希望鹿北纸 看在他一心一意付出的份上 可以回家好好和他过日子 我呸 就鹿北纸 那样的男人永远不可能好好过日子 那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男人 他谁都不爱 只爱自己 现在表现得很爱莫如亚 还想要弄死原主 为莫如亚疼位置 最后呢 他离开了侯府 他转身就为了自己 而娶了高玉清 在他看来 鹿北纸对莫如亚的爱 就是一场笑话 荣怀说 不 这只是你看到的 也是大家看到的 鹿北纸最大的依仗 不是那些暗卫 而是一只私兵 那应该是鹿北纸祖父开始养的 有两千多人 玉立睁大眼 不敢置信 他们想要干什么 找死吗 鹿家居然养私兵 这不是找死是什么 他还以为只是看到的那些暗卫呢 没想到 还藏着一个大的 这只私兵 只有鹿家当家人才知道 就连鹿北纸母亲和祖母都不知道 老侯爷在死之前 会把这一只私兵的存在和兵符 交给下一任继承人 玉立深吸一口气 皇帝知道吗 荣怀笑了笑 估计荣家只有我知道 就连我父皇都不知道 呵呵 那就好看了 养私兵可是诸九族的重罪 他好期待事情爆发时 鹿北纸的死状 反正人不是自己杀的 所以鹿北纸的死活 和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 荣怀说 我暂时会把消息压下来 接下来 我可能还会暗中帮助鹿北纸重返朝堂 甚至是掌兵权 他小心翼翼看了玉立一眼 你会生气吗 玉立摇摇头 不生气啊 他爬得越高 到时候摔得越惨 他也不去问荣怀 为何要这样做 这是荣怀自己的事 他已经在永城侯府埋雷了 鹿北纸不管多努力往上爬 最后都会粉身碎骨的 两人吃了饭后 又去买了一些 玉立喜欢吃的东西 回到船上 就看到荣狼爵自己走出房间 他的视线落在 玉立手上拿着的美食上 他情不自禁 咽咽口水 玉立看了他一眼 别看了 你最近只能吃一些 有营养的食物 这些没营养的东西 就不要吃了 不适合你 说完后 他拿着散发着诱人香味的各种小吃 从荣狼爵身边经过 那香味不断充斥荣狼爵的鼻腔 他却只能看着玉立 无情离开 我被人关了两天 很饿了 他小声说 我让人给我弄一点吃的 那人说自己不能吃 没心情让人帮我做吃的 玉立听了后就明白 他叫绝影 找厨子做吃食了 他忍不住笑了起来 转身对上荣狼爵 可怜兮兮的样子 堂堂燕王殿下 为了吃的东西折腰 要是传出去 也许会笑死人 荣狼爵震惊盯着玉立 你知道我的身份 玉立呵呵一笑 他不但知道 日后自己和荣怀成亲了 这孩子 还要叫自己一声黄沈呢 对啊 我知道你的身份啊 怎么 想要杀人灭口 荣狼爵在心里付费 灭口 你们灭本王的可能性更大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荣狼爵咬牙 本王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 虽然这个女人 要了自己十万两 后期可能要得更多 可自己的命更值钱 所以 给了银子 自己也不能忘恩 玉立呵呵一笑 这些东西不适合你吃 我让厨房给你做一些鱼片粥 鱼片粥的做法 是自己教厨师的 做得很好吃 今天就便宜这小子了 荣狼爵笑了 只要有东西吃就好 要不然 没有毒发身亡 自己就先饿死了 第49章 谁要害燕王 没多久 玉立和荣狼爵 就坐在一起吃东西 玉立吃的是买回来的小吃 荣狼爵吃的是一碗鱼片粥 荣怀在房间里处理公物 玉立好奇问 很好奇 谁对你动手 荣狼爵闻言 看了他一眼 瞬间觉得 这些鱼片粥 瞬间不香了 他淡淡说 哪壶不开提哪壶 不说就算了 玉立叹息一声 只是好奇你 怎么把自己弄得那么狼狈 荣狼爵吃笑一声 有人假传圣旨要本王进京 然后在半道上就对本王动手 本王身边出现了叛徒 心腹全都中毒死了 玉立看了他一眼 好奇问 你怎么知道是假传圣旨 也许是真的呢 不可能 皇帝就算想要对我动手 也不可能挑在这个时候 他冷笑 燕帝北部靠近上阳关 到了冬天 就会有胡人来犯 每年都会有几场硬仗要打 上阳关有十五万兵马 这些都归属燕帝 是我燕王府的私兵 除了本王外 他们不会听从任何人的吩咐 燕帝可拥有十五万兵马 是当年曾祖父留给祖父的保命符 同时燕帝也需要为南前守护好上阳关 陛下不敢乱来 要不然上阳关一破 胡人就会冲破 层层阻碍 最后直达京城 燕帝虽然和楚帝相隔不远 可燕州和来阳 却相隔上千里 一旦上阳关破了 楚帝的兵马来不及支援 南前会玩玩 那你觉得 会是谁对你动手 荣王爵看了他一眼 本王都不知道你们的身份 你们问这么多 会让本王觉得出手的人是你们 然后你们还伪装成本王的救命恩人 就是想要接近本王 荣怀走出来时 就听到这句话 脑子有病才会这样想 他倒了一杯水 坐在玉璃身边 我们若要杀了你 何必多此一举救你 我若想要燕州 你也拦不住 荣王爵听了后想要说什么 可对上这个男人身上 散发那一股气势 他脑海中闪过一道影子 他支支吾吾半晌才说 你 你是楚皇叔 玉璃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个傻小子还挺敏锐的 荣怀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而是叮嘱玉璃 不要吃那么多 吃成了不好消食 还容易长胖 玉璃闻言 停下来看着荣怀 怎么 你这是嫌弃我长胖吗 有天泉水在 他吃再多 也不会长胖 荣怀看着他气鼓鼓的样子 忍不住笑了起来 永远也不会嫌弃你 他喜欢的是 他那有趣的灵魂 如果喜欢长得好看的 估计都而女成群了 玉璃轻哼一声 谁都别想着阻拦他 尝尽天下美食 荣狼爵小心翼翼 看了一眼对面坐着的男人 心里暗暗想着 这到底是不是住在 隔壁的大魔头 楚皇说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还有 你们是什么关系 荣怀嗤笑一声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 吃饱就滚回去好好休息 荣狼爵赶紧端着 自己的丸跑了 娘啊 还真是隔壁的大魔头 他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不是说 这个大魔头 已经带着人回处地了 怎么会一容后出现在这里 还有那个女人是谁 天哪 他好像发现了了不得事 会不会被灭口 想着想着 瞬间忧伤了 他找到厨房 又要了一碗粥开吃 受到惊吓了 要多吃两碗鱼片粥才行 玉璃说 你吓到他了 荣怀倾笑一声 十五岁成为燕地之主 从一群老家伙手里 把权力夺回来 然后把胡人赶出上阳关的人 会这么容易被吓到 傻姑娘 可别被荣狼爵那张脸骗了 越是无害的人越读 玉璃笑了笑 我对他没有企图 再读也读不到我身上来 要是敢把主意打到自己身上来 他如何救活他 就如何送他去见阎王 玉璃花了两天时间 才把解药做出来 然后又多了二十万两的镜像 就这样 他从燕王荣狼爵身上 薅了三十万两 荣狼爵后来没有再问 荣怀的身份 有些是自己已经确定了 对方也不愿意多说 那就没有必要多问 多问了 对谁都没有好处 在船上过了半个月 九月中旬在苍州下船 从苍州走陆路 只需要几天时间 就抵达楚地的城池 荣狼爵本该从苍州回燕州 可他就是赖上荣怀一行人 死缠烂打 都要跟着去楚地 荣怀盯着他 你就不怕被皇帝发现 不怕 他撇撇嘴 顶多就是挨骂 我在燕帝 他在京城 他还能咬本王啊 骂就骂吧 反正他又不指望荣云吃饭 荣怀微微勾起唇脚 你想要跟着就跟着吧 只是要戴人皮面具 我可不想别人知道 你和我在一起 我嫌你麻烦 他现在就想要早点回到楚地 然后想办法迎娶心爱的姑娘 至于身边这个麻烦精 还是带着一起走 要不然让他自己回去 半路上被人弄死了 他家小姑娘的三十万两找谁要 荣狼爵还不知道 他家皇叔允许他跟着 纯粹因为他欠玉里三十万两 债主没有还清债务之前 还不能出事 因为早就准备了马车 所以他们下了船后 没有进城 而是继续赶路 玉里被塞到马车里 荣怀说 骑马太辛苦了 你在马车里好好休息 我还是想要骑马 玉里还想要争取一下 荣怀关上马车门 乖 里面已经准备一些 闲书和茶点 骑马真的太辛苦了 而且太阳这么大 他舍不得他吃这个苦 玉里看着关上的门 翻白眼 这家伙居然有点大男子主意 荣狼爵骑着马 走到荣怀身边 笑着问 书 他是不是陆北纸以前的夫人 他在燕州时就得到消息 楚王再回楚地的途中 同行的 还有以前的永城侯夫人 他知道 永城侯夫人有清城之姿 所以猜测 自己那救命恩人戴的 也是人皮面具 荣怀淡淡说 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是燕王 不是市井上那些妇人 荣狼爵被气到 他好奇 一下就是市井妇人了 说 你看上他了 要娶为妻 他可是一个成过轻的妇人 第五十章 因为你嘴贱 荣怀听了后 淡淡扫了荣狼爵一眼 我终于知道 为何有人想要弄死你 荣狼爵愣了瞬间 傻傻问了一句 为什么 因为你嘴巴太贱了 我现在都想要收拾你 说完后 他一鞭子 瞅在荣狼爵的马背上 马吃痛 嘶叫一声 不断朝着前面狂奔 空气中 传来荣狼爵 啊啊啊的尖叫声 说 你好狠 等到声音停下来后 荣怀终于觉得 耳根子清静了 玉璃听到荣狼爵的话 笑着探出头 看向荣怀 其实你折说的对 我一个成过轻的小妇人 配不上堂堂楚王殿下 你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他看了过去 对上他爷爷的眼神 对我而言就是最大的幸福 你虽然成过轻 可他们连娶你的资格都没有 他是如此美好的一个人 那些凡夫俗子 没资格和他一起 玉璃被他的话逗笑了 他趴在窗子上 笑着 看向骑在马车旁边的男人 你这么会说甜言蜜语 让我不得不怀疑 你以前有很多女人 这都是对着他们练出来的 荣怀挑眉 以前不会 有些事遇到你后就开窍了 有些话 只有对着你才说得出来 玉璃突然有点怀疑 这个男人的童子鸡身份 是不是真的 他都被撩得脸红了 他算是明白 无意间的撩人 才最要命 荣怀说 不要去怀疑 有些是天地可见 我对着你 也没有必要说谎 他肯定又在乱想 甚至想要给自己扣帽子 玉璃等人正在往楚地而去 汝阳王高飞 则带着军队和黑鸭山的土匪 展开了第一场交锋 因为黑鸭山的土匪 占据了好位置 所以 汝阳王的军队死伤惨重 向来战无不胜的汝阳王 居然败在一群土匪手上 自己还受伤了 大夫刚刚帮他处理好身上的伤口 他躺在床上 看向站在一旁的副将 拿不到黑鸭山的地形图 我们没办法继续进攻 王爷 从来没有人拿得到黑鸭山的地形图 副将也一脸为难 我们这一次 损失了一百多人 对方一个都没死 那些石块从上面开始滚下来 他们的人都是 被石块砸死的 王爷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我们完全处于劣势 想要拿下黑鸭山的可能性为零 突然 敲门声传来 副将去开门后 发现是自己身边的心腹 他沉声问 发生什么事了 这样急匆匆 心腹士兵拿出一封信 将军 有人送了一封信来 说要交给王爷 已经检查过了 没读 副将这才拿起来 交给汝阳王 他打开一看 上面只有几个字 黑鸭山地形图 看完后 他再打开另外一张纸 上面也不知道 用什么笔 清楚画着黑鸭山的地形图 哪里有机关 哪里有小路 哪里有陷阱 全都标得清清楚楚 就连哪里可以偷偷爬上去 都写清楚了 汝阳王和副将对视一眼 副将问 王爷 可信吗 汝阳王沉默片刻 信 若他这一次失败了 皇帝肯定会想办法夺自己的兵权 所以 这一次 他不能让黑鸭山的土匪继续嚣张 副将看了杂伤的王爷 您还受伤 死不了 汝阳王忍着痛站起来 去找几十个武功好的人来 他让人先去前面看一看 军队随后就来 这样内外进攻 事半功倍 黑鸭山的土匪 也没想到 有人会画出详细的地形图 他们以为汝阳王失败了 暂时不会再来 殊不知 汝阳王拿到地形图后 马上就安排人进攻了 有了地形图 汝阳王又擅长领兵 黑鸭山的土匪损失惨重 最后 土匪头子带着人从密道离开了 进入山林后 再没有人可以找到他们 盘踞十多年的黑鸭山 就这样被人一窝端了 汝阳王站在山顶上吹着冷风 他很想知道 是谁画的地形图 为何要送给自己 虽然满心疑惑 可现在受益的人是自己 黑鸭山土匪 被一窝端的消息 传到玉利尔中时 他们在镇子的客栈停下来 他听着戎怀娓娓道来 唇角微微勾起 地形图是他画的 那一封信 也是他提前留给当地一个学子的 算准备了皇帝 看到那些首饰后 会让人来剿匪 他想了好久 最后把视线落在汝阳王高飞身上 觉得是他来的可能性比较大 就给了一百两那个学子 让他到时候 一定要在汝阳王输了后 把这一封信交给他 他本想着薅汝阳王的羊毛 可想想自己拿走了 高玉清那么多嫁妆 这一张地形图 就当是回馈吧 荣怀挑眉 高飞有黑鸭山的地形图 要不然 高飞不可能这么顺利拿下黑鸭山 不知道是谁这么厉害 居然能把地形图画出来 荣怀说完后 看向玉利 阿里 你说会是谁呢 这实力不错 我想要找到这个人 然后把人挖到尹卫来 玉利浅笑 我也好奇 我也想要挖人 如果你知道是谁 一定要告诉我 我们看看 谁才能把人挖过来 看着他淡定自若的样子 他浅笑点点头 好 到时候看看 谁更厉害一点 荣狼爵听着两人说话 总觉得他们气氛有点奇怪 若是我没有记错 那一群土匪 可是盘踞在黑鸭山十多年 就这样被汝阳王拿下了 本王怎么就那么不相信呢 高飞的确有能力 要不然 兵权早就保不住了 可他就算厉害 也不可能拿下黑鸭山那一群土匪 不是实力不允许 而是地形不允许 普天之下 找不到几个 能把黑鸭山地形图画出来的人 高飞去哪里找来的能人 他真的有很多疑问 我也想要把人弄来 你们都是长辈 就不要和我抢了 荣狼爵心里暗暗想着 这样的人 若是去画上阳关的地图出来 给胡人 他会玩玩的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人找出来 然后困在自己身边 站在一旁的绝影小声说 王爷 这难道不是个平本事吗 玉璃点点头 不是你若你有理 第五十一章 荣狼爵落荒而逃 荣狼爵突然怀疑自己 跟着一起到处地 是不是错误的决定 这一路上 真的太惨了 你以后要和我书成庆 是我的婶婶 就不能让让我 他看着玉璃 满心期望 可以听到让自己开心的答案 他很清楚 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人 自己是争不过黄叔的 他发现 黄叔就听玉璃的话 所以 想要让黄叔答应 只要搞定玉璃就可以了 玉璃笑了笑 我还没有和你叔叔成亲 就算真的成亲了 我也不会让着他 都是个平本事 荣狼爵傻眼了 你 你成亲了 还要和我叔叔抢 抢什么 你的不就是我叔叔的 玉璃把手中把玩的杯子 砸了过去 荣狼爵瞬间接住 我没说错呀 妻子的东西 难道不属于丈夫的 就连妻子这个人 都是丈夫的 放屁 玉璃忍不住 看着荣狼爵一字一句说 女人的东西 是属于女人自己的 从来就没有哪一条 律法表明 女人的东西 是属于男人的 他这个人 更不可能属于某一个人 他就是他 有自己的思想和灵魂 是一个活生生的 独立的人 日后我和你叔叔成亲 他的东西 愿意给我就是我的 不愿意 给我就是他自己的 而我的东西也一样 不属于你叔叔 荣狼爵被玉璃 这一番话震惊了 他张了张嘴许久 才知之无无说 难怪你能做出修夫的事 普天之下 有几个女人敢修夫 男前就两个修夫的女子 一个成了楚王府的大管家 一个成了未来的楚王妃 泽泽 都是皇叔家杠上了 玉璃提醒一句 我立的是女户 我可以招上门女婿 还有一句没有说出口 我不嫁给你皇叔也可以 我娶 可在场之人都心照不宣 荣怀看向身边的人 笑了笑 你若娶 我就带着楚王府出嫁 荣狼爵觉得 今天的这一场对话 冲击力真的太大了 不是他疯了 就是皇叔疯了 他站起来说 我累了 先回去休息了 要不然疯的人肯定是他 玉璃的想法真的太大胆了 居然敢娶一个王爷 玉璃看着荣狼爵的背影 笑着说 小子 我突然觉得 你应该会爱上一个寡妇 或者一个合理的女人 人生 有时候真的很有趣 你越排斥什么 就越有可能遇上什么 这家伙如此排斥他的思想 日后很有可能会喜欢一个思想 和他相似的人 如果真的是这样 到时候可就好玩了 荣狼爵转身笑着说 恩人放心 一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我喜欢温柔善良的黄花大闺女 玉璃看向荣怀 你侄儿在说我 还是嘲笑你呢 荣狼爵心里咯噔一声 赶紧跑了出去 天啊 这个女人太坏了 居然把皇叔拉出来 会要人命的 荣怀说 傻子 我若要收拾他 他插翅难飞 绝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以前老阎王还在时 荣狼爵经常到来养小猪 经常顽皮 被主子收拾得这么惨还不怕 荣怀看向绝影 让人准备明天的东西 把人知走后 房间里就剩下两个人 他缓缓看向玉璃 画地行徒的人 坏了我的计划 玉璃笑了笑 这并不是坏事啊 不 我心情很糟糕 我已经让人组 建标局了 现在土匪都没了 我还要标局干什么 他看着玉璃 一副很无奈的样子 你说背后的人 到底是谁呢 怎么就要坏了我的事呢 玉璃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啊 虽然是自己坏了他的事 可心虚这玩意 不可能出现 因为 黑鸭山的事情 还没完呢 想到自己的安排 他笑了笑 我们先看看 也许事情 会有转机呢 我不相信 荣英的运气这么好 荣怀点点头 只能等等看 一日一早 他们开始启程 距离处地还有几天时间 玉璃突然好奇 那一群人里到底少了谁 来阳玉府 穿着一袭轻衣的白威 正认真翻看 昨天的账本 怀西坐在一旁 吃着点心 他看向白威 白威 小姐还要多久 才到 我都很想她了 抵达来阳后 那个伪装城小姐的影位 就不见了 他们听从小姐的吩咐 在来阳城 买了一座三进院子 还把一切事都安排好 又在来阳城 开了一家酒楼 这段时间收益还不错 现在就等着小姐回来了 白威看了她一眼 但她说 应该快了 所以我们 要在小姐回来之前 把那个叛徒找出来 这一路走来 在路上 折了三个姑娘 只有十个跟着他们 一起抵达来阳 她开了酒楼后 那些姑娘 也去后厨帮忙 她还给对方开了工钱 可昨天 却有客人吃了酒楼的东西中毒 她怀疑 是那十个人里 其中一个 怀西想到 今天有人跑到酒楼闹腾 若非日影 带着人来得及时 还把事情查清楚了 酒楼肯定会被影响 要是我把人逮出来了 我一定要扒了她的皮 白威听了后 笑了笑 这几年里小姐一直很用 心叫他们做生意 可怀西除了厨艺不错外 看账本就会头疼 所以 厨房的事 都是交给怀西管 这次问题出在厨房 她现在很生气 凶凶的样子 让她看了 都忍不住笑了 难怪小姐以前 喜欢逗弄生气的怀西 小姐 早就提醒我们 不要过分相信那些女子 你却不相信 吃一欠长一智吧 小姐写信时 也说了要盯着那些人 能不能用 还尚未可知 当初带着他们一起走 只是看在同为女人的份上 至于是不是真的全都用 还需要后期考验一下 未曾想还不到来阳 就死了三个 现在又有藏在暗处 怀西小声说 要是小姐回来后 发现我没有管理好厨房 她会不会不要我碰厨房的一切 想到这里 她小脸都快皱成一团了 白威看到她纠结的样子 忍不住提醒一句 你去找蒋秋雅 怀西看向白威 你觉得 蒋秋雅这个人可信 一路走来 她发现 蒋秋雅和白威一样 都是很聪明的人 知道白威的厉害 所以她不敢随意 去相信这个女人 自己不是白威的对手 也不敢去招惹 和白威相似的人 第52章 试探 白威笑着 看向怂怂的怀西 她朝着怀西招招手 怀西赶紧凑上前 白威在她耳边 小声说了几句话 怀西双眼都亮了 真的可以 白威点点头 真的可以 她笑着拍拍怀西的肩膀 去吧 我相信你可以的 怀西听了后 连连点头 好 我现在就去找蒋秋雅 白威看着怀西离开的背影 笑了笑 她想起小姐后来 让影卫送到自己手上的那封信 眼里闪过一抹利色 藏好了 要不然被我揪出来 我要你生不如死 她放下手中的杖本揉揉额头 然后走到窗子前 感受着晚风吹来的清冷 她父亲 是被人活活打死的 从那以后 她就不是一个善良的人了 父亲死后是 主子给了她安稳的生活 护她周全 所以 谁敢算计主子 伤害主子 就是她白威的仇人 他们买的三间院子 占地面积很大 有很多独立的院子 一个独立的院子 有一间正房 和三间厢房 还有一个丫鬟居住的后照院 白威把蒋秋雅等人 安排在二斤院北院居住 她直接分了两个院子给他们 两个姑娘住一间房 蒋秋雅刚刚沐浴完 和她一起住的丘兰已经睡下了 她一边擦干自己的头发 一边想起这段时间发生的事 她看了一眼 睡在不远处的丘兰 笑了笑 他们被土肥炉 走之前出身都不错 若是以前 绝对不会和别人同住一间房 可是自从被土肥炉走后 他们的人生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被囚禁在山洞那样困难的日子 都咬着牙熬过来了 现在能两个人居住在一个房间里 已经是很幸福了 而且 房子不小 放了两张床后 还能放柜子 屏风后 还有一张桌子 几把椅子 住得好 吃得也好 这样的生活 是在山洞里 从来不敢想象的 她在心里告诉自己 拥有如今的一切都是恩赐 所以不能嫌弃 不能多想 再想想白威和怀西 两个人住在一个院子里 有属于自己的房间 只要自己也努力干活 指不定也能拥有自己的房间 想到这里 她忍不住笑了起来 有人在外面敲门 她以为是隔壁房间 睡不着的人 打开门一看 发现是怀西 她小声问 怀西姐姐 怎么还不睡 怀西 朝屋子里看了看 发现秋兰 已经睡下了 她指了指外面 小声说 找你说说话 好 我先去穿上一件外衣 说完后 她走到屋子里 拿起一件外衣穿上 然后关上门 和怀西走出院子 现在已经天黑了 两人手上 都拎着灯笼 一直走到花园的亭子里 怀西才说 就在这里 坐着说说话吧 坐下来后 怀西开门见山说 秋雅 今天发生的事 你也看到了 那酒楼 是我们 耐以生存的根本 我想听听你的说法 白薇姐姐说了 一定要稳重 不能让人看出 自己的担忧和不安 秋雅看着怀西 缓缓道 怀西姐姐 我知道 凶手出在我们十个人里 我也不会为自己辩解什么 你问我的看法 我只能说 我暂时还不清楚 毫无证据的事 不敢乱说 怀西眨眨眼 笑着说 暂时不清楚 毫无证据 也就是说 你已经有怀疑的人了 她觉得自己 这一刻很聪明了 真的能在秋雅的话里 找到漏洞 秋雅看到怀西这个样子 忍不住笑了起来 一起生活了那么长时间 她已经摸清 怀西姐姐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没有人指点 怀西姐姐 不会想到来找自己 她点点头 的确有怀疑的人 你赶紧说说 怀西道 我保证不和别人乱说 一切都看证据定罪 秋雅沉默片刻这才说 这件事 还要从土匪窝里说起 我们十几个人里 秋雪是最早 被抓到山上的人 听说她已经 怀过好几个孩子 有些生下来后 就死了 除了她外 其余人的名字 都是后来白威娶的 以秋为姓 也算是 和过去的一个分割 按理说 遇到这样的事 身体肯定很差 可秋雪的身体 却是我们当中最好的 完全不像 小产几次和生过孩子的人 她每一次被拖出去 回来时 都表现出很累 很疲惫 可是我无意中发现 秋雪的身上 并没有痕迹 事情 已经过去一段时间 她现在已经可以 淡然 说起这些事 虽然心里 依然血淋淋 这些都不能被人发现 她要坚强起来 好好活着 要让那些人看看 就算遭遇到不好的事 也有权利活在这个世上 那些可是土匪 我们这些女人 只是她们泄愤的工具 从来就不会温柔相待 每一次过后 全身都是亲子一片 所以 你一直怀疑秋雪 怀惜挑眉 若是这样 这个秋雪 的确值得怀疑 秋雅恩了一声 没错 我就是怀疑她 她叹息一声 她平日里 表现得很温柔 也很照顾大家 所以大家都愿意相信她 也因为这样 自己不敢把这个怀疑 告诉任何人 怀惜点点头 除了她外 还有谁值得怀疑 秋雅摇摇头 在我看来没有了 我只怀疑秋雪一个 怀惜恩了一声 然后送秋雅 回他们的院子里 秋雅官上门想要休息 又有人来敲门 打开门后 秋雪和秋白两个人 挤了进来 秋白好奇问 秋雅姐姐 刚刚怀惜姐姐 找你出去干什么 秋雅示意他们坐下来 这才说 怀惜姐姐问我有没有看到 谁在饭菜里 动手脚了 她今天来找我说话 明天估计也会找你们 你们还是想一想 到底是谁这样丧尽天良 要害的酒楼关门 秋雅皱眉 一脸不安 我们遇到这样 可怕的是 若是回家 等来的不是毒酒一杯 就是白铃三尺 她看着两人 这里是我唯一的落脚点 小姐越好 我们以后也会越好 秋雪点点头 秋雅说得对 我们都要想一想 白天发生的事 如果被我知道 是谁这样陷害酒楼 我一定抽她一顿 太过分了 原脸憨厚可爱的秋白 也点点头 还要打死她 她呲牙咧嘴说 小姐对我们恩仲如山 这个坏人 却要害小姐 太坏了 不得好死 第53章 下场都一样 秋雅看到秋白这个样子 忍不住笑了起来 她伸手去掐了一下 秋白圆滚滚的脸 你肯定又去找你淮西姐姐了 你偷吃 他们被救出来时都很瘦 也是这段时间 喝药调理身体 加上淮西姐姐 也会做好吃的东西给他们 慢慢就恢复了 秋白打开秋雅的手 秋雅妹妹 我们在说叛徒的事 秋雅浅笑 白尾姐姐 他们肯定会查清楚的 只要我们没有做这样的事 那就问心无愧 秋雪姐 你劝劝秋白 再生气 今天晚上就睡不着了 秋雪笑着揉揉秋白的脑袋 好了别生气了 我们要相信白尾姐姐 她一定会把人查出来的 说完后 拉着秋白站起来 眼儿 我们就不打扰你休息了 两人离开后 秋雅关上门 转身时 眼里带着担忧 秋白太信任秋雪了 如果事情真的如自己猜想 秋白会有危险 她敏唇 第二天就想要去找白尾姐姐 说这件事 没想到早上起来时 就听说秋白和秋竹 被白尾姐姐带出门了 要好几天才回来 想到这里 她忍不住笑了 秋兰走过来 好奇问 眼儿 你在笑什么 秋雅摇摇头 就是想到白尾姐姐带秋白出去 她能帮什么 去吃饭吧 秋兰拉着秋雅出门 昨天酒楼出事了 今天应该没有那么多客人了 不管如何 我们都要早点去 把地方打扫干净 把菜洗干净 短短时间 她们从食指不沾洋春水的大小姐 变成会洗菜 会打扫卫生的人了 她们还学习切菜 白尾姐姐说 不用她们长时间做这些 小姐回来后 就会安排好 可她还是很认真去学习 只有自己有活下去的能力 才能去考虑未来 而且 小姐对她们有救命之恩 她们应该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 去回报小姐 一辆马车里 坐着三个姑娘 秋白上了马车后 就好奇问 白尾姐姐 我们要去哪里 白尾看向秋白 笑着说 我们去接小姐回来 她要带秋白出来 不让她和秋雪一起 可又不能只带一个 就把秋竹也带上 这样就不会引起怀疑了 秋白和秋竹双眼都亮了 秋竹问 白尾姐姐 小姐回来后 我们是不是就 不用去酒楼帮忙了 她意识到 自己说错话了 赶紧解释 我不是想要偷懒 只是我做事有点慢 跟不上大家的速度 经常会拖慢大家工作 我可以在府里做别的事 白尾看了一眼 忐忑不安的姑娘 她笑了笑 你怎么不早说 没事 等小姐回来后 就会重新安排你们的活 秋竹低下头去 小声说 我怕你们觉得我做不好 要赶我走 我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他们这些人 都是被家族抛弃的人 想要活下来 真的太难了 白尾倒了一杯茶给秋竹 喝吧 别想太多 以后有什么事可以直接说 你如果不说 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秋竹笑着点点头 好 我以后一定会说 白尾走了一天时间 就遇到了小姐他们的马车 此时的玉里 已经拿下人品面具 恢复自己的样子了 她有点意外 白尾会带着人出来接自己 他们一行人 找了一处茶社停下来 白尾和玉里坐在一块 她把一路的事情 都告诉小姐了 小姐 一切都如你所想 你还没有回来 所以我们不敢打草惊蛇 玉里说 没事 我回去再处理 知道是谁 想要处理起来 就方便多了 我们没有证据 白尾皱眉 她做得很干净 我让日银找人帮忙了 还是找不到半点蛛丝马迹 她本想找到证据后 在小姐回来之前 把人处理干净 现在看来 她高估自己了 玉里说 只要是这个人 就有办法让她承认 或者说 不需要对方承认 下场都一样的 以后就让秋白和秋竹 留在我身边 怀西看着酒楼 你负责府中大小事 顺便带带着秋白和秋竹 白尾点点头 好 容怀看了一眼 正在说话的主仆两人 心里暗暗想着 再走一天就到莱阳了 阿里不想成亲 自己以后想要见阿里 只能去玉府找人 晚上也不能想要见就能见了 突然有点 后悔走得太快了 容狼爵走到黄叔身边 笑着说 黄叔 你的眼珠子 都快沾到玉姑娘身上了 没想到腹黑狠毒的黄叔 还有这么柔情的一面 那眼神黏黏糊糊的 看着就让人起鸡皮疙瘩 容怀转身 看向容狼爵 呵呵一笑 你这双眼睛 若不想要了 我就成全你 从小就被自己揍 这小子却学不乖 经常做死来 挑战自己 找机会把人绑起来 吊他两天两夜 容狼爵捂住自己的眼睛 连连退后几步 确定安全了 这才从手指缝里看出去 他想要知道 黄叔是不是暴怒了 一看 发现黄叔 已经不理自己了 也不知道那花花肠子 又在想什么 总觉得他不安好心 突然坏心眼的希望 玉姑娘 不要这么快就答应 和黄叔成亲 能拖上一两年最好 容怀突然说 阿爵 你也应该成亲了 容狼爵心里咯噔一声 松开手 看向黄叔 这家伙不是在想事情吗 怎么就提起 自己的婚事了 接着又听到黄叔说 蔡家姑娘不错 出身书香门第 据闻性情温和 从小跟着管家理事 会是你的贤内助 容狼爵像 是见鬼一样往后退 黄叔 我还小 不想成亲 王府内务 有我奶娘管理 还有管家 暂时也不需要贤内助 看着如此抗拒的侦儿 容怀温和一笑 你父王叮嘱我 一定要为你挑一位好王妃 你的婚事 掌握在我手上 你若是不听话 那就是不笑 呵呵 容狼爵在心里冷笑 黄叔肯定是觉得自己碍眼 多话说 所以才想着 给找自己的麻烦 他说 黄叔 我已经有心上人了 所以不会娶蔡家的姑娘 至于心上人在哪里 他也不知道 能忽悠多久 就忽悠多久 第五十四章 内涵玉璃 容怀 只是看了他一眼 然后翻身上马 让玉璃有话到马车里说 要在天黑之前 赶到的落脚点 玉璃让白威 和自己做一辆马车 秋白和秋竹 做一辆马车 马车上 白威忍不住问 小姐 那位公子 真的是燕王 传说中 十五岁就夺回权力 然后大杀四方 把胡人打到 屁滚尿流的燕王殿下 玉璃恩了一声 不像 不像 瞧着很憨 被楚王责骂都不敢吭声 谁能想得到 在楚王身边乖巧的男子 是燕王 那个传闻中 杀伐果断的男子 像吗 一点也不像 所以他才会怀疑 玉璃浅笑 不要看表面 有些人看着很无辜 很憨厚 实则隐藏得最深 白威点点头 我预示只看表面 以后要多想想 玉璃 你一向聪明 只是我们以前 在侯府里经历太少了 你以后 可是我的大管家 要多看少说 多想 圆主很看重白威 所以愿意手把手叫白威 白威也愿意 跟着学习 如今的白威家里 家外都是一把手 就连不少富贵家庭里 教导出来的女子 都不一定有白威这么能干 若是有男子 只看重能力 不重视门第 白威就算嫁去 做一个宗妇 都绰绰有余 而怀惜厨艺天赋很好 这一点 就连从小跟着父亲 学习厨艺的白威 都比不上 也就圆主自己一颗心 铺在路北纸那个狗男人身上 要不然带着这两个丫鬟自立门户 可以把小日子过得很美好 有了银子 想要找多好看的男子 找不到 居然把目光盯死在一个人渣身上 玉琳每一次想起 都觉得脑壳痛 幸好两人没有夫妻之时 要不然事情 可不会这么容易解决 圆主的师父 曾教导圆主自立自强 他一手出神入化的医术 完全可以给他 带来很多金钱 过上很好的生活 还会被人捧着 可他却不再行医 还拼命为渣男赚钱 养大了人家的胃口和野心 到了最后没利用价值了 人家就想要一脚 把他踢了 想到这些 他起了警惕心 白薇 永远不要像我以前一样 把自己的幸福 都堵在一个男人身上 你要自己掌握钱财 要理智冷静 永远不要为了男人 把自己放在卑微的位置 这可是自己未来的大管家 他很怕白薇 像圆主一样 最后成了恋爱闹 这样他去哪里 找一个大管家回来 白薇看了小姐一眼 这一刻 他觉得眼前的小姐很陌生 以前小姐提起鹿北纸时 眼里满是亮光 现在很嫌弃了 甚至羞了对方 如果不是自己 一直跟在小姐身边 他都怀疑 这个小姐是假的 小姐放心吧 白薇不会让自己 变得那么狼狈 玉里听了后 挑眉看了一眼白薇 我觉得你在说我 圆主就把自己弄得很狼狈 最后他来了 圆主的过往 就成了他的过往 那些恋爱脑做出来的黑历史 也就是他的黑历史 这丫头在内涵自己 可自己没有证据 白薇笑了起来 小姐以前只是一时犯错 现在知错就改 玉里靠在马车上 心里叹息一声 看吧 就连一个丫鬟都知道 你犯错了 你自己却不知道 果然 恋爱脑最可怕 就像毒药一样会 蚕食一个理智 聪明的女子 最后让她变得面目全非 不甘惨死 小姐 你是不是要和楚王殿下成亲 白薇小心翼说 我发现你看出王爷的眼神 和王爷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 怎么说呢 就觉得两人对事实眼神有点黏糊 玉里点点头 是 我以后很大可能会嫁到楚王府 说曲夫的事 也只是逗一下容王爵 容怀是要做大事的人 不能让人拿这些来攻击他 其实奴婢觉得 王爷比陆北纸好多了 王爷看你的眼神很温柔 好像你以前看陆北纸的样子 你说那是爱 那王爷肯定也很爱你 她以前劝小姐 不要把心思都放在陆北纸身上 可小姐永远都会维护陆北纸 最后 她什么都不敢说了 担心说多了会被小姐赶走 玉里点点头 她长得很好看 身份地位都很高 对我也很好 陆北纸连给容怀提鞋的资格都没 容怀就骑着马跟在马车旁边 正好听到这句话 她忍不住勾起唇角笑了起来 没想到 在阿里的心里自己的评价如此高 她以后要对阿里更好 好到她不但看上自己这张脸 还看上自己对她的好 她现在不想澄清 那她就不逼她 不急 她有的是时间温水煮青蛙 他们在青线落脚 住进了容怀的别院里 吃了饭后 容怀问玉里 明天午时就回到来阳了 你要在来阳待一段时间 还是要回安阳县 安阳县距离来阳有几百里 快马加鞭两天时间才能到 她回到来阳后需要处理公务 不能跟着她一起回安阳县 玉里说会在来阳住几天 不把那个人揪出来 自己不放心带着那么多人回安阳 更不敢带着这些人回村 根据原主的记忆 她三岁时父母就不在了 爷爷奶奶和伯伯 他们都嫌弃她 不愿意养她 村子里的人见她可怜 所以东家养一天 西家养一天 她是吃百家 饭长到七岁 穿的衣服也是村子里的婶子大娘 改了一下自家不要的破旧衣服 后来遇到了师父 被师父收徒 她才吃上一顿真正的饱饭 原主自己能赚钱后 也给了一些银子 拜托陆北纸送回村子里 给礼正 让她建学堂 给孩子们念书 她会每年送银子回来 也只有原主才会觉得 陆北纸真的做了这件事 她敢说 村子里的人都没收到任何银子 甚至觉得 她就是一个白眼狼 一走多年 也不回去看看 连口信都没 我把事情处理好了 就回安阳县 容怀笑了笑 那我可以每天 去找你一起吃饭吗 玉莉把完男人 修长白皙的手 笑着点点头 当然可以 就算我回来安阳县 你有时间 也可以去看我 长时间不见面 感情有可能会变淡了 这是自己前世今生 唯一一个 想要睡了的男人 怎么可能 让这个他溜出 自己的手掌心呢 第55章 荣怀挖坑等路 北纸跳 你要回老家建房子吗 荣怀想起 他千里迢迢回来 应该是 想要回到出生长大的地方 玉莉恩了一生 要建房子 还要看看 有什么可以做 我是村子里的人养大的 离开几年 现在想要回去看看 做些什么 改善他们的生活 直接给银子 不 不 他不会直接给银子 不是舍不得 而是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鱼 只要让他们自己有谋生 变好的能力 日子 才能过得更长久 荣怀让人去查过玉莉 自然知道 他从小到大的事 也知道 村子里现在有一些 关于他的不好的传言 他说 你多年不回去 他们也许会对你产生 怒意和埋怨 玉莉敏纯 我早就猜到了 我嫁给陆北纸 第一年就拿出一千两 让他找人送到村子里 给李正 用来修缮宗祠 建学堂 把村子的路修好 往后的每一年 都会让陆北纸 送银子回来 现在想想 那些银子 都进了陆北纸的口袋里 他咬牙 便宜的家伙了 早知道直接把人废了 废了第三条腿 还不解气 就应该把另外两条腿都断了 这样就和高玉清很般配了 该死的渣男 给自己留下这么一个麻烦 荣怀说 需要我帮你弄死陆北纸吗 他看着他 一脸期待 他是真的很乐意待牢 玉莉看了他一眼 笑了笑 想什么呢 他伸出手推了一下男人的脑袋 都跟你说了死是最好的解脱 可我凭什么让他解脱呢 他凑到男人耳边小声说 让他们相爱相杀 多好 说完后 他在他脸颊上亲了一下 荣怀的脸 脖子 耳朵瞬间红了 就像一个熟透的瞎子 让玉莉 想要直接拨开一口吃了 他看向荣怀 笑着说 你怎么那么纯情呢 荣怀直接把人揪到自己大腿坐着 双手捧住他的脸 然后找准他的唇 亲了下去 玉莉一开始有点愣了 反应过来后 伸出手抱住荣怀的脖子 回应他 他发现 荣怀比自己更不会亲吻 只能一点一点带着他 彼此纠缠在一起 他也是第一次和人亲吻 在信息发达的时代 就算自己没有亲身上阵也见过 所以 比荣怀这个憨子有经验 不能睡 还不能轻轻 让玉莉想不到的是 这个男人学习的能力很强 很快就反过来 带着他一点一点沉沦 许久后 两人才放开 只是他们的双眼都迷离 就这样看着对方 玉莉靠在他肩膀上 滴滴一笑 堂堂楚王 就连亲吻都要我带着 你 你怎么那么坏 想到一开始 他带着自己那种感觉 他就忍不住问 你也这样亲了路北纸 突然觉得心里酸酸的 更想杀了路北纸 玉莉伸出手 挑起荣怀的下巴 笑着问 你吃错了 他凑在他脖子嗅了嗅 哎呦 还真是一股酸味 荣怀用力抱着他 可他动来动去 让他身体产生了异痒 气得咬牙 阿里 别闹 我承认吃错了 我甚至想要弄死路北纸 他娶了你却不懂得珍惜你 让你吃了四年的苦 玉莉笑了 放心吧 我没有亲他 他也没有亲我 我们做了四年有名无识的夫妻 清清白白 小手都没有牵过 双手捧着簇筋的脸 巴唧地亲了一下 开心吗 荣怀笑了 玉莉看傻了 荣怀一笑 百花皆逊色 看到他这个样子 荣怀更乐了 忍不住笑了起来 阿里 本王就那么好看 玉莉点点头 是很好看 所以你要保护好这张脸 如果这张脸坏了 未尽之言是什么 让他自己猜 他就是如此肤浅之人 荣怀亲了一下他的唇 这才笑着点点头 放心吧 除了你 谁都不能毁了我这张脸 说完后 他伸出手轻抚女子娇美的脸 其实阿里也很好看 比所有的女子都好看 两人对视一眼 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然后紧紧相拥 位高权重 没办法给他的 玉莉都给他了 抱着他的这种安心 觉得人生圆满的感觉 只在他身上拥有 两人就这样抱了一会儿 他就回自己的房间了 玉莉也沐浴休息了 荣怀看着绝影 沉声问 查出了吗 白围开的酒楼出事后 日影马上就传信给绝影了 也开始着手查这件事 绝影点点头 需要告诉玉姑娘吗 先不要告诉她 她更希望凭自己的能力 去处理这件事 她想了想说 你问一问日影 想不想到阿里身边 以后尊阿里为主 日后 她就是楚王府的女主人了 绝影明白 主子最后一句话 是告诉日影玉莉姑娘 以后一定会成为王府的女主人 现在给她一个选择 结果如何看她如何选 日影肯定愿意 她私下 和属下写信说 等到您和玉姑娘 澄清有小郡主后 她要混到小郡主身边当护卫 荣怀笑了笑 若是她能好好保护未来王妃 本王就允了她这个想法 小郡主吗 她也希望和阿里 有自己的小郡主 和小柿子 让人想办法 给陆北纸 制造一个继续立功的机会 阿里想要收拾这个家伙 想要看着这个家伙 狼狈落魄 生不如死 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人推得高高的 名利全是全都有了 然后再狠狠把它砸下去 这样折磨她的心智 才是最要命的 人一旦站在高处 尝试了权力的滋味 就不会想着放手 她现在要做的 就是让陆北纸 对真正的权力上瘾 她把玩着随身携带的匕首 笑着说 永城侯的皮囊长得不错 告诉陆世云 好好利用一下 咱们的皇帝陛下 昏速不济 最容易下手了 绝影不敢置信地张了张嘴 主子 您的意思是 话还没有说完 就对上主子 那双冰冷的毛子 什么温润如玉都是假的 现在冷冰冰的样子 才是主子真实的性情 绝影这个躺过 尸山血海的人 对上这样一双毛子 一句话都不敢说了 容怀扫了她一眼 绝影 有些事 心照不宣就可以了 说出来可就没意思了 脏了本王袋 第五十六章 容怀唯一的亲人 绝影回了房间后 马上给陆世云写信 写着写着 觉得陆世云能看懂 自己这么隐晦的心吗 他要不要写得直白一点 最后还是揉碎后重新 再写了一封信 他都把主子 要陆世云做的事 全都明明白白写出来 得 希望陆世云看到时候 不会生气吧 虽然主子的手段 有点阴损了 可他觉得很爽 若是他在京城 一定会亲自去做这件事 早就看狗皇帝不顺眼了 写完后 他让尹卫快马加鞭 送到京城去 一日一早 玉璃和容怀一起 吃了早饭就启程 走到别院外 容怀对白威说 你去和他们坐一辆马车 我和你家小姐一起 白威闻言 看向自家小姐 玉璃点点头 去吧 白威这才俯身退下 两人坐在马车上 玉璃老神在在看着男子 笑着问 说吧 想要干什么 下了船后 这个家伙一直都骑马 今天怎么就想到 钻进马车来 容怀浅笑 午时就要回到莱阳 想单独和你待久一点 他真的只是这样想 玉璃伸出手 点了一下男人的脑袋 憨子 回到莱阳 也能经常见面 容怀伸出手握住玉璃的手 他把人带到怀中来 紧紧抱着他 我回去这几天会很忙 阿力 我很想让你 搬到王府来 可名不正言不顺 我不想让人 对你说三道四 他可以不在意 任何闲言碎语 却不能让心爱的姑娘 去面对这些 玉璃回报这个男人 叹息一声 你晚上偷偷过来 容怀双眼都亮了 我和你注意起吗 想得美 玉璃笑了起来 看到他错愕 失望的样子 忍不住凑上前 亲了一下他的下巴 这才说 你晚上忙完了 就过来 我亲自下厨 做好吃的东西给你 吃完后 我们说说话 然后各回个家 两人都是没妈的孩子 所以无法各找个妈 容怀听了后 想了想 这才妥协地点点头 好吧 就按照阿力说的去做 他还是想要经常能看到他 想到自己昨天 就让人传信 回去给陆时音 按照他的办事能力 明天应该处理好了 到时候 给阿力一个意外惊喜 另外一辆马车上 秋竹一直都很沉默 秋白见状 忍不住问 秋竹 你怎么了 秋竹回过神来 看向白威 白威姐姐 和小姐一起的那位公子 是楚王殿下 昨天看到小姐时 就想要询问了 其实第一次见识 他就觉得 跟在小姐身边的公子很眼熟 可他 不敢往楚王身上想 这一次在楚弟看到他后 那些久违的记忆 也浮现眼前 白威点点头 对啊 那就是楚王 他看着秋竹问 你认识楚王 秋竹犹豫瞬间 不知道应该要不要说出来 白威也不追着问 而是靠在一旁等着 没多久就听到耳边传来秋竹的声音 我的母亲叫秋明湘 是静安秋家掌房庶女 后来嫁到荣城罗家为掌席 生我十难产 我一岁时父亲迎娶新妇 后娘面田辛苦 背地里心狠手辣 我这一次落在土匪手里 就有我后娘的手笔 秋白小声说 你后娘太坏了 白威只是安静 听秋竹往下说 我外祖父虽然出生大族 却不是好女色之人 她一生只有两个女人 我母亲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 都是嫡母所生 母亲是姨娘所生 因为家里简单 所以姨母和舅舅 都对母亲很好 有什么好东西 都会想着母亲 母亲十二岁开始 秋家掌房接连出世 先是姨娘病死 紧跟着大哥身亡 然后是嫡母外出遇到土匪 同藏之人全都死了 外祖父连尸独子和爱妻 就连唯一的妾也没了 本就不好的身体瞬间病了 不到半年就死了 最后 家里就剩下姨母和我母亲 守校三年 姨母十七十进宫了 她让我母亲等她 她一定会想办法往上爬 未曾想 她前脚离开 估计还不到京城 我母亲就被二房的叔叔 和婶婶做主 嫁到荣城给我父亲 她看着白威 缓缓道 我前些年才知道 我的姨母 就是民族的皇贵妃 白威愣了瞬间 如此说来 楚王是你的表哥 秋主点点头 按照血缘来说 是这样 秋白震惊了 楚王是你表哥 他如果知道了 应该回 带你回去吧 秋主摇摇头 他只是和我有血缘关系的表哥 我们不熟悉 我也不会离开小姐 我想要跟在小姐身边 做小姐身边的丫鬟 说到这里 他靠在一旁笑了起来 说起来 你们也不会相信 我虽然出身大家族 可我从未过上一天好日子 我五岁就被送去庄子上 然后学会了洗衣做饭 一直到去年 我父亲 想要让我进宫参加选秀 所以才把 我从庄子带回来 让人叫我念书 写字 还有琴棋书画 他们想要让家里也出现一个 如我姨母一样厉害的人 可惜的是 我那后娘不是很想我有出头之日 所以我在进京时 被土匪卢走了 被人玷污了 还怀了孩子 从生下来 她就没有过上一天幸福的生活 遇到小姐后 我才感觉到自己活着 她看向白薇 我今天把这些告诉白薇姐姐 只是不想让姐姐和小姐 从别人口里知道这件事 我把这些都坦白了 希望你们不会赶我走 小姐救了我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所以 她想要一辈子 跟在小姐身边 白薇听了后 沉默片刻 我会把这件事告诉小姐 这件事不能瞒着小姐 秋竹的去留 也需要小姐和楚王殿下商议 才能决定 秋竹如释重负地笑了笑 有劳白薇姐姐了 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里的对话 前面的马车里的两人 听得清清楚楚 玉璃靠在荣淮怀中 用手戳一戳她的下巴 你早就知道 秋竹是你的表妹 这家伙 让人去查了十几个人的身份背景 肯定知道这十三人里 有一个是自己的表妹 荣淮喊了一声 知道 那你还如此淡定 她算是你唯一的亲人了 玉璃不解 你就不想和她相认吗 第57章 孩子夭折了 当年母妃进宫后 收到一封来自静安的信 是小姨写来的 信中小姨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要和母妃断绝关系 还把她姨娘的死 算在我外祖母身上 荣淮轻抚玉璃的脸颊 说到这里时 叹息一声 母妃猜想 应该是静安秋家二房的人 在背后挑拨离间 可她当时一个女子 在后宫艰难求生 身后没有一个人相助 什么都做不了 等到母妃在后宫站稳脚跟后 终于可以找到人 帮自己送信去给小姨 这才得知 小姨难缠死了 说到这里 她眼里闪过一抹利色 他们说 小姨的孩子 活到一岁多就夭折了 玉璃震惊了 所以你们以前一直以为 孩子真的死了 荣淮点点头 母妃派去的人 真的在荣城打听了 得到的消息 都是孩子夭折了 我们都没有想到 他们把孩子送去庄子时 会对外宣布 孩子夭折了 我前段时间 让人去荣城查 才知道秋竹 一直以庶女的身份 回罗家 我怀疑罗家当年就知道 母妃在宫中开始受宠了 知道早晚会找到荣城 就对外宣称 表妹夭折了 他们担心表妹还活着 有母妃撑腰 罗家主母 不得不对表妹好一点 那个女人的手段很多 也不会允许表妹 这个嫡长女 挡她孩子的路 所以 为了断了表妹的未来 宁愿不和母妃攀关系 想到这里 她冷笑 罗家 我是这一次细查 这些人的身份 才发现 秋竹就是小姨的孩子 玉璃小声说 那你更应该和表妹相认啊 荣怀说 她是一个小姑娘 我是一个男子 她不适合跟着我 会惹来非议 而且 她也不想和我相认 至于表妹 是怎么样认出自己 她就不得而知了 你让她跟在你身边 平时就多照看一点 若是她遇到有喜欢的人 我们就为她 置办一份嫁妆 然后风风光光 让她出嫁 遇到任何事 也能帮她撑腰 自己就这么一个表妹 没想过 在银钱上有半分亏待 我会悄悄为她 先知办一些店铺 庄子 良田 宅子 若是她要澄清 这些都是嫁妆 若是不澄清 这些就给她以后养老 她现在跟在阿里身边 吃穿不愁 所以这些东西 不用让她知道这么快 玉璃点点头 好吧 随你 荣怀叹息一声 最重要的是 她不想和我相认 我怀疑 她现在恨死 所有人的男人了 被土匪玷污 然后怀了土匪的孩子 最后小产 她现在能好好活着 已经不容易了 自己何必去打扰 她现在的生活呢 接到王府 让她吃穿不愁 这是她需要的吗 若是她和我 提起你的事 我需要把你置办 这些产业的事情 告诉她吗 玉璃眨眨眼 不要玩什么 做好事不留名的蠢事 你既然做了 就要让她知道 相认不相认 是另外一回事 她知不知道 你为她的打算 是另外一回事 荣怀道 那你就说吧 其实 我们成亲后 她可以用以表小姐的身份 住进楚王府 不过她觉得 秋竹不会这样做 总觉得 那是一个倔强的姑娘 我是没问题的 玉璃浅笑 反正你也不会被人抢走 她就是觉得 这个男人不会被人抢走 是永远都属于自己 一个人的 荣怀文言滴滴一笑 随后 亲了亲玉璃的额头 是的 没有人可以把我从你手上抢走 这是自己亲自挑选的王妃 认定是她 那就是一辈子 比玉姑时间快了半个时辰 进入来阳城 所以他们决定 先到酒楼 用了午饭才回去 玉璃本以为荣怀 吃了午饭 就和自己分道扬镳 我也曾想这个家伙 居然要亲自送自己 到玉府 美其名曰 认认家门 这是她的家 需要她认什么门 这个时间 除了青阳外 府中的人都去了 酒楼帮忙 玉璃走进去后 发现家里 被收拾得很干净 风格 也是自己喜欢的 忍不住笑着 对白薇说 这房子挑得好 这是日影带 我来买的 我就想着这位置好 距离街道也不远 外出很方便 从这里走路到酒楼 只需要一刻钟 并不是很远 而酒楼 处于来阳 最热闹的街中心 荣怀跟着玉璃 去看了她的房间 发现这里 被白薇和淮西 布置得很雅致 甚至还准备了一些新衣服 就连荣怀 玉璃看向荣怀 看过我的住所了 现在放心了吧 可以回你的王府了吗 荣怀盯着她 看了一会 所以 你是赶我走 玉璃认真的点点头 你才发现吗 荣怀委屈了 她挥挥手 让白薇他们都出去 本王想要和你们 家小姐 商议一些重要的事 白薇在心里 暗暗想着 信你就有鬼 还商议是 明明就是想要 和小姐说悄悄话 然后又不想 他们听到 白薇还是很有眼色 带着秋竹 和秋白下去了 玉璃 笑着看向眼前的人 老是命令我的人 荣怀走到她身边 直接把人带到怀中 两人四目相对 她笑着说 那你命令我 不管你命令什么 我都会听 玉璃笑了 你怎么那么会说话啊 我都被你哄到了 荣怀看着她 认真说 我不骗你 你真的可以命令我 她是认真的 只要玉璃有要求 就算要这天下 她都会给她弄来 玉璃看出她的认真 也感受到她的真心 应该说她 从来没有隐藏 对自己的喜欢 宠爱和在乎 她的爱来得那么猛 那么炽热 那么专注 她这个只想要 缠她身体的渣女 都会被她拿下了 也想要交心了 我不会命令你 若是有事 我会和你商议 她叹息一声 这个男人给了自己 足够的尊重 那自己也会尊重她 好与坏 都是相互的 荣怀文言 忍不住笑了起来 一开始是温柔的笑 笑着笑着 就变成爽朗大笑起来 好姑娘 她紧紧抱着她 我没有看错人 第58章 死气 荣怀离开后 玉璃在家休息了一会儿 然后就在白威的 带领下去了酒楼 这个时候已经不是饭点 所以只有 三几桌的人还在用膳 怀西看到玉璃时 双眼都亮了 笑着跑了过来 小姐 小姐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乌乌白威 居然没有提前告诉自己 她是去接小姐了 太坏了 玉璃看着眼前这个 委屈到要哭的姑娘 笑着说 我才回来一会儿 念着你了 就来看看 小姐 你真的想我了 怀西看着小姐 一脸不敢相信 那怀疑的小眼神 就像在说 小姐 你继续说吧 看我信不信你 玉璃被她的样子都笑了 好了 不逗你了 我听白威说 你把酒楼管理得很好 没想到 我们怀西 还有做大掌柜的能力 怀西笑了起来 身体挺直 一副 我很厉害的样子 让玉璃和白威他们 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小姐 我带你到处看看 怀西迫不及待 想要和小姐说 她和白威改造后的酒楼 白威含笑说 小姐 这里就交给我吧 你要是不跟着去 怀西可能就哭了 秋竹和秋白 去了后厨帮忙 白威在大厅里看店 玉璃跟着怀西 把酒楼都看了一遍 酒楼很大 一共有三层楼 一楼是大厅 放了几十张桌子 二楼是雅间 三楼是客房 怀西说 中午和晚上用膳时间最多人 有时候整个大堂全 都坐满了 雅间也满人 小姐 蓝阳完全不比京城差 回来蓝阳 真的是最正确的决定 若是留在京城 还要看着 陆北指那个 狗东西城亲生子 这对小姐来说 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现在这样多好啊 小姐回了自己的老家 以后可以开始新生活 她会帮小姐 赚很多很多银子 让小姐过得 比任何人都要幸福 最重要的是 小姐不要露北指那样的狗东西后 就遇上了楚王 这样的好男人 事实证明 小姐值得更好的 玉璃点点头 一开始她真的只是 遵从原主的内心 想要回到她的老家 可现在她却发现 这条路走得对 进入楚地的管辖范围 她就能感觉到 这里和外面不一样 荣怀 把楚地管理得很好 在楚地可以看到 一种蓬勃生长的生机 在酒楼转悠了一圈后 玉璃就带着秋白和秋竹 去了莱阳最大的牙形 家里需要护卫 需要押换婆子 牙形的东家 得知玉璃要买人 赶紧把所有人都找了过来 这是莱阳最大的牙形 所以有很多被等待 被挑选的奴籍人 先进来的是 几十个年轻的小姑娘 她们分成几排 站在玉璃跟前 都用忐忑的目光 小心翼翼看向玉璃 她们害怕自己 被人买走 又害怕自己 没被人挑中 她们都是一群 无法掌控自己未来的人 玉璃看向一旁的 牙形东家问 都是死气 牙形的东家点点头 这些姑娘 都不是楚地人 是从外面带回来的 都是被亲人 卖给我们的 全都是死气 玉璃点点头 不是楚地的 还是死气 这很好 不是她无情无义 一定要找死气的人 大环境如此 也不要说什么 人人平等 只会觉得可笑 她一个人 没有改变世界的能力 前世生活的世界 喊着人人平等 又真的平等了吗 前世那样的环境 是经过一代又一代改变 很多人为此 付出生命和血泪 才换来的 她玉璃自问 没有改变世界的能力 她挑选这些人 若他们日后 能对自己忠心 她就能保证这些人 就算牵了死气 也能过得比很多人要好 她让这些人 都把手伸出来 秋白他们才发现 这些姑娘里有些手 虽然粗糙 却洗得很干净 有些指甲 还带着泥 玉璃看了看他们的手 再看看他们的脸 从中挑选了二十个 自己看得顺眼的姑娘 然后又挑选了十个婆子 二十个家丁 里面有长得不错的 有长得潦草的 玉璃只看演员挑选人 婆子和姑娘 是十两银子一个 家丁是十五两 玉璃爽快地给了银子 然后让牙行帮着 把人送到府中 回到府中 玉璃把那些家丁都交给青阳 日后她就负责训练 这些家丁 然后她又询问了 这些丫鬟婆子 都会做些什么 按照他们的擅长地 去分配工作 玉璃发现 其中一个长得黑瘦的姑娘 力气很大 她直接把人留在身边 不少人都满脸羡慕地 看着黑鸭 黑鸭也想不到 自己有这样的造化 她小心翼翼 看了一眼前方站的 优雅的小姐 心里暗暗想着 如果小姐是好人 一定要好好保护小姐 有两个婆子 以前做过厨娘 因为主家犯错 所以他们被卖了 玉璃把两个婆子 和另外几个三个丫鬟 放到厨房去 把两个婆子 放去负责洗衣 几个丫鬟婆子 负责抚中花园 还有一个婆子 负责守候院脚门 又挑选了几个 负责自己院子的打扫 把人全都安排下去后 玉璃就让青阳 去外面采买一些肉 和青菜回来 玉璃答应 要等容怀 一起来用膳 所以大厨房晚上 只需要准备抚中丫鬟婆子 和家丁的饭菜 她的院子以前 就有自己的小厨房 所以到时间后 她亲自下厨 熬了祭司粥 炒了几个小菜 这些菜都放了天泉水 可以改善她 和容怀的身体 她想着明天 再去大厨房看看 在他们用的水里 放一些天泉水 也好改善一下 他们的身体 容怀离开时 说了有时过来 到了时间后 果然看到她出现了 而且 她是从隔壁过来的 玉璃得之后 冲着她翻了一个大白眼 这是搬家了 容怀浅笑 在几个丫鬟的视线下 走到玉璃身边 牵着她的手 走进屋子 我想要陪着你用早膳 午膳和晚膳 住在王府不方便 所以搬过来和你做邻居 到时候 就在侧边开一扇门 我就可以天天来看你了 玉璃呵呵一笑 你喜欢就好 自己还能怎么样 拒绝吗 若是拒绝开侧门 这个家伙 绝对会翻墙进来 她武功这么高 自己府中的这些人 压根奈何不了她 既然这样 不如大大方方 让她开一扇门 容怀看着桌子上的几个菜 还有碗里香喷喷的粥 眼里闪过一色 下次让厨娘 做就好了 我只是想和你一起用膳 可我舍不得你天天下厨 太累了 所以还是让厨娘做吧 要不然找厨娘干什么 她心里想着 要送几个厨娘来玉府才行 第59章 站不起来 玉璃浅笑 我有空的时候就做 没空就让厨娘做 或者你让厨娘做好 我去陪你吃 都要开一个侧门了 在谁家吃都是一样的 只要两家的人嘴巴严一点 外面的人都不会发现 容怀点点头 也行 她喝了一口粥 发现有一股清香味 这是在外面吃不到的 白薇和淮西的祭司粥 和瘦肉粥 都是你教他们煮的 这味道 真的很像 圆主的师傅 是一个喜欢美食 美酒和好茶的人 师傅在教导圆主 那几年时间 为了不委屈自己的嘴巴 就弄了一些食谱 回来给圆主 圆主天生聪明 学什么都很快 真的就让她 学了一手好厨艺 还有泡茶和酿酒 这些都是圆主擅长的 白薇和淮西 就是她指点的 可惜了 这么聪明的姑娘 最后却因为一个渣男丧命了 是啊 她笑了笑 以前师傅最贪吃 她自己不会做 然后弄来很多食谱给我 让我自己去学习 脑海中不断闪过 圆主和师傅在一起的那些年 师傅在学医上 对圆主严格到近乎变态 可在生活上很照顾圆主 当亲生女儿一样养育 圆主遇到鹿北纸时 其实不缺钱 因为师傅留下不少金银珠宝给她 只是她没有拿走 而是埋葬在师傅以前山上住着的老屋前 这些东西 圆主从来未曾和任何人说起 现在回想过去种种 她怀疑 这是圆主留给自己的退路 当时不愿意离开鹿北纸 只是想要再坚持一下 想要用那可笑的做牛做马的那几年 换渣男一丝怜悯 我会酿酒 会泡茶 这些都是师傅一点一点教的 拥有了圆主的记忆后 想到师傅这个人 他心里是思念 是悲伤的 在我眼里 师傅就如我的父亲一样 若他还活着 我当初肯定不会看上鹿北纸 不会脑子抽了一心 想要和他成亲 荣淮听到鹿北纸这个名字时 心里依然涌起怒意 只是他控制得很好 家菜送到玉璃嘴边 看着他吃下后 这才笑着说 以后有我呢 过段时间 我陪着你一起回去看看师傅 好让师傅知道 你和我一起了 玉璃文言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就如此迫不及待 想要和我回去见家长 我可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村子里不少长辈对我都很好 你就不怕他们为难你 圆主临死之前 心里想念的是 那些曾经温暖了他人生的人 他这一次回去 若他们初心不变 他会带着他们一起变得更好 这应该也是圆主想要看到的 容怀滴滴一笑 那我就努力一点 他们总会认可我的 他不是鹿北纸 当年就这样 把人家村子里养大的姑娘带走了 他吃完粥后 看了一眼对面作者的小姑娘 心里有点狐疑 按照这段时间和阿里的相处 他觉得 阿里不应该会做出 就这样跟着鹿北纸离开的事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若是 若是你处于鹿北纸当年的位置 你身受重伤 若是得不到救治就会丧命 有人可以救你 却要你娶她 你会如何选择 容怀想了想说 若我没有喜欢之人 没有婚约 我有可能会选择娶那姑娘 可我不会让自己落得 如鹿北纸这样的下场 你选择性命的同时 就选择了救命的姑娘 娶回家了 就算做不到爱 也要善待 尊重 这是一个男人应该拥有的责任 要不然 你可以选择不要命 她看着玉璃认真说 这是一场买卖 任何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 承担应该有的责任 玉璃浅笑 是的 她也觉得 鹿北纸和原主的婚事 就是一桩交易 是婚事和生命的交易 可原主从未抢求鹿北纸 嫁给鹿北纸后 也一直做好贤内助 她没有违反契约精神 可鹿北纸违反了 甚至要了原主的命 荣怀说 我不会让自己走到那一步 也不会有人 能强迫我做任何事 没有遇到你时 我更大的 可能会选择死 娶一个不爱之人 可能性微乎其微 玉璃看了她一眼 她眼里的认真 是如此的明显 她叹息一声 荣怀 你日后若受伤了 哪怕剩下一口气 都要回来找我 只要我在 阎王都拿不走你的性命 荣怀笑了 笑得舒心 愉悦 荣怀吃完饭后 和玉璃说了一会话 然后就去忙自己的事了 有时末 白薇和淮西他们一群人 终于从酒楼回来了 白薇直接把他们 都带到大厅去 玉璃在这里等着他们 秋雅他们已经知道 小姐回来了 一个两个脸上 都带着笑意 玉璃和他们说了一会儿话 就把他们的工作分配下来 因为白薇要管着 家里所有的事 还要准备新的生意 所以以后 都不能跟在身边侍候 玉璃把秋雅留在了身边 加上秋竹和秋白身边 就有三个人了 秋梅负责厨房采买 和管理厨房 秋菊负责针线房 秋兰负责管理前后花园 和几个丫鬟婆子 秋烟跟在白薇身边 听她吩咐 秋桂和秋叶 跟在玉璃身边 做一个二等丫鬟 她看向唯一一个 没有分配工作的秋雪 笑着走到她身边 她可以感觉到 秋雪全身紧绷 她笑着想要拍拍秋雪的肩膀 她一脸警惕 直接朝玉璃出手 玉璃笑了 还真是沉不住气 两人突然打了起来 这一幕 让大家都震惊了 特别是秋雪居然这么厉害 秋白不敢置信 看着身边的秋竹 她 她会武功 话音落下 只见秋雪被玉璃一脚踢了出去 狠狠砸在墙壁上 再摔了下来 她想要起来 却发现自己被脊骨好像断了 压根站不起来 那女人力气居然这么大 黑压已经扑上去 按住秋雪 她像狼仔子一样 盯着这个企图伤害小姐的人 玉璃缓缓走到秋雪跟前 蹲下来和她对视 没想到我一回来 就对你出手吧 秋雪的确没想到 这个女人一回来 就对自己出手 你什么时候发现我的 玉璃笑了 我给你们把麦食 只要整麦 我就清楚你们所有人的身体 你再如何伪装 都无法掩盖习武之人的气息 你脸上装得楚楚可怜 可你得麦相不会骗人 沉稳有力 身体棒棒 这样的人 不可能是在土匪手里讨生活的人 第六十章 你负责杀 她负责埋 秋雪没想到 自己居然是败在麦相上 她呵呵笑了 笑着笑着眼里闪过绿色 她咬牙问 所以你故意留着我 就是要我为你除掉 这十几个人里不安分的人 玉璃浅笑 对啊 你猜对了 我就是想要你亲自 帮我挑选出可信的人 死去的那三个姑娘 都是身份有益的人 甚至有些是知道秋雪身份的人 你第一次在土匪窝里 就知道楚王的身份了 你知道自己跑不了 所以将计就计 继续隐藏身份 混在秋雅他们当中 你伪装受害者 可有人怀疑 你的身份 同时你也知道 那些人不安生 就先下手为强 这一路走来 你弄死了两个人 你心里怨恨 我和楚王把土匪窝端了 让你从一个女当家 变成一个丫鬟 而秋雅他们 也从当初的打击里走出来 开始了新生活 你心里怨恨 所以想要让我的生意做不下去 路上死去的三个姑娘 有一个是日盈解决的 秋雅等人都被玉璃 说出来的话震惊了 他们万万没想到 身边居然藏着一个女土匪 秋雅只以为她心肠歹毒 从未想过她 居然和当初囚禁他们 玷污他们的土匪有关 你为何要藏在我们当中 秋雅看向秋雪咬牙问 看到我们狼狈 痛苦的样子 是不是觉得很好玩 秋雪哈哈笑了起来 我就是想要看到 你们这些千金小姐 像一条狗一样 趴在我跟前痛哭 我想要看到你们知道 自己怀了孽障时 那痛苦的样子 这些都是我曾经经历的 可怎么能只有我一个人经历呢 所以 我向那些土匪投诚 顺便在背后出谋划策 让你们一个两个都被玷污了 说着说着 她笑到眼泪都出来了 看着你们像一个贱人一样 尾身在那些土匪身下 我觉得真解气啊 千金小姐又如何 还不是被男人玩弄 院子里九个秋姑娘 听了后都愤怒了 一个两个都冲上来 对秋雪全打脚踢 玉璃说 打吧 打死了 自然有人埋了 几个人把所有的恨意 都发泄在秋雪身上 全打脚踢 甚至拿棍子来 院子里传来秋雪的惨叫声 黑鸭听了后皱眉 直接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 堵住秋雪的嘴 就这样 她要承受无尽的痛苦 嘴巴也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 黑鸭也不知道多久没洗鞋子了 又脏又臭 秋雪直接晕死过去 黑鸭健壮进小厨房 端了一盆水出来 直接泼在秋雪身上 秋雪只能从昏迷中醒来 要继续清醒地承受这种痛苦 最后 秋雪是被九个秋 加上黑鸭在一旁辅助 活活打死的 打完后 她们几个姑娘坐在地上抱膝 或者抱着身边的人哭了起来 声音悲气 让白薇和淮西听了 都觉得心酸 这一刻 她们不禁庆幸自己早早遇到小姐 没有遭遇任何不测 虽然是小姐的丫鬟 可她们吃得好 穿得好 还能读书识字 跟着做生意 这待遇比那些小福之家的女儿 还要幸福 再看看九个秋 一个两个都这么惨 淮西想要去拉她们起来 白薇却拉住了淮西 她看了一眼老神在在的小姐 小声说 让她们哭吧 把以前那些委屈全都哭出来 这些姑娘哭了许久才停下来 而秋雪的尸体 也被日影来带走了 离开之前还留下一句话 王妃 主子说了 你负责杀 她负责埋 她听到这句话时 都想要翻白眼了 明明就是她去埋的 玉璃被这句话弄得哭笑不得 隔天下厨做了一道菜 慰劳一下辛苦埋人的日影 至于说这句话的主子 只能吃厨娘做的菜 日影做死 想要端到主子跟前吃 被绝影拦住了 她担心日影一旦这样做了 下次轮到自己埋榻了 玉璃挑选了几个人男子 去店里做店小二 又挑选了两个婆子 和两个丫鬟 去后厨帮忙打下手 荣怀得知 玉璃的酒楼要招厨子 直接从王府 送了三个厨子过来 玉璃把人打包去了酒楼 交给怀西安排 怀西能做一手好菜 还有经营酒楼的能力 玉璃可以放心 把事情交给她去处理 青阳子每天很早就开始训练那些 负责守护府中安危的家丁 一切都井然有序 身边的事也被秋雅管理得很好 许是因为有同样的经历 所以九个秋都很团结 有事互相帮助 也不会出现任何争斗的事 玉璃对此喜闻乐见 她开始带着白威去四周转悠 在莱阳附近买了两个庄子 还有几百亩粮田 她只负责买下来 然后交给白威去管理 她忙着赚钱 京城汝阳王府却翻天了 汝阳王剿匪回来后 发现自己小王妃带着孩子跑了 整个人都摇摇欲坠 险些晕倒 她气得不轻 咬牙问王府的大管家 本王离开京城后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们一五一时告诉本王 大管家被王爷暴怒的样子吓到了 在想到自己 已经让人去找了好些天了 还是没找到王妃 她赶紧把王爷离开京城后 发生的一切都说出来 王妃在内院 老奴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您可以找王妃身边的丫鬟来询问 汝阳王询问下 得知自己离开京城后两天还好好的 一直到高玉清这个女儿回家 又拿走了银子后 王妃就失踪了 她气得双眼都红了 咬牙切齿 高玉清 你这个孽障 她看向管家 为何让郡主拿走那么多银子 郡主以死相逼 我们不敢阻拦 大管家也觉得心里苦啊 自从王妃失踪后 她就一直自责 王妃肚子里 怀着王府未来的小柿子 若真的在外面出事了 这可怎么办 为何不再第一时间通知本王 卫林儿那女人狡猾得很 一旦让她离开京城了 她就别想那么轻易 把人找回来了 她突然有点后悔 如此纵容欲清了 马上去永城侯府 找郡主回来 管家闻言点点头 打算亲自去一趟 汝阳王看着跪在地上的丫鬟 王妃失踪之前 可有和你们说什么 她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要交给本王 丫鬟闻言摇摇头 您离开京城后两天 王妃该吃就吃 该休息就休息 郡主回来后 她马上就离开了 不过王妃有时候 会和肚子里的世子爷 自言自语 说世子爷只是 她一个人的孩子 她小心翼翼看了一眼王爷 王妃说 这孩子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就算孩子没有爹 她也能把孩子养得很好很好 第61章 陆北纸是一个好蛋 永城侯府 高玉清淡淡看了一眼陆北纸 你前几天才拿走一千两 今天又来要银子 你是觉得 本郡主的银子 是天上掉下来的 真正生活在一起后 她突然觉得自己 这些年里心心念念要嫁给这个男人 其实就是一场笑话 这个男人无耻 卑鄙 还能忍 甚至为了从自己手上 多弄一点银子 不惜脱了衣服 来侍候自己这个侯妇人 看着她像狗一样卖力时 她突然有点羡慕玉璃了 这个女人就算陪上四年时间 可离开时 还是清清白白的 至少没有恶心自己 陆北纸皱眉 我想要重回朝堂 需要这几天 都找一些同僚吃饭喝酒了 郡主难道希望自己的丈夫 是一个待在家里混吃等死的废物 高玉清文言 认真想了想 还真不希望陆北纸 在家混吃等死 她会生好几个孩子 而陆北纸 需要为她的孩子 谋更好的未来 想到这里 她笑了笑 我父王已经回来了 我让她帮你在陛下 跟前美言几句 比你出去请人喝酒 吃饭要好得多 陆北纸想到汝阳王这一次 直接杀到黑鸭山上 把那些土匪都杀了 这是立下大功的事 若是汝阳王真的愿意 帮助自己这个女婿 那她重回朝堂 重掌权力指日可待 那你现在就回去找岳父 一定要帮我想办法回朝堂 她笑着上前 郡主 我的一切都会留给我们以后的孩子 所以我这个当爹的越厉害 孩子出生后越有面子 高玉清认可她这句话 为了自己 为了以后的孩子 她愿意帮陆北纸一次 那我回去找父王 高玉清甩开她的手 正想要让人抬自己出去 就看到身边的心腹丫鬟进来了 郡主 王爷让您回去 管家已经来接人了 高玉清笑了 父王一回来就要见我 想必是 想念我这个女儿了 丫鬟想到管家的表情 却觉得 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她敏唇 想要说什么 最后还是不敢在郡主这么开心时 说出让她不开心 甚至会发怒的话 她让四个婆子 小心翼翼抬起郡主 然后走出院子 他们离开时 看也不看陆北纸一眼 这让一直被莫如雅 和以前的玉璃捧着的男人 瞬间心里难受 不平衡 甚至生出怨恨 她是高玉清的丈夫 她怎么敢这样对待自己 经过一段时间修缮 侯府有不少院子已经修好了 母亲也搬到新院子去住 她想要去看看自己的母亲 才走进屋子 就闻到一股臭味 赶紧捂住鼻子退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么臭 负责照顾陆老夫人的婆子说 侯爷 老夫人拉了 拉了 所以 这是使的气味 想到这里 她转身就朝着外面 跑去 脑海中瞬间回想 当初和高玉清拜堂时发生的事 京城外面有人被地里 称她为臭屁新郎 每次听到这些话 都会觉得很难堪 她最后也没有去看母亲 而是怒气冲冲离开了 甚至有点 埋怨母亲帮不了自己也就算了 还给自己惹事 还不如以前的玉里 想到玉里 她就想起那些掉在床头的尸体 眼里阴郁一闪而过 该死的贱人 怎么就梦不死呢 陆老夫人听到外面有声音 赶紧看向为自己穿裤子的婆子 她支支吾吾 许久才说出一个字 谁 婆子听了后 笑了起来 刚刚侯爷 想要来看你 可是看到你拉了 她马上嫌弃地捂住鼻子离开了 老夫人 你看 这就是你生的儿子 多孝顺 婆子草草帮老夫人穿上裤子后 就这样居高临下 看着床上躺着 生不如死的老夫人 老奴还记得 玉里姑娘嫁给侯爷第一年 你摔断腿了 是玉里姑娘亲自为你医治 然后在这里照顾你 短短一个月时间 玉里小姐就瘦了一圈 那时候满京城 谁不羡慕永城侯老夫人 居然得了一个这么孝顺的儿媳妇 侯爷是宁生的 可他却从来不会照顾你 更不会关心你 听到这里 陆老夫人想起三年前发生的事 他不小心摔断腿 是玉里在床边照顾自己 端茶端水 把丫鬟的活都做了 那时候 他是如何想的 觉得玉里犯贱 有丫鬟都不用 还要自己出手 果然贱命一条 就算给了他这一场颇天富贵 他也没有享受的命 婆子看到他开始思考了 就知道 他想起玉里姑娘了 笑了起来 老奴也在侯府待了几十年 看着侯府自从老侯爷离开后就没落了 险些连发月银都发不出来 还是玉里姑娘来了后 侯府才一日比一日好 我们终于可以吃饱穿暖了 侯爷官徒顺遂 经常被陛下赏赐 其实外面的人 说玉里姑娘忘夫 一点也不错 我也觉得 玉里姑娘真的忘夫 只可惜 这样好的夫人 被你们赶走了 婆子凑到老夫人耳边小声说 我昨天外出时 听到一个消息 玉里姑娘入了楚王殿下的眼 听说他们 很快就要澄清了 她呵呵笑了起来 姑娘离开侯爷后 马上就找到 比侯爷好很多很多的楚王殿下 你们嫌弃玉里姑娘 殊不知王爷珍惜喜欢得很 陆老夫人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 她不断在嘴里说 不 不 不是 婆子也不想去思考 她这个不是什么意思了 以后玉里姑娘 就是楚地的王妃了 侯爷看到玉里姑娘 还要行礼 陆老夫人说不出来 却不断在脑海里呐喊 不是这样的 玉里那个贱人 何德何能被王爷看上 她就是一个贱人 一个客夫的贱人 婆子看到她这么激动 眼里还藏着恨意 咬牙 老太婆 都这样了 还要在心里咒骂玉里姑娘 她冷笑 你羡慕吗 那可是楚王殿下 是男前多少闺秀 想要嫁的郎君 事实证明 玉里姑娘这么好的姑娘 自然值得更好的人去呵护和宠爱 她咬牙 冷冷看着老夫人 陆北纸配不上玉里姑娘 她给王爷提鞋都不配 陆老夫人文言 双眼瞪大 一下子就吐出一口鲜血 第六十二章 挑拨 搜刮 婆子见状 赶紧上前查看一下 发现老夫人只是被气到吐血 没有别的问题了 她这才不慌不忙 帮着老夫人擦干净 弄到下巴的鲜血 老夫人 您真的不要这么激动 老奴也知道 玉里姑娘离开后侯府越发不好 可真的不能怪玉里姑娘 如果不是侯爷和墨姨娘搅合在一起 我们侯府 还是以前人人都羡慕的侯府 您也是人人都羡慕的老侯夫人 陆老夫人真的顺着婆子的话去想 紧跟着又听到婆子的话 玉里姑娘除了出身不好外 真的是无可挑剔 不少人都羡慕您呢 墨姨娘也只是墨家一个弃女而已 连玉里姑娘都比不上 陆老夫人觉得 婆子的话有点道理 玉里除了出身不好 其余都无可挑剔 最重要的是 玉里姑娘 还是侯爷的救命恩人 这人连自己的救命恩人都欺负 会遭报应的 可不就是遭报应了 看看现在侯府的情况 真是活该 老夫人越想 心里越难受 甚至恨死了一切的罪魁祸首莫如雅 她不会觉得 自己儿子有错 只觉得 儿子三妻四妾是正常 如果不是莫如雅要求正妻的身份 儿子也不会想着对玉里下手 那就不会有今天的一切 一切的一切 都是莫如雅的错 她好恨啊 若自己能恢复正常 一定要莫如雅好看 婆子看到她这个样子 双眼滴溜溜转 她叹息一声 我听说有一种神药 只要吃了 就可以让一个不良于行的人 慢慢恢复 老夫人双眼都亮了 看着婆子支支吾吾 婆子说 那神药要五万两一颗 老奴认识卖神药的人 却没有银子 老夫人咿咿呀呀 老夫人 您是要找什么 不一会儿 婆子才剪开老夫人 最喜欢穿的一件衣服 然后看到里面有七万两银票 婆子在心里冷笑 玉里姑娘说 这老太婆还藏着不少银子 果然如此 谁能想得到 老侯夫人 会把银票缝在自己的衣服上 她突然想起一件事 这件衣服从没有拿去洗 只说喜欢却舍不得穿 经常拿出来看看 现在想来 喜欢衣服是假的 喜欢衣服里的银票 才是真的 侯府以前的银子 都是玉里姑娘赚的 侯府的人冷漠无情 什么东西都不分给玉里姑娘 所以 这些银子 就让人送给玉里姑娘了 虽然她也很想把银子留下来 可想想 玉里姑娘对自己的救命之恩 还是算了 玉里姑娘带着白威她们在外面 又没有银子 真的是寸步难行 自己在侯府有吃有喝 还能是不是抠一点老夫人的首饰 去卖了换银子 就是郡主有点抠 进门那么久 才送来两次首饰过来 她也不敢多拿 只拿了一对耳坠子 换了三十两 婆子说 要去找人买神药 然后拿走了七万两 她走出侯府后 去了一处别院 看到一个穿着青衣 淡定坐在亭子里 喝茶的郡美公子 她把七万两全都拿了出来 小声说 公子 这是七万两 能不能拜托你送到姑娘和手上 前些天 这位公子找上自己 带来了玉礼姑娘 写给自己的信 信中玉礼姑娘说起了老夫人 藏着一些私房的消息 姑娘让她帮着老夫人 把银子藏起来 不要让莫如亚他们知道 要不然 银子就会被抢走 她想着 既然是姑娘赚的银子 凭什么要留给那老太婆 还不如物归原主 至于神药 哪里有什么神药 不过是自己骗银子的手段吧 陆世云问 哪里弄来的 她早就知道银子的来路了 也一直在等着这婆子 没想到她居然不魅下这些银子 有点出人意料 婆子这才把事情一五十一说出来 侯府的银子都是姑娘赚的 现在只是物归原主 陆世云点点头 让人把那些银票拿过来 然后她拿出一个瓷瓶交给婆子 这些药 可以让你们老夫人 恢复说话的能力 还能让她手脚灵活一点 文言婆子皱眉 公子 我就去城外找那些道士 弄一些香炉灰做的药丸就行了 这样的好东西 可不能便宜那老家伙 听到这些话 陆世云看了婆子一眼 倒是有什么样的主子 救出什么样的奴才 这婆子和绝影告诉自己的 那个精明的玉璃一样 算计得真好 拿去吧 你把那么多银子拿出来了 带回去的药丸 若没有任何作用 你估计活不了 想到陆北指 她痴笑一声 永成猴心狠手辣 不会放过你呢 婆子 这才点点头接下了 她跪在地上给陆世云磕头 公子 求您帮我给姑娘带一句话 胡四娘在这里等着姑娘回来 说完后她站起来就要离开 陆世云喊住了她 若是侯府的人问你 如何拿到这些药 你就说找沐云神医拿的 婆子愣住 沐云神医前些年突然出现在京城 然后治好了不少疑难杂症 然后名声大震 只是 她戴着一个云纹面具 神出鬼没 没有人可以找得到她 她的药 真的是千金难求 你说 你曾经帮过沐云神医 她欠你一个人情 所以才会把神药卖给老夫人 这个药 一颗五万两 看在你的份上 两颗药丸 我只要了七万两 婆子文言连连点头 她心里明白 这位公子是要帮自己 要不然 她拿走了那么多银子 又没有任何效果 肯定会被打死 如果药丸有效果 却说不出来处 也没有好下场 现在 公子为自己寻了一条活路 甚至有可能因为沐云神医的原因 她会在侯府站得更稳 她点点头 老奴明白 一直站在不远处 充当背景版的一个年轻男子 转身看向陆世云 阿云 你不是很不喜玉璃 为何还要帮助玉璃的人 陆世云看了男子一眼 玉璃又不是我选中的妻子 我喜欢她干什么 荣淮的未来王妃 她自己喜欢就足够了 她和荣淮从小一起长大 还共同经历数次生死 是那种可以交付生命的兄弟 同时 她也效忠于荣淮 站在属下的角度 她希望王爷 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姑娘 站在朋友的角度 她觉得 荣淮开心是最重要的 她的想法不重要 反正她也不会去害玉璃的 第六十三章 质问 闹翻 封尹笑了笑 王爷都二十五岁了 好不容易才遇到一个喜欢的姑娘 你可不要乱说话 尹卫 还想要看看未来的小竹子长 什么样子 日影他们几个 已经私下在琢磨 如何才能到未来王妃身边 然后等着小竹子出生 守护小竹子 若是王妃被你吓跑了 小竹子就没影了 估计绝影日影 他们会一起揍你 她看看陆世云这个温弱的样子 扛不住绝影几拳 陆世云撇撇嘴 我没这么无聊 又不是我的夫人 心里肯定会有点介意 玉璃曾经是别人的妻子 荣怀连姑娘的小手都没牵过 娶了一个曾经是别人妻子的女子 觉得有点委屈荣怀了 比起介意玉璃的过往 她更希望荣怀可以幸福 就目前看来 也许玉璃是 唯一一个 让荣怀感受到幸福和人间值得的姑娘 高玉清开开心心回到王府 却看到父亲坐在大厅里 四周一个侍候的人都没 婆子把自己放下来后 父王就让他们兜下去了 大厅就剩下自己和父王两个人 汝阳王看向高玉清 玉清 父王问你 从你出生到长大 父王何曾委屈你半分 高玉清摇摇头 除了几年前阻止我嫁给陆北纸外 父王一直都很疼爱我 只要我想的 您都会送到我跟前 那为父取了新父后 可曾让你受委屈了 王妃可曾陷害你 虐待你 高玉清已经明白 父王今天让自己回来 并不是想念自己 而是因为魏灵那个贱人离家出走 父王把账都算在自己头上了 他看着父王 若是父王不娶魏灵 那我就是父王唯一的女儿 父王虽然没有虐待我 可属于我的东西 却要分给魏灵 在父王心里 我不是最重要的 魏灵和你们未来的孩子 才是最重要的 汝阳王呵呵冷笑 你母妃死了21年 为了你 本王身边连通房和小妾都没有 本王就怕给了希望 他们会养大他们的野心 然后你会受委屈 想到过去 再听听高玉清现在的话 他突然觉得 自己以前做的事 就像一场笑话 你母妃死了21年 我才娶魏灵回家 我为她守了21年还不够 他盯着倔强的女儿 你是不是觉得 我应该为你母妃守一辈子 高玉清对自己母妃 没有任何印象 可不妨碍他觉得 父王就是属于母妃的 汝阳王府就应该是我和您 还有母妃的家 魏灵就是一个 来拆散我们家的贱人 汝阳王呵呵冷笑 到现在 你依然觉得自己没有错 灵儿说的一点也不错 自己真的太惯着这个女儿了 让她有点无法无天 而且自私自利 我高家就该断子绝孙吗 她冷冷看着高玉清 你明知道王妃怀着我的孩子 你还是回王府来闹腾 逼走了她 现在她和孩子都失踪了 你是不是觉得很开心 是 我觉得很开心 我恨不得她死在外面 听着父王嘴里一直提魏灵儿 她怒气冲冲 大声喊 我恨死那个贱人了 如果不是她出现在我们家 汝阳王府的一切都是属于我的 这本就是我的东西 我凭什么要分给别人 汝阳王哈哈笑了起来 高玉清啊 高玉清 你还真是蠢货 屋子瞬间寂静无声 父女两人就这样对峙 若是我没有儿子 你没有嫡亲的弟弟 汝阳王府的爵位就到头了 说完后 她咒骂一声 蠢货 本王从小就叫你 眼光要放长一点 不要拘泥在后院里 这是自己唯一的孩子 只要她在京城 每天都会抽出时间亲自教导 现在看来 自己的教导 一点用都没有 你这么会惹事 京城那些人 对你恨之入骨 却不敢报复你 建议你是汝阳王府的郡主 若是本王死了 汝阳王府不存在了 你这个没有人撑腰的郡主 就等着 被他们撕成粉碎吧 高玉清文言 脸色瞬间白了 她没想过这些 她只想到 魏灵儿抢走了属于自己的一切 所以她怨恨魏灵儿 父王 我 我 那你可以选择娶别的人 我就是不喜欢魏灵儿 想到去杀魏灵儿的人 她有点心虚 若是父王知道 魏灵儿的死和自己有关 会不会杀了自己 她已经不敢往下想了 汝阳王嗜笑一声 若是没有灵儿 你父王一辈子都不会再娶 她冷声说 你最好就祈祷 灵儿没事 要不然 本王会直接对外宣布 和你断绝妇女关系 那是她心爱的女人 和期待已久的孩子 如果他们真的出事 她大概也很难活下去了 以后我不找你 你不要回来了 王府不欢迎你 说完后 她就要让人 把这个不听话的女儿抬走 父王 我求你一件事 就这一件事 你若是帮我这件事 以后我不会主动回王府 给你们添乱 想到自己的计划 她眼眶都红了 你这一次剿匪立大功 陛下肯定会赏赐你 你能不能让陛下 允许陆北纸重回朝堂 汝阳王闻言 深深看了高玉清一眼 凭什么 就凭他是你外孙的父亲 我不希望孩子的父亲 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废物 汝阳王挑眉 你游喜了 高玉清羞涩的点点头 他经常和孔书成一起 有时候还会和陛北纸一起 他的身体也很正常 有孩子是早晚的事 现在只能先骗一骗父王 汝阳王笑了 笑容有点凉薄不带 半分温情 来人 请抚一 高玉清脸上的羞涩瞬间消失 他不敢相信父王会怀疑自己 父王 他大声尖叫 你怀疑我 汝阳王冷笑 本王不该怀疑吗 府衣很快就来了 高玉清不愿意诊脉 汝阳王沉声说 若是不愿意诊脉 现在就给我滚出去 高玉清咬牙 委屈看着自己父亲 眼里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了 父王 你为了魏灵这样折辱我 我恨死你 说完后 让人把自己抬走 他不敢留下来 一旦诊脉 就坐实自己说谎了 父王最恨别人骗他 他不知道的是 汝阳王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无奈叹息一声 他这个女儿 在汝阳王心里 再也没有地位了 第六十四章 你只是一条狗 汝阳王的心腹兼军师 承秀走了进来 他恭敬问 王爷 您会向陛下求情 让永成侯重回朝堂吗 王爷看向身形挺拔 高大俊美的承秀说 如果本王当年 让你娶郡主 你会娶吗 这才是自己看上的女婿 可惜高玉清闹腾得太过分了 自己也不好要求承秀 娶一个被人指指点点的妻子 承秀点点头 承秀的命 是王爷救回来的 从十岁开始 您就让我去上学堂 让人照顾我的生活 若非王爷 承秀早就死于非命了 汝阳王叹息一声 他就知道会是这样 所以当年才没办法做出 让承秀娶郁清的事 你是一个好孩子 可惜郁清 自己没有福气 错过了一个好狼 放心吧 本王不会为陆北纸求情 他说 王妃一个人在外 本王心里担忧 我会用这一次的军功 请求陛下允许我离开京城 找寻王妃 他已经是王爵了 王府也不缺金银珠宝 陛下赏无可赏 他提出这个要求 正中下怀 承秀点点头 需要承秀跟着去吗 不用 你就留下来 好好照看王府 他上前拍拍承秀的肩膀 顺便想想你的终身大事 不是小孩子了 应该成家了 这段时间 你自己留意一下 若有喜欢的 就等着本王回来 为你上门求去 承秀十岁时父母双亡 他的舅舅想要把他卖到宫中去 他冲出来 跪在自己马车前向自己求助 他把承秀带回来了 然后请夫子教他识字 再送他去学堂 承秀身上有举人的功名 只是不愿意继续参加科举 后来跟着汝阳王上了几次战场 一直充当军师出谋划策 汝阳王已经把承秀 当成自家侄子看待 也在外面为他置办了产业和屋设 他成亲后 若想要搬出去 也有一个家 荣英的确为汝阳王的赏赐而发愁 最重要是他的库房都被搬空了 现在是没有东西可以赏赐 就在此时 汝阳王说自己的王妃生气跑了 他想要离京去找王妃 希望陛下可以允许 荣英闻言 想也不想直接答应下来 你尽管去找 找到王妃就陪着他 安抚他 慢慢回京也可以 只要不用自己给银子 一切都好办 他上前拍拍汝阳王的肩膀说 爱卿啊 若是找到人后 女人不听话 你不如换一个 虽然汝阳王这一次剿匪 也没有在土匪窝里 找到自己消失的那些金银珠宝 可他至少把土匪窝都端了 这是皇祖父和父皇都没有做到的事 他还是很看重汝阳王的 汝阳王低下头去 没有说换也没有说不换 他家小王妃那么好 怎舍得换呢 他现在就怕小王妃 真的不要自己了 行了 今天晚上在宫中设宴 为你庆功 你明天再离京吗 汝阳王点点头 微臣谢陛下 荣英设宴邀请正二品以上的官员参加公宴 陆北纸这个一品 侯有资格参加公宴 他想到高玉清回到侯府后 摔摔打打的样子 就知道 指望不上汝阳王 他想要趁着今天晚上 看看有没有机会重回朝廷 而陆时云和封印 和盯上今天晚上的宴会 他们要完成王爷交代的事 就需要创造机会 让狗皇帝和陆北纸见面 未曾想还没有出手机会 就送上门了 为确保事情万无一失 所以今天封印亲自出手 人品面具和药都是陆时云准备的 他神不知鬼不觉 在荣英的寝殿里放了一些熏香 然后又在他喝的酒里下了药 等到宴会散去时 让人把陆北纸引到外面 中了药的皇帝 碰上落单的陆北纸时 不受控制的行动了 不知为何 这一刻看到陆北纸时 他想要把人带回宫殿去 他对身边的心腹 小声交代几句 然后就离开了 他等着人把陆北纸送来 陆北纸整个人也迷迷糊糊了 就这样被人带着走进了密道 然后送到皇帝的宫殿里 封印害怕 事情会超出自己控制范围 所以充当小太监站在宫殿外 听着里面传来各种声音 还闹腾到天亮 他才和一个守门的小太监对视一眼 然后离开 早上醒来 荣英才回过神 自己都干了什么 昨晚应该是喝多了 所以才会没有分寸的 把陆北纸带回来 他盯着还在沉睡的男子 想杀了他的念头 转瞬即逝 这么好用的人 留着吧 陆北纸从疼痛中醒来 就对上了陛下那一双深沉的毛子 他吓了一跳 赶紧起来跪在地上 也是这时 才发现自己没穿衣服 昨晚的事 不断浮现在脑海中 他脸瞬间白了 不断磕头求饶 荣英居高临下看着陆北纸 你说 朕该不该杀了你 求陛下饶命 求陛下饶命 这一刻 他多么后悔来参加公宴 这是要把自己的命都搭进去 荣英拿了一件披风 放在陆北纸身上 上前提起他的下巴 想要活命 那以后就得听话 要不然 朕就杀了你 陆北纸心里咯噔一声 赶紧点点头 微臣明白 微臣一定会听陛下的话 做陛下手中最锋利的刀 荣英笑了起来 他很满意陆北纸的回答 以后记住要随叫随到 朕最厌恶就是不听话的狗 狗 陆北纸脸色瞬间变了 他心里怨恨极了 却不敢反对 只能屈辱地点点头 微臣明白 一定会随叫随到 荣英这才满意地笑了起来 回去吧 只要你听话 朕不会亏待你 陆北纸也不知道 自己是如何回到侯府 他回去后 就让人准备了沐浴的水 在里面泡了很久很久 他突然觉得自己很脏 很恶心 他在浴桶旁边 开始呕吐起来 他不敢叫人换第二次水 担心侯府有皇帝的眼线 一旦传到陛下耳中 就是自己嫌弃他 他回侯府一个时辰后 圣旨到了 荣英让陆北纸 接管了禁卫军统领一职 禁卫军统领则是被他抄家了 罪名都是现成的 贪污 荣英早就想要动进卫军统领了 罪证已经搜集好久了 只是找不到合适的人 接管禁卫军 陆北纸就在此时 闯入了他的生活中 用别人 还不如用自家的狗 所以 陆北纸在宫里待了一个晚上 顺利得到他想要的 他接圣旨时 身后跪着的莫如雅 和高玉清都笑了 他们都为陆北纸 重回朝堂觉得开心 送走了宣旨的公公 陆北纸转身就对上高玉清那张毁容的脸 不满和恶心 瞬间涌上心头 他冷冷看着高玉清 心里的恨意藏都藏不住 第65章 夫妻翻脸 高玉清微微皱眉 在他越过自己身边时 伸出手抓住他的手 你刚刚那是什么眼神 想要杀了我 陆北纸冷冷看着他 松手 他的眼神阴冷 全身萦绕着一层绿色 恨不得现在就把高玉清杀了 再不松手 我就砍断你的手 高玉清闻言松开陆北纸的手笑了起来 陆北纸 我不但是汝阳王府的郡主 还是长公主的外孙女 你大可以动我一下试试 一直站在旁边的墨如雅开口说 郡主想多了 侯爷是一个宽厚温和的人 怎么会动郡主呢 说完后 他上前牵着陆北纸的手 小声说 北纸哥哥 你吓到郡主了 陆北纸反手牵住墨如雅的手 看着高玉清 高玉清 你既然嫁到侯府了 那就安分守己 若是被我发现你做对不起侯府的事 那我不介意给你一封修书 到时候 你可以看看 你父王还有长公主能不能护着你 他虽然恶心自己和陛下做了那样的事 可事情已经发生了 那他就要借此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他厌恶高玉清 不想看到这个贱人 以后也不会和他一起 高玉清看着两人牵着手离开 他不恼反笑了 陆北纸 你以为自己是谁 敢这样和本郡主说话 他就算成为禁卫军的统领又如何 靠着他那一点可笑的俸禄 压根不可能养活那么多人 他早晚还会回来找自己 陆北纸接到圣旨这一天 老夫人服用了两颗药完后终于能说话了 虽然不能站起来走动 可已经能坐着了 他迫不及待 叫儿子和莫如亚和高玉清来 当陆北纸看到自己母亲能说话时 也愣住了 娘 你吃了什么 居然耐坐起来 还能说话了 老夫人指了指一旁的胡四娘 是他帮我找木云神医 换了两颗药回来 我吃完后 就能说话和坐起来了 高玉清忙问 你认识木云神医 他眼神急切 脸上带着期待 他曾经听父王说 如果找到木云神医 自己就有可能站起来走路 可惜 不管父王如何找 也找不到木云神医的下落 一屋子的人都盯着胡四娘看 胡四娘点点头 我 我认识木云神医 因为我以前帮过神医一个忙 所以他让我有事就去找他 这还是第一次 被那么多主子盯着 他有点紧张害怕 自己会说错话 然后牵连到公子 高玉清问 那你能找到木云神医 来帮本郡主制双腿吗 我可以给银子 多少银子都可以 只要本郡主能站起来 我一定会好好感谢你 胡四娘小声说 我能找到神医 可他不一定愿意出手 而且找神医要很多银子 老夫人吃的药丸 要五万两一克 因为我和神医认识 所以 两颗药丸 他才收了七万两 他后来也去打听了一下 木云神医这个人 这才知道他的药丸 真的是千金难求 公子说吃了两颗药后 就可以说话 还能动一动手脚 可老夫人却能坐起来了 实在太生气了 高玉清说 我愿意给银子 你去帮我找一下神医 若他愿意出手 我就把你的卖身器还给你 再给你一千两 胡四娘犹豫片刻 那老奴去找一下神医 莫如亚担心高玉清的双腿 真的能治好 他看了一眼胡四娘 这才低下头去 故作一副娇弱的样子 心里却在暗戳戳想着 如何弄死胡四娘 陆北纸则是有点意外 自己侯府里 居然藏着一个认识神医的人 他坐在一旁沉声问 你既然认识神医 为何不早点说 老奴一开始不知道他是神医 也是前几天出去帮老夫人 买一些东西时 偶遇了神医 有人求他治病 被拒绝了 老奴担心老夫人 就询问神医 能不能治好老夫人 他转动自己的脑袋 不断想着 故事要如何编下去 神医这才说他有药丸 可很贵 说这些药丸 全都是用名贵罕见的药材 提炼出来的 陆北纸看了胡四娘一眼 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相信胡四娘的话 既然如此 那你就再去求一下神医 让他上门帮郡主和老夫人治病吧 说完后 他看向高玉清 郡主不缺银子 对吗 高玉清瞬间明白陆北纸的意思了 要他出银子 找神医帮老太婆治病 呵呵 他想得真美 那是不可能的事 他淡淡说 我只有十万两 母亲竟然能拿出七万两 来买两颗药 想必还有不少银子 再不计 就让墨姨娘拿银子出来 他这么孝顺 一定不会看着老夫人受苦的 说完后 他让人把自己抬走 实在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老夫人见状咬牙说 郡主 你虽然已经嫁给我了 可你还没有给我这个婆婆敬茶呢 你的名字 也还没有上族谱呢 高玉清嗤笑一声 你让我一个断腿的残废 跪下来给你敬茶 我外祖母都没有让我这样敬茶呢 要不然 让她来和你说一说 长公主乃是明祖地的长女 是陛下的姑母 谁敢惊动这位老祖宗 他若是进宫找皇帝 谁也别想有好日子过 陆北只看了高玉清一眼 心里想着 这个女人 以前不是很喜欢自己吗 不是非自己不嫁吗 可自从她嫁给自己后 她从未感觉她爱自己 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当初玉璃也是如此 没有提出 休妻之前 爱自己爱到毫无骨气 卑微极了 可自己提出 休妻玉璃 马上就翻脸了 甚至还害得自己这么惨 让她走 陆北只冷声说 以后若无事 也不用叫她到跟前来添堵 高玉清听着这些让人难堪的话 似笑非笑 看了陆北只一眼 我终于明白 玉璃当初为何能毫不留恋地离开了 陆北只 你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烂人 说完后她笑了 你就算再不喜欢我 我也是你的妻子 是侯夫人 你的继承人 也只能从我肚子里爬出来 说完后 她哈哈笑了起来 走 我们回去 她嚣张的样子 把莫如雅 老夫人和陆北只气得不轻 莫如雅甚至哭了 侯爷 虽然她是郡主 可这也太嚣张了 莫如雅哭着说 她的心里和眼里 压根就没有老夫人和侯爷 她后悔了 早知道弄走一个好欺负的玉璃 会来一个身份高贵 而且嚣张跋扈的高玉清 她就不该窜夺北只哥哥休憩 第66章 孩子保不住 陆北只淡淡看了莫如雅一眼 她是郡主 背后站着汝阳王府和长公主府 陛下是她的表哥 一句话让莫如雅瞬间闭嘴了 她委屈地看着陆北只 北只哥哥 你是嫌弃 我的出身低微 无法帮助你 对吗 话音落下 一个杯子就朝她砸来 直接砸在她的额头上 啊 莫如雅痛得哇哇叫了起来 你这个贱人 还有脸在这里叫 若非你自己犯贱逼走了玉璃 我侯府还是好好的 陆老夫人死死盯着莫如雅 玉璃还在这里时 就算知道你和北只的事 也是睁只眼闭只眼 你自己没能力 还想要赶走玉璃取而代之 就因为你这个贱人吹枕头风 害得我家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现在还想要在我面前说 郡主的坏话 她再如何 也不是你一个小妾可以编排的 小妾 听到这里 莫如雅觉得伤心极了 她哭着 看向陆北只 北只哥哥 在你心里 我也是小妾 你说过 就算不能给我正妻之位 我也是你心里唯一的妻子 北只哥哥 不要骗我 陆北只淡淡说 郡主才是侯夫人 你只是一个姨娘 回去好好养你的身体 只要你乖乖听话 我就不会亏待 你和孩子 经历了那么多事 她现在已经不是当初那个 傻乎乎一心 只想要娶心爱姑娘的陆北只了 她要把所有人都踩下去 才能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 以后谁也别想踩在自己身上 行了 赶紧回去吧 陆北只说完后 看也不看莫如雅 她和自己母亲说起话来 母亲 我想要那几方小妾 不需要找高门女子 找商家女儿 只要嫁妆足够多就行了 莫如雅转身时 正好听到这句话 脸色瞬间变了 北只哥哥 你要那妾 陆北只扫了她一眼 现在府中什么都没有了 一阴的支出 全都是郡主在负责 你觉得 她能管我们多久 你若是有玉力赚钱的能力 我也不需要费尽心思去纳妾了 莫如雅未曾想会听到如此残忍的话 她不敢置信地 看着对面那个变得陌生无比的男人 你如此嫌弃我 当初为何要带我回来 还要玷污我 北只哥哥 我恨死你了 说完后 她就跑了出去 身后的丫鬟看到她怀着身孕还跑这么快 都快吓死了 陆老夫人淡淡扫了一眼 莫如雅离开的方向 都被你惯到无法无天了 陆北只低声说 娘 以后不会了 没有权利 没有金钱 一切都只是一场笑话而已 陆老夫人叹息一声 你要那些的事 我会帮你找找看 会挑选几个长得好 家境也好的 陆北只点点头 劳烦娘了 陆老夫人看着儿子离开时 那孤寂的背影 她忍不住问胡四娘 猴也好像变了 没有以前的意气风发了 变得沉稳那脸多了 身上隐隐约约有了丈夫的影子 她突然觉得很欣慰 陆北只要找小妾的消息 也传到封印和陆世云耳中 陆世云笑着问 怎么 不让人去掺一脚 当然会让人去掺一脚 这么好玩有趣的事 怎么能少得了隐蔚 王爷可是说了 未来王妃不希望陆北只过得太幸福 所以他们想办法 把陆北只推上去的同时 也会给他找一点别的事 比如后院不合 这样一来 玉矢台的老家伙 就有了用武之地 陆世云笑了 别玩得太过了 我瞧着玉姑娘 是想要亲自报仇 要不然 依照他们家王爷互短的性子 早就弄死陆北只了 封印恩了一声 我只是把人捧起来罢了 说完后 她转动了一下手中的折扇 陆公子 据闻昨天 你父母又找上门了 陆世云想到自己那对不靠谱的父母 痴笑一声 想要让我姐姐去勾引王爷 最后就成为楚王妃 他们想要利用我姐姐 拿捏楚王 悠喝 你爹娘胆子真大 这是要找死 封印用折扇悄悄捉面 你和陆家 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完全可以不管他们 所以我让人把他们赶出去了 很多人目睹这一幕 想必今天会有很多人在背后 说我陆世云心狠手辣 容不下亲生父母 狗屁 封印冷笑 他们眼里就只有你那个大哥 你数次险些丧命 都是王爷出手相救 你的命早就还给他们了 真是打不死的狗东西 要不然我帮你收拾他们 保证让他们终生难忘 他最喜欢 就是收集别人的情报 自然也知道 不少陆家的肮脏事 想要收拾陆世云的父母和大哥 是轻而易举的事 陆世云淡淡说 不用了 我姐在楚地 他们影响不到我姐姐 我姐的确对王爷心怀感激 可她很清楚自己的身份 不会像别的女人那样 爱上王爷 在她姐姐心里 王爷就是救命恩人 就是主子 因为姐姐没有别的想法 所以容怀 才会放心 把楚地王府的事 交给姐姐去管理 但凡姐姐有别的念头 王爷就会把人赶走了 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 风影靠在一旁 笑着说 汝阳王府那位小王妃 居然跟着标队一起去楚地 想必过不了多久 就抵达楚地 你说我要不要把小王妃的下落 透露给汝阳王 陆世云冷笑 我不会拦着一个费尽心思 去找死的人 所以 你尽管去做 反正死的不是自己 风影笑笑 心里明白 汝阳王就算真的离开京城了 也会在皇帝的监视范围 如果离开京城 就去了楚地 估计会引起狗皇帝怀疑 汝阳王手上有兵权 又是皇帝最忌惮的人 若是汝阳王去了楚地 肯定会为王爷带来麻烦 我就是瞧着他这个样子挺惨的 嘖嘖 一个手握兵权的王爷 被自己的小王妃摆了一刀 直接带着孩子跑了 风影说 狗皇帝可不想汝阳王府 有小狮子出生 若是汝阳王找不到自己媳妇 他肚子里的孩子就保不住了 风影可不认为 一个小娘子 能躲开皇帝暗卫的追杀 陆世云文言脸上带着几分沉思 不能让皇帝的人 找到汝阳王妃 他肚子里的孩子 一定要顺利生下来 第67章 真面目 杀你们哦 风影也明白陆世云的担忧 放心吧 从这个王妃离开京城那一刻 就有隐蔚潜伏在标队里 他轻笑一声 你说 若是汝阳王知道 先王妃的死 和高玉清当年出世 都是人为的 他会如何 陆世云闽唇一笑 若是有人杀了你妻子 要弄死你女儿 还让你 费了二十多年 你会怎么样 风影想想 冷笑 我会敲断他身上的骨头 然后扔去喂狗 这件事先不要说 要用到刀刃上 陆世云说完后站了起来 我要去赚银子了 让诚如努力干啊 不要多巴巴等着老子去养你们 楚王府私下养着很多人 诚如虽然很会赚钱 可花费同样很大 所以 他要帮着行医赚钱 养影味 风影浅笑 我也想啊 可诚如这些年都被压榨干了 再逼他 就得去死一死了 木云神医 你一个月只需要帮两个 大户人家治病 银子就来了 陆世云闻言 咬牙转身看向风影 滚 远在千里之外 标队里遇到了袭击 他们冲着队伍里魏灵来 魏灵一边杀敌 心眼慢慢沉了下来 这些人一定是专业杀手 若是他继续留在这里 只会牵连这些标师 想到这里他施展轻功 消失在人群中 杀手健壮也追了上去 那些标师看到这里 还有什么不明白 那些人就是冲着小兄弟来的 大哥 你们站在这里 我去追他们 一个年轻的少年看向标头 太多兄弟受伤了 需要找地方停下来休整 标头看了少年一眼 一定要小心一点 少年点点头 也施展轻功离开了 魏灵稳稳落在一块巨石上 他手持长剑 似笑非笑 看着落在前方的十几个杀手 你们还杀我之前 就没有好好打听一下我是谁 说完后 他身形化作一道残影 已经到了那些杀手跟前 他出手速度很快 直接收割了几条性命 长剑在半空中划了一个剑花 他看着那些脸上露出一抹凝重的杀手 想要杀我的人 全都被我送下去见阎王了 他眼神灵力 完全没有在人前那个娇俏可爱的小王妃样子 就好像 那个小王妃 只是他露出给世人看到的冰山一角 你伤了我的朋友们 所以你们该死 相处那么长时间 他得那些彪师们一路照顾 早就把他们当成朋友了 这些家伙 却伤了他们好几个 真该死 等到少年影卫赶到时 魏灵儿已经杀了最后一个人 他抬起头看向少年影卫 阿兴 你来迟了 阿兴闻言 嘴角抽搐几下 所以你这么厉害 为何要混在我们标局里 主子以前就说 汝阳王家的小王妃不简单 当时他还觉得 王爷看错了 如今看来 眼瞎的人是他自己 王爷永远都是王爷 怎可能会看错呢 魏灵儿眨眨眼 笑着说 一个人赶路多无聊 一群人赶路才有趣 他从小就是一个野丫头 父亲和母亲都奈何不了自己 他一个人待不住 行了 你既然来了 就帮着把这些埋了 要不然 待会血腥为引野兽下山 很容易 祸害了山下的人家 魏灵儿走到阿兴身边 笑着拍拍他的肩膀 姐姐也不问你的主子是谁 你跟着来就证明想要救我 你不是坏人 所以姐姐不会杀你的 不过 不听话 就会被收拾得很惨 他说这些话时 笑得很温柔 可阿兴却觉得 全身毛骨悚然 汝阳王口味真重 居然会看上你 魏灵儿一跃而起 坐在一棵大树上 看着阿兴做苦力埋尸体 我跟你说 不是他看上我 是本小姐看上他了 魏灵儿轻哼一声 可我现在不要他了 如果自己没有看上高飞那个混蛋 就凭他也能留下自己 得 做梦吧 阿兴觉得意外极了 所以 你为何看上一个 可以当你爹的老男人 魏灵儿靠在大树上 笑了笑 我五岁时 被家族仇人掳走 是他路过救了我 然后把我送到官府里 他和哥哥都聪明 即是早 五岁发生的事 他现在还历历在目 十五年前的汝阳王 还是一个长得不错 又威风凛凛的大将军 他那时候就说要报答他 可惜他没有当一回事 一开始也没有想过以身相许 可那老男人 先爱上自己的 穷追猛打 所以 你是报恩 阿兴很不理解 报恩为何要以身相许 我爱上他了 他虽然没有楚王好看 也没有封公子英俊潇洒 可他对我很好 他笑了笑 我怎么可能会嫁一个 自己不爱的男人 阿兴啊 娶不爱的人一辈子都不会幸福的 所以你长大后 若是不爱那姑娘 千万别娶 他低声说 你不娶 自然有爱她的人 娶 阿兴失笑一声 我才十六岁 是一个孩子 绝影统领和封影 统领他们都二十多 还没有成亲 王爷也二十五 才遇到真爱 他不急不急 阿兴花了不少时间 才把那些尸体埋了 他找了一处小溪 洗了很久才把手洗干净 两人回去时 阿兴问魏林 你的家在处地吗 魏林摇摇头 没有啊 我的家距离这里很远 距离处地也很远 回去太麻烦了 我对以前的永城侯 夫人寓礼很感兴趣 我想要去找他玩 他随手摘了一只狗尾巴草 咬在嘴里 完全不像一个 刚刚杀了十几个杀手的样子 阿兴在眼前的人身上 看到一股淡定从容的气质 这是皇家公主都没有的 他很好奇 这位汝阳王妃的出身了 封隐统领也查过了 可惜查不到这位的身份来历 听到他要去找未来主母玩 阿兴心里咯噔一声 你都不认识玉璃 你去找人家做甚 不怕被他打出来 魏林尔眨眨眼 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你傻呀 我会想办法和他认识 然后成为朋友 这样慢慢就混到他身边了 魏林尔停下来盯着阿兴 我也不问你 主子是谁 你若敢坏我的事 我就砍了你 第六十八章 楚王是贼子 当天夜里 阿兴写了一封信 然后翘无声息离开人群 他走远后才 拿出一个哨子吹了起来 没多久 一只鹰就落在阿兴伸出的手臂上 阿兴伸出手揉揉鹰的脑袋 鹰哥 一定要尽快把这一封信 带回对主子 鹰哥像是听懂了阿兴的话 用自己的脑袋蹭蹭他的手 等到阿兴绑好那一封信后 他就展翅高飞了 阿兴看着鹰哥离开的方向 心里暗暗想着 还有几天就可回到莱阳了 等到阿兴离开后 魏林儿从暗中走了出来 他看了看鹰哥离开的方向 又看了看阿兴离开的背影 呵呵一笑 鹰哥 据闻楚王身边有一只鹰王 取名为鹰哥 通人性 不管在什么地方 都能找到楚王所在的方向 鹰哥生性凶残 只认一主 他把手放在小腹上 忍不住笑了起来 玩啊 看来这一路都有人相互呢 他早就知道自己离开京城 一路不会平静 可真的离开后才发现 他们真的顺风顺水 一直到白天才遇到刺杀 现在看来 所谓的顺风顺水 是楚王府的人在背后相互 护的不是他 而是他肚子里的这一块肉 护的是汝阳王府的血脉 他虽然在南前京城待的时间不长 可他却看清楚了 南前如今的局势 狗皇帝需要用高飞 却忌惮高飞 他现在还没有想办法夺高飞的兵权 不是因为狗皇帝大度 而是因为 高飞只有一个残飞的女儿 没有一个可以继承王府的柿子眼 等到高飞死后 兵权自然也回到狗皇帝手上 他还可以一直使唤高飞 可他的出现 坏了狗皇帝的计划 他还怀上孩子了 若这是儿子 就是汝阳王名正言顺的继承人 所以很多人盯上自己肚子里这一块肉 他敏唇想了一下 最后在夜深人静时 找到阿兴 然后把人带了出来 阿兴恶狠狠瞪着这个半夜 闯入自己房间的娘们 魏姑娘 你想要干什么 魏灵儿听到他称呼自己为姑娘 嘀嘀一笑 没想干什么 只是想要邀请你一起赶路 既然有楚王府的人相护 那他就不客气了 阿兴问 你不和彪局的人一起走了 不和他们一起走了 我的行踪被人知道了 还一起走只会连累他们 他已经留了一百两给他们 让彪头给大家分一分 也不敢留太多 担心会引起内部的矛盾 最后好好的一个彪局 就因为他的问题解散了 都是一群讲义气的人 日后在楚地 还有机会相见 倒可以聚一聚 就这样阿兴 被魏灵儿 从被窝里拎起来赶路 来一羊 玉里站在府中的阁楼上 抬头望远 现在距离自己离开黑鸭山小镇 已经很长时间了 汝阳王已经回京复命了 他当初留下来的第二封信 也应该落到该送之人手上了 荣英 你预困我在后宫 不 后宫都不算 你想要强占我的身体 还要让我为你卖命赚钱 他眼里不带半分笑意 那就等着我送给你的一份 又一份礼物吧 你一定会很喜欢的 喜欢到食不下宴 坐卧不安 后来 那些想要追杀他和楚王的人 他不想自己跟在荣淮身边 担心自己成为荣淮的钱袋子 那他就等着看 看自己如何与荣淮一起 并肩站在最高处 秋竹拿着一件薄披风 上来为小姐披上 他小声说 小姐 夜深了 莫要站在风口上 容易伤了身子 眼前之人 不但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还是自己未来的表嫂 是恩人 在他心里 也是为数不多的亲人 他总盼着小姐越来越好 玉里自己系好披风 这才问 秋竹 你跟在我身边已经好些天了 你觉得开心吗 秋竹文言愣了瞬间 这才笑着点点头 奴婢活了16年 就这段时间过得最开心 身心都放松 没有压力 不担心被人谋害 他跪在地上 看着玉里 小姐 莫要赶秋竹走 玉里赶紧把她扶起来 叹息一声 你是荣怀的表妹 跟在我身边当丫鬟 我只怕你心里有落差 秋竹摇摇头 秋竹能遇到小姐 是秋竹的幸运 秋竹认的是小姐 而非楚王殿下 他到现在 依然记得 自己陷入黑暗时 小姐就像一道光一样 闯入自己的生命里 他带着自己走出黑暗 驱走心魔 重新站在太阳下 他现在已经没有悲伤 也不惧怕流言蜚语 楚王为你置办了田庄 铺子还有府邸 你日后若想要离开我身边 你别与我说 说完后 就转身回了屋子里 秋竹赶紧跟了上去 一边走一边说 小姐 帮奴婢谢谢楚王殿下 奴婢不需要那些东西 玉里坐在椅子上 笑着看向秋竹 为何不要 楚王不缺钱 你不要拒绝啊 秋竹闻言 忍不住笑了起来 小姐日后 要和楚王殿下成亲 楚王府的一切 都是小姐和未来的世子爷 和小郡主的 现在王爷乱用银子 小姐应该生气才对 哪有把自家银钱往外推 他站在玉里跟前 认真说 小姐 奴婢也不敢说 一辈子都不成亲这样的话 可奴婢想要通过 自己的能力去赚钱 日后奴婢如果立功了 小姐给奴婢的赏赐后一点就好 他不想和楚王相认 自然也不想要楚王的银钱 楚王虽然是表哥 可在他心里 此生再没有比小姐更重要的人了 秋鸭姐姐说 小姐就是拉他们出火坑神灵 是的 他认可秋鸭姐姐的话 小姐就是他们的神灵 玉里看得出 秋竹说的是真心话 他点点头 好 我明白了 不给你 可以给你以后的孩子 好了 我这里不用你们侍候 你下去让秋鸭他们也去休息吧 他不习惯 晚上有人在房间里守着 早早就把人打发出去了 秋竹离开后 玉里也靠在贵妃踏上想事情 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荣怀从窗子偷偷进来时 就看到这一幕 他微微皱眉叹息一声 上前把玉里抱起来 其实在他出现时 玉里就醒来了 感觉到熟悉的脚步声 所以 他懒得睁开眼 被人抱起来后 他伸出手 抱着他的脖子 在他怀中找了一个舒服的地方 又睡了 只是睡之前 还嘀咕了一句 爬窗的贼子 第69章 毫无尊严活着 荣怀文言嘀嘀一笑 那我明天光明正大进来 你敢 打断你的腿 玉里躺在床上 扯着被子裹在身上 就开始睡觉 荣怀就坐在他床前看着 只是这样看着 就感觉到很满足 他伸出手 轻抚他的脸颊 却被他无情挥开 还嘟囔 别闹了 我要睡觉 荣怀轻笑一声 真的不再闹他了 就安静 坐在床边陪伴他 等到他真的睡着后 他才悄无声息离开 他还要回去忙公务 等把事情处理好 就可以陪阿里回村了 千里之外 黑鸭山小镇 狼狈逃出来的土匪头子 收到属下送来的一封意外来信 上面清楚写着 如何重新在黑鸭山设机关 还有重新在黑鸭山立足的计划 如果按照信上说的去做 防守比以前更严密了 他双眼都亮了 哈哈 汝阳王你没杀死我 是你最大的错 你就等着 老子一定会弄死你 黑鸭山还是有很多土匪 伪装成百姓 散落在附近城池和镇子上 而且还有不少私兵呢 黑鸭山从来不缺人 就这样 黑鸭山的土匪窝又开始重建了 只是没有人知道这些 因为他们重建需要时间 需要金钱 所以附近城池一些富贵人家 就倒霉了 而这些人家都在玉里的名单上 全都是荣婴的人 至于玉里是如何得知的 自然是问荣淮 洗劫这些家族是玉里的条件 而这些土匪也没有让玉里失望 进门抢劫 只拿钱财 不伤人 他们不是 不想 而是不敢 因为他们不敢去招惹这个 能把黑鸭山地形图详细画出来的人 一处院子里 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 看着眼前的这封信笑了 害得我失去那么多人 还不得不按照他的计划去做 笑容有点甚人 男人身边的一个下属问 主子 我们可以让人撤退 撤退 男人看向属下 撤哪里去 那地方养了那么多的私兵 一旦撤退了 荣淮马上就会发现 背后的人 当初把黑鸭山的地形图 交给汝阳王 只是想要警告我们 不要动无辜百姓 黑鸭山的土匪下山后 黑鸭山就出事了 加上信上的条件 只要不是傻子都明白 背后之人 只是想要给自己一个教训 传令下去 日后不要动无辜百姓 就算要抢 也要去抢荣淫的钱财 说到这里 男人呵呵笑了起来 也不知道 我们这位陛下 到底哪里得罪了背后之人 属下小声说 您说会不会是楚王殿下 男人想也不想 就否认这个想法 如果是楚王 我们养私兵的事 也已经传出去了 不要去好奇背后的人是谁 只要我们以后不动老百姓 背后的人 就不会出来闹事了 男人淡淡说 你亲自去敲打一番 让他们长点脑子 早就警告他们 不要动老百姓的东西 他们偏偏不信 简直就是找死 想了想 担心事情 还是超出自己的控制 他看向心腹 不听话的人 就没有必要留着 等到人都离开后 男人才靠在椅子上 陷入沉思 其实他现在也很好奇 到底是谁 这么神通广大呢 背后的人知道 那些私兵的主子是谁吗 若是知道 那就有点可怕了 这样的人一定要找出来 能为自己所用最好 若是不能 只能想办法杀了 玉里当初留下两封信 一封信给前去剿匪的汝阳王 一封信是 剿匪成功半个月后 把这一封信 交给城东卖猪肉杜屠夫 只要这一封信交给杜屠夫 最后就会落到背后的主子手上 他能留意到这个屠夫 都是因为 他曾在白天出去逛时 看到屠夫和屠匪头子来往 至于最先看到信的是屠匪头子 还是幕后主子 那就和他 没有任何关系了 黑鸭山深处养的那些私兵 压根没有办法往外迁移 那么多人一旦有大动作 马上就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所以这些私兵想要换地方 的确很难 他们只能继续留在原地 而留在原地 就有很大的风险 这个时候 玉里的计划 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当然 对方就算用了 也不会全用 肯定会有很大的改变 为的就是防玉里 这个不为人知的幕后之人了 早上 玉里不让任何人跟着 他化妆成一个男子的 在大街上转悠 然后买下一家坐不下去 打算卖出去的布料店 他早就想着 开一间卖布料的店铺 布料的来源 都来自他的空间 这纯属是无本买卖了 买下店铺后 他又去了牙行挑一些人 最后在一群人里 挑选了三个男子 两个女子 玉里带着这五个人 回了店铺里 把他们都安置在店铺的后院 这里一共有六间房 和一个厨房 有两间房放了很多料子 其余四间房 还可以住人 玉里点了一个 叫顾留的男子出来 他已经从牙行东家那里 了解了一下 这叫顾留的男子 他曾是大家族数子 负责家中生意 家族饭事后 全家都冲入剑籍 他的前胸都唠了一个剑字 他一辈子都不可能 重返良级 不但是他 他的孩子 世世代代都只能是剑籍 这是男前最低剑之人 他是一年前出世的 虽然有几分能耐 却是一个刺头 从京城被人卖来卖去 最后落入牙行东家的手上 玉里单独把人 叫出来说话时 他的眼里都是一片死寂 他早就存了死的念头 可剑籍的人要赎罪 所以不能自杀 否则会牵连父母亲人 顾留的软肋 就是不知道被卖去哪里的母亲 不知道母亲是死是活 所以他连死都不敢 一个没有求生意志的人 活着也像行尸走肉 玉里说 顾留 你想要一辈子这样活下去 像一个废物 毫无尊严地活着 顾留闻言 失笑一声 尊严 我一个剑籍的人 什么时候有尊严了 他年幼时在嫡母手中讨生活 长大后露出做生意的天赋 终于能让自己和姨娘过得好一点 最后却被那愚蠢的兄长牵连 明明是嫡兄犯的罪 他和姨娘却要跟着受罚 何其不公啊 尊严 不 他从来没有尊严 玉里转身看向男子 我可以想办法帮你找到你母亲 顾留忍不住抬起头看向玉里 你 真的可以找到我娘 玉里点点头 可以 回去找荣淮帮忙 当然不会让尹卫白帮忙 我还会隐瞒 你是剑籍的身份 顾留震惊了 从家族出世到现在 眼前的人是他的第五任买家 前四个都恨不得把自己 是剑籍的身份公告天下 只为了看他狼狈求生的样子 眼前的人却说 隐瞒自己是剑籍的身份 他艰难问 要我付出什么代价 第七十章 背叛者 账币 玉里淡淡说 我看上了你的经商能力 我帮你寻母 给你和你母亲安稳的生活 免去你的颠沛流离 你帮我赚钱 顾留突然笑了 笑着笑着 笑得越发大声 还是第一次有人看上 我的赚钱能力 我还以为一辈子都要这样 不死不活地活着 说完后 他蹲在地上 双手掩面痛哭起来 他真的以为自己一辈子 就这样完了 玉里说 好好帮我赚钱 我会用事实告诉你 一个人能过什么样的生活 不是一个见字可以衡量的 当然 在别人的身边 我就无法保证了 因为我不会亲见任何一个人 只要你自己愿意站起来 我都愿意伸手拉一把 像是想到什么 他冷笑 若你自己想要往淤泥里躺 我会帮着才几下 顾留看了玉里一眼 只听到这个新主子说 哭吧 我就允许你哭一次 下次莫要因为这样的事哭了 顾留当真蹲在地上哭了好一会儿 这才擦干泪水说 公子放心 我以后会好好帮你赚钱 玉里点点头 那就走吧 两人回到院子里 那四个人还在这里等着 玉里看向他们五人 随后说 首先 你们要明白一点 不管我让你们做什么工作 你们都要记住 你们是死气 但凡是背叛我的人 我不会重新让你们回牙刑 背叛者 仗毙 这就是死气吓人的悲哀 若是被打死 也只是草息一果 没有人会可怜 一句话 让其余四个人身心一颤 接着玉里说 只要你们好好跟着顾掌柜干活 我不会亏待你们 在店里工作 不会有人对你们动辄打骂 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能不能好好把握 就看你们自己了 几个人都纷纷点头表示 一定会好好干活 玉里这才点点头 最后是安排住的地方 两个男的住一间屋子 两个女的住一间屋子 其中一个女的 负责店铺和后院打扫 做饭和买菜 另外 三个顾留自己看着安排 玉里还带顾留在店铺里转了一圈 我这是以布料为主 你若想要做诚意也行 你看着安排 我很少有时间来 这店铺就等于是交给你做主了 我只要合法地赚钱 顾留还是第一次听到合法赚钱 他忍不住笑了起来 东家放心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那几个人你看着一点 若是有手脚干净 嘴皮子利索的 可以培养一下 做店里的伙计 他看了一眼 这两层的店铺 缓缓道 店铺很大 你自己看着招一些伙计 顾留点点头 玉里说 那你自己看看吧 说完后 拿出一百两给顾留 这是你们买菜 和最近开支的钱 顺便拿两匹布做两套衣服 给他们 你自己也穿得好一点 不要搞到自己做料子生意 却穿得拉里拉搭 顾留接过银票点点头 玉里没有说什么直接走了 走到门外才想起 还有两句话没说 顾留 你是聪明人 不要想着跑了 你跑不出处地的 他的眼睛像是有穿透力 让顾留心都颤了一下 他赶紧说 顾留不会跑的 玉里点点头 那是最好的 聪明人都知道 应该如何选择 只要你是忠心耿耿 我必不会让你后悔 今天的选择 说完后 他转身走出店里 接下来几天 玉里都坐在对面的 酒楼雅间里 看着这边 没错 布料铺子 就在酒楼对面 第一天 第二天店里都不营业 倒是看到顾留招了两个伙计 到了第四天 店里终于营业了 而且 店外还放着两套 做好的成衣 远远看去 那衣服还做得很好看 玉里身边的秋白发现 小姐这两天都盯着对面看 忍不住说 小姐若感兴趣 不如去看看 好 就听我们秋白的话 去看看 玉里带着秋竹 秋白走进了这间 名为秋水长天的店里 店名是玉里起的 匾额也是他 让人坐好后 送来这里给顾留的 应该是昨天下午挂上去的 这时候 店里 已经有几个客人了 店里的伙计 正在热情招待 就连买来的几个 也在帮忙 顾留看到有人来了 赶紧上前询问 要看什么样的料子 还是买成衣 玉里指着店门外的成衣问 长贵的 你这样的成衣做得不错 看起来很好看 那样子 我都没有见过 顾留浅笑 姑娘说笑了 这衣服是小的做的 这一回轮到玉里惊讶了 当时只听牙刑的东家说 这家伙经商很厉害 他把人留下来 也只是试一试 不行就另有计划 这一次 倒是歪打正着了 弄回来的 还是一个行家 可以自己设计 自己做 他上前就看了看 这绣工 这收工 真的很好 而且 两天做出两套衣裙 真的很厉害了 顾留在一旁 介绍一套裙子 用的都是 什么料子做的 听他说的头头是道 玉里觉得自己不买 都说不过去了 你一个男子 怎就想要学真献活了 还做得这么好 他摸着衣裳上的绣花 真的栩栩如生 顾留浅笑 家母乃是一名绣娘 会得很多 小子只是跟着他学了皮毛 说到母亲时 她的眼里有温柔 有牵挂 有担忧 玉里对顾母多了几分兴趣 若顾母真的如这小子 说得那么好 他没有往下想 笑着说 我就要这一套了 他指着一套蓝色衣裙说 你们这里有绣娘吗 也做成衣吗 我想要再定做两套冬天穿的 顾留连连点头 有 有绣娘 只要银子到位 要找一个绣娘并不难 先把客人留住 才是最重要的 紧跟着玉里 就把容怀身高 做衣服的尺寸说了一遍 顾留一开始 还以为是女顾客自己做衣服 听着这身高就明白 是为家里人做的 他都一一记下 还问了一遍客人的性格和喜好 到了 让玉里挑选料子时 他让顾留做主 说完后 指了指对面酒楼 那是我家的 衣服做好了 告诉一下对面的掌柜 然后我回来去 顾留连连点头道谢 态度不卑不亢 不会因为你做了几件衣裳 就把自己放在很低位的位置 玉里明白 这才是真正的顾留 眼里有金光 有期待 他笑了笑 拿着衣服走出的秋水长天 秋白笑着说 小姐 这掌柜居然会做针线活 而且针脚细密 还绣了花 真的太厉害了 玉里点点头 是啊 看着很厉害呢 他亲眼看到 两个姑娘分别定做了这两套衣裙 还看到几个夫人买了不少料子 他发现自己这一次 真的是捡到宝了 希望顾留不会让自己失望 既然人家都开始营业了 那他也得找一找绝影 让他帮忙寻顾母 第71章 古代版带球跑 绝影看着眼前的画像 好奇问 玉姑娘 您想要找这个人 玉里点点头 对 他叫洛元 关于他的一些信息 全都写在这里了 找到人后 带来给我 说完后 又拿出另外一张纸 我知道楚王府名下 有不少产业 其中就有的资染作坊 这是一张染料方子 世间独一份 前世国外有一个人 想要请自己出手相救 可自己不想救对方 对方就找了雇佣兵 来杀自己 最后他干掉了雇佣兵 然后把那个家伙的生意 都一锅端了 这张方子古方染料 就是这样得来的 绝影被玉里姑娘 这一番操作整不会了 他说 姑娘不必如此 只要您吩咐 我们必定会去做 就算不吩咐 我们知道你要找人 也肯定会帮你的 玉里摇摇头 一码是归一码是 我不能白白使唤你们 说完后 他就回了自己家里 绝影把事情告诉荣淮 他听了后笑了笑 既然是王妃给的 那就拿下去 让人试一试 只不定能让诚如 兴奋到蹦起来 他家未来王妃 拿出来的东西 绝非反品 若是真的赚钱了 记得让诚如分 三成给王妃 荣淮也不去问 要查的那个女人是谁 玉里也没有要说的打算 秋水长天开张的 第二天晚上 玉里收到顾刘的信 她说 打算招几个好的绣娘 回来做衣服 玉里回了一句 只要你觉得可行的 接放手去做 她连续在酒楼 看着对面秋水长天好几天 发现生意真的很不错 顾刘也招了五个绣娘回来 就在二楼一间房间里 做绣房 这些绣娘 都要负责顾刘设计出来的衣服 她下定的第五天 拿到了秋水长天送来的衣服 她付了钱后 拿回去找荣怀试衣服 这才发现 顾刘的眼光真的很好 衣服 从设计到配色 都很适合荣怀 她看着眼前这个 穿着银白色长袍的男子笑了笑 真好看 看起来年轻两岁了 荣怀浅笑 看了看袖子上清淡的云纹袖 这个绣娘有点意思 这可是已经失传的云纹袖 玉里这才凑上前去 然后和自己身上的刺绣对比一下 瞬间笑了 还真是呢 我再让人多做几件衣服给你 荣怀也不阻止 笑着问 好 谢谢王妃 玉里文言笑着一脚踩在男人鞋子上 她笑着说 好叫王爷明白 我现在是玉里姑娘 男人挑眉 呵呵一笑 好 你现在是玉里姑娘 早晚会成为楚王妃 她让人把衣服收起来 这才带着玉里到亭子去坐着说话 阿里 汝阳王的小王妃来了楚地 还是奔着你来的 她收到了阿兴的来信 只是事情多了 反而把这件事忘在脑后了 今天已经进入来阳了 你要小心一点 这个卫林儿武功高强 神出鬼没 一毒双绝 我害怕她会伤害你 阿兴说 卫林儿看起来对玉里没有坏心眼 可她不相信 不管如何自己 要做好防备 玉里浅笑 无妨 来就来 这位小王妃是一个妙人 园主害怕高玉清会坐腰 所以一直让人盯着高玉清 自然知道 高玉清想要对小王妃出手 被小王妃暗中收拾的事 看起来是一个性情中人 荣怀想到风影传来的消息 浅笑说 她怀着孩子就跑出来 有点同情 汝阳王找了这么一个能折腾的妻子 古代版的王妃带球跑 这么带劲 玉里来了几分兴趣 据闻汝阳王对这位小王妃有求必应 她为什么要跑啊 就从卫林儿帮高玉清 置办了那么多实打实不掺甲的嫁妆开始 她就对这位小王妃有很深的影响了 她的性格应该和自己很像 都是那种敢爱敢恨的人 荣怀这才把汝阳王的骚操作告诉玉里 玉里闻言吃笑一声 说真的 我觉得汝阳王配不上卫林儿 也不知道她什么眼光给自己找一个爹 说完后 她看了一眼荣怀 汝阳王会不会追来 可能性不大 因为有人掩藏了卫林儿的行踪 想到背后之人做的那些事 荣怀都为汝阳王慕哀 好不容易娶了一个妻子回来 眼看着就要老年得子了 最后王妃却带着孩子跑了 这也就罢了 按照汝阳王的势力 用不了多久就能知道王妃所在 偏偏有人不希望汝阳王有后 所以扫干净了王妃留下来的痕迹 甚至给出错误的信息 让汝阳王朝着相反的方向去找 按照这个样子 短时间不可能找到 玉莉何其聪明 瞬间明白了 是荣英 不止荣英 还有另外两拨人也动手了 她缓缓道 太多人不希望卫林儿这个孩子出生 玉莉扫了她一眼 应该是你们 荣家的人不希望这个孩子出生 孩子无辜 来不来这个世上 不应该由这些争权夺利的人去决定 荣家的人不想这个孩子出生 若我遇到了 我就要保这孩子顺利降生 她淡淡说 除非是卫林儿 自己不想要这个孩子 荣怀叹息一声 阿里 荣家的人不包括我 我对汝阳王的一切都不感兴趣 他有没有孩子和我 没有半年关系 你不能把火烧到我身上 玉莉说 我没把火烧到你身上来 要不然 你不会让人背后保护卫林儿 抵达楚地 你是荣家那个例外 荣怀浅笑 应该说我和父皇都是荣家的例外 我父皇一直都希望 可以提升女人的地位 希望女人可以入朝为官 可惜 到死都没做到 玉莉也听说过不少民祖地的事 这位帝王登基二十多年 国父明安 南前还多了三座城池 民祖地以前 虽然也有科举 可寒门能有几个熬出头的 都是世家子弟居多 到了民祖地开始 他才是真正不看家世 看实力的君王 越来越多有能力的寒门子弟 熬出头了 虽然现在 世家站在朝堂上的人 依然比寒门的多 特别是荣英上位后 一直都在压制寒门学子出头 甚至那些寒门出身的官员 都被压得喘不过气 也因为这样 越发显得民祖地伟大和有远见 可惜 他选择的继承人真的没用 无法把他的思想传承下来 他甚至怀疑 这位民祖地和自己一样 是一抹义士之魂 要不然想不出 希望女人也能进入朝堂 这样的想法 你父皇没有时间去完成的事 你可以帮他完成 玉莉看着男人 你才是你父皇真正的继承人 思想意念的传承 才是重中之重 可惜明白的人太少了 第七十二章 玉莉在幸灾乐祸 荣怀文言沉默良久 战火起 最后受苦的是百姓 我们姑且看看 若是荣英不作死 就先留着吧 玉莉看了男人一眼 只他心中所想 他喝了一杯茶 这才轻声说 荣英绝非明君 他把财物看得太重要了 一旦有灾情 他首先想到自己而非百姓 由此帝王 不是南前和百姓之福 古往今来 除了荣英外 还有哪一位帝王 为了迎前出卖自己的身体 荣怀把话听进去了 他说 我会做好准备 若荣英不堪大任 自然容不下他 玉莉说 我两天后回安阳县 荣怀点点头 伸手握住他的手 我陪着你一起回去 可好 我先回去安顿了 他想过了 若是现在就带着荣怀回去 几年前和几年后 不同意的男人 村子里那些长辈 肯定会怀疑 与其这样 不如自己先回去 把事情说清楚 荣怀看了他一眼 这才点点头 好 玉莉以为魏林儿会找上门 可过去两天了 魏林儿也没有找上门 他已经安排好一切 带着青阳 秋竹 秋白和秋雅 以及黑鸭 一起回安阳县 青阳还带着几个家丁随行 玉莉自己坐在一辆马车上 秋白和秋雅 坐在另外一辆马车上 还有一辆马车跟在后面 里面放的都是布匹 和一些带回去 给族中长辈的礼物 安阳县距离来 阳有一千里 马车晃晃荡荡走了一天后 他们只能在一处野外露宿 幸好玉莉早有准备 马车都是让绝影找人特制的 可以在里面睡觉 至于青阳和家丁护卫 则有行军帐篷 也是绝影准备好的 他们会换着来休息 第二天早上 玉莉发现 不远处有陌生的气息 她掀起帘子 朝外面看去 就看到一个 骑着马而来的年轻女子 女子在距离玉莉 不远就停下来了 两人四目相对 玉莉认出 她是魏林儿 对方已经率先开口 玉莉 魏林儿视线 落在玉莉那张脸上 嘖嘖 陆北纸瞎了眼 居然看上那么一朵小白花 玉莉已经被魏林儿弄梦了 她也想过 魏林儿出现在自己眼前的画面 想了好几种 从未想过她 如此直接出现 这绝对是自己 见过最直接的女子了 玉莉浅笑 她看着魏林儿 梳成夫人的发际 笑着点点头 我也觉得她是瞎子 既然魏夫人来了 不如到马车一举 都是冲着自己来的 赶走还会出现 不如大大方方 邀请对方到眼皮子下待着 顺便看看 魏林儿想要干什么 魏林儿笑着点点头 她利索地翻身下马 然后钻进玉莉的马车里 这一幕看得秋白急了 担心魏林儿会伤害到小姐 还是秋雅稳得住 她说 小姐和那位夫人认识 若她有危险 小姐不会让她到马车里的 安抚好几个人后 秋雅继续闭上眼假妹 她不好奇 这位找上门的夫人是谁 也不好奇小姐的身份 她只需要照顾好小姐 魏林儿上了马车后 就一直盯着玉莉看 玉莉也大大方方任由她看 许久后 她才倒了一杯茶 放到魏林儿跟前 看完了吗 发现了什么 魏林儿笑着接过茶 很豪爽地一口喝完 我爹说我如此彪悍 只适合喝酒 不适合喝茶 说到自己父亲 发现真的很想念家里人了 她看向玉莉 早就知道你 也在宴会上见过 还是第一次这样和你说话 我很喜欢你 若是我妹妹还在我身边 大概就是你这个样子的 玉莉浅笑 没有去问人家妹妹的事 好奇心没有这么重 我也没想到 在宴会上 那位温婉的汝阳王妃 会如此豪爽 我就喜欢和豪爽 不扭捏的人来往 那些一句话 要分好几次说 还说不清楚的女子 我有点害怕 族中就有这么一位妹妹 她人不坏 就是性子不知道随了谁 说话总是扭捏不清楚 她看着就觉得很急 有种可能到死 都等不到她利索 把一件事说清楚的感觉 最可怕 就是她很容易哭 不是那种装出来的哭泣 也不是有心机 她是天生泪线发达 吃药针酒中西衣 都奈何不了她 家族的兄弟姐妹 被地里叫堂妹 为小哭包 身边有这么一个人 你会觉得很头疼 魏林儿哈哈笑了起来 好巧 我也是这样的人 我宁愿别人和我打一架 我也不想别人 在我跟前落泪 有事说是 别给我说一半吞一半回去 我怕忍不住会收拾人 说完后 她看向玉莉 以前怎么就没发现 你如此有趣 硬生生耽误我们 成为朋友的机会 玉莉心里暗暗想着 若是园主 不可能和你成为朋友 冲着魏林儿 是高玉清的继母这一点 园主 就永远不可能 和魏林儿成为朋友 现在也不晚 玉莉含笑说 好事不怕晚 对不对 魏林儿点点头 觉得玉莉的话很有道理 没来由的 就喜欢眼前的姑娘 你知道高玉清 嫁给陆北纸了吗 魏林儿从桌子上 拿了一块点心吃了起来 她现在已经三个多月了 很容易饿肚子 经常想着吃东西 玉莉点点头 楚王已经把事情告诉我了 当然不可能 告诉眼前的人 是自己出的主意 让容怀的人推一把 然后才有了 高玉清嫁给陆北纸的事 高玉清喜欢陆北纸多年 终于圆梦了 圆梦 魏林儿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 我怎么听出 幸灾乐祸的语气呢 怎么就幸灾乐祸了 这不是天赐良缘吗 玉莉懒懒地靠在马车上 当年高玉清怨恨我 抢走了陆北纸 经常在背后放冷剑 若非我命不该绝 你现在看到的 就是我已经长草的坟墓了 现在我离开了 高玉清可以如愿 嫁给心爱之人了 我这是打从心里 为高玉清开心 魏林儿点点头 你说是这样 就是这样 反正我就觉得 你在幸灾乐祸 平日里她嚣张极了 没想到却废物到 连自己的嫁妆都护不住 说到高玉清时 魏林儿的脸上带着几分嘲弄 就是被高飞和长公主 宠坏的一个废物 嫁给陆北纸 这样无情无义的剑种 的确是绝配 玉里听了后 有点意外 你很讨厌陆北纸 她怎么听出 咬牙切齿的感觉 第73章 怕被我爹打死 魏林儿说 我查过你的事 知道陆北纸那个畜生 都干了什么 说完后 她恨铁不成钢的 白了玉里一眼 你说你 长得这么好看 医术也这么好 瞎了眼都不可能 会嫁给陆北纸这样的人 可你偏偏嫁了 还把自己弄得这么狼狈 既然是朋友了 那她就开始有点互短了 明明不是多管闲师的性格 可对上玉里后 总觉得有些话不吐不快 陆北纸那玩意儿 放在我的家 送上门都不要 玉里想起容怀说 这位小王妃来历成迷 忍不住问 铃儿的家在哪里 魏林儿听了后 闽纯叹息一声 我的家距离这里很远很远 走陆路 走水路 然后还要穿过千里黄沙 她看向玉里 其实我也想家了 好几年没有见过我父母了 既然想他们 那就回去啊 玉里的视线 落在魏林儿肚子上 你一个人还怀着孩子 在外面很危险 魏林儿摇摇头 不行 不行 肚子里多了一块肉 我不敢回家 怕被我爹打死 而且怀着孩子 也不敢长期赶路 她虽然离开了高飞 可以真心希望 孩子好好的 她可以不要高飞 却不能不要孩子 所以 舍不得孩子出任何事 我要长期在处地居住 把孩子生下来 养大孩子 还可以在处地寻找一下 只不定妹妹就在处地呢 想到妹妹 她忍不住叹息一声 天地之大 想要找一个一出生 就被贼人带走的婴儿 真的很难 玉璃文言 便明白 这个女人离开京城 就来处地 并不是莽撞的决定 她肯定知道 自己肚子里的孩子 会成为很多人的 眼中钉肉中刺 来了处地 就会得到容怀的庇护 又听她接着说 我想要和高飞和离 玉璃听了后 忍不住多看她几眼 你们吵架了 虽然说才认识 就问这样的问题不合适 可眼下真的很好奇 很想做一回吃瓜群众 魏林儿听了后 就把高于清嫁妆的是说了一遍 都已经说好了 也答应我了 最后还是言而无信 在她的心理眼里 高于清比我和孩子重要 既然如此 我何必留下来呢 我听说汝阳王 已经出京寻你了 他早晚会找到你 魏林儿听了后 敏唇不说话了 眼神也冷了下来 许久才咬牙说 他来找也没用 我们之间 横着高于清这个问题 多多的女儿 压根不可能 一直好好在一起 算了 不说她了 魏林儿小声说 若是被我爹知道 我嫁了一个老男人 她忍不住叹息一声 还是年少不懂事 太轻狂了 做事也不考虑后果 现在想要回头 却发现没有回头路了 她的手放在小腹上 轻声说 可我也不后悔 不后悔怀这个孩子 玉立缓缓道 我要回安阳县 短时间不会回来阳 你是要跟着我一起吗 直觉告诉自己 无法甩开这个人了 而她也不排斥魏林儿 她并不觉得 邀请一个不熟悉的人 一起有什么不对 她前世喜欢去冒险 会不断在路上遇到同行的人 任何时候 她都有自保的能力 所以不畏惧别有用心的人 也愿意去接受 没有坏心眼的人一起 对啊 我追出来 就是为了和你一起去安阳 我想过你会拒绝我 未曾想你反应如此平淡 她小声说 在来阳时不敢去找你 担心惹楚王生气 把我扔出处地 原来如此 玉立算是找到她不来 找自己的重要原因了 她说 容怀不会这样做 魏林儿点点头 前提是我对你没有坏心思 要不然 她容不下我 她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 玉立笑了笑 魏林儿的一举一动 都在隐蔚的监视下 她来找玉立的消息 马上传到荣怀耳中 绝影问 王爷 要把人弄走吗 荣怀摇摇头 不用 阿里没有你们 想的那么没用 绝影瞬间闭嘴了 她觉得 在自家主子眼里 玉姑娘什么样都是最好的 荣怀只是觉得 玉立需要一个能说话的朋友 比如陆时云和她 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阿里和村子里的姑娘 相差太远了 回到凤莱村 也找不到一个可以聊得来的朋友 既然魏林儿没有别的想法 又送上门来 那就她吧 她不认为自己的女人心理眼里 只能容下自己 也不认为 阿里就应该 在自己的语意下 她应该有朋友 有自己的想法 玉立回到安阳县后 没有急着回去 在客栈住了一天后 就在县城 找了一处二进的宅子住下来 凤莱村距离县城不到30里 玉立让青阳去凤莱村 打听一下消息 她自己则是带着魏林儿 在县城到处跑 想要看看 有没有合适所的生意 安阳县在处地 算是比较偏僻贫穷的地方 安阳县最有钱的富户 全部财产 加起来 估计也没有20万两 逛了一天后 玉立发现 要在这里做生意赚大钱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太穷了 舍得花钱的人不多 魏林儿小生说 安阳县四周 有连绵不绝的高山 有河流 我们不如到山里看看 是不是适合种植草药 玉立文言 脑海中不断飘过很多画面 都是园主跟着师傅进山采药 炮制药材的画面 他说 不用去看 安阳县的山里 就有很多野生的药材 只是懂的人太少了 师傅以前就说过 安阳县是种植药材的好地方 可惜没有人懂得种植药材 所以 安阳的人 守着金山银山 过着苦日子 魏林儿双手脱腮 看着玉立问 你想到接下来要做什么了 玉立点点头 想到了 魏林儿说 别的是我帮不上 如果你要做药材生意 我可以帮你 我可是一读双绝的魏大夫 好 我记下了 玉立对未来 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他说 先等青阳回来 看看村子的情况 青阳是太阳下山时回来的 他身上的青衣 已经染血了 黑鸭先看到 青阳急着问 青阳大哥 你和人打架了 玉立文言赶紧走出来 看到青阳好好的 他才松了一口气问 青阳 发生什么事了 第七十四章 若真的死了 青阳说 小姐 送来村里正家的大儿子 玉兴他们几个人 昨天进山打猎 一个晚上都没有回来 村子里的人担忧不已 我去的时候 他们正结伴进山寻人 我担心出世 就跟着一起去了 这才发现 玉兴几个人 他们遇到野猪群 为了活命滚下悬崖 五个人都身受重伤 已经送到妙手堂了 玉立看向 已经站起来的魏灵 只是一眼 对方就看明白他的想法了 走吧 先去看看 玉立说 谢谢了 县城妙手堂大夫的 医术一般般 青阳说 那几个人都身受重伤了 妙手堂的大夫 肯定束手无策 等到他们坐上马车 赶到妙手堂时 这里已经站满了人 都是凤莱村 这几个伤者的家人 他们都哭着 求着大夫救命 医馆只有两个大夫 看着地上被人抬来的五个人 他们身上鲜血淋淋 都快不行了 他叹息一声 不是我们不想救 而是他们伤得太重 失血过多 真的没办法了 李正文言 脸色瞬间变了 他整个人都摇摇晃晃 一副要倒下去的样子 怎么会 怎么会 他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他还没有成亲 还没有孩子 若真的死了 郁家的香火就断了 有人已经跪下去了 只求他们能救救自家的孩子 就在此时 有人说 若是玉里 在就好了 他一定能救我们的孩子 多少人都不愿意提起的名字 就这样闯入大家耳中 一时间 大家心里五味杂陈 有想念 有恨 有期盼 因为玉里 是大家看着长大的 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在他们眼里 和自家侄女 没啥区别 离开多年想念 是人之常情 恨他绝情 一走了之 数年 也没有让人带只言片语回来 期盼是盼着他出现 就一下他们的孩子 就在此时 马车停下来了 玉里从马车里跳下来 有人转身 抹眼泪正好看到 突然出现的姑娘 这位婶子惊讶极了 张嘴喊了一声 阿里丫头 玉里看了过去 瞬间就从记忆中 找到这个人的身份 七婶 我回来了 说完后他挤了进去 让我进去看看 大家听到玉里的声音 都纷纷转身看来 在绝望中看到 突然出现的姑娘 他们就像看到救星 纷纷让开一条路 李正红着眼眶 喊了一声 丫头 就你玉心哥 玉里点点头 李正伯伯 我回来了 一定不会让玉心哥出事的 他和妙手堂的大夫认识 虽然多年不见 可对方 还是一眼就认出玉里 他赶紧说 玉里回来了 你来看看 我真的没办法 说到这里 他自己都觉得内疚和无奈 玉里点点头 他对在场的人说 这是我的朋友 医术很好 他会帮着救人 魏林儿 已经蹲下来 开始检查 受伤最严重的一个中年男人 他说 还有救 这里有房间吗 把人抬进去 我来处理他身上的伤 说完后 从腰间的小袋子里 拿出一个瓷瓶 倒出一枚血红色的药丸 塞到中年男人嘴里 大叔 这是救命的药 你赶紧咽下去 他知道对方伤得很重 可这个人还有意识 能听到自己说话 也有吞咽能力 果然 药丸就被吞下去了 魏林儿也不去检查 先给其余四个人喂了药丸 医管的大夫 已经让人 把几个人抬到后院去 那里是店里 两个药童和仆人居住的地方 现在只能先借用一下 玉里见魏林儿 把药丸给他们扶下 他则是取出腰间的水囊 倒了一点水味给这几个人 魏林儿也不问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门秘方 不去探究 是最礼貌的做法 医管的两个大夫 分别跟在魏林儿 和玉里身边帮着打下手 半个时辰后 五个人身上的伤 已经处理好了 他们最致命的是 内伤和湿血过多 天泉水能掉命 而魏林儿的药丸 应该是补血的 两者相结合 只要护理得当 后期慢慢养伤就行了 李正他们一直站在院子里等着 心却牵挂着屋子里的人 终于 门打开了 两个大夫走了出来 他们笑着说道 没事了 没事了 真的太神奇了 伤得这么重居然 还能活 大夫对李正说 魏大夫说 若是晚一刻钟 就就不回来了 李正一群人 闻言心里都慌了 最后得知几个人都还活着 大家都起起松了一口气 他看向屋子的眼神 有点复杂 七审说 要不是阿里丫头 孩子他爹估计就没命了 他小声呢喃了一句 那一点饭菜 比不上我孩子爹的命 所以 以后不能因为他跟着人 离开了多年 未曾回来看一眼 而生气了 他不欠自己的 在场另外几户人家 闻言多点点头 在生死面前 没有什么是不能放下的 青阳站在一旁 微微皱眉 他低声说 小姐离开多年 并非不理你们 他每年都让人送银子 和书信回来 却被父亲汉扣下了 他牵挂村子里 孩子上学堂的事 第一年 就让人带银子 回来给李 证件学堂请夫子 那个男人 对小姐说银子送到了 小姐深信不疑 青阳想到小姐 在侯府那几年过的日子 忍不住说 小姐没有你们想的 那么无情无义 他成亲后 一个孤儿 要在高门大宅里 生存本就艰难了 他也没忘记过 要回馈帮助过自己的人 奈何恶人从中作梗 导致事情 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 李正等人都看向青阳 七审红了眼眶 颤抖问 阿里丫头 她 她过得很不好 生活上不能说不好 小姐很能干 自己能赚钱 吃得很好住得很好 可那个男人不好 青阳知道 不该说这些 可小姐心里念着这些人 不能让他们误会小姐 觉得小姐在外面 过得很幸福 所以忘记了 从小养大她的乡亲们 小姐不是白眼狼 她娘的 带着我们阿里丫头 却没有善待她 七审气得咬牙 其余几个人也很生气 他们都是看着玉里长大的 自然希望她过得好 就在此时 房间门再一次打开 玉里和魏林 一起走了出来 大家齐刷刷 看向玉里 七审上前 握着她的手 一个劲儿说 孩子 你受委屈了 玉里茫然看向四周 这些长辈 那宠爱和心疼的眼神 是什么鬼 第七十五章 眼瞎心瞎 卫林靠在门槛上 笑着看向被一群长辈 围着关爱的玉里 再看看 玉里此时此刻 显得有点蠢的眼神 她瞬间觉得很有趣 甚至对玉里的老家 凤莱村多了几分期待 有一群这么可爱的乡亲们 那村子 应该很有趣很有趣 至少比无聊的汝阳王府 更让人期待 玉里听着他们的关爱 终于明白 怎么回事了 她看了一眼青羊 无奈说 各位叔叔婶婶 伯伯 伯娘 我真的没事 嫁了一个复兴汉 还说没事 七婶说着 说着就落泪了 玉里忍不住笑了 所以我修了那个复兴汉 啊 大家都齐齐看向玉里 李正问 你 你真的修了那复兴汉 女人修夫 闻所未闻 玉里点点头 对啊 修了他 无情无义的复兴人 不修还留着过年 卫林儿看热闹不嫌事大 笑着说 他不但修了那个复兴汉 还把事情闹大了 那复兴汉在京城 都生命狼藉了 不少人为他暴打不平 就连官府 都为他立了女户 当然 大家私下没少议论这件事 觉得玉里是这个世上 最愚蠢的女人 赚了那么多银子 最后便宜了 莫如亚那个小贱人 和侯府那几个 狼心狗肺的人 玉里赶紧说 李正伯伯 你们还是赶紧去看看 玉心哥他们吧 对了 别碰到他们 站在一旁 看几眼就好了 他们这几天 都需要留在这里养伤 你们赶紧去和医馆掌柜说一声 看看要如何解决这件事 说完后 他就拉着魏林跑出去了 这些长辈们的关爱 真的让人吃不消 玉里和医馆的两个大夫 说一声 要如何照顾人 还留了一些外伤药 和一瓶药丸就跑了 李正追了出来问 玉里丫头 你不回村吗 玉里掀开马车帘子说 李正伯伯 我明天就回去 你们不用担心吃食 我会让人送来的 马车缓缓朝安阳县御家而去 魏林看向玉里 笑着说 没想到你村子里的叔叔婶婶 都这么讨人喜欢 是啊 他们真的很好 玉里轻声说 若没有他们 我早就死了 别人是一饭之恩 园主却连续吃了几年 直到遇见了师父 魏林对玉里的过往 和他这个人都很好奇 可他一点也不急 只要到了凤莱村 他就能和那些婶子唠嗑 然后把玉里小时候的事 全都扒拉出来 他看着玉里 眼神有点恍惚 总忍不住想要亲近他 既然如此 你就带着他们一起种药材 挖药材 赚了银子就能过上好日子 他看向玉里 很喜欢你这种不吃亏的性格 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你说你以前 怎么就让自己 过得这么憋屈呢 那样的生活过一个月都够呛了 你还过了四年多 玉里无奈一笑 当时眼下心下 能怎么办 园主做的那些事 他都要全部接受 在他这里就成了黑历史 还是没办法洗的那一种 以后聪明一点 别那么轻易 去相信男人 魏灵说 而且你修复的选择有点蠢 若是高飞敢这样辜负我 我直接把他弄死了 他选择离开 并非高飞不爱自己 只是和高玉清比起来 自己不是最重要那一个 玉里没想到 魏灵的想法和自己一样 若非园主 想要让陆北纸生不如死 自己也不用这么费劲 直接搞死算了 他突然发现自己 和魏灵有很多想法 都一致 那你相信 汝阳王吗 魏灵点点头 只要不是涉及高玉清 高飞这个人 还是可信的 可我不是他最重要的人 所以我不要他了 魏灵看向玉里 笑着说 我的男人心里眼里 只能有我一个人 若是做不到 我就可以选择放弃 我觉得 你也是这样的人 玉里嗡了一声 对啊 我以后 也是这样的人 他不是园主那种恋爱恼 在他这里男人 不是必需品 荣怀对他好 心里眼里 只有他一个人 所以他也愿意回馈 同样的感情 若是容怀变心了 到时候 下场应该会比路 北纸更惨 他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因为没带厨娘来 所以回去后玉里 去厨房熬了汤 然后做了几道菜 让青阳送去医馆 给李正伯伯 他们几个人 还让青阳 在医馆等着 顺便送人回村子里 医馆里 李正看着青阳送来的饭菜 叹息一声 我们以前误会 这个孩子了 七婶说 阿里丫头既然回来了 那以后 我们就多看过一点 是啊 只要他回了村子 谁要是敢欺负他 我第一时间 就不同意 李正点点头 记住 你们今天说的话 日后不管发生任何事 我们都要站在阿里丫头身边 信任他 护着他 虽然说 他是修夫回来 名声终究不好听 村子里 有很多人喜欢阿里丫头 同样有不喜欢他的人 七婶说 谁要是敢说他坏话 我就撕烂他们的嘴巴 想到玉家那些人 他就来气 好了 赶紧吃饭 吃了饭后 就留下三个人 在这里照看 其余的人都回去 大家换着来 他已经和掌柜的说好了 这几天都住在医馆后院 原来住在里面的人 就去客栈住 他们几家人给银子 医馆东家和玉莉以前 就认识 所以也愿意卖玉莉一个人情 最后李正和村子里 另外两个年轻的男子 留下来 第二天早上 他们就回村 换人来照看 第二天早上 玉莉回村之前 先去医馆看了几个人 两位大夫 一直跟在他和魏莉儿身边的 看他们是如何做 遇到不懂的就会问 两人也不会藏私 都认真告诉两位大夫 因为这样 两位大夫 对凤来村的人 印象更好了 玉莉他们已经醒来了 今天一早就从家里人嘴里 得知玉莉回来了 所以他们看到玉莉时 不觉得意外 玉莉和魏莉儿问什么 他们都能回答 检查完后 魏莉儿又留下一些外伤药 和一些内伤的药 玉莉也要回村 所以邀请李正同行 李正看了 外面的两辆马车 这才点点头 玉莉和魏莉儿 带着黑鸭 坐在一辆马车上 魏莉儿问 村子里有人欺负你吗 我们就带了青阳 和一个赶车的家丁 够了吗 第76章 如临大敌 玉莉看了一脸戒备的魏莉儿 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不是说 凤来村的人都很有趣吗 现在却如临大敌 我们看到 那些都是好的 可村子里有我没看到的人 我可不相信 到处都是好人 魏莉儿撇撇嘴 我从小长在人吃人的地方 看得最多的 就是两面三刀的人 所以 好人还是坏人 他一眼就分辨出来 玉莉说 都是一些不成气候的人 若敢找上门来 我就敢收拾他们 在极品 还能比当年在家族里 反对自己成为 继承人那些 输败兄弟极品 那些才是极品中的战斗机 最后 还不是被他摁在地上摩擦 只要你拳头够硬 不想废脑子时 直接动手 这样处理事情 真的是又爽又速度 凤来村距离县城30里 只是路不大 只能容得下两辆马车骑行 这些路都是坑坑洼洼 颠簸到怀疑人生 魏莲说 你要在村子里居住 那就把这条路 也休业一下吧 我出银子 他还记得京城那些传言 玉莉离开永城侯府时 没带银子 所以在魏莲心里 玉莉现在 是一个很穷的人 而他就算不拿王府的银子 也不缺银子花 他跟着镖局走时 到了一些城池 会挑一些大家族里 换上疑难杂症的人医治 一路走来 赚了不少银子 玉莉闻言看向他的肚子 你的银子 还是留着 积养肚子里的孩子 魏莲淺笑 京城的人都说 你当初傻乎乎的 不要永城侯府人的身份 也不要银子 只是脑子一热就要修复 玉莉痴笑一声 一个脏了的狗东西 送给乞丐 估计他们都会嫌路北纸脏 我要来干什么 恶心自己 特别是得知路北纸 为了银子 最后还是妥协了 和高玉清睡了 他就觉得路北纸 这个男人更脏了 魏莲听了后 忍不住笑了哈哈笑了起来 你这句话 还真是有道理 这样的男人送给乞丐 都会被嫌弃 所以 你当初离开侯府时 其实还拿了银子 玉莉摇摇头 那倒没有 只是我会赚银子 你在莱阳好几天了 应该知道 我那酒楼一天就能进账不少 魏莲也去他在莱阳开的酒楼 吃了两次饭 不得不说 那里的饭菜真的很美味 你靠着酒楼收入也不够啊 不要忘记你 以后还有很多事要做 你要种药材 就需要买地 甚至还要买下你村子里的山 要不然 土地不是你的 你什么都做不了 玉莉自然知道这个道理 他喊了一声 放心吧 我有银子 只需要把村子里的房子建起来 修路的事 以后有人会操心 你想要让楚王来修路 现在想想 也不是不可以 这里就是楚王的封地 楚王负责修路 也是理所当然的 玉莉摇摇头 我打算在村子里 建造一座很大的院子 用来做一馆 只要我的医术传出去了 来这里找我看病的人 自然就多了 到时候 自然有人主动修路 天下间从来就不缺有钱人 有钱人里从来就不缺病人 或者贪生怕死的人 他们有所求 自然就需要去付出 魏林儿是一个聪明人 很快就想到 玉莉打算做什么了 她笑着说 你多建一座小院给我 我也在你的医馆里打工 玉莉摁了一声 可以 她的确是打算 未来几年都扎根在凤莱村 只要有她在 自然就会有不少人 前来求医问药 人多了 他们就需要吃住和买东西 这样一来 安阳县的经济就会改变 马车进入村子后 引来不少人关注 当马车在李正家停下来时 很多人都跑来看热闹 昨天回来的人 已经把玉莉回来的消息传了出来 不少人都在猜测 这马车是不是玉莉的 他们也想要看看 离开村子多年后 玉莉有什么改变 就在此时 李正从马车跳了下来 紧跟着又有两个村民跳下来了 玉莉则是从最后一辆马车下来 还顺便扶了魏林儿一下 小心一点 听着她的提醒 魏林儿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就那么害怕我会出事啊 玉莉摁了一声 你现在可娇贵了 不能出一点问话题 就在此时 有人说 真的是玉莉 她还跑回来干什么 就是 都已经攀上高枝了 居然还回这里 是想要让我们看看 她现在过得多好吗 没良心的白眼狼 她小时候没吃的 我还给了她两个红薯呢 我也给了东西 谁知道养出一个白眼狼 放屁 玉三家的 你敢说 你自己也给了东西 玉莉丫头吃 七审得知玉莉回来了 赶紧跑了过来 就听到这样一番对话 她顿时不干了 八开人群走了进来 指着一个穿灰衣的中年女人嚷嚷 当年你婆婆送了几个红薯给玉莉丫头 你就追着你婆婆骂了好久 那时候 阿里只有八岁 她看到你这个样子 担心你会对你婆婆动手 赶紧把东西还给你婆婆了 想到过往 听的人都不禁有点心酸 你婆婆哭着说 孩子不容易 你们家也不缺这几个红薯 你却不乐意 抢了你婆婆手里的红薯就跑了 还骂阿里是克星 克死了她爹娘 听着七审说起往事 不少人都记起十几年前玉三家的 追着自己婆婆去骂的场景 村子里不少婆婆和儿媳妇都相处不来 可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凶狠的儿媳妇 因为几个红薯就追着婆婆去骂 把人骂哭了 大家都看向玉三家 纷纷讨论起以前的事 七审上前拉着玉莉的手说 丫头别怕 七审不会让人欺负你 玉莉笑着道谢 随后看向李正 李正伯伯 您赶紧回去休息一下吧 我自己在村子里逛一逛就好 她想要去物色好地方建房子 李正文言点点头 好 那我们先回去了 你中午到家里吃饭 可不能拒绝 要不然我得生气了 这可是自己儿子的救命恩人 也是自己家的救命恩人 恩人到家里吃一顿饭是正常的事 玉莉也不拒绝 她早上就让人去买了菜带回来了 到时候直接送去李正伯伯家 让人帮着一起做就行了 七审得知玉莉想要在村子里走走 她担心 还有不长眼的人凑上钱 赶紧说 我陪你去 有她在 谁也别想欺负阿里丫头 第77章 到外面去死 七审走在前面 玉莉和魏林儿并肩走在后面 他们朝着以前玉莉家走去 七审说 当年你离开后 大房那些人就霸占了你家的房子 李正想让他们搬出去 你祖母却说 要住自己儿子的家 这是天经地义的 因为这样 李正石们都不敢说了 玉莉听了后冷笑 他们也配住我的家 园主的家是园主自己赚银子建的 三间青砖大瓦房 还围了一个大大的院子 同一时间 园主的家里 坐着两个老头和老婆子 还有两对中年男女 以及一对年轻男女 院子还有几个孩子在玩闹 这就是园主祖父祖母 和大伯夫妻和二伯夫妻 以及大堂哥夫妻 园里的孩子都是大伯的孙子 大堂哥遇大牛说 祖父祖母 爹娘 那个贱人回来了 他肯定会赶我们走 现在可怎么办 四年前他要成亲 所以祖父祖母 就让自己搬到这里来 虽然这里只有 三间青砖房 可房间都很大 家里什么都有 他直接在这里成亲了 他早就把这里 当成自己的家 本以为那个贱人 永远也不会回来 没想到都离开好几年了 还冒出来 他怎么就不死在外面呢 玉老头说 放心吧 他要是敢赶你们出去 我就敢去告他不孝 我就不相信他一个贱人 还敢和我们过不去 花音落下 门就被人一脚踢开了 院子里玩到的几个孩子 被这一幕 吓得哇哇哭了起来 屋子里的人快速跑了出去 就看到玉里带着人站在门外 他眼神清冷 看起来比五年前更美丽了 眉宇间的青涩也消失了 身上有一股玉老头 他们都说不出来的气势 他们心里都涌现一股不安 总觉得接下来没好事发生 玉里说 在我家住得很爽 很舒服 他大步走进院子 朝四周一看 园主以前在院子里种了一些青菜 还有一些药材 现在全都没了 到处都脏兮兮的 还有一些鸡屎 院子都臭红红的 玉老头皱眉说 玉里 你已经嫁出去了 这屋子就是属于我们玉家的 我儿子的东西 自然属于我这个当爹的 七神咬牙 你放屁 你当初把老三一家赶出去来 不给钱不给粮 最后还是李正找上门了 你们才给了一些红薯和苞米 老三夫妻 是住在山脚老猎户留下来的破房子 你儿子和儿媳妇到死 都是住在山脚的破房子里 这事的一砖一瓦 都是阿里 自己给人看并赚钱见的 玉老头 你居然好意思说 是你儿子 你一把年纪了 要点脸吧 玉里淡淡扫了他们一眼 也不想继续往里走了 他看向青阳 把他们扔出去 说完后 就带着魏灵 转身走到院子外 他要亲眼看着这些人被赶走 当年小园主失去父母 他们马上就去破屋子 把可以吃的东西 全都搜刮了 若非村子里的人接济 小园主早就死了 玉老头夫妻 看到青阳 真的带着一个赶车的家 丁老五长辈动手时 老婆子坐在地上开始哀嚎 控诉玉里不孝 玉老头咬牙指着 老五和青阳说 你们若赶上前 我就死在你们眼前 好让世人知道 玉里是一个逼死祖父祖母的人 玉里说 青阳 把他们都拉出去 要死就到外面去死 别脏了我的地方 黑鸭说 小姐 我去帮忙 说完后黑鸭就跑了进去 直接拎着几个小崽子 就朝外面跑 玉家几个女人 见状纷纷追了出来 哭着喊着 别伤害他们家孩子 玉里看也不看他们一眼 因为她知道 黑鸭虽然憨憨 却不是一个心狠的人 她不会伤害那几个崽子 果然 黑鸭带着几个哭闹的孩子 跑了一段路后 轻轻把几个孩子放在地上 不要哭了 要不然我会生气的 我生气就会打人 几个孩子听了后 纷纷捂住嘴巴 不让自己哭出声 青阳和老五 直接把那几个人扔了出来 就连屋子里的东西 全都扔出来了 玉里看着还在 骂骂咧咧的玉老头夫妻 她淡淡说 这房子的房契在我手上 护明写的是我玉里 而不是你们的儿子 四年房租 一共四两银子 记得还给我 想要摆住她的房间 简直做梦 你疯了 你居然敢问 我们要银子 玉老婆子的话才说完 一柄锋利的长剑 就落在老婆子的脖子上 玉里淡淡说 再废话 就把你的舌头搁下来 老婆子看着抵在自己脖子上 闪闪发亮的发亮的长剑 瞬间腿软了 记住了 别来惹我 说完后 她看向刚刚还妄想反抗的玉老头 就你们这种无情无义的人 不配住我的房子 说完后看向七婶 劳烦七婶帮我叫李正伯伯来一趟 本不想惊扰李正伯伯 可她就看上这附近了 她想要尽快把地买下来 然后开始建房子 得知玉里找自己 李正来得很快 此时 玉老头已经带着她的子子孙孙 回老房子了 玉里对李正说 李正伯伯 我想要买下这附近的地 用来建房子 这里靠近山脚 进山很容易 修一条到关道外的路也不难 而且 屋后还有一条很大的河流 真的方便她做很多事 李正最后叫来几个人 帮着丈量土地 按照玉里指的地方 最后丈量了十亩荒地出来 阿里丫头 你不是要建房子吗 需要那么大地方 李正皱眉 荒地不产粮 你简直就是浪费银子 玉里浅笑 李正伯伯 我不但要建筑的房子 我还要在这里 建一间很大的医馆 李正和七审等人 文言 双眼都亮望 七审他们想到的是 玉里在村子里建医馆 以后有什么问题 也就方便了 可李正知道玉里的医术 肯定会有很多人来找她治病 若医馆建在村子里 这样岂不是有很多人到村子来 如果病得重一点 不能随意搬动 要在村子住下来 李正想到这些石心是火热的 阿里 你还看上哪些地方 伯伯今天就拿去县衙 帮你把第七弄回来 看李正伯伯的样子 就知道他看出开医馆的好处了 他摇摇头 暂时不需要了 第七拿回来后 建房子的事 还需要麻烦伯伯 第78章 动工 玉里给银子里 正去办理第七的事 李正让老五驾着马车 送他去县城 五十就拿着第七回来了 此时 玉里正在李正家 带来的丫鬟 已经帮着 张罗了今天的午餐 李正回来时 正好可以吃饭 席间 他把第七交给玉里 玉里接下 笑着说 李正伯伯 我想要尽快建好这院子 需要你在村子里 帮我找几十个勤劳能干 又细心的人帮忙 每天的工钱是三十文 管一顿午餐和晚餐 我这边还会找别的工匠来负责 村子里的人 只需要辅助 荣淮已经说了 绝影这边会找人负责主要工作 而村子里寻的人 只需要听从安排 还要找几个做饭 做菜好一点的婶子 每天负责做早午晚三顿饭 工钱是二十五文 早饭是做给绝影送来的工匠 他们会住在村子里 一直到房子建好 李正文言连连答应下来 县城的短工也是三十文一天 管一顿午餐 玉里丫头 这里还管晚上 真的很厚道了 我一定会帮你找一些勤快能干的人 李正叹息一声 能在村子里找到活干 大家也不会砸了自己的饭碗的 玉里笑着说 那就有老李正伯伯了 玉里吃了午饭就离开 离开之前留了一百两给李正 还把老五和一辆马车留下来 让李正帮着买建造房子需要的材料 老五就是负责接送李正伯伯的车夫 他还让李正找人收拾一下原主以前建的房子 两个房间都做成大通铺 那是给工匠住的 李正都一一答应下来 等到玉里走了后 李正的媳妇才说 那孩子变了很多 稳重了 做事比以前有章程了 李正问了一声 估计吃了不少苦头 从小就吃苦 也是一个可怜的孩子 李正媳妇说 那么多人吃饭 你估计要找五个人去做饭 李正看向自家媳妇 到时候你也去 李正媳妇皱眉 这样会不会被人说闲话 说你不公平 谁觉得不公平 就让他们来和你比一比 谁做的饭才更好吃 李正美好气地扫了一眼自家婆娘 你若做得不好吃 我会让你去吗 他自认是一个公平公正的李正 这个婆娘居然怀疑自己假公祭司 李正媳妇蒙二娘瞪了老头子一眼 你赶紧去休息一下 今天晚上你还要去守着儿子呢 得知儿子没事后 他真的松了一口气 可随之而来的是医药费 儿子从鬼门关转一圈才回来 也不知道要多少银子 现在好了 可以帮着阿里干活 一天有二十五文 一个月就有七百多文了 加上以前家里存的钱 应该能撑到儿子回来 狱里回到县城后 就开始画院子的设计图 十亩地要分三部分建 一部分是自己住的宅院 现在最重要的 也是建筑的地方 他打算用两亩地建筑的院子 两镜 每一镜都建三个小院 剩下的就是花园 两亩地建以后 炮制药材的药房 也会在这里收药材 三亩地建医馆 也是二镜院 一镜建门枕和药房 以及熬药的地方 中间一个花园隔开 后面就是二镜院 建很多小院子 这是给病人住院用的 等到他把设计图画出来后 魏林拿来一看 双眼都亮了 你怎么会想到 在医馆里建一些小院子 给病患居住 住院的地方 还是男女分开的 一边是男子住院的地方 一边是女子住院的地方 中间还有墙壁 这样女子生病住院 也不会被人诟病了 玉里心里想着 小院子 其实等于 现代医院住院部的病房 这只是 偷了现代医院的概念 现在处于古代 所以她把男女病房区分开了 都是建二层 魏林儿小声问 如此一来 就有很多房间了 需要建这么多吗 玉里想到 前世人满为患的医院 她说 男前那么大 只要名声打出去了 肯定有不少人前来的问诊 这地方肯定不够的 魏林儿看向玉里 这样一来 你就要找很多大夫来做馆才行 还要找很多监药的药童 玉里浅笑 距离建好 还有很长时间 现在找一些人来学监药也行啊 慢慢来 不接 不但要找人学监药 还要招学医的 这些未来都用得着 魏林儿说 行 有需要就叫我 反正我赖在你这里不走了 玉里让青阳安排一个人 去医馆照顾李正伯伯的儿子玉心 她需要李正伯伯帮 买件房子的材料 绝影的人很快就到了 一共三十人 全都是高大壮实的人 他们都是王府养的匠人 三十人里负责的人叫陈果 和陈如有几分像 他是陈如的亲弟弟 陈果看了玉里的设计图后 惊讶极了 玉里问 要多久才能建好 陈果说 我只有三十人 需要很多人帮忙的人 玉里正赶紧说 我可以在村子里找人 你需要多少人 他私下已经联系了二十多人 现在看了阿里话的图 心里明白 二十多人是不够的 陈果说 找一百个勤快能吃苦的人来 四个月就可以把房子建好 楚王府有很多庄子 店铺都是他带着人建造的 玉里看向玉里正 劳烦李正勃勃找人了 如果在我们村子里 找不到那么多人 就去隔壁村子找 只要勤快能干 不怕吃苦的 玉里正忙说 好 我们村子找不到 我就去隔壁找 一定要找到勤快能干的人 等到李正离开后 陈果问 玉姑娘 我们先把住的宅院建好 玉里点点头 没错 先建宅院 我们在年前要搬进来住 玉里问 能做到吗 现在距离过年 还有一个多月 处地的冬天比较暖和 最冷的时候 都可以继续干活 陈果点点头 可以 玉里这里要挑选人 帮着干活的消息 一下子就传出去了 得知是李正负责这件事 不少人找上玉里正家 李正在村子里挑选了50人 在隔壁村子 挑选了50人 凤莱村一些懒汉 看李正宁愿要外村的人 也不要自己 顿时怒了 想要去闹事 却被陈果带着人收拾了一顿 从此以后 再没有人敢闹事了 陈果带来的人很多 原主建的房子住不下那么多人 陈果带着人 花了一天时间 在房子隔壁建了两间木屋 30个人 就开始了凤莱村建房子之旅 玉里只负责给银子 剩下的 全都是李正和陈果商议去做 他也和李正商议好了 每个月给李正二两银子 一直到房子建好 房子动工第二天 玉里和魏林 就带着青阳黑压进山 开始挖药材了 第79章 你有什么资格可怜本王 凤莱村后面的山 叫翠微山 没有人知道这座山 因为上面常年被白雾 笼罩一眼望不到顶 从玉里如今的房子到山脚 需要走半刻钟 不少人在山脚下开荒 看到玉里时 不少人和他打招呼 一个两个都喊阿里阿里 因为他们家里都有男人 在玉里家干活 所以 他们此时此刻看玉里的眼神 就像一定移动的金元宝 玉里和他们打招呼 然后带着人飞快离开 魏林则想要留下来 和他们唠嗑 只是被玉里无情拉走了 短短几天时间 你就把村子都逛了一遍 认识的人比我还要多 玉里没好气说 你若留下来陪他们唠嗑 到时候 他们就不让你走了 刚刚山脚下那一群婶子大娘 都和七婶交情很好 小圆竹以前经常在他们家吃饭 都是一些心善的人 可就是太喜欢唠嗑了 没有人比他们还要清楚 东家长西家短的事 魏林儿笑着说 这是好事 我以后要在村子里生活 还要在村子里生宅子 现在和他们打好交道 以后有什么事 也能叫他们帮忙 最重要的是听他们说 玉里小时候的事 觉得很有趣 当然 有时候听着听着 会觉得很兴奋 那么小就没了爹娘 还有如狼似虎的祖父祖母 恶毒的伯伯和伯母 他们走了一个时辰 才走进没有人敢进来砍柴的林子 这里杂草丛生 的确有不少药材 只是需要费眼睛去找 魏林儿就找到一根30年的人参 月往里面走 几个人被楼里的药材就越多 而且都是一些比较珍贵的药材 走到了两个时辰后 玉里找到一朵血灵汁 魏林儿站在树底下 抬头看着前方的参天大树说 阿里 不能继续走了 我觉得里面很危险 玉里点点头 我师父静了一次 出来时 身上多了几道伤 还中毒了 师父让我长大后 也要记得 不能走到翠微山最深处 那里就是吃人不吐骨的地方 可师父也是从那里 找到了很多珍贵的药材 青阳问 那我们 还继续往里面走吗 玉里摇摇头 不走了 我们就在附近找 他对山里有什么草药 哪一种药材比较多 已经有一个大概的认知了 他们又找了一块药材 然后寻了一块大石头坐上去 开始啃干粮 他看了一眼淡定自若的魏灵 谁能想得到 他是高高在上的汝阳王妃 看他的样子 出身并不低 还嫁了一个这么厉害的丈夫 他却可以和下人 一起坐在石头山吃干粮 一点也没有委屈的样子 玉里 明天你不要来了 你怀着孩子 不能天天吃干粮 这样对你 和孩子都不好 魏灵说 没事 女儿我帮着你 一起浇村里的人认草药 我在外面 到时间就回去用膳 玉里这才答应下来 他们回到县城时 已经是晚上了 玉里看到日影站在院子里 训练几个家丁和丫鬟 看到他下了马车 日影马上跑了过来 玉姑娘 主子不要我了 我来投靠你 你不要赶我走 要不然 我就成了没人要的也属下了 魏灵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 你是楚王的护卫 日影朝魏灵看去 朝他抱拳行礼 日影见过汝阳王妃 魏灵笑了 我是魏娘子 以后不要叫错了 这里可没有什么王妃 谁还要坐汝阳王妃 那就去坐吧 反正他不稀罕了 日影闻言想了想 随后点点头 魏娘子好 魏灵这才满意的笑了 回家了 我好饿了 玉里看着他的背影 勾唇浅笑 日影把一封信交给玉里 姑娘 这是王爷让属下带给您的信 您离开莱阳后 王爷对你日思夜想 每天晚上都会去您的院子坐一会儿 日影小声说 我们都说王爷快成旺七十了 玉里接过信 想到那个男人也忍不住笑了 你这样业余他 就不怕他罚你 所以 属下来找姑娘了 绝影他们有点惨 想起王爷听到他们说 他那些化石那脸色 现在想想都不寒而栗 那要收拾人的眼神这样明显 他只能赶紧跑路 绝影被罚关在暗室里 三天不能吃 每天只能喝水 你们这张嘴 也要收敛一下 谁会像你们这样 业余自己主子 玉里想到 日影经常因为这张嘴 被容怀罚 忍不住提醒一句 日影笑了 属下知道 不管如何说 主子都不会杀我们 顶多就是饿肚子 他跟在玉里身边进了院子 一边走一边说 姑娘 王爷真的很想你 属下跟在王爷身边多年 还是第一次看到 王爷魂不守舍的样子 姑娘 你要是早点和王爷澄清 王爷 就可以光明正大来找你了 行了 你也像一个化牢了 赶紧去吃饭吧 吃了晚饭后 玉里就带着人 开始在院子里 炮制今天挖的药材 那些要晒的 也另外分类了 一行人忙得热火朝天 来阳则有人望穿秋水 荣王爵悄悄走上 王府得关心楼 就看到大魔王 坐在围栏上喝酒 那神情有点落寞 那背影有点孤寂 让他觉得有点心酸 又有点幸灾乐祸 没想到楚王殿下 也有这样的一面 在他靠近时 一把锋利的匕首 擦着他的脖子 刺在身后的柱子上 他双眼都瞪大了 忍不住问 荣怀 你这是要杀折 天啊 刚刚真的吓死人了 果然不管过去多少年 这大魔王可怕的性子 还是没改变 天下间 怎么那么多瞎了眼的人 居然被他那虚假的皮囊 和伪装的性子骗了 荣怀转身 手还拿着一个酒壶 他清冷的视线 落在荣郎爵身上 刚刚那匕首 就应该直接刺穿 你的眉心 荣郎爵闻言 觉得全身冷嗖嗖 额头隐隐作痛 黄说 我只是看你一个人 在这里喝闷酒 有点可怜 所以来看看你 你要这么狠吗 他干脆坐在地上 你真的太狠心了 荣怀嗤笑一声 本王需要你赔 你一个连未婚妻都没有的人 有什么资格可怜本王 第八十章 撕了他 荣郎爵瞬间觉得扎心了 黄说 你也没有未婚妻 他在心里暗暗想着 这还需要我提醒吗 别以为玉璃姑娘搭理你 就是你的未婚妻了 你怎如此不要脸呢 荣怀邪逆他一眼 那是本王的王妃 荣郎爵很想催他一口 把口水全都护在 这个没脸没皮的家伙脸上 可他不敢 担心被打死抛尸 你一个人深更半夜在这里喝闷酒 若真的想我家救命恩人了 那就去找他 真的不明白 有什么好有犹豫的 若真的喜欢 那就去找他 犹犹豫豫豫 最后自伤自身 荣怀提醒一句 荣郎爵 你该回你的封地了 已经进入十一月 胡人每年都会在下雪之前 来进宫 你若不赶紧回去 到时候上阳关一破 你就完蛋了 荣郎爵靠在柱子上 淡淡说 我准备明天离开 来找你 除了想要陪你喝酒外 也是要辞行的 我走翠微峡谷 需要经过安阳县 你真的不和我一起去看看 我家救命恩人 荣怀谴笑 去 当然要去 他积压下来的公务 已经处理好了 自然要去找阿里 他不想让村子里的人 知道自己的存在 那自己 就低调一点 不让村子里的人知道就行了 荣郎爵泽泽两声 以前听人说温柔相英雄种 我只觉得可笑 真正有雄心壮志的人 怎么可能会因为一个美人而误实 现在瞧着你这个样子就知道 书上说的都是真的 他站起来走到荣怀身边 想了想问 我救命恩人的确很好 可他 不能给你任何帮助 楚地看起来很平静 可这里和我的燕帝一样 都有士族盘踞 他们都顶上王妃的位置 一个两个如狼似虎 我担心你这边说出 玉里是你的王妃 他们就会想办法撕了他 这些士族的力量 不容小觑 我父王的下场你也看到了 若他娶了士族贵女 就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说到那些门阀士族时 他眼里闪过一抹利色 恨意从心底蔓延 他的母妃也是燕帝贵女 却比不上几大士族 所以 母妃就算和父王成亲了 还是被针对 他们成亲后 日子也过得不安宁 荣怀听了后 看向荣王爵 本王不是你父王 本王有足够的能力 守护自己的幸福 若是 他连收拾那些门阀士族的能力都没有 又弹劾爱他 若是他连让他开心生活的能力都没有 那就不配迎娶他 荣王爵沉默了许久 他深吸一口气 你要清楚 一旦门阀士族联手 你将要面对什么样的情况吗 知道 可本王知道 只要本王坚定选择他 他不会让本王一个人 面对这样的局面 只要有他陪着 不管要面对什么样的局面 都无所畏惧 他喝了一口酒 站在风口上吹了许久 这才悠悠说 荣王爵 你日后若没办法守护一个女子时 那就不要爱对方 因为你的爱 有可能就是他的砒霜 荣王爵的心震了一下 他心里明白 小黄叔的话很有道理 若自己没有办法守护一个人 那就不要说爱 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招惹 他笑了笑 日后我如果真的爱上一个姑娘 那我不会让他受任何委屈 发生在我母妃身上的事 绝对不会发生在我王妃身上 叔侄两人相视一笑 随后齐齐看向远方 这是京城的方向 没有人知道 燕楚两地的王此时此刻 心里在想什么 一日一早 荣怀和荣王爵 就带着人离开了蓝阳 荣王爵的护卫 已经找到他了 所以他们离开的队伍有点大 荣怀身边带着七个隐卫 他才离开蓝阳 城中士族就知道楚王离开了 至于去哪里 他们现在还不知道 等知道楚王和燕王去了安阳县后 城中三大家族和一些中流家族 纷纷派人去查王爷 到安阳那穷山僻壤的地方干什么 玉璃不知道 荣怀已经来了 他看完荣怀 让日影带给自己的信后 也回了一封信给他 接下来 他和魏灵儿就放出要收草药的风声 还带大家认草药 大家这才发现 翠薇山上有很多不起眼的草原来是药材 可换银子的 他和魏灵儿 亲自带着大家进山两天去采药 第三天就不去了 每天深时末 会有人在村口收药材 让他们自己进山去采药 采到药材 就直接卖给村口收药材的人 只要药材没事 当天就把银子结算给他们 而负责收药材的人是日影带来的 一男一女两人 他们也是影位里的人 只是他们以前的统领 却是影位里的文艺 他们和日影一样 以后是要跟在玉璃身边 遵玉璃为主 秋竹则是跟在他们身后 负责结算银子给村民 有些家庭几个人进山 一天可以赚七八十文 这对于一个家庭而言 是很大一笔收入了 而玉璃和魏灵儿 则在县城的房子里 带着人开始炮制这些药材 他还买了几个 十字的死气的人回来 开始教他们 炮制药材和晒药 荣怀带着荣郎爵走到院子时 看到的就是他 忙忙碌碌的身影 他好像轻茧了不少 思及此 他的眉头忍不住皱气 荣郎爵看了看小黄叔 随后笑着喊了一声 玉璃姑娘 玉璃转身一看 发现荣怀正盯着自己看 他的眼睛一直盯着 那张俊美不似人间 可拥有的脸笑了 荣怀 你怎么来了 他笑着上前问 什么时候到的 累不累 荣怀文言伸出手 把他有点散乱的秀法 弄到身后去 这才柔声说 想你了 所以就来看看你 护卫们已经去安置了 我迫不及待 想要来看看你 分开了十天 他真的是日思夜想 终于明白 为何有那一句 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他真的很想他 想要把人抱在怀中 玉璃浅笑 既然来了 那就住一段时间吧 他其实也想这个男人了 看到这张俊的人神共愤的脸 就觉得做什么都有劲 完全被忽视在一边的荣狼爵 再也忍受不了 两人在自己眼前轻轻握握 气得咬牙 救命恩人 你就没有看到我 第八十一章 小寡妇 玉璃这才看向荣狼爵 燕公子 你怎么还在这里 我以为你已经回燕地了 荣狼爵文言 双眼都瞪大了 刚刚是我在喊你 你眼里看到的 只有我小叔叔 我不但眼里 只看到你小叔叔 心里也只看到你小叔叔 你如果羡慕极度 就去找一个心理眼里 只看到你的姑娘 玉璃故意业于荣狼爵 她有一个恶趣味 就是喜欢看到她生气 果然 荣狼爵生气了 一个人走进院子里 在门外就闻到一股药味了 现在进来一看 院子里放的全都是药材 恩人 你弄那么多药材干什么 打算开医馆吗 他转身看着荣怀 小叔叔 你父甲天下 居然要让你未婚妻去开医馆 一个姑娘家去开医馆 你也不怕别人说闲话 就在此时 屋子里走出一个长相美丽娇俏的女子 她靠在门边上淡淡说 自己能赚钱 为何要花你小叔叔的钱 你是瞧不起女人吗 觉得女人就不能抛头露脸来赚钱吗 荣狼爵皱眉 我没有这样说 你怎么就误会 我的意思 你是谁 居然在这里偷懒 她觉得 站在这里的人都是恩人的属下 或者丫鬟 主子都要干活 她一个小丫头居然在这里偷懒 真的太过分了 一点眼力劲都没有 魏林听了后 笑了笑 你真的憨是怎么传出小战神的名号 该不会是假的吧 是可杀不可辱 这个女人说自己什么都可以 就是不能说自己小战神的名号是假的 这可是自己实打实赚回来的 恩人 要不然你换一个丫鬟吧 这个女人如此牙尖嘴裂 会教坏你的 她不能和一个小丫头动手 还不能让她丢了工作 被赶出去 魏林老神在在靠在一旁 觉得还不够 看厨娘端着点心过来 她直接拿了一块 一边吃一边看戏 她就想要看看这个憨子还能说出什么话来 这一幕简直就挑战了容狼爵 把她给气得不轻 容怀实在不忍看这个折被人当猴看 她缓缓道 阿爵 这是京城来的高夫人 京城来的高夫人 高夫人 她惊讶极了 指着魏林 她 她是高飞那满夫的小媳妇 容怀点点头 对 魏林笑着说 纠正一点 我现在不是高飞的小媳妇了 我现在是位娘子 一个小寡妇 容狼爵一开始还觉得高飞运气真好 一条腿都踩在鬼门关里 还能娶到那么好看的妻子 现在听她说自己是小寡妇 突然有点同情高飞 这女子的性格像小辣椒一样辣 高飞一把老骨头 真的能承受 不会被折腾死吧 她警惕地盯着魏林 你怎么跑来这里了 你靠近我家恩人干什么 汝阳王府 向来都是纯臣 保皇党 她却希望小叔叔 推翻容音那个恶心鬼 然后容灯久武 所以 汝阳王会成为小叔叔的阻碍 魏林儿出现在这里 就耐人寻味了 当然是来这里投靠阿里了 难不成来这里找你啊 魏林儿也惯了 从小就到处乱跑 经历的也比一般人要多 从来就不是一个吃亏的主 她又不是傻子 自然看出容狼爵在怀疑自己 她吃笑一声 嫣小爷 有时候想太多 思虑过重 也是一种病 她啃完一块点心后 接过秋白送来的帕子 擦干净手 然后开始 去指点他们炮制药材 玉立把两人带到那院花园里 三个人坐在亭子时 容狼爵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 小叔也知道 魏林儿在这里 容怀点点头 早就知道了 还是封印 让阿兴护着他安全 抵达来扬 容狼爵闻言深吸一口气 他咬牙问 明知道他是汝阳王妃 你还让人出现在楚地 若是狗皇帝知道了 肯定又要阴谋论了 狗皇帝的眼睛 一直盯着几个封地 做梦都想要把封地收回去 其中对他造成威胁最大的人 就是小皇叔 然后就是自己这个燕王 知道又如何 那是容英和汝阳王的事 容怀毫不在意淡淡说 又不是本王拐走魏林儿 是他自己跑的 本王欢迎任何一个 想要来楚地安居的南前百姓 他楚地大门打开 总不能因为魏林儿是汝阳王妃 然后就不允许他出现在楚地 容狼爵听了后觉得 小皇叔说的有点道理 可又觉得哪里不对劲 努力想了想 还是想不明白 玉立给两人侦查后 这才说 我要在凤莱村开医馆 林儿会成为医馆的做诊大夫 他会留在这边生孩子 容怀恩了一声 有需要就找成果或者日盈 他们都有办法 最快联系上我 玉立浅笑 英哥 你知道 容怀有点意外 玉立点点头 知道啊 陆北指去年就想要让人去干掉英哥了 不过好像派出去的几个人 都被英哥捉瞎眼了 容狼爵看向小叔 真的吗 真的吗 居然有人那么不张眼 想弄死英哥 他难道以为 英王的名头 是浪得虚名 呵呵 真蠢 容怀说 去年的确有人想要对英哥出手 惹恼了他 然后被他带着一群英去追杀了几百里 英哥是容怀二十岁时被追杀 坠落悬崖后救的一只英 那时候他还很小一只 一人一英都受伤了 就这样在悬崖下相依为命了一个多月 等到他恢复后 也把英哥带回来了 英哥在他身边待了一年后 就离开了两年 再回来时 已经长大了 成为了英王 逃回去的全都瞎眼了 没有逃回去的人全都死了 英哥的脾气很大 谁若对他动手 他就会不死不休 记仇得很 陆世云说 英哥的脾气最像私下的楚王 脾气坏 记仇也记恩 他也不反驳 因为的确很像 温润如玉 只是一个假象罢了 有仇必报 才是真正的容怀 容狼爵笑了笑 活该 他看向玉里 听说陆北纸 现在成了禁卫军统领了 深受容英看重 玉里有点意外 真的翻身了 高飞出手帮他 话这样说 小小却不安分地 踢了一下容怀 推陆北纸上尉的背后之手 在这里呢 第82章 你和我有点像 容狼爵点点头 又摇摇头 我的人查不出是谁帮他 不过陆北纸 是在高飞的庆功宴 第二天成为禁卫军统领的 我觉得 应该是高飞用自己的功劳 来为陆北纸铺路了 他觉得自己分析得很对 除了汝阳王 这个岳父外 他真的想不明白 还有谁能在容英跟前说上话了 哦 还有一个南宫剑 陆北纸交往的那些朋友里 自身能力最强的 就是这个家伙了 可惜 这个家伙和自己是死对头 还是陆北纸那个 靠着祖辈留下的功劳 走到今天的恶心家伙的兄弟 两个恶心人的家伙凑在一起 效果简直惊人 不管是不是都和我们没有关系 容怀淡淡说 容狼爵 离开之前 记得把你欠的银子都还了 容狼爵瞪了一眼小黄叔 然后拿出一个锦盒 玉姑娘 我还想要买一些外伤和内伤的药 说完后 她把锦盒推到玉里跟前 扣出我承诺 你的银子 剩下那些银子 可以拿多少药 你看着给就行了 我也不懂这些 玉里的外伤药和内伤的药 都太好用了 她回去后 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弄一些要带着回去 以备不时之需 是一件很明智的选择 玉里也不客气 打开一看 有点惊讶 这个锦盒里 只放了五张银票 都是四海钱庄特定的银票 十万两一张 五张就是五十万两 她说 你什么时候离开 我去给你准备药 荣王爵说 我明天早上就要离开了 从这里回到燕地 需要好几天时间 现在已经入冬了 胡人缺吃穿的东西 就会开始犯我燕地 她要尽快回去作证 我现在就去帮你准备 说完后 她带着锦盒离开了 这段时间 因为收了不少药材 所以她做了不少外伤药和内伤药 在淬炼药材过程中 加入了天泉水 所以这些药丸的效果 比同类型的药丸 效果好很多 拿了人家的银子 就不能糊弄她 药丸都是用来救命的 除了这些外 还准备了一些毒丸给她 用来防身用 她把这些瓷瓶 都装在一个箱子里 然后搬到亭子里 交给容狼爵 这一瓶是毒药 把一枚药丸子放在水里 然后把武器放进去 泡一个晚上 见血封喉 里面只有两颗药丸 不到逼不得已 你最好别用 这是给你防身用的 而且不要用手去碰 要不然毒死你自己 可别找我 唉 都是看在银子的份上 容狼爵没想到 还有意外收获 她拿着刺瓶说 我一定会记住你的话 容怀看着容狼爵 像一个傻子一样 抱着木箱子离开玉府 她凑过去小声问 你还会炼制毒药 玉里低声说 我会的不多 她医术厉害 毒树一般般 堂姐御心毒树厉害 医术也不错 只是堂姐是战五渣 看起来柔柔弱弱 像一朵小白花 经常会用那张脸 去迷惑敌人 等到别人放下戒心后 她就会张开血盆大口 然后一口把人家吞下 骨头都不剩 她的美貌 和软软的外表 就是堂姐无往不剩的力气 想要学 容怀笑着看向她 陆时云和文颖的医毒 都很厉害 日后你们遇见了 你可以跟他们学习学习 玉里浅笑 不怕我学会后 第一个就对付你 不怕 如果是这样证明 我做得不够 她看得出 玉里不是一个 喜欢杀戮的人 她杀人更多是为了自保 只要她一辈子 都不做伤害玉里的事 她的毒药也好 屠刀也罢 都永远不会朝着自己来 你倒是自信 玉里笑着说 我不会对自己人出手 我永远都会是你的自己人 听听这甜言蜜语 说得还真是顺 容怀来了 所以玉里晚上不在家里吃饭 直接带着魏灵 邀请容王爵 在县城最好的酒楼一起吃饭 也算是为容王爵践行了 一日一别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 席间 魏灵不能喝酒 只是在吃饭 玉里则是喝了好几杯酒 容狼爵也想不到 玉里的酒量如此好 她好奇问 玉姑娘都说 酒量是喝出来的 你以前和谁一起喝酒 这么烈的酒喝了好几杯 还能面不改色 真厉害 玉里说 我师父以前最喜欢喝酒了 所以我很小久 开始陪着他一起喝酒了 小园主第一次喝酒是醉了 在床上躺了一天 后来越喝越多 慢慢酒量就上来了 是教你医术的人吗 容狼爵很好奇 什么样的高人 才能教出玉里这样的徒弟 才二十岁 医术就如此厉害了 最可怕的是 这二十年里 他有四年时间 是在为别人赚钱 完全不沾染医术 我七岁才开始学医 玉里淡淡说 七岁之前不识字 没学过医 还在吃百家饭 小园主若是不遇到陆北纸 他一辈子 其实会过得很幸福 陆北纸就是他的死结 他遇上了 熬不过去 就这样香消玉语 不管是容狼爵 还是魏灵儿都惊讶了 魏灵儿说道 我三岁开始学医 一直到学到十六岁 然后离开家里 你居然七岁才开始学 我看你医术比我还要高 太厉害了 玉里心里想着 小园主医术和魏灵儿差不多 只是他多了一个外挂天泉水 吃饭吧 容怀不想玉里继续说以前的事 对他来说 那是一段自己没有参与的过去 也是他最难的过去 玉里浅笑 吃饭吃饭 吃了饭后 魏灵儿就对容狼爵说 烟小烟 你送我回去 随后看向玉里 你和楚公子许久未见 一起去走走 玉里笑着看向魏灵儿 行 都听你的安排 魏灵儿凑上前 小声问 你该不会喝醉了 如果是喝醉了 就不能出去 喝醉容易出事 玉里伸出手 掐了一下魏灵儿的脸 你怎么就担心那么多呢 我没有喝醉 很清醒 两人四目相对 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魏灵儿伸出手 戳了一下玉里的脸 阿里 我怎么瞧着你的眼睛 和我的眼睛有点像 她拉开一点距离 认真看了看 又觉得不是很像 她摇晃一下自己的脑袋 想着 怎么就会觉得 她的眼睛 和自己的眼睛像呢 玉里哈哈一笑 走吧 走吧 一点也不像 不是开玩笑 是真的不像 容怀站在一旁 看着两人的对话 所以 两人四目相对时 神韵上的确有几分相似 只是一开口说话 笑起来时 马上又不像了 她也没有往别的地方去想 第83章 王爷是属于你的 安阳县晚上并不热闹 到处都静悄悄的 两人走在街道上 她低声说 你来过安阳县吗 容怀摇摇头 魏灵儿 处地并不小 很多地方只听说 魏灵儿亲自前往 想到认识阿里之前 摆放在暗桌上 关于安阳县 和各城池的一些情况 安阳县的县令说 安阳百姓生活富足 入夜就黑灯瞎火的县城 居然被认为富足 当真可笑 自己这个楚王挺失败的 以后多去走走 眼睛看到的 不一定是真的 用心看到的 就不会有假 她看向身边的人 低声说 你既然是处地的王 那就有责任和义务 让处地的百姓吃饱穿暖 她不是好人 也会不择手段 去争取自己想要得到的 可她明白一个道理 在其为谋其正 也明白 什么叫责任 百姓才是国之根本 荣怀停下来 认真看着玉璃 阿里如此担忧楚地百姓 不如早点和我澄清 如此一来你 就是楚地的主母了 你可以光明正大 去做你想要做的事 她牵着她的手 笑着说 我不逼你 你好好想一想 她拿出一枚令牌 放在她的手心上 这是楚王府的令牌 见令牌如见楚王 还可以调动楚地一万兵马 玉璃没有矫情 大大方方收下令牌 定情信物 她牵着她 继续往前走 收下了 以后就是我楚王府的主母了 玉璃笑了 好 荣怀文言停下来看着她 眼里闪过一抹不敢置信 真 真的答应了 答应 做你楚王府的主母了 她伸出手 轻抚男人的脸颊 傻了 怎么就那么憨呢 她不是早就答应嫁给她了 只是要迟一点 我才修了路背纸没多久 所以我们不能那么快就成亲 对你名声不好 她低声说 明年吧 明年我们就成亲 荣怀呵呵笑了起来 好 都听你的 明年成亲 那她现在就要准备聘礼了 虽然阿里没有父母了 可她有族人 她要风风光光迎娶她 路背纸没有给她的尊重 没有给她的聘礼 和一切一切 她都会捧到她跟前 两人走了一刻钟 才回到玉府外 她说 进去吧 我明天再来看你 虽然舍不得 可她已经到家了 玉璃说 好 你也赶紧回去吧 明儿一起用早膳 看着男人离开 玉璃才转身进屋子里 魏璃儿一个人坐在亭子里 笑着看向她 怎么那么早就回来了 玉璃浅笑 天黑了 该洗洗睡了 荣怀回到暂时落脚的别院后 马上写了一封信给英哥 让英哥送回去 给陆石英 荣王爵第二天早上 就带着人离开了 荣怀和玉璃两人一起 在酒楼吃了早膳 然后进山采药 魏璃儿被留下来 将那些人煎药和煞药采 翠微山很大 连绵不断 直接包裹了整座安阳县 离开安阳县的路 要经过一处峡谷 所以被称之为翠微峡谷 玉璃和荣怀 今天去的地方 是以前玉璃没有和师父去过的 他要去探探路 看看山上有多少草药 两人后面都背着贝勒 才到山脚下 就看到一些常用的药材 玉璃指着那些药材对荣怀说 我觉得 你们错过很多了 荣怀也意识到 翠微山真的有很多药材了 也许这里 可以作为处地背后的药仓 他说 阿里 我们继续往里面走 玉璃一边走 一边说 我其实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 想必师父以前也发现这件事了 才会留在翠微山定居 荣怀问道 什么事 翠微山很神奇 我从来就没有见过 哪一座山脉 可以同时出现不同季节的药材 他一边走一边说 有些药材 甚至不适合处地的天气 可在翠微山却长得很好 我怀疑安阳县的土壤 适合种植药材 荣怀听了后 也有点意外 他虽然不是大夫 却明白 很多药材的生长地都很挑剔 我让人在安阳买一些桩子 找一些人来种一些药材 荣怀眼里闪过一抹期待 若安阳这边真的适合种植药材 这对土地和燕地来说 都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他们有很多药材 都是从别的地方买回来的 如果真的要走到那一步 药材来源会很重要 如果这些都掌控在自己手上 那就事半功倍了 可以 我这边也在凤莱村买一些土地种植 若真的如我们所想 安阳有可能会成为 天下间最大的药材供应地 说这里的老百姓过得不好 来呀 楚王福 一个皮肤白皙 长相美丽 眉宇间还带着几分英气的女子 忙了半天 回到自己的房间 就看到英哥站在桌子上 他早上让人准备的点心 已经被英哥和和的差不多了 还弄得到处脏兮兮的 跟在他身后的一个小丫鬟 忍不住笑了起来 大管家 您的点心都被英哥吃完了 应该是吃一点 剩下的全都被和和了 陆时音看了一眼英哥 最后只能任命上前 把英哥脚上绑着的纸条拿下来 看完后 他忍不住笑了 行啊 王爷出去一趟 就要求准备聘礼了 他笑着对身边的丫鬟说 我们王府很快就要 有竹母了 他也可以松一口气了 这些年 真的忙死他了 小丫鬟喜儿听了后脸色都白了 大管家 王爷 王爷要去哪家千金 陆时音挑眉 王爷要娶谁 都是王爷的事 他吩咐 我们准备聘礼 那我们就把聘礼准备好 别的事 最好就少问 喜儿 你是不是喜欢王爷 喜儿是他从京城带来的 他是王府的大管家 只要王爷在处地 就能经常看到他 喜儿跟在自己身边 也是常常能看到王爷 想到有这个可能 他脸色瞬间难看极了 喜儿赶紧跪在地上 不是 不是的 大管家 我没有喜欢王爷 他看向陆时音哭着说 我只是为你不值 陆时音气笑了 为何不值 有什么不值的 这些年里 王爷从未亏待我 所以 有什么地方 让你觉得 为我不值 大管家 大家都认定 你是未来的王妃 王爷是属于你的 第84章 谁敢玷污王爷 他就弄死谁 喜儿的话 才说完就被陆时音 一巴掌抽过去 许是太用力了 打得他手掌都疼了 他摇晃两下才放下来 冷冷看着喜儿 没想到你小心思这么多 看来我这里不能留你了 你也不晓了 我会为你挑一门轻视 你赶紧嫁出去 这样的人留在身边 只会成为祸害 喜儿文言 脸色都变了 大管家 奴婢哪里做错了 您为何要把奴婢嫁出去 奴婢跟着您从京城到处地来 从未想过 要离开大管家的身边 如果您因为刚刚奴婢说 那些话生气 那奴婢 以后不说了 陆时音坐下来看着喜儿 从你有这样的想法开始 你就不该留在我身边了 王爷说过 一旦身边的人生出半分一心 就不能留了 你现在只有两条路 第一条就是死 第二条就是嫁出去 他神情冷宁 眼里闪过一抹利色 若是王爷回来 知道你说了这些话 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那就是死 喜儿跌坐在地上 依然不甘心 大管家 您兢兢业业管理王府多年 难道我们这样想有错吗 有错 大错特错 陆时音沉生说 王府大管家是我的工作 我认真 兢兢业业 这都是出于责任 王爷许我一片容身之处 我承诺会忠心于王爷 我做的一切 仅仅因为知遇之恩 你从京城就跟着我了 你见过我最落魄无助的样子 那时候 恨不得一死而知 王爷收留了我 把我送到处地来 让我可以重新开始 我现在走出去 谁不恭敬喊一声 陆大管家 这些都不是我自己拥有的 而是王爷给予的 陆时音看着脸色难看 急了的喜儿 笑了笑 你今年 已经快二十岁了 我在两年前 就问你有没有看上眼的人 我准备嫁妆让你出嫁 想到喜儿的种种异样 陆时音第一次想要挖了 自己这双眼睛 你一直都拒绝 我还以为你 没有看上眼的 现在看来 你不是没有心悦之人 你只是在等 想着想着 他心里就涌现一股怒意 他忍不住上前一脚踢在喜儿身上 你居然敢觊觎王爷 你找死 喜儿没想到 大管家会突然动手 他跌坐在地上 狼狈看着大管家 我喜欢王爷有错吗 这来阳城里有几个女子 不喜欢王爷 在楚王府 你喜欢王爷就有错 你表现出来 更是错上加错 你企图利用 我来靠近王爷 更是罪该万死 陆时音指着喜儿说 我现在就告诉你 只要有我在 你一辈子都不可能成为王爷的枕边人 喜儿疯狂地笑了起来 现在都被发现了 他也没有什么好惊慌的 因为你自己喜欢王爷 所以不允许我也喜欢吗 啪啪 又是两巴掌下去 陆时音看着捂住脸颊 一脸怨恨的喜儿 我是王府的大管家 我有责任和义务守护王爷 我只会尊王爷 娶回来的王妃为主母 王爷不是那种 会为了稳固自己权势 而娶一个不喜欢的女子 所以 她日后尊的主母 也必定是王爷喜欢之人 她敬重王爷 而这一份敬重和感情 没有任何关系 王爷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因为王爷给的机会 自己才能重新站起来做人 这一份恩情太大了 大到她原因 为了王爷上刀山下火海 就好像绝影日影他们一样 那些包藏祸心 企图爬上王爷的床 玷污王爷的女子最为可恶 成为王府大管家后 她这双手都沾满了鲜血 也不介意多两个 反正王爷不认可的女子 也得不到尹魏和她姐弟的认可 王爷认可的 哪怕是一个乞丐 只要王爷喜欢 他们都会开开心心 为王爷筹备澄清事宜 她看着喜儿说 本想留你一命 现在看来是万万不能 留下你这个祸害了 来人 很快就有两个婆子走了进来 大管家 他们站在一旁 等着大管家吩咐 陆石英说 把人带下去 交给绝影 就说她企图想要爬王爷的床 顺便去查一查她 有没有收了不该收的东西 不不 大管家我 求你放过我 我再也不基于王爷了 奴婢求求你了 陆石英挥挥手 让人直接把喜儿带下去 两个婆子毫不客气 直接把人拖了下去 喜儿还在叫喊着 陆石英觉得脑门疼 冲着已经走到门外的婆子说 堵住她的嘴 等到他们走了后 陆石英才坐回椅子上 她伸手按摩地 一下自己的额头 真希望王爷明天 就可以把王妃娶回来 看着王府没有侧妃小妾 也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可王府的大管家 要处理的是真的很多 处地就像一个小国家 而她现在所处的位置 就像皇宫里的大总管 同管王府内外事务 绝影只需要一个时辰 就把喜儿的事 查得清清楚楚 她来找陆石英时 她正坐暖阁里看账本 查到了 她头也不抬就问 如何处理 绝影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看了她一眼 以前没有任何问题 昨天收了一个小家族一千两 出卖了王爷的行踪 来扬那些大大小小的家族 看到王爷回来了 想要知道 王爷的行踪最好的办法 就是收买王府的人 其实陆石英是最好的收买对象 可她这个女人软硬不吃 死脑筋 只听王爷的吩咐 以前那些背叛王爷的人 如何处理 今天就如何处理喜儿了 绝影低声问 她是你从京城带来的 你心里不会有怨吧 陆石英终于抬起头 看向绝影 你脑子有问题吧 需要让我弟弟帮你看看吗 任何背叛王爷的人 都该死 她居然问出 这么没脑子的话 绝影笑了起来 我以为你多少有点失落 毕竟是你的人犯了事 我的人犯了事 那就按照规矩处理 她笑了笑 又不是我犯了事 绝影无话可说了 你在看什么 王爷让我准备聘礼 她明年要成亲了 说到这里 陆石英双眼都亮了 赶紧给我说说 王爷喜欢的姑娘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她是知道 王爷有喜欢的姑娘了 王爷还搬到人家隔壁去 可她忙到没有时间 去追问是哪家的姑娘 所以 到现在都不是很清楚 未来主母的事 绝影想到陆石英 和玉璃姑娘 两人相同的经历 她饶有欣慰说了一句 和你一样 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 陆石英想想自己 做了什么 别人不敢做的事 修夫 她看着绝影 所以王爷喜欢的人 是以前的永城侯夫人玉璃 第85章 小心思 南前建国至今 就只有自己和玉璃两个女人 做出了修夫这样的事 绝影点点头 对 王爷喜欢的姑娘 就是玉璃 陆石英倒吸一口气 完了 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去了 玉璃姑娘的安危 就成问题了 楚帝几大士族家的嫡系千金 都盯上楚王妃的位置 现在玉璃却冒出来抢走这一切 几大士族的人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她说 王爷有没有让人在 玉璃姑娘身边保护她 这可是王爷唯一一个 想要取进门的姑娘 可不要被士族的人害了 她急得站起来了 不行 我要让人盯紧士族的人 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 也可以第一时间知道 绝影看着她这个样子 忍不住笑了起来 放心吧 姑娘身边有瑞银保护 而且玉璃姑娘武功很高 医术也很好 士族的人伤害不了她 陆时英皱眉 那些所谓的士族 做事肮脏 恶心 不择手段 玉璃一个在永城侯府 受了四年委屈的人 绝对不是那些恶心士族的对手 放心吧 王爷肯定会护着玉璃姑娘 英姐 你就按照王爷的吩咐 准备聘礼即可 陆时英点点头 聘礼要准备 士族那边也要盯着一点 绝影说完后 就准备离开 陆时英突然问 你昨天带回来的妇人是谁 昨天 绝影带了一个妇人回王府 安置在一处僻静的院子里 还找了一个小丫鬟去照顾 她晚上回府才得到消息 现在看到绝影 才想起这件事 绝影文言说 这是玉璃姑娘 拜托帮忙找的人 我刚刚已经让人送她去安阳县了 除了她们外 还有好几个人在路上 三天后应该抵达来阳了 这些都是玉璃姑娘 在回来的路上捡的 如果这两天我不再来阳 你就让人直接送他们去安阳县 陆时英好奇 都捡了一些什么人 潘彪 陆时英双眼都瞪大了 是京城那个手握重兵的 郑二品将军潘彪 绝影点点头 就是她 狗皇帝杀了人家的儿子 担心潘彪会反了 狗皇帝就让人追杀潘彪 被姑娘和王爷撞见 出手相救 还有三兄妹 陆时英点点头 我知道了 你若不再来阳 我会让人送他们去安阳县 短短几天时间 戎怀就带着玉璃走了 几座山头 挖回来不少名贵的药材 魏林拿走了一部分药材 去制成药丸 剩下的都给玉璃留着 你们不要整天往山里跑了 也要去看看房子的进程 还有村子那边的药材 也要停一停了 这边的屋子太小了 我们人手不够 药材炮制得太慢了 现在前院都放了不少药材 幸好这些天太阳都很大 要不然 这些药材全都坏了 玉璃点点头 嗯 我们今天不出去了 我们打算回村子去看看 魏林她指了指荣怀 你带着她一起去 不怕村子里得人问起这件事 问吧 到时候就说她 是来收购药材的商人 她指了指院子里那些药材 收购药材的是不用停 炮制好的药材都要卖出去的 这位爷就是东家 魏林笑了 楚东家 你未婚妻 这是要赚你的银子 玉璃说 荣郎爵是燕王 被你叫成燕小爷 眼前这位楚王殿下 被你叫成楚东家 你把他们的姓都改了 想到这里 就忍不住笑了起来 偏偏这书职 两人还认可了 荣怀说 楚东家就很好 他对魏林说 在商言商 他卖药材 我给银子 这是天经地义的 军营里需要大量的药材 以前都是从外地买回来 现在楚地 自己就有那么多药材 肥水自然不能流到外人的田里 玉璃看向魏林 你也不要太累了 我们现在收的这几种药材 他们都会炮制了 你就负责盯着就行了 放心吧 我是大夫 知道自己身体的情况 说完后 他忍不住把手放在小腹上 我很在意和珍惜这个孩子 不会拿孩子来开玩笑的 你自己心里有数即可 玉璃和荣怀 一起骑着马回村子里 现在村子里的人 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了 只是他今天身边 还跟着一个年轻俊美的男子 这就引起大家的好奇了 只是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玉璃不好惹 好奇也不敢凑上去问 玉璃在原主建的房子外亭下 七婶和李正媳妇蒙二娘 正在洗菜 看到他回来了 赶紧笑着打招呼 然后就看到跟在玉璃身后进院子的俊美男子 两位大娘都倒吸一口气 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俊美的男子 除了震惊外 完全找不出什么话来形容 玉璃就知道 带着他回来会发生这样的事 他这张脸真的太招人眼了 蒙二娘问 阿里 这位公子是 玉璃笑着说 七婶 二伯母 这位是楚东家 药材商人 七婶问 村子里那些药材 都是卖给他的 对啊 都是卖给他的 玉璃点点头 这是事实 他的驿馆还没有开 现在不需要那么多药材 可军营需要很多很多药材啊 他就先开始收上来 这样村民采药卖 赚了银子后 到了过年 就能多割几斤肉 给家里老少做新衣裳 七婶和蒙二娘闻言 看荣怀的眼神都变了 再也不是俊美的公子了 而是黄衍的金元宝 是财神 玉璃看两人的样子 忍不住笑了起来 七婶笑着说 楚东家 真的谢谢你愿意 买我们村子的药材 你真是一个大善人 蒙二娘连连点头 我们以前都不知道 那些是药材 还能卖钱 你和阿里 真的是村子里的恩人 荣怀早就查过村子里的事 自然知道 这两位大娘 以前没少照顾小阿里 所以对两人的印象特别好 她笑着说 我本是生意人 以前也需要药材 现在我们楚弟自己有药材了 也不想费劲去外面收 所以当不得两位大娘的感谢 七婶看到她笑了 听着这谦虚的话 对她的印象更好了 又看着她和阿里丫头站在一起 男子俊美 女子娇俏美丽 真的就像读书人说的天生一对 想到这里 她起了小心思 她看了看两人 笑着问 楚东家家中可有妻儿 一句话问得玉里都愣了 她没想到七婶如此直接 太猛了 第八十六章 上门要账 蒙二娘文言 险些也被吓到了 娘啊 七弟妹怎么那么火 如此直接让人如何回答 她想要说话缓和一下 就听一道温润的声音传来 尚未昏沛 两人听了后 双眼都亮了 视线瞬间落在玉里和容怀身上 蒙二娘笑着说 阿里啊 你和楚东家有事就去忙吧 程师傅带着人进山打了一头野猪 妮里郑伯伯本想让人送一些到县城给你 没想到你回来了 你和楚东家待会儿 留下来用午膳 玉里点点头 好 她转身走了几步 想起了一件事 问七婶 玉老头那边送四两银子来了吗 那是他们住我房子四年的房租 七婶摇摇头 没啊 我就说 玉老头一家子 最近看到我都是躲着走 原来你让他们把银子交给我了 好啊 该死的玉老头 这是不想给银子 蒙二娘说 待会儿让你李郑伯伯去找他们 谁家的房子会给人白住四年的 以前玉老头老是拿自己是长辈说事 他们夫妻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搬进去 现在不一样了 阿里回来了 该讨回来的一点也不能少 玉里说 没事 我现在就去把银子要回来 荣怀跟在他身后 我随你一起 玉里点点头 走 带你去找乐子 他走到院子外随便把马鞭带上 这马鞭和寻常马鞭不一样 这可是 他以前爱上骑马时 让人特意打造出来的马鞭 有机关 遇到危险 使马鞭也可以成为致命的武器 打造的原材料特殊 是独一无二的防身武器 马鞭通体雪白 看起来就养眼 还可以当成装饰品 挂在腰间 走了一会儿就到了玉老头的家 现在玉老头夫妻带着大房二房 都住在老房子里 一家子十几口人住五间房 压根就住不下 家里经常出现争吵声 玉莉也下了命令 不要玉老头家的药材 他们家的老大和老二 只能带着各自的长子 一起到县城找活干 现在就剩下玉老头夫妻 带着小女儿 两个儿媳妇 两个孙媳妇 还有三个十二三岁的孙子 以及几个层孙子在家 玉莉到的时候 家里两个儿媳妇 正在因为谁 多吃了一口稀饭吵架 她一脚 就把院子门踢开 玉老婆子看到玉莉 狠狠盯着她 玉莉 你这个贱人来我家干什么 你滚 马上给我滚 若非这个贱人 他们家就不会经常吵架 玉莉冷笑 我来干什么 她呵呵两声 自然是来催债的 我们没有欠你的银子 你来我们这里闹事 有点过分了 玉老二的妻子 驱逝看着玉莉 陈生说 玉莉 怎么说 我们都是你的亲人 你不要把事情 做得太绝了 天知道她现在 每天听着村子里的人说 一天可以赚几十文 甚至是上百文时 心里有多难受 玉莉这个小贱人 谁家的药材都要 唯独不要他们家的 这是在报复 玉莉冷笑 玉大郎 在我家住了四年 一共欠我四两银子 我早就告诉你们 要把银子交给七婶 可你们到现在都没有交 这是想要赖账 玉老头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玉莉 我们是你祖父祖母 我没有让你代替你父亲静孝 已经是我这个 当祖父的人词了 你居然敢来找我们要银子 你把事情做绝了 就不怕 我把你父亲的名字 从祖谱华去 我要让你父亲死 也不得安宁 玉莉冷笑 很好 你现在就可以划去 我父亲的名字 这样我就能让我爹 自成一脉了 当真以为我稀罕你们 废话少说 赶紧拿银子 要不然我就动手了 就在此时屋子里 传来一阵难听的骂声 玉莉你这个姚子娘 生出来的贱妇 你居然敢来我家闹事 你怎么不去死 你这样的贱人 就算死了都嫌脏了地方 话音落下 屋子里冲出一个 十四五岁的姑娘 她身上穿的衣服 比玉老头家 所有女人都要好 她指着玉莉说 小贱人 你一个被修的女人 就应该去死 你居然还有脸回娘家来闹事 说什么修夫 肯定是你自己犯贱 去勾三搭四 然后被发现了 人家不要你了 话才说完 她的视线 就被玉莉身后 长相惊为天人的容怀吸引了 想到自己 刚刚那粗鲁的样子 玉翅儿的脸 一阵清一阵白 难堪极了 直一眼 她就被这个公子吸引了 整颗心都在对方身上 可玉莉这个贱人 却让她出丑了 容怀听到那些话 想要动手 却被玉莉阻拦了 她冷冷看向玉翅儿 你找死 说完后 手中的马鞭 就朝玉翅儿甩出 不长的马鞭此时 却变长再变长 像是能锁定目标 一下子就圈住玉翅儿的脖子 她用力一拉 玉翅儿就被玉莉 拖出来哼哼摔在地上 玉老头一夹子 还没有反应过来 玉莉已经到玉翅儿跟前了 她一脚踩在玉翅儿头上 嘴巴应该保持干净 既然你做不到 那我就帮你踩干净一点 说完后 她把自己的脚挪 到玉翅儿的嘴上左右 碾压好几下 玉翅儿 就连求救的机会都没有 玉老头夫妻生了三个儿子 老来的女 向来宠爱玉翅儿 把她养得白白净净 就希望她嫁一个好人家 现在他们捧在手心上的宝贝 却被玉莉踩在脚下 这叫他们如何能接受 玉婆子发疯 一般想要冲上来打玉莉 她手中的鞭子朝前一挥 吓得玉婆子赶紧往后退 只差一点点 她就被鞭子捆起来 拿十两银子出来 要不然我就毁了玉翅儿这张脸 玉婆子夫妻听了后都怒了 玉婆子说 没有银子 一文钱都没有 玉莉笑了 她抽出妖间的匕首蹲下来 在玉翅儿脸颊上 笔划两下 既然如此 那这张脸和这张嘴 也没有留下来的必要了 话音落下 她就要画在玉翅儿脸上 地上躺着的玉翅儿 已经被吓得魂都不见了 别 别 她想要多说一些话 可嘴巴真的太痛了 一张嘴就痛到眼泪哇哇流下来 玉莉太可怕了 她就是一个魔鬼 第87章 为奴为必 我给 玉老头咬牙说 放了我家翅儿 我给银子 你拿了银子后 马上滚出我家 玉莉看向玉老头 十五两 少一文钱 我就画一刀 玉老头气得咬牙 你说了十两 二十两 再说就二十五两 玉莉淡淡 看向玉老头 继续啊 只要你继续废话 我也继续加银子 玉老头只觉天旋地转 脑袋轰轰 我去拿给你 你别伤害我女儿 玉婆子皱眉喊 孩子爹 不能给 玉老头咬牙 不给女儿 就被毁了 玉莉看着跟前 四个五两一定的银子 她笑着说 没想到 你们家如此富有 早知道我多说一点了 说完后 她带着荣怀 离开了玉老头家 她完全没有把身后玉家人 骂骂咧咧的话 放在心上 荣怀 却听不到他们这样 骂自己心爱的姑娘 她转身 看着那些人 那眼神冷冰冰的 就像看一具尸体 玉莉感觉到身边人 一闪而过的杀意 她说 别生气 没有必要和这样的人计较 他们的话太难听了 荣怀说 我听着难受 想要杀了他们 她生来高高在上 掌握生杀大权 人命在她眼里 如草剑蝼蚁 她可以护他们 也可以瞬间碾死他们 玉莉浅笑 那以后 让他们闭嘴就行了 看着还闷闷不乐的男人 他突然有种哄孩子的感觉 好了 别生气了 先去看看我们以后 在村里的家 建成什么样子了 然后就带你进山 以前师父不允许我 进入翠微山坠里面 今天我想要和你 一起进去看看 荣怀听到他说 我们以后 在村里的家时 那些补月全都烟消云散了 好 我们不和他们计较 想要让他们闭嘴的办法有很多 既然不会说话那以后 就闭嘴吧 现在建的是住宅 十多天就已经把 大致的轮廓建出来了 有两座小院子已经完工了 玉莉带着荣怀进去看了看 荣怀说 这是那院 我们以后住的院子 要建大一点 玉莉指着东边的方向说道 我们以后住的院子 在东边 那边比较幽静 我设计时 那院子就比其他院子 要大很多 荣怀听着他真的 把自己计划 到他的未来里 眼里都是笑 看起来整个人更温和了 玉莉看了一眼 在心里暗暗想着 这张温和的脸 都不知道骗了多少人 荣怀去找了成果 得知住宅这边 再有半个月 就可以全部完成 过年前 就可以搬进来住 荣怀计算着要不要 把阿里拐回来羊过年 可看着他 正在和工匠说 院子要如何做的样子 就知道 他不会回来羊过年的 算了 他不回来羊 自己也不回 反正他在哪里自己 就在哪里 大不了让人 把公物送来这边处理 两人在工地里 看了一会儿 就一起进山了 只是今天雾很大 进入深山后 压根看不清楚了 玉璃只能放弃 进入师傅 禁止自己去的地方 和荣怀一起转身离开 下山时 撞见了两头野猪 顺手就干掉了 然后荣怀把暗中 跟随的尹卫叫了出来 让他们 把野猪带下山 加上成果猎到的野猪 现在有三头野猪了 玉璃想要自己下厨 所以让人 把野猪杀了 按照自己的要求 清理好 他就下厨 做了几道菜 邀请李正伯伯 和几个祖老一起吃饭 祖老们得知荣怀 就是收药材的东家后 一个两个都很热情 要知道家里的人 因为进山才要短短时间 就给家里 赚了不少银子 席间 荣怀笑着说 我需要的药材很多 已经和阿里姑娘 说好她负责带着村民 开荒种药材 种出来的药材 都可以卖给我 大家都纷纷看向玉璃 李正激动问 阿里 这是真的 我们可以种植药材 玉璃点点头 李正伯伯 我都看过了 翠微山很适合种植药材 你让大家有空 先去开荒 明年 我们就可以种植药材 我会找一些 擅长种植药材的人 回来教大家 如何种植 要注意什么 等到药材可以收获 这也是一项收入 有楚冬家在 大家不用担心 药材卖不出去 不会发生这种事实的 一个祖老点点头 好 那就趁着现在不用种田 我们就开始 带着去开荒 楚地有明文规定 新开荒的土地 第一年不用交税 玉璃觉得 一年时间太短了 这里应该改一下 只是在饭桌上 不好讨论这个问题 玉璃和荣怀 吃了午饭就离开 老五驾着一辆马车 把半头猪送回县城 才回到县城 玉璃就得知 莱阳那边 送了一位妇人过来 她想起 让绝影去找的人 没想到 那家伙的速度这么快 她和荣怀说一声后 就去看了顾留的母亲 顾留的母亲 看到玉璃时 还有点胆战心惊 可得知她 和自己儿子认识 她一下子就扑过来 想要拉着玉璃的手 询问儿子的情况 玉璃让人坐下来 这才说 我是从牙型里 买下顾留的 顾母闻言 苦笑 我就知道会这样 我就知道 她一定会受尽苦头 自己儿子长得不错 看起来一副书卷气 最讨那些 有特殊癖好的贵人喜欢 以前还有她父亲的名头在 没人敢做些什么 可现在 她成了一个见机 她真的不敢往下想 玉璃说 她现在很好 在莱阳的店里做掌柜 顾母闻言 不敢置信地看向玉璃 真 真的吗 玉璃点点头 我和她有交易 我帮她找到你 她就帮我赚钱 顾母赶紧说 帮 帮 帮姑娘 赚一辈子的银子都可以 这是应该的 只要不让自己儿子 去侍候那些贵人 就算让她去刷马桶 都可以 她了解自己的儿子 如果真的要她 去侍候那些贵人 她宁愿一死 可她是一个母亲啊 希望不管多难 儿子都能活下去 想到这里她一下子 就跪在地上 给玉璃磕头 姑娘大恩 小妇人无以为报 下半身为奴为婢 也要报答姑娘 玉璃把人扶起来 她说 你应该知道 你们现在是剑籍 这是不能脱级的 顾母点点头 这一点 她心里清楚 也不敢有任何妄想 玉璃说 你的卖身器 也在我手上 我也不要你 留在我身边为奴为婢 我会送你 去和你儿子团聚 顾母震惊万分 她看着玉璃问 真的 她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听到的 第88章 崩塌 我知道你是一个 很厉害的绣娘 你到来阳后 负责绣房的事 玉璃看着顾母 我不会把你和顾留 是剑籍的事 告诉任何人 我许你们母子团聚 安稳生活 你也要让我看到 你们的价值 我是一个商人 不做赔本买卖 明白吗 顾母连连点头 我明白 我都明白 只要能让我和儿子在一起 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玉璃这才笑了 你写一封信吧 我让人带给顾留 你最近就先留在安阳县 帮我们做几件衣裳 她从空间里 拿出不少好的料子 让顾母做衣裳 她只负责做自己和魏灵 还有容怀的衣裳 要如何做全 让顾母自己做主 顾母知道儿子的下落 对未来也有了期待 就安心留下来 每天都是做衣裳 得知魏灵怀了孩子 她还帮着 做一些小婴儿的衣裳 容怀当天晚上 又去了一趟凤莱村 她把一瓶药粉 放进玉老头家的井里 接下来两天 玉璃再没有回凤莱村 她和容怀在县城四处逛了逛 看中了两处占地 比较大的三进大宅院 最难得的是 这两处宅院的主家 是两兄弟 他们现在要离开安阳 去曲州生活 所以要把这两座宅院卖了 玉璃没有犹豫 就买了下来 现在居住的地方太小了 以后留着作为 临时炮制药材的地方 宅院一直都住人 玉璃只是让秋竹 带着人来打扫 其中一座宅院 然后就搬了进去 容怀还不要脸 在二进院里 蹭了一座院子居住 远离了炮制药材的喧嚣 玉璃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 第二天醒来 就看到容怀坐在床边 手上还拿着一本书 她笑了笑 把脑袋枕在容怀腿上 秋竹他们 居然把你放进来 我得敲打 敲打他们 自己身边几个 丫鬟都知道这是未来姑爷 所以越发惯着这个家伙了 每一次她一出现 几个丫鬟都会躲开 容怀笑了起来 敲打也没用 他们守着大门 我就从窗户翻进来 她伸出手轻抚她的发丝 隐蔚的妙手堂 已经开始为你挑选医女和大夫了 煎药 抓药的人都会为你准备好 玉璃浅笑 这是帮我把队伍全都准备好 你若需要 也是可以帮你准备好 容怀说 你若有合适的人选 也可以交给我 我让人送去妙手堂 会有人教他们 玉璃抱着她的腰 小声说 我想要在村子里挑选几个人 然后送去学医 容怀点点头 可以 她坐起来 含笑看着眼前的男人 容怀 你这么好 我都舍不得放你出去了 我想要把你藏起来 自己一个人看 容怀放下手中的书 转身和她面对面 她伸出手轻抚她的脸颊 然后一手扣住她的后脑勺 把人往前一戴 她的唇便附上 她的唇 她伸出手想要推开容怀 见鬼了 她才起床 还没有洗漱呢 许久后 她才得到自由 唇都被清红了 她狠狠瞪了男人一眼 我还没有梳洗 容怀 我不嫌弃你 玉璃咬牙 我嫌弃你 说完后 她气呼呼想要下床 却被男人抱着倒在床上 她看着她气哼哼的样子 忍不住又清了一下 再生气 我就继续清了 清到你没有力气 生气为止 怀中人儿娇娇软软软的 让她真的很想一直这样 抱着不放手 玉璃伸出手掐了一下她的脸 行啊 现在懂得如何威胁我了 说完后 她双手抱着她的脖子 然后清了上去 我就不相信你 真的不嫌弃一个 不刷牙的女人 容怀一开始有点愣了 她没想到玉璃会这样主动 她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喜砸中了 整颗心都在不断狂跳 然后抱着心爱的姑娘 加深这个吻 玉璃傻眼了 她这是用力在回忆 她真的没有嫌弃 等到两人在床上闹腾了一会儿 再出现在人前时 已经是五十了 玉璃看了男人一眼 行了 早膳都不用吃了 我们直接吃午膳就行了 容怀浅笑 是我的错 以后我会注意 其实他们没有腻歪多久 容怀这段时间 都没有好好休息 然后在她床上睡着了 她睡着也就算了 还抱着玉璃不愿意松开 她无奈之下 只能陪着她一起睡 就这样睡到五十 吃了午膳后 她先回了一趟村子里 想要去给前段时间 受伤的几位书板 还有足胸看一下伤 她先去了七审家里 为七叔诊脉 他们用了玉璃和喂铃儿的药 好的很快 七叔现在已经可以下来走路了 这两天都会去小园主的家里 帮着烧火 让他们做饭 玉璃说 再吃三天时间的药 然后可以停了 好好养着到了明年开春 就没事了 几个人都伤得很重 除了七叔外 其余几个身上 都有骨头断裂的情况 七叔说 阿脸 这次真的谢谢你 要不然我这个家真的散了 玉璃听了后浅笑 七叔 您说这些话 就见外了 我还记七岁那年的冬天很冷 很冷 我一个人 躺在破屋子里 是您和七婶 连夜把我背到你们家里 圆主对这件事 记忆犹深 她在回安阳县时 就把圆主的记忆全都挖出来了 自然明白 七叔七婶 对圆主有什么样的恩情 第二天 我住的房间屋顶 救她下来了 小圆主七岁时 还很小一个 看起来就像五岁的孩子 就算是茅草屋的屋顶 她下来砸在一个 小孩子身上 也够呛了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跟我道谢 我会觉得惭愧 七婶拍拍玉璃的肩膀 好孩子 不要去想以前的事了 都过去了 在她看来 阿里能活下来 真的是很幸运了 荣怀坐在一旁 听着他们说话 调查的资料里没有这一点 她没想到 她小时候还有这样 可怕的经历 因为这样 她对七叔七婶一家的印象更好 也很感激他们当年 给小小的阿里带去温暖 七婶想要转移话题 突然说 玉老头一家也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一家子接二连三 开始变哑巴了 玉璃文言有点意外 看过大夫了吗 怎么说 第89章 变哑巴 七婶看着她这个样子 忍不住笑了 有人说是你干的 我当时就把人骂了回去 看你现在的傻样子 事情怎么可能 是你做的呢 我是真的不知道 玉璃心里想着 虽然不知道是谁做的 可她觉得做的好 她忍不住看了荣怀一眼 会是这个家伙做的吗 荣怀却老神在在 和七叔说着话 看也不看玉璃一眼 她觉得不对劲 真的很不对劲 既然不是你做的 那你就别管这些 乱七八糟的事 如果他们找你麻烦 你直接找李正 七婶小声说 若放在别家 我还会心疼那些孩子 可放在玉老头家 我就觉得孩子 也不是无辜的 玉大郎家的儿子 今年才五岁 上半年 直接把村口 陈寡妇家七岁的女儿 推到河里去 幸好有人看到 把孩子救了上来 要不然到死我们 肯定都会以为 是孩子贪玩落水的 玉璃想起那几个 很能闹腾的孩子 周梅说 后来呢 就这样放过 玉大郎的儿子 李正出面 才要来了一个老母鸡 和五十文 这样玉婆子 还天天跑去陈寡妇家闹 陈寡妇丈夫没了 公婆没了 就一个女人带着七岁的女儿 日子本就不好过了 被玉婆子天天去闹 险些没把人家母女逼死 说起玉老头一家子 做的那些恶心事 真的是三天三夜 都说不完 玉璃说 李正伯伯 怎么就容忍他这样吗 七叔文言插了一嘴 李正已经找了他们几次 找的这一天 就不去闹腾 第二天接着去 李正的事本就多 没办法 天天盯着呀 别的人去说就会挨骂 七审叹息一声 陈寡妇 本就是被爹娘卖给陈瞎子 做媳妇的 没娘家护着 被人欺负也只能忍 他们也说了玉老头 可他却让大家都不要多管闲事 说来真的让人生气 荣怀说 下次遇到这样的人 可以直接报官 就算不能做什么 也可以关他们几天 到时候名声都没了 看他们还如何嚣张 我瞧着你们李正 也不是那种 不敢去报官的人 凤莱村的李正 把人看得比名声重要 这一点就很难得 也因为这样他 才会说出这样一番话 换做那种 把名声看得比人命 还要重要的李正 他是不敢说 这样一番话 因为说了也没用 还会被埋怨 他也不是多管闲事的人 七审点点头 就应该 让官府的人出 面膜一膜他们的坏性子 玉璃在七审家 坐了一会儿 就去给另外几家诊卖 最后到了李正家 李正家人口很简单 他们夫妻 只有玉璇一个儿子 夫妻两人 都在玉璇房子那边忙活 现在只有玉璇一个人在家 玉璇靠在床上 看着两人进来 他笑着喊了一声 阿里 楚东家 阿里每隔三天 就会来他们看诊一次 几年没有联系的隔阂 也在慢慢消失了 玉璇喊了一声玉璇哥 然后开始为他检查 双腿的伤口 检查后换了药 玉璇才说 伤口已经愈合了 只是你还不能站起来 玉璇笑着点点头 我都知道 我这次伤得很重 若非你突然回来 我们五个人都没命了 对了 我听我娘说 你们要进山采药 你们记住 不要进入最深处 里面真的很危险 玉璇连连点头 乖巧得不像话 荣怀看着这样的玉璇 在想想他早上 那彪悍的样子 忍不住想笑 这女人 还真是百变多样 荣怀突然问 玉璇 你上过学堂吗 玉璇有点意外 这位楚东家 今天居然和自己说话了 她忙说 上过几年 连考了两年同生都失败 后来就没有继续了 她觉得自己不是念书的料子 不想继续念书了 更不想让本就不富裕的 加雪上加霜 荣怀说 想要学医吗 就算学不成 也可以学人药材 然后做一个监药的人 在医馆里工作 一个月也有一两银子 玉璇忙问 我都二十多岁了 还能学医 为何不可以 只要你有毅力 不怕苦努力 认真去学 玉璇连连点头 我想要学医 她快死时 是玉璇这个学医的族妹 救了自己 她明白医术的重要 也明白这个机会 有多难得 是跟着阿里学吗 玉璇摇摇头 我很忙 没时间教你 她指了指荣怀 她家有很多 医术高的大夫 你若真的想要学习 那就去 跟着她家的大夫去学 而且 学医的时间需要很长 你愿意去学吗 玉璇沉默下来 家里只有 自己一个孩子 她现在都二十多了 若去学习几年回来 就有可能三十了 去 一定要去 李正走了进来 她看着儿子玉璇说 这是一个机会 你不用考虑家里 我和你娘都好好的 又不用 你在家照顾 玉璇心里也想去 只是家庭 是她的不舍和放不下 现在听到父亲这样 如此肯定地给出答案 她看向荣怀 楚冬家 我想要学 荣怀这才笑了笑 那你好好养伤 明年就送你去学 每个月都会有考核 你若没有通过考核 会被送回来 明白吗 妙手堂的大夫 都医术不错 这一切都归功于 每个月的考核 若是不用心 不努力 最后只能被送走 玉璇点点头 我明白 我不怕 我一定可以留下来的 荣怀和玉璇 不想听李 正在哪里说一些感激的话 两人赶紧跑了 玉璇对荣怀说 若是再不走 李正伯伯就要去杀鸡 好好招待我们了 荣怀笑了笑 他敢杀 我就敢吃 我送玉璇一场机缘 他家的鸡我吃的 一点也不亏 可不是谁都有这个运气 进入妙手堂学习的 玉璇点点头 认可荣怀的话 我明天做给你吃 犒劳一下我们的殿下 两人有说有笑走着 玉璇躲在暗处 看着这一幕 怒气和嫉妒都已经快把他的理智 焚烧干净了 他多想冲出去骂玉璇那个 水性洋花的贱人 可现在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就算冲出去 也是白费力气 他咬牙 在心里暗暗想着 玉璇 我一定会好起来 我一定会把你踩下去 你这个小贱人 不配得到楚东家的喜欢 他现在开始后悔了 自己小时候真的太笨了 还把自己的口粮给玉璇吃 他果然就是自己的克星 他回来了 自己的日子就不好过 第九十章 你现在后悔吗 来阳一处院子里 陆时音亲自把潘彪和柳红秀兄妹三人 被安排进荣怀名下的一处别院里 他的视线落在戴着面具的潘彪身上 你们一路周车劳顿 接下来两天就好好休息一下 过两天 我就让人把你们送到玉小姐身边 他们在来时已经得知 公孙七郎和夫人都只是伪装的 他们两人男未婚女未嫁 伪装成夫妻 只是为了方便赶路 进入处地后 潘彪已经猜出是谁救了自己 现在看着楚王府的大管家陆时音 心里那一点猜测就被证实了 他沉生说 有劳碌管家了 陆时音看了他一眼 两人都知道对方的身份 只是心照不宣地看了对方一眼 陆时音说 你们缺什么可以告诉院子的管家 他们会为你们准备好 说完后陆时音就离开了 柳红秀看着陆时音离开的背影 忍不住问 潘叔说 你认识这位管家 潘彪在他们家养伤时 一直都是他和哥哥去送饭 长时间地相处下来 他们几个人已经很熟悉了 潘彪现在已经化名为 潘不忘 不忘仇 也不忘恩 他说 认识 你想要成为他这样的人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甚至终其一生 也许都无法成为陆时音这样 不畏流言蜚语 又有才的女子 劳烦嬷嬷为我们安排住的地方 再送一些吃食来 潘不忘看着站在一旁的嬷� 别院的嬷嬷 分别把人带到两处院子里 柳家兄弟和潘不忘一个院子 嬷嬷嬷让两个小厮在院子听同吩咐 把三个男子安排好 嬷嬷就把柳红秀带到内院去 给柳红秀单独安排在一个院子里 安排一个小丫鬟在这里照看 这里虽然是王府的别院 可不管是百贱还是装潢都很雅致 比一般的小富之家还要好很多 柳红秀以前很少有机会离开村子 这一次前往楚地的路上 他见识了很多 越发觉得自己以前是井底之蛙 他心里明白 自己当初没脸没皮球着 跟在小姐身边的选择是对的 他走过去 看着多宝阁上 那些好看到说不出名字的百贱 他眼里有经验 却没有贪婪 想到过两天就可以看到小姐 他心里很期待 这一路走来 他和两位哥哥都开始捡起了书籍 慢慢看了起来 他一定会让小姐不后悔当初的选择 先生说了 学识可以改变一个人 能让人明智 他想要做一个对小姐有用的人 即便前路未明 他依然满心期待 期待改变自己的人生 小丫鬟拎着石河进来 他见状赶紧上前帮忙 小丫鬟笑着说 姑娘 奴婢来就行了 柳红秀文言看向小丫鬟 姐姐别在我跟前自称奴婢 因为我和姐姐一样 我也是我家小姐的奴婢 他说起奴婢时 并不觉得难受或者悲伤 只觉得 可以跟在小姐身边 是一个荣耀 离开家里时 祖母说 人的一辈子 眼睛能看多远 日后就能走多远 有时候良民又如何 还没有贵人家的奴婢 看得多 听得多 不管在任何人跟前 他都要保持谦卑 不骄不躁 柳红秀看有两个肉 一个青菜和汤 便拉着小丫鬟 坐下来一起吃 还让他教自己一些 做丫鬟需要注意的事 比如一些最基本的礼仪 他不想到了小姐身边后 什么都不会 丢小姐的脸 前院 柳杰和弟弟柳正一起吃饭 他看着桌子上几个菜 淡淡说 已经走到这里了 我们没有回头路了 我希望你一辈子都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 柳正文言看向哥哥问 哥 你现在后悔吗 不管如何 他也不会后悔 柳杰摇摇头 脸上带着一抹浅笑 不后悔 不管做任何选择 最后的结果如何 他都不会后悔 上山打猎受伤 被退婚后 毫不犹豫就同意 牵下卖生气 他都没有后悔 虽然我不知道小姐 是什么样的人 可我永远都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 就算最后要付出性命为代价 兄弟两人对视一眼 都笑了起来 柳正说 若是还可以再见先生 一面就好了 我要告诉先生 我遇到了自己的贵人和机缘 我走出小村子了 以后 也许有机会的 走出村子后 柳杰就有一种感觉 他们早晚会和先生相见 也是这种感觉 支撑着他一路走来 柳家兄妹 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期盼 曾经的攀标 如今的攀不忘却没有那么平静 即便早就知道自己日后 要跟着楚王 可此时此刻 身处楚王的大本营了 他还觉得有点不现实 他本想中军一辈子 没想到最后儿子没了 自己也险些丧命 想到这里 他苦笑连连 觉得自己以前的效忠 是多么可笑 荣英 你不认我不义 他们是12月20抵达安阳县 陆时英让尹未提前和日尹联系了 日尹到城门外去接人 当日尹带着人进入狱里的院子时 他正在暖阁交秋雅等人 用最简单的方法翻账 日尹站在门外喊 姑娘 柳家兄妹和潘不忘到了 柳红秀看到走出来的绝美姑娘时 一时间有点回不过神来 这 这是当初在村子看到的那位长相寻常的夫人 他小心翼翼喊了一声 夫人 玉璃看到他憨憨的样子 忍不住笑了起来 不用怀疑 你当初看到的人就是我 他的视线落在柳家兄弟身上 最后定格在坐在轮椅的柳杰身上 赶了那么久的路 你的腿可还好 柳杰恭敬说 谢小姐关心 小姐给的要很好 一路走来也不痛 玉璃点点头 最后视线落在潘不忘身上 潘师傅 你留在我这里是屈才了 我让日影送你去公子身边 潘不忘看到玉璃也很震惊 他做梦都想不到 当初那个其貌不扬的夫人 居然是曾经民动京城的永城侯夫人玉璃 更想不到玉璃和楚王走在一起了 他平复自己的心情 缓缓道 谢谢玉姑娘当初的救命之恩 以后潘某这一条命 就是小公子和姑娘的 他称呼楚王为小公子 是因为楚王是民祖帝最小的儿子 玉璃潜笑 去吧 公子就在前院 说完后 他看向日影 日影连连点头 姑娘 我现在就送潘师傅到前院去找爷 她现在是姑娘的人了 不能成为王爷为主子 所以她自作主张称楚王为爷 等到日影带着潘不忘离开后 玉璃才带着柳家三兄妹进入暖阁里 三兄妹此时都有些忐忑 完全不知道等着自己的会是什么 第九十一章 我不是好人 可我护短 秋雅几个人都站在一旁 玉璃让柳正和柳红秀先坐下来 她指了指自己身边的桌子 让柳杰过来 先为她检查一下 黑压健壮 赶紧上前推柳杰到小姐跟前 玉璃为柳杰诊脉后 又检查了她的双腿 期间 柳红秀和柳正都一直盯着自家兄长 他们都害怕得到的结果不理想 最近养得不错 你现在的身体 可以支撑 你做正骨手术了 她看向柳杰 还有几天就过年了 等过完年我再为你正骨 柳杰点点头 有劳小姐费心了 玉璃说 从你签下那一份契约开始 你就是我的人了 我不是好人 可我护短 她看了一眼黑压 黑压瞬间明白 赶紧把柳杰推到柳正身边 玉璃看向柳红秀 红秀 一路走来可累了 其实她很欣赏这样为自己努力的丫头 也不反感她当时的做法 人都是自私的 只要她的自私 不会伤害到任何人 这就无伤大雅了 柳红秀摇摇头 小姐 这一路走来 我真的是大开眼界了 我以前从来不敢去想象 先生和我们说的繁华是什么样子的 一直到自己离开县城 我才明白 什么叫繁华 她才13岁 人长得美丽娇俏 说话时双眼亮晶晶的 这让秋雅 她们这些从地狱里走过一趟回来 满心沧桑的人 瞧着都觉得舒心 她们经历了最恐怖的事 就算小姐把她们拉到阳光里 可心里的伤疤依然在 此时此刻 看到这样一个干净的姑娘 心里有羡慕 也有欢喜 只是她们都不知道 眼前可爱的姑娘 心里住着一头野兽 只是现在还没有放出来 安阳县并不繁华 我们日后要居住在村子里 和你以前也差不多 狱里看着小姑娘问 而且你跟了我后 你的人生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你有可能会见识什么叫人间炼狱 你若后悔 现在还可以离开 她是真的看上这个小姑娘 要不然也不会允许她来安阳 可她不喜欢勉强别人 再给她一个选择的机会 柳红秀文言想了想说 我不后悔 我来了 我就不会后悔 柳杰和柳正兄弟都愣了瞬间 他们以前也说过同样的话题 没想到 这个才13岁的妹妹 想法和他们兄弟的一样 狱里看向柳正 你呢 你哥哥是没得选择了 因为他用了我的药 你和他不一样 我可以给你一个后悔的机会 你若留下来 我或者公子日后让你们杀人 你们都必须要杀 柳正没有犹豫 就点点头 我要留下来 再来的途中 他天天缠着潘叔叔 让他指点自己武功 他为的就是 日后能拍的上用场 他也希望自己 能像那天晚上 公子和小姐杀土匪一样 去把敌人干掉 狱里听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笑了起来 既然你们都选择留下来 那就要 接受我让你们做的事 红秀日后跟在我身边 柳正和柳杰 去听从公子的安排 他和荣怀 已经商议了对几个人的安排 他站起来看向邱雅 先让红秀跟着你 我送他们两人去公子身边 前院 荣怀正在处理公务 日影带着潘不望进来 两人四目相对 潘不望说 潘不望见过楚王殿下 荣怀指了指一旁的椅子 坐下来说吧 他对自己人 永远都是很温柔的 可对背叛者 却是冷酷无情 希望眼前之人 永远也不会有机会 尝试自己狠辣的手段 潘不望说 殿下想必已经知道 潘某现在的处境 京城回不去了 早晚要为儿子报仇 您说早晚会给机会 我为儿子报仇 我这条命都是殿下的 您有什么需要 就吩咐属下去做 他从一个小兵到将军 最后又从将军 变成王爷的属下 这个落差不可谓不大 可对比一下儿子的仇 觉得一切又不是那么重要了 他站起来 走到荣怀跟前跪了下来 双手放在地上 额头也落在地上 他 臣服于眼前的王者 荣怀就这样安静 看着潘不望 好一会儿才说 起来吧 只要你不背叛我 我会让你亲手手认仇人 潘不望站起来后 看着荣怀 殿下有神妖吩咐 尽管说 属下身上的伤已经恢复了 随时能干活 他指的干活是杀人 他已经把自己 当成楚王殿下手中的一把刀 荣怀说 我暂时不需要你做什么 你帮着玉府训练一些护卫 玉家最近又添置了20个护卫 加上以前的 一共有40人了 其实这远远不够 可达到他要求的人不多 只能以后慢慢来 荣怀安排好潘不望 就准备去找玉领 才走出院子 就看到他带着人朝自己走来 他笑着上前迎上去 你怎么知道 我想要找你 荣怀上前 为他整理好披风 天越来越冷了 能不出门 就不要出门 玉璃浅笑 我没有你想象那么娇弱 他前世经常为了寻药材 或者做任务 满世界乱跑 所以 他的空间里 有一年四季各种各样的衣裳 还准备了很多干粮 各种野外探险的工具和物资 应有尽有 所以 天冷后 他马上就加了保暖衣在里面 其实他不用披风都可以 可邱雅担心他会冷 一定要他披上 才允许出门 荣怀说 风吹着 对你皮肤也不好 这是他经常嚷嚷的 他都记下来了 柳杰和柳正兄弟 第一次看到荣怀的真实容颜 一开始被玉璃的真实容颜惊到了 现在看到公子的样子 更是惊为天人 他们没想到 世上居然有如此好看的男子 几个人走进荣怀的院子 荣怀拉着玉璃坐在主位上 这才看向柳杰 你既然是读书人 那我先来考考你 紧跟着他和柳杰一问一答 柳杰全程都对答如流 一直到半个时辰后 他开始满头大汗 荣怀询问的问题也越来越难 最后他回答不出来了 柳杰觉得有点羞愧 荣怀却笑着说 我终于明白 功名记为何会看上你了 你在正谷之前就好好看书吧 每隔两天都会有先生来给你上课 柳杰文言意外万分 公子 您 荣怀不等他说完就阻拦他要说出口的话 你现在什么都不需要问 只需要认真去念书 你只有在学识上比别人好 才能帮得了我 第九十二章 玉璃被吓跑了 那我呢 公子 我需要念书吗 柳正盲问 我更喜欢习武 如果能让我跟着潘师傅 习武就好了 荣怀看了他一眼 我对你另有安排 只是 你过年之前可以跟着潘师傅习武 年后我会把你送去另外一个地方 因为要和大哥还有妹妹分开 所以柳正心里有点慌 可他是真的喜欢习武 两相权衡之下 还是喜欢战上风 大哥和妹妹跟着公子和小姐 肯定不会有任何问题 说完后玉璃 就让人带他们先下去休息 一切等到过年后再说 玉璃揪着荣怀的头发把玩 他说 你打算让谁来交流节 已经有人选了 他伸出手捏了一下他的脸 放心吧 我不会辜负你的期待 一定会好好用这个人 玉璃也没有多问 他说 房子已经建好了 过两天就可以把家具搬进去 我要回村子过年 你呢 是回莱阳和楚地的蜀官一起过年 还是留在村子里 荣怀看向他 揉声问 那你呢 希望我留下来 还是希望我回莱阳 留下来吧 你也不是第一次不在莱阳过年 他笑着勾了勾他的手 可这是你第一次陪我过年 我不想错过 荣怀呵呵一笑 他把手伸到他的后脑勺上 然后往自己这边一带 两人额头抵着额头 他说 好 那我留下来陪你过年 其实 就算他不说自己也会留下来 可他就是想要听他亲口说出来 他们之间一直都是他在主动 就算两人轻轻了 也抱抱了 可他经常还是有一种患得患失的感觉 他也弄不明白 为何会这样 可他就是害怕 这个女人会像卫铃甩了汝阳王一样 把自己甩了 他让人查清楚了 汝阳王是如何得罪卫铃的 自己也要规避一下危险 这才知道 原来汝阳王为了自己的女儿 委屈了卫铃 然后卫铃毫不犹豫把人甩了 带着肚子里的孩子就跑到处地来 看着玉璃和卫铃 两人秩序相投 卫铃能做出的事 他家阿里肯定也会做 这样一想 心里更害怕了 他需要 他给自己一个肯定 玉璃不知道 强大如荣怀的人 也会患得患失 若是知道 只会说一句真吼 若是没有危机感 只不定有一天就腻了 汝阳王此时 正在距离处地两千里外的江南 他进入王府在江南的宅子后 一掌就把亭子里的石桌拍碎了 他咬牙说 再给你们三天时间 若是找不到王妃所在 你们自己回去领罚 几个跟着他一起离开京城的属下 瞬间愣住 他们纷纷单膝跪在地上 属下办事不力 求王爷饶命 汝阳王高飞冷笑 我饶了你们 那谁饶了本王 他好好的妻子 就这样跑了 偏偏他们找了那么长时间 都没有找到 就在此时 一个属下冲了进来 王爷 王爷 有王妃的消息了 大家齐齐看向走进来的人 汝阳王沉声问 王妃在哪里 属下说 有人在楚地见过王妃 闻言 汝阳王脸色瞬间变了 怎么会去楚地呢 他想过很多地方 就是没有想过 妻子会跑去楚地那么远 从他们这里 前往楚地也有两千里 日夜赶路都要好些天 可他真的太想 魏灵了 他迫不及待 想要去楚地找他 出发前往楚地 该死的 他派出那么多人 都找不到王妃 肯定是荣淮在背后动手脚了 魏灵正在忙着 布置自己的新院子 新房间 这段时间 完全没想过孩子他爹 他的院子 距离玉里的院子 有点距离 也是他自己亲自挑选的 他对这里很满意 打定逐一 未来几年 都不会离开这里了 要把这里 当成自己的家 玉里进来时 就看到他指挥着家丁般东西 他笑着说 你这样不累吗 魏灵走过来 笑着说 你是无法理解那种 布置自己和孩子的房间 那种幸福 你赶紧和楚冬家成亲 这样 你也可以试一试了 他怀了四个多月 可他已经开始 准备孩子的东西了 玉里浅笑 我暂时不想 体会这种幸福 我还年轻 不想生一个 来阻拦我的脚步 明年成亲 生孩子 则是多年后的事了 魏灵叹息一声 我那时候 以为这个孩子 会在一个幸福的家里长大 现在我却让他没爹了 你说他以后 会不会埋怨我 说到这里 他眉头都皱起来了 轻哼一声 若他敢嫌弃他老娘 我就 我就把他送给你 玉里听了后连连说 可别 我对你的孩子 不感兴趣 要孩子他 以后自己生 别人家的孩子 玩一玩还行 亲自养就算了 没有这个耐心 他担心孩子哭得太狠了 又不是自己轻生的 他会直接 把孩子扔出去 他的视线 落在魏灵 鼓起来的小腹上 你为自己整过脉吗 你才四个多月 肚子大的有点不对劲啊 魏灵沉默下来 玉里健壮 已经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是双胎 脉像是 可我不确定 他把手伸到玉里跟前 你帮我整脉看看 玉里握着他的手 真的认真为他整脉 好一会儿才说 你没整错 是双胎 得到另外一个人的肯定后 魏灵沉默许久 我就知道 会是双胎 他外祖母家 嫁出去的女儿 经常有生双胎的 他和失踪的 妹妹也是双胞胎姐妹 所以他会怀双胎的可能性 真的很大 日后他妹妹成亲生子 十之八九也是双胎 他敏纯 没事 我这里人多 能照顾好你们娘三个 魏灵 笑着上前抱他的胳膊 我就知道 你舍不得把我赶走 他也不知道 为何就是很喜欢玉里 很想黏在他身边 不想和他分开 若非他喜欢过高飞 还和他有一段 亲亲我我的幸福生活 肚子里 甚至揣着两个孩子 他真的会怀疑自己 是不是像那些 有龙羊之好的人一样 喜欢同为女子的玉里 玉里没好气地 把人推到一边去 几个月后 就是两个孩子的娘了 少在这里和我撒娇 我不是男人 不吃你这一套 说完后 小跑离开魏灵儿的院子 魏灵儿见状 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 阿脸 你别跑啊 我还有很多话要和你说 玉里文言 跑得更快了 第九十三章 叫七 玉里回去后 和荣淮说起这件事 荣淮笑着说 魏灵儿故意逗你的 玉里点点头 我知道他都逗我 可很奇怪 我不排斥他靠近我 他上辈子 只对两个人不设防 一个是玉星 一个是余婉青 这两人都是 自己可以交付生命的人 这一辈子 就目前这个男人 不需要自己防备的 魏灵儿好像也在 一点一点 取得自己的信任 他和荣淮不一样 自己和荣淮 是有一起打架 一起杀人的情谊 和魏灵儿就只是 这段时间的相处 可他就是信任这个女人 觉得他不会伤害自己 愿意让他靠近 甚至得寸进尺 真的太诡异了 荣淮 这样太危险了 荣淮 也意识到这样不好 他说 那你以后就防备一点 对任何人都 不要交付全部 包括对我 他把人抱进怀中 亲了亲他的额头 他的脸颊 好姑娘 你要记住 没有人比你更重要 若魏灵儿日后伤害你了 我会毫不犹豫 直接杀了他 然后把他的崽子 扔到山里 给那些没有孩子的人家 玉璃抱着男人的腰 用脑袋在他怀中拱了拱 笑着说 我以为你会杀了他的崽子 不会 孩子什么都不懂 我不至于这么残暴 玉璃笑了笑 他很喜欢男人 这条底线 就在此时 秋雅的声音传来 小姐 七婶来找您 玉璃文言站起来朝门外说 你把七婶带过来 他点起脚尖 清了一下容怀的唇 然后转身出去了 容怀看着清完就跑的女人 忍不住笑了起来 自从遇见玉璃后 他觉得心都被填满了 那一片荒芜的新田里 盛开了一朵又一朵鲜花 到处一片芬芳 七婶坐在大厅里 看到玉璃进来时 他笑着站起来 阿里 你这里弄得真好看 我就没有见过 比你家更好看的房子了 玉璃文言笑了起来 七婶以后 有时间就多来做做 七婶点点头 好 我是来问问你 明天宴请村子里的 吃酒席的菜 都准备好了没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玉璃浅笑摇摇头 已经有人进山去打猎了 肉类就不用买了 蔬菜就从村子里的 大娘婶婶家买就行了 七婶笑了起来 好 大家都种了不少 萝卜和青菜呢 七婶 要不然买青菜的事就交给你 玉璃不想任何事都亲理亲为 好 那么多人吃饭 青菜都需要好几十斤 我现在就去问问 玉璃看着就这样跑了的七婶 忍不住笑了起来 看看吧 这就是办事速度 秋雅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们也可以的 人多 所以一天就把房子布置好 还打扫干净了 也是这个时候 村子里的人才知道 玉璃在县城 居然养着这么多家丁和丫鬟 他们都震惊了 这比隔壁村子的地主老爷 还要厉害 荣怀天天跟在玉璃身后 所以村子里的人也知道了 楚东家喜欢玉璃 两人很快就要澄清了 村子里不少人被荣怀这张脸吸引了 可玉璃太厉害了 没有人敢上前来添赌 快天亮时 成果他们弄了几头野猪 和一些野鸡野兔回来 燕客要用的肉足够了 他们还帮着 把野猪和野鸡兔子都杀好了 等到七婶和蒙二娘他们 来了后就洗菜行了 掌厨的人是从曲州请回来的厨子 已经提前一天抵达县城 清阳早上把人送到新房子里 然后开始做宴席 村子不少绳子过来帮着洗菜 打下手 午时准点开餐 因为是宴请全村人 所以李正担心有人会闹事 早早就去敲打一些喜欢闹事的人 所以开席后 没有人敢闹他 加上玉璃不是小气的人 桌子上几道肉菜几道素菜 分量都很足 还有大白馒头和肉包子 大家都能吃得很饱 玉璃不想去凑热闹 一切事情都交给李正 他和荣怀则是躲了出去 今天的村子除了他家外 其余都很安静 两人走到村头小河边 突然听到一个小姑娘在哭泣 玉璃皱眉 不是都去吃酒席了吗 怎么还有孩子在这里哭泣 她和荣怀 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找过去 就看到一个孩子 蹲在一棵大树下哭泣 这里是河边 距离村道还有十几米 附近还有一块大石头挡住 所以来来去去的人都没发现 这里有一个哭泣的孩子 小姑娘听到脚步声 抬起头就看到两个 很好看的哥哥姐姐 可她还是被吓到了 胆紧往后退 我 我不是故意哭的 你们不要打我 玉璃看着她小小一个 羞羞怯怯的样子 她已经猜到 是谁的孩子了 她上前一步 和孩子保持一定距离 确认不会吓到她 这才蹲下来问 你是陈家的小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陈牙文言问 姐姐 你认识我 玉璃点点头 对啊 我听七婶说过你 可七婶忘记说你的名字了 你能告诉我吗 陈牙连忙说 我叫陈牙 阿娘叫我小豆牙 玉璃文言笑了起来 小豆牙 你的名字很可爱 大家都去我家吃饭 你怎么在这里哭 是谁欺负你吗 陈牙摇摇头 他们说我阿娘是寡妇 我和阿娘都是扫把星 不能去吃饭 要不然会带来晦气的 想到这里 陈牙的眼泪 又忍不住滑落下来 姐姐 什么叫扫把星 玉璃和荣怀对视一眼 玉璃说 他们都是瞎的 不要听他们的话 走 我带你去吃饭 陈牙文言连连摇头 不行的 阿娘说玉东家是好人 说我们家的药材 让我们赚到银子 所以我们不能带去 汇气给玉东家 说完后 小姑娘转身就跑了 荣怀看着小姑娘 离开的背影 缓缓道 这样的事 不管在什么地方 都无法避免 玉璃恩了一声 我知道 成见是这个世上 最难以消除的东西之一 有些人甚至喜欢 拿别人的不幸来取了自己 她突然没有 继续散步的心情了 荣怀牵着她的手 走吧 我们先回去 第94章 朱星 玉璃回到家里 就去找了七婶 她在七婶耳边嘀咕几声 七婶文言叹息一声点点头 行了 我知道了 你赶紧去吃饭吧 我现在就送去给他们 说完后 七婶又指了指外面 玉老头也带着一家老小来了 只是被成果他们阻拦在外面 没办法靠近 你七叔正盯着他们 担心他们会闹事 玉璃浅笑 没事 让他们进来吧 七婶文言看向玉璃 他们不配吃你的东西 玉老头对阿里不好 小时候宁愿看着阿里 冷死饿死 都不愿意帮阿里一下 这样的人 凭什么要来吃阿里的东西 玉璃无奈一笑 七婶 我想要在村子里居住 就不能遭人化饼 我今天若不让他们一家子来吃酒席 明天就会传出很多关于我不好的话 这当然不会 毕竟吃人嘴短 可玉老头家里 肯定会继续起来蹦打 继续恶心人 他让玉老头进来吃酒席的真正原因 并不是他多善良 而是他想要看玉老头一家的好戏 让他们看看 被他们不喜的玉礼 现在过什么样的生活 他住大宅子 每天要吃多少肉菜都有 还奴仆成群 他不杀人 可他想要诛心 七婶听了玉礼的话 只好让七叔把玉老头一家 安排在一个角落的桌子去吃 玉老头一大家子 就坐满了两桌的人 他们旁边坐的是村子最有名的 长蛇妇娇三嫂 就没有什么是他不敢说的 玉老头一家子 看着一个接一个送上门的大碟肉菜 还有大白馒头 肉包子 他们双眼都亮了 一个两个像饿死鬼头太一样 娇三嫂见状 吃笑一声对身边的肘里说 这人啊 还是不要太张狂 太过分 玉老三夫妻死了后 阿里小小一个孩子 住在破屋子里 没有吃 没有穿的 明明有爷爷奶奶 也活得像无亲无故 他眼里的比喻是如此的明显 就算玉老头一家子 都成了哑巴 可不是瞎子和笼子 不妨碍他们 听到这些人在说什么 如果当年阿里需要人照顾时 他们那把阿里接回去 现在也就能住在大房子里 有丫鬟小丝时候了 娇三嫂的 肘里罗二嫂笑着说 就算不接回去 给一点吃的 给一点穿的 阿里也不至于把他们赶出去 指不定还会给他们建更好的房子 这福气都送上门了 硬是被自己折腾没 大家听了后你看我 我看你 都笑了起来 玉老头听到这些话 却觉得心里难受极了 是啊 如果当年在老三夫妻死了后 自己和老婆子 把玉里那小贱人接回家里 现在太有能耐了 自己一家子也能沾光了 看看现在七婶和李正一家子 天天能吃肉 能卖药才赚钱就知道了 一个年老的婆子说 做人要讲良心 你做的每一件老天爷 都会看在眼里 你们都要记住 是阿里 让人叫你们采药卖钱的 虽然说种药材的事 还没有着落 可你们卖药材的银子 却是拿到手了 大家听了后 都纷纷点头 有人问娇三嫂 三嫂 你家好几个闺女 一起进山采药 这段时间赚了多少银子 娇三嫂生了四个女儿 才生了一个儿子 她虽然是一个长蛇妇 也重男轻女 却不会把所有重活 都让女儿去做 还不让女儿吃饱 她把儿子放在前面 然后是自家男人 再到四个女儿 最后才是她自己 重活都是她和她家男人做了 女儿做的都是比较轻的活 她家男人对四个女儿并不差 也因为这样 她家四个女儿都很孝顺 进山采药时也特别勤快 她带着四个女儿 一个儿子进山 一个多月就赚了三两银子 她家男人还在玉里的工地里 帮着建房子 他们家今年可以过一个好年 五个孩子 都有新衣裳了 娇三嫂笑着说 够给几个孩子扯步买棉花 做两件后衣裳 对了 你们开了多少荒店 话提起来了 大家一边吃 一边说起自家的事 听到大家都赚钱了 玉老头那一边的人 心里更郁闷了 甚至怨恨玉里 把赚钱的机会给了外人 也不给他们这些亲人 听说楚东家年后 就要和阿里成亲了 到时候 楚东家就成了我们凤莱村的女婿 以后她要要财 首先就会想到我们凤莱村 有人大声说 我们有今天都是阿里带来的 你们这些爷们 要卖力给阿里建房子啊 文言 大家都哄笑起来 有人看到玉老头也在 不嫌事儿大 笑着说 玉叔 你有福气了 得了这么一个厉害的孙女 还有一个如此俊俏富足的孙女婿 这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福气呢 只要不是傻子 都能听得出 这个人是在嘲笑玉老头一家子 玉老头瞬间就觉得 嘴里的五花肉都不香了 若不是老婆子 当年哄着自己 把老三一家赶出去 事情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如果不是老婆子 把事情做绝了 他们就有可能住在这大房子里 也成了一个有人事后的老太爷 想到这里 他呃呃恨恨 瞪了一眼身边的老七 夫妻几十年 只是一个眼神 玉婆子就知道 老伴在想什么 他满心愤怒 若非担心闹事儿会被赶出去 他都要和这老头子干一架了 当年自己提议 把老三赶出去时 老头子自己也答应了 要不然 他敢把人赶出去吗 等到宴席散去 玉老头回到家里 抄起棍子 就玉婆子身上打 他说不出话 发不出声音 却不妨碍 他是一个大利器的庄家汉 他的儿子 而媳妇 女儿 孙子孙女 一个两个都站在一旁 冷眼旁观 他们也觉得 因为是玉婆子 把三叔三婶赶走了 所以 他们家才沾不上玉里的光 想一下那大房子 想一下奴仆成群的样子 他们就觉得心痛到无法呼吸 若非担心 一个不孝的名头砸下来 玉老大和玉老二 都想要亲自动手了 玉婆子被打得滚在地上 他说不出话 只能瞪着老头子 然后扑上去 想要反击 可惜 最后还是被打趴下去 他砸在地上时 额头磕在一块石头上 一下子就穿了一个洞 鲜血不断流出来 第95章 维护 玉家这边鸡飞狗走 陈寡妇家里 却一片温馨 陈家只有两间土坯房 加一间小厨房 院子用木条围了起来 里面打扫得很干净 还种了不少青菜和萝卜 屋子角落里 有一个不大的鸡舍 里面养着两只母鸡 此时正在咯咯叫 陈寡妇看着七婶 送来的几个肉菜 有猪肉 有兔肉和鸡肉 还有一块 大概五斤的生猪肉 很肥 可以熬出不少猪油 还有馒头和肉包 陈牙看着桌子上的菜 双眼亮晶晶 阿娘 玉东家是一个好人 陈寡妇文言红了眼眶点点头 她伸出手揉揉女儿的脑袋 小声说 去把手洗干净 我们吃饭了 今天玉里家请客 可她是一个死了丈夫的寡妇 大家都说 她命里带衰 不能去吃别人家的喜宴 所以她选择带着孩子在家 她担心孩子会馋 所以烙了饼 做了三个青菜 没想到准备吃饭时 七婶就拎着一个食盒过来 里面放着的都是肉菜 和几个大白馒头 还有大肉包子 陈牙笑着跑去洗手 她一回来 就把一个肉包拿给阿娘 阿娘吃 陈寡妇笑着看向女儿 她接过女儿送过来的肉包 然后自己也拿了一个肉包给女儿 两人对视一笑 然后开始吃饭 吃着吃着 泪水就滴落在包子上 很快就和肉包子混为一体 全都被陈寡妇吃进嘴里 连带着自己的悲哀和委屈 一起吞进肚里 她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 她有三个姐姐 三个妹妹 两个弟弟 他们家的女儿 不管排行地级 最后都逃不过被卖掉的命运 她十四岁 父母正在物色人家时 家乡遭灾 他们一路逃亡到了青州 父母把自己卖给陈瞎子做媳妇 然后拿着十两银子 就带着三个妹妹和两个弟弟继续逃难了 陈瞎子以前并不瞎 她叫陈大力 人如其名 长得高壮 力气也很大 十五岁开始 就跟着曲州标局的人一起走标 二十岁时 他们走标遇到山匪 陈大力也是那一次被弄瞎了眼睛 他们途经青州市标局的东家 看陈大力这个样子 就花了银子 把他买下来给陈家当媳妇 他一路照顾陈大力 从青州回到安阳 最后和他成为夫妻 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生下他们的女儿 陈大力虽然成了一个瞎子 可他不会乱发脾气 他对她很好 能帮的都会尽力帮 和陈大力一起那几年 是他生命里最幸福的日子 只可惜 陈大力早年走标时 身上多暗急 一场风寒 就要了他的命 因为治病 家里银子没了 人没了 留给他们母女的 除了克星的坏名声 就只有这摇摇欲坠的老屋 陈寡妇丁香草对女儿说 你要记住玉东家的好 若是玉东家有需要 你一定要帮忙 明白吗 阿娘 我知道了 就算阿娘不说 她也会记住 玉东家对他们家的好 我们小豆芽 要做一个感恩的孩子 陈牙用力点点头 酒席散了后 院子四周都安静下来 她靠在贵妃榻上 听着黑鸭说起外面的事 那玉婆子的脑袋 都穿了一个大洞 还流了很多血 黑鸭笑嘻嘻对玉璃说 小姐 你说 他们怎么就不用力一点 玉璃忍不住笑了起来 她伸出手点了点 黑鸭的额头 你跟着他们学坏了 身边跟着的几个丫鬟 全都是在土匪窝里 手刃土匪的狠人 黑鸭经常和他们混在一起 完全没有一开始 来到自己身边时 那憨厚的样子了 她本就力气大 加上荣怀和青阳 有空就指点她习武 现在成了她身边 战斗力最强悍的丫鬟了 加上她长相憨厚 和谁都聊得来 出门还喜欢在口袋里 穿一些糖 所以村子里很多孩子 都喜欢和她玩 她就是一个包打听 邱雅文言笑着说 小姐 我们只是教黑鸭 如何保护小姐 就是 黑鸭是我们当中 拳脚功夫最好的 还承担了保护小姐的职责 自然不能是以前 那个憨憨的样子 邱雅走了进来 她手上还拿着一个账本 小姐 今天有不少人家送礼来 七婶和二娘 让我们都收下了 谁家送了多少 我全都记下来了 玉里拿过来看了看 随后笑着说 他们这是说好了 一起送鸡蛋吗 也不是 有人送了母鸡 邱雅说 前面两页记得 全都是送鸡蛋的人 后面是送母鸡 或者别的东西 这些东西 在小姐眼里 并不值多少钱 可人情往来很重要 玉里看完后 把账本交给邱雅 放起来吧 邱雅拿着账本 走出房间 玉里对邱雅说 你做得好 把东西全都记清楚 以后谁家请吃酒席 也是要还的 说完后看向黑鸭 你要跟着姐姐们 好好认字 她身边的丫鬟 不管是怀西 白威还是邱雅几个 全都是识字的 就连柳红秀 都是跟着功名记 学了两年 比一般富贵人家的姑娘 认的字还要多 黑鸭文言 瞬间觉得身无可恋 她赶紧说 小姐 我去找青阳哥哥 她昨天说 要指点我剑法 说完后人就跑出去了 邱雅忍不住笑了起来 小姐 黑鸭最怕学习了 习无比学习还要苦 她怎么就坚持下来了 玉里忍不住嘀咕一声 算了 以后让她一天 认两个字就行了 不想写就不写了 逼着一个 不喜欢学习的人去念书 其实是一件 很残忍的事 秋竹点点头 奴婢会看着她认字 晚上 玉里邀请了李正伯伯 和祖老们留下来吃饭 荣淮已经以家里男主人的姿态做陪了 李正和祖老看到荣淮时 大家都心照不宣 也不去问玉里的事 在他们看来 玉里是一个能带着村子 发家致富的能耐之人 最好就少管他的事 荣淮亲自为李正等人倒了酒 这些酒都是比较温和 祖老们都适合喝一点 玉里站起来举杯对他们说 阿里谢谢李正伯伯和祖老爷爷们 不计较我以前的不懂事 让我重新回村子生活 甚至为了我的家忙前忙后 还在外面维护我的名声 今天借着这个好日子 阿里敬你们一杯 说完后 他饮进杯中酒 大祖老忙说 孩子 赶紧坐下来 坐下来 都是自家的孩子 不护着你护着谁 家里的孩子犯了错 可以打可以骂 就是不能赶出去 玉里摇摇头 不是的 是因为你们心善 所以我才能坐在这里 和你们一起吃饭喝酒 隔壁村子 以前出了一个被修回家的女子 最后不为族人所容 那女子被逼上吊字杀了 他说 在李正伯伯和祖老爷爷的眼里 自家孩子重要 可在别的地方 是祖里的名声重要 至于孩子的死活 谁会管 这也是园主心心念念 想要回来的原因 因为这里带给他太多的温暖了 第96章 针对女子的露俗 大祖老吃笑一声 前段时间 寒家村还把一个小馆妇成河了 60多岁的大祖老 年轻时也在外面走标 见识比一般人都要多 也经历过生生死死 自然明白 没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 也因为他的影响 奉来村才没有别的村子 那么看中外在的名声 荣怀文言皱眉 楚王府不是早就已经下命令 废除楚地族中 处死族人的这个露俗吗 楚地有楚地的律法规矩 一切都按照楚王颁发的 规矩命令去办事 早在他成为楚王时下的第一条命令 就是废除一些不该存在的露俗 比如 族中有处死人的权力 支持寡妇在家 50多岁的二祖老叹息一声 楚东家 这里山高皇帝远 谁会遵从楚王府颁发的规矩去做呢 寒家村那个小寡妇丈夫 已经死了五年多 她无儿无女 这五年里照顾公婆 帮着 肘里照顾孩子 把自己当牛一样去做 二祖老喝了一杯酒 心里明白 不该在今天这个大喜日子里 谈起这样晦气的事 可有些是压在心里不吐不快 她婆婆瘫痪在床上 这几年都是她在照顾 只要传出去 谁不说她一声孝顺 要我这个老家伙说 人家小寡妇守了五年已经足够了 应该让人家嫁人了 可寒家村的人却不允许 得知小寡妇和一个货郎看对眼了 货郎到小寡妇娘家提亲 最后被赶走了 小寡妇也因为这样被沉堂了 大祖老说 这样的事情 不会只发生在寒家村 去年里家寨有一个小姑娘独自在家 有贼人进入家中 玷污了那小姑娘 小姑娘的父母回来后 发现女儿不对劲 逼问之下 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第二天早上 那孩子就死在家中 他想要死吗 不 他一个小姑娘 怎么可能舍得去死呢 说到这里 大祖老就一阵悲哀 似想到什么 眼眶都红了 二祖老拍拍老哥的肩膀 来喝酒 喝酒 不要说那些话了 站在一旁的几个丫鬟 听到这些时 脸色都变了 他们想到在土匪窝的那些经历 再想一下家中父母 若是真的回去了 下场估计 也和李家寨 那个小姑娘一样 死得不明不白 荣怀和玉璃对视一眼 他看到他眼里 一闪而过的丽色 自然明白 他是知道底下百姓和官员 都在阳奉阴尾 他给男人倒了一杯酒 缓缓道 改变并非一朝一夕 可以做到的 需要的是耐心和时间 以及坚持不放弃 这个男人 想要按照民祖地的想法 去帮助女人 提升女人的地位 那些露俗 更多的是针对女人 若想要把想法落实下来 他这一条路 会走得异常辛苦和艰难 我会陪着你 一直都陪着 他的声音不大 只有两人能听得到 几位老人家 谁还会管这两人说什么 甚至当这两人不存在了 玉璃看着这一幕 忍不住笑了起来 发现他在美酒跟前 是要退避三社的 等到大家都吃得差不多了 玉璃才说 李正伯伯 几位祖老爷爷 我想要在村子里建学堂 让我们奉来村的孩子 都能念书十字 一句话 让几个还砸把嘴 想要继续喝的老家伙 瞬间清醒了 大祖老忍不住问 阿里丫头 你刚刚说什么 你祖老爷爷没听清楚 你再说一遍 玉璃说 我想要在村子里建学堂 请先生的事也会解决好 我只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 男孩女孩都可以去上学 大祖老拍了一下 旁边李正的肩膀 哈哈笑着说 好 建学堂好 我们村子也有学堂 玩们都能上学 读书名理 这是好事 说着说着 老人家抹了一把泪 我们村子有了学堂 就不用带着孩子带着银子 去求人家让自己孩子去念书 他十年前就是带着银子 带着家里的大孙子 去隔壁李家债的学堂 求他们的夫子收下他的大孙子 他一辈子就没有这样求人 他一直没有弯下去的腰 就为了大孙子念书 然后弯下去了 到现在 他依然觉得自己的腰是挺不值的 二祖老他们都理解大祖老 也因为有了大祖老在前 他们都不愿意送孩子 去李家债念书了 他们难道不知道 上学堂的重要性吗 知道又如何 他们奉来村没有学堂 也请不来夫子 若真的想要送孩子去学堂 就只能去求人 而现成的学堂更难尽 他们奉来村就没有一个人 能进入县城的学堂 玉里说 我出一百两件学堂 至于在什么地方 建就需要李正伯伯和祖老商议 学堂建好后 楚东家就会把夫子送来 荣怀点点头 李正伯伯 祖老爷放心吧 自从阿里和我说了这件事后 我就去联系先生了 一共两位先生 都是举人出身 这一次就连李正伯伯都震惊了 他们齐齐问 举人老爷 他们的声音都是颤抖的 他们村子能建学堂 还能请来举人老爷教孩子 这 这真的没听错 荣怀点点头 是举人老爷 学识很好 他们不想离开楚地 去京城参加科考了 要不然 近视都不成问题 玉里文言很想说一句 想多了 荣英是不可能让楚地的人 成为近视的 不但如此 荣英还让人在暗中 打压楚地的学子 所以 楚地的学子 永远也不要想着 在荣英的朝廷上 有出头之日 除了楚地外 燕帝也遭到同样的对待 李正伯伯哈哈笑了起来 好 真好 玉里看向秋雅 只见她点点头回了内院 很快就拿了一个钱袋子出来 玉里把钱袋子 交给大祖老爷爷 大祖老爷爷 李正伯伯 需要帮我这边盯着建房子的事 所以建学堂的事 就交给您了 二祖老爷爷 需要让人去做一些桌椅板凳 给孩子们用 说完后 又拿了一个钱袋子 放在二祖老跟前 这里面是打造桌椅的银子 有劳二祖老爷爷了 三祖老最年轻 今年才二十多岁 他能成为祖老 是因为他备份很大 按照备份玉里 还得喊他一声 三祖老爷爷 而玉里从来没想过 喊这一声爷爷 他可不会做吃亏的事 第九十七章 悲伤的往事 三祖老看向玉里 笑着问 小丫头 不用你三祖老爷爷帮忙 荣怀文言 也忍不住看向玉里 想要看看他如何应对 他想到自己的辈分 现在皇祖里 的确有孩子 要叫自己爷爷了 阿里和自己成亲后 马上就是祖母了 看他现在瞪着 三祖老的样子 就知道 他不想这样喊人 到时候有人这样喊他 他会如何呢 有点期待 玉里看了一眼三祖老 笑着说 事情已经安排好了 三祖老还是继续来我这里 帮着造房子吧 这家伙现在和成果混熟了 对建房子有很大的兴趣 经常去请教成果 短短时间 他就已经入门了 成果私下和他说 若跟他们跑一年时间 他就可以独当一面了 玉里明白 三祖老在尼瓦匠这一行里 是老天爷追着喂饭的人 所以 他就没考虑 让三祖老爷去忙学堂的事 他还是老老实实 跟在成果身边干活吧 大家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三祖老玉兴容 本就是一个开朗热情的人 并不会因为玉里的一两句话生气 他笑着说 小丫头现在脾气很大了 大祖老说 姑娘家脾气大一点是好事 不会被人欺负 大祖老爷爷 世人都要求女子 要温柔贤惠 持家有道 您怎么就要求姑娘家脾气大一点 相处下来玉里才发现 这一群人 真的让他觉得意外 他们的心胸 他们的思想 完全不像是常年累月 在村子里的人应该有的 看看隔壁的寒家村 李家寨 真的相隔不远 走路不用半个小时的 可三条村子的气氛完全不一样 就好像一边天堂 一边地狱一般 大祖老呵呵一笑 自然是因为我以前去走标时 见多识广 说完后 他拎着一坛酒笑着说 你们继续喝 我回家了 这酒也带走了 玉兴容文言小声嘀咕 你把酒坛子都端走了 我们还喝什么 大祖老没有喝醉 一下子就瞧了一下玉兴容的脑袋 事真多 欠收拾 秋白看到大祖老离开了 赶紧说 小姐 我让人送大祖老回家 玉兴说 找一个细心一点的 照顾好大祖老 秋白连连点头 二祖老看到老大哥跑了 这才叹息一声说 都过去几十年了 大哥还是走不出来 凤莱村并不是所有人都姓玉 可玉是村子里人数最多的 三个祖老里玉家占了两位 而祖老其实姓陈 也可以称呼 他为陈祖老 三个都是公平公正的人 所以 就算不同性的人 也乐意让他们三个担任祖老 玉兴容说 死的是他最爱的姑娘 大哥当年为了迎娶大嫂的牌位进门 险些和父母断绝关系了 他这一辈子 都不可能放下 要能放下 早就放下了 怎么可能等到现在 玉兴好奇问 大祖老爷爷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二祖老叹息一声 缓缓说起了大祖老的往事 原来大祖老是家中长子 从小就比一般的兄弟要聪明 他还跟老猎户学了一些拳脚功夫 十几岁就出去走标了 倒也赚了一点银子 走标的人 就是把苦头带记在脖子上 什么时候不注意 就有可能死了 大祖老不愿意成亲 担心会误了人家姑娘 一直到他二十三岁 在走标途中 喜欢上一个姑娘 这个姑娘 却是同乡父母家中的丫鬟 他们家少爷看上小姑娘了 准备到家后 就收作小剑 小姑娘也喜欢大祖老 这件事被傅家公子发现了 他抢先玷污了小姑娘 还污蔑小姑娘下药引诱他 小姑娘求救无门 而大祖老 也因为这件事被赶出标局 他只能一个人跟在标局后 只为了寻到心爱姑娘 主家在什么地方 他才能想办法 把姑娘带回来 只是等他找到姑娘时 他已经被主家处死了 尸体甚至扔到乱葬岗里 是大祖老去和野狗抢夺 才把尸体找回来 二祖老说 你们玉家祖坟里 那个带奶奶 就是这个姑娘 你们大祖老爷爷 和家里人闹了许久 他最后才得以 和一个灵牌拜堂 把人迎娶进来 也给了大嫂一个安身之处 不是 是安魂之处 至于身体早就化作枯骨了 因为这件事 大哥觉得女子不能太温柔了 很容易被欺负 玉里没想到 还有这样的故事 他说 大祖老爷爷 是一个很长情的人 险些就把老娘气死了 他这些年熬得很辛苦的 玉心荣说 他的儿子是过季来的 那孩子也听话孝顺 生出来的孙子 也一样很乖巧 很得你们大祖老爷爷的喜欢 玉里还是第一次得知这样的事 园主的记忆里 就有大祖老爷爷一家的身影 他去大祖老爷爷家里住过 看到的都是温馨和睦 没想到 在温馨和睦之下 大祖老心里 却是伤痕累累 到底有多爱 才能为了 给他一个安身之处 和父母呢 到底有多爱 才能抱着一个灵牌 拜堂成亲 玉心荣笑着说 你可以看看 大祖老家里的两个孙女 那嘴皮子 一个比一个厉害 打架也比同龄的男娃厉害 这都是大祖老教的 他说 若有人欺负自己 宁愿让别人吃亏 也不要自己吃亏 荣怀听完后 缓缓道 大祖老说得对 他也是这样认为 宁愿让别人吃亏 让别人去死 也不要让自己受伤 玉心荣点点头 所以村子里家家户户 都这样教导自家姑娘 若近山时遇到隔壁村子的人 一旦起了争执 就要连起手来 让别人吃亏 说到这些时 他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 附近村子的人 都不敢娶我们村子的姑娘 觉得太彪悍了 凤来村有不少人家重男轻女 可教女儿彪悍一点的是父母 还是会去教的 所以 凤来村的姑娘 不是嫁在自己村子里 就是嫁到比较远的村子 那也没关系 只要不被欺负就行了 只是回娘家和看望女儿时 很不方便 玉里这才惊觉 凤来村的姑娘 真的都嫁得比较远 他问李正伯伯 伯伯 我们村子真的不是什么饮食家族 这样教闺女 当真是清新脱俗 第98章 自我了断 李正伯伯文言笑着指了指发玉里 你脑子都在想什么 影视家族会过得我们这么惨吗 大家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一顿饭也在笑笑闹闹中结束了 玉里居住的院子里 建了一座有十米高的阁楼 里面有贵妃榻 有桌椅 只要把窗户都打开 夏天在这里睡会很凉爽 冬日里在屋子里放了碳盆 坐在阁楼里 就可以看到满天烦心 入住第一天晚上 玉里和荣淮两人 以为躺在贵妃榻上 顺着窗户看去 外面满天星星一眨一眨 玉里突然好奇 不知道自己原来的世界里 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 玉星和余婉青 现在过得如何 自己死了后他们 一定哭得很惨 来到这里几个月了 她终于空闲下来 想一想过往那些人和事 她很怀念高科技的现代 荣淮看她安安静静 不知道在想什么 她的心突然一空 忍不住紧紧握着怀中人 就担心她会突然离开自己 再也找不到了 她抱得太用力 玉里有点吃痛 回过神来 就看到荣淮担心焦急的样子 她伸出手揉揉她的脸颊 笑着问 怎么了 不喜欢你皱眉的样子 不好看 荣淮说 你刚当一个人在想事情 我心突然一空 我害怕你突然消失了 我再也找不到你 她清了清她的唇 柔声说 阿里 我以前明明就见过你 可那时候 没有那种 想要把你站为己有的念头 那时候 你在我眼里 和别的女人没有什么区别 可就在你修了路北纸前 我在树上看着你对她动手 那一刻 我觉得你很有趣 外界都说 永成侯夫人很爱永成侯 可那一刻 我没有在你眼里看到爱意 只有嘲笑和不屑一顾 后来我想办法靠近你 相处的时间越久 我就觉得 你是我人生里丢失的重要东西 我要把你留下来 我的人生才圆满 她低声说 刚刚看到你安静的样子 我心慌慌 有一种要失去的错觉 玉璃看着她担心焦虑的样子 在心里说了一声憎念 好好一个英明神武的楚王殿下 遇到爱情后 也会变得没脑子 幸好她的没脑子 只是针对自己 幸好自己也不是那种昏庸的女人 要不然 楚地百姓威夷 她窝在她怀中 亲了亲她的手背 笑着说 傻 你对我这么好 我舍不得离开 她坐起来看着眼前的男人 不用自己吓自己 只要你心里永远只有我一个人 我不管去哪里 都会带上你 荣怀笑着 把人摁回自己怀中 只有你 永远也不会有别人 那可不一定 你的父皇就有不少后妃 荣怀笑了 我不是父皇 永远都不可能是他 父皇爱母妃 可他对后宫别的妃子 也不是毫无情义 我们很多想法是一致的 唯独这件事上我不敢苟同 我的心很小很小 小到我只能容纳 一个叫玉里的女子 我管理好楚地 也只是因为 我是楚王 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楚地的百姓 却从来不会装在他的心里 玉里浅笑 我发现自己 有点爱你了 这么好的男人 让他怎能不心动呢 这样说你以前不爱我 他觉得有点委屈了 他们都轻轻抱抱了 现在才有点爱上 只是一点点 玉里坦然说 以前只是喜欢 喜欢和你亲吻 喜欢你的一切 发现自己有点渣的属性 容怀松了一口气 有喜欢就好 看吧 温水煮玉里 还是有一点效果的 我喜欢这里 很安静 很舒心 玉里站起来 牵着容怀的手 走到窗边 站在这里 可以把凤来村收入眼底 外面黑漆漆的 风也很大 很冷 可玉里却觉得 心是暖的 我走过那么多地方 只有这里 给了我内心安稳的感觉 前世今生 他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 容怀说 喜欢这里 那就留下来 我陪你一起 玉里抬起头 看向容怀 你想要提升女子的地位 让女子可以大大方方 走到人前来 那就从这里开始吧 这里有最开明的李正 有最包容的祖楼 这是你实现 你和你父皇愿望的第一站 从这里撕开一个口子 然后遍布楚地 最后到南前 容怀看着他 两人四目相对 他从他的眼里 看到了很多很多 凤莱村 楚地 南前 原来 他剑指的不是楚地 真正的目的是 整个南前 这是一个有野心 有目标的女人 他以前不喜欢这样的女人 可他却爱惨了眼前的玉里 因为他的野心 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千千万万的女子 他才是真正胸怀天下的女子 这是他没有的 在遇到玉里之前 他的过一天算一天 没有爱 也不想爱 也因为没有 所以当年从未想过和先帝争夺皇位 他心爱的姑娘 有胸怀天下的大爱 既然如此 他就成全她 我们家里心中装着百姓 心有大爱 我愿意让南前成为你想象中的国家 有些事以前不想 现在却要好好去考虑了 玉里愣住了 他想要提升女子地位 只是想要让自己过得幸福一点 也想要为自己未来的女儿 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胸怀天下的大爱 他真的没有 他想要解释 可对上男人那双含笑的毛子 瞬间就闭嘴了 误会就误会吧 只要能激发这个男人的斗志 这是一场很好的误会 他像是看出他心中所想 把人带回阁楼里 关上窗户 屋子里暖和多了 他才说 先帝开始就想要干掉所有的藩王 所以 撤番是荣英做梦都想要做的事 目前位置南前有十二个藩王 楚帝和燕帝是十二个藩帝里 占地最大 也是荣英最想要收回去的地方 他把玉里塞到贵妃榻上 被子盖在他身上这才慢悠悠说 若不是遇到你 荣英一直安分守己不动我楚帝 等我活到不想活了 我会把楚帝还给朝廷 一句话让玉里愣住了 不想活了 然后呢 自我了断 活到不想活了 这是什么意思 玉里看着荣怀 你这是有艳势的倾向 荣怀不明白艳势是什么意思 只知道遇到阿里之前 他是真的没想过未来 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 我现在有你 所以想要和你一起好好活着 长长久久 玉里轻哼一声 你是我的 荣怀哈哈一笑 对 我是你的 以后都不会有还楚帝的想法 楚帝是我们的 是我们孩子的 还有今天就过年了 所以秋雅在搬进新家第二天 就开始带着人在厨房里 准备过年的东西 白薇和淮西是12月28抵达凤莱村 淮西一看到 玉里就说 小姐 我可想念你了 白薇看着淮西的样子 忍不住笑了 小姐 你看看他像酒楼的掌柜吗 淮西把酒楼管得很好 每天生意都很火爆 现在 谁看到淮西不叫一样西掌柜 玉里看着自己的左膀右臂笑了起来 行了 辛苦了 回到家里 就不用在外面那样正经了 你们以后 两个人住一个院子 跟在你们身边的人和你们一起住 我让秋雅带你们下去休息一下 想要吃什么 让厨房做 她说 厨子是我们家楚东家送来的 做菜很不错 淮西和白薇和玉里时间长了 也成了一个很喜欢美食的姑娘 听说家里有新厨子 马上就来兴趣了 玉里在吃这一方面是很大方的人 府中的丫鬟小丝 每天都是两婚两素 一年四季 还有新衣裳 白薇离开之前说 小姐 秋水长天的雇掌柜 在外面等着 小姐写信 来让他们回家的时候 带上秋水长天的雇掌柜 他们一开始有点愣 想不明白 小姐为何要邀请一个陌生人 到家里来过年 可白薇在回来的路上就想明白了 秋水长天也许是小姐的产业 玉里说 让她进来吧 怀西忍不住问 小姐 你认识顾留 玉里点点头 秋水长天是我的产业 我回到莱阳时 看你把酒楼管理得很好 正好看到对面的店铺要卖出去 我就买下来了 说完后 她问了一句 秋水长天最近的生意如何 她本想隐瞒这家店的 可实在是有点赖了 白薇知道后 每个月查账的事就交给她了 她想要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医馆上 怀西点点头 生意很好 这个顾掌柜 是一个有能耐的人 店里的衣裳做得很好看 我和白薇还给你买了两套 未曾想就是小姐的产业 小姐真的太厉害了 就算不在京城 也一样可以赚很多很多银子 陆北指那个瞎了眼睛的狗东西 哪里配得上小姐如此好的人 玉里浅笑 因为白薇已经带着顾留进来了 所以 她没有往下说 顾留规规矩矩给玉里行礼 天知道 当初看到东家写给自己的信 得知对面酒楼和秋水长天 是同一个东家时她有多震惊 玉里让顾留说一下 秋水长天如今的情况 顾留一五一时说了 东家 我已经把账本拿来了 你有空可以检查一下 玉里点点头 好 你一路也累了 我现在就让人带你去找你娘 现在顾母就住在前院的一处院子里 顾留来了后 就可以随她母亲一起住在前院 过了年后 再和白薇他们一起回来扬开店 顾留早就从信中得知 东家帮自己找到母亲了 现在母亲就在东家身边 可现在清清楚楚听到可以见到母亲后 她还是满心震惊 她想也不想 就跪在地上给玉里磕头 顾留谢东家寻到家母 玉里赶紧让怀西把人搀扶起来 她说 去吧 你娘想必也很想念你了 我待会儿让厨房给你送饭菜过去 顾留点点头 这才在秋白的带领下离开了 怀西和白薇也被玉里赶去休息了 耳边终于清静了 前院 顾母正在暖阁里 做一件红色的衣裳 这是她要做给小姐过年时候穿的 她做得很认真 知道小姐不喜欢太复杂的衣服 所以裙摆和衣袖以及都绣花了 其余都没有绣 顾留走到门外 就这样安静看着母亲在干活 自从家里出事后 她再没有见过母亲了 本以为有生之年也见不到了 可现在母亲就在眼前 就在她触手可及的地方 像以前一样安静绣花 她轻轻走了进去 站在母亲跟前 顾母发现光被挡住了 抬起头就看到一张熟悉的脸 她眼眶瞬间红了 颤抖喊了一声 我儿 顾留点点头 跪在地上 娘 不笑顾留给阿娘磕头了 母子两人抱头哭了一会儿 顾母这才把自己的经历说了一遍 她和儿子分开后 被人迈到一个变态主家里 那个主家就喜欢把三十多岁的妇人 绑起来狠狠抽打 看人家跪地求饶 她被人找到时 也遭受了一次毒打 幸好小姐的人来得快 要不然我就自杀了 说完后 她忍不住又哭了 我儿 你要记住玉璃小姐 给了我们母子第二次生命 以后不管发生任何事 一定要好好效忠玉璃小姐 哪怕要我们挡刀子 也不能犹豫 明白吗 她不怕死 就怕生不如死 顾留点点头 阿娘放心 从今往后 我顾留这一条命 是小姐的 其实 早在她选择了自己时 自己这一条命 就是小姐的了 只是心甘情愿和被逼 完全是两回事 顾母连连点头 我们要做一个感恩的人 如果没有小姐 他们母子肯定不得善终 现在母子团聚了 日后也就有了希望 这边的消息 很快就有人 传到玉璃耳边 她听了后淡淡说 不用看着他们了 顾留是我店里的掌柜 是要为我赚银子的人 你们让下面的人 好生照顾 她刚刚已经看了 顾留送来的账本 短短时间 顾留就为自己 赚了两万多两 这真的是一个 有能耐的人 现在只是一间店 若多几间店铺呢 她还指望顾留 继续为自己 赚很多很多银子呢 自然要好好对待 第99章 来错 白薇和淮西回来后 玉璃每天只负责 和魏灵商议 以后开一馆的事 剩下的时间就是 做一个饭桶 白薇负责张洛和 采购过年的东西 以及送礼给祖老和李正家 邱雅负责家中大小事 淮西负责厨房的 一切事宜 和年夜饭的准备工作 魏灵坐在玉璃的暖阁里 听着白薇等人 说起除夕的安排 等到人离开后 她才说 你家这几个丫鬟 随便一个拎出去 都能独当一面 你这是什么运气啊 玉璃文言看向魏灵 羡慕不来 魏灵撇撇嘴 我拘无定所 羡慕也没用 她靠在椅子上 缓缓到 突然觉得 人生挺无趣的 她把自己的人生 过得一团糟 整个人就像是 被囚禁在一团迷雾里 如何也走不出来 玉璃看到她这个样子 突然问 你当初为何会嫁给汝阳王 其实你可以选择更好的人 你不像是会为了救命之恩 就以身相许的人 魏灵这样的人 很有自己的想法 主见 却不像是会委屈自己 魏灵文言沉默许久 看了一眼玉璃 跟你说 一个故事吧 玉璃点点头 洗耳恭听 青海的尽头 是一望无尽的沙漠 在沙漠的另一边 有一个国家叫云兰国 那国家很神秘 鲜少和外界来往 甚至很多人 都不知道云兰国的存在 云兰国和男前不一样 那地方男人和女人之间地位 没有男前或者别的国家 差距那么大 她低声说 只要有能力 皇女也能成为云兰国的帝王 云兰国皇族成员 得上天眷顾 生来就力大无穷 而皇族嫡系里 每一代都有一个孩子 拥有神奇的能力 而这个拥有神奇能力的孩子 就是上苍为云兰国挑选的 未来帝王 也许是皇子 也许是皇女 所以从来没有皇位之争 因为太子或者太女 是与生俱来的 是上苍指定的 新一代云兰国的帝王是男子 他顶住所有的压力 娶了一个外界的女子为后 先后生下三个儿子 都没有神奇的能力 云兰国上下就开始有传言 说陛下娶了外界的女子 不被上苍认可 所以无法生下未来的帝王 朝臣要求陛下废除皇后 陛下却不愿意 为此君臣不和 皇后心疼陛下 想要自寝离开 陛下不允许 许是上苍怜悯 时隔十五年 皇后又一次怀了孩子 他看向狱里 笑着说 这是皇后的护身符 肚子里的孩子 被陛下和三个皇子寄予厚望 他们都希望这个孩子 是拥有神奇能力的 皇后怀上孩子 朝臣不乐意了 鸣枪案件防不胜防 父子四人胆战心惊 护着皇后 就盼着他肚子里的孩子 顺利出生 皇后肚子里的孩子 是拯救皇族 拯救他们一家的希望 九个多月后 皇后生下一对双生女 却在生孩子这一天 发生了宫变 即便后来平息了这一场动乱 可最小的小公主 还是被人偷走了 说到这里 她藏在袖子里的手 都是颤抖的 孩子才刚刚出生啊 落在敌人手里活着的机会 又有多大呢 狱里看着呢喃的卫灵儿 心里已经猜到她的来历了 大公主 不是拥有神奇能力之人 她有点好奇 不知道自己生来 就带着的空间 算不算是神奇能力 卫灵儿苦笑点点头 大公主三岁时 家里人确认她 只是比一般人聪明 却不是拥有神奇能力的人 饶是如此 皇后和三位皇子 还是很疼爱大公主 可陛下终究没法平静 看待这个 让她满怀希望 最后又失望的女儿 她是护她成长 大公主失踪时 陛下也经历去找寻了 护和爱终究是不一样的 大公主的人生里 什么都不缺 却有什么都缺 卫灵儿浅笑 大概是年幼时缺了什么 长大后 总希望从别的地方去找回来 她一辈子就两个执念 第一个是找到妹妹 第二个是 得到父皇真心的疼爱 她说完后看向玉璃 明白了吗 玉璃点点头 明白了 嫁给高飞 是因为从她身上 感受到了你想要的爱 离开高飞 是因为这一份爱不纯粹 她突然想到余婉清 多少和卫灵儿有几分相似 出生有底蕴的豪门世家 要钱有钱 要言有言 受伤了父母也会护着 可那一份护着 只是因为余婉清是他们的女儿 他们只是尽到 作为父母的责任 却从来不爱余婉清 他们的爱 都给了余婉清的妹妹 只因为余婉清隔代遗传 像她的奶奶 那个想要对余婉清的父母 棒打鸳鸯的老太太 即便后来他们生下了余婉清 老人家也还是不喜欢小白花一般的余夫人 即便到死 老太太依然不能释怀 依然不接受余夫人 而余婉清这个长相和老太太有七分相 半是雷厉风行的女儿 却不得父母宠爱 他们觉得 看到这个女儿 就会想到被打压的那些年 想到了他们的狼狈 所以只护着 只给钱 不会交付任何的真心和宠爱 只是余婉清比魏灵儿理智 她不会因为渴望爱 就去嫁人 相反她喜欢看美男 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 因为在她看来 别人不爱自己 那自己就不该委屈自己 爱自己 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 今天听了你的故事 我也来给你讲一个故事吧 玉璃喝了一口茶后 缓缓把余婉清的事说了出来 说着说着 她心里有点难受 很想念余婉清和玉星了 可她心里明白 有生之年 永远也见不到他们两人了 魏灵儿听着玉璃说完整个故事 整个人都愣了 玉璃含笑看着她 笑着问 听完后有什么感觉 魏灵儿说 感觉自己挺傻的 可我不想后悔 因为我后悔了 就等于是否认了 我腹中孩子的存在 魏灵儿笑着看着玉璃 两人四目相对 她再一次感觉到 玉璃和自己有点像 只要对上玉璃的眼睛 这种感觉就更强烈 她摇晃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笑着说 其实我和高飞在一起 那两年 她对我真的是言听计从 我不想否认 自己走过的每一段路 第100章 首岁 除夕这一天 怀夕早早就起来 带着人开始在张罗吃食了 而村子里要开宗祠祭拜祖先 玉璃作为女子 还是一个已经嫁过人的女子 是不能去祭拜的 即便玉璃不能去祭拜宗祠 白威还是在征求她的意见后 在除夕前一天 已经买了一头大肥猪 送去玉家祖里 让祖里除夕用来祭拜先祖 祭拜了先祖后 猪肉就可以分给族人 这一做法为玉璃 收买了很多族人的心 玉璃家的前院 有一个大厅 是玉璃特意让人建造来宴会用的 这里可以放下七八张桌子 玉璃则在那院开席 怀席等着人上了菜肴后 就到前院去吃饭了 玉璃给荣淮倒了一杯酒 给玉璃倒了一杯果汁 玉璃教怀席做的 她笑着说 来吧 饭前先喝一杯 祝我们大家明年平安顺遂 所得皆所愿 玉璃听了后 哈哈笑着说 好一个平安顺遂 所得皆所愿 她笑着说 希望我明年生一个健康的孩子 还找到我的妹妹 说完后 她看向荣淮和玉璃 你们两个呢 荣淮看向玉璃 明年和阿里澄清 阿里平安顺遂 魏璃笑着 朝玉璃眨眨眼 笑着说 楚王所愿 一定会成真的 荣淮笑了笑 和魏璃一起看向玉璃 玉璃不慌不忙说 想要的太多了 就不一一说了 魏璃好奇问 只说一个 你最想的一个 荣淮握着酒杯的手紧了紧 玉璃看了她一眼 浅笑 嫁给荣淮 男人闻言松了一口气 忍不住笑了起来 她一手握着酒杯 一手放在桌子下 牵着玉璃的手 三个人喝了一杯后 魏璃儿才说 你们要赶在我生孩子 之前成亲 这样我可以作为 娘家人帮阿里张罗 荣淮点点头 好 我尽量在你发动之前 迎娶阿里 三个人有说有笑 吃了他们在 凤莱村的第一顿年夜饭 那人的气氛温馨美好 外园艳客厅 则是闹哄哄 加上成果 他们一群人 将近百人 大家有说有笑 白薇看着眼前的一幕 唇角微微勾起 去年除夕时 他从来不敢想 会有眼前的一幕 他记得去年的除夕永城猴 带着小姐去参加公宴 猴府的除夕宴 是莫鲁亚操池 送到小姐院子里 给他们一行人的年夜饭 是冷的 他们不想过年时 饮小姐不喜 所以没有说 去年的冷饭冷菜 今年却满桌佳肴 热热闹闹 果然 离开陆家后 他们都会越来越好 淮西加了一块肉 到白薇碗里 笑着说 赶紧吃 冷了就不好吃了 天知道这大冬天里 他为了让饭菜不便冷想了多少办法 白薇笑着点点头 吃 大家都赶紧吃 吃完后就去放烟花 楚东家让人准备了很多很多烟花 大家听了后 都笑了起来 顾刘和顾母看着眼前的热闹场景 还恍若身处梦中 担心醒来后 一切都不复存在 他们有同样心思的 还有很多很多人 玉里三人吃了年夜饭后 魏林儿得知 可以放烟花 赶紧跑了 他想完 也不想在这里 妨碍荣怀和玉里 玉里带着荣怀到了阁楼上 他们站在窗外 就可以看到璀璨的烟花 荣怀一手抱着玉里的肩膀 一手放在窗边 他说 去年除夕 我一个人过 说完后 看向身边的人 阿里 我现在很开心 很幸福 对于他这个 看不到明天在哪里的人来说 如今这样的幸福 真的就像上苍垂帘 他何其有幸才遇到玉里 这个住在自己心底里的女人 又何其有幸才能拥有她 玉里靠在他怀中 看着外面的烟花 笑着说 以后的每一年 我都陪着你过 荣怀笑着点点头 好 凤莱村从来没有试过过年放烟花 引来了村子里老少前来观看 他们都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 吸引了 白威见状叫来了日影 让他和青阳等人 拿着烟花 分别到村子个地方去放 这样一些年老的老人家 不用跑那么远 就可以看到 秋雅则是去拿了很多糖出来 分给一些前来看烟花的小孩子 只要是可以收买人心的事 他和白威都不会错过 小姐说过 能用银子解决的事 那就用银子解决 因为他不缺银子 而且烟花是楚东家送来的 糖果点心是自己做的 花不了多少银子 顾母看着眼前的一幕 对身边的儿子顾留说 你以后要努力为小姐赚银子 要不然 按照小姐花银子的速度 不多赚一点 他害怕小姐没银子花了 顾留点点头 阿娘放心吧 我已经有了计划 等年后就和小姐商议 他即便有千般不好 可做生意的能力 却是很好的 小姐不要她的命 许她和母亲安身之处 她便会不惜一切 为小姐赚很多很多银子 秋雅听到两人的话 忍不住转身看向 站在一个角落 母子两人 其实她对两人并不熟悉 只知道顾留是小姐店里的掌柜 白威说她很会赚钱 现在 听到他们的对话 秋雅忍不住笑了起来 小姐 真的很好 她从深渊里 拉了很多人起来 让大家都有机会 站在阳光下 她是这样 顾留母子也是如此 这样的小姐 让她们如何能不忠心呢 凤莱村有史以来 第一次除夕夜 如此热闹 害时三刻 烟花停了 大家都要回去守岁了 魏林儿带着玉璃身边 几个大丫鬟 带着点心 一起到阁楼里守岁 日影和魏林儿 还有淮西 都是画牢 一时间阁楼里闹哄哄 可玉璃却不反感 这样的热闹 她凑到荣怀耳边 小声问 你以前在楚地过年时 和谁一起守岁 荣怀文言 笑着说 父皇母妃不在后 我就不再守岁 都说守岁是为了 延长父母的寿命 她都无父无母 所以找不到守岁的理由 说完后 她看着玉璃 以后 我都会守岁 因为 我有了真爱之人 我希望她一生顺遂 平安喜乐 第101章 阿里朱星 玉璃他们在丑事 吃了饺子后 就准备休息 突然外面传来一阵 兵器碰撞的声音 青阳和日影和成果等人 瞬间就窜到外面了 他们在玉璃外 看到一群人正在和郁家的家丁交手 郁家的家丁伸手一般 很快就被收拾了 不远处的马背上 坐着一个披着黑色斗篷的男人 他冷冷看着眼前的一幕说 时去就把本王的王妃交出来 日影看到汝阳王出现在这里 一点也不觉得意外 他吃笑一声 汝阳王 你别太过分了 不是什么地方 你都可以闯的 这是王妃的家 也是王爷的家 汝阳王这个异性王 居然敢闯入楚王的家 还真是没把王爷放在眼里 日影是荣怀身边的女护卫 汝阳王见过他好几次 现在看到他出现在眼前 觉得很意外 他沉声说 楚王爷在这里 日影缓缓上前 走到汝阳王的一个护卫身边 想也不想 一脚就把人踢飞出去 汝阳王见状皱眉 日影丝毫没把这个老家伙放在眼里 又对着另外一个护卫就要踢过去 那人闪了一下 然后被另一侧的青羊踢出去了 日影冲着青羊笑了笑 谢了 青羊神情淡淡 抱着长剑站在一旁 大有谁敢冲进去 老子就弄死谁的架势 汝阳王看到这一幕 觉得很气愤 他翻身下马 走到日影跟前 你只是一个奴才而已 把你家主子叫出来 日影想要反驳 里面却传来一道清脆的女声 汝阳王一来就送了这么大一份礼物给我 若是我不回敬一点什么 就说不过去了 这样显得我很无礼 话音落下 玉璃已经在黑鸭的陪伴下 大步走了出来 他动了动手中的鞭子 一下子就朝不远处的一个护卫抽去 护卫闪了一下 可玉璃的鞭子是可以变长 甚至能变出道刺的 啊 眨眼功夫就看到几个护卫倒在地上 没有人看到玉璃是如何出手 他们只看到一道残影 然后就看到几个护卫跌在地上嗷嗷惨叫 他们的身上都有一道血淋淋又长的伤 玉璃手中的鞭子没有停下来 又给了他们挤鞭子 汝阳王拔出长剑要对玉璃出手 陈果和青阳等人马上拦在前面 几个人很快就打了起来 汝阳王带出来的那些护卫也开始动手 陈果带来的几十号兄弟 见状纷纷抄家伙 飞升到前方挡下那些护卫的攻击 让玉璃的家丁得以喘息 家丁们听到声音前来的乡亲们 看到白天里经常和他们有说有笑 混在一起建房子的人居然能飞檐走壁 一个两个都傻眼了 李正和大祖佬也赶到了 白维和怀西也出来了 白维看到大祖佬等人 马上让黑鸭等人去保护祖佬他们 他真的很担心汝阳王丧心病狂 会拿村子里的人出气 李正看着把人打趴在地上的玉璃 整个人都愣住了 他 他看着长大的小姑娘居然这么能打 至于阿里为何会打地上那些人 不用问了 阿里这么善良 肯定是这些人招惹阿里了 看看他们三更半夜找上门 一看就不是好人 他想了想 捡了一块石头朝不远处的一个人砸去 让你欺负我们家阿里丫头 大祖老健壮嘴角抽搐几下 他的视线落在不远处 要偷袭玉璃的一个人身上 他一脚就把地上那块拳头大小的石块踢出去 石块一下子就砸在偷袭之人的脑袋上 玉璃转身 一鞭子狠狠抽在那人身上 瞬间 那人皮开肉绽 鲜血淋淋 汝阳王停了下来 咬牙看向玉璃 永城侯夫人 你这是要和本王作对 玉璃文言冷冷看向汝阳王 汝阳王 本姑娘已经修了露北纸那个废物了 你现在故意提起这个人 是要和我作对吗 汝阳王文言被噎住了 是啊 玉璃已经修了露北纸了 玉璃冷笑 看来汝阳王您老人家忘了 现在的永城侯夫人 是你家的郡主高玉清 露北纸那个废物是你的女婿 你说你的眼睛怎么就那么瞎呢 本姑娘不要的烂东西 你居然捡起来给你的女儿 白威和淮西等人听了后 都想要拍掌喊一声 说得好 可他们不敢 担心真的会把汝阳王气死 玉璃 你真的不怕死 是啊 她当时怎么就把女儿 嫁给露北纸那样的废物呢 这是她最后悔的事 玉璃这个娘们 却一而再提醒自己 玉璃笑了笑 在京城时 我或许会忌惮你 可在楚地 我还真不怕你 笑话 楚地可是戎怀的地盘 四舍五入 就是自己的地盘 在自己的地盘都怕 她玉璃就不用出来混了 汝阳王深吸一口气 看向玉璃 玉璃把本王的王妃交出来 玉璃像听到什么可笑的笑话 您老没弄错吧 居然来我这个穷山屁壤里 找你的王妃 交出魏灵 那是不可能的事 她家灵儿可是说了 不想和眼前的人 有任何关系 汝阳王咬牙 你以为本王是傻子吗 来这里之前 不会弄清楚 你自己弃走了你的小王妃 现在去来找我要人 你未免太可笑了 她指着四周 看热闹的村民说 你问问他们 有谁看到你的小王妃 七审里 正他们都已经被 眼前这个王爷的身份 给吓到了 现在听到玉璃询问 他们一个两个 都摇摇头表示没有 他们也不知道有没有 就算有也不知道是哪一个 所以统一回答没有就行了 不管谁问 问多少次都是没有 汝阳王看着玉璃 两人四目相对 他一点也不怕这个人 哪怕他浑身煞气 是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人 他也没有半分畏惧 汝阳王 你来楚地的事 陛下知道吗 玉璃笑着问 你堂堂一姓王 却来楚王殿下的封地 就不怕被有心人发现 参你一本 参就参 只要你把王妃交出来了 本王马上离开 汝阳王已经确定 自己小王妃就是在这里 要不然 也不会带着人打上门来了 玉璃也怒了 你他娘的 听不懂人话吗 本姑娘这里没有汝阳王妃 谁给你错误的消息 让你爸爸跑上门来得罪人 别忘了 这里是楚地 是荣怀的封地 第102章 赔偿 荣怀不怕陛下 你呢 我听说你是一个忠臣呢 就是不知道你 出现在这里的事传开后 你要如何向陛下交代 其实他真的很想 称呼荣英为狗皇帝 可有村人在这里 被人听到不好 指不定还会惹来麻烦 等着吧 他早晚会给大家洗脑 让大家心里眼里 只看得到他家楚王殿下 汝阳王算是明白 这个女人 为何敢修了陆北纸 听听这些话 每一句都诛心 一看就不是一个善茬 陆北纸那个废物 居然敢招惹这样的女人 他现在怀疑 永城侯府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很有可能就是 玉里一手搞出来的 目的就是为了报仇 汝阳王深吸一口气 陈生问 本王再问一次 灵儿真的没有在你这里 真的没有 若是汝阳王不相信 那就自己进去找 我这院子是新建的 后面还没有开 不存在从后面 跑了这样的说法 玉里让开一条路 大大方方让汝阳王进去找 魏灵儿为了隐藏身份 对外一直说 自己是死了丈夫的寡妇 村子里的人都是 叫他叫四娘子 至于进去找人 肯定是找不到的 魏灵儿早就跑了 那女人的轻功好得很 瞬间就不见人了 玉里看到就羡慕极了 他都想要去学轻功了 汝阳王见状 咬牙最后 真的进去搜了 前院没有 搜到后院时 就看到坐在阁楼上 喝酒的荣怀 两人四目香 荣怀手中的酒杯 朝汝阳王飞了过去 汝阳王闪了一下 接住荣怀的杯子 他说 外界都传楚王殿下 看上以前的永城侯夫人 本王还以为这是假的 现在看来传言未必就是假的 荣怀淡淡说 滚 别脏了我家 汝阳王哈哈笑了起来 你家 荣怀 你确定这里是你家 荣怀站起来 笑着看向汝阳王 本王和阿里是未婚夫妻 很快就成亲了 他的家自然就是本王的家 说到家的时候 他觉得全身都暖洋洋 一股幸福萦绕在心间 高飞 你真蠢 居然相信魏灵儿在我家 他像是看一个傻子一样看着高飞 估计你来处地的消息 现在已经传到荣怡耳中了 指不定你要效忠的君王 已经把你看成是我处地的盟友了 泽泽 本王很好奇 荣怡会不会容忍 你的存在 荣怡那个人的心眼比真眼还要小 知道这个家伙来处地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有好戏看了 玉璃看着汝阳王气冲冲出来 他们翻身上马 就想要离开 玉璃手中的鞭子 朝地上狠狠抽了下去 汝阳王 我这里不是 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地方 你伤我的家丁在先 饶我过年再后 还惊扰了我凤来村的百姓们 你就想要这样跑了 汝阳王的视线 落在一条深坑的地上 心里想着 若鞭子抽在自己马上 结果会如何 他拿出一个钱袋子扔了过来 赔偿 说完后 骑着马就离开了 玉璃颠了一下手中的钱袋子 挺重的 他打开一看 又喝 不但有几张百两的金票 还有二十多片金叶子 玉璃笑着对李正和大祖老爷爷说 李正伯伯 祖老爷爷 学堂请先生的银子有了 乡亲们 初三我们在村子里开席 请大家吃饭 大家听了后都笑了起来 好 李正和大祖老让大家都回去休息 他们则是走到玉璃身边担心问 阿里丫头 我们刚刚听你说 那是一个王爷 你这样对他 他会不会来报复你 玉璃文言好奇问 如果他会来报复我 祖老爷爷 你们会把我赶走吗 大祖老瞪了玉璃一眼 你就是我们凤来村的闺女 还想要去哪里 就算是王爷 也不能无缘无故杀人 李正说 而且我听你喊他汝阳王 那就更不怕了 我们这是楚地 我们的王爷是楚王 若他真的敢乱来 我们就敢闹到来阳去 玉璃文言心里暖暖的 他笑着说 祖老爷爷 李正伯伯 你们不用担心 汝阳王虽然是王爷 却不是一个滥杀无辜的人 他把他家王妃气跑了 被人骗来我这里 可我这里真的没有他的王妃 他找不到就跑了 说完后他嘀咕一句 你说他女儿都嫁了 一把年纪了 还把自己王妃气跑了 还真是谁嫁给他谁倒霉 他的话一出 大家想到汝阳王的样子 得知女儿都嫁人了 心里已经脑补了一个中年女人 被丈夫气到离家出走的场景了 这样更不会有人 把魏灵和汝阳王妃联系到一块了 玉璃把人忽悠走后 玉家大门缓缓关上 一直没有开口的白微问 小姐 您是特意说那一番话 玉璃点点头 汝阳王既然来了 就不会这么快便放弃 一定会在暗中盯着 甚至会让人去打听魏灵儿的事 现在大家都知道 汝阳王妃是一个中年女人 有人偷偷询问 也不会联想到别人身上 玉璃打了一个哈欠 眼眶都红了 我要回去休息了 你们也赶紧回去休息吧 回到院子时 荣怀等在房间里 她笑着上前 戳一戳男人的肩膀 你打算晚上在这里睡 荣怀直接把人抱了起来 就请吧 这眼眶都红了 显然是困极了 还是早点休息 乖 明天还要早起呢 玉璃也没有反抗 笑着靠在男人怀中 被她轻轻放在床上 两人紧紧相拥 玉璃小声问 你说 灵儿会跑哪里去了 她会易容术 武功高强 不会被汝阳王找到的 她亲了亲玉璃的额头 睡吧 明天还要早起 玉璃嗚了一声 可心里还是有点担心魏灵儿 她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魏灵儿 已经到了玉璃在县城的家里 她躺在床上 忍不住小声嘀咕 狗男人还真是阴魂不散 她在床上翻来覆去也睡不着 现在她就想和高飞再无瓜葛 其实她很清楚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孩子打掉 这样就真的彻底和高飞一点关系 也没有了 可她舍不得 也不会用这个办法 孩子 最好你父王明天就有事 必须要离开 阿娘真的不想见到她 她小声说 要是让我知道 谁把我的行踪传出去 我一定要把这个人的嘴巴都缝起来 第103章 各怀鬼胎 凤莱村这边热热闹闹过除夕时 数千里外的京城 同样很热闹 五时初 宫中来人了 是荣英身边的一个心腹太监 奉命宣召永城侯陆北纸 今天深时初 要出现在御书房 陆北纸送走心腹太监后 一个人坐在房间里 眼神阴沉的可怕 除夕宫宴是有事开始 可深时初就要出现在御书房 闭上眼睛就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她咬牙 一拳砸在桌子上 眼里闪过一抹厌恶和利色 可想要往上爬 所以她没有任何选择 就在此时 门外传来莫如亚娇嘲嘀嘀的声音 北纸哥哥 我进来了 陆北纸让自己冷静下来 收敛神情 这才说了一句 进来吧 那些见不得光的事 绝对不能让任何人发现 要不然她会玩了 永城侯府也玩了 她还年轻 她要慰及人臣 要把所有人都踩在脚下 这样 就算被人发现后 他们也不敢乱说 莫如亚挺着一个大肚子走了进来 她笑着说 北纸哥哥 你在干什么 陆北纸把人抱在怀中 亲了亲她的额头 这才说 陛下让我今天早点进宫去一室 我准备收拾一下 就要进宫了 郡主身体不适 今天除夕宫宴不会进宫去 你去陪母亲一起吃年夜饭 你都陪陪母亲 对你和腹中的孩子有好处 母亲虽然不能站起来 可已经可以说话 还能做起来了 这些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 只是家里有两个无法走路的人 她看着还是很不爽 那我要去给郡主请安吗 莫如亚怯生生看着眼前人 我不想落人口舌 可我又害怕 郡主会对我们的孩子出手 想到高玉清这个人 她眼里就忍不住 闪过一抹利索和杀意 她以前迎娶高玉清 是因为她的嫁妆 还有她是汝阳王的女儿 当时她是被逼无奈 可她的银子 最后也没有落入自己手上 汝阳王立功 也没有帮自己这个女婿一把 她赔了侯夫人的位置 却换不来任何助力 若非她是汝阳王的女儿 身边还有暗卫保护 她一定会想办法 杀了高玉清 不用去 你只需要陪着母亲就行了 她的手放在莫儒雅的小腹上 肚子里的孩子 狠狠一脚踢了过来 她感受到了 露出一抹微笑 她在和我玩 孩子第一次动的时候 她惊讶万分 时间长了 对这个孩子的期待就更深 看着儒雅的肚子 她才感觉到 自己是一个正常的男人 是一个可以让女人 怀上孩子的男人 而不是一个只能被人 莫儒雅谴笑 她在和爹爹说 新年好 陆北指弯下腰 隔着衣服 清了清莫儒雅的肚子 爹爹要进宫了 你和娘亲还有祖母在家 要听话 别闹你娘 莫儒雅文言笑了起来 他们俨然像一家三口 而高玉清 则是阻碍在他们当中的绊脚石 就像曾经的玉礼 不管是陆北指 还是莫儒雅 都想要把这一块绊脚石弄走 奈何高玉清 有权有势有人护着 不像当初的玉礼 只是一个没有靠山的锅 陆北指进宫后 隔壁郡主府的高玉清 靠在贵妃榻上 笑着问 侯爷最近进宫的时间有点长 次数有点多 嬷嬷站在一旁说 陛下这是重用侯爷 这样一来 日后宁妇中的小主子出生了 就能拥有侯府的一切了 说白了 现在的侯爷做的一切 最后都是属于他们家小主子的 高玉清笑着点点头 的确如此 他的手放在小腹上 他这里已经怀了两个多月的孩子了 至于这个孩子的父亲 是孔书城还是陆北指 真的不重要 最近京城里和京城外 都有很多官员被抄家流放 侯爷带回来的赏赐 一次比一次多 想到那些源源不断流入 侯府宫中库房的宝贝 他眼里闪过笑意 嬷嬷 他在外面拼命 我在后面坐享其成 这种感觉真的很美好 陆北指经常去抄别人的家 抄一家 陛下就会给不少赏赐 府中的库房 从空空如也到现在 已经堆放了几间房 每次去看到那么多宝贝 他都会觉得很开心 嬷嬷也笑了 郡主现在掌控侯府的中馈 想要什么就拿什么 永城侯一句话都不敢坑 不是他不想 而是长公主来了几次后 他不敢了 嬷嬷 你说我父王找到魏灵 那个贱人了吗 高玉清看向窗外 眼神悠悠 再过几个月 那个贱人的孩子就要出生了 若是儿子肯定是王府的小柿子 那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嬷嬷闻言 也陷入沉默 孔书城真是一个废物 银子拿走了 事情没有办好 嬷嬷看向郡主 想到最近都是孔书城陪郡主 他们做尽了亲密的事 可郡主显然没有 把孔书城放在眼里 孔书城只是一个让他快乐 为他办事的奴才 或者说一条狗 他被自己这个想法吓到了 越发不敢往下想 郡主 那个小贱人诡计多端 孔公子不是他的对手也正常 高玉清轻哼一声 若非他信誓旦旦说 能把事情处理好 我早就动用母妃留给我的人了 母妃留给自己的 是一只暗卫 只有百人 可他们武功高强 一直都隐藏在京城等他的命令 外祖母说不到迫不得已 不能动用那些暗卫 因为他母妃只能有二十暗卫 可他却拥有一只百人暗卫 网大了说这是欺君之罪 也因为这样 他做事才畏首畏尾 嬷嬷赶紧说 郡主 您不能动用那些暗卫 要不然引起别人的怀疑 会要了你的命 他真的被吓死了 这位小祖宗 怎么就想要动用那些人呢 那是最后的保命符 高玉清撇撇嘴 淡淡说 行了 我不会乱来 要不然 魏林儿早就死了 既然陆北纸进宫了 那你去把孔书城带来 我要和他一起吃年夜饭 为了不去和老妖婆一起吃年夜饭 他早两天就开始装病了 可他不想一个人过除夕 只能把孔书城这个 和自己最亲近的男人来陪自己 第104章 戎 白莲英挑拨 老夫人并不待见莫如亚 可因为他肚子里 还怀着自己的小孙孙 所以他只能忍着 吃了饭后 马上就把人赶走了 莫如亚只能委委屈屈离开了 他回到自己的院子里 一怒之下 把人全都赶出去 自己关上房间门 甚至没有点燃烛火 一个男人从暗中走了出来 一下子就把莫如亚抱在怀中 你可算回来了 我很想你 莫如亚文言叹息一声 没办法 我要去陪那老妖人吃年夜饭 其实我一点也不想去 看到他就没有胃口 男人听了后皱眉 你怀着孩子 不吃饭怎么行 你等着 我出去弄一点吃的给你 莫如亚抱着男人摇摇头 别去 陪我 我不想一个人过除夕 不想一个人守岁 不会 我会陪着你 也会陪着我们的孩子 就算在黑暗中 男人还是一下子就找到他的唇 许久后 他才松开莫如亚 滴滴一笑 傻姑娘 还是这么没用 只是轻一下 就全身软绵绵了 他凑近他耳边小声说 这是想要我好好疼爱你 莫如亚文言笑着说 别闹 孩子很快就出声了 别伤到他 男人把莫如亚抱了起来 走到床上 他小声在他耳边说了几句 很快 一事以你 守在外面的丫鬟并不知道 他们的姨娘在屋子里 和人共赴云语 他们想着的是 希望明年姨娘 可以生一个白白盼盼的小少爷 希望侯爷可以多一点赏赐 侯爷对姨娘很大方 每一次得到赏赐 都会挑一些好的东西 送来给姨娘 他们这些事后姨娘的下人 也得了不少好处 许久后 莫如亚才靠在男人怀中小声说 陆北纸这段时间 因为抄家的事 得罪了不少人 我都不敢出门了 害怕被人报复 男人恩了一声 不出去是对的 他最近太张扬了 得罪了很多朝臣 想要弄死他的人 不计其数 陛下很有可能 把秀依卫交给陆北纸 秀依卫是陛下手中的一把刀 他们负责收集消息 抄家灭族 让不少官员和世家贵族 都闻之色变 怎么会 莫如亚愣住了 脸上完全没有在陆北纸 跟前娇滴滴的样子 他眼里闪过一抹沉思 是了 他最近做的那些事 哪一件不是秀依卫做的 原来一切都有技可循 男人把他抱回怀中来 一手放在小腹上比划着 没事 他暂时死不了 若能成为秀依卫统领 也是好事 这样就可以到处去抄家了 侯府也会越来越富有 他嘀嘀一笑 这都是我们儿子的 别想了 隔壁那个贱人也怀上了 若真的生下来就是嫡子了 还是一个有皇族血脉的嫡子 说到这里他就怒 若非不确定 我肚子里这个 是儿子还是女儿 我真的想要一包药下去 直接让他失去做父亲的能力 没事 等一等 等孩子出生后 如果是儿子 那我们就让陆北纸 永远也失去当爹的能力 然后再让隔壁 那个女人小产 两个人在嘀嘀咕咕计划 要如何弄掉高玉清肚子里的孩子 陆北纸万万没想到 自己在皇宫里被人欺辱 他家里的两个女人 都和自己的女干夫一起过年 荣英看着已经穿好衣服的男人 笑着说 又不是第一次 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你何必如此生气呢 陆北纸淡淡说 陛下 您应该多去后宫 皇后娘娘也应该有一个嫡子了 她现在已经没有最开始那么害怕荣英了 因为她很清楚 荣英迷恋她的身体 也需要她这把好用 听话 能信任的刀 荣英浅笑 朕还年轻 朕都不及你急什么 还是说你想要朕死 然后扶持年幼的皇子登基 说到这里 她拔出床边的长剑 放在陆北纸的脖子上 陆北纸 别忘了你是朕的人 你拥有的一切权利 都是朕给你的 你乖乖听话 权势和金钱都不会少 陆北纸皱眉 没有转身 淡淡说 陛下何必这样想微臣呢 微臣是真心实意 为您和南前着想 小皇子出生到成长 需要很长时间 您担心什么 荣英收回长剑 吃笑一声 朕不怕 这是觉得麻烦 不过 你说的对 朕也应该要有一个底子了 要不然堵不住那些老家伙的嘴 荣英嫌弃的皱皱眉 一个两个长得丑 屁事一大堆 还管到朕身上来了 就连朕后宫的事 都想要管一管 陆北纸没有说话 穿好衣服后看向荣英 陛下 微臣先告辞了 荣英站起来 笑着说 朕发现一件有趣的事 觉得应该告诉你 陆北纸问 陛下请说 还记得玉里这个女人吗 陆北纸恩了一声 记得 怎么会不记得呢 就算死 都会记住这个 让自己颜面扫地的贱人 他无时无刻都在想着 弄死那个贱人 若非是他 自己也不会名声扫地 还险些毁了侯府 有人还说他是福星 他说 那个贱人是丧门星才对 他一直有一种感觉 若非他闹事 若非他不肯去死 侯府也不会被烧 那些侯府世世代代 积攒下来的金银珠宝 也不会消失 荣英说 那个女人离开京城时 和楚王一起走 他回到老家建了房子 据闻楚王一直在安阳县陪着玉里 他们村子里的人都知道 荣怀会是玉里未来的夫君 听说他们 很快就澄清了 他凑近陆北纸耳边小声说 朕的人查到玉里和荣怀 早就暗度陈仓了 你侯府失踪那些东西 高宇清失踪那些嫁妆 还有你侯府被烧 全都是他让楚王做的 他哥哥笑了起来 北纸啊 你现在真的是头顶一片绿 陆北纸闻言 眼里闪过一抹利涩 该死的贱人 荣英点点头 过了年后 朕就把秀依卫交给你 你若不信 可以让秀依卫再查一查 要朕说玉里还真是厉害呢 居然让不敬女色的楚王 都对他念念不忘 还跑到安阳那种 穷山恶水的地方去过年 他呵呵地笑了起来 只是笑意不达眼底 北纸啊 你真可怜 第105章 相互算计 等陆北纸离开后 荣英把长剑扔在地上 吃笑一声 他看向一旁的大太监李胜权 你说 他会去对付玉里吗 李胜权笑了笑 陛下 永成侯对玉里的恨意 已经不加掩饰了 而且 没有任何一个男人 可以容忍自己曾经的妻子 和别人在一起 更何况 玉里是因为楚王才修了永成侯的 玉里修复的所有勇气 都来自于楚王的撑腰 荣英呵呵一笑 所以陆北纸不但恨死玉里 还恨死楚王容怀 李胜权点点头 这是肯定的 荣英忍不住大笑起来 他看着李胜权说 李胜权啊 朕觉得陆北纸 还真是一个有趣的人 不但能带给朕快乐 还能帮朕解决很多不喜欢的人 秀依未交给陆北纸 将会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 禁卫军的范围 仅限于京城 可陆北纸是一把好刀 怎么可以仅限于京城呢 他要把陆北纸推向南前 让他成为更锋利的刀 为自己屠杀更多不听话的狗 李胜权也笑了 永城侯将会是陛下身边最忠诚的人 他所有的权势和荣耀都来自于陛下 为了这些 他都只能跪在陛下跟前 做一个乖巧听话的人 在他看来 永城侯在陛下眼里 除了能带给陛下在床地之间的快乐外 剩下的就是一条只知道杀戮的疯狗了 荣英点点头 是啊 他的一身荣耀都因朕而存在 所以朕要他做什么 他就只能做什么 不能有半分反抗 要不然 朕可以给他一切 也能把他打趴下来 让他一无所有 李胜权 这么听话的人 真的不好找 他的私人库房被搬空后 他经常焦虑到不能入眠 可陛北纸去抄家后 他的私人库房 就开始有很多金银珠宝和名家自画 珍贵饰品 也因为陛北纸 他的视线开始落在那些士族身上 特别是那些传承很久 底蕴深厚的大家族 只要抄几个这样的家族 他的库房就会满满当当了 而陛北纸 是去办这件事的最好人选 也因为他能干 所以 他会给陛北纸全力 其实珍还是很喜欢玉璃的 以前他来参加公宴时 珍就注意这个女人了 冷冷清清 却只对陛北纸一个人好 看着陛北纸时 双眼都是亮晶晶的 珍好像从他的眼睛里 看到了满天繁星 当时珍就想 如果这双眼睛里装着的人是珍 那一定更美丽 他昏速不济 只要是自己看上的 就算是晨漆又如何 他试过对玉璃出手 可那个女人太警惕了 总能避开她的人 无奈之下 他只能让人盯着玉璃 想着找机会 就把人带到自己身边来 只要生米煮成熟饭 他就无法拒绝了 就算陛北纸知道 又如何 他一个臣子 奈何不了自己 后来得知 玉璃修了陛北纸 他当时真的震惊 原来温顺的小猫 也是有锋利的爪子 还会挠得人伤痕累累 在玉璃离开侯府后 他就想着 把人弄到身边来 既可以据为己有 让他眼睛里只看得到自己 也能让这个会赚钱的女人 为自己赚很多很多银子 只可惜 他派出去的人 全都死了 而玉璃全然不知道 自己做的这些事 他一开始也不知道 是谁坏了自己的事 一直到玉璃和楚王荣淮 一起结伴回楚地 他才知道 原来弄死自己 好几个暗卫的人 居然是荣淮 自己想要的女人 和自己最厌恶的男人 走在一起 这让他如何不愤怒 他容易看上 却得不到的人 只能杀了 而陛北纸 就是他手中 最好用的一把刀 给了人 给了权 一切就交给他自己去办 一场翻云覆雨 一场交易 一场算计 谁也不知道 谁算计了算 同样是统领 可秀依未的统领 却让人文之色变 对陛北纸而言 秀依未的统领 更方便他做事和敛财 他把侯府百年 积攒下来的钱财 都弄不见了 现在只能通过 别的办法去弄回来 更重要的是 他现在手上掌握着 别的家族的生杀大权 这种想要杀就杀的感觉 真的太爽了 只是 他不能滥杀无辜 只有罪证确凿 才能让朝中那一群大臣闭嘴 所以 死在他见下的官员也好 士族也好 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除夕夜 京城上空 烟火璀璨 陆世云坐在屋顶上 手中拿着一坛酒 一口一口喝下去 披着白色厚披风的风影 走进院子时 看了一眼屋顶上的男人 晚点就要下雪了 赶紧滚下来吧 陆世云 闻言看了他一眼 手中的酒坛子 朝风影飞去 风影接过来 背身上去笑着 坐在陆世云身边 你看着那边坐肾 那是陆家的方向 难道陆世云还想着陆家 陆世云说 你说 我和大姐不在 他们是如何坐到欢聚一堂 开心幸福 我们是捡来的 若他成亲了 有了自己的孩子 他绝对不会让孩子受半点委屈 名声 家族生育 见鬼去吧 什么都比不上他的妻女重要 可他和大姐的亲生父母 却因为大姐修了那个混账 而觉得丢脸 最后要和大姐断绝关系 大姐是家中第一个女儿 他们以前对大姐很好 如猪如宝 就连大姐的小名都叫宝 说到这里 陆世云觉得讽刺极了 原来 自己的宝也是可以舍弃的 风影沉默了 她是一个孤儿 无父无母 所以没办法感同身受 而陆世云也不需要她说什么 很显然 这个家伙 只是想要发发牢骚 同样是修复 玉姑娘回到凤来村后 得到族人庇护 我姐姐却被父母族人放弃 甚至是辱骂 陆世云痴笑一声 还说是名门士族 连村子里的人都比不上 风影说 陆家是士族 名誉对他们而言 比命还要重要 她看向陆世云 缓缓道 日影传信给我 说了凤来村的事 阿云你永远不要拿任何家族 和凤来村的人相比 他们就不是拥有寻常思想的农家人 他们的祖老说了 比起名声 自家的孩子好好活着 比什么都重要 看到这封信时 她也震惊了 第106章 孤雁 陆世云浅笑 是啊 我不能拿畜生和人相比 风影闻言 忍不住看了一眼陆世云 再看一眼陆世云 她哈哈笑了起来 你行啊 居然骂自己亲生父母是畜生 真狠 陆世云站起来 一脚就把风影踢下去 老子和大姐都没有父母 我们都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说她狠心绝情也无所谓 早在他们断绝妇女 父子关系时 她和姐姐就与陆家没有任何关系了 现在他们是楚王府的人 风影被人踢下去 亮枪几下才站稳 气得咬牙瞪着陆世云 你给我等着 我早晚要你赔礼道歉 敢踢我 日后有你后悔 想到心间那道歉影 她气横横离开了 暂时不想和陆世云这个家伙计较 陆世云看着她跑了 笑了笑 也跳了下来 很久以后 她才后悔今天的所作所为 因为要付出的代价 真的太大了 只是 她毁清肠子都没用了 蓝钱剑和四年年初一 玉璃被外面鞭炮声闹得睡不着了 她窝在荣怀怀中 低声说 荣怀 新年快乐 眼睛闭着 眉头皱起 显然是有很大的起床气 只是今天是年初一 她忍下来了 荣怀轻拍她的后背小声安抚 阿里 新年好 若是还困 就再睡一会儿 还早呢 玉璃嗡了一声 抱着荣怀又闭上眼 嗅着男人身上很好闻的松香 她笑着说 你的衣服常年熏的都是松香 你穿在身上 弄得现在你整个人都散发淡淡的松香味了 荣怀笑了笑 阿里若是喜欢 就多闻闻 玉璃笑着笑了笑 把脑袋枕在她的手臂上 好奇问 皇族的人多喜欢龙咸香 你为何喜欢松香 不是喜欢 只是习惯了 玉璃闻言 不知道为何 总觉得心里有点难受 荣怀以前 好像很不开心 她生来尊贵 全是钱财什么都不缺 可她没有所爱 也找不到明天 只是活一天算一天 她滴滴说 我真希望可以回到 你小时候 然后陪着你长大 让你开心 让你早早就有牵挂 荣怀闻言愣了瞬间 随后笑了起来 在这个冬日里 她感觉到自己的心在跳动 也感觉到 什么叫温暖和牵挂 阿里 我很爱很爱你 她低声说 但凡你想要的 我都送到你跟前来 一切的一切都是你的 我只要你 天地之大 她要的只有她一个把了 玉璃抬起头看着荣怀 随后笑着 把红唇送上 荣怀紧紧抱着她 回应着 恨不得把她揉进自己的心里 身体里 许久后 两人才依依不舍地分开 玉璃说 起来了 今天还有很多事要做 整个南前春节的风俗都相似 新年第一天称之为元日 早上起来 要先在门外放炮烛 然后准备香烛迎接造神 然后把祖宗画像或者木雕 放在大厅中央 摆上贡品 香烛 拜天地 礼拜神 四仙祖 最后还要上门给长辈拜年 遇到小娃 还要给他们一把花生 糖果 如今她当家作主 就算不能到宗祠去祭拜 也要把元主爹娘的画像 摆出来祭祀一番 她一起床 门外 就传来白威的声音 小姐 姑爷 你们醒了吗 一句姑爷 让容怀忍不住笑了起来 她看香狱里说 你这个大总管很聪明 我不赏都不行 说完后 从一旁拿了一个最好的钱袋子出来 然后打开门 你们家小姐已经起了 说完后 从钱袋子里 拿出一钉金元宝给白威 赏你的 白威拿着沉甸甸的金元宝 笑着道谢 她很清楚楚王殿下为何而赏自己 可她喊姑爷 也是真心实意喊的 因为 她看到了楚王殿下 对小姐的真心 也看到楚王殿下 对小姐的迁就和包容 这些是以前的鹿杯纸 插上翅膀都追不上的 容怀给怀西 也是一钉金元宝 给秋雅等人 则是银钉子 可大家都很开心 新年第一天要烧开门炮 若家中有孩童 应该是孩童去烧 可家中没有 所以 玉璃让容怀去烧鞭炮 容怀深深看了玉璃一眼 阿里 很多人都盯着你这里 若我今天去帮你烧了开门炮烛 那就代表 你我是一家了 我也是这个家的主人 大家知道 她和玉璃的事是一回事 她去烧开门炮烛 又是另外一回事 玉璃浅笑 去吧 过了年你就让人上门提亲 然后 你就是这个家的男主人了 容怀哈哈一笑 好 我这就去 她转身带着成果等人跑了出去 那样子 像一个得了糖吃的孩子 白薇和怀西等人 站在玉璃身边 白薇说 小姐 殿下真的很在意你 玉璃笑了笑 我知道 因为我也开始在意 这个感情纯粹的男人了 玉璃看着容怀点燃鞭炮 听着炮烛声声 迎来了 他到这个世界的第一个新年 等到玉璃把事情都忙完 出门给李正 阻挠他们拜年时 已经是一个时辰后了 容怀一直跟在他身后 去给老人家拜年 拜年也只是大家说一些祝福的话语 都赶时间 也不会坐下来闲聊好久 等到玉璃回到家里时 门外已经围着一群孩子了 白薇带着人给孩子们 分花生和糖果小点心 还每一个孩子 给了两个铜板 有吃的还有铜板拿 小孩子们开心极了 玉璃看到几个 穿着邋遢的小朋友 站在远处不敢靠近 他们眼里满是羡慕 可看到黑鸭在这里 就是不敢挪动脚 柳红秀转身就看到 小姐盯着一个方向看 她也顺着视线看过去 就看到玉老头家的几个虫孙子 玉璃喊了一声 红秀 柳红秀跑了过来 小姐 去把他们带过来 想到自己要做的事 她的眼里闪过一抹笑意 不一会儿 柳红秀就牵着几个孩子过来 他们当中最大的是 玉大郎的儿子 今年五岁多 老二老三是 玉二郎的一对双胞胎女儿 今年四岁 老四是玉大郎的女儿 今年四岁 老五也是玉大郎的儿子 今年一岁多 他们见过玉璃打人 所以走到他跟前时 还有点胆怯 只是几双眼睛 都盯着不远处 点心和糖果 他们忍不住咽口水 好想吃 第107章 玉虎要上线 玉璃蹲下来 看着几个小孩子 指了指那些吃食问 想要吃 几个孩子吓得退后两步 他们眼神怯生生 很怕眼前的人会打他们 玉璃说 想说话吗 柳红秀文言看向小姐 她想要说什么 只是对上小姐 那双眼时她马上闭嘴 几个孩子以前都能说话 现在想要说却说不出来 早就已经憋坏了 他们经常吃那些苦苦的药 还是说不出话 他们不想变成哑巴 玉大郎的长子 已经明白什么叫哑巴了 村子也有一个哑巴 他们经常欺负人家 他连连点头 指着自己的嘴巴 他想要说话 真的很想说话 玉璃说 你知道你们 为何不能说话了吗 几个孩子都摇摇头 最小的奶娃 看到哥哥姐姐 摇头她也跟着摇头 玉璃这才说 老天爷会把做坏事 有坏心眼的孩子的声音收回去 没有了声音 你们就会变成哑巴 几个孩子听了后 马上就要哭 玉璃指着他们的嘴巴 若是哭 老天爷就会让你们 一直变成哑巴 荣怀走到他身边时 正听到他在忽悠几个孩子 他忍不住站在一旁看着 玉璃说 你们如果不做坏事 以后都做一个好人 老天爷看到你们改过了 你们就能说话了 他没有义务帮别人教孩子 可这里是凤来村 是他事业版图开启的第一站 他不希望有人出来恶心自己 若说有人能对付玉婆子夫妻 那就是这三个男娃子了 那来太婆最偏心儿子孙子曾孙 只要他把三个崽子拿捏在手上 让他们回去折腾玉老头一家子 他们就没有时间和心思 到处去闹事了 等到学堂开始上课 这些崽子都会被送进去念书 读书明智 只不定这几个孩子能掰正 几个孩子都想要说 自己以后会乖乖的 可他们说不出话来 又不能哭 一下子就把脸憋得红红的 玉璃说 回去看着你们爹娘 爷爷奶奶 太爷爷太奶奶 不让他们做坏事 这能做到吗 几个孩子你看我 我看你 都点点头 玉璃笑着说 真听话 听话的孩子都有奖励 容怀赶紧把一个篮子拿了过来 玉璃摇摇头 他们太小了 没有大人看着吃 很容易噎住 说完后看向柳红秀 红秀 带这几个孩子进去洗干净手 让他们拿一些点心过来 再弄几碗汤和一点肉饼给他们吃 柳红秀文言连连点头 他和秋白一起带着孩子进去了 黑鸭也想要跟着去 可那几个孩子 看到黑鸭就扁嘴想要哭 玉璃就让黑鸭留在门外 陪其余那些孩子玩 容怀笑着问 若是我没有记错 那都是你爷爷奶奶那边的孩子 玉璃嗚了一声 是啊 玉大郎和玉二郎的儿子和女儿 他们不是很宝贝这几个孩子 我想着 若我让这几个孩子 事实都听我的 他们会如何 他们不是瞧不起我爹娘 说我娘是不下蛋的母鸡 说我爹娘死了 也没有人去祭拜 那我就忽悠这几个孩子 年年都去给我爹娘上粉 他悠悠说 他们最看重什么我 我就要把什么都夺过来 若非他们把原主父母 都赶到破屋子去住 他们肯定不会早早就死了 都是亲生的 做不到一视同仁 这是正常的 可差别也太大了 他为原主父母不值 不甘 容怀说 这样很好 我对他们越好 教他们读书名里 做一个明辨是非的人 他们就会觉得 家里的长辈对我爹娘做的事 都是错的 有时候最宠爱的孩子 一个不认可眼神 都有可能让父母崩溃 柳红秀带着几个孩子 到前院去洗干净手 然后让人端了很多东西 给他们吃 看着几个孩子饿极了 大口大口吃东西的样子 柳红秀和秋白 赶紧叫他们慢一点 再三保证 不会把东西拿走 几个孩子才慢下来 秋白甚至去喂 最小的奶娃吃肉饼 期间 两人不断给几个孩子洗脑 说 阿里姑姑多好 多好 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 等这几个孩子吃饱离开时 真觉得阿里姑姑 是这个世上最好的人 爹娘经常打架 不理他们也不给他们做饭吃 阿里姑姑会让人帮他们洗手 给肉饼他们吃 给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 给他们吃 而肚子和吃饱肚子相比 马上就要选择了 年初二开始走亲戚 玉里没有亲戚可以走 所以 整天都和容怀窝在家里 汝阳王真的让人到村子里 来打听你这里的人和事 还拿着画像来 只是那画像画成了一个四部像 若魏铃看到 估计会被气死 玉里来了兴趣 笑着问 让人想办法 弄一幅魏铃的画像 回来给我看看 容怀的单亲很好 这两天也会给他画画像 画得很像 就连神韵都能清楚画出来 汝阳王作为一个王爷 身边难道一个会画画的人都没有 容怀让日盈把那一幅画拿进来 知道你肯定好奇 所以早就让人准备好了 日盈拿着一幅画静静来 打开一看 画上是一个浓眉大眼 嘴巴也大 鼻子也大 脸还有歪的女人 她再也忍不住 哈哈笑了起来 留下留下 我一定要让灵儿也看看 她在高飞心目中的形象 真的笑死我了 魏铃那张脸算不上绝美 可也称得上一个大美人 到了汝阳王这里 直接就变成丑八怪了 日盈笑着说 小姐 汝阳王今天早上已经离开了 魏姑娘过几天 应该回来了 不管她什么时候回来 这幅画 都要留给她看看 她饶有欣慰地欣赏一番 这样的绝世佳作 她不欣赏就浪费了 对了 画像不要给别人看到了 他们几个在这里看就算了 可不能拿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 日盈笑着出去把画藏起来了 封印传来消息 陆北纸这段时间带着人大肆抄家 范围都在京城 荣淮看向玉璃 我想 年后的范围就会不断扩大了 第108章 剁手 玉璃浅笑 她现在是禁卫军统领 肯定不能离开京城 如果要离开京城去抄家 只能是秀依未 园主这个曾经的永城侯夫人 为了能和陆北纸说的上话 对京城的一些格局和势力 还是了解得很清楚 她甚至亲眼目睹秀依未去抄家 园主心里很厌恶秀依未 阿里说的对 荣淮的确要把秀依未交给陆北纸了 荣淮淡淡说 从此以后 陆北纸就要成为荣淮的一把刀了 玉璃小生说 当初应该直接弄死她 你说我现在就弄死她 或者把人弄残了 可行 荣淮文言呵呵一笑 看着她轻飘飘就说出弄死陆北纸的话 她心里真的很舒服 无妨 让陆北纸动手吧 只是要抄谁的家 可不是陆北纸和小皇帝可以决定的 一切只能按照她的来 抄谁的家 谁是无辜的 她这里都有一个本子 玉璃想了想 朝荣淮竖起大拇指 计划很好 我怕会出现变故 伤及无辜 不会 想到荣淮的德性 她沉生说 龙英和陆北纸都只是想要银子 所以 杀谁对他们来说都无所谓 而且 陆北纸只敢杀当家人 家眷都是流放 陆北纸不敢真的打开杀戒 要不然会犯众目 玉璃笑了笑 我就怕她不识好歹 把手伸到处地来 她敢来 我就敢剁了她的手 初二过去了 初三一早 村子就拉回来几头猪 然后开始杀猪 做菜 淮西也去帮忙了 她亲自下厨 做自家小姐和祖老们吃的那一桌 有猪肉 有鱼鱼 有很多菜 这一天 整条村子都是热热闹闹的 这让隔壁的村子那些人羡慕极了 初四 淮西和白薇 顾刘等人准备回来洋 继续做生意赚钱了 离开之前 白薇和淮西不断叮嘱秋雅等人 要照顾好小姐 玉璃看着他们碎碎叨叨 忍不住说 你们再这样下去 就变成小老婆子了 白薇说 小姐 我们只是担心你 容怀悠悠说了一句 我自会照顾好你们家小姐 玉璃忍不住笑了起来 白薇离开后 顾母又来了 她拿了很多自己最近这段时间 做好的衣服过来的 玉璃发现 就连下装都有好几套 她叹息一声 你有时间就多休息一下 哪里需要做这么多 顾母笑了笑 老奴要跟着顾刘去来洋 所以想着 把小姐的春衣和夏衣都做好了 这样 老奴也放心一点 玉璃看了一眼的容怀 我和楚东家很快就要澄清了 到时候 我的嫁衣还需要你去绣 你就算去来洋也只是去几个月 不用那么久 不过 你可以再来洋做嫁衣 容怀说 你也知道 阿里穿多大衣服 顾母没想到 小姐居然让自己帮着做嫁衣 她连连点头 好 好 奴婢一定会帮小姐做出最好的嫁衣 容怀满意地笑了起来 我到时候 会让人 把做嫁衣的料子 送去秋水长天给你和顾刘 要做怎么样的嫁衣 你到时候和顾刘商议 我瞧着顾刘做的衣裳就不错 相信你们可以做出独一无二的嫁衣 既然阿里已经答应和自己澄清 那她想要尽快把料子准备好 然后送去给顾刘母子 要做一件好的嫁衣 需要很长时间 宋斗白尾等人 家里安静多了 柳红秀和秋白两个小丫鬟 最近多了一项任务 就是给五个小崽子洗脑 玉老头等人知道 小崽子经常到玉里家里 每次都是吃饱肚子才回去 他们羡慕极了 可心里清楚 他们永远也不可能在玉里这里占便宜 他们就想着自己 无法占便宜 那就让五个小崽子去 所以一家子很有默契 不给几个孩子吃饱 每天都穿得脏兮兮 孩子有时候甚至饿到哭 可他们就是不让孩子吃 大的孩子 只能带着几个弟弟妹妹来玉里这里 而玉里不缺 每一点吃的 看到玉老头 一家子这样做她觉得很开心 他们想要让孩子来占便宜 殊不知他们的做法 伤害到孩子脆弱的心灵了 几个孩子的心 只会和他们越走越远 秋雅甚至从库房里找出一些料子 给五个孩子 都做了好看的衣裳 几个孩子穿上去时都开心极了 在柳红秀等人的管教下 几个小崽子都不像以前那样去惹事了 短短几天就听话很多了 初六时工地开始动工 七审等人也开始帮着做饭 他们发现几个小崽子尝了一点点肉 又得知是玉里让人照顾了几个小孩子 七审觉得玉里真的太善良了 你对他们那么好 我害怕最后养出几个白眼狼来 玉里文言浅笑 我只是要做到问心无愧 见鬼的问心无愧吧 他从来不会让自己的心血白费 吃了他的东西 就想要做白眼狼 那他一定会化身为徒狼的猎手 七审看玉里这样坚持 也没有继续劝 在七审看来 玉里是一个有成算的姑娘 总不会让自己吃亏 七审想到容怀点燃开门炮的事 好奇问 阿里丫头 你和楚东家什么时候成亲 村子里的人都很好奇 只是他们都不敢来问阿里 玉里想到容怀的打算 笑着告诉七审 楚东家下个月 就会让官媒人上门求亲 在一馆建成之前成亲 要不然 下半年就没有时间去成亲了 容怀得知他的想法时 还一脸委屈 说他 只是抽空成了一个亲 这是好事 这是好事 七审说 我们总算可以看着你出嫁了 以前他就这样跟着那个男人跑了 他们痛心不已 也遗憾不能看着阿里丫头出嫁 未曾想 多年后这个遗憾就要弥补了 到时候 话要七审你们帮忙 玉里害怕他继续说婚事的事 赶紧插开话题 后天开始继续收药材 我要的药材种子也到了 很快就可以种药材了 七审 你让他们有时间将就要多开荒 总不会让大家吃亏的 有天泉水在 完全不怕药材不生长 七审笑着点点头 突然门外传来一阵叫喊声 救命啊 救命啊 玉大夫救命啊 玉里和七审两人闻言 纷纷朝外面跑 第109章 伤痕累累 等到他们走出院子外 就看到几个玉家族人 抬着一个看起来三十出头 脸色苍白的女人出现 女人小夫有一把刀 身上鲜血淋淋 看起来很害人 女人身边 还紧跟着一个50多岁的女人 她一直哭着喊着 竹竹你别死 睁开眼看看阿娘 看看阿娘 不少人跟着来看看怎么回事 还一边帮着喊玉大夫救命 玉里认出受伤女人的阿娘 是凤来村尘二狗的妻子 一个老实能干的女人 经常采药来卖 玉里上前看了一眼 赶紧朝着自家喊了一声 青阳 青阳带着几个人跑了过来 赶紧从那些人手里接过担架 玉里说 抬到前院的医馆里 因为医馆还没有建好 所以她在前院挑出一个院子 来建临时的小医馆 一共有两间诊室 她和魏林儿一人一间 一些常用药和手术刀都准备有 医馆是另开一个门 走到院子后 她看向那个哭泣的女人 在外面等着 说完后 她和秋白就进入诊室里 她最近这段时间 都在叫秋白刃手术刀 所以 她可以充当为自己 递刀的小助手 她的诊室最里面 有一间小小的手术室 这里装饰得很好 很干净 她先为了一颗药丸给猪猪吃 确保伤口流血速度 便慢下来 两人换上了她 让人做手术服后 把头发都盘起来 然后戴上帽子 做好消毒工作 这才开始进行手术 她经常在野外跑 甚至和玉星去过战区当医生 在那简陋的地方里 只要开战 就有很多重伤之人送来 有时候等不到送回医院 只能在的野外动手术 所以 她做这些事已经很熟练了 这一刻 她多么庆幸 自己有天泉水 可以改造身体 加上她是骨折 从小就脆体 就连灵魂都异常强大 才能支撑 她现在没有任何医疗器 才辅助之下 照常手术 玉璃把女人的衣服都剪开了 她身体有很多伤 应该是常年累月被打导致的 秋白健壮小声说 太狠了 这是要把人往死里打 玉璃淡淡说 这就是嫁错郎的悲哀 这身上的伤 肯定不是外人打的 那么是 丈夫打的可能性最大 她的视线落在女子下半身 不用去看她就知道 肯定也受伤了 秋白第一次看到 小姐这样给人动手术 吓得脸色都白了 可她连人都杀过了 内心比寻常姑娘要强大一点 全程小姐要求什么 她都能第一时间送上 等到把上半身的伤 都处理好了 玉璃才撸起女子的裤子 错综复杂的伤痕 呈现在两人眼前 秋白震惊极了 太狠毒了 玉璃却表现得很淡定 她继续把女子的裤子脱下来 大腿上居然出现一些被刀滑的伤 伤口压根就没有包扎 看起来很猙獰 她平静为女子处理好大腿上的伤 这才对秋白说 给她换上干净的衣服 这两天 你负责在医馆这边照看她 秋白点点头 奴婢明白了 玉璃站在一旁休息 秋白则是小心翼翼 为女子穿上衣裳 等到事情都做完后 玉璃才打开手术室的门 走出自己的诊室 外面等着的几个人纷纷围过来 玉大夫 我家猪猪怎么样了 玉璃说 已经把刀拔出来了 伤口也处理好了 还需要等她醒来 她看着眼前的人 缓缓道 暂时把人留在手术室 我的丫鬟会照顾 过两天 等她情况稳定了 就送到隔壁病房里 你们再来照看 陈二婶连连点头 好 好 玉大夫谢谢你 真的谢谢你 天知道 今天自己和几个儿子而媳妇 去隔壁村子探女儿时 亲眼目睹了女婿一刀 捅在女儿小腹时 她险些就把魂都吓出来了 还是几个儿子反应快 抬着妹妹就回来了 陈二婶的几个儿子 也纷纷上前道谢 玉璃淡淡说 陈珠珠的腿上 还有好几道刀伤 应该是这两天才伤的 她应该是长期遭受毒打 身上有很多新旧交替的伤痕 陈家几个儿子 和儿媳妇闻言 都震惊了 陈家大儿子咬牙 我要杀了她 我要去杀了那个畜生 紧跟着她几个弟弟 也跟着一起去 不管他们媳妇如何劝 他们还是往外走 陈二婶只是一个劲儿在哭 哭女儿的命怎么那么苦 哭女婿为何这么狠毒 玉璃看着陈家几个儿子淡淡说 你去杀了她 然后你们去坐牢 对吗 等到你们去坐牢后 你们的父母 妻子都在村子里 抬不起头 这是你们想要看到的吗 陈家几个儿子停下脚步 他们看着已经疾哭的妻子 再看看 好像一瞬间老了十岁的老娘 兄弟几个 都无助地蹲在地上抱头痛哭 他们有四兄弟 就这么一个妹妹 从小就疼爱得紧 现在妹妹被畜生伤成这个样子 他们实在太愤怒了 玉璃走到他们跟前 缓缓道 去报官 告伤你妹妹的人谋杀 她想到在前世经常在新闻上 看到那些遭受家暴的女人 不管是她 还是于婉青 甚至是玉璃 都觉得没有所谓的家暴 只有谋杀 那样可恶的是 最后只是 轻飘飘用家暴两个字 就概括了 当真有点可笑 陈二婶闻言 转身看向几个儿子和媳妇 去 去报官 我要那个畜生付出代价 陈大嫂把丈夫拉了起来 她说 去吧 你们几个去报官吧 我们几个在这里陪着阿娘 对 一定要为小妹讨回公道 大家都纷纷表示要去报官 陈家兄弟几个真的就去了 走到小道上 就看到玉璃 一个车夫已经等在这里 车夫淡淡说 上来吧 姑爷让我送你们去县城 陈家兄弟几个连连道谢 然后爬山马车 玉璃回到内院 黑鸭已经等在这里了 她坐下来 接过柳红秀送上来的茶喝了一口 这才看向黑鸭问 事情都打听清楚了 黑鸭笑了 小姐 你怎么那么聪明 知道我去打听这些事了 你家小姐 我能掐会算 玉璃笑着放下茶杯 等着听黑鸭说 第110章 官媒上门 黑鸭气愤说 小姐 那个陈珠珠 今年才21岁 嫁到隔壁李家寨 她的丈夫 叫李良才 是一个秀才 他们成亲 已经有6年 可陈珠珠 一直没有生下孩子 李家的人 都觉得是陈珠珠的问题 可李良才是读书人 所以不敢提出合理 或者休妻 她只能把怨气 撒到陈珠珠身上 陈珠珠在李家 要做牛 做马 把家务全都做完 因为没有休息 所以她看起来 就像30多岁 其实才21岁 这一次是因为 李良才在外面 受到人嘲笑 她又喝酒了 所以回到家一怒之下 就去厨房拿了刀 直接捅进陈珠珠小腹上 今天陈家的人 去看望女儿 正好撞见这一幕 邱雅等人听了后 都微微皱眉 太恶心了 她又怎知生不出孩子的人 就是陈珠珠呢 若是以前一对夫妻 没有孩子 他们也会第一时间觉得 是女人的问题 可现在跟着小姐的时间长了 他们多少也懂一些 浅显的事 比如男人和女人 都有可能因为身体问题 导致 无法孕育孩子 而且 生儿子生女儿 不是女人的肚子决定 而是男人决定 虽然他们不是很明白 为何是由男人决定 可小姐这样说了 他们就相信 是男人决定 他们现在一致认为 若女人 一直都生女儿 那就是男人无能 牵连了女人 柳红秀从小就在村子里长大 什么样的事都见过 可丈夫因为 生不出孩子 而要杀妻 还是第一次看到 她小声说 这样的人 还是秀才 就应该 让她去死 玉里听着身边的丫鬟 义愤填膺的话语 她缓缓道 世道对女子皆如此 若陈珠珠第一次挨打时 就回来找娘家兄弟族人 李家的人 就不敢得寸进尺 她看着几个丫鬟 陈生说 你们都要记住 自己若有能力讨回公道 那就自己上 如果自己没有能力 就要懂得去找人帮助自己 永远也不要做一个 站着挨打的女人 柳红秀等人都纷纷点头 我决定要去 跟着青阳大哥习武 就算无法成为武林高手 也不能做一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人 要不然真的只能站着挨打了 听到这里 玉里点点头 不用去找青阳 你们直接找日影 以后 每天抽出一个时辰 去跟着习武 我也不要求 你们有保护我的能力 你们自保的能力总要有 听到这里 几个丫鬟都纷纷点头表示 明天开始要跟着日影习武 黑鸭最喜欢习武了 他笑着说 我一天两个时辰 中午 我可以吃三晚饭 跟了小姐后才发现 原来世上真的有人可以想要 吃多少就有多少 他也不用饿肚子了 荣怀大步走了进来 几个丫鬟见状 纷纷笑着说 小姐 我们出去干活了 玉里见状挥挥手 走走走 赶紧走 不知道的还以为 你们都是荣怀的丫鬟 几个人 纷纷笑了起来 荣怀上前笑着问 生气了 他们这样听话 也是为了你 荣怀坐在一旁 然后把玉里抱到自己腿上坐着 他们希望 我对你好一点 再好一点 玉里轻哼一声 我刚做了手术 身上一股血腥味 荣怀闻了闻 一本正经看着他 我不嫌弃 你身上有血腥味 说完后 还清了一下他的唇 阿里 三天后 官媒就到了 玉里有点意外 这么快 不是说过些天吗 他盯着男人 伸出手在他肩膀上 狠狠掐了一下 你故意的 是不是 荣怀无奈极了 叹息一声 把额头抵在他的额头上 不是我 是陆时音 让他们来的 陆时音想要 当甩手掌柜了 他盼着 我早点把你娶回家 然后他好去做自己的事 想到陆时音 让英哥带来的信 他就忍不住 想要说一声 他做的真棒 你看 都是他自作主张 他拿出一封信给玉里 我也是今天早上才看到 只能说陆时音 不愧是自己的心腹 办事就是利落 玉里打开一看 信中 大概就是写着 他已经请了楚地 最好的官媒 前往安阳县 除了官媒外 还有安南老王妃 陆时音希望王妃早点过门 他好教权 玉里看完后 小声说 我没有想过要夺权 他自己都有很多事要做 荣怀文言看着玉里浅笑 其实陆时音得知 我有喜欢的姑娘后就说了 你进门后 他就要离开王府 这样才能让王妃更好掌权 若是他在王府 这对王妃掌控王府没有任何帮助 陆时音姐弟都是很聪明的人 他们把恩情和情义 看得比权势更重要 玉里说 他想要去干什么 荣怀浅笑 他想要回京城 他当年是灰溜溜离开京城的 现在想要风风光光回京城去 他伸出手把人抱在怀中 小声说 风影喜欢陆时音很多年了 可他比陆时音要小 陆时音一直拿风影当弟弟 风影写信给我 希望我早点成亲 然后让陆时音回京 要不然他胡子白了 都娶不到媳妇 玉里呵呵一笑 你这个主子太没有权威了 阿里 他们都愿意为我出生入死 荣怀说 我不愿意太可待他们 我处于这个位置 荣怀一直都想要弄死我 指不定什么时候 不是他们死了 就是我亡了 玉里抱着男人的后背 笑了笑 这个男人说不在意百姓的生死 可他也只是说说而已 对属下都如此柔软的人 又能坏到哪里去呢 来就来吧 反正我都决定和你成亲 早点晚点也一样 反正都不会影响他 继续住在凤莱村 对了 老王妃是谁 园主的记忆里没有安南老王妃这个人 荣怀说 是我黄沈 和父皇同父异母 只是他丈夫的年龄 和我父皇的年龄相差了二十多岁 安南王是一个战神 可惜三十多岁时战死沙场 黄沈的娘家就是来养的 黄叔死了后 他就回来养养老 说到黄叔 他是敬佩的 黄沈无儿无女 他把娘家侄孙女养在身边 他是一位很慈祥的长辈 第111章 提亲 安南王妃就算在低调 出行时也有互卫互送 一行人浩浩荡荡出现在凤莱村时 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大家都好奇 他们是谁 而日营早就来村口等着了 看到他们后马上骑马营上去 不远处看着的村人这才明白 这是来找阿里的 马车跟着日营抵达玉家外 荣怀和玉里已经等在门外 安南王妃下了马车后 荣怀迎上去喊了一声 黄沈 安南王妃闻言笑着说 阿怀好久不见了 说完后 事先落在玉里身上 笑着问 这是你看上的小姑娘 长得真好看 你小子眼瞎了几十年 总算是聪明了一回 荣怀早就习惯被黄沈这样说了 文言笑着为玉里介绍安南王妃 安南王妃今年五十多岁 看起来却像四十出头 皮肤白皙 眼睛大而有神 不难看出年轻时是一个美人胚子 她很喜欢笑 就算年轻时就丧夫 也没有打击到她 她为丈夫守了那么久 却没有伤春悲秋 她一直觉得要好好活着 代替丈夫看看南前的未来 玉里朝着安南王妃行了一个晚辈里 王妃赶紧把人扶起来 好孩子 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不用那么多脸 我跟你说荣怀 这小子就从来不是一个手里的人 荣怀忍不住笑了起来 一行人先进了玉家 秋竹和秋白 已经去找李正伯伯和大祖老他们来了 玉里没有父亲 有官媒上门也需要长辈在场 所以大祖老和李正得到消息 马上换上自己最好的衣服 就赶到玉里家 秋白和秋竹在途中 已经把荣怀的真实身份告诉他们了 四位都被吓了一跳 开始的确因为荣怀的身份 有点战战兢兢 还是三祖老最先回过神来 笑着说 我们阿里还真是厉害 居然连楚王殿下都拿下了 以后我们凤莱村 就真的飞出一个金凤凰了 大祖老文言 看了一眼三祖老 闭嘴 赶紧去看看 金凤凰这些话 是可以乱说的吗 若是被有心人传出去 肯定会出事 进了玉家的后 一行人寒暄一番 官媒就说了 自己此行来的目的 两个年轻人都是互相喜欢 所以提亲的事情很顺利 南安王妃 甚至拿到了玉里的生辰八字 安南王妃和梅人 中午就在玉家吃饭 吃了午饭 就离开了凤莱村 送走贵人后 三祖老才凑到玉里身边小声说 行啊 小阿里 你以后就是处地的女主人了 我们这村子叫凤莱村 还真是叫得好 叫得好 李正伯伯看了过来 他叹息一声 阿里 你家的男人身份太高了 我们能帮你的太少 不管如何 这里都是你的根 受到委屈被欺负了就回来 二祖老也点点头 可不能像成二狗家的闺女 都被打了 还不知道 回来寻求族人帮忙 这是硬生生 把自己逼上绝路 我凤莱村的姑娘 就算嫁出去了 也不是随便可以欺负的 他们无权无视 可他们有两把子力气 就算动手打架 他也不慌 狱里看向远处的荣淮 他笑着说 李正伯伯 祖老爷爷 你们都放心吧 我就算成亲了 也不会去来阳长期居住 我要在这里开医馆 若他做得不对 惹我生气了 我就把人赶出去 荣淮走过来时 正好听到最后一句话 三祖老等人都为狱里捏一把汗 以前以为楚东家 只是医馆的少东家 所以他们和他说话时 并不慌 现在被告知这位楚东家 是楚弟的东家 三祖老也不敢在 这位楚弟的王跟前放肆了 荣淮文言浅笑 对 若我做得不对 阿里就把我赶出去 李正伯伯和三位祖老可以监督 我不管如何承诺 都不急做给你们看更妥当 李正笑着点点头 阿里小时候过得太苦了 前几年又所欲非人 我们这些长辈 都希望他以后可以过得好一点 荣淮郑重承诺 我不会让他后悔 选择和我成亲 送走几位祖老后 玉里好奇问 你就不怕我和你的八字不合吗 安南王妃此次回去 必定会拿他的生辰八字 去给发来扬的云恩寺 住持合一下 荣淮看了他一眼 不 我们只会是天作之合 就算不是 也只能是 我们的婚事 不是靠着八字来决定的 他牵着他的手 朝屋子里走去 我要娶谁 是我自己的事 老天都无法为我做主 就算父皇还活着 结局也是一样 他只娶自己爱的姑娘 玉里浅笑 他如此坚定选择自己 这对于玉里而言 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 他看向他一眼 心里暗暗想着 我也不会让你后悔今天的选择 很快 村子里的人都知道 楚东家的长辈 亲自带着官媒上门提亲了 不少人都为玉里感到开心 少数心里酸酸的 也只是羡慕极度 玉里二婚 还能嫁那么好 可玉里长得好看 还会一数 不是他们可以比得上 就算酸 也只是在家里酸酸 他们依然要为自己未来的嫁妆 尽山采药 玉老头家 玉切尔得知这件事后 他气得在家里打杂 可嘴巴发不出声音 他无能张大嘴巴 无声哭泣 玉家几个孩子 看到姑婆这个样子 一个两个都吓得赶紧跑出去了 玉老头蹲在院子里 看着女儿疯狂的样子 在心里叹息一声 他们家现在弄成这个样子 女儿的婚事都成了问题 他还好吃懒做 以后可怎么办 再看看两个儿媳妇 和两个孙媳妇 盯着女儿瞧时 那冷漠厌恶的眼神 他顿时烦躁起来了 他背着手走出院子 他不知道往哪里走 视线落在跌跌撞撞 朝玉里家走去的五个孩子 最小的玉小五才一岁多 走着走着就摔倒了 走在前面的老大就停下来 转身抱着小五 他愣住了 以前的大曾孙很霸道 吃的 玩得都不愿意 让人多碰一下 现在 却懂得照顾弟弟了 他微微皱眉 选择跟了上去 走了一会儿 大曾孙就把弟弟放了下来 玉老头好奇往前看 就发现几个孩子 都朝不远处一个小姑娘跑了过去 小姑娘把最小的孩子抱起来 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 几个孩子都笑了 自从家里的人都成了哑巴后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几个孩子 笑得这么开心 而那个小姑娘 是玉里身边的一个丫鬟 他皱眉 眼里闪过一抹不悦 第112章 十年牢狱 他想要几个小孩到玉里家吃吃喝喝 可不希望他们 和玉里家的人那么亲近 说白了 玉里要做的 就是帮他们老玉家养孩子 他想要过去把孩子叫回来 可他发不出声音 等他跑过去后 柳红秀已经带着几个孩子 进入玉里家 院门已经关上了 他想要去敲门 可不远处 宫地一群人正盯着他看 想到除夕夜他看到的场面 那些人都心狠手辣 打人时完全不顾及对方生死 他咬咬牙 转身跑了 成果坐在墙头上看着这一幕 忍不住吃笑一声 还真是一个耸包 就这样的人 还想要给王妃他们添赌 不知天高地厚 玉里看着柳红秀 领进来的五个孩子 最小的奶娃看到玉里 就跑过来想要抱抱 却被黑鸭一下子拎了起来 你的手脏兮兮的 别弄脏我家小姐的衣裳 然后带着几个小孩子 去洗干净手 玉小五回到客厅后 还是跑到玉里跟前 伸出手要抱抱 玉里健壮 把人拎到大腿上坐着 随后拿起一旁的糕点 喂他 玉小五先把糕点 推到玉里嘴巴 他张了张嘴 想要说什么 却说不出来 然后扁嘴就要哭 玉里健壮 笑着咬了一口 然后从碟子里 再拿另外一块点心 给玉小五吃 姑姑已经吃了 小五吃 这孩子第一次见自己时 还是胆怯的 最近却黏糊得很 难得的是 玉小五虽然是五个孩子里 最小的 却是最贴心的 有什么好吃的 总想着往玉里嘴里送 玉里不吃 他就不吃 也因为这样 玉里在五个孩子里 最喜欢这小崽子 因为柳红秀说了 若不爱干净 就不给东西吃 所以现在几个小孩 都不像以前那样脏兮兮 为了填饱肚子 他们会牢记哪些事不能做 吃着吃着 突然玉大娃就能发出 啊呀的声音了 他震惊极了 为了证实 自己真的能说话了 他张大嘴巴 不断在啊 听到自己的声音 他开心极了 在蹦蹦跳跳 其余几个孩子 也想要啊 可惜他们 没能发出声音 一时间都很失落 感觉手里的点心都不香了 玉里看到这里 也没有安慰他们 而是看向玉大娃 肯定是你最近几天都听话 还照顾好弟弟妹妹 所以神仙 把你的声音还给你了 你现在不能说话 也许是因为老天爷担心 你还会做坏事 还会犯错 所以要先看看 玉大娃不断在比划着 他以后一定不会做坏事 他想要说话 柳红秀健壮 像是看明白他心中所想 赶紧说 你只要做一个关心弟弟妹妹 不和别的小孩子打架 不欺负人 不做坏事 以后肯定能说话 他心里暗暗想着 你能不能说话 取决于我家小姐 什么时候让你说话 玉大娃连连点头 其余三个孩子 也连连点头 几个孩子吃完后就回去了 柳红秀低声问 小姐 他们天天来吃 吃完就跑了 您现在都是帮老郁家养孩子了 玉里浅笑 无妨 孩子是老郁家生的 以后是不是老郁家的 就未可知了 让人看着一点 若他们还欺负村子里的孩子 那就不让他们进门了 他的确希望 日后自己不再奉来村 还有人继续去祭拜爹娘 可不一定要选择老郁家的孩子 如果养不熟 掰不正 要来何用 柳红秀点点头 奴婢明白 玉里去看了陈珠珠 有天泉水 所以她的伤口恢复得很好 也没有出现感染的情况 现在已经是陈二婶接手照顾了 她的嫂子们 每天都送吃食过来 她看着脸色憔悴 生无可恋的陈珠珠 皱眉淡淡说 你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 养好伤 养好身体 想要生多少孩子 都没有问题 陈二婶闻言 震惊看向玉里 玉大夫 我家珠珠的身体 真的没有问题 她 她真的可以生孩子 陈珠珠也看了过来 眼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期待 玉里点点头 是真的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她身体亏空的太厉害了 她需要好好补一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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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进山多彩要 赚银子 给小妹补身体 陈大嫂拎着一个竹篮子进来 听到这句话马上说 玉大夫 那我小妹这些年都没有孩子 是李家那畜生的问题 玉里摇摇头 没有把麦看过 不敢下决定 我只知道 陈珠珠的身体 是可以孕育孩子的 陈大嫂闻言笑了 没事 只要小妹可以当娘就足够了 养好身体 到时候 我们给你找一个更好的 陈珠珠从这个消息中回过神来 呜呜地哭了起来 她的声音带着悲伤 泪水止不住 像是要把这些年的委屈 一次哭出来 玉里看着在安慰陈珠珠的婆媳两人 转身走出门 黑鸭站在门外等着 玉里问 李家那秀才判了吗 黑鸭说 今天判了 十年牢狱 剥夺秀才功名 陈家的人 要求县令大人判李家畜生 和陈珠珠和离 大人准了 陈家兄弟 是带着和离书回来的 玉里这就明白 为何陈大嫂说 要给陈珠珠找一个更好的 她说 罪有应得 回到自家院子后 她一边洗手 一边对邱雅说 你把陈珠珠身体没事 可以生养的消息放出去 确保传到李家寨 她骨子里也有点护短 凤来村的人在她回来后 一直用善意对待她 她自然也用同等的善意 去回敬他们 邱雅连连点头 这一次 李家的人 估计悔不当初了 那是他们的事 后悔肯定有的 只是恨可能更多一点 从李家虐待陈珠珠 就可以看得出 他们不是什么好人 所以他们不会认为自己有错 只觉得 错都在陈珠珠身上 觉得她为何不去死 为何要牵连他们家的儿子 在自私的人眼里 他们只会后悔 没有把事情做绝 安南王妃拿了玉里的八字 回到莱阳后 马上就去了云恩寺 找住持大师 帮着和八字 她这一边才出城 莱阳城三大家族就知道 她是去云恩寺 帮楚王和八字了 第113章 楚王是快香饱饱 莱阳在前朝 没有给任何一位王爷 作为藩王 数百年来 楚王是这一片土地上 唯一一位藩王 在他成为楚地的藩王之前 这里有韩家 蒋家 孟家三大家族 这些家族掌控了莱阳很多产业 一直到楚地成为荣怀的封地 他抵达莱阳后 和三大家族的人 明里按理没少交手 最后还是 荣怀胜了 三大家族产业 在短短半年时间 被荣怀端了一半 饶是如此 屹立在楚地百年的大家族 也不是那么容易栽了 三大家族 依然是三大家族 他们现在和楚王府 形成了一种默契 那就是 不能出现产业垄断的情况 一旦任何一个家族 出现垄断产业的情况 楚王府马上出手打压 他允许三大家族存在 却不允许他们 把所有的钱财 都收拢进自己的钱袋子里 三大家族的人都知道 他们斗不过楚王 所以他们也不敢乱来 只能想着 把自家女儿送到楚王府去 最好就是 能成为楚王妃 然后再为楚王生下 拥有自家血脉的外孙 继承楚地 三大家族逝林的姑娘 不管是嫡出或是树出 都在暗戳戳较劲 他们都希望把对方打压下去 自己能进入楚王的眼 最后成为楚王妃 可惜的是 有些和楚王年龄相仿的姑娘 从十三四岁开始等 一直到十七八岁 楚王还是没有澄清的打算 最后 他们只能带着不甘心去嫁人 现在满心期待的是 当年楚王刚刚来处地时 那些几岁的小姑娘 十年过去了 那些小姑娘 已经急急可以嫁人 楚王是他们做梦 都想要嫁的男子 他们本以为 楚王是在三大家族里 挑选一位千金位妃 未曾想楚王 居然看上了一个 成过亲的女人 这个女人的出身 连陆石英都比不上 一开始 三大家族的人都以为 楚王只是玩一玩 不会娶这么一个 带不出门的女人为王妃 一直到安南王妃 带着官媒离开来扬 他们才知道 原来楚王是真的 想要娶曾经的 永城侯夫人御礼 这让他们无论如何 都无法接受 来扬韩家 四十岁的韩家主 坐在书房 他眼神清冷 神情平静 他的一双儿女 都看不出他的喜悦 韩家大少爷 今年二十三岁 皮肤白皙 五官俊朗如角角月 为人沉稳内敛 他看了一眼父亲 这才说 爹 既然楚王已经有了喜欢之人 我们当初那些想法 就应该放下了 话音财落下 坐在他对面 长相娇美 看起来温柔大方的姑娘 文言不敢置信 看向自己大哥 大哥 他不敢相信 这些话 是来自一向疼爱自己的大哥 你明知道我喜欢楚王 你不帮我也就算了 为何还要 让爹给我挑选夫婿 韩倩若今年已经十七岁了 他心里想得念的 只有楚王一个 若不能嫁给楚王 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爹 您不能听大哥的话 我要嫁给楚王 我一定要嫁给他 韩沛文言皱眉 不赞成妹妹如此疯狂的想法 若楚王没有澄清 他也看上你 大哥不会说半句阻拦的话 如今 楚王已上门向郁家姑娘提亲 那就证明他 想要娶的人只有郁家姑娘 你作为我韩家大小姐 难道要上赶着 给楚王当妾 不知道为何 他觉得 就算妹妹和阿爹 有这种想法 楚王也不一定答应 楚王十几岁就接管楚弟 从未听说他有小妾 由此足可看出 楚王并不是什么女人 都要的 若他真的看得上 千若早就上门求娶了 可千若从十四岁等到十七岁 楚王估计 连千若叫什么名字都忘记了 爹 你看大哥这样说我 我哪里比不上一个被修的老女人 韩家主看了一眼女儿 陈生说 这件事容我想一想 你们先回去吧 韩佩文言站起来 他看了一眼妹妹和父亲 提醒一句 爹 这些年楚王手段温和多了 可不代表他是乌鸦的老虎 他担心自己父亲 会被利益蒙蔽双眼 最后做出不该做的事 韩千若看着哥哥离开后 他才慢慢挪到父亲跟前 小心翼翼说 爹 您真的会听大哥的话 然后放弃楚王如此好的女婿吗 他紧张得 双手都紧紧揪着自己的衣袖 真的很怕爹爹也和大哥一样 韩家主看向女儿 十七岁的姑娘长得娇美 只要不闹腾时 站在人前 谁不说一句 韩家大小姐 温柔端庄 只有他清楚 女儿这是假象 他这个女儿 也是一个有手段的人 还很会掩饰 也因为这样 他才外界的名声很好 他想了想说 你就那么想成为楚王妃 爹 您会成全我的 对吗 他跪下来 固执地看着自己父亲 爹 求您助我一臂之力 我日后必定会回报父亲 韩家主深深看着眼前背脊挺直的女儿 他叹息一声 把人搀扶起来 好 爹答应你 你先回去吧 爹会好好计划这件事 一定会想办法如你所愿 韩千若闻言 这才开开心心 离开父亲的书房 他心里清楚 父亲一旦答应下来 一定会想办法做到 当然 他也不会因为父亲出手了 自己就什么也不做 他回到房间后 赶紧换了一套衣裳 然后就带着丫鬟出门了 他要去好好拜访一下 另外几位对楚王殿下虎视眈眈的女子 韩千若才离开府中 韩佩就得到消息了 他站在窗前叹息一声 父亲还是答应小妹了 这是一个最愚蠢的选择 三大家族和楚王交手那么多年 难道还没有清楚 楚王的实力和手段 他们三大家族 虽然屹立在楚地百年 可比起有权有势的楚王 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他们只是有钱 家族里就算出了几个官员 可他们也不在楚地 所以和楚王对上 无疑是用鸡蛋碰石头 表哥 我们现在应该如何做 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忍不住问 总不能就这样看着他们犯错 说话的是韩家主 嫡亲妹妹所生的儿子 他妹妹前些年就死了 所以这个外甥一直养在韩家 和韩沛关系很好 我觉得 切若表妹这一次离开家里 肯定也不怀好意 第114章 中毒 韩沛说 我会让人盯着一点父亲和小妹身边的人 只要他们有动静 我马上就破坏掉 少年文言点点头 表哥 不能让他们因为自己的私心 毁了韩家 母亲还活着时就说 大舅并不适合做韩家家主 她的确足够狠毒了 可脑子不够 野心太大 能力不行 想要太多早晚都会吃自己酿下的苦果 可他不希望大表哥被那一群人牵连 在韩家里 只有大表哥给了他温暖 他是真心把自己当弟弟疼爱 大表哥有能力 有手段 为人温和谦虚 这才是一个当家人应该拥有的品德 若韩家落入大表哥手上 只会越来越好 若落入二表哥手上 只会负面 表哥 我想要去协议 他小声说 我真的不喜欢参加科考 我对当官没有任何兴趣 我也不觉得自己日后可以做一个好官 我承担不起那么重的责任 我想要做一个救死扶伤的大夫 韩沛文言转身看向少年吕景焕 你想过去哪里学吗 阿景 你应该明白 医术都是有传承的 不会轻易收图 你也不可能去医馆做一个小学徒 吕景焕文言笑了笑 我已经打听过了 楚王要迎娶的王妃玉礼 是一个医术高明的人 他打算开医馆收图 前段时间在曲州和安阳县收学医的学徒 我想要去试一试 我这些年看了很多医书 也跟着府中大夫学了一些 我有底子在 玉姑娘没有理由拒绝我 府中的大夫说了 学医就是要耐得住寂寞 性子要沉稳 不能焦躁 要不然就别学了 他说的很多条件自己都符合 玉姑娘要求学医的人要识字 他三岁启蒙 身上还有秀才功名 他自认不比任何人差 所以很自信 觉得事情一定能行 我虽然不聪明 可我能吃苦耐劳 韩沛听说 他想要去跟着未来的楚王妃学医 沉默许久 才坐在阿景身边看着他 认真说 你可知 一旦你真的可以跟着玉姑娘学医 你在韩家的处境 吕景欢笑了起来 知道啊 舅舅肯定很生气 舅娘肯定恨死我 觉得我吃里扒外 我在韩家将不会有立足之地 他虽然才17岁 可他从小就没有娘 在父亲家经常被继母针对 父亲也不管不问 好像阿娘死了后 他这个儿子也应该一起去死 后来表哥带着人 把自己接到韩家来 并且强硬要把人留下来 舅舅更没有反对 就连不喜欢自己的舅娘 都未曾在吃穿上短自己半分 可他很清楚 舅娘和大表姐 二表哥还有二表姐 都不喜欢自己 别的那些亲戚 也不喜欢自己 所以他过了好久 寄人篱下的生活 在这里过得不开心 能离开他 一定不会犹豫 而且 他娘的嫁妆都在他手上 他就算离开韩家 也不会缺钱花 韩沛想了想说 既然你想好了 那就去吧 你不是韩家人 不用在意任何人的想法 他心里也清楚 让这个表弟去参加科举 真的很难 秀才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他不喜欢策论 不喜欢写文章 可他喜欢那些枯燥的医书 既然如此 自己也不能为表弟做选择 唯一能做的 就是保护他 不让他出事 这是作为兄长应该做的 韩沛不想吕景焕的事 出现任何变故 就安排他和两个小厮 马上离开 外界的人都知道 韩家住着一位表少爷 姓吕 可知道他名字和建国他的人并不多 所以 韩沛让吕景焕不要说 自己是韩家表少爷 要不然 他担心阿景会被玉姑娘拒绝 玉莉不知道 有那么多人 基于自己未来丈夫 甚至因为要抢龙槐 所以打算对付自己 他现在正面对一个 挺着运渡在哭唧唧的女人 他小声问身边的邱雅 他哭了多久 邱雅说 一刻钟了 眼泪就没停 玉莉翻白眼 没好气说 魏林儿 你的眼泪 就要把我的院子淹了 这个女人今天跑回来了 看到自己后 一句话也不说 就在这里哭哭哭 她最怕人哭了 看到有人这样哭 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是把人扔出去 如果不是你 怀着孩子 我就把你扔出去了 魏林儿听了后 哭得更难受了 我 我心里难受 邱雅也忍不住说 魏姑娘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若继续哭 我家小姐就真的要暴怒了 我得到族中消息 我娘病了 我怀着孩子 又无法爬山涉水回去 说到这里 她更难受了 我若要回去 这个孩子 也许等不到 我抵达家中就没了 我若不回去 我又很担心我娘 玉莉知道 她的家在很远很远 她现在怀着孩子 的确不能赶路 她问 你怎么知道 你娘生病了 想到她身份不一般 玉莉挥挥手 让人都出去 等到屋子里剩下两人时 玉莉说 现在可以说了 就我知道你的事 上次把自己的事 当故事说出来时 魏林儿就没有打算 瞒着玉莉自己的身份 她说 族中也有人在南前 我们有特殊的传信渠道 玉莉点点头没有多问 她有好奇心 但是不多 可知道 你娘生了什么病 中毒 魏林儿咬着牙 肯定是那一群人 对我娘动手 只要我娘死了 他们就有理由 逼着我爹再去 然后生一个 可以继承家族的孩子 我爹已经很小心 保护我娘 终究还是防不胜防 就好像当年 我妹妹被人掳走一样 玉莉拿出一个瓷瓶 放在桌子上 这是解毒丸 可解百毒 你可以让人送回去 给你娘试一试 解毒丸是用 天泉水为瓶做出来 她试过解了几十种毒 效果很好 一定要可信任的人 这样的解毒丸可不多 做好的不多 只要有药材 她要做多少都可以 魏林儿文言 拿过解毒丸 她对玉莉 我记住 你的大恩了 莫名其妙就相信 眼前的人 不会害自己的父母 第115章 本王没有收垃圾的习惯 玉莉浅笑 那你好好在 我的医馆里 卖命报恩 医数如此高 如此好用的大夫 去哪里找 遇到了肯定不能放过 必须要扒拉到自家来 魏林儿文言 没有多想 就答应下来 好 留在医馆 是我早就决定好的事 所以这不算是报恩 她笑着拿了瓷瓶就出去了 玉莉看着她背影提醒一句 一天一颗药丸 只需要吃三天就行了 那瓶子里 有十几颗药丸 若是中毒 没有那么严重一颗就足够了 中毒严重者 则需三天时间 云南国的人 把消息送到魏林儿这里 那就说明了 她母亲中毒不轻 大有把人找回来 见最后一面再奔丧的意思 魏林儿回了一趟自己的房间 写了两封信 然后把药品里的磕药丸拿了出来 分成两份包装好 就把她核心放在一起 她去了厨房一趟 出来时拎着一个篮子 直直朝后山走去 她拿出腰间随身携带的短笛吹了起来 很快 林子就有了动静 两只两三斤的油笋便出现了 他们稳稳落在魏林儿左右肩膀上 还用脑袋蹭了蹭她的脖子 以示亲近 这是她训养的两只油笋 一功一武 也是她用作和兄长联系的重要工具 她伸出手点了点两只小家伙的脑袋 帮我把这封信送回去 给我大哥或者父皇 记住一定要送到他们手上 而且 要尽快 不能在半道上玩闹 两只油笋 像是听懂她的话 齐齐点头 魏林儿帮两只小家伙 把信和药丸绑在背上 然后把篮子打开 让两只家伙吃完后才说 去吧 回去我大哥肯定给你们弄好吃的东西 她看着两只油笋离开 正要转身时 就看到不知何时站在身后的荣怀 她愣住了 她竟然不知道有人站在自己身后 她问 你都听到了 荣怀说 是听到大哥还是父皇的称呼 魏林儿脸色瞬间变了 我没有隐瞒阿里 阿里是知道我的身份 很显然 阿里没有把自己的事告诉眼前的男人 想到这里 她觉得很开心 荣怀有点意外 她居然会把自己的身份告诉阿里 不要去伤害阿里 否则不管你是哪一国的公主 本王都能让你不动声色消失 还不会怀疑到本王头上来 阿里就是他的底线 魏林儿笑着说 我不会伤害阿里 也不会伤害到男前 云兰国避世不出 知道他存在的人不多 族人只想要偏安逸于过自己的日子 不想去理会那些纷争 记住你的承诺 荣怀说完后 转身就 离开了 阿星曾经说过 魏林儿的武功很高 远在阿星之上 现在看来不但武功高 来历的确如外界传言神秘不可言 不管是荣怀和魏林儿 都没有把后山的事说出去 安南王妃那边 很快就传来消息 荣怀和玉里的八字 是天定姻缘 接下来 楚王府就送来了封后的礼物 并告知下聘的时间 时间定在二月初五 荣怀需要亲自送聘礼 所以他在正月二时 就离开了凤来村 他想要亲自去抓一对 火焰去下聘 荣怀离开凤来村后了 在暗地里虎视眈眈的人 开始有动作 只是才开始动 就被荣怀留下来的人解决了 连一个报信的人都没有放走 荣怀让人封锁所有的消息 玉里对此一无所知 他的生活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依然井然有序地过着每一天 他这段时间 每天都要为柳节诊脉 要确保他的身体 能调养到最好的状态 然后迎接接下来的手术 荣怀回到莱阳后 陆时英把三大家族的拜帖 都送了上来 他笑着说 王爷 这些家族的人都坐不住了 王爷要娶妻了 他们开始慌了 积积营营想要算计的位置 终究不属于三大家族 他们又怎么可能会善罢甘休呢 荣怀闻言看了一眼 他们手中的拜帖 陈生说 既然想要见本王 那就一起来吧 邀请三大家族家主 携带家眷到王府来吃一顿饭 陆时英忍不住笑了 王爷这一顿饭 估计不好吃 他点点头 好 我这就去安排 王爷这是聘礼清单 您过目 陆时英接着把聘礼清单 放在桌子上 荣怀打开一看 看着一场穿物品的名单 他似笑非笑看向陆时英 陆管家 这是要把本王的库房全都搬空了 清单上的宝贝 随便拎一件出去 都是价值不菲 陆时英准备了上百件 他闻言看了看清单 好奇问 很多吗 您好不容易才看上一个姑娘 属下就想着 肯定要隆重对待 可不能怠慢未来王妃 王爷 属下害怕玉姑娘不要你啊 所以准备多一点聘礼 好叫玉姑娘看在这些宝贝上 不要甩了你 荣怀闻言气笑了 你这是觉得 本王还不如一堆死物重要 陆时英小声说 难道王爷觉得属下做错了 荣怀沉默下来 没做错 做得很对 阿里就值得最好的 陆时英很想翻白眼 这样你还纠结什么 认真一想 王爷刚刚好像 纠结自己和死物哪样比较重要 有喝 原来是吃错了 担心没有这些死物 自己就娶不到媳妇 则则 就应该让人看看 传说中的楚王殿下 在面对玉里姑娘时 多么的不自信 清单就这样吧 最值钱的宝贝 都被陆时英扒拉出来了 所以他对这些聘礼 没有任何不满 本王要亲自进山 去抓一双火焰 陆时英连连点头 应该的 应该的 属下这就去写帖子 邀请三大家族的人 明天武师到王府 也行 见了那些凡人今后 本王就要出发去抓火焰了 想到三大家族的人 容怀嗤笑一声 还真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想要基于本王妻子的位置 本王是那么随便的人吗 本王没有收垃圾的习惯 陆时英嘴角抽搐 很好奇 玉里姑娘知道 王爷温文儒雅背后 是毒蛇和狠辣吗 可千万不要被发现啊 不管如何 先把王妃娶回家 才是最重要的 陆时英瞬间觉得自己 年长王爷几岁 却操着老娘的心 幸好 等到王妃进门后 她就可以回京了 第116章 拖出去 三大家族的家主 和夫人小姐 收到了王府的请帖后 夫人小姐马上去准备新衣裳 新首饰 倒是让秋水长天 卖出好几件价格千两的披风 和几套几百两的衣裳 顾母送走了寒家母女 这我没看向顾刘 我刚刚听他们说 要去参加王府的宴会 王爷不是和我们家小姐定亲了吗 他们前几天得知 小姐要嫁的人是楚王殿下 开始时真的很震惊 想想去为小姐开心 因为这样 就没有人敢欺负小姐了 小姐过得好 他们这些坐下人的日子 也能稳定一点 顾刘说 王爷瞧着不是那种得拢望鼠的人 母亲不必担心 儿子听闻三大家族的人 都寄于王妃的位置 王爷却在下聘之前宴请他们 未必就是好事 也有可能 王爷想要敲打三大家族的人 他在凤莱村御家时 见过王爷看小姐的眼神 只要眼睛 还留着的人都能看得出 王爷爱他们家小姐 爱到骨子里 在这样的情况下 王爷邀请三大家族的人 除了敲打外他 真的想不出有什么原因了 故母小声说 他们还来买了那么多好看的衣服去 参加宴会 顾刘遣笑 无妨 卖出去的银子 都给小姐买花袋 虽然这样说 可顾刘还是留了一个心眼 去把这件事 告诉了怀西和白威 白威让人注意王府的举动 第二天 三大家族的家主 都带着自己的妻子 和女儿子上门 陆时音亲自到门外迎接 把人迎到王爷前院 主委可以随意在附近逛一逛 王爷待会儿就来了 说完后 陆时音就带着人去忙了 韩千若看了看四周 视线落在进入内院的青石小路上 他走到孟家长女孟渊跟前小声说 我们进内院看看 来了王府好几次 从未进过内院 真的很好奇 王府内院是如何的 孟渊文言摇摇头 到别人家 就莫要乱走 他的教养 不允许自己这样做 韩千若文言看向孟渊 你难道不想进去看看王爷生活的地方 只不定还能在里面遇到王爷 孟渊文言笑着 看向韩千若 我不想 现在王爷已经有未婚妻了 何必往里凑呢 你我都是大家族的千金 就算不嫁王爷 也可以嫁一个很好的夫婿 孟渊似笑非笑 看了看韩千若 又看了看在场其余那些千金 莫要寄予他人未婚夫婿 人人都说 三大家的女儿都喜欢楚王 其实他很想拍一声 可他不敢 怕被自家那个爹的眼泪给泡霉了 如今在 终于等到王爷有喜欢的人 眼看着就要取进门了 那他的喜欢就应该放下 他自认不比任何人差 没有必要去抢别人的东西 韩千若轻哼一声 你不想就算了 我去找蒋燕和你妹妹 我不相信他们不想进去 孟渊不为所动 找了一处亭子坐下来 而韩千若真的去找了蒋燕和孟泱泱 三个人带着丫鬟 沿着青石小路走进内院 孟渊自顾自喝着茶 唇角却露出一抹鄙 他其实从未喜欢楚王容怀 那些所谓的喜欢 也是别人传出去 就连他爹都觉得 他应该喜欢楚王 他比任何人都看得明白 楚王不会喜欢自己 更不会从三大家里挑选王妃 所以 也懒得理会那些流言蜚语 该吃就吃 该玩就玩 如今 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告诉别人 他现在不喜欢楚王了 傻子才会去凑热闹 看好戏不好吗 他可以没有耍猴戏 给别人看的习惯 看吧 今天这一场鸿门宴 绝对不简单 三个姑娘带着人进二金院 然后再往三金院走去 越是往里面走 越是被王府精致的风景吸引了 他们都生了一个 一辈子住在这里的想法 走到三金院 想要往四金院走去时 两个婆子阻拦他们的去路 诸位姑娘 这是王府境地 外人不能往里面走 王府一共有六金院 前面三金院子和花园 都可以随便逛 四金院开始 就是王府主子平日休息的地方了 就连王府的下人 也不是谁都有资格走进这里 三人在家 都是被父兄千娇百宠 还是第一次被人驱赶 瞬间怒了 孟羊羊说 滚开 我们要找楚王 韩谦若闻言 赶紧拉开孟羊羊 羊羊妹妹 算了 我们还是赶紧离开吧 要不然会惹王爷不开心 孟羊羊甩开韩谦若的手 咬牙说 我今天就要代替王爷 好好教训这个雕奴 说完后 直吵两个婆子扑过去 韩谦若故作害怕和担心 想要去劝嫁 最后却被孟羊羊甩了一下摔地上 对 羊羊妹妹不能这样的 这样是不对的 我们不要进去了 孟羊羊哪里愿意听她的话 对着那两个婆子就上手 蒋燕看了一眼韩谦若 瞬间明白 这个女人故意把孟羊羊都出头鸟去利用 果然一肚子坏心眼 孟羊羊这个蠢货 被人利用而不自知 两个婆子都会武功 一下子就把孟羊羊擒住了 容怀带着绝影走了出来 看到这里那么丑 绝影快速上前询问事情真相 孟羊羊羊看到日思夜响的男人 哭着喊着 王爷救我 这两个狗奴才 要把羊羊的手扭断了 容怀扫了一眼孟羊羊 最后视线了蒋燕和韩谦若身上 蒋燕赶紧请罪 韩谦若则是可怜兮兮的看向容怀 王爷 都视我不好 没有拦住泱泱妹妹 容怀冷笑 来人 把这三位姑娘都拖出去 以后不允许他们 踏入王府半步 三个姑娘都傻眼了 没想到 王爷居然丝毫不给他们父亲面子 蒋燕说 王爷 我们错了 求您 不要把我们赶出去 我们一定会安分手挤 容怀看也不看他们一眼 转身走了出去 绝影见状就知道 王爷铁了心 要把他们请出去了 他上前几步说 三位姑娘请离开 要不然 我让人把你们拉出去了 容怀文言停下来 转身看向绝影 王府的人什么时候这么温柔了 直接拖出去 这次听清楚了吗 他说道 是拖出去 而非请出去 绝影吓了一跳 赶紧让人进来把他们拖出去 不管三个人如何叫喊 王府的丫鬟婆子依然 不为所动 拖着人就往外走 走到前院时 有人发现这件事 赶紧想要去阻拦 却发现 楚王殿下也来了 发现这件的丫鬟 只能把事情告诉三位家主 三人闻言 不敢置信 看向不远处的小道上 他们的女儿 被人像拖尸体一样 拖着出去了 第117章 敲打 楚王护短 韩家主见状 忍不住看向楚王容怀 王爷 请问小女犯了什么错 她今天只是带了妻子 和三个嫡出的孩子来 嫡女就只有千若一个 现在人都被拖走了 那她的谋算 岂不是要失败了 容怀坐在席位上 淡淡看了在场的人一眼 他们企图 想要闯入我王府的内院 为此不惜和王府的下人 大打出手 如此无礼之人 岂能留在王府 当真以为楚王府 是谁想要撒野 就撒野的地方吗 韩家主倒吸一口气 她从未想过 一向在外民生很好 温柔贤惠的女儿 居然会做出这样的事 该死的 就她这样沉不住气的人 还想要嫁到楚王府来 孟家主看了一眼 把小女儿惯坏的妻子 她赶紧上前先请罪 草民叫女无方 请王爷恕罪 蒋家主也是一个聪明人 也赶紧上前请罪 容怀挥挥手淡淡说 入座吧 三大家主带着家中 妻儿纷纷落座 他们就算很担心 拖走的女儿 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他们有钱可楚王 有权有兵 谁若不要命在这里闹腾 很有可能走着进来 抬着出去 孟渊想到 刚刚孟泱泱被拖走的场景 心情瞬间好了起来 她并非现在的孟夫人所出 她的亲生母亲 是孟家原配 和父亲成亲 多年无所出 太祖母逼着父亲 娶了她娘家 侄孙女为平妻 平妻进门 没多久就生下长子 第二年又生下次子 她的母亲才生下 她这个嫡长女 她才一岁 平妻又生下女儿孟泱泱 她的母亲前些年死了 家中大权 早在母亲病重时 落入平妻皇室手上 就算有祖母护着 皇室这些年 依然没少来找自己的麻烦 找自己麻烦的原因 是因为父亲 想要让自己努力争取嫁给楚王 天知道她才不稀罕 这个楚王 就算她如天上月 她也不稀罕 皇室母女 还整天为了一个男人 来找自己的麻烦 她早就受过 这对蠢货的愚蠢行为了 终于看到孟泱泱倒霉了 她很开心 觉得很解气 坐在一旁的皇室看了过来 正好看到她 勾唇浅笑的样子 她恶狠狠看了孟渊一眼 后者完全不怕她 还露出一抹甜甜的微笑 夫人的眼神好可怕呀 衣服要吃了我的样子 难道楚王府的美食 还不能满足夫人 所以夫人饿到想要啃了我 她的声音并不大 只有皇室和孟家父子三人听到 孟家父子坐在前面 不敢转头乱说话 只能在心里叹息一声 皇室和孟渊 两人针尖对卖忙的事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只要两人凑在一起 这样的情况肯定会出现 偏偏孟家主特喜欢这个 和原配长得很像的女儿 说是放在掌心上 捧着也不为过 所以皇室经常讨不到好处 还被气得头晕脑胀 而孟家主从小就对两个儿子洗脑 对两个妹妹要一视同仁 不能有任何偏颇 加上长女经常到书房里玩闹 所以和两个哥哥关系 并不比孟泱泱这个 同母所处的亲妹妹差 所以三个女人吵闹时 三个男人经常都会顿走 眼不见为尽 现在也如此 三人都当没听到 都顾着吃饭了 容怀看向眼前的人 缓缓道 想必诸位已经知道 本王很快就要成亲的事了 今天本王邀请诸位到王府一句 就是要告诉诸位 本王很喜欢王妃 他就是本王的软肋 他靠在椅子上 温柔地把自己的软肋 摊在众人跟前 也是在告诉世人 谁想要去动一下 他的软肋试一试 孟渊文言赶紧说 小女子恭喜王爷 祝王爷和王妃百年好和 早生贵子 真好 父亲眼中最美味的这块肉 终于落入别人的碗里 他也不再需要被逼去 喜欢楚王了 在别人眼里 楚王是香喷喷的肉 在他这里 楚王就是一块 食之无味的硬骨头 要是不小心 还会噎死自己 这么难啃的骨头 谁要谁扑上去 反正他要不起 孟家主听了后 气得脑壳疼 自家这个傻闺女 这可是楚帝最好的女婿啊 怎么就不争取一下 可女儿都这样说了 她只能跟着说恭喜 孟家两个儿子 也赶紧说了一些好听的话 蒋家和韩家的人还没有说话 荣怀却对孟家的举动很满意 他的视线落在韩家和蒋家这边 本王这个人互短 而且不讲道理 本王能和人好好说话 也能在下一瞬间 把人变成鬼 还记得几年前 先帝想要给本王赐婚 被本王拒绝了 所以先帝就送了两个女人 到本王府中来 说是侍候本王的小妾 他看向一旁站着的绝影 还记得那两个女人 最后如何了吗 绝影恭敬说 那两个女人 被王爷送去军营了 两个女人送去军营 能干什么呢 军营都是一群热血方刚的操汉子 那些姑娘 就是为他们准备的 绝影接着说 两位姑娘 都是郑二品大臣家里的嫡女 那两位的嫡女被王爷扔去军营后 他们屁都不敢放一个 都是先帝一党的人 如果敢做一些什么 王爷收拾起来 肯定不会手软 两个姑娘的未来 就在绝影轻飘飘的讲述中 呈现在他们脑海 在场之人都吓了一跳 并非他们是善良之人 他们手上也沾染有鲜血 他们害怕的是 楚王对郑二品朝臣家的女儿 都说扔到军营 就扔到军营 那对他们家的女儿呢 三个当家主母 则是做梦 都想不到 看起来温和的楚王殿下 居然这么狠毒 瞬间就不敢去赌了 他们也明白 今天楚王是故意敲打他们 可他们 也的确是害怕了 一行人都不知道 自己是如何离开王府的 说是吃饭 可有些人一口饭菜都没有吃 在回去的马车上 皇室看着坐在一旁哭嘰嘰的女儿 他叹息一声 上前把孩子抱在怀中安慰 好了别哭了别哭了 再哭 就要把阿娘的心肝都哭痛了 两个儿子从小就被丈夫 带到前院去教养 只有女儿 是自己从小教养长大 真的就如眼珠子一样重要 孟泱泱文言哭着说 阿娘 我不要做人了 今天的事情传出去 她的名声就坏了 她做人还有什么意思 孟渊文言 眨眨眼看向孟泱泱 真的不想做人了 第118章 重点难道不该是毒药 孟渊的话 让皇室母女两人心咯噔一声 一股不好的欲感涌现 孟泱泱还没有说话 就被姐姐从母亲怀中拉了出来 然后姐姐推开车门 把她的脑袋摁了出去 不想做人 那我成全你 直接送你去见老祖宗 皇室健壮吓得脸色都变了 大声喊 孟渊 你这是干什么 孟泱泱也被吓哭了 爹 哥哥 救我 救我 姐姐要杀了我 骑着马跟在两侧的父子三人 也被这一幕吓到了 孟家主赶紧喊 阿渊 你这是干什么 你妹妹就要摔下去了 孟渊淡淡说 爹 妹妹说不想做人了 我作为姐姐 自然要有成人之美 这是太祖母活着的时候 经常教我的 黄夫人也经常这样说 我今天只是去执行太祖母 和黄夫人的话 她一脸无辜 看着父亲和两位哥哥 父亲 哥哥 难道我做错了吗 错 当然错了 孟家主已经无力去解释了 她深吸一口气说 阿渊乖 先把妹妹拉回去 她没规矩 不听话 自己跑进王府内院还惹事了 回去后爹就罚她跪祠堂 孟大少也连连点头 对 阿爹说得对 泱泱不听话 就要受罚 回去还要打手掌 二哥也跟着附和 孟洋洋快被气死了 孟渊这样对自己 父亲和两位哥哥 还要帮着她 这是要逼死自己 想到这里 她真的委屈死了 就算孟渊把自己拉进去了 她还是觉得委屈 她想要冲孟渊过去 挠花她的脸 孟渊伸出手脚 踢在她的下巴 然后把人摁在马车里 狠狠给了两拳 黄夫人想要来帮忙 连带着她一起收拾了 马车里传来母女两人的鬼哭狼嚎 马车外的父子三人 顿时觉得头疼 孟二少爷小声说 爹 里面肯定打起来 孟家主轻哼一声 我什么也没有听到 孟大少爷点点头 我也没有听到 她提醒二弟 回去后 记得要提醒阿爹 让泱泱去贵祠堂 她真的是越带越不像样了 到了王府也敢闹事 若是不好好管教 指不定就要闯祸了 孟二少对自己的亲妹妹 是万分嫌弃的 真的是那种又蠢又作的姑娘 若非孟家不缺钱 她又没有在外面做妖 她肯定早就揍她了 和阿渊比起来 泱泱简直就被母亲宠道 让人不忍直视 黄夫人和孟泱泱 被孟渊收拾到 只能躲在一个角落去阴阴阴 孟渊动了动打疼的手 这才看着两人说 以前你们如何做妖 如何在我背后搞小动作 我都忍了 今日 你们居然在外面丢那么大的脸 我若不收拾你们 日后我爹死了 都无言见孟家的列祖列宗 在外面听到这一番话的孟家主 在心里暗暗想着 得了 我真的谢谢你 打着我的名义 打架的事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所以他从未想过 女儿这一次 连皇室这个便宜母亲 也被收拾了 他想到女儿的性格 突然想着 不嫁给荣怀也是一件好事 要不然什么时候手痒痒了 直接把王爷揍了 那就造孽了 玉璃没想到 莱阳这么热闹 他现在看着眼前 这个一脸狼狈的少年说 我已经不收学徒了 早上一开门 就看到一个衣衫蓝绿 神情憔悴的少年 出现在门外 一看到有人开门 就说清楚了来意 是想要跟着玉璃学医的 少年文言赶紧说 不收徒也没事 只要您能让我 跟在身边学习就好 我懂很多药材 我也是真的喜欢医术 我很想做一个 救死扶伤的大夫 玉璃对上少年的眼神 只见她的眼神清澈干净 她说起医术时 双眼都发亮了 从这里可以看得出 她是真的喜欢医术 魏黎儿看了一眼玉璃 小声说 要不然考核一下 若通过了 就把人留下来 眼看着医馆就要建好了 我们也确认 玉璃沉默片刻 这才点点头 两个人轮流考核 最后证明 少年的确认识很多药材 对他们的习性也很清楚 和什么药材是相克的 更是明明白白 玉璃说 把你留下也可以 你先把自己的身份 来历说清楚 我们这里不收来历不明的人 日影文言 朝魏黎儿看去 她觉得 王妃这是在暗指卫姑娘 魏黎儿给了日影 一个大大的白眼 阿里早就知道 自己的身份来历了 就你们不知道而已 少年文言连连点头 然后把自己的名字 身份都说了出来 我舅舅和舅娘都不喜欢我 把我留在韩家 也只是因为 我母亲是舅舅的妹妹 她被迫收留我 我是真的想要学习医术 所以才离开韩家 日影听说 她叫吕景焕时 忍不住多看几眼 你就是韩家 那个寄人篱下的表少爷 她没有见过吕景焕 可她知道 韩家有这么一号人 吕景焕点点头 是啊 韩家就只有 我一个寄人篱下的表少爷 日影看向玉璃 小姐 我让绝影查一查这件事 玉璃看向少年 突然说 不用了 留下吧 吕景焕忍不住看向玉璃 我真的可以留下来学医 魏灵儿都被她憨样逗笑了 听话勤快 不怕吃苦的孩子 才有学医的机会 若不听话 耍心机 我会毒死你啊 说完后 她拿出一枚褐色的药丸 放在吕景焕跟前 这是一枚毒药 你若想要跟着我们学医 就把毒药服下 放心吧 三个月服用一次解药 只要听话都不会死 这是学医的好苗子 可不能便宜别人 可韩家女想要嫁给楚王 这是要和自己的姐妹抢男人 她就要防着韩家表少爷了 吕景焕看了看眼前的药丸 沉默片刻 还是拿起来吃了下去 玉璃没有阻拦 因为她知道 魏灵儿不是滥杀无辜的人 吕景焕觉得 口中的药丸 有一股药香味 一点也不让人讨厌 她抿唇好一会儿 才说出几种药材名 可惜 我只能尝出这五种药材 玉璃忍不住笑了起来 她问 你这是想要猜 这一枚毒药 是由什么药材的炼制而成 重点难道不应该是毒药吗 第119章 打自家妹妹 吕景焕点点头 对啊 可惜我太笨了 只能猜到五种 魏灵儿觉得 吕景焕真的是一个活宝 她笑着说 你不怕我的毒药 会把你毒死吗 吕景焕摇摇头 不怕 只要我没有做出伤害你们的事 你们不会杀我的 她虽然不是很聪明 可也不至于这些都分不明白 不错 只要你不做出伤害我们的事 你就不会死 玉璃认可吕景焕这句话 心里明白 这是一个聪明人 或者说 这是一个大智若鱼的人 她其实什么都明白 也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吕景焕问 那我可以留下来了吗 玉璃笑着点点头 留 当然可以留下来了 她看向秋雅 去安排她的住处 就和青阳住在一起吧 青阳市府中的护卫统领 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 居住一处院子 现在把吕景焕安排住过去 和青阳作伴 顺便让青阳看看 这人能不能一直留 若是能一直留着 医馆开业后 再重新安排她的住所 她还会建造一处房子 给医护人员居住 吕景焕能不能住进去 就看她的表现了 吕景焕得知自己 真的可以留下来 开心到不得了 她赶紧跟在秋雅身边 去了自己接下来要居住的地方 玉璃看向卫灵 这段时间 你就多教教她 看看她在医学上的天赋 卫灵点点头 放心把人交给我 你就安心去准备你定亲的事宜 玉璃笑了笑 我要准备医馆的事 医馆很快就可以建好了 建好后还需要准备很多事 她还要建造一个 符合自己要求的手术室 还有住院部那边的安排 以及药房那边的各种事 都需要她一点一点跟进 卫灵说 辛苦你了 她好奇问 你其实可以选择 做一个养尊处优的处王妃 为何要把自己弄得这么辛苦 她上下打量玉璃一番 大家过年都胖了 只有你过年还瘦了不少 玉璃说 我就算不嫁给荣怀 也可以过上吃穿不愁的生活 她身边有很会赚钱的怀西和白威 现在还多了一个顾留 她每天都有数千两金账 顾留已经为开分店做准备了 日后的收入只会更多 她可以直接躺在钱堆里睡觉了 不想做一个混吃等死的人 玉璃浅笑 想起自己前世轰轰烈烈的人生 虽然很遗憾早死了 可她觉得很精彩 既然有机会重活一次 那也要像上辈子一样 我想要做一个混吃等死的人 卫灵看着玉璃 我以后就在凤莱村混吃等死了 你不能挡我走 玉璃白了她一眼 我什么时候想不赶你走了 要不欢迎你 除夕那天晚上 就让汝阳王把你带走了 说起汝阳王 她皱眉 我总觉得 她上次来了后 一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卫灵听了后 沉默下来 我在房间里留了一封和黎叔 她应该没有看到 就出来找我了 她是真的不想 和汝阳王继续牵扯下去了 凤莱村很好 她想要暂时留在这里 把孩子带大 被荣怀警告后 三大家族的人 真的不敢乱来了 那些在安阳县监视玉璃的人 也全都撤走了 荣怀知道 这些都是暂时的 他们肯定憋着 想要等自己带玉璃 回来杨后才动手 只要他们现在 不去打扰阿里就好了 至于阿里回了来杨后 她真的一点也不怕 有人送上门 给阿里姐们 这是好事 她自然不会阻挡 荣怀带着绝影 亲自去打了一对火焰 然后带着聘礼 去安阳县凤莱村 求取玉璃 这时候 楚地的人 才知道他们王爷 看上了一个安阳县的姑娘 亲自上门求取 荣怀带着人出城时 韩谦若气地 把房子里的东西 全都砸了 韩佩走了进来时 险些被一个瓷瓶砸到脑袋 幸好她躲了一下 瓷瓶在她脚边落地 她看着地上的碎片 听着里面传来的哭声 眼里闪过一抹厌恶 哭哭哭 有什么可哭的 若非自己一母同胞的妹妹 她真的很想知道 找一个男的 把人嫁出去 韩谦若走出来 看着自家大哥怒气冲冲说 狱里一个没有人要的贱人 居然敢抢我的夫婿 我难道不该哭吗 话音落下 韩谦若就挨了一巴掌 她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家大哥 你 你居然打我 韩佩冷冷看着她 你如果继续闹腾 我不但打你 我还可以马上 把你嫁出去了 嫁到江南去 让你一辈子都无法回处地 韩佩 我是你的妹妹 你为何要这样对我 韩谦若说完后 哭着就跑去找自己母亲了 韩佩见状只是冷笑 她看着屋子里的下人 收拾好 也不用去库房领心地填补了 既然砸了 那就不要用 说完后 她也大步朝母亲的院子走去 才走进去就听到父亲和母亲 在安慰哭唧唧的妹妹 她只觉得很烦 韩夫人看着出现在眼前的长子 一脸怨气 阿佩 你有什么气就冲着我来 打你妹妹算什么事 她已经四十了 看起来好像三十左右 皮肤白皙 五官明媚好看 第一眼给人的感觉 是爽朗大方的人 实则相反 韩夫人是一个喜欢斤斤计较的人 而且很刻薄 混账玩意儿 老子都没有打你妹妹一下 你居然敢打她的脸 老子就是这样教你 韩家主看着儿子 眼里闪过不满 看着女儿脸上的巴掌印 就心疼死了 韩佩说 她该打 父亲和母亲也不看看 她都被你们宠成什么样了 简直就是无法无天 她看着韩谦若 平日里对妹妹哪一点感情 都在她一次又一次的 无理取闹中消失了 她说楚王的未婚妻是贱人 当时还有很多下人在 若是传出去了 你觉得楚王会放过我们韩家吗 听到这里 韩家主夫妻都愣了一下 随后纷纷看向女儿 韩家主皱眉问 是这样吗 韩佩看着张嘴 就想说谎的妹妹 提醒一句 当时听到这些话的下人可不少 不要想着骗人 第120章 比一个下唐妇好 韩谦若看着咄咄逼人的哥哥 她站起来大声说 是 就是我说的 那又如何 难道我说错了吗 她狱里就是一个狐媚子 都没有人要了 还要恬不知耻 话还没有说完 又挨了一巴掌 韩夫人和韩家主 都没有来得及阻拦 就看到长子站在女儿跟前了 啊 韩谦若大叫 韩佩 我要和你拼命 说完后 她就朝着哥哥扑过去 韩佩已经闪到一边去 她看向屋子里的婆子 还不把小姐拉开 几个婆子见状上前拉开小姐 却被挠花脸了 韩佩看着哭闹的妹妹 看向自己父亲 嘲讽一笑 看到了吗 这样的玩意儿 送到王府去 父亲和母亲 这是嫌我们韩家太平静了 日子太幸福了 想要寻求一些刺激的事来做 父亲和母亲若不听劝 一意孤行 我只能离开韩家 韩佩看着震惊的父母 她一字一句说 父亲母亲 孩儿惜命 不想因为一个废物 把命搭进去 孩儿还想要迎娶心上人 想要和她和和美美过一辈子 我不愿意和你们去疯 说完后 她转身就要离开 韩家主见状赶紧问 你真的不看好你妹妹和楚王 韩佩笑了 她转身 看着天真的父亲 发现父亲年纪越大越糊涂 父亲凭什么觉得 家里这个废物 能入得了楚王的眼 还是说 楚王殿下拒绝的不够明显 父亲母亲 为何就不愿意承认 你们捧在手掌心的宝贝女儿 不过如此呢 韩夫人没想到 儿子这么看不上女儿 她咬牙 我女儿不行 那狱里一个嫁了人的农家女就可以 至少你妹妹是士族贵女 是黄花大贵女 韩夫人依然觉得不服气 你妹妹再如何 都比一个下唐富豪 如果楚王要士族贵女 难道京城就不多贵女 你见楚王看上谁了 她不喜欢的 就算二品大员的女儿 都可以送去军营工人玩乐 她的视线 落在脸色苍白的妹妹身上 还是你们觉得 韩谦若够几个人玩 这句话够毒也够直接了 韩夫人都被气得眼眶红了 韩家主立声呵斥 韩配却当听不见 她接着说 难道母亲觉得 这个世上 就你女儿一个黄花大闺女 还有 玉璃姑娘不是夏唐富 她是直接修了正义品的永城侯 普天之下 能找到几个如此有勇气和胆量的女子 再看看家里这一坨废物 拿什么和人家比 我以前温生细语对韩谦若 因为她是我亲妹妹 我宠她 护着她 可她的任性 如果危害到韩家 我绝对不允许 她心里想着 既然都说到这里了 那就把事情都说清楚 父亲和母亲 还要一意孤行吗 韩家主说 谦若喜欢楚王 很好 我知道你们的选择了 说完后 韩配转身离开 韩夫人见状想要去追 却被女儿拦住了 娘 大哥骗人的 他怎么可能会离开韩家 他是韩家大少爷 是韩家的继承人 他不可能会放弃荣华富贵的 韩家主点点头 认可女儿的话 是啊 他是韩家大少爷 不可能放弃韩家未来家主这个位置的 离开韩家 他就什么也不是 韩配还没有走远 把他们的对话 全都听进去了 他笑了一声 脚步也加快了不少 他把韩家少主的信物 放在一封信里 随后让自己的心腹 一天后 把这一封信交给父亲 他毫不犹豫离开了韩家 他牵着马 走在来阳正大街上 突然 事先落在前方一个 披着红色披风的少女身上 女子也牵着一匹马 他想要上马离开 可街道上太多人了 他只能牵着马走 脸上还带着几分焦急 韩配喊了一声 阿渊 孟渊文言转身一看 他笑了起来 韩大哥 你怎么在这里 看着那一抹灿烂的笑 韩配的心都跳得比平时要快一点 他没想过 才离开韩家 就可以看到阿渊 只要看到他 所有的不愉快都消失了 韩配没有回答 上前问 你要去哪里 孟渊看了看四周 没有发现孟家的吓人 这才松了一口气 孟渊小声说 我很好奇 楚王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我想要去看看 我是偷偷跑出来的 我大哥和二哥不知道 如果被知道了 估计会被抓回去禁足 韩配文言脸上露出无奈的笑 走吧 我陪你一起去看看 离开韩家后 他没有地方可去 不如陪着小姑娘去安阳县看看 他也对传说中的玉里姑娘很好奇 到底是什么样的姑娘 打败那么多楚王的爱慕者 最后摘下楚王这一朵 屹立在雪山之巅的花 等去看完后 再想想以后的路 或者他以前所想的事 可以变成现实 孟渊没想到 韩配居然要和自己一起去 他和大哥是好朋友 他刚刚还想着 如何说服他 不要告诉大哥 现在好了 直接把人拐走了 两个人骑着马 离开了蓝阳 荣怀没想过 有人会跟在自己后面 要去看热闹 他现在满心满眼都是下平后 很快就可以澄清了 绝影看着一路上 笑着像一个傻子的王爷 第二十五次叹息 终于盼到王爷要娶王妃了 可王爷好像有点不对劲 一整天都在傻笑 这 该不会开心傻了 荣怀看了绝影一眼 缓缓道 再用那种眼神看着本王 本王马上就给你指一个媳妇 绝影听了后脸色变了变 王爷 属下不敢了 傻了 想多了 再想下去 估计王爷就要把一个傻姑指给自己了 荣怀说 绝影 本王一直觉得 你缺少一个能管得住你的妻子 绝影放缓速度 不敢跟王爷靠太近了 荣怀看到他这个怂样 失笑一声 没用的家伙 本王都要定亲了 你连一个媳妇的人都没有 不对 应该是没有一个姑娘喜欢你 因为没有人喜欢 所以他才没有人要 绝影听了后 只差没有吐血 王爷这是有了王妃 所以拼命业于他们这些 没有媳妇疼的人 太过分了 第121章 下聘 震惊 因为带着聘礼 所以荣怀足足在路上走了三天 才到安阳县 此时已经将近五十 绝影已经让人先一步 到凤莱村 告知抵达的时间 所以 李正伯伯和祖老爷爷 已经在玉里家等着了 知道有不少人运送聘礼来 所以玉里让人到县城 请了几个厨子来帮忙做饭 七婶和李正媳妇 都在帮着照看厨房事宜 李正和二祖老 三祖老都有点紧张 他们在院子里走来走去 只有大祖老老神在在 靠坐在一旁的椅子上喝茶 吃点心 紧张是什么 他真的没有 行了 你说的容易 这姑爷可不是一般的商人 是楚王 是我们头顶上的天 玉里进来时 正听到这句话 他忍不住笑了起来 真的特别认可二祖老爷爷的话 楚王可不就是楚帝头顶上的天 在楚帝不需要认可南前皇帝 只需要知道楚王就行了 他笑着说 祖老爷爷 李正伯伯 王爷已经带着人进村了 他只是出来通知一声 因为下聘走流程时 按照习俗 他是不能观看的 一切都会交给几位长辈 大祖老文言站起来 叫丫鬟端水拿毛巾来洗干净手 擦干净嘴巴 这才喝了一口水 行了 我们出去看看吧 他淡定地带着几人走到门外 下聘的队伍 已经到了玉里家院子外 好家伙 王爷已经到阿里丫头家门外了 可下聘的队伍 还看不到尾巴 就算大祖老 这位经历了很多的老家伙 都不由震惊了 这得多少聘礼 玩犊子了 他们这是村子 阿里能有多少嫁妆 就算把他这个老家伙的养老钱拿出来 想到这里 他开始愁了 魏林儿和玉里两人站在阁楼上 完全可以把一切都收入眼底 他也被这阵势吓到了 他也很好奇 下聘队伍的尾巴在哪里 这起码有180台了吧 他对玉里说 看到那一对火焰没 楚王急急回去 应该就是为了那一对火焰 火焰可不好抓 指不定蹲守两天都抓不到一只 玉里浅笑 我看到了他的诚意 至少这一刻 他是真心实意想要求娶自己 荣怀翻身下马 然后和阻挠李正等人寒暄几句 一行人就进了玉里家 聘礼也开始抬了进来 这一幕 简直就惊呆了凤来村的人 甚至连隔壁村子的人 都来看热闹了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 给那么多聘礼的人家 都好奇 这位玉大夫嫁的人家 到底有多厉害 荣怀带着人按照习俗 把所有的流程都走了一遍后 他这才和几位长辈 坐在大厅里说话 因为爱中玉里 所以他放下高傲的姿态 真的把自己当成一个晚辈 和几位长辈聊天 玉里作为今天的主角 是不能出来的 可是聘礼却送到了内院 白薇昨天已经回到了 他和邱雅 带着几个丫鬟忙了起来 他们的目的 就是让人放置好聘礼 也守好这些聘礼 外面围观的人群里 也有老玉家的身影 玉老头看着眼前的一幕 双眼都红了 那是极度的 若这些东西都属于自己的 那该多好啊 玉翅儿更是极度到发狂 看到荣怀出现时 他就想要冲出去了 手却被黑鸭紧紧握住了 黑鸭冷着脸看向玉翅儿 你们要是赶出去 坏了我家小姐的大好日子 我就敲断你们的腿 红袖找到自己 让自己盯着一点玉老头一家 他还觉得 红袖想的有点多 现在看来是自己太笨了 这一家子果然不安分 玉翅儿咬牙 想要说话 却发不出声音 黑鸭想到红袖教自己的话 他笑着凑到玉翅儿边小声说 看到那些聘礼了 看到我们家姑爷了 羡慕嫉妒了 可惜了 你人长得丑心野丑 不配拥有这些 不服气吗 那就憋着吧 你这一辈子 只能看着我家小姐 幸福美满 而孙满堂 你只能再挣扎 再羡慕 可惜没用 因为这些 都和你这样恶毒的人 没有任何关系 玉翅儿本就已经很生气了 听到这些 更是气得肺都要炸开了 他说不了话 只能恶狠狠瞪着黑鸭 荣怀送了180台聘礼来 除了前面那些 是下聘要求的东西外 后面那些全都是各种珍珠 首饰 头面 上好的紧端料子 每一台都被陆时音塞得满满当当 他很清楚 这些聘礼 最后都会当成嫁妆一起带回来了 他也知道 玉礼只有自己一个人 嫁妆也要自己准备 王府啥也不缺 所以他恨不得把好东西 都扒拉到聘礼里给玉礼 这样他和王爷成亲时 嫁妆就很丰厚了 他倒要看看 谁还敢说他们王妃的嫁妆少 同为女人 还有同样的遭遇 陆时音年长玉礼差不多十岁 他是真的心疼玉礼 最重要的是 这一切都是王爷默许的 一百八十台聘礼 直接把几个院子都塞满了 而这一次下聘的事 也被人传开了 羡慕的人比祝福的人多 可玉礼不在意 他只想要把日子过好 把想要做的事做好 那就足够了 前世今生 他都不是很在意闲言碎语 说这些话的人 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他们的任何一句话 都伤害不了自己 下完聘礼后 容怀在玉礼家吃了午饭 这才带着人离开 送聘礼的队伍是回来羊 他则在安阳县住一个晚上 第二天回凤来村 没错 就是回凤来村 有阿里的地方 对他而言就是家 所以他 已经把自己当成 凤来村的一份子了 等到容怀离开后 玉礼和魏灵儿 才去看了聘礼和单子 就连魏灵儿看了后 都嘖嘖几声 你说容怀会不会 把自己家底都掏空了 魏灵儿对南前的事 知道不少 楚帝养兵是靠自己的 朝廷是不会提供任何财物 楚帝的军队人数不少 每年都需要很大一笔花费 在魏灵儿看来 楚王才得到封底十几年 还要养军队 所以不会有多少钱 这些大概就是 楚王可以拿出的全部了 玉礼把视线从礼丹里收回来 视线落在一套红宝石头面上 就算不是全部 也是七成了 第12章 找上门 血肥 邱雅急匆匆走了进来 她说 小姐 门外来了两个年轻男女 说是来扬孟家和韩家少爷小姐 想要进来讨杯水喝 玉礼和魏灵儿对视一眼 魏灵儿挑眉 若是我没有猜错 韩家和孟家是楚第三大家族 这三家的姑娘都盯上你家楚王了 怎么他们家的小姐会来讨杯水喝水 玉礼想起 自己和魏灵儿站在阁楼时 她可以感觉到 不远处有人一直盯着自己看 可当时来围观的人太多了 而且那两道视线没有恶意 所以她没有多管 现在看来 就是孟家和韩家的了 她说 去请他们进来 让厨房准备一桌酒席 邱雅点点头 奴婢这就去安排 魏灵儿笑着说 走吧 我陪着你去看看 两人笑着走到前院去 孟渊和韩佩 已经被人带进了前院暖阁里 他们是跟着宋婢里的队伍后面 来到凤莱村 远远就看到 站在阁楼上的女子 两人一眼就看到 穿着一袭红衣的姑娘 只是离得太远了 所以看不清楚 她长什么样子 两人犹豫了许久 最后还是 孟渊想到 上门逃水喝这样的办法 韩佩本不想陪着这个丫头一起疯 奈何她无法拒绝孟渊任何要求 只能跟着一起来了 幸好御家的人 没有把他们两人拒之门外 要不然 真的太丢人了 玉里和魏林出现时 两人终于看清楚 王妃的样子了 孟渊一个姑娘 都忍不住咽口水 难怪楚王不喜欢 楚地的姑娘了 原来要求这么高 天啊 王妃和王爷日后 生出来的孩子 该有多好看 韩佩也有点惊讶 玉里的绝美容颜 只是她心有所属 所以只是看了一眼就作一 韩家韩佩见过楚王妃 孟渊回过神来 赶紧行礼 玉里浅笑 两位远道而来 赶紧坐下来喝茶 四个人都落座后 丫鬟很快就送上茶水 孟渊喝了水后 有点不好意思地看向玉里 王妃 我和韩大哥 今天冒昧上门打扰了 实在是太好奇 楚王殿下喜欢的姑娘 长什么样子 所以就拉着韩大哥来瞧瞧 说到这里时 孟渊是真的不好意思 她小声说 我本想远远看一眼 奈何看不清楚 就想着找上门来 魏林儿和玉里 都看出两人没有恶意 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玉里看向孟渊 那现在看到了 是不是很失望啊 孟渊摇摇头 没 没 只是很震惊 王妃真好看 她这是真心实意的话 王妃是真的很好看 王妃你千万不要听心外面的话 我孟家的姑娘知道 楚王要成亲后 我们可没有想过 动手脚搞破坏 孟渊担心被美人姐姐误会了 赶紧解释 至于家里那个心心念念 想要嫁给楚王殿下的蠢货妹妹 她和爹爹哥哥 都没有把她放在眼里 有爹爹和哥哥在 黄夫人和孟泱泱 也翻不起任何浪花 玉里没想到 这姑娘这么实诚 她浅笑 就算你们想抢 也得有能力把人抢走啊 韩佩和孟渊 都忍不住看了玉里一眼 只见她美丽 明媚 自信 无所畏惧 这是很多贵女身上 没有的气质 孟渊凑近韩佩身边笑了笑 我不想 我妹妹那个蠢货 也没有脑子抢 孟家就想要安安稳稳赚钱 韩佩看到孟渊这个样子 忍不住笑了笑 她说 韩佩倒是有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妹妹 只是王爷看不上她 上次还直接让人把她拖出去 真的是里子面子都没了 若是他们犯到王妃手上 王妃不用客气 该如何收拾 就如何收拾 孟渊说 你妹妹和我家那个蠢货 加上蒋家那几个都不是善茶 只是我家那个蠢货没有脑子 只会被人当枪使 幸好我爹和哥哥没有犯糊涂 王妃放心 孟家不会给您添堵 说完后 她还拿出一个巴掌大小的锦盒 送给王妃的定清理 韩佩健壮汉颜 她什么都没有拿 不对 她怎么拿着礼物上门 她看着孟渊 瞬间就明白了 身边的姑娘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上门的 呵呵 居然忽悠自己 玉莉浅笑收下 谢谢 秋雅带着人上菜了 玉莉招呼他们赶紧吃饭 孟渊是真的饿了 所以没有客气 而且 王妃家的饭菜 真的太好吃了 王妃 你家的饭菜太好吃了 喜欢吃就多吃一点 玉莉笑着说 家中的厨子 都是王爷寻来的 卫林说 她嘴馋 喜欢吃美食 孟渊文言 双眼都亮了 其实她也喜欢吃美食 可是身边的嬷嬷 不允许她吃太多 总好怕她会长胖 一直都在 控制她的饮食 吃了饭后 几个人在暖阁聊了许久 孟渊早就听说 玉莉医术很好 她由于许久 终于问出 一直想要问的话 王妃 心急能治吗 韩佩文言看向孟渊 一下子就明白 她为何要这样问了 玉莉说 我需要看过病人 那我能把人带来 给你看看吗 孟渊说 南前只要有名的大夫 都看过了 还带去京城 找太医看过 还是没有办法 想到自家二哥 才这么年轻 就得了心急 她心里就难受 二哥很聪明 就是因为有心急 很多事都不能做 玉莉说 可以把人带来看看 只是我的诊费很贵 说完后看向魏林 四娘子的医术也很好 放眼诸国 你很难找到 医术比她还要好的 文言孟渊和韩佩 都震惊了 那我现在就回去 把人带来给两位看看 说完后 孟渊就拉着韩佩飞奔出去了 她是真的想要 尽快回来杨 把二哥带来 玉莉看到两人的背影 笑了笑 行了 杨明的机会来了 魏林说 你就不怕自己 治不好心急 玉莉看了她一眼 还有你在啊 我若不行你就上 魏林呵呵两声 站起来 拿过桌子上的锦盒 打开一看 瞬间就被盒子里的东西吸引了 这是一枚血红色的吊坠 通体红色 很有光泽 极品血肥 这孟家小姐看来 对你好奇是假的 想要上门求医 才是真的 她嘖嘖两声 就冲着这一块极品血肥 你都要把人治好 她见多了极品玉器 宝石 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好的血肥 真的是爱不释手 第123章 潜入安阳县 荣淮第二天早上 就来了玉莉家 还带了一块牌匾来 玉莉看着挂在家门上 翠微圆 她无语地看了男人一眼 你想的 你写的 荣淮嗡了一声 藏在翠微山里的翠微圆 你不喜欢吗 要不然换另一个 玉莉缓缓道 不用 就这个吧 挺好的 还是被折腾了 最怕下一个更难听 你昨天是不是把你们王府库房的东西 全都搬来了 荣淮和他一起走进翠微圆 他笑着说 没有 还有东西呢 到时候 你嫁到王府就知道了 只是剩下那些 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不行 要尽快赚钱 把库房填满了 可不能委屈自家王妃 他走进一进院 就看到魏林 带着一个少年走了出来 少年见到他时 愣了一下 赶紧上前行李 学生吕景焕 见过楚王殿下 荣淮自然知道吕景焕这个人 他说 你怎么会在这里 吕景焕恭敬回答 学生来 跟着四娘子 和玉大夫学医 魏林说 很有天赋 好好教以后 肯定能成为一个厉害的大夫 吕景焕看向魏林 我想要成为军医 说完后看向荣淮 殿下 我学有所成后 可以进入军营吗 他想要进入储君的军营 想要为殿下效力 荣淮点点头 等到玉大夫觉得 你可以了 那本王 随时可以让人送你进军营 魏林 看向玉里 完全傻眼了 所以 我用心叫出来的人 不是留在医馆里 是要送去军营 玉里笑了笑 没事 荣淮带走一个 我讨两个回来 这家伙身边 不缺医术膏的人 他只是想要给吕景 换一个机会 不是谁都想要进入军营 既然吕景换想要去 等到他学有所成后 的确可以成全他 荣淮潜笑 全都给你也行 玉里摇摇头 不属于我的东西 我不要 我想要的自己会去创造 他帮自己培养大夫 甚至还愿意送一些大夫 来医馆作诊 那他也会付出相应的代价 他写了提炼 医用酒精的办法给荣淮 还写了改良版的 麻醉伞的方子给他 还有一个快速处理 外伤的办法 就算两人 很快就要澄清了 他也不会觉得自己 拿荣淮的东西 就是应该 付出都是相互的 他不会做依附 男人的娇花 他就是一朵生长在 深山老林里的诗人花 魏林看着两人腻歪的样子 赶紧带着旅警换跑了 玉里看魏林跑得这么快 他赶紧喊 你别跑啊 你别忘了自己喊 怀着一个咋 魏林说 没事 咋好得很 荣淮和玉里走到屋子里 他说 最近安阳来了不少陌生人 我能发现的全都解决了 我现在就怕有落网之鱼 玉里听了后想到 上次来的汝阳王 知道是谁的人吗 审问不出来 都是硬骨头 荣淮说 以前魏林而藏 在楚地不被人知道还好 现在有人已经知道 他在什么地方了 估计楚地 接下来会很热闹 不想让魏林 父中孩儿出生的人太多了 所以盯着汝阳王 一举一动的人 也太多了 现在汝阳王都离开了一个多远 现在都回到京城了 该知道消息的人 肯定也赶到了 要不然 让魏林先躲一下 等到他把孩子生下来再现身 玉里摇摇头 没用的 既然都已经知道 在楚地 那么离开楚地的路 肯定有人守着 他一个身怀六甲的女子 离开楚地后 还能去哪里 我和他相识一场 不忍心看着他出事 不如就把人留下来 只是需要想一个办法 要不然可能会给凤来村招来获释 荣淮说 让他住进去 楚王府去 让陆时音照看着 玉里还是摇摇头 他不会去楚王府的 若是我这里不留他 他也许会就这样离开 虽然认识时间不长 可他已经了解为 灵儿这个人了 他固执有底线 有人找来的事 不要告诉灵儿 荣淮恩了一声 好 都听你的 我让尹薇盯着一点 发现有一个就杀一个 玉里握着荣淮的手 小声说 谢谢你 荣淮 荣淮把人拉到腿上坐着 他叹息一声 我发现你 总是维护魏灵儿 其实你们才认识没多久 完全没必要的 有时候 他都有点羡慕嫉妒了 想要把魏灵儿 弄得远远的 他的话逗得玉里 哈哈笑了起来 你在瞎想什么呢 在我这里 你比任何人都重要 你是我看上的男人 是我未来的丈夫 你说你 你吃一个男人的醋还行 可你吃一个女人的醋 荣淮捧着他的脸 在他的唇上 清了一下 这才说 因为在意 所以不管是男人 还是女人 只要靠近你 我都吃醋 阿里 我没有你想象那么大度 我不稀罕皇位 我不稀罕 至高无上的权利 我这一辈子 想要的只有你 他认真看着玉里 认真说 所以我在意你的一切 也希望你的心理眼里 都只能看到我 可我知道 这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我愿意站在你身边 陪着你 护着你 可我又不愿意 你和除了我以外的人 太亲密 他把下巴 抵在他的肩膀上 眼里闪过一抹挣扎 他很清楚自己这种 不惜一切 都想要独占他的想法 很危险 可他真的希望 阿里的心里 眼里只有自己一个人 玉里察觉到不对劲 他轻轻拍着容怀的肩膀 笑着说 傻 我是你未来的妻子 自然和你并肩而行 他说话的时候 声音都软了几分 谁能想得到 堂堂楚王殿下 居然这么没有安全感 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 就在自己身上 还真是造孽哦 还有三个月 我们就成亲了 我很期待 容怀文言勾起唇角 你要在莱阳的玉府出嫁 然后我们再回来村子里 宴请村人吃喜酒 可好 我来迎亲也行 就是要提前几天时间 因为我们要在路上 走几天时间 他认真看着玉里 你选择一个 第124章 遇刺 毒发 总是要拉聘礼和嫁妆 到莱阳的 所以我可以提前时间 从凤莱村发嫁 抵达莱阳后 我就住玉府 到时候夫君 再上门迎娶 可好 这样祖老和李正伯伯 都能看着自己出嫁 容怀文言连连点头 好 就按照你说的去做 只是你需要提前半个月到莱阳 玉里恩了一声 白威和怀西慧 为我置办嫁妆 姑母也在莱阳帮忙 可我还是要提前抵达 总不能所有的事都假手于人 我也不会把事情都假手于人 他说 我给京城去了秦帖 我还邀请了永城侯来喝喜酒 玉里文言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 这个男人居然有这样的骚操作 他接着说 他亏欠你 我全都补上 我要天下人都知道 楚王有多在意自己的王妃 陆北指那个 狗男人没有给的十礼聘礼求取 他给 那个狗男人没有亲自上门迎娶 他亲自迎娶 那个狗男人没有给予的 风光婚礼 他给 玉里笑了 我们家王爷真好 他也没有想到 自己居然会有一天脱口就能说出情话来 与这个男人在一起时 真的很轻松 魏林儿带着旅警换进山采药了 因为荣怀在这里 所以魏林儿不想打扰两人的相处 所以进山都没有告诉玉里 吃午饭时 玉里没有发现他的身影 就问了秋竹 秋竹说 小姐 四娘子带着旅警换进山采药了 玉里文言站起来了起来 他们什么时候进山呢 秋竹被小姐这个样子吓到了 他赶紧回答 已经有一个时辰了 他们拿了干粮进山 说太阳下山之前回来 荣怀说 我带着人进山看看 我也去 玉里让青阳保护好家里 他则是何荣怀 日影绝影等人一起进山了 秋竹见状担心问 青阳大哥 这是发生什么事了 看着小姐和楚王殿下两人的样子 好像有什么大事发生 他也开始担心起来 青阳也不知道 他看向翠微山 心里祈祷不会发生什么 他也想要跟着去 可小姐让他保护家里 这里还有楚王殿下 送来的那么多聘礼 所以他不能离开 荣怀进山后 吹了哨子 很快就有十几个人出现了 他看向其中一个人问 可知魏姑娘在什么地方 属下看到魏姑娘 和吕公子进入北山了 荣怀 三人一组 分头去找 务必要找到魏姑娘和吕公子 还要保护好他们 是 十几个人瞬间就消失了 玉里看向荣怀 我也想学轻功 我教你 他是知道 阿里不会轻功的 只是他就算 不会轻功速度也很好 这让他很震惊 两人一边说 一边朝着深山走去 此时 一处山头 魏林儿手持着长剑 看向来人 他吃笑一声 是高玉清 让你们来的 他和吕景焕 已经被人三十多人 包围起来了 吕景焕 只是会一些拳脚功夫 就连自保 都成问题 可魏林儿没有半分担心 他现在就想要知道 是谁这么大手笔 来买自己的命 不 应该是肚子里的 小崽子的命 这些杀手 只是看了魏林儿一眼 杀 其中一个人说完后 马上动手 魏林儿也不客气 动手是要多狠 就要多狠 吕景焕很努力 可还是受伤了 饶是如此 他手中的长剑 还是不停地挥向敌人 等到玉里何荣怀 带着人赶到时 看到的就是地上一地尸体 魏林儿 在揪着吕景焕的头发教训 你是憨子吗 就你这三角猫功夫 死得不够快 吕景焕说 我 我只是想要帮你 刚刚剩下三个人时 那些人不打算杀自己了 全都朝四娘子的肚子砍去 他看到危险 就想要去帮四娘子 殊不知越帮越忙 险些把自己的小命 都搭进去了 如果不是四娘子厉害 明年表哥 就可以去祭拜自己了 两人转身就看到 玉里何荣怀等人 已经出现了 魏林儿赶紧松开手 看着玉里 阿里 你来了 玉里点点头 他上前上下打量 魏林儿一番 你没事吧 没有受伤 魏林儿才想要说没事 就感觉到 小腹一阵坠痛 他脸瞬间煞白 玉里看着他 捂住肚子弯下腰 一股不安涌上心头 他上前 握住魏林儿的手 开始为他折脉 随即脸色都变了 你中毒了 而且不是现在才中毒 而是中毒很久了 因为今天动用了内力 所以现在 才爆发出来 他赶紧从腰间的小包里 拿出一瓶药丸 拿出一颗塞进魏林儿的嘴里 他很快就咽下了 玉里又拿出腰间的水壶 给他喝一点水 幸好他在出来时 担心会出事 准备了天泉水 还有一些解毒丸 魏林儿吃了药 喝了水 就感觉到 没有那么痛了 他这才为自己诊脉 随后苦笑 还真是 很毒啊 玉里说 这种毒在你身上 最少有15年 只要你不怀孩子 这种毒 也许一辈子 也不会发作 可你怀了孩子 动用了内力 这种毒 就会在第一时间发作 这种药一旦发作 会很快伤害到 你腹中的孩子 魏林儿说 肯定是他们 见不得我一家好 我妹妹都已经被他们 害到失踪了 现在连我这个 没有威胁的人 都不放过 魏林儿想到 云兰国里那些士族的人 他很想 把那些自以为是的士族 朝廷命官 全都弄死 玉里说 先回去吧 我想办法 帮你暂时压制这些毒 容怀让人留下来 清理那些尸体 顺便查一查是谁的人 回到崔维园 魏林儿躺在床上 认有阿里 为自己诊脉 玉里说 我给你吃的那颗药丸 已经压制了毒性 可以解毒 只是会很棘手 而且 不能现在解毒 因为会伤到孩子 可现在不解毒 生孩子时就会毒发 很有可能一失两命 对吗 玉里点点头 你自己都清楚了 你如何想 第125章 阿里反击 魏林儿苦笑 所以我现在只有 两条路可以选择 一就是 孩子死我活 二就是 我和孩子都在生产时 毒发肾亡 说完后 他眼泪不断落下 从几岁时 被歹人掳走后 他就很少哭得这样悲伤 他知道 哭泣是最没用的办法 上次大哭 是因为母后中毒 他害怕自己 成了一个娘的孩子 这一次是因为 害怕自己的孩子出事 玉里叹息一声 他的天泉水 可以救魏林儿 却不能救在胎里 已经中毒的孩子 现在 摆在魏林儿跟前 的确只有两条路走 不管是哪一条路 孩子都是活不了 玉里伸出手握住 魏林儿的手 他一句话也不说 因为这是魏林儿的人生 要如何选择 是他自己的事 魏林儿一直不说话 只是在哭泣 玉里守在他身边 等他睡着后才离开 荣怀一直等在 玉里的院子里 看到他回来了 缓缓说 已经查出是谁的人了 玉里看过去 荣怀说 有一个是高玉清的暗卫 其余都是杀手 这已经是第二拨人了 前些天我的影卫 杀了几个高玉清的暗卫 估计他们进入来阳后 分头行动了 所以我的人 没有发现这一拨人 玉里说 好一个高玉清 好一个汝阳王 想起汝阳王嚣张的样子 他冷笑 若非他跑来奉来村 林儿的行踪 就不会被人发现 他不是盼望这个孩子吗 他眼里闪过历色 他那么宠爱高玉清 甚至为了高玉清 伤害了林儿 我倒要看看 他知道高玉清的人 害死了他的儿子后 他会如何 荣怀文言看了一眼玉里 当真无法解读 玉里和他四目相对 他轻哼一声 你什么意思 觉得我在欺骗你 荣怀只是笑 眼里的温柔和宠溺 都快要溢出来了 被他这样一看 玉里也不好说没办法了 他坐下来缓缓道 也不是没有办法 让孩子活到出生 出生后会如何 就要看天意 他说 想要护着他道 顺利生下孩子 需要魂血草为药引炼制解读完 而且解读过程很痛苦 林儿若是熬不住 就有可能在解读时 便一失两命了 若是熬过去了 生下来的孩子也是体弱 魂血草 荣怀皱眉 我们也只是听说过 从未见过魂血草 玉里看向翠微山 眼神忧深 师父说翠微山最深处 有魂血草 他老人家见过 想要采摘时 却被附近的巨蟒所伤 而且翠微山里不止一株魂血草 可每一株魂血不远处 都有猛兽安家 想要采摘魂血草 那就只能拿命去拼了 荣怀说 我陪你去 知道未婚妻 早就想要进入翠微山深处了 就算自己不陪着他一起 他早晚也会自己进去的 不如趁着这个机会 和他走一趟 玉里点点头 好 我们明天出发 出发之前 他需要做一件事 想到这里 他眼里闪过一抹狠意 让人去找一个 五个多月早产下来的死胎 然后让人送回京城 交给汝阳王 他不是要孩子吗 那就把孩子还给他 看到魏灵被人欺负 他就有点暴躁 看到他这么坚强的一个姑娘 却因为选择而在床上哭泣 他就想要杀人 高玉清 汝阳王 我倒要看看 你们妇女的感情 是不是真的那么好 他知道 魏灵身体里的毒 不是高玉清下的 可他派来的人 却导致魏灵提前毒发 高玉清不但想要 灵儿腹中孩子的性命 还想要魏灵儿死 他也不会现在 就要高玉清的命 让他们妇女反目成仇多好啊 容怀文言看了他一眼 他似有所感看了过去 问 是不是觉得我心肠歹毒 容怀摇摇头 未曾有这样的想法 被人欺负了 反击那是正常的事 我宁愿你交蛮任性去欺负人 也不愿意 你是站着挨打的人 因为你去欺负人时 有我在后面为你撑腰 你若受伤了 我在为你撑腰 你已经痛了 我瞧着也痛 所以还是别人痛吧 玉璃去告诉魏灵儿 只要能找到魂血草就可以解毒 并且把有可能会发生的事 全都告诉魏灵儿 魏灵儿听了后 看向玉璃 不要去 我比你清楚 想要采摘魂血草的不容易 我不能失去孩子 还要失去你 我已经没有亲人在南前了 我不想你也出事 玉璃文言拍拍魏灵儿的手 放心吧 我和容怀一起去 我们不会有事的 已经有人知道你在这里了 所以 你需要换一个地方休养 容怀说 把你送去燕帝 让燕王帮着照看一下 燕帝如今在打仗 可大后方还是很安全的 而且有燕王在湖人 是没办法进入燕帝 我本想把你留在身边 可我发现不行 他柔声说 我已经让人寻找一个 小产下来的胎儿 送到京城给汝阳王 到时候 你的孩子生下来 就和王府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留在楚地生孩子 很容易被发现 魏灵儿沉默许久 这才说 让你和楚王殿下费心了 除了家里的人 还是第一次有人这样 为自己考虑 他也希望孩子 可以平平安安生下来 不管魏灵儿如何说 玉里和荣淮都选择进山 绝影和日影 还有成果想要跟着 却被荣淮拒绝了 玉里在出发之前 留下很多天泉水给魏灵儿 让他每天都要喝 听着他的碎碎叨叨 魏灵儿也给了很多解毒丸 毒药玉里带着防身 魏灵儿站在院子外 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 眼眶都红了 发现这几天 自己越发爱哭了 孩子 看到了吗 你若有幸活下来 一定要记住这一份恩情 阿娘也不会忘记 两人进了山里后 荣淮就背着玉里施展轻功 很快就进入翠微山深处了 到了深处 树木繁多 太阳很难照射下来 这里中年都是阴冷的 荣淮牵着玉里的手走在山里 若到了只能一个人走的小路上 他就会背着玉里 继续往前走 玉里说 师父说 要进入翠微山最深处 我们都走了半天时间 还没有走到最深处 这翠微山到底有多大 以前师父也是 一去就是好几天 甚至半个月 第126章 引开两头猛兽 荣淮往前看了看 这才说 翠微山很大 安阳和屈州戒备处开始 一直蔓延数百里 直到何有烟地接壤 所以我们要寻找浑血草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玉里皱眉 想到魏灵儿如今的情况 她有点担心 灵儿支撑不到自己回去 她想到自己的无人机 看来要趁这个家伙不注意时 放出无人机去查看 这个机会很快就到了 玉里想要吃烤肉 龙怀只能去逮几只野鸡 或者野兔回来 玉里看她不在 确认四周无人时 才把无人机拿出来 这一刻多么庆幸 这无人机是太阳能充电的 不担心充电的情况 她调整一下 然后把无人机放了出去 接连两天 他们都在翠微山里 他们也不知道 自己到底走了多远 担心会迷路 只能再来的路上留下记号 玉里已经挖了很多极品药材 有几百年的人参 血灵汁 甚至有一些玉里 在前世 就想要去原始森林找寻 翠微山真的是得天独厚 再也找不到比翠微山 更适合种植药材的地方了 她想要把安阳县 打造成天下最大的药材市场的决心 更坚定了 龙怀点点头 她也想不到 自己地盘里还有这样的好地方 以前居然没有注意 这消息不能告诉任何人 龙怀看向玉里 可以在外围开荒种植药材 绝对不能让他们进入翠微山深处 一旦这里有珍贵药材的消息传出去 就会有很多人前来采摘 这是她的地盘 她不希望任何人来这里 糟蹋了这些药材 好东西只有落入石货的人手里 才能发挥作用 玉里说 那就不要让翠微山进入别人的眼里 你寻多一些药材种子来 我培育过后 让人去种植 不要距离在安阳县种植 在处地别的地方都可以 要分散注意力 这样处地很多地方都可以种植药材 他们就不会惦记翠微山的东西了 若大的处地 若只有翠微山 才能种植出好药材 那太扎眼了 不如把这个范围扩大一点 龙怀点点头 已经让人去准备药材种子了 到时候有劳夫人了 好说好说 玉里浅笑 她的视线突然落在一处峭壁上 峭壁高处 有一朵盛开的紫色花朵 正在迎风摇曳 玉里双眼都亮了 九尾龙骨花 龙怀也顺着视线看去 那就是九尾龙骨花 玉里连连点头 好东西 她对药材不是很了解 可瞧着阿里的样子 就知道这是可遇不可求的 看她虎视眈眈的眼神 就知道她对九尾龙骨花 势在必得了 她问 采摘还是挖 需要注意什么 我上去弄下来 玉里从贝楼里扒拉一下 故作找东西 实则从空间拿出一个盒子 她看向容怀 连根都挖出来 然后放在这盒子里 九尾龙骨花 一旦离开泥土一刻钟后 就会凋谢 凋谢后 就没有任何用了 九尾龙骨草处理起来很复杂 炼药的速度 比不上她药效散去的速度 所以 很多人就算拿到九尾龙骨花 都不知道如何入药 她没有打算处理了九尾龙骨草 而是把它种到空间里 至于这个盒子 的确是家族质宝 不管多珍贵的药材 放进去 都能锁住药材 不让它凋谢 这个盒子 只是用作掩人耳目罢了 很多事都可以信任容怀 唯独空间的存在 不能告诉她 人性啊 呵呵 经不起考验 她这个秘密 是要带到棺材里 容怀认真听玉里说一些注意的事项 她认真记下来 然后才飞身到峭壁上 有了容怀出手 九尾龙骨花 很快就成为玉里的囊中之物了 她找借口去方便一下 实则进入空间去种植药材 进入山林第三天晚上 玉里看容怀真的睡着了 这才拿出一根熏香点燃 确认她不会醒来 她才走出山洞了 她不知道的是她才离开 睡着的人缓缓睁开眼 她的视线落在不远处的熏香上 她很清楚 这熏香会让人睡得很沉 直白一点就是会让她陷入昏迷 她没有起来 而是闭上眼继续睡 她知道阿里有很多秘密 可她不说 她便不会去窥探 无人机在她的控制下 落入脚边 她查看了无人机拍摄下来的画面 终于找到了浑血草的下落 而且还是两株浑血草 有点麻烦的是 一株浑血草附近是蛇窟 画面清楚可以看到 都是一些剧毒的蛇 一株浑血草附近 有一公一母两头熊虾子 她呵呵两声 还真是 有点难度啊 她画出了地图后 这才转身返回山洞 第二天早上 玉璃有意识地带路 荣怀无条件去信任她 两人走到了第一株浑血草附近 玉璃指了指两只 趴在地上睡着的熊虾子 你能引开那两只大家伙吗 我去挖浑血草 荣怀点点头 你小心一点 玉璃恩了一声 这里有浑血草 那就证明 这里适合浑血草的生长 应该不会只有一株 你看看 能不能把熊虾子 引去别的地方 指不定附近还有别的野兽之类 两虎相争必有一败 熊虾子和蛇群 打起来也可以的 荣怀看向玉璃 劳烦夫人为我指一条路 你说往哪边走 我就往哪边走 玉璃心扑通扑通跳 这家伙有点不对劲 她是知道什么吗 她想了想说 往东北方向走吧 她看了看四周 说 这一株浑血草 生长在一处水潭旁边 指不定附近 也有什么小戏小水潭之类 生长有浑血草 好 我现在就去引开两头熊虾子 你的速度要快 我害怕他们会折返回来 说完后 她飞身而起 到了熊虾子前方 她射出绣剑 直中一头熊虾子 她出现后 熊虾子就嗅到气息了 现在还被攻击了 瞬间就怒了 他们站起来 就看到一头两脚兽 就是她攻击他们 这浓郁的杀意 就算是一头熊 都感觉到了 两大哥发出狂怒声 开始朝荣怀而去 荣怀剑状勾起唇角 开始狂奔起来 她按照阿里所说 朝东北方向而去 第127章 入蛇窟 玉璃看着她离开的背影 有点担忧 她本想自己去 引开两头熊虾子 可她担心 荣怀会把魂血草的根弄断了 要寻一株魂血草可不容易 所以只能让荣怀 引开熊虾子 自己去挖魂血草 玉璃看了四周一眼 发现没有任何动静 这才从高处跳下去 她快速到了魂血草的地方 开始挖了起来 她很小心 就怕会弄断魂血草的根筋 另一边的荣怀 带着两头熊虾子 朝着蛇窟的方向跑去 很快荣怀就看到那地上 树上都满是蛇群的蛇窟 她挑眉却不觉得有任何意外 她从半空中飞升而过 熊虾子没有注意 一下子就冲进蛇群里 然后 熊虾子和蛇的大战就开始了 荣怀朝着四周看去 果然看到 一株魂血草 生长在一处峭壁下 她看了四周 一眼发现魂血草附近 还有很多蛇群 她飞升到一处高树上 她此时此刻 就是蛇窟里的闯入者 树上的蛇都开始张嘴 咬这个不知哪里来的两脚兽 下方的蛇群像是听到了召唤 也纷纷开始爬到树上来 密密麻麻的蛇群 让人看了后觉得全身毛骨悚然 熊怀淡定从腰间的袋子里 拿出一瓶蛇药粉倒在脚下 她的一百长袍也沾染了粉末 蛇群像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不断开始后退 甚至往树下跌去 这些蛇蛇粉是陆世瑜弄出来的 蛇蛇的效果真的很好 就算是巨蟒出现 嗅到这些蛇蛇粉也会退避三射 她把瓶子里的粉末倒在树下 四周的蛇群一下子就散去 两头熊瞎子身上 已经被密密麻麻的蛇缠满了 熊怀健壮挑眉 并没有插手的打算 不管是熊瞎子 还是蛇群一旦出山 都会有百姓遭殃 既然遇到了 那就杀之 她站在树顶上朝玉里所在的方向看去 不久就看到一个美丽的姑娘 朝这边狂奔 她明明不会轻功 可她狂奔的速度很快 像是一瞬间就到了附近 熊怀飞身到了玉里身边 抱着她的腰 就把人带到树顶上 然后再稳稳落在地上 玉里一眼就看到那一株浑血草 她笑着开始挖了起来 阿怀 谢谢你 熊怀文言愣了瞬间 她叫自己阿怀 她勾起唇脚笑了笑 不用谢 这是我应该做的 玉里把浑血草挖出来后 两人在联手把熊瞎子杀了 然后在四周撒满了蛆蛇粉 把蛇群全都困在一处深坑里 一把火下去 四周很快就有一股焦味弥漫 等到蛇群都烧死 确保火也熄灭了 两人才快速离开 回去途中 熊怀背着玉里 一步一步朝前走去 她现在整个人都放松下来 熊怀说 阿怜 以后叫我承玉 这是父皇为我取的婊子 除了父皇和我外 没有人知道这个婊子的存在 父皇私下会称 她的婊子 父皇不在了 再也没有人这样喊她了 这一刻 她突然很想听阿怜这样称呼自己 承玉 玉里轻声喊出这两个字 她说 你父皇对你的心思 都在这个名字上了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最后登基的是先帝 在南前国 遇这个自非帝皇 或者储君不能用 民祖帝为荣怀取这个婊子 就证明了 他真正主义的继承人 是荣怀 荣怀说 我是父皇的老来子 父皇离开的时候 我还没有长大 在很多朝臣的眼里 主少误国 不是父皇不想她登基 而是年幼的她 无法掌控全局 而且 先帝是父皇的嫡子 她并没有任何过错 开拓民君做不了 守城还是可以的 有一个成年 并且有孙子的嫡子在前 若父皇真的敢把我立为储君 等待南前的 就是血流成河 也因为这样 父皇为自己取的婊子 也不能堂而皇之 告诉任何人 不过父皇留下了圣旨 所以 就算被人知道也不怕 他只是害怕麻烦 所以 就连陆诗云都没有告知 玉璃瞬间明白 成玉这个婊子 也只能是两个人 私下识成虎 他抱着男人的脖子 小声说 总有一天 我要世人都知道 容怀的婊子是成玉 我要光明正大 称呼你的字 容怀文言浅笑 好 只允许你这样称呼 两人走了一天才回到 玉璃又花了一天时间 才把药丸做出来 解毒的过程很痛苦 魏灵儿觉得自己 是从地狱里走了一遭 等到完全解毒后 他整个人 都像是在水里打捞出来 还没有清理干净 就陷入昏迷了 玉璃只能让秋雅和秋竹等人 帮他清理干净 穿好衣裳 他坐在一旁 为魏灵儿诊脉 发现这些毒已经解了 秋竹看了一眼 脸色苍白昏迷不醒的人 小声问 小姐 四娘子和他腹中的孩子没事吧 玉璃说 需要好好养着 生下来也是体弱 至于后期能不能调养回来 这就要看孩子自身了 这一点现在说还早 需要等到孩子出生 看过孩子 诊脉后才能确认 秋竹看着短短一个多时辰 就好像受了很多的魏灵儿 他低声说 谁这么残忍 居然如此歹毒 玉璃说 这世上从来就不缺心狠手辣之人 你家小姐也不是良善之北 他看向秋竹 有人为钱财 有人为权势 有人为女人 有人为男人 为了心知所想 总能化作地狱修罗 不择手段 踩着累累尸骨也要得到 秋竹闻言陷入沉思 是啊 若没有贪念 他又何至于会落入贼人之手 最后险些丧命 不管小姐要做什么事 奴婢都会紧随其后 玉璃听了后 拍拍秋竹的肩膀 你们现在就做得很好 让我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秋竹闻言脸有点红了 他浅浅一笑 比起白薇姐姐和淮西姐姐 我们做得还不够 玉璃一边走一边对秋竹说 放心吧 等你们出师后 你们的责任也会很重的 白薇和淮西 都是跟着原主多年 是原主一点一点培养出来的 他如今身边这几个 都是聪明的姑娘 他都有大用 他走到门外 看着秋竹 你先在这里照顾这四娘子 他醒来后 身体会很虚弱 你一个人若忙不过来 就让红秀来帮你 秋竹点点头 奴婢会照顾好四娘子 玉璃走出魏林儿的院子 就看到秋雅走了过来 小姐 绝影回来了 找你有急事 第128章 忽悠在婚 玉璃回到院子时 绝影已经等在这里了 他还拎着一个 用白布盖起来的竹篮 看到玉璃回来时 他恭敬喊了一声 王妃 找到了 绝影连连点头 找到了 还是一对双生子 玉璃有点意外 你自己找的双生子 死去的双生胎儿 则则 若汝阳王看到这些 会不会气到要冲去路架 杀了高玉卿 绝影笑了笑 是王爷让属下找的双生子 王爷已经让人准备了宾馆 一路上都会把这两个摊 放进宾馆里 即便到了京城 这两个摊 依然会保持现在的样子 玉璃恩一声 那就送去京城吧 顺便让人去看看 汝阳王见到这两个摊儿时的样子 看完后 让人传书告诉我们 绝影心里暗暗想着 王妃 其实想要看热闹吧 绝影才到翠维园外 秋竹就追了上来 他把一封信交给绝影 绝影大哥 这是四娘子亲笔信 他说 把信和死胎一起送到京城 给汝阳王 绝影接过信 我知道了 很快 翠维园里就传出了 四娘子进山采药 遭遇歹人 最后导致小产 一对双生子就这样没了 四娘子也昏迷不醒 七婶和蒙二娘得到消息后 赶紧上门看望 他们只看到脸色苍白的魏灵 他此时整个人都脆弱到 就像一碎的东西 让人看了心生不忍 蒙二娘说 我家养了几只母鸡 我现在 回去抓来给你们熬汤 给四娘子喝 七婶点点头 我家也有 可怜的孩子 真的遭罪了 杀千刀的 好好的两个孩子就这样没了 这不是要了当娘的命 秋竹听了后 都忍不住跟着眼红 若非小姐和王爷进山采药 四娘子和肚子里的孩子 肯定就没了 不管狱里如何说 蒙二娘和七婶 都回家去抓了几只鸡来 村子里的人得到消息后 陆陆续续有人送了鸡蛋 送鸡上门 全都是给四娘子 魏灵儿补身子 玉璃看着院子里 绑着双脚的母鸡 再看看几箩筐鸡蛋 她忍不住对身边的秋雅说 村子里的人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钱了 谁送鸡就送鸡 这里得有好几十只了 还有好几百个鸡蛋 她从原主的记忆里得知 以前村子的人 一年到头 也吃不到几次肉 鸡蛋也是宝贝的吃食 可不是谁都能吃得上鸡蛋 秋雅忍不住笑了起来 小姐这是小看了 他们采药赚的银子了 我听说开年到现在 有人一家子进山采药 已经赚了好几两银子 他们家的男人 还在工地里帮忙建房子呢 一家子没少赚钱 秋白也跟着笑了起来 小姐 他们真的很好 懂得感恩 她负责收下这些鸡和鸡蛋的 自然知道谁家送了 谁家没有送 就连村子里最抠门的那家人 都送两只鸡 二十只鸡蛋来 玉璃笑了起来 让村子里的人过上好日子 这是她回凤来村的目标 现在看来 已经出现成效了 秋白说 就连陈牙家都送了鸡蛋来 玉璃想了想说 秋白 家里若有什么针线活做不完 需要请人做 那就请丁香草做吧 丁香草就是陈寡妇 陈牙的阿娘 七婶说过 她的针线活不错 秋白闻言 双眼都亮了 对啊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他们洗舞的人 最容易弄坏衣服了 有不少需要缝缝补补 还有不忘大叔也回来了 姑爷让人帮他做几套衣服 姑爷说不忘大叔到了三月份 就要离开安阳县到外面去 玉璃是知道 潘不忘要去做什么 他说 做五套下一 再做五套秋一 全都让丁香草做 一套给一百文 秋白答应下来 我现在就去库房 寻一些料子送过去 说完后秋白就跑了 玉璃想要提醒秋白 让人帮潘不忘量好尺寸 可他已经跑了 等到秋白送了料子 到丁香草家时 并说明了来意 你可以晚上做 三月份之前做好就行了 丁香草看了一眼 桌子上的三匹布 一套一百文 十套就是一两银子 他只要晚上做 不用到三月份 就可以做好了 想到这里 他激动到脸都红了 秋白姑娘 需要做多大 秋白傻眼了 我 我忘记了 天啊 让人做衣服 居然忘记 让人询问一下 不忘大叔的穿衣尺寸了 他说 香草嫂子 要不然你随我去翠微园里 你见过人后 再让人两尺寸给你 丁香草 也只能跟着秋白去了翠微园 潘不忘得知 王爷吩咐人给自己做衣服 他只能站在院子里 任由小四粮身 视线突然落在 跟在秋白身后 恨不得把脑袋 都搭到地上的女子 这就是要给自己 做衣服的绣娘 看看他衣服上 满身的补丁 也不像是绣娘啊 等到粮好了 秋白才把写下来的数 告诉丁香草 他抬起头看向秋白 连连点头道谢 谢谢秋白姑娘 我会尽快把衣服做出来 我先回去了 要不然小豆芽回来 看不到我会哭的 秋白赶紧把人送出去 回来时 经过潘不忘居住的院子 发现他靠在门边 戴着面具的脸 此时此刻看不清 他到底在想什么 潘不忘问 秋白姑娘 刚刚那妇人是谁 秋白文言看了一眼潘不忘 他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 直接就把丁香草的事 告诉潘不忘 末了还说了一句 不忘大叔 香草嫂子白天 还要开荒种药材 所以 你的衣服没有那么快就做好 担心不忘大叔会去催促 所以 他还是提醒一句 潘不忘听了后笑了笑 无妨 我有衣裳穿 那就行 我还有事要忙 秋白说完后 就朝着大厨房方向而去 他要去处理那些鸡蛋合肌 秋白离开后 青阳从树上跳下来 他刚刚不小心 把两人的对话全都听进去了 忍不住看向潘不忘 其实 你可以再娶一个媳妇 再生一个孩子 有人70岁还当爹 你现在还不到50岁 生好几个都可以 若身体有问题 可以让四娘子或者小姐 帮你医治一下 第129章 这是一辈子的事 潘不忘文言 看了一眼青阳 我没有任何问题 青阳嘖嘖两声 据问你30岁才得一子 若你身体没有问题 就是你的妻子有问题 要不然 不可能那么久 才得这么一根毒秒秒 潘不忘听了后青阳的话 第一次陷入沉思 妻子以前看过大夫 大夫说 他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 不是妻子的问题 那就是自己的问题 想到这里 他有点烦躁 青阳拍拍 潘不忘的肩膀 老潘 你若中香火传承 我真觉得 你应该再娶一个 你就在凤莱村安家 平日里 主子让你出去忙时 你妻儿留在村子里也无妨 凤莱村真的是我认知里最好 最温暖的村子了 一开始 也有人来捣乱 无妨 揍一顿就行了 现在再没有人上门来闹事了 他们都忙着开荒 采药 赚钱 潘不忘和青阳的对话传到后院 狱里看向荣淮 其实青阳的建议真的很重肯 潘不忘现在成亲 再生几个孩子也是容易的事 他帮潘不忘治过伤 自然知道他身体的问题 只要吃一段时间的药就好了 担心潘不忘早死 不怕 他这边会开药 为他调理身体 只要不是被人杀死 让他活到八十岁不成问题 荣淮说 我找他聊一聊 他对潘文的死一直都耿耿于怀 觉得是他自己无能让潘家断了香火传承 现在只要潘不忘愿意成亲 再生几个孩子 这个心结就不存在了 至于答应帮助潘不忘报仇的承诺 依然存在 荣淮说干就干 真的去找潘不忘谈话了 越理想到 潘文的死 是因为陆北纸提供的消息 而给消息陆北纸的人是自己 算起来 自己不杀潘文 潘文也因自己而死 虽然是他自己笨 被陆北纸当枪使 可他也不会否认有自己的问题 如果潘不忘真的能再婚 他会让人照顾好他的妻儿 荣淮出去半个时辰 就带着潘不忘一起回来了 玉璃从写计划书里抬起头 他说 已经答应了 玉璃有点意外 笑着 看向潘不忘 有看上的 如果没有 不可能这么快就答应下来 潘不忘沉默片刻 这才点点头 丁香草 玉璃和荣淮都有点意外 他们没想到 潘不忘居然看上丁香草了 你怎么就看上他了 他真的就是好奇 没有多想任何事 他是一个很坚强的女子 我需要一个这样的妻子 他以后很多时间都会在外面跑 所以他需要一个 可以让自己安心的妻子 王爷说的对 子嗣一直都是他最大的伤 他娘死的时候 他已经成亲多年了 可还是没有孩子 他娘是死不瞑目的 他到死都觉得自己是潘家的罪人 所以 这是他的一个心病 玉璃说 我需要问一问香草嫂子 如果他也愿意 你们就私下见一见 村子里的祖老里 正都是比较开明的人 并不反对寡妇在嫁 就像前段时间出世的陈珠珠 不管是陈姓族人 还是玉姓族人 还是别的姓氏的族人 都跟陈珠珠说 养好身体后 找一个更好的 所以 丁香草在嫁 也不是什么问题 当然最重要的是 当事人原因 盼不忘点点头 有劳小姐了 用了晚膳后 玉璃带着秋白 在村子里闲逛消食 看到不少神子阿嫂们 和他们闲聊几句后 就走到了丁香草的家 他们母女才吃完饭 陈牙在洗碗 丁香草在油灯下裁剪 这是准备做攀不忘的衣裳 玉璃敲门时 陈牙得知 是玉大夫 就赶紧去开门了 秋白是一个聪明的姑娘 赶紧带着陈牙到 一边去厨房帮着收拾 玉璃就坐在一旁 丁香草有点拘谨 玉大夫 你这么晚过来 是有什么事吗 她有点慌张了 玉璃看出她的紧张 赶紧说 别慌 我只是找你聊聊天 丁香草还是慌 她腼腆一笑 我以为你不让我帮着做衣裳 话音落下 她就听到玉大夫的笑声 玉璃看向丁香草 嫂子真的误会了 我只是来问一件事 嫂子有在嫁的打算吗 她不喜欢拐弯抹角 来这里也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询问一下丁香草的想法 丁香草有点愣了 有不少人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可她没想过 玉大夫也会这样问 她回过神来才说 我不想委屈 我家小豆芽 所以没有想过 再嫁这个问题 她担心自己在嫁后 就算带着小豆芽过去 她也会被人欺负 玉璃看了一眼厨房的方向 再看看一脸温柔的女子 叹息一声 不管任何时候 女人都很难 如果你有再嫁的想法 可以考虑一下 今天你看到的潘师傅 她虽然戴着面具 可那张脸长得并不吓人 嫂子 你先别急着拒绝 先听我把潘师傅的事说完 你再考虑一下 丁香草想到 今天那个很高的男人 她有点慌 她今天都被吓得 不敢抬起头看人 你说 我在听 玉璃组织了一下语言 潘师傅今年47岁 妻儿都不在了 如今就她孤身一人 她是一个五师傅 却不会打媳妇孩子 她很敬重死去的原配 也没有小妾之类 现在就想要找一个妻子 共度余生 你今天去摧微原时 她看上你了 想要和你成亲 她说了 会把你的女儿 当自己亲生的 玉璃看向丁香草 她是一个重承诺的人 说了这样的话 必定会做到 她有点不好意思说 就是比你大20岁 丁香草文言看了一眼玉璃 忍不住笑了起来 玉大夫 其实这些年 也有人上门 跟我说过这件事 其中就有50多岁的 还说什么 我带着女儿过去就行了 那边有儿子了 儿子都不用我生了 有些虽然也是30岁左右 我嫁过去 就是给人当奶娘 帮人照顾孩子 也有死了妻子 就想要娶我回去 好好过日子 可他们提出了要求 就是不能带着小豆芽 所以 她这些年 真的什么样的人都见过了 大20岁算什么 玉璃沉默片刻 其实她也知道 寡妇在嫁 很难嫁到很好的人 她说 别人我不敢说 可潘师傅的人品 是没有任何问题 她也说了 若你答应嫁给她 她就在凤莱村建房子 以后她出去赚钱 你就带着小豆芽在家 日后小豆芽出嫁了 她会为小豆芽准备嫁妆 不会让你和她受到委屈 这些都是潘不忘的原话 嫂子 你自己好好考虑 如果不想可以直接拒绝 这个没关系的 不要有任何负担 毕竟这是一辈子的事 第130章 选择 要生几个 晚上 丁香草看着躺在身边的女儿 小豆芽 阿娘 帮你找一个阿爹好不好 玉大夫走了后 她想了很多事 想到失去丈夫的这些年礼 被人欺负 被人排挤 小豆芽 更是一次又一次被人揍 这样的状态 一直维持到玉大夫回来收药材 大家都有事做了 没有空在背后说三道四了 她和女儿的日子才好过一点 她以前其实也想过再嫁人 这样女儿的日子 是不是会好过一点 可外面的人都传言她是灾心 所以好一点的人家 都看不上自己 玉大夫从来不是一个 多管闲事的人 可她今天来了家里 愿意让她亲自走一趟的人 应该也不会差 所以她动了心 想要赌一把 虽然她很怕那个人 可这样的人 才能护住女儿和自己 至于给女儿准备嫁妆这些事 她没有想过 她只需要她护着自己和孩子 女儿的嫁妆 是她这个当娘的责任 尘牙文言小声问 那她会喜欢我吗 会打我吗 五秀的爹就会打她 丁香草文言沉默了 五秀是她娘在嫁时候 带来的孩子 在家里过得并不好 经常挨打 还要干很多活 我们先看看 如果她会打人 那我们就不要了 她抱着女儿说 如果这个不行 那阿娘 以后就守着小豆芽过日子 因为这个 是玉大夫亲自来说的 所以她才鼓起勇气赌一把 尘牙也渴望有爹点 所以她点点头 好 第二天 玉里就得到丁香草的回复了 她和小豆芽 想要见一见潘不忘 容怀马上让绝影 送了一张人皮模具 给潘不忘 潘不忘看着人皮模具 是拒绝的 她说 我戴着面具就好了 绝影看了她一眼 香草嫂子 家里有一个女儿 这孩子很乖巧 可胆子很小 你也不怕 吓到人家母女 而且 你一直戴着面具 到时候传出不好的话 会影响到这对母女 既然你想要和香草嫂子成亲 那就要顾及一下她和小豆芽 绝影算是明白了 原来武夫和武夫 也是不一样的 自己这么温柔细腻 潘不忘却这样大大咧咧 在绝影强硬要求下 潘不忘 还是用了人皮面具 人皮面具 是陆世云做的 可以坚持两个月不换 和潘不忘自己的样子 有五分相似 担心外面的人会说三到四 所以狱里 让秋白带丁香草和小豆芽 到脆微园来 他直接把二经院的北院 空出来 让他们走走看看 说说话 潘不忘虽然改变了身份 可他在四海钱庄存有银子 只需要拿着印信 去取就可以了 他听了绝影的建议 去县城给母女两人 买了一份见面礼 担心他们不会接受 所以没有买太贵重的 给母女两人买的都是银手镯 在他们来的时候 潘不忘坐在椅子上 想到去年被杀的儿子 他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的仇 报仇是他毕生的目标 他现在想要澄清 为的是自己的血脉 可他也会负担起一个丈夫 和一个父亲的责任 就在此时 门外传来脚步声 秋白带着丁香草母女 走进院子 他说 香草嫂子 我们家小姐说了 这是翠薇源 你们有什么可以说一下 如果不合适 外面也不会有人 把今天的事传出去 丁香草点点头 他牵着女儿的手 小心翼翼往前走 潘不忘转身 两人四目相对 丁香草这才发现 昨天戴着面具的男人 现在露出了那张脸 浓眉大眼 皮肤成小麦色 说好差不多五十岁 其实看着也四十岁这样 他看着母女两人 小豆芽也看着她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小豆芽 那么小一个 怯生生地看着自己 他的心一下子就软了 他上前走了几步 走到小豆芽跟前 孩子 你叫什么名字 陈芽说 我叫陈芽 阿娘叫我小豆芽 说完后 他往阿娘身后藏了一下 伯伯 你是要给小豆芽当爹吗 这个伯伯好高啊 如果带出去了 他们肯定就不敢欺负自己了 潘不忘以为自己 真的会吓到这个孩子 没想到他看起来怯生生 却一点也不怕自己 他笑了笑 如果你阿娘答应 我可以给你当爹 说完后 两人齐齐看着丁香草 他的脸瞬间就涨红了 他小声说 你 你会打小豆芽吗 为了女儿 他鼓起勇气看着潘不忘 我不管走到哪里 都要带着小豆芽的 我永远也不会放弃他的 如果你做不到这些 那就算了 潘不忘看了看母女两人 他说 我没有打女人和孩子的习惯 若你我成亲了 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我子嗣艰难 好不容易才得一个儿子去身亡了 孩子在我这里就是底线 他伸出手揉揉小豆芽的脑袋 所以 我不会打孩子 你若是我的女儿 我会把我能拿出来的 最好的都给你 也许是看到太多的厌恶和鄙夷了 所以丁香草很敏感 他看得出 这一刻 眼前的人是认真的 小豆芽拉拉拉阿娘的手 小声说 阿娘 我 我想要这个阿弟 丁香草咬唇 看着潘不忘 我答应你了 潘不忘笑了起来 他拿出了两个银手镯 给母女两人 这是我给你们的见面礼 丁香草本想拒绝 可看到潘不忘强硬的样子 最后只能点点头 玉璃没想到 事情这么顺利 潘不忘还想着 要再离开凤莱村 之前成亲 因为他一走就是几个月 他既然想要和丁香草过一辈子 那就尽快把母女两人 纳入自己的羽衣之下 玉璃答应下来了 他会让人帮着筹备两人的婚礼 只是他不想做什么没人 直接让潘不忘 去找蒙二娘和七婶 去帮忙提亲 蒙二娘和七婶得知 潘不忘要娶丁香草时 也有点意外 不过两人也没有拒绝 就这样 陈寡妇要嫁给翠维元的五师傅 这个消息就传了出去 不少人都觉得意外 七婶和蒙二娘 都不想别人去打扰玉璃 就说是他们介绍的 没想到真的成了 有人就开始在背后 说一些酸言酸语 可丁香草完全不在意 依然带着女儿低调生活 而潘不忘 也在村子里买了一块地建房子 就建在翠维元不远 青砖大瓦房 正房三间 左右个三间 建两层 绝影还笑话潘不忘 一共十多个房间 这是打算生多少孩子 成果知道他 等着房子澄清 马上让十几个人 去帮他先把房子建起来 消息一出 有人开始酸了 酸完后 该干嘛还是要干嘛 而远在京城 有人却过得不好了 第131章 琴铁死是他唯一的归徒 陆北纸双眼冰冷地 盯着手中的琴铁 一怒之下把他撕碎了 该死的玉璃 你这个贱人 居然敢背叛本侯 在他的眼里 就算玉璃离开了永城侯府 依然是自己的女人 他现在居然要和容怀澄清了 还把琴铁送到自己手上来 这是明晃晃的挑衅 他正在生气时 门外传来敲门声 来人不等他说话 就推门进来了 发现是莫如雅 他收敛满身怒意 语气依然不好 他冷声问 来这里坐肾 他的视线落在 莫如雅的肚子上 你很快就要生了 赶紧回去休息 莫如雅早就发现 陆北纸在生气 他也不问为什么 笑着走过去 抱着他的胳膊 北纸哥哥 我已经好几天 没有看到你了 我很想你 我知道你担心我和孩子 我也担心你啊 他的声音娇娇弱弱 眼里带着担忧 陆北纸的火气 都熄灭了一大半 他说 好了 我现在 送你回去休息 莫如雅却不依不饶 不要 我不回去 我要在这里陪着你 陆北纸叹息一声 儒雅 听话 莫如雅红了眼眶 你不爱我了 看到他这个样子 陆北纸恨不得 把心肝都挖出来给他 又怎么能说不爱呢 自从和容音 发生那些事后 他只有在儒雅身上 才能得到了 作为男人的尊严 所以现在 对莫如雅有求必应 别哭别哭 我心里只有你 恨不得时时刻刻 把你带在身边 他为莫如雅 失去泪水 亲吻他的唇 莫如雅昨天得知 老太婆要为陆北纸 挑选两个小妾 他担心极了 他现在迫不及待 要把这个男人 掌控在手心上 男人只有喂饱了 才不会出去偷吃 这一刻他早就 忘了自己肚子里 还有一个快要出生的孩子 两个人在书房里 毫无顾忌乱来 一刻钟后 莫如雅感觉到肚子很痛 他皱眉用力 抓住陆北纸的肩膀 北纸哥哥 我肚子 我肚子好痛 陆北纸也察觉到不对劲 一看脸色顿时变了 你流血了 他赶紧穿上衣服 又为莫如雅穿上衣服 然后抱着他冲出书房 找大夫和稳婆来 他把莫如雅 抱回他的院子后 大夫和稳婆也到了 检查后得知 莫如雅要生了 陆北纸愣住了 想到 刚刚两人做的那些事 他开始担心 孩子会不会出事 大夫 一定要保住我的孩子 在孩子和莫如雅里 前者对他更重要 莫如雅痛了两个多时辰 才生下一个胖娃娃 孩子出生后 他就陷入昏迷 陆北纸抱着孩子 好像抱着全世界 完全想不起 产房里的莫如雅 莫如雅生下永城侯的长子 这个消息 传到了高玉亲耳中 他气得把桌子上的东西 全都扫在地上 该死的 他怎会如此好运 多次出手 都没能让他小产 还顺利把孩子生出来了 还是一个儿子 这分明要挡自己儿子的路 孔书成走了过来 他担心地上的碎片 会割伤高玉亲 把人抱到床上 高门大院里夭折的孩子 还少吗 生下来能养大才能能耐 你何必为了一个 刚刚出生的孩子动怒呢 高玉亲闻言气呼呼说 我只要想到他 生下侯府的长子就生气 一个贱人生的孩子 凭什么来隔应本郡主 他抓住孔书成的手 你一定要帮我 弄死那个剑种 我不允许有人来 抢夺我孩子的身份地位 孔书成挥 挥手让人下去 他这才抱着高玉亲叹息一声 我答应你 那个孩子不会有机会长大的 高玉亲这才笑了 书成 你要知道 我怀着的可是你的孩子 你不能让人欺负我们母子 孔书成温柔看着他 放心 不会的 我不会让人伤害你和孩子的 他拿出一个瓷瓶 然后打开给高玉亲看 这是我从沐云神医那里 买来的书痕膏 可以去掉你脸上的疤痕 真的 高玉亲拿着书痕膏的手 有点颤抖 这真的是沐云神医的书痕膏 他是知道 沐云神医的书痕膏有多厉害 前些年 有一个小公主 就是伤了脸 很大一道疤痕 最后用了书痕膏后疤痕消失了 他也曾想过要买 可惜买不到 孔书成点点头 是真的 我问过沐云神医了 像你这样的情况 是可以用书痕膏去掉的 他小心翼翼抚摸高玉亲的疤痕 玉亲 我会让你脸上恢复如初的 高玉亲看到他眼里的爱意 想到他对自己谦一百顺 他忍不住抱着这个男人小声说 你以后都不要离开我 要不然我会杀了你 这是除了父王外第一个 对自己这么好的男人 他没有嫌弃自己毁容和残疾 他对自己一心一意 这让他觉得心里暖暖的 现在父王心里眼里只有 魏灵儿那个贱人 他以前是很难受的 可想到有孔书成在身边 他突然觉得没有那么难受了 他抱着他就像是抱着一个西式珍宝 我以后还会去穷木云神医 帮你把双腿治好 我们会有很多孩子 我们一辈子都会在一起 高玉亲点点头 谢谢你 书成 孔书成勾起唇脚笑了笑 我派去的人已经找到魏灵儿的下落 想必过不了多久 我们就可以收到魏灵儿和他孩子 去死的消息了 任何人都不能挡住他孩子的路 任何企图和他孩子 抢夺钱财地位的人都该去死 高玉亲文言双眼更亮了 可以把脸治好 还能看到魏灵儿倒霉 他突然觉得 隔壁莫如亚生下儿子的事 也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 比起莫如亚的儿子 魏灵儿肚子里的孩子 才是他最大的敌人 和侯府这个空壳子比起来 汝阳王府的财富 那才叫惊人 他不能继承王府的爵位 他也不会允许任何人 继承王府的爵位 而王府的财富 只能是他的 有消息传来 你一定要告诉我 他抬起头看着孔书城 我要魏灵儿生不如死 他有好好的日子 不过一定要嫁给自己的父王 所以死是他唯一的归途 第132章 坦白 有玉里的天泉水养身体 魏灵儿很快就恢复了 他提出要前往燕帝 荣怀让尹卫亲自护送他 去燕帝找龙龙爵 村子的人都知道 魏灵儿要离开村子了 只是他坐在马车里 大家都看不到 他的肚子是鼓起来的 玉里对外说四娘子 因为失去孩子悲痛欲绝 所以想要 暂时离开这个伤心的 一些平日里 经常和魏灵儿说话的 沈子大娘都为他觉得 可惜还有心疼 好好的孩子 就这样没了 换谁都受不了 魏灵儿掀开车帘 看向玉里 妹妹回去吧 有尹卫护送 我会平安抵达燕帝的 她已经给玉里 带来很多麻烦了 所以不想让她 继续送自己那么远 阿里妹妹 还有很多事要做 不应该浪费在自己身上 玉里说 我给你的安泰药丸 一定要按时吃 那些可以吃到 你把孩子生下来了 魏灵儿点点头 孩子出生后 我还会回来的 我是医馆的大夫 凤莱村也是我另外一个家 你就是我的家人 玉里翻身下马 走到马车 旁握着魏灵儿的手 你去了燕帝后 就住在燕王府 戎狼爵会让人照顾你 两人又说了一会儿话 这才分开 玉里看着远去的马车 突然说 人总是要为自己的选择 付出代价 园主是这样 魏灵儿也是这样 错误的婚姻 让园主把命都丢了 也让魏灵儿 险些一失两命 荣怀说 我会用事实告诉你 选择我是你一辈子 做的最对的决定 我选择了你 也是我一辈子 做的最对的决定 看着男人傲娇的样子 玉里笑了笑翻身上马 直接策马离开了 荣怀追了上去 笑着问 你不相信我 现在说这些为时尚走 我只相信盖棺定论 所以你给我花 再大的饼都没用 等到他老了 头发白了 要死了 这个男人 还是守着自己一个人 他才会相信 他爱了自己一辈子 荣怀文言叹息一声 王妃太理智也不好 攀不忘的房子 很快就建好了 他的聘礼 也准备好了 他不想让太多人的视线 落在丁香草 和陈牙的身上 所以就算有银子 也没有置办太多聘礼 只给了六台 他想着澄清后 多给一点银子丁香草 对陈牙好一点 这比多少聘礼 都要好 而且他私下 在县城买了一座宅子 给陈牙这个女儿 写的也是陈牙的名字 这些都会私下交给丁香草 母女两人都太柔弱了 若是把这些钱财 都放在明面上 丁香草也护不住 小姐和王爷 也有顾不过来的时候 果然 下聘的时候 大家看到六台聘礼 只是比村子里的姑娘 多一点点 所以大家的酸气 才少了一点 房子建好了 潘不旺在成亲之前 请了村子里的人 吃了一顿饭 然后就搬进去住了 以后 他也是奉来村的人了 成亲当天 狱里让秋雅和秋白等人 去帮丁香草的忙 七婶等人 则是在潘不旺的家里 帮着张罗酒席 弄得村子都热热闹闹的 潘不旺骑着马去 迎自己的新娘子回来了 婚礼顺顺利利举行 晚上成果等人 还不断让潘不旺 这个新郎官喝酒 最后还是 绝影笑着说 你们太坏了 想要灌醉潘师傅 不让他进洞房 最后 大家都哄笑起来 没有再让潘不旺喝酒了 玉里和荣淮 没有去吃饭 只是去送了一份礼物 给潘不旺 夜深人静时 玉里坐在阁楼上 他笑着 看向宁静的凤来村 有时候发现 想要守的一方宁静 都不是那么简单 也不是那么容易 荣淮朝着村子入口看去 急到身影 已经飞了出去 他说 不怕 没有人能打破 凤来村的宁静 玉里浅笑 有你在 我什么也不怕 荣淮喝了一杯酒 想着自己 前段时间做的事 忍不住说 我 做了一件事 又担心 你会生气 玉里挑眉看向他 先掌后奏 说吧 什么事 瞧他这个样子 这事 应该还不小呢 我亲自写了情帖 邀请路杯纸 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文言 玉里沉默片刻 突然笑了起来 荣淮 你到底怎么想的 忘了 连成郁都不叫了 荣淮说 我只是想要 让他看看 他不珍惜的人 是我捧在掌心上的珍宝 我想要 让他看看 到底错失了什么 他走到玉里身边 蹲下来握着他的手 阿里 我这不是冲动 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我要让路北纸 一辈子都活在后悔当中 玉里叹息一声 反握着男人的手 我不再意路北纸 那个渣男如何看待 我只要过得很好 他就会后悔了 楚王大婚 朝廷肯定 会派使官来的 既然都要有人来 不如让他去争取 我就是想要 让他看看 我是如何风风光光 迎娶你 而且 我还要亲自向他道谢 谢他的有眼无珠 放过了你 要不然我还 娶不到这么好的王妃 玉里闻言 敲了一下荣淮的脑袋 你啊 既然都已经邀请了 那就大方一点吧 我和你一起给人道谢 荣淮听了后 哈哈笑了 他站起来 把人抱在怀中 我就知道 王妃会和本王 站在统一战线上 玉里用力 扭了一下男人的腰身 傻 荣淮朝攀不忘的家看去 他在心里暗暗想着 本王也想当新郎官了 可惜 还要再等一等 荣淮没有回他自己的院子 而是和玉里同床共枕 只是两人 除了亲吻外 就没有做任何过分的事了 另外一边 潘不忘看着身边 已经累到睡着的女人 他为她噎好被子 然后抱着她闭上眼 他曾落魄过 也曾为高权重 可除了死去的原配外 丁香草是他的第二个女人 也是他第二个妻子 母亲说过 后院女人多了 并不是好事 还有可能是乱家的根本 因为这样 所以他从未想过那妾 他只想要和妻子生孩子 30岁才得一个儿子 所以娇宠得很 让他身上染上了不好的习惯 养成了一个顽固 他出事后 就一直在反思自己 这才发现 导致儿子死亡的真正原因 是他这个父亲 没有好好管教他 这才让他走上了绝路 他看着丁香草 若你真的为我生了儿女 我必不会再娇宠他 要告诉他们 什么可为 什么不可为 我也会好好娇尘雅 会护着他 看着他长大 为他挑选一个优秀的女婿 风风光光送他出嫁 第133章 绝非心急 玉莉本以为孟渊不会来了 未曾想他再离开 差不多一个月 再一次来了崔薇源 身边还带着一个 二十出头的男子 男子长得很白 却是病态白 身形奇常消瘦 若非瞧着精神不错 别人都会认为 这个人已经病入膏肓了 秋白把人带到诊室 玉莉把吕景焕也带在身边 准备亲自教他医术 孟渊的眼里只看到玉莉 完全没有注意吕景焕 他说 王妃 这是我二个 希望您能出手救救他 玉莉让孟寒舟坐下来 自己为他诊脉 随后 玉莉问了好几个问题 孟寒舟都一一回答了 其实他对自己的身体 不抱任何希望 这些年 父亲带着他走了很多地方 就是希望可以治好自己的病 最后都是失望 他都已经习惯了 只要不病发时 自己还是可以正常生活 就连骑马拉弓射箭 都能做得到 王妃 能治吗 孟渊担心看向玉莉 他是真的担心不能治 二哥虽然不是自己 同母所生的哥哥 可他对自己和孟泱泱是一样的 疼爱 护着 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哥哥 他不想二哥英年早逝 玉莉说道 绝非心急 一句话 让孟家兄妹都震惊了 因为不管他们去哪里看 最后得出的答案 都是心急 可现在却从楚王妃这里 得到了另外一个结果 这让人如何能不震惊 孟寒舟看向玉莉 不是心急 玉莉说 若是心急 你压根不能骑马 因为 患了心急的人 不能做任何剧烈运动 可你照样骑马 听说 你还擅长射箭 孟渊来了后 吕景焕说过 关于孟寒舟的事 所以 玉莉知道 孟寒舟善其舍 孟渊问 王妃 那我二哥 这是怎么回事 中蛊毒了 玉莉说 我不擅长解蛊 你们可以去找王爷 王爷身边有人擅长解蛊 若是玉莉在这里 很容易就帮他们把蛊虫解决了 可他真的不行 能看出来 却不敢冒险去把结果 吕景焕赶紧说 我现在就去找王爷过来 孟渊这才注意到吕景焕的存在 他愣了一会儿看向玉莉 王妃 吕公子怎会在你这里 韩家和孟家有来往 所以 他是认识吕景焕的 孟寒舟有点无奈 景焕那么大一个人 站在王妃身后 妹妹居然才发现他 玉莉说 景焕现在跟着我学医 本该跟在魏林儿身边的 可他现在离开了凤莱村 只能让人跟在自己身边 所幸 这小子有学医天赋 他也可以把人培养成自己的助手 他一心想要去军营 所以要让他学会给人做手术 和外伤缝合之类的 才是最重要 孟渊文言有点意外 他是没想到 王妃会让景焕跟在身边学医 景焕从小就喜欢看医书 现在能跟在王妃身边 也算是得偿所愿了 王妃医书这么高 景焕能学三分 就很厉害了 荣怀来得很快 他无视屋子里得人 走到阿里坐下来 大手牵着玉莉的小手 玉莉无奈 只能任由他牵着手 王妃这一次过来 可曾带着董谷的大夫 荣怀点点头 留在安阳县了 他的视线落在兄妹两人身上 我让绝影带着你们去安阳县 本王的人会为孟儿少爷解骨 刚刚站起来行礼 却被忽略的兄妹两人赶紧道谢 荣怀没打算让人留下来用午膳 孟渊兄妹都是聪明人 自己提出了告辞 离开之前 留下了一份厚礼和万两银票 在兄妹两人眼里 若非王妃看出 寒舟是中了谷 他们孟家也许等到孟寒舟死去 也不会发现真正的死因 所以他们是感激王妃的 他们想着 等到解骨后 还要回去准备更丰厚的谢礼 他们两人离开后 荣怀说 会解骨的人是文颖的师弟 叫何其 我把人带到安阳县来 就是想要让他留在你的医馆 玉莉点点头 医馆很快就建好了 现在灵儿去了燕地 你的人来得真及时 他笑着看向荣怀 眼里满是笑意 何其会的 正好是他不擅长的 医馆 需要擅长各方面的大夫 承议你这是雪中送炭 荣怀手杨杨 想要把人抱到怀中来 可这里是他的诊室 他不能这样 梦浪所以只能忍下来 他说 你做这么多 都是为了我 他虽然 不会像自己这样 经常把喜欢和爱意挂在嘴边 可他做的很多事 都是为了楚地发展 而楚地是他的责任 玉里文言浅笑一声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 我可不是为了你 孟寒舟古独可以解 何其手上却没有药材 最后求到玉里这里来 玉里看了一眼单子 然后从自己空间里 把他需要的药材扒拉出来 三十出头的 何其看着王妃 拿着自己需要的药材走出来 他都有点震惊了 王妃 药材齐全了 这真的太意外了 要知道 师兄都无法把所有的药材凑齐 玉里点点头 齐全了 何其双手接过篮子恭敬说 属下会把药材的价值 告诉孟家二少爷和大小剑 他们可不能白拿王妃的东西 何其离开后玉里看向荣怀 你的属下都很懂事 没有让自己吃亏 他不是圣母 不会好心到 别人拿了自己的东西 还不需要回报 他空间的确有很多药材 可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荣怀说 尹卫和我一样 护短 玉里笑了起来 他也护短 隔壁潘家 丁香草正在为潘不忘收拾包袱 潘不忘则是站在一旁看着 我最快都要到六七月才能回来 你自己和陈牙在家 若遇到困难 就去找秋雅或者青阳 丁香草闻言点点头 心里却有点舍不得 他站起来走过去 抱着潘不忘的腰 你一定要好好地回来 千万不要出事 我害怕再一次背上灾心的名声 也害怕回到从前的日子 成青这些天里 他和陈牙都过得很幸福 这个男人虽然比自己大很多 却是真的懂得疼人 成青第二天就给了他一千两 让他用作家里的花费 还把一张房契给了他 他说 房子是他这个爹买给陈牙的 只要有空他 就会帮着家里干活 有时候 还会陪着他和女儿进山采药 这样好的男人 若是失去了 他一辈子也找不到第二个 潘不忘拍拍妻子的肩膀说 我只是出去办一点事 没有任何危险的 我瞧着村子里的学堂就要开学了 你也不要让小豆芽进山采药了 让他去学堂念书 丁香草问 姑娘也能去学堂念书 潘不忘摁了一声 凤莱村的学堂是招收女弟子的 这是小姐要求的 足劳也答应了 他拿了包袱后 就去了翠薇园见小姐 第134章 宾关 玉璃把几个瓷瓶交给潘不忘 这些都是内伤药和外伤药 还有解毒丸 你都带上 潘不忘有点意外 没想到 小姐还为自己准备了这么多 玉璃看到她这个样子 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没有亏待自己人的习惯 记住了 你只有半年时间 我要最少五千能吃苦耐劳 不怕死的人 他让潘不忘外出 寻找一些有习武天赋 不怕死 不怕苦的人 为的就是组建一只属于自己的势力 这是荣怀允许的 她说 楚王妃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亲位 潘不忘点点头 属下明白 一定不会让小姐失望 看着她欲言又止的样子 玉璃忍不住笑了起来 放心不下你的小妻子和女儿 她都听说了潘家的事 也知道潘不忘是真的疼爱小豆芽 被小姐这样野鱼 饶食潘不忘一把年纪了 都忍不住脸红了 玉璃说 我会让邱雅注意你妻子那边 潘不忘恭敬行礼后 离开了崔薇园 外面已经有几个骑着马的人在等待她 她走出崔薇园 就想要翻身上马离开 猛然看到小豆芽在不远处 朝这边看来 她挑眉 大步上前 把孩子从屋脚里拎了出来 她伸出手揉揉她的脑袋 爹要出去办事了 你在家听你娘的话 莫要进山 去采药了 好好念书 小豆芽已经听阿娘说 这个新爹爹 让她去学堂念书 她很意外 也很开心 爹 你要快点回来 有阿爹的日子真的很好 阿娘脸上的笑容都多了 也没有人欺负自己了 潘不忘笑了笑 阿爹办完事就回来 说完后 他把女儿送回家才离开 秋雅把这事告诉玉璃 玉璃浅笑 小豆芽也有爹疼爱了 秋雅也点点头 是啊 当时大家都想着 小豆芽有后爹了 村子不会有人欺负他了 现在看来 这个后爹比很多人家的亲爹还要好 玉璃说 潘不忘很在意子嗣 所以才会把小豆芽 这个不是自己亲生的女儿 也当亲生的教养 同样在意子嗣的还有汝阳王 他除夕时接到传照 需要马上回京 他还是留了人在凤莱村和安阳县找寻 可惜没有找到自家小王妃 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外面继续找寻 时隔将近两个月 有人送了两副小小的冰棺上门 他得到消息时走到前院一看 想到了什么可怕的事 他脸色顿时变了 王府管家拿着一封信进来 他说 王爷 有人送了一封信和两个冰棺来 说这是给王爷的 他低声咒骂 是谁这么缺德 居然送冰棺来给您 这不是在诅咒王爷吗 汝阳王抢过信 看着上面汝阳王高飞亲起几个字 他的手开始抖了 拆信的勇气都没有 信直接掉在地上 管家赶紧捡起来帮王爷打开 汝阳王颤颤巍巍接过信一看 眼眶瞬间红了 高飞 我恨不得吃你的肉 喝你的血 你把人引来来扬 害我行踪被人发现 遭遇不测 我一双儿子都没了 你开心了 高飞 我说了 我不要你了 你却死死相避 我说了 你女儿不是好人 你却觉得 他娇弟弟是你的掌中宝 他让人杀了我一双儿子 你现在开心吗 你不是要儿子吗 我现在把两个孩子都还给你 我不再欠你什么了 一切都如你所愿 我们从此没有任何关系了 落笔处写的是魏林儿的名字 而汝阳王也认出 这是小王妃的笔记 他震惊 看向两个小宾馆 事情居然真的如同自己所想 他亮亮呛呛走到宾馆前 打开 他的声音沙哑 听着就让人觉得心里颤 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 管家想到 王妃怀着孩子出走 他回过神来 一副不敢置信的样子 上前亲自把宾馆打开 里面躺着两个在墙堡里的孩子 可那孩子只有一点点 一看就知道 不是足月生的 孩子已经死了 全身都僵硬了 管家看着却觉得难受 王爷 他觉得王妃真的很残忍 怀着孩子跑也就算了 现在孩子小产了 还要送回来给王爷 他这是要王爷的命啊 汝阳王走到两个宾馆前 看着里面孩子 很小一个 那脑袋还没有他的拳头大 小小一团就这样躺在宾馆里 另外一个宾馆的孩子 旁边还有一枚令牌 他颤抖双手拿起来一看 当他看到上面的字时 突然就大叫一声 啊 管家也看到了那令牌 他已经被眼前的真相震惊了 所以 是郡主 让人害到王妃小产 高玉清 汝阳王咬牙 本王的好女儿 还真是好女儿 他从女儿对付狱里就知道 那是一个心狠手辣的种 后来又怎么会觉得他 只是小孩子心性呢 每一次高玉清犯错 自己收拾烂摊子时 小王妃都会嘲笑自己 当时他是如何想的 还是因为高玉清 是自己唯一的女儿 所以为他开脱 只是禁足而已 原来 真的是有报应的 汝阳王说完后 泪水不断落下 大管家健壮 心里也不好受 王爷是那种 就算重伤都不会落泪的人 现在却流泪了 汝阳王说 管家 把两位小公子 葬在高家祖坟里 大管家连连点头 其实以前小产的摊儿 是不能埋在祖坟的 可两位小公子 真的太惨了 他现在也不想提醒这件事了 王爷也不容易 吩咐完管家的事后 他失魂落魄 去了魏林 以前居住的院子 看着这里的一切 都和他离开之前一样 可他已经不在自己身边了 他们的孩子也没有了 他蹲在地上 开始无声哭泣 他真的好恨自己 也很后悔当初 为何要因为高玉清 而惹林儿生气 如果不是因为高玉清 林儿不会带着孩子离开 不会导致现在 两个儿子都没了 他最恨的还是自己 是自己拎不清 我明明已经答应你 不会再管高玉清的事了 我为何还要犯贱 去管他 都是我的错 林儿都是我的不好 你若生气了 你回来打我 骂我也好 别再躲着我了 他已经失去两个孩子了 不能连妻子也失去 第135章 您不想报仇吗 汝阳王接连两天 没有去上朝 没有吃饭 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大管家在外面担心着急 无奈之下 只能让和汝阳王交好的官员 帮着告假 并且严明王妃 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王爷忧心过重病了 做完这些后 他亲自带着人 去把两位小公子下葬 皇帝荣因得知 汝阳王妃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他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 好 没得好 没得好 他不敢用有儿子的汝阳王 毕竟人有了子孙后代 想要的就更多了 现在汝阳王的儿子没了 他可以放心去用汝阳王了 陆北纸也在宫中 听了皇帝的话 他淡淡说 汝阳王非能怀一次 就能怀两次 只要他回来了 汝阳王早晚会有子嗣的 更甚者 也许现在汝阳王和任何女子 都能生孩子 所以 陛下能防多久 荣因瞬间清醒过来 他刚刚想的太理所当然了 那就不让他有怀孩子的机会了 说到这里 他双眼眯了起来 父皇驾崩之前告诉自己 汝阳王已经没有让女子怀孕的能力 他看汝阳王府一直没有孩子 汝阳王也没有娶王妃 以为事情真的如同父皇所言 一直到新王妃怀上孩子 他才知道 高妃的身体也许已经好了 是啊 他能让魏林儿怀上孩子 就能让别的女人怀上孩子 既然如此 那就从根子上断绝这一切可能 他看向陆北纸 如果把这件事交给你处理 你能处理好吗 陆北纸不想和汝阳王为敌 缓缓道 我不行 可高玉清可以 他微微勾起唇角 现在他是汝阳王唯一的女儿 汝阳王会防备所有人 唯独不会防备高玉清 荣英文言认真一想 随后也笑了起来 既然如此 那就把这件事 交给玉清郡主去做吧 她是你的妻子 你就负责说服她 陆北纸挑眉 威晨和高玉清的感情并不好 甚至已经到了相互看不顺眼的地步 荣英上前挑起陆北纸的下巴 他微微一笑 阿指 朕知道 你不会让朕失望的 不是吗 你知道的 朕最讨厌不听话的人 陆北纸敏唇 荣英一下子就用力掐住他的下巴 不听话 你应该知道 不听话的下场 陆北纸想到身上的鞭痕 瞬间把自己 那些小心思收起来 他低下头去 微臣明白了 一定会把事情处理好 他现在还不能和狗皇帝对着干 所以只能先低头 他在心里暗暗发誓 早晚有一天 会让这个狗皇帝付出代价 他不是婚宿不计吗 到时候 给他寻一些男乞丐和女乞丐来 让那些人好好侍候这位皇帝 每一次受到侮辱时 他都只能这样麻醉自己 只有这样想 自己才能继续活下去 他觉得自己很脏 所以日后荣英落入自己手上 他也不会让荣英干干净净去死 荣英不知道 眼前这一条听话的狗 在心里想了那么多 看到自家的狗这么听话 他觉得自己也不应该小气 他拿了一个锦盒出来 这是郑赏赐给你的 只要你好好听话 郑会把权力和钱财都送到你手上 陆北纸双手接过锦盒赶紧谢恩 然后拿着皇帝给他的密钥出宫了 荣英看着他的背影笑了起来 他整个人都懒懒散散倚靠在一旁的椅子上 他看向一旁厚着的大太监 母后最近在干什么 他殷勤不定 所以身边的大太监经常都会还 这一次的大太监叫成和 看起来二十出头 面如关玉 完全不像太监 反而像一个浑身书卷气的书生 荣英最喜美人 只要是美人 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 都会得他看重几分 所以 成和比以前任何一个大太监 都得荣英信任 成和说 回禀陛下 太后娘娘这段时间都在慈宁宫里 荣英吃笑一声 又找了新的面手进宫 自从父皇驾崩后 母后就开始偷偷让人 把一些长得好看的男子 伪装成太监留在慈宁宫里 他的慈宁宫里 就没有一个是真的太监 只是他们的活动范围 也只是在慈宁宫 只要踏出慈宁宫 只有死路一条 当然 就算不踏出慈宁宫 等到太后厌倦了 这个人也只有一死 或者成为真的太监 这么多年过去了 愣是没有人发现 太后背叛了先帝 当然 太后能隐藏这么深 也是有她这个儿子相助 父皇再好 都是一个死人了 人活着就要及时行乐 所以她从来不会压抑自己的天性 不管是喜欢女人 还是喜欢男人 她都不会委屈自己 成和点点头 太后娘娘 心得了两位得力内侍官 荣英和和笑了起来 行了 沉默啊 面手就面手吧 还内侍官呢 少往那些人脸上贴金 成和只是低下头 不敢多说一句 这是陛下和太后娘娘的事 她可不敢多说 说得多死得快 这是她总结 以前死去的大太监得出的经验 让我们的人给高飞下了一点药 朕可不想再听到 汝阳王府有继承人的消息 荣英说完后闭上眼 刚刚折腾了一番 现在很累了 就想要好好休息一下 成和赶紧答应下来 他来陛下并不相信陆北纸 想到这里 他的眼里闪过一抹幽光 汝阳王府 大管家站在院子外 急得走来走去 王爷已经两天不吃不喝了 再这样下去 肯定会出事 他想了许久 最后才是去拍门 王爷 您已经两天不吃不喝了 老奴求您出来吧 小公子已经下葬了 您难道就不想去看看吗 大管家说到小公子时 都忍不住哭了起来 两位小公子啊 那可是王府的继承人 就这样没了 他不知道是高玉清 让人害死了两位小公子 看到王爷这个样子 他只能说 王爷 难道您就不想为 小公子和王妃报仇吗 就算王妃没有回来 可两个孩子都没了 想必王妃比王爷更伤心难过 浑浑噩噩的汝阳王高妃 想到儿子的仇 脸色瞬间变了 第136章 要动手 房间门打开 大管家看到出现的人 他震惊喊了一声 王爷 看着满头白发 胡子拉叉的男人 大管家震惊之余 剩下的就是心疼了 甚至恨死害王妃小产的人 高妃早就知道自己满头白发了 他丝毫不在意 现在他只想要为妻儿报仇 他看向管家说 去把高玉清请回来 他若是不回来 你就说汝阳王府所有的钱财 都会交给族人 他想了两天 终于想明白 高玉清为何要害死灵儿 腹中的孩子了 一旦王府没有世子 没有继承人 王府百年家业 就只能交到他这个 唯一的女儿手上 还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 最讽刺的是 是他自己养大了 这个女儿的胃口 这才导致两个儿子 还没有出生 就胎死腹中了 高玉清是凶手 他何尝不是凶手 想着想着 头发就白了 心也碎了 死了 可他还要活着 活着去报仇 活着去找到灵儿 去向灵儿忏悔 大管家像是想到什么 不敢置信问了一句 是 是郡主做的 高飞冷冷扫向管家 去把人带来吧 没有直接回答 可真相已经摆在眼前 大管家只觉得离谱 郡主疯了不成 他小心翼翼看了一眼王爷 心里想着 王爷要郡主回来 打算干什么 难不成杀了郡主 为两位小公子报仇 想到这里 他开始心慌了 老奴现在就去找郡主回来 他转身快步出去 走到前院 却找了一个护卫来 让他赶紧去把郡主找回来 承秀算是王爷的养子 也是王爷的军师和心腹 王爷在很多事情上 都愿意听郡主的话 现在王府出现这样的事 也只有找郡主回来主持大局 他真的要撑不住了 他让人去找郡主后 也寻了一个稳重的嬷嬷 去了永城侯府见郡主 还让嬷嬷把王爷的那一句话带了去 高宇清两天前就知道 魏灵儿肚子里的孽障真的没了 而且还是双生子 他当时极度为灵儿那么好命 居然怀了双生子 却又讽刺他无能 居然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 当真是一个废物 绊脚石没了 所以他这两天过得很开心 很幸福 就连饭都多吃了两碗 他本想着 过段时间再回去看望父王 回去好好安慰他 让他知道自己这个女儿有多贴心 未曾想事情 才过去两天就有嬷嬷上门了 他本不想去 可嬷嬷带来的话 却让他震惊 他打发嬷嬷在府外等着 他看向从那时出来的男人 你说 我父王这是想要干什么 难道他在怀疑我 孔书城闻言也跟着皱眉 应该不会 王爷肯定是在怀疑你 毕竟两个孩子没了 你是获利者 那我应该怎么办 如果父王一直往下查 指不定真的会查到自己身上来 孔书城安慰高玉清 你肚子里有孩子 为了孩子 你也要冷静 这件事一定有解决的办法 办法办法 我现在就要回王府了 高玉清开始不耐烦了 他从小就被捧着 一有不顺心 就开始发脾气 他突然想起 昨天在院子听到 两个丫鬟的对话 一个丫鬟的母亲 因为生不出儿子 所以被休了 现在他父亲 再娶了一个新妇回来 那女人进门不到 两个月就怀上了 剩下一个儿子 他父亲开心到不行 扬言要把家中 所有钱财都给儿子 以前为女儿准备的嫁妆 也全都给儿子 女儿都是泼出去的水 给了女儿 就等于给了外人 未曾想 那孩子生下来不到半年 就夭折了 父亲悲伤欲绝 可丫鬟却开心了 因为弟弟死了 家里所有的东西 都是他一个人 另外一个丫鬟却泼冷水 说弟弟死了 可他爹还活着 他后娘还活着 后娘这么年轻 能生一个儿子 就能生第二个儿子 所以他爹的钱 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除非他爹死了 或者不能生了 高玉清想到这里 双眼都亮了 是啊 除非他父王死了 要不然 就是父王没办法 让女人怀上孩子 他没办法杀了父王 也杀不了 那就只能想办法 让父王无法让女子怀孕 想到这里 他看向孔书成 你有没有 让男人绝似的药 文言 孔书成震惊看向高玉清 你想要用在王爷身上 高玉清点点头 我爹 能让魏林儿怀上孩子 肯定也能让别的女人 怀上孩子 一旦他有了儿子 我就不是他唯一的选择了 所以我只能从根子上 掐断这种可能 他盯着孔书成 你有这种药 对吗 孔书成由于片刻才点点头 你是知道的 我被那是南风关里的人 若非嬷嬷早一点找到我 我就要被逼吃下 那些绝子似的药了 我离开南风关时 把那些害人的药也拿走了 高玉清伸出手 赶紧给我 我绝对不能让父王 和别人生下儿子 来阻拦我们儿子的路 汝阳王府 有他一个孩子就足够了 至于断了王府的香火 他一点也不在意 反正他都嫁出去了 娘家有没有香火传承 都和他没有半分关系 他在意的是王府百年财富 那些都是属于他一个人的 高玉清拿着药 回了汝阳王府 才回去 就看到大管家 用仇恨的眼神看着自己 他的心又开始涌现一股不安 大管家是王府的家生子 他的祖父 父亲都是王府的大管家 他以前对自己很好 可现在看到自己 却露出了仇恨的眼神 难道父王真的知道 是自己让人动手 导致魏灵儿的孩子小产了 想到这里 他更慌了 他说 大管家 要不然你去告诉父王 我改天再来看望他 下药的事可以缓一缓 可他今天不想 触父王的眉头 大管家文言 看向四周的护卫 去把王府所有的门都关上 几个护卫文言 赶紧去关门了 大管家 看向脸色难看的高玉清 随后瞪着台人的婆子 王爷已经瞪郡主多时 还不赶紧送郡主去见王爷 本郡主说了 改天再来看望父王 你们耳朵都聋了吗 第137章 见红了 大管家看着高玉清 沉沉说 郡主 王爷说了 今天一定要见到你 请你不要让我们为难 如果本郡主一定要离开呢 高玉清也怒了 从没有人敢这样挑衅自己 就算大管家是王府的家生子 就算父王都对他信任有加也没用 转头 我们离开王府 四个抬着高玉清的婆子 文言 都有点为难地看向大管家 就在此时 院子里传来汝阳王的声音 还真是本王的好女儿呢 大家都朝着青石小路看去 就看到一头白发 眼神阴冷的汝阳王 带着两个人走了出来 高玉清看到这样的父王满心震惊 父王 父王 您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汝阳王冷笑 您应该知道 本王为何会变成这个样子 本王的好女儿 明明就是你亲手造就今天的局面 你居然还有脸问这些话 父王的眼神带着杀意 父王的声音好冷淡 父王想要杀了自己 这是高玉清此时此刻的想法 他开始慌了 不断让人抬着自己往后退去 汝阳王就这样冷冷看着 大管家想要让阻拦 汝阳王只是冷笑挥挥手 让人下去 大管家看着就要反目成仇的两个人 心慌得很 汝阳王抽出腰间的匕首 朝其中一个嬷嬷射去 嬷嬷的手吃痛 他松手后 轿子突然往一边倒 高玉清整个人从轿子山摔下来 啊 救命 其余三个婆子想要去接住高玉清 可脚传来疼痛 他们一下子就扑在地上 高玉清整个人都摔在地上 他突然觉得自己肚子好痛 想到肚子里的孩子 他就慌了 父王 你好狠的心啊 这可是你的外孙啊 太医 赶紧去找太医 汝阳王冷笑 你杀了本王的两个儿子 本王今天就算要了你们母子的命 也是正常 一命还一命 天经地义 没有 我没有害卫灵的孩子 高玉清捂着肚子哭着说 父王 你若想要我死 就直接动手 何必这样折磨女儿 自从你娶了卫灵后 女儿就成了碍眼的人 上次卫灵自己跑出去 你却把错误全都怪在女儿身上 现在卫灵自己把孩子折腾没了 你又埋怨我 难道女儿就该死吗 想到自从卫灵儿嫁到王府后 自己的日子一日不如一日 他就忍不住哭了起来 救我 求你们帮我找大夫 我的孩子啊 汝阳王看着眼前的一幕 没有任何心疼之色 他的灵儿出世时 是不是也这样捂着肚子 哀求别人救他 他和灵儿的孩子 就这样可怜地离开了 大管家心有不忍 可想到自己亲手埋葬的两位小公子 他又觉得 郡主落得这样的下场是活该 几个婆子健壮 纷纷跪下来 恳求汝阳王找大夫 王爷 郡主肚子里的孩子 也是您的外孙啊 求求您舅舅郡主吧 嬷嬷们不断磕头 汝阳王依然不为所动 他冷冷说 本王就连自己的儿子都保护不了 还要外孙作甚 高玉清你要对王府出手 无非就是为了汝阳王府的百年财富 本王现在就告诉你 你别想得到王府的一草一木 即便本王死了 这王府的一切也不属于你 本王该给你的已经给了 剩下这些 本王宁愿施舌乞丐都不会给你 高玉清听了后 觉得肚子更痛了 天知道他算计这么多 就是为了得到王府百年财富 父王居然没打算 把这些东西留给自己 他想要给谁 给魏灵儿那个贱人吗 一个嬷嬷突然喊 见红了 郡主见红了 高玉清也感觉到 有什么东西不断往下流 他大哭起来 救命 救命 承秀赶到时 正好看到高玉清求救无门 嬷嬷不断磕头的画面 他赶紧上前说 大管家 找大夫 把郡主抬回他自己的院子里 话音才落下 汝阳王猛然抬起头看着承秀 他眼里的杀意 浓郁到化不开 承秀见状不为所动 大管家看了看王爷 最后还是不想郡主死在王府 所以让人赶紧把郡主抬走 然后让人去找了大夫来 汝阳王看着承秀 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承秀跪在地上 王爷 属下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看着汝阳王 属下已经知道 是郡主害死两位小公子 属下明白王爷心里的恨 可王爷不能杀女啊 要不然陛下和这个天下 都无法容忍王爷的存在了 报仇的办法有很多 我们不能明着来 他知道 王爷心里渴望王府的继承人 好不容易孩子有了 却被自己疼爱的女儿杀了 这种痛一般人是无法体会的 以前爱有多深 现在恨就会有多深 可这些都不是王爷杀女的理由 王爷 现在王妃还下落不明 所以您不能出事 王妃还需要您保护 一句话点醒了汝阳王 是啊 他不能出事 他还要护着自己的小王妃 他深吸一口气 陈生说 去吧 你让人去看看他 然后把人送回去 承秀才转身就看到有下人跑了过来 王爷 陈公子 福康长公主来了 汝阳王呵呵冷笑 来得还真是快呢 这是担心本王杀了那个孽障 来得好 他倒要看看 长公主会说什么 福康长公主 是明祖帝的长女 也是容怀的大皇姐 当今陛下的姑姑 她五十多了 看起来好像四十多岁 穿着一袭红色夜地长裙 眉眼伶俐 大步走进院子里 高飞 本宫的玉卿嘛 她就这么一个外孙女 平日里宠得很 现在听说 高飞要杀了玉卿 她在公主府坐不住了 只能亲自来看看 高飞文言淡淡说 长公主放心 高玉卿现在好得很 至少高玉卿现在还活着 她的妻子却下落不明 一双儿子惨遭毒手 这些都是那个祸害做的 长公主看向四周 最后看着承秀 你说 玉卿郡主在哪里 承秀说 王爷今天叫玉卿郡主 回来有事商议 抬轿子的婆子走得太快 导致玉卿郡主 从轿子上摔下来 现在大夫已经来为玉卿郡主看诊了 第138章 找出魏灵 长公主不相信承秀的说法 她想要发怒 可想到玉卿现在情况不明 所以只能快步朝着玉卿的院子走去 王府的大夫医术很高 所以高玉卿肚子里的孩子保住了 只是日后需要在床上 躺着好好养胎 要不然 孩子保不住 长公主担心 把高玉卿留在王府会出事 所以赶紧让人把玉卿带走 消息传到高飞耳边 她小声说了一句 保住了呀 她怎么就那么幸运呢 承秀文言眼神有点复杂 认识王妃之前 王爷的心里只有郡主这个女儿 认识王妃后 王爷的心住着女儿和妻子两人 后来王妃怀孩子了 王爷的心又多了王妃肚子里的孩子 王爷是真心实意疼爱高玉卿 最后换来的是高玉卿无情对待 王爷现在是真的恨不得高玉卿去死 他说 王爷 要忍不住 至少现在不能出手 要不然对你不好 他是真的不想 王爷因为一个高玉卿毁了自己 想要为小公子报仇的手段多了去 没有必要留下画柄 给玉卿台的官员攻击 高飞文言冷笑 承秀 这个世上没有两全其美 是本王太贪心了 想要女儿 又想要心爱的妻子 最后一个都留不住 承秀不敢接话 在他看来 王爷的确贪心了 他自己也清楚高玉卿的性格 自私自利 贪得无厌 心狠手辣 这样的女儿 都已经嫁出去了 那就尽量少牵扯 王妃对这个妓女 已经很大方了 王府半数家财 全都给了玉卿郡主作为嫁妆 王爷还在背后帮着高玉卿 这把王妃置于何地 高飞问 为何不回答本王 说吧 今天不管你说什么 本王都恕你无罪 承秀知道躲不过去 只能把心里的想法说了出去 王爷 世上很多事 本就无法两全 郡主已经享受了二十多年的毒宠 在他心里 王府就是他的所有物 王妃是突然出现的 抢走了属于他的一切 所以他打从心里恨王妃 碍于王爷在王府 所以他不敢动手脚 可心里的恨意 又怎么可能会消散呢 只要找到机会 必定会报复回去 本不想说真话 可王爷对自己有再生之恩 他不想看到王爷继续犯错 王爷 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您和玉卿郡主 不可能继续扶持女校了 有时候太贪心了 失去的反而更多 高飞叹息一声 是啊 没有扶持女校 也没有夫妻恩爱了 就连对儿子的那一点念想也没有了 放心吧 本王不会明着 去为我的儿子报仇 承秀心里想着 没有明着报仇 只是会在暗地里报仇而已 当然 日后若他有妻儿 谁动了自己的妻儿 他也不会让对方有好下场 高飞看向承秀 日后叫我义父吧 你以后就是汝阳王府 名正言顺的大公子 他有一种感觉 灵儿一辈子都不会回头了 他不但要失去儿子 还要失去妻子 想到这里 一股悲哀涌现心头 承秀听了后有点吃惊 他想要拒绝 可看着王爷满头白发的样子 拒绝地话到了嘴边 还是没有勇气说出来 义父 他最后还是恭敬喊了一声义父 高飞恩了一声 我会告诉大管家 找时间 你再好好给为父敬一杯茶 承秀点点头 阿秀明白 长公主把高玉清送回永城侯府 还叮嘱人要好好照顾高玉清 和肚子里的孩子 又去敲打了陆老夫人才离开 长公主回到公主府后 马上就把心腹摸摸召来 她脸上的恼怒很明显 咬牙问 可查出是怎么回事 她到了汝阳王府 看到一头白发的女婿时 真的大吃一惊 她虽然现在身居简出 可该知道的消息也知道了 包括汝阳王后取得小王妃小产的消息 嬷嬷文言小声说 汝阳王查出魏王妃会小产 是因为御亲郡主让人动的手 长公主文言皱眉 事情可查清楚 查清楚了 若没有查清楚 王爷也不会如此生气 嬷嬷心里想着 汝阳王是谁 若是不查清楚 怎么可能会对自己女儿发难 长公主叹息一声 玉亲糊涂啊 她也相信 高妃是查清楚事情真相 才会找玉亲 要知道以前高妃真的很宠爱玉亲 就算魏林儿进门后 高妃依然对玉亲很好 成亲时还陪嫁这么多 她的爱女之心 真的是人尽皆知 汝阳王府有继承人 这是好事 证明王府的爵位 可以继续传下去 这对玉亲而言 也是一件好事 长公主虽然心疼外孙女 可她这件事 的确做错了 据文 郡主想要得到王府所有的钱财 长公主送郡主回侯府时 她就让人去查这件事了 汝阳王府也有公主的人 所以想要知道这些消息并不难 长公主听了后 一怒之下 把杯子都砸了 眼皮子浅的家伙 陛下恨不得汝阳王府绝后 然后把爵位收回去 她不帮着自己的父亲也就罢了 居然还把后娘的孩子弄掉 想到高妃一叶白发 她气得不轻 难道她不知道 一个外嫁的姑娘 若没有娘家护着 会很惨 殿下 老奴还得知 魏王妃离家出走之前 大闹了一场 嬷嬷都不敢把自己听到的消息 告诉公主了 因为她一个外人听了 都觉得郁卿郡主太过分了 长公主看向嬷嬷 说吧 这个时候了 还有什么可以瞒的 她是疼爱高郁卿这个外孙女 却不是是非不分的人 郡主回王府的库房 把可用的银钱都拿走了 长公主闻言 直接把旁边的杯子砸在地上 糊涂啊 真的糊涂啊 她这么聪明 两个儿子也聪明能干 家中孙子孙女也知书实礼 生出来的女儿却平庸 现在这个外孙女 还是一个眼皮子浅的人 想想当真不甘心啊 嬷嬷说 公主 王爷现在是恨极了郁卿郡主 这件事若不处理好 估计郡主的生命会受到威胁 长公主很想不理会高郁卿的死活 可终究是自己宠了那么久的孩子 还是女儿唯一的血脉 她叹息一声 动用我们的人 查出魏王妃下落 查到后告诉高妃 让人护着魏王妃 高妃身体有急这件事 她是知情人 魏灵儿却怀了孩子 指不定只有她一个人 能怀上高妃的孩子 所以魏灵儿不能死 她想不出 如何补偿高妃夫妻 所以先帮着找出魏灵儿的下落 护她周全 第139章 不要让人死了 陆北纸得知高玉卿出事了 下药的事也胎死腹中 她低声说了一句 废物 高玉卿失败了 那就只能她自己出手 侯爷 夫人动了胎气 是长公主亲自送回来的 长公主还去见了老夫人 心妇恭敬说 长公主离开后 老夫人砸了一套茶具 陆北纸已经猜得出 长公主是来敲打侯府 要照顾好高玉卿 想到这里 她只能吃笑一声 高玉卿嫁过来时 也只是在两座府底之间 开了一扇门 与其说她住在侯府 不如说她住在郡主府 谁的手能伸到郡主府去 她肚子里的孩子 怎么就如此好运呢 应该折腾掉才好 高玉卿的孩子若是没了 她就能想办法 从汝阳王身上扒下一层皮 这个岳父打从心里瞧不起自己 所以她没有把汝阳王 当成自己的岳父 也不希望高玉卿 那个丑八怪生下属于自己的孩子 想到孩子 她就想起儒雅为自己生的儿子 她大步走出书房 朝儒雅的院子走去 看着已经褪去红色 变得白白嫩嫩的儿子 她忍不住笑了起来 墨儒雅看到她这个样子 得意极了 高玉卿是郡主又如何 最后生下侯府长子的人 还是自己 她说 北纸哥哥 我们儿子可想你了 你不忙的时候 一定要多来看我们儿子 陆北纸文言转身看向墨儒雅 她比起以前胖了一点 整个人看起来风雨又白嫩 她就这样对着她浅浅微笑 就能引诱她 可想到她现在身体还没有恢复 她只能强忍下心里的冲动 她上前亲了一下墨儒雅 我以后有时间 一定来看你和孩子 儒雅 我过些天就要离开京城一段时间 我会让人保护好你和我们的儿子 高玉卿那个女人心狠手辣 以前儿子还在儒雅肚子里时 就想办法要弄掉她 现在儿子生下来 挡住了高玉卿肚子里那块肉的路 她更不可能容忍自己的长子 她已经和侯府的大管家陆萧说了 一定要保护好儒雅母子 墨儒雅文言言里满事不舍 一定要离开吗 陆北纸点点头 有几个人犯事了 我要去处理一下 到时候会送一些好东西回来给你 墨儒雅是知道 陆北纸所谓的处理一下 就是去抄家 抄家就等于有很多好东西 想到这里她内心一片火热 陆北纸看了这对母子后 就回了自己的院子 她想起刚刚看到儒雅实起的那些疑你心思 把自己院子里的丫鬟拉着 就进了内室 这是她前些天才带回来的丫鬟 侧脸有点像玉璃 她本想买回来折磨的 可刚刚看到她时 突然就想要让这个女人在自己身下痛哭 哀求 只要想到她即将要嫁给容淮 她就更粗暴 甚至动起手来 不管丫鬟如何求饶 她依然不为所动 等到她冷静下来时 丫鬟全身都是边痕 咬痕 整个人都奄奄一息了 路北纸穿好衣服后 把床上的被子拉下来 盖住丫鬟的身体 这才去叫婆子来把人抬下去清洗干净 找大夫来为她医治 不要让人死了 玉璃那张脸太美了 想要找一个有两分相似的人都不容易 所以千万千万不要死了 婆子文言赶紧硬下 只是当他们看到丫鬟身上的伤时 都倒吸一口气 只觉这个叫炎儿的姑娘也太倒霉了 玉璃并不知道 路北纸做的这些恶心事 经过孟家的宣传 大家都知道 未来的楚王妃是一个医术高明的人 可相信的人却很少 都觉得这是楚王在为自己的王妃攒声望 玉璃对此并不在意 假的真不了 真的假不了 眼看着距离婚期还有一个月左右 玉璃也需要把时间放在置办价格上 她很少在安阳县里看到有喜欢的东西 她决定和荣淮去屈州购买 因为荣淮已经带了护卫 所以她只带日影 秋竹和柳红秀在身边 抵达屈州时已经是晚上了 两人都来过屈州 对这里也算是熟悉 他们直接去上次居住的客栈住宿 用了晚上后 荣淮就带着玉璃出去逛一逛 既然是置办嫁妆 他们首先去首饰店里看一看 一个晚上购买了好几套价格不菲的头面 因为是嫁妆 所以玉璃拒绝荣淮副账 回到客栈时 荣淮看着玉璃 阿里 不要和我分得这么清楚 玉璃知道她是因为负账的是在生闷气 她没好气 狠狠掐了一下她的脸 你够了 这可是我的嫁妆 我怎么可能会用你的银子置办嫁妆 荣淮敏纯 我的也是你的 难得阿里有喜欢的东西 到了最后 却是她自己结账 她这个未婚夫 毫无用处 未来的妻子太独立 所以她多了很多烦恼 等到我们成亲后 你的就是我的 看到了她 还是闷闷不乐 她凑上前亲了她一下 好了 别生气了 我们还有一辈子那么长 你有很多很多机会为我花钱 一辈子 多美的字眼啊 荣淮听了后 忍不住笑了起来 仅此置办嫁妆这一次 以后你置办任何东西 都用我的银子 行啊 这个男人还真是任性 那我赚银子给你花 荣淮文言 双眼都亮了 她把人拉到怀中来 笑着说 好 以后你花我的银子 我花你的银子 她心里暗暗想着 阿里赚银子不容易 她以后少买一点东西 不过 阿里可以多买一点东西 因为她有很多很多银子 玉里看着她幼稚鬼的样子 很想翻白眼 第二天早上 玉里和荣淮又开始出门逛 他们逛了很多店 买了很多东西 从一家首饰店里出来 玉里看着马车上的东西 陷入沉思 最后决定先去买一套别院 这样就有地方 可以放置刚刚买的东西 也不用住在客栈里 还可以把别院当驾着 一举三得的事 就要马上去做 前后不到一个时辰 玉里就在曲州路安巷 买了一套三进的院子 荣淮给了十两银子 让衙行东家寻一些人 来帮打扫院子的卫生 衙行里最不缺人 很快就带来几十人 帮着打扫卫生 当天晚上 玉里和荣淮 就搬进别院里居住 睡前 玉里靠在荣淮怀怀中小声说 别院买了 我明天再去看看 庄子良田这些 我不会让别人笑话 你娶了一个 连像样一点的嫁妆 都置办不起的王妃 第140章 荣狼爵vs魏灵 荣淮文言浅笑 你就是最好的 能遇到他 和他成为夫妻 已经是一种幸运 他就是他唯一的绝世珍宝 玉里发现 荣淮现在已经开启了情话模式 说话越来越甜了 也不知道 灵儿现在过得怎么样 灵儿现在已经是孕晚期了 他有点担心他会早产 等我们成亲后 我要去燕帝一趟 他不放心为灵儿和他的孩子 总觉得自己若不亲自去一趟 孩子也许会保不住 他也不知道 为何会有这种感觉 他就这样在自己的脑海里 生根发芽 拔不开 挥不走 荣淮说 好 从安阳县快马加鞭 到燕王府 也不用多长时间 燕帝 魏灵儿离开凤莱村这一天 荣淮也让鹰哥送信给燕王荣王爵 告知他要送魏灵儿 去燕王府躲避那些人的搜查 荣王爵想到 魏灵儿已经身怀六甲 他下得赶紧带着人去接应 他跑了几天时间 才接到魏灵儿 这才发现 魏灵儿比自己上次看到实瘦了很多 脸色也不是很好 他深知魏灵儿腹中摊的重要性 不敢继续赶路 只能带着他去了自己附近的别院里 先休息两天 等到他状态好一点 才开始赶路 而且走得很慢 到了燕王府后 他把魏灵儿安排在朝徽院 这是王府里算得上最好的院子里 他现在就怕亏待了这位主 除此之外 还安排了两个医术很好的医女 照顾他的起居饮食 把事情安排好后 胡人来饭 他又上了战场 一直到三月末才回到王府 荣王爵才回到王府 大管家就迎上来 他说 王爷 您是先用膳 还是先去看看灵姑娘 燕王把人带回来后 就去打仗了 他只和大家说 照顾好灵姑娘 以至于王府的人觉得 这位灵姑娘肚子里怀着的 是他们家王爷的孩子 听到管家这莫名其妙的花话 他才想起 自己王府里 还住着一位不能招惹的祖宗 他说 灵姑娘这段时间过得如何 既然回来了 肯定要去确认 这位祖宗在王府过得好不好 要不然 无法向小皇叔和皇陕交代 管家看他一回来 就急匆匆要去看灵姑娘 越发肯定 灵姑娘肚子里的孩子 是王爷的 他屁颠屁颠跟在王爷身后 一边走一边说 属下每天都会问一女 关于灵姑娘的情况 一女说 灵姑娘和他腹中的小主子都很好 荣王爵暗暗想着 很好就行 很好就行 等等的 大管家说 小主子 什么小主子 他想要问清楚 就听到前方传来女子的笑声 他脚步瞬间顿住了 自从母妃走了后 燕王府后院 已经许久没传出笑声了 这里与其说是他的家 不如说是一座空城 一座只囚禁了他的空城 他顺着笑声看去 就看到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女子 正在和身边的丫鬟说着话 也不知道说了什么 引得女子哈哈笑了起来 他天天都笑得这么开心 视线落在女子大的吓人的肚子上 他真的很担心 他把孩子笑出来了 大管家说 灵姑娘性子很好 王府上下的人都很喜欢他 自从老王爷和老王妃去了后 王府第一次拥有这样的笑声 大管家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王爷 你应该早点把灵姑娘带回来的 荣王爵觉得管家的话很奇怪 这又不是自己的王妃 他带回来做甚 他看着管家说 这可是一位祖宗 得尽着 护着 不能让他磕着碰着 要不然 小黄婶会找自己算账 大管家闻言 不由得感叹一声 王爷长大了 懂得疼爱自己的女人了 正在和丫鬟说话的魏灵儿 也注意到荣王爵 他笑着 朝对方挥挥手 荣王爵 你回来了 荣王爵看到他这个样子 赶紧上前说 小祖宗你就悠着点 可别摔了 本王赔不起啊 谁要你赔了 魏灵儿上下打量他一番 发现他的气息有点差 上前小声问 你是不是受伤了 瞧着气色 好像遭了大罪 荣王爵恩了一声 去杀胡人三太子时 被自己军中的人捅刀子 他说 让他们下去 我有事和你说 闻言 他深深看了魏灵儿一眼 那眼神深邃不见底 让人无法猜到 这个人心中所想 他还是挥挥手 让人下去了 花园里就剩下两人了 他转身就朝着亭子走去 荣王爵看到他这个肚子 走路都好像不稳一样 赶紧伸出手搀扶他 当他的手触碰到魏灵儿的手臂时 他愣了片刻 随后笑了笑 不用这样小心翼翼 我肚子里的孩子很好 早就知道 楚王叮嘱了身边的人 照顾自己和孩子 可真的不用如此小心 荣王爵说 我怕你摔了 我瞧着别人怀孩子时 肚子也没有那么大 我不在王府这段时间 你都撤什么 上次见面时 他的肚子也没有那么大 怎么一段时间不见 就这么大了 双胞胎啊 魏灵儿笑了起来 我这两个孩子 肯定比别人一个的要大 荣郎爵被吓到了 双胎 他知道 怀双胎的妇人很危险 也许在生产时会出事 他突然有点慌了 我黄沈知道 你怀的是双胎吗 知道啊 阿里医术这么好 妈妈就知道 我是单胎还是双胎了 荣郎爵听了后 很想晕过去 娘啊 他们这对无良的夫妻 居然把这么难事后的人 送到自己这里来 简直太过分了 两人坐在亭子里 魏灵儿说 把手放上来 我帮你把把脉 荣郎爵还被双胎的消息 惊到回不过神来 听到他说 把手放上去 就真的放了 只是当魏灵儿的手 放在他的手腕上时 他瞬间僵住 坐着不敢动了 就这样安静 看着对面的女子 为自己整脉 不一会儿 魏灵儿看向荣郎爵 你不但受伤了 伤你得武器 还沾了毒 荣郎爵点点头 行啊 有几分能耐 我已经吃了黄沈 给的解毒丸 魏灵儿说 幸好有阿里的解毒丸 要不然你就命丧黄泉了 第141章 天大的误会 喜当爹 荣郎爵点点头 知道自己中毒后 我马上就服用解毒丸了 只是我没想到 身边会有人背叛我 魏灵儿听了后 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身边那么多人 有人会背叛 你不是正常的吗 人心是这个世上 最难掌控的东西 也许前一天 对你忠心耿耿的人 明天就有可能因为权利 钱财 女人背叛你 她在皇族时 见多了这样的事 当年妹妹被偷 就是因为身边出现了叛徒 玉璃是她为数不多 愿意去信任的人 她自己也搞不懂 为何喜欢和玉璃一起 不明白为何愿意信任玉璃 她和高飞以前是夫妻 可她并没有完全信任高飞 所以高飞并不知道 她是云南国的公主 不知道她从何处来 与其说她爱高飞 不如说 她贪恋高飞给她的温暖 一旦她发现 那些温暖会变 她可以毫不犹豫脱身离开 她就是这样一个 冷心冷情的人 荣郎爵看着她笑了起来 你也被人背叛了 你笑得很欠揍 卫林不客气说 想要撕了你的嘴 看你还笑不笑 荣郎爵哈哈一笑 凑上前 哎 死吧 看你敢不敢 卫林活动活动自己双手 一副真的要上前撕的样子 荣郎爵被吓了一跳 你悠着点 我不开玩笑了 这个女人现在怀着两个护身符 不 应该说大祖宗怀着两个小祖宗 卫林似笑非笑问 还敢这么嚣张吗 荣郎爵咬牙 卫林 你就是仗着你肚子里的两块肉 在拿捏我 你等着 等你把孩子生下来后 看我如何报仇 当真以为自己好欺负 看到她一脸怒意 卫林哈哈笑了起来 我半点也不慌 你尽管放马过来 行了 别逗你了 你才回来赶紧去休息一下吧 我在你家住得挺好的 王府上下都护着我 你也不用担心我这里 有事就去忙你自己的 说完后 他挺着一个大肚子 走出亭子里 他知道 荣郎爵刚刚和自己开玩笑 是想缓解自己的紧张 其实他不知道的 是他一点也不紧张 他这些年走南闯北 若是蹲下去 和乞丐都能聊半天 所以 面对荣郎爵时 一点压力都没有 自己助他的 吃他的 可不能让人因为自己 而耽误了事情 荣郎爵想到一件事 突然追上前问 我皇叔过段时间就要澄清了 我没有时间去 过几天要让人送礼去 你有什么要给皇婶吗 到时候 让他们帮你一起带去 卫丽儿 也想着玉里澄清的事 他本想作为娘家人 陪在他身边 可现在 自己还要对方操心 想到这里他叹息一声 到时候 劳烦你让人 帮我送一份礼回去 回去 荣郎爵听着这两个字 觉得怪怪的 他怎么说的 好像回自家一样 卫丽儿第二天 易容后 挺着肚子离开了王府 身后还跟着两个医女 他去燕州最大的首饰店里 看了一圈 愣是把人家的镇店之宝 买下来了 这是一枚紫玉手镯 通体子道发亮 很华贵 很神秘 燕州权贵夫人 都在打着一枚紫玉手镯的主意 最后却落到魏丽儿手上了 消息传到荣郎爵耳中 他意外极了 你说 那紫玉手镯 真的卖给林姑娘了 下属点点头 是的 因为他帮第一楼的 东家解毒了 第一楼的东家防晕中毒 没几年好活的是在上层圈子 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防晕的第一楼 是做经营首饰 玉石珠宝生意 第一楼开遍南前 只是大本营在燕州 防家也是燕帝第一家族 防晕作为防家家主 二十多岁的生命 却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了 他寻遍名医 都没办法解毒 没想到魏丽儿 居然帮他解毒了 荣郎绝不会觉得 这是假的消息 防晕这个人心机深沉 斤斤计较 谁都别想在他手里 讨到半点好处 现在却愿意把 第一楼的镇殿之宝 卖给魏丽儿 只能说他真的帮防晕解毒了 王爷 没想到林姑娘的医术这么好 以后王爷不怕受伤了 一句话换来 荣郎绝的死亡眼神 你就这么盼着本王受伤 行啊 他养的都是一些什么玩意 就不要求他们 好像绝影那么厉害了 像日影行不行 他又想到 日影经常没有和小黄叔对着干 和自己身边这些人差不多 属下没有盼着王爷受伤 只是觉得 有林姑娘在 很多事都有保障了 心腹燕俭笑着说 管家说等林姑娘生下小主子后 就请王爷给林姑娘一个名分 这样一来 林姑娘是不是就可以跟着王爷 一起上战场做军医了 要知道一个厉害的军医 可以救回很多人的性命 等等 什么小主子 荣郎绝说 本王什么时候说过 林姑娘腹中的孩子 是王府的小主子 大管家进来时 就听到这一句话 他一脸看渣男的眼神 盯着荣郎绝 别人害怕这位王爷 可大管家不怕 大不了就是被赶去 为王爷王妃守灵 王爷 您怎么能否认小主子的存在 大管家说 若是王妃还活着 知道你让人家姑娘怀了孩子 却不要他们母子 王妃估计晚上会来找你 荣郎绝咬牙 本王说了 林姑娘肚子里的孩子 不是本王的 不是不是 他只是来府中 借助一段时间 这一次解释的够清楚了吧 可大管家亲眼看到 王爷搀扶林姑娘 走进亭子里 还看到两人有说有笑 他们王爷什么时候 那么善良了 他不落井下石就不错了 还去搀扶人家 怀着孕的小娘子 说没关系 骗鬼都不信 您说林姑娘肚子里的孩子 不是您的 那是谁的 荣郎绝想到 那女人肚子里孩子的重要性 不敢说是汝阳王的孩子 他只能说 他丈夫死了 和离了 另一半就等于死了 所以他没有说错 这一次 就连燕剑看荣郎绝 都像看负心汉了 荣郎绝觉得自己真的很冤枉 真的不是 你们不要多想了 他叮嘱两人 管好下人 不要乱传谣言 坏林姑娘的清白 大管家和燕剑都想说 您都跑去搀扶林姑娘了 现在才来说清白 会不会太迟了 第142章 孩子不是他们的了 从曲周回来后 玉璃开始为柳杰做正骨手术 秋白和吕景焕在手术室里 帮着他打下手 柳家兄妹 一直都在外面等着 他们不断在院子走来走去 恨不得跪在地上 恳求上天保佑 希望兄长能恢复如初 这一场手术经历了三个时辰 因为柳杰后期养得好 所以手术过程就算有点小意外 也成功完成了 接下来 柳杰只需要好好养着就行了 柳杰是在手术后两个时辰醒来 吕景焕忙问 你现在感觉如何 麻醉时间过去了 他皱眉说 痛 我的腿 他不敢往下问了 吕景焕笑着说 师父说 只要好好养 过几个月后 你就能下床了 过两年 你就可以去参加科举了 他经常看到柳杰看书 写文章 就连王爷都会亲自指点眼前的人 所以他猜测 柳杰是要去参加科举 柳杰文言 双眼都亮了 瞬间觉得 现在腿上传来的疼痛 都是如此有趣了 玉里来看过几次 随后把手术后护理的工作 全都交给秋白和吕景焕了 吕景焕现在就像是一块海绵一样 不断吸取医学知识 玉里这个名义上的师父 也愿意教他 所以 吕景焕的医术提升得很快 平时也帮着村民看一些小病 半个月下来 并没有出错 迎来了他们的夫子 荣淮一共找了五位夫子来 一位是五夫子 剩下几位 就是教知识的 五夫子是为了传授 他们一些拳脚功夫 训练好身体 没有一个好身体 压根没办法在科举路上坚持下来 这些夫子里有两位是托家带口来的 李正伯伯已经安排他们的住所了 夫子到位了 组理决定在3月18这一天开始上课 凤莱学堂很大 可以容纳很多学生 后面还有一处是练武场 一开始 不少外村的人 笑话凤莱村办学堂的事 未曾想夫子来了后 他们才知 原来五位夫子里 除了五夫子是秀才功名外 其余四位都是举人老爷 一时间 不少人想要把他们家的孩子 送来学堂念书 李正都被他们烦到 要躲出去了 凤莱村的孩子可以免费入学 凤莱学堂暂时不招收外村的学生 消息传出后 凤莱村这个以前很穷的村子 就成为人人都艳羡的存在了 凤莱村还出了新规 村子满四周岁的孩子 不管是男娃还是女娃 都要送去学堂里念书 这个规定是李正和三位祖老 和村子里一些有名望的老人商议决定的 寓莱完全不参与学堂的任何事 她只负责出银子 学堂开会后寓莱也去看过 许是知道机会来之不易 很多孩子都认真在学习 只有少数顽皮的孩子会分心搞小动作 玉大郎的儿子取名为玉良 也去了学堂 她现在已经能简单说出几个字了 她上课很认真 放学后就会去翠微圆找寓莉 陪她的弟弟妹妹 短短几个月时间 他们就像把翠微圆当自己的家 玉家来找人 他们也不愿意跟着回去 上学第三天 玉良才放学 就被玉婆子拦了 她拉着玉良就想要回家 却被甩开了 玉婆子无法说话 只能指了指玉良 又指了指家里的方向 玉良知道 曾祖奶奶是要自己回家 可她现在不想回那个经常吵闹的家里 不 不 不回 留在姑姑家里 她和弟弟妹妹只要听话就能吃饱 秋雅姑姑还让人帮她和弟弟妹妹 做了好看的衣服 这些是家里的人 都不愿意为她和弟弟妹妹做的 他们不想去夏田 不去采药 不愿意去干活 甚至不想养自己和弟弟妹妹 她不想回那么可怕的家 玉婆子被气得不清 看着那狼崽子跑走了 她坐在地上不断开始哭 却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 这一幕让人瞧见了 觉得很诡异 她现在算明白 玉里那个小贱人 为何会这么好心帮自己养孩子 原来她想要和自己抢孩子 就连家里几个曾孙的名字 都是玉里那个贱人启名的 李正还把这个名字写进族谱里 现在孩子不和家里的人亲近了 她开始后悔了 也恨死了心狠手辣的玉里小贱人 她想要大声咒骂 可她发不出声音 什么都做不了 玉良跑回翠薇园里 柳红秀看到她脸色苍白 赶紧问 阿良 你怎么了 谁在后面追你 秋雅姐姐 他们都教了这个孩子 不能在翠薇园里跑 玉良以前也做得挺好 今天这是怎么了 玉良把事情一说 柳红秀笑了起来 小姐说你若想要回去 也可以回去住的 玉良摇摇头 念 念书 在翠薇园可以好好念书 回去他们天天打架 屋子里很吵 无法念书 柳红秀想起小姐的交代 她蹲下来笑着看向玉良 那就好好跟着夫子念书 做一个明辨是非的人 小姐警告大家 不能在孩子跟前说 老宅的人如何如何不好 只需要时时刻刻提醒他们 好好跟着夫子念书 做一个明是非的人 做到这些 一切都足够了 玉良连连点头 这些小事 也不会麻烦到玉里这里 距离婚期还有半个月时间 玉利已经把嫁妆这些全都搞定了 嫁衣一共两套 第一套是她从翠薇园出门时穿的 这一套嫁衣是顾母一个月前 拿着料子回翠薇园完成的 另外一套则是王府的绣娘 历经半年才完成的 这一套嫁衣会送去莱阳玉府 玉利真正出嫁这一天穿 这一天 荣淮也带着人离开凤莱村 她需要回去带着人亲自来迎亲 出门之前 她捧着玉利的脸亲吻她的额头 她的唇 两人腻歪了很长时间 她说 阿里 等着我来迎娶你 玉利文言点点头 好 她不想和阿里分开 可必须要离开了 只能抱了右抱 一步三回头 看得玉利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等着你来迎娶我 到时候 我就是你的王妃了 所以 你不用这么可怜的 秋雅等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第143章 对比 怀孕 玉利目送着荣淮离开凤莱村 秋雅想到 王爷看着小姐那黏糊的眼神 忍不住说 小姐 等你和王爷成亲后 王爷指不定真的把家都搬到这里来了 谁能想得到 堂堂楚王殿下 居然这么黏糊呢 玉利浅笑 无妨 最威缘很大 祝一个王爷还是可以的 秋雅等人都跟着笑了起来 秋竹朝山脚看去 突然看到丁香草 咦 香草嫂子怎么进山了 玉利也看了过去 她不是一直进山采药吗 潘不忘离开的时候 留了银子给丁香草 可她还是坚持进山采药 坚持去开荒 玉利让人照看丁香草 不要让这对母女出事 要不然 不好向潘不忘交代 陈牙现在已经去学堂了 每天都跟着夫子念书 写字 秋竹说 香草嫂子生病了 我昨晚去看望她时 叮嘱她在家休息的 小姐 我去帮香草嫂子 说完后 柳红秀就朝着山脚跑去 回到翠薇园后 玉利让秋竹 去把丁香草找过来 丁香草还以为 玉利有什么重要的事 找她 到了翠薇园时 玉利让她坐下来 然后开始为她枕脉 她笑着说 秋竹姑娘和小姐说了 我真的没事 也许是这几天有点累 看起来精神才会比较差 玉利看了她一眼 你有孕了 秋雅等人闻言 纷纷向丁香草道喜 丁香草傻眼了 她把手放在小腹上 一脸不敢置信 玉利恩了一声 一个月左右 应该是你们刚刚成亲 那几天有的 这两人成亲之前 喝了好些天的药 加上有天泉水调理身体 所以会怀上也不意外 秋雅笑着说 潘师傅回来后 一定很开心 丁香草也知道 丈夫因为失去她的长子 一直给耿耿于怀 现在自己能这么快怀上孩子 夫君一定很开心 她也很开心 过后又开始担心女儿小豆芽 她若真的生了一个儿子 那夫君还会对小豆芽好吗 玉利看出她心中所想 缓缓道 潘不忘不是那种言而无信的人 我们都看得出 她对小豆芽是真心疼爱 是啊 香草嫂子 你就不要担心了 也不要进山采药了 好好养胎 秋竹等人也劝丁香草 药材也不要种了 没有什么比你肚子里的孩子 和你自己的身体重要 丁香草沉没了 明天开始种植药材了 她开荒就为了这一天 她有点不甘心 可想到夫君对孩子的渴望 她敏唇正打算答应下来 玉利却发话了 我让人帮你把药材种起来 你只需要把胎儿养好就行了 荣怀送了一些擅长重要的人来 到时候就让他们帮着 打理一下丁香草那几亩药田就行了 丁香草赶紧说 那我把卖药材的一半银子 分给帮我的人 玉利文言满意地笑了 这是一个懂分寸的女人 玉利让柳红秀抓了两只鸡 装了几十只鸡蛋 送去给丁香草 叮嘱她要多吃 孩子需要营养 送走丁香草后 秋雅忍不住感叹一句 潘师傅 这妻子取对了 才成亲就有了孩子 玉利让青阳写一封信 送去给潘不忘 把她要当爹的事也说一说 想到自己成亲的日子就快到了 她问 最近玉家老宅的人在干什么 玉婆子和两个孙媳妇 天天来找几个孩子 几个孩子都不愿意回去 柳红秀是负责几个孩子日常问题 听到小姐问起 赶紧说 奴婢想着 要不然把他们送回去几天的 让他们好知道 在翠维园过什么样的生活 回去过什么样的生活 玉利忍不住看向柳红秀 她笑着问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柳红秀轻哼一声 小姐对他们那么好 他们却不能觉得理所当然 既然他们父母和曾祖母找上门 我们自然不能霸占着别人的孩子 要不然 村子里的人就会说 小姐 你抢他们的孩子了 好日子和鸡飞狗走的日子 总要让几个孩子学会对比一下 这样 他们日后才会知道 应该和谁更亲近 玉利看向柳红秀 你应该知道 你家小姐不需要他们的亲近 我只需要他们日后 去给我父母做贤孙 柳红秀笑了 小姐不需要是小姐的事 他们不能不懂 邱雅觉得柳红秀说的有道理 小姐 要不然就把他们送回去几天 玉利点点头 送吧 被教养了好些天 回去后肯定不适应 加上玉家老宅天天吵 他们早晚会明白 跟着谁才要好日子过 晚上让他们来和我吃一顿饭 吃完饭就送回去 想了想 她还是决定 见一见那几个孩子 因为和孩子一起吃 桌子上放的两道肉菜 都是切碎的 玉里全程都很少吃 只是看着几个孩子 吃得很开心 她来了兴趣 把最小的奶娃抱了过来 开始喂她 一岁多玉高看着这个姑姑 咧开嘴笑了 姑姑 吃 姑姑吃 几个孩子中的毒雅药 已经解了 都能正常说话 哭闹了 玉里笑着说 姑姑不吃 高高吃 玉高很听话 真的开始吃了起来 等到几个孩子都吃完了 玉里才看向玉良 我知道你曾祖母 他们天天来找你们 你待会儿 就带着弟弟妹妹回去吧 我这边也忙 这段时间都没时间照看你们了 而且 你们爹娘也想你们了 玉良听说要回去 她其实一点也不愿意 可姑姑都发话了 她只能点点头答应下来 那是你的爹娘 你们一定要孝顺 知道吗 她唇角含笑 眼里却平静漠然 玉良还是点点头 她想了一会儿才问 姑姑 我们以后还能来这里吗 她都知道 爷爷奶奶 他们都不喜欢这个姑姑 以前经常欺负姑姑 她问出这句话时 忍不住红了脸 她不是嫌弃自己爹娘 而是真的喜欢这里 没有吵闹 没有打架 玉莉摁了一声 当然可以 玉良文言 这才笑了起来 晚上柳红秀带着几个人 把兄妹全都送回老宅了 玉婆则看到自己几个曾孙 冲过去就把人抱到怀中来 然后狠狠瞪着柳红秀几个人 第144章 小蠢获来挑衅 柳红秀也不生气 她看着玉良 阿良 我们走了 玉良不舍 却也只能点点头 等到柳红秀走了后 玉家老宅的人才出来 玉切儿一看到 几个杂穿得这么好 吃痒得白白嫩嫩 她想到 这些都是玉里的功劳 瞬间就怒了 抄起一旁的凳子 就要砸过去 最后被玉大郎夺了过来 她想也不想一巴掌 打在玉切儿脸上 玉切儿不敢相信 玉大郎居然敢打自己这个姑姑 她发了疯 开始扑上去 玉家新一轮打斗又开始了 最后以玉切儿 被打到鼻青脸肿中间 玉良看着几个被吓哭的弟弟妹妹 她上前 把他们都抱在怀中轻声安抚 她不想回来 就因为这样 这里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玉里耳中 夜深人静时 她悄无声吸到了玉家老宅 然后把一包药粉 放进井水里 只是干家不吵架 有什么好看 玉良送回去的第三天 玉家全体居然都能说话了 路过的人 都听到他们一家子的哭声 一个两个都觉得很意外 他们居然会说话了 七审大中午时跑到翠威元 和玉里说起这件事 还真是神奇 突然变成哑巴 突然恢复 眼看着你和楚东家就要澄清了 我怕他们会闹出什么事来 玉里浅笑 无妨 他们不敢来闹 她已经给玉家的人安排了去处 在大婚之前 肯定把事情处理好 她给玉家老宅两条路 要如何走 就看他们自己选择了 七审看玉里这个样子 真的丑死人了 那个玉切儿每一次看到 楚东家恨不得把眼珠子都粘上去了 你长点心眼吧 七审 阿怀看不上她 玉里自然知道玉切儿的想法 无非就是看自己可以嫁给荣怀心中难受 很不服气 觉得自己也可以嫁一个很好的男人 荣怀想要让人把玉切儿的眼珠子挖下来 她察觉她有这种想法后阻拦她 她已经想好如何处理玉切儿了 七审拍了一下玉里的肩膀 你这个蠢丫头呀 真的是急死我了 我跟你说玉切儿那个人坏得很 玉里看到七审都急成这个样子了 赶紧说 七审你放心 我肯定会看好阿怀 不会让玉切儿靠近阿怀 也会让人看着玉家老宅的人 不会让他们靠近我们 七审这才点点头 你懂得这样想才是最好的 最怕你傻乎乎的 七审知道 你是一个有主意的孩子 可我还是希望你能长得心眼 以后都能幸幸福福 玉里知道七审为自己好 也愿意亲近七审 只是七审 要回去帮着做饭 不能再脆微圆多呆 她也不想在家里待着 所以背着背篓 要进山采药 才走到山脚下 就看到等在这里的玉切儿 她正用愤恨极度的眼神 盯着玉里看 她一直觉得 若非玉里回来了 她会是村子里最美丽的姑娘 她也能嫁一个很好的人家 玉里当没看到她 直接越过她 朝着另外一边小路走去 玉切儿冲到前面拦住她 玉里 你是瞎子吗 我的眼睛 暂时只能看到人 看不到畜生 玉里淡淡看着玉切儿 滚开 玉切儿不愿意 张开双臂拦住去路 你有什么资格嫁给楚东家 玉里看到饭剑凑上来的人 手痒痒了 一手揪着她的头发 把人摁在地上 粗糙的泥土 让她觉得连火辣辣的痛 头皮也快要被人撕下来了 她哭着喊着说 放开我 玉里你放开我 玉里冷笑 一脚一脚踢在她 已经瘦了很多的屁股上 你这个人是不是天生饭剑 总喜欢送上来被我打 玉切儿被玉里无情扔在田梗上 她脸上的伤还没有好 现在身上又添了心伤 看着她这个蠢样 玉里忍不住叹息一声 你说 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来挑衅我呢 玉切儿突然哭了起来 而且越哭越大声 你不该回来的 你不回来时 我是村子里最好看的姑娘 你回来后 大家都说你好 说你聪明 玉里看到她这个样子 嫌弃极了 退后两步不客气说了一句 我本就比你好看 比你聪明啊 小蠢货 玉切儿想到 最近这段时间哥哥扫扫 侄儿和侄儿媳妇都经常打自己 爹娘老了 也管不住他们了 她受尽委屈 身上就没有一处好地方 想着想着更难受了 哭得更大声了 玉里闻言皱眉 闭嘴 再哭就让你继续变哑巴 花音落下 玉切儿捂住自己的嘴巴 一脸可怜兮兮的样子 落在不知情的人眼里 玉里现在 可能会成了一个 欺负弱小的人 是你 是你害我们变成哑巴 玉切儿睁大眼睛 盯着玉里看 眼里有恨意 可更多的是惧怕 玉里摇摇头 不是我 可我能让你变成哑巴 也能翘无声息 把你卖出去 玉切儿更怕了 看到她怂样 玉里笑了起来 我知道你想要 嫁一个富贵人家 做少夫人 我可以成全你 地上的姑娘 一脸见鬼的样子 看着玉里 你要把楚东家让给我 啪啪 玉切儿挨了两巴掌 玉里掐住她的下巴 楚东家是我的 你若再敢觊鱼 我弄死你 她的眼神冰冷 让玉切儿打了一个冷战 那 那你想要做什么 天啊 这个玉里太可怕了 那眼神就好像屠夫看到猪一样 她这是想要杀自己 我会帮你挑选一门夫婿 保证你过上有人事后的好日子 玉里笑着说 只要你听话 不惹事 一切都好说话 玉切儿就是一个又耸又蠢的直老虎 同时也继承了 玉老头夫妻的心狠手辣 她不想杀了玉切儿 又不想把人放在眼皮子下 最好的办法就是 把她嫁得远远的 还要嫁到一处 能拿捏她的家庭 让她吭声都不敢吭声 玉切儿想起楚冬家的爵士容颜 又看看凶神恶煞的玉里 她咬咬牙说 你真的能让我嫁到富贵人家当少奶奶 玉里点点头 当然 我不骗人的 第145章 玉里是怪物 玉切儿权衡利弊之下 最后还是为了好日子妥协了 你不能骗我 要不然我一定会闹得你婚礼 都办不下去 玉里点点头 你要是敢这样做 我就敢送你去见我爹娘 她眼神清冷 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样子 玉切儿见状 打了一个哆嗦 瞬间想起刚刚挨揍的经历 她善笑 我就怕你骗我 怎么会呢 玉里笑得好像狼外婆 既然你来了 那就陪我一起 进山采药吧 小废物 还是对容怀 有小心思 她很不喜欢呢 不能杀 那也能摸一摸玉切儿的性子 好让这个小蠢货 看清楚有些人 不是她该觊觎的 玉切儿想要拒绝 玉里扫了她一眼 她瞬间闭嘴了 乖乖跟在身后 看到这里 玉里忍不住笑了起来 也不怕自己 让她翘无声息死在山里 为了荣华富贵 还真是活得出去 玉切儿是老来女 在家受宠 不用上山砍柴 不用做家务 第一次爬那么高的山 走了一炷香 已经累得气喘吁吁 还要走多久 玉里转身扫了她一眼 继续 要不然我把你踢下山 又走了一刻钟 她累到跪在草地上 我不走了 不走了 累死我了 而且全身都是伤 痛死人了 玉里继续往前走 一边走一边说 这边会有野猪出没 你若不跟上来 被弄死了 也不关我的事 野猪 玉切儿想起村子里 因为野猪死的人 赶紧起来跟了上去 你别走那么快啊 你等等我 玉里没有理会她 继续往前走 越往里走 四周越阴冷 大树也更高 更粗壮了 玉切儿觉得自己 全身鸡皮疙瘩 都起来了 她问道 玉里 这里是什么地方 好可怕啊 我们回去吧 玉里停下来 喝了一口水 这才看向她 这里是脆微山半山腰 村子里的人采药 也不会到这里来 因为有野猪和熊瞎子 野猪和熊瞎子 不会到这里来 她只是想要骗骗玉切儿 玉切儿听了 厚脸色顿时变了 她转身 就要沿着来十路回去 玉里说 你跑吧 待会儿遇到危险 就不要怪我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玉切儿生气了 她看着玉里 你根本没想过要帮我 你想要 让我死在山里 如果自己在山上 遇到猛兽身亡 一切的错都怪不到 这个心机深沉的女人身上 那自己白死了 想明白后 她很想扑上去 和玉里大战 三百个回合 玉里浅笑 是啊 我想要 让你死在山里 说完后 继续往山里走 其实还是有村民 来到这边挖药材的 所以四周 已经开出好几条路了 玉里发现 峭壁上长着一棵老树 她想起前些天 为旅景焕说 药堂里 已经没有龙林草了 而龙林草旨 寄生在百年老树上 她想要上去看看 她看香玉切儿 就在这里待着别乱跑 我去采药 玉切儿担心会有危险 赶紧跟了上去 突然发现 走在前面的玉里 从身后的背楼里 拿出一根绳子 她用力往上扔 那绳子 居然绕在峭壁的一棵树上 然后就看到玉里 开始拉着绳子往上爬 只是一会儿功夫 她就爬了很高 看到这里玉切儿的双脚都软了 你 你小心 这么高摔下来 会死人的 说完后 她才想要狠狠抽死自己 玉里死不死 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她最好就死在这里 玉里闻言顿了一下 她微微勾起唇角 却没有回答玉切儿 她快速往上爬 很快就踩在老树上 往上一看 真让她看到两株龙灵草 她像猴子一样 灵活往上爬 很快就把两株龙灵草摘下来 扔在背楼里 她无意中看到 不远处 有一头小野猪潮这边来了 看看坐在地上 像一条咸鱼的玉切儿 她笑了笑 快速往下 只是没有急着落地 她喊了一声 玉切儿 你身后有野猪 玉切儿闻言 下得赶紧站起来 往后一看 一头几十斤的小野猪 朝她冲了过来 她吓得哇哇叫了起来 已经顾不上疲惫 只想着赶紧跑 要不然就死定了 小野猪追着她 在四周跑来跑去 好几次就要 把那个讨人厌的两脚兽 扑到时 就有东西落在了梯子上 很痛很痛 导致她跑不快 一直追到玉切儿 已经跑不动了 小野猪冲着她冲过去 看着越来越近的野猪 她脸煞白 全身都吓到僵硬了 她惨叫一声 玉璃救我 救我 难道自己真的 要死在这里 就在她以为自己 真的没救时 玉璃突然挡在她面前 一脚就把小野猪 踢飞出去 小野猪 砸在不远处的大石头上 抽出几下 就不动了 玉切儿的嘴巴张得很大 这 这 一脚就把野猪踢飞了 她看了看自己 再看看 不知道生死的小野猪 她怀疑自己 也禁不住玉璃一脚 这一刻 她庆幸自己 突然变成哑巴 因为没脸见人 所以没出门 也没有做出任何 伤害玉璃的事 要不然 她不敢想象 后果会如何 玉璃这个人 真的太可怕了 玉璃转身冲着 玉切儿一笑 才从惊吓回过神来的姑娘 被这个笑容 吓得不轻 此后人生里 只要想到这一笑 她就打从心里畏惧 这个比自己还要小的侄女 玉璃说 走吧 要不然待会儿 会有野猪群来 这小野猪 应该是若丹了 大野猪很快就会带着杂儿找过来 她现在带着一个小废物 所以不能继续留在山里 而且 今天给的警告也够了 她走上前 把已经死了的小野猪拎了起来 然后往来十路走去 玉切儿看她 一手就能拎起几十斤的小野猪 咽了咽口水 娘啊 这都是什么怪物 力气怎么那么大 她拖着累到不想动的脚 追上玉璃 玉璃 你 你力气怎么那么大 我的力气还可以更大 你想要试一试吗 玉璃看了她一眼 我可以免费送你回家 玉切儿吓得瑟瑟发抖 不敢靠近这个恶魔了 这一刻她才明白自己数次找玉璃麻烦 玉璃都没有给自己一脚 她能活到现在真的是天大的兴师了 回去后一定要好好和爹娘说 不能让他们继续找玉璃的麻烦了 要不然如何死都不知道 第146章 特殊的病人 玉璃和玉切儿走到翠微山外围 就遇到一些正在种尿材的人 他们被玉璃手上拎着的野猪惊到了 有人忍不住问 阿里 你是不是静静地了 现在天天有人进山 所以野猪不会跑到外围来 只有进入境地才会遇见野猪 玉璃点点头 是啊 我进去采药 婶子闻言看了一眼 她身后狼狈的玉切儿 你带着她去干什么 她只会连累你 玉切儿听了后 恶狠狠瞪了那婶子一眼 如果放在以前 她一定会狠狠骂回去 可玉璃在这里 她不敢 她害怕玉璃会一脚把自己踢出去 玉璃笑了笑 婶子放心吧 她还连累不到我 她似笑非笑 如果遇到危险 我就把她抛下 玉切儿听了后 想要反驳 只是对上 这个女魔头的眼睛 她瞬间闭嘴 她觉得自己现在真的很憋屈 今天就不该来找玉璃的 不但挨揍了 还要跟着进山 险些把命 都葬在深山老林里 玉璃和婶子大娘们 说了几句 就回家了 到了山脚下 玉切儿不等玉璃发话 就朝着另一条路拼命跑 那速度 就像有人在背后撵一样 玉切儿回到家后许 是觉得安全了 一下子就软倒在院子里 玉老头夫妻看到女儿这个样子 赶紧过来 把人搀扶回屋 切儿 是谁欺负你 玉切儿听着爹娘关心的话 突然哇哇哭了起来 在山上时 就算害怕也不敢哭 害怕引来野兽 也害怕玉璃 把自己扔在山上 现在安全了 所有的委屈和害怕 都涌上心头 爹娘 我险些就见不到你们 她扑进自己阿娘怀中 呜呜哭起来 玉婆子问 是谁欺负你 是不是玉璃 她对玉璃成见很大 所以不管遇到什么事 第一时间想到的 都是玉璃 玉切儿 想把今天发生的事 全都告诉爹娘 想要让爹娘 为自己出气 可想到 玉璃的凶狠 她不敢把事实说出来 她哭着说 我昨天被大哥大嫂打了 心里难受 就进山里 没想到 进了境地遇到野猪 是玉璃出手救我 如果没有玉璃 我就死在山里了 自己都这样说了 爹娘应该不会 对玉璃有意见吧 只要爹娘不去找玉璃 就不会出事 她看得很清楚 在这个家里 她只能靠爹娘 所以他们都不能出事 如果爹娘没了 两个哥哥嫂嫂 肯定会把自己赶出去 玉老头和玉婆子对视一眼 他们没想到事情 居然是这样 玉璃那个小贱人 居然救了自己的女儿 没事没事 她是你的侄女 看见你遇到危险 救你是天经地义 玉婆子不想成这一份情 只能安慰女儿 也安慰自己 这是玉璃应该做的 玉璃 玉璃她力气很大 一脚 就把一头野猪踢死了 她揪着阿娘的衣袖说 阿娘 你们以后不要去找玉璃的麻烦 我怕你们这副老骨头 会被人踢碎了 玉老头他们都不是很相信 女儿的话 你们不相信我 你们觉得我骗你 你可以去打听一下 玉璃今天下山时 一直手拎着一头野猪 这是很多人亲眼所见 我不会因为 他救了我就帮他说话 看到爹娘不相信自己 他是真的难受了 为何他们都不相信实话呢 玉老头夫妻 是真的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一脚就把一头野猪踢死了 这多吓人啊 玉婆子看丈夫一眼 他对女儿说 你好好休息一下 阿娘去帮你烧水洗澡 然后处理你身上的伤 老大夫妻还真是造孽啊 怎么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说完后 他抹着泪走了出去 一边走一边说 老头子 我和你还活着 他们就这样欺负我女儿 等我们死了 他们岂不是更过分 一句话 让玉璃脸色瞬间变了 是啊 爹娘还活着 哥哥嫂嫂就敢打自己 如果爹娘不在了 自己的下场真的很惨 想了想 如今最好的办法就是嫁出去 玉璃把野猪送去给七审 让他带着人 做给工人们吃 医馆和药堂都建好了 药堂那边 还有一些地方没有装修 本想着成亲之前 医馆可以开张 事实证明 他想多了 现在只能等成亲后再开张 他才回到翠薇园 秋白就迎了上来 小姐 今天有人来找你治病 因为你不在家 奴婢让他明天早上再来 玉璃看了他一眼 没让何其大夫看一下吗 何其大夫也没办法 看出是什么问题吗 何其虽然善古毒 可医术也不错 他都没办法 会是什么病吗 那男子的腹部 以前受伤了 现在经常隐隐作痛 秋白跟在玉璃身后 一边走一边说 来人坐着马车 身边有八名护卫 一个婆子跟着 成果师傅说 瞧着 是从军营里出来 玉璃文言笑了 这就有趣了 楚地的军队 都是荣怀自己的 所以 不可能是他的人找上门 既然不是荣怀的人 会是哪一支军队的呢 让成果半个时辰后来见我 他要回去洗澡换衣服 秋白点点头 半个时辰后 成果出现在院子里 玉璃开门见山问 知道今天来求医的人是谁吗 成果摇摇头 不知道 属下没见过 瞧着不像是南前的人 玉璃看向成果 确定吗 如果不是南前的人 又是军营出来的 一旦传出去 事情就有点难搞了 藩王和别国的人来往 一旦被荣英知道了 他分分钟给荣怀 扣上一个通敌叛国的罪名 成果也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赶紧说 属下已经传信给王爷了 王爷应该会查这件事 那就行 玉璃说 我会把人留下来 他把人稳住 荣怀就有时间查了 这件事 你知我知就行了 不要让崔维元其余人知道 人多口杂 有些秘密就不是秘密了 属下明白 事关别国的人 他不会乱说 成果离开后 玉璃去找了青阳 让他找几个人 打扫前院 一处小院子出来 青阳也没有多问 而是挑选几个细心的家丁 去打扫小院子 就在此时 柳红秀走了进来 小姐 玉璃来找你 第147章 都死干净了 玉璃还是第一次进入崔维元 这还是他第一次 踏入这样好看的房子 他觉得自己 眼睛都不够看了 玉璃就花园亭子里等着他 柳红秀把人带进来后 就离开了 坐下来说 玉璃看也不看玉璃 安静坐在亭子里泡茶 玉璃哪里知道 泡茶的动作还能这么优雅 他都看呆了 一种挫败感袭上心头 原来自己和玉璃 不但容颜相差很大 玉璃会的这些 自己都不会 他坐下来后有点拘束 玉璃把一杯茶 放在玉璃跟前 找我有什么事 我想要在你 澄清之前嫁出去 玉璃敏纯说 我哥哥嫂嫂一直都打我 我爹娘身体不好 我只想尽快离开那个家 玉璃想了想说 你有什么要求 玉璃想要找一个 像楚东家这么好看的夫君 可他知道不可能的 他认真思考了一会儿 我要嫁去富贵人家当少夫人 他要对我好 不能打我 要护着我 他见过阿爹打阿娘 见过大哥打大嫂 见过二哥打二嫂 唯独没有见过三哥打三嫂 可三哥太穷了 还护不住自己媳妇 这是一个没用的男人 玉璃觉得玉璃学聪明了 他点点头 好 两天后 我会把消息告诉你 把玉璃送走后 玉璃去找了成果 成果经常带着人 去帮人建房子 知道的是比较多 他把条件一说 成果认真想了想 还真有这样的人家 只是不在屈州 在丰元县 距离安阳有七百多里 说说这个人的事 玉璃觉得远一点好 不用他回来 和玉家老宅的人 搅和到一起 张家是丰元县父户 家中做米粮生意 在楚地开了十几家店 生意很好 赚了不少钱 张家不缺银子 可他们张家子嗣艰难 已经期待单传了 如今的张家大少爷23岁 澄清已六年 一直没有怀上 妻子最后和自家表哥睡了 还怀上孩子 想要张家吃这个闷亏 张家夫人是一个厉害的女人 岂能答应这样憋屈的是 最后事情闹大了 张家大少爷和妻子合离了 现在张家想要找一个 好生养的儿媳妇 不管是城里 还是农村的姑娘 只要家是清白即可 玉璃想了一下说 你有办法联系张家少爷吗 让他们来一趟 就说这里有一个 好生养的姑娘 成果文言 嘴角抽搐几下 王妃说的是玉茜 玉璃点点头 他的确是抑郁体质 这一点他可没有说谎 让你把张家少爷找来 是想要为他把脉 你看看 盼不忘30岁才得一个儿子 我帮他把脉 他要吃了半个月 成亲后马上就当爹了 成果最后 还是让人联系了张家大少爷 心里却希望王妃别坑自己 因为他和张家大少爷 私交不错 安阳县客栈里 一个男人坐在椅子上看书 他的身后 站着一个带刀护卫 主子 我害怕这个楚王妃 压根不会医术 只是蒙骗世人 护卫段元凯 想到主子的情况 心里更担忧了 安逸闻言看了护卫一眼 他冷硬的脸上 带着几分漠然 好像这个世上的一切 都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不是已经查过了吗 荣怀这位王妃 从小就跟着人学医 前些年附近村落 很多人都会去找他看病 我们没有查到他的诗门 他以前也只是给人看一下 风寒这样的小问题 段元凯忍不住反驳 主子 你也不是感染风寒 当初主子听到消息后 就要来找这位玉璃姑娘 不管别人如何劝他 都一意孤行 来到这里 看着安阳县这个 穷山恶水的地方 他很想拉着主子就离开 安逸看向段元凯 你是听不懂我的话吗 段元凯下得赶紧跪下来 属下不敢 既然不敢 那就闭嘴 明天早上去凤莱村 他放下手中的书本 你先出去吧 我要休息了 被段元凯闹得 他都不想看书了 他站在窗外 看着这个宁静的小县城 到现在依然想不明白 荣怀为何放着 好好的大家闺秀 名门千金不要 最后居然要娶一个 小县城的医女 而且还是以在驾之身 进入楚王府 都说这位玉璃姑娘 长得美若天仙 可荣怀不是那种极色的人 岂会因为一个女子长得美 就要把人娶回家 月想 心里对这位玉璃姑娘好奇 所以他来这里 只是为了看看荣怀的心上人 至于自己身体的问题 从来不在他考虑范围之内 他身体不好 有人才会放心 第二天早上 玉璃正在用早膳 就得知这位安公子来了 秋白已经把人带到医馆里 玉璃割下筷子 擦干净嘴 这才朝着临时的医馆走去 医馆外听着一辆马车 两个年轻男子站在院子里 秋白正在院子里晒药材 吕景换在一旁碎碎面 看到玉璃来了 秋白赶紧说 小姐 安逸听到声音转过身去 一个身穿红衣 拥有倾国之姿的女子 便出现在眼前 饶氏见过各色美人 他依然被玉璃的样子惊艳了 这一刻 他甚至怀疑自己以前对容怀的了解 都是错的 楚王也许真的是 看上人家姑娘的绝世容颜 才娶回家的 今天跟着来的不是段元凯 而是沉默寡言的岳君 他也被玉璃的样子惊了一下 只是很快就回过神来 恭敬站在安逸身后 玉璃看向安逸 缓缓道 公子好早 他在心里付匪 那么早干什么 都打扰我吃早餐了 安逸无奈一笑 是不是打扰姑娘了 他痛到睡不着 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所以就带着岳君来这里了 玉璃说 我正在用早膳 好让你知道 真的太早了 当然 他完全可以吃饱再出来 可他想要看看 这位也许是别国的病人 他走进医馆 示意安逸坐下来 然后开始为他诊脉 不一会儿 他的眉头就皱起来 老天都不想收你的命 安逸傻眼了 这是什么意思 是说自己命硬 想想好像真的很硬 他身边的亲人都死干净了 他却活得好好的 第148章 还能活 不管玉璃问什么 安逸都认真回答 最后安逸问 玉大夫 我这样的情况 还有旧吗 玉璃看了他一眼 你小夫以前受伤 在拔剑时 残留有东西在里面 那东西 现在已经影响到你的健康 如果你再迟一点来 估计就要 把小命都弄没了 安逸闻言 脸色瞬间变了 他当初中剑的时候拔剑出来 长剑还是完整的 所以 不存在把东西落在身体的情况 除非有人故意为之 陪着安逸一起来 岳君也想到这些 他现在想的是 当初的大夫是叛徒 我需要把你小夫里的东西取出来 玉璃淡定说了一句 也就是说 我要把你的肚子剖开 岳君盲问 剖开肚子后 还能活 人的肚子都剖开了 岂不是只有死路一条 玉璃说 别人能不能活我不知道 我肯定不会让你死在这里 这话说得岳君胆战心惊 他不由看向自家主子 却听他们主子说 既然不会死 那就请玉大夫出手相救 安某 并会重金仇谢 那你需要在这里住下 因为取出腹部的东西后 你需要配合我们后期的医治 若非有天泉水 他是不敢做这个开肤的手术 安逸点点头 都听玉大夫安排 玉璃就喜欢这样爽快的病人 他对秋白说 你负责安顿安公子 再和他说一下 住下来后的各项费用 秋白点点头 是 玉璃看向安逸 你先休息一下 明天早上就帮你把东西取出来 手术前五个时辰 你是不能吃任何东西 谁也不能喝 你今天晚上开始不吃不喝就行了 安逸站起来 朝玉璃做衣 有劳玉大夫 玉璃摆摆手 你出钱 我治病 说完后 他朝着外面走去 剩下的事 秋白会处理好 安逸看着他的背影笑了 你们家玉大夫 一直都是这样吗 治病也是钱货两清的样子 秋白闻言看向安逸 不是这样吗 你们生病找到我家小姐 小姐为你们治病 你们给钱 这本就是钱货两清啊 安逸沉默下来 他想起自己查到那些 关于玉璃的过往 据闻当年南前的 永城侯陆北纸赢取这位 就是因为救命之恩 可在玉大夫看来 病人和大夫是一场交易 难道当年陆北纸 是不愿意给银子 所以才会赢取玉链 这样说来 玉大夫还有点亏了 好好的黄花闺女 却要接手一个垃圾玩意儿 秋白带着安逸到 已经收拾好的院子里 他说 这些被子都是新的 洗干净的 每天厨房都会提供吃食 菜单已经放在善厅的桌子上 你们需要提前一天 决定吃什么 然后报给大厨房 这些都是按照小姐要求去做的 每一道菜收费多少 则是怀西姐姐订的 日后驿馆那边 也会按照这些来做 怀西姐姐已经开始 帮着物色厨艺后 会做药膳的厨师了 秋白叮嘱完后 就去忙自己的事了 岳君看着自己 从善厅拿来的菜单 发现只有十几道菜 他微微皱眉 主子只有十几道菜 安逸看向岳君 十几道菜已经很多了 岳君 这是玉大夫的崔薇源 我们只需要按照他的规矩来 若无法遵守规则 可以选择不来找他治病 他不希望自己属下 是一个眼高手低的人 我们行军打仗时 吃干粮的时间多了去 为何不能接受 别人的十几道菜 岳君被主子说的 脸色瞬间红了 属下只是觉得 一个王妃家里 应该布置这些菜 然后呢 安逸看着岳君 别人有多少菜 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要记住 不是自己的地盘 就没有资格去挑剔 文言 岳君瞬间沉默下来 他今天的话的确很多 可他无法控制自己 如果不说话 他会被自己吓死的 抛开小腹 把东西取出来 听着就觉得吓人 他真的很难接受 更何况 这些刀子 是落在主子身上 主子的安危很重要 绝对不能出任何事 安逸也看出他的一样 他的视线落在菜单上 他点了好几个菜 这才看向岳君 去告诉厨房 我今天要吃这些菜 晚上只需要两碗粥 和一些小菜即可 他虽出身尊贵 却从小吃苦 所以在吃食和穿着上 并不奢侈 吃饱 比什么都重要 崔薇元的下人都很勤快 只要走出去 就可以看到他们各司其职 就找不到一个偷懒的人 安逸看着石上海走 便带着岳君 在村子里走走 走着走着 他走到了山脚下 发现有人在种东西 他好奇凑上前看了看 交三嫂正认真种药材 看到有人凑上来 吓了一跳 只是看到是一个俊美的公子 他打量对方一眼 瞬间笑了起来 公子是玉大夫的病人 他们都发现 很多穿着滑柜的人 都是来找玉大夫看病的 李正和祖老爷叮嘱大家 如果遇到这样的人 一定要温声细语 不能把人吓跑了 安逸点点头 是的 我是今天才来求医的人 嫂子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交三嫂笑着说 我们在种植药材 这些药苗 都是玉大夫卖给我们的 等到这些药材种植好了 卖出去就有很多银子了 我女儿的嫁妆也就有了 说到这里 她就笑了起来 自从玉大夫回来后 他们家过上了以前 都不敢想的好日子 安逸朝着四周看去 发现不少人在种植药材 她忍不住问 那么多药材 能卖出去吗 交三嫂白白手说 能 当然能 说完后 她就没有继续了 李正说了 不能和别人说太多废话 要不然被人套话了 很有可能会因为这件事 导致他们以后 都没办法种植药材 采摘药材赚钱了 安逸是一个聪明人 看到交三嫂这个样子 就明白 对方没有继续说的想法 得 她在外面转了一圈 才回了崔薇源 她的一举一动 都落入玉璃眼中 她没有阻止对方去闲逛 若她是一个危险的人 她不会允许对方活着离开 若她是一个没有威胁的人 知道这些也无妨 她也没有打算瞒着世人 第149章 还要很久 安逸进入手术室后 玉璃先给她做了麻醉 这才让吕景焕和秋白 进来帮忙和学习 岳君站在医馆外走来走去 她恨不得 把眼珠子年糊在里面的房子 要知道主子的身份尊贵 一旦出事了 北林必乱 她在外面等着一个多时辰 玉璃这才出来 她急急上前问 玉大夫 我家公子现在如何了 玉璃淡淡说 没事 只是需要在里面先住一天 明天可以回到你们院子 去养伤了 吕景焕会在里面照顾 你可以隔着窗子看一下 等到你家公子醒来 景焕会告诉你 她担心这个人 会不管不顾跑进手术室里 她提醒一句 你可不要不听劝告跑进去 要不然我马上把你们扔出去 她动手术之前 已经在里面消毒了一遍 虽然无法做到 和现代的手术室一样 可也比外面好很多 在安逸没有稳定之前 还是在里面躺一天吧 月君得知主子没事 她松了一口气 接着就是满心震惊 居然真的有人 可以把肚子打开后还活着 这实在太出人意料了 只是没有看到主子 没有听到主子的声音 她还是担忧 我需要做一些什么呢 你什么都不用做 等你主子送回去后 景焕也会跟着去照顾 说完后 她就离开医馆了 她又去挑选了两个 看起来聪明爽力的人 跟在景焕身边 学着去照顾手术后的病人 她需要的人太多了 就算她这几个月 已经开始培训 可还是达不到自己的要求 幸好只是看护 照顾手术后的病人 这些事 只需要细心认真的人 就能做得好 这一刻 她很怀念魏林了 以前很多事 都是魏林而忙活 包括一些基本医疗知识 都是魏林而叫别人 她叹息一声 秋竹走过来时 正好听到这一声叹息 忍不住问 小姐 怎么了 玉璃说 我有点想念四娘子了 她在家使我很清闲 秋竹闻言笑了起来 四娘子说了 她十月份就会回来 四娘子再过一个月就要生了 生了后 还要等孩子长大一点才能回来 玉璃说 还要很久 说完后 就朝着柳杰居住的院子走去 才走进院子 就看到日盈也在这里 她觉得有点意外 日盈 你怎么在这里 日盈闻言笑着说 主子 柳杰让我帮买一些东西 我买好送来给她 玉璃点点头 走过去询问柳杰的情况 还看了一下她的腿 玉璃亲自做的手术 加上有天泉水辅助 柳杰的腿恢复得很好 小姐 属下现在感觉很好 我觉得很快就可以起来 走路了 柳杰说到这里时很激动 甚至她放在膝盖上的手 都是颤抖的 王爷说了 等她恢复后 就可以继续参加科举 以前她从未想过这些 现在却可以好好想一想了 她感激地 看向眼前的女子 也是她的主子 一辈子要效忠 永远也不会背叛的人 小姐 若是有你 我大概是一个在村子里等死的人 因为在深渊待过 所以她很清楚 那种在黑暗中艰难求生的痛苦 是眼前的人把自己拉出深渊 所以她未来就算拼尽全力 也会回报她的恩情 日影文言笑了起来 你的确应该好好记住 若非有我家小姐 你现在可能已经没命了 现在跟在小姐身边 她经常有时间到处闲逛 也来了柳杰这里好几次 自然听她说过 柳家兄妹是如何跟着小姐 柳杰说 她们是死缠烂打才纠缠上小姐 才让小姐答应收下他们 也因为知道 所以觉得小姐真的很好 很仁义了 玉璃笑了笑 好好念书 做一个好官 以后肯定有用得着你的地方 说完她就离开了 等到她走了后 日影才对柳杰说 好好跟着主子干 你未来必定不可限量 柳杰点点头 我也这样觉得 我这一辈子最大的运气 应该就是遇到小姐了 若她是溺水之人 主子就是唯一一根救命稻草 现在我弟弟跟着王爷去了军营 王爷对我也有了安排 红袖跟在主子身边 这是我们以前从未想过的 说到这里 她笑了起来 眉宇间都带着轻松 柳杰长得本就不错 加上玉璃用了不少添泉水 帮她调理身体 她身体里的毒素 都慢慢排出来了 现在整个人看起来白白净净 加上是读书人 身上有一股书卷气 笑起来时 显得她整个人很温柔 日影不由多看几眼 她还记得第一次看到这个人时 她就算再笑 可眼里 还是一片寒谈 现在却像遇到了阳光 驱散了她眼里的寒意 让她整个人看起来完全不一样了 你弟弟在军营适应得很好 你妹妹在主子身边 跟着时文断字 现在和秋雅姐姐 一起帮着主子管理屋里的东西 瞧着也是有模有样 日影觉得 柳家的人能遇到主子 真的是毕生最大的幸运了 柳杰笑了笑 红袖现在每个月 都能拿一两银子的月银 弟弟在军营有二两一个月 他这个需要先生教 花费很大的人 也有一两月银 这真的很好很好了 红袖还经常得到主子的赏赐 小丫头前几天来说了 今年就得了小姐好几次赏 加起来都有三十多两了 等攒到一百两 然后就让人带回去给家里人 他看向日影 你说 我让家里人搬到处地来 主子会允许吗 日影摇摇头 不知道 应该会吧 王爷让柳杰去参加科举 已经为柳杰办理了新的户籍 依然姓柳 只是名字变了 那是一个全新的身份 所以 以前的柳杰家里人去了哪里 应该都不妨碍任何人 要不然我帮你问一问吧 说完后日影就跑了 柳杰想要喊住人 可日影就当没听到 他风风活活跑到玉璃屋子里 顾母也在这里 玉璃此时正式穿新衣 他穿着一套大红色束腰长裙 裙摆网上用金 丝线绣了凤凰图案 看到凤凰图案时日影的眼睛 闪了一下 第150章 大有来头 顾母是一个敏锐的人 许是猜出他在想什么 缓缓道 是王爷吩咐绣凤凰图案的 这衣服是新婚第二天穿的 因为荣怀的父母已经死了 所以第二天新媳妇敬茶 就改为给父母上一炷清香 作为新嫁娘 新婚前三天都要穿红色的 不管是料子 还是图案要求 是按照王爷吩咐的去做 日影笑着说 凤凰很好 很适合我们主子 在场的人都像听懂日影的言外之意 只是大家都心照不宣 没有往下接 玉莉笑着说 衣服很好 我很喜欢 甚至连修改的地方都没有 她看向顾母 柔和一笑 辛苦你了 顾母摇摇头 这都是老奴应该做的 她和儿子都时时刻刻 谨记自己的身份 若非有小姐 她早就被人搓磨死了 儿子大概也死了 所以 她一刻也不敢忘了 主子的救命之恩 玉莉看向秋雅 秋雅笑着 拿出一个荷包放在顾母手上 顾师傅的绣工真好 想必做这一件衣服 也费心费力了 顾母想要拒绝 玉莉说 拿着吧 这都是你应得的 她对于自己人 从来都不会令习 而且 顾留为自己赚了很多钱 她更不能亏待能干下属的母亲 顾母文言大方 收下病道谢 玉莉换下衣服后 交给柳红秀 秋雅则送顾母出去了 她看向日影 风风火火 这是有什么重要的事 日影把柳姐想 要把家里人接来安阳县的事 说了一遍 玉莉沉默片刻 最后点点头 若是他们愿意 当然可以 其实安阳县人并不多 若有人来这边安居乐业 自然是最好 柳红秀文言眼眶 瞬间红了 她走到玉莉跟前 跪了下来 奴婢多谢 主子恩准 玉莉看向柳红秀 起来吧 我不需要 你动不动就下跪 你好好为我办事就行了 柳红秀抹去脸颊上的泪水 笑着点点头 奴婢一定会好好做事 现在主子的衣服 和首饰这些东西 全都归她和秋竹姐姐管 她要把这些都做好 不让主子 有任何后顾之忧 也不会让任何人 贪慕主子的东西 来呀 荣怀看着成果送来的信 她微微皱眉 她怎来了 绝影也得到消息了 她说 主子 她可是北陵的摄政王 现在出现在楚地 一旦被人发现 可会传出不好的流言 甚至陛下 可以用这个来诬陷主子 通敌叛国 荣怀说 封锁所有的消息 不要让人发现这件事 成果是见过北陵摄政王 她没有认出对方 那就证明 对方是戴了人皮面具 安逸 是北陵摄政王的别名 知道这个名字的人不多 安是隋母姓 安逸今年二十有五 和她同年生 只是她年长安逸几个月 他们在十年前认识 那时候安逸 只是王府一个小世子 两人在大漠认识 然后结伴同行 因为性情相投 所以那半年时间 他们一起在大漠待了半年 那半年里 她只是安逸 她只是楚容 再见时 她是北陵摄政王 她是南前使臣楚王 前去恭贺 北陵新帝登基 那一次 他们用真实容颜出现 饶氏如此 依然一眼 就认出对方了 一晃过去多年 她没想到安逸会 出现在凤莱村 主子 就这样 任由她留在凤莱村 绝影当年 是唯一一个 跟在主子身边的人 自然知道 安逸的存在 荣怀说 她不会伤害阿里 虽然只相处了半年 可她知道 安逸不会伤害自己的妻子 成果说 她是来求医问药的 何其都医不好 一旦阿里救了她 按照安逸 有仇必报 有恩必还的性格 她只会护着阿里 现在最大的麻烦 就是不能让人知道 安逸的身份 一晃几年过去了 北陵的小皇帝 也长大了 荣怀嗤笑一声 她也赶出来 就不怕人家 趁机把她 踢下摄政王的位置 二十岁成为摄政王 五年过去了 当年的小皇帝 也已经十二岁了 应该是等不及了 绝影只是笑了笑 她看不懂主子 也看不懂那个 和主子性情相投的 北陵摄政王 当年民祖地驾崩 主子还不是一个人 离开京城 在外晃荡 期间遭遇多少刺杀 主子当年都不怕先帝 现在北陵摄政王 也不怕北陵小皇帝 这两位都是不怕死的主 担惊受怕的 从来都是他们这些下属 荣怀写了一封信 让人送去给玉林 只是说了安逸 是她的朋友 可该防备的 也要防备 顺便给安逸 写了一封信 让她最好安分一点 别给自己媳妇惹来 不必要的麻烦 让英哥去送信 第二天早上就收到信了 玉林看完这封信后 忍不住笑了起来 看来这个家伙 有很多事瞒着我 只是每个人 都有自己想要隐瞒的事 不说就不要逼问 因为她也有很多秘密 从来不打算告诉荣怀 安逸昨晚已经醒来了 今天中午 可以到崔薇园养伤了 玉林去为她检查时 顺便把荣怀 写给安逸的信送了过去 得知是荣怀给自己的 安逸愣了片刻 随后笑着接过信 打开一看 她忍不住笑了起来 笑着笑着牵动伤口 玉林淡淡说 别笑了 要不然伤口裂开了 安逸看向玉林 你未来夫君 让我别给你惹麻烦 荣怀既然让自己未婚妻 送信给自己 必定说了关于自己的事 只是她应该没有说 自己是北林社政王 她猜测 应该会说是好朋友 玉林浅笑 阿怀说的是事实 我就想要过几天 安静的好生活 所以让你的人 不要那么高调 安逸笑着点点头 嫂子放心 不会给你惹麻烦的 玉林只是叮嘱 吕景焕几句 然后带着人离开 安逸见状 赶紧问吕景焕 我什么时候 可以下地行走 听说荣怀还有几天 就要来迎亲了 她可不想错过 吕景焕说 看你的恢复情况 安逸叹息一声 我的身体不错 应该恢复得很好 她是这样自我安慰 第151章 隐晦的话 月君看着吕景焕 为主子处理伤口 再看看主子现在的样子 她感叹一声 原来人的肚子被剖开后 还能继续活着 玉大夫的医术 真的太厉害了 她所有的担心 在看到主子醒来时 都化作震撼 现在看到主子精神 很好的样子 已经不知道 如何去形容自己 此时此刻的心情 普天之下 估计找不到第二个 比玉大夫还要厉害的大夫 吕景焕文言摇摇头 师父说 每一位大夫 都有自己擅长的 我师父不擅长谷毒一类 孟家公子上门求医 其实我师父 只能看出他是中了谷毒 却无法为对方解骨 还是我们医馆的 何其大夫出手 安逸淡淡说 玉大夫能看出 孟二少爷中了谷毒 已经很厉害了 我听说孟家的人 带着二少爷 去了很多地方 找了很多有名的大夫看着 都没有看出 是什么问题 你们这医馆以后了不得 有玉里这样的大夫在 以后来求医的人 只会连绵不绝 吕景焕浅笑 师父也觉得是这样 只是安阳县到 凤莱村的路不好走 说完后 他说一些要注意的话 就离开了 悦君 看向自家主子 主子 吕大夫的话是什么意思 安逸闻言看了一眼 这个蠢下属 意思就是 他家师父治好我了 我可以捐一点银子修路 悦君傻眼 还能这样 为何不能这样 人家又没有明确要求 只是说了一句 路不好走 安逸嘀嘀一笑 也不知道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还是有人在背后教的 悦君 拿出一万两捐给村里 让他们修建县城 到凤莱村的路 悦君想要说 主子的身体还没有恢复 现在拿银子出来 会不会太早了 可对上主子那双清冷的毛子 悦君瞬间闭嘴 当李正收到十张千两银票时愣住了 这 这真的是 捐给村里修路的 悦君点点头 玉大夫救了我家主子一命 所以我家主子 想要为玉大夫家乡的人做一些事 他觉得 县城到村子的路不好走 要好好修一下了 以后会越来越多人知道 玉里大夫的名字 来求医的人 也会越来越多 只有把路修好了 才能方便更多人 李正送走悦君后 马上就去找了祖楼 几个人坐在一起商议这件事 三祖老说 从县城到我们村子里 一万两的确可以修路了 既然有人送钱来让我们修路 我们肯定要把事情做好 大祖老说 做吧 还要把事情做好 毕竟关乎到我们凤莱村 很多人都盯着我们呢 总不能让人失望 现在凤莱村已经成为安阳县的香菠菠了 凤莱村的学堂 也成了不少人都想要进入的学堂 大祖老说 不但要把路修好 以后有机会 还要把学堂再建大一点 三祖老明白大祖老的意思了 他也赞成这样做 我听说很多人都打算今年修建房子 不如组织大家一起修建 我瞧着阿里家里就弄得很好 我们自然没有银子弄得这么好 可我们可以叫阿里给我们出出主意 看看如何建造 做不了阿里这样的大宅院 我们可以做丁香草家那样的房子 二祖老想到自己家里几个孙子 也要成亲了 可家里房子就那么大一点 最近也在沉思建房子的事 他想到丁香草的家 两层的房子 那么多房间 家里人可以随便住 老三说的对 趁着成果师傅的队伍还在这里 我们也可以寻他帮忙指点一下 几个人商议好了 晚上就寻人去找了玉璃 到李正家里商议事情 玉璃早就知道 安逸让人送了一万两 给村里修路 只是没想到 村子居然想要统一建房子 他听完后 脑海中瞬间想起了 现代那些小桥流水的古村落 他说 统一建房子是一个不错的建议 只是你们需要去找成果 问一问一栋房子 需要多少银子 房子大小不同 价格也不同 这些我们都要清楚才行 说完后玉璃让蒙二娘 拿了笔墨纸验出来 她很快就画出 三个不同规格的房子 都是两层 分别是八个房间 十二个房间 和十六个房间的规格 玉璃说 房子就按照这一种来修建 若真的要修建 肯定不能按照现在的位置 我们需要重新去划分 她需要看了位置 然后还要考虑会遇到的各种问题 比如大雨添水流 村中饮水 洗涤等问题 这些都是在画设计图之前 需要注意的 而且 村里的人还注重风水问题 这些都要让人来看一下 李正伯伯 现在村子的人都有地方住 你让大家不要急 若能统一建造 是最好不过了 李正文言连连点头 好 好 那我就让人缓一缓 先攒银子 银子多了 就可以把房子建得更大 玉璃笑着点点头 是啊 银子多了 就能修建更大的房子 回去的路上 秋牙忍不住问 主子 真的可以统一建造房子吗 不知道为何 他觉得 若凤来村真的可以统一建造房子 那么 安阳县的重心 指不定就会变成在凤来村了 这里有处地最大的医馆 有处地最厉害的大夫 日后会有很多人来求医问药 来了凤来村 严重一点的人 可能要住一段时间 需要用到的东西就会变多 到时候人来人往 想到这里 他就觉得全身火热 有一种 希望可以见证一切的渴望 玉璃看向秋牙 以前不行 现在可以 为何 是因为现在大家都能赚钱吗 玉璃沉默片刻 想了想说 赚钱是一部分原因 更重要的是 凤来村的人看到了希望 看到了变得更好 甚至是改变命运的希望 而让他们生活发生 天翻地覆变化的人是自己 只要李正伯伯告诉大家 他也同意了 村子里的人十之八九会答应 剩下那些不认可的 已经构不成任何威胁 秋牙 你知道吗 人只有在填饱肚子时 才会想到更多 玉璃一边走 一边对秋牙说 现在村子里的人 不会再饿肚子了 他们看到翠薇园就会羡慕 可羡慕也没用 他们现在还没能力 建造第二座翠薇园 所以 他们会把目光 放在丁香草的房子上 第152章 让属下去弄死他 秋牙瞬间明白了 她笑着说 翠薇园是心中渴望 潘家是现实生活 玉璃忍不住呵呵一笑 她停下来看着 安宁祥和的村子点点头 是啊 翠薇园是他们梦中情乌 潘家是他们现实中 可以得到的 一个是梦想 一个是生活 梦想有可能是遥不可及的 现实生活 却是实实在在的 愿意努力的人 总会抓住机会的 这样一来 翠薇园就不在 事梦中才能拥有了 而他很愿意 给努力的人一个机会 翠薇山很大 里面都是宝贝 只要勤快一点 真的可以改变人的命运 来阳 荣怀看着英哥 带回来的消息 他看完后冷笑一声 上次被收拾得还不够 居然还有脸去找阿里 绝影问 主子发生什么事了 陆时音也看了过来 王爷 发生什么事了 他们看着英哥 带了消息回来 至于是什么消息 就不得而知 乔王爷现在的样子 真担心不是什么好事 眼看着王爷 澄清的大喜日子就到了 可千万不要出什么幺蛾子 荣怀淡淡说 陆北纸抵达来阳后 就去了安阳县 闻言陆时音和绝影的脸色 都很难看 陆时音咬牙 他是冲着王妃去的 该死的贱人 居然还有脸去找王妃 绝影看向荣怀 王爷 让属下去弄死他 陆北纸虽然是永城侯 实则武功还比不上自己 所以 绝影向来不把陆北纸放在眼里 不用 他要真的敢去找王妃 王妃也饶不了他 荣怀靠在一旁笑了起来 他当真以为 你们家王妃 还像以前那样吃傻 现在的王妃可厉害了 说到这里 他得意地扬了扬眉 整个人都骄傲极了 陆时音心里暗暗想着 若王爷有尾巴 此时肯定翘到天上去了 绝影想到王妃那身手 又想到日影和成果 青阳武功也很好 所以也放心了 王爷 他还是太嚣张了 如果不给一点颜色看看 他以为我们褚王府的好欺负 绝影还是不想让陆北纸过得太好 陆时音赞成绝影的话 他说 王爷 王妃有能力保护自己是他的事 您保护王妃是您的事 有人欺负到王妃头上来 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王妃被人欺负 容怀看了陆时音一眼 那你说 应该如何做才对 永成侯要来参加王爷您的大婚 那肯定是要让他顶着一张毁容脸出现 好让大家看看 鼎鼎大名的永成侯 长什么样子 绝影说 会不会太轻了 断手断脚坐在轮椅上 会不会更好 看着两个下属商议 要如何整陆北纸 容怀莫名觉得心情舒畅 以前就看陆北纸不顺眼了 因为他伤害了玉璃 现在更厌恶陆北纸 若非阿里不允自己弄死他 自己早就动手了 毁容就很好 他看向陆时音 这件事交给你去做 一定要让永成侯永生难忘 不能用没解药的 他那张脸 现在还不能彻底毁了 小皇帝现在很喜欢陆北纸 经常找人进宫 去商议朝中大事 若那张脸毁了 小皇帝就不会喜欢陆北纸 这可不行 他们当初为了把荣英和陆北纸绑在一起 可是花了不少心思 所以 怎么可能让这两人那么快就结绑了 一定要把他们死死绑定 到了该让朝臣知道时 就要让他们都知道 两个人文言 赶紧下去准备了 荣怀一个人坐在书房里 他的视线落在不远处那一幅画上 背景是翠微山 一个红衣女子 站在一块巨石上 红衣烈焰 女子绝美的容颜 让人为之震惊 那是他和阿里进山采药时的一个画面 他被那样的阿里吸引 为之惊艳 回来后 脑海中一直回荡这个画面 皆知楚王殿下温文儒雅 善丹青 这一点也不假 他画中的女子栩栩如生 就连眼里的光芒和灵动 都看得清清楚楚 这样的姑娘 很快就是自己的王妃了 每一每想到这里 他就觉得异常兴奋 想要大醉一场 绝影和陆时音 已经没眼看这样的王爷了 陆北指在安阳县落脚 他坐在安阳县最好的客栈里 看着外面人来人往 他想到了多年前 自己带着玉礼坐在马车上 穿过这条长街 然后离开安阳县 时隔多年 他再一次来到这里 当年带走的女人 现在已经背叛自己了 他派出多少人 想要杀了玉礼 可惜他的人连处地都进不了 就被杀了 他心里明白 是荣怀出手了 玉礼 是你逼我的 当初他如果听话一点 拿着修书离开多好 为何要把事情闹得这么难看 他名誉扫地 侯府几代人积攒下来的财富 一夜之间全都不见了 管家总说 这些和玉礼没有任何关系 可他总觉得 是玉礼造成的 他没有离开侯府之前 一切都好好的 他离开侯府了 家中的钱财就不见了 那些和自己来往 比较密切的人家中 库房也被搬空了 高玉青带着十里红装出嫁 打婚当天晚上 嫁妆就消失了 这些在他看来 都是玉礼干的 他是为了报复 自己要休妻 甚至要杀了他 有人打开 房间门走了进来 路北纸淡淡问 查清楚了吗 来人是路北纸的心腹 也是他侯府留下来的暗卫之一 以前不敢用 担心会被皇帝忌惮 现在却可光明正大 带着他们离开京城出来办事 心腹五音说 属下已经查过了 玉礼回了凤莱村后 在村中建了一座脆微园 那院子很大 比京城中的三进院子要大很多 还修建了医馆 据文打算一直留在村子里 他的医术也传出去了 甚至有人慕名前来求医问药 前些天还把一个人的腹部剖开 把里面会危害生命的东西取出来 这个人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说到这里十五音都震惊了 这件事应该是真的 陆北纸文言 想到自己当年伤得很重 就算让太医院那些老家伙来 也不一定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可只有十五岁的玉礼 保住了他的命 从那时候他就知道 玉礼这个女人的医术真的很高 甚至去查过他师父的事 可惜一无所获 侯爷 我们真的要杀了玉礼吗 第153章 玉礼太不讲究了 陆北纸看向五音 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属下想着玉礼的医术那么好 若杀了很可惜 如果能把人带回去为侯爷所用 这样我们的人就不怕受伤了 五音小声说 而且玉礼赚钱的手段很多 他当初离开侯府时 并没有带走任何东西 现在却凭着自身能力 又开了一管 蓝阳的酒楼 更是每天都能赚很多银子 侯爷 玉礼本就是属于您的女人 陆北纸陷入沉思 对啊 玉礼本就是属于自己的女人 凭什么要便宜容怀 他到现在依然记得 去年侯府被一场大火烧了 他们到别院居住 绝影却拿着房契 去把他们赶走的场景 荣怀又在背后踩一脚 有仇不报非君子 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他得好好想一想 如何神不知鬼不觉把人带走 陆北纸不知道的是 他们才抵达安阳县 他的消息就送到玉礼跟前了 清阳看着自己小姐 担心问 要属下去干掉他吗 以前在京城 自己无法干掉陆北纸这个复兴汉 现在来了安阳县 是他们的地盘 他可以叫上成果和日营等人 直接去弄死陆北纸 玉礼看向清阳 忍不住叹息一声 清阳 你最近经常和成果待在一起 清阳点点头 成果武功很高 所以他经常和成果切磋 清阳 我们不能动不动就要干掉别人 得给别人留一条活路 你以前的小姐没想过 要陆北纸现在死啊 所以暂时还不能动这个狗东西呢 他是一个复兴汉 辜负了小姐 所以该死 清阳和白威 怀惜他们都跟在玉礼身边几年了 自然知道 小姐以前在侯府过什么样的生活 现在和楚王殿下在一起 又被殿下宠成什么样子 两相对比之下 他觉得陆北纸更该死了 玉礼笑着说 别急 肯定活不长 早晚会死 却不是现在 他可是听说现在容音让这个狗东西 到处去处理那些贪官 永城侯府和狗皇帝的库房 现在有很多宝贝了 他暂时不想动这个财神爷 不但不动 还会让容怀把南前境内的一些贪官 一些贩事的商人做的一些事 悄无声息 让陆北纸知道 现在陆北纸就是一条疯狗 逮谁要谁 这样一把锋利的刀自然要好好利用 贪官杀了 钱财有了 这些最后都会属于他的 不 应该说 这些最后都会属于南前老百姓的 取之于名 还之于名 不管是从狗皇帝库房里弄来的东西 还是从陆北纸库房里弄来的东西 他都会用在老百姓身上 他玉礼不是好人 可不属于他的东西 他是一点也不会沾 从小他就明白 什么身份做什么事 玉大夫就是治病救人的 楚王妃可以做的事就太多了 所以 等他和荣淮成亲后 他弄来那些银子 就可以想办法 用再有需要的地方 青阳不明白 小姐为何这样要求 他是一个听话的下属 只能遵从小姐的命令 青阳走了后 玉礼缓缓朝着阁楼走去 站在这里 可以把村子收入眼底 他朝安阳县的方向看去 微微勾起唇角低声说 陆北纸 我等你好久了 自从知道荣淮送了情帖给陆北纸 他就知道这个狗东西 会来处地 他甚至想好要如何折磨陆北纸了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就算不能弄死你 可收点小利息 还是可以的 第二天 玉礼让人去找了玉琴 到崔薇园来 他看到玉琴就说 已经为你 寻了一门好亲事 在枫园县 家中做米粮生意 张家少爷期待单传 他今天就能抵达崔薇园 他若能看上你 你进门就是吃香喝辣 有人侍候的大少夫人 张家少爷以前娶了一位妻子 只是那女人不安分 不听话 所以被休了 他要先敲打一下玉琴 你若想要享受荣华富贵 在大户人家里就要听话 嫁过去 人家让你学什么 你就乖乖去学 玉琴没想到他真的为自己 寻到相亲对象 他双眼都亮了 你放心 只要能让我过好日子 我肯定不会作妖 玉礼看了他一眼 红袖 去给他挑两套 好看一点的衣裳 秋牙你这两天 负责教教他规矩 玉琴有点意外 想到自己以前干的那些事 他忍不住小声问 你 你为何要对我这么好 爹娘对三哥不好 自己对玉礼也不好 经常嫉妒他 嘲笑他是一个没爹娘的孩子 玉礼沉默片刻 淡淡说 还你小时候送吃的恩情 送吃的恩情 玉琴一个人 站在院子里想了好一会儿 这才从记忆角落里 想起了一些事 他小时候并没有长大后 那么讨厌玉礼 甚至觉得 玉礼没爹没娘很可怜 他试过好几次哭着喊着 让阿娘多煮两个鸡蛋给自己 他自己吃一个 留一个偷偷 拿去茅草屋给玉礼 除了鸡蛋外 还会给自己的白面馒头 带给玉礼 后来大嫂知道这件事 她把事情告诉给阿娘 阿娘跑去骂了玉礼 家里的人不断告诉她 玉礼不是好东西 小小年纪的孩子 天天听着家里的人这样说 也就觉得玉礼不是好人 家上村子很多人都喜欢玉礼 所以 她越来越讨厌玉礼 如果玉礼不说 她都已经忘记这些事了 没想到 玉礼一直记得 玉礼拿上被篓就进山了 日影见状想要跟着去 想到自己接下来的计划 她也就认可日影跟随了 落过山脚时 看到请来的药农 正在和村子里的人 说种草药时需要注意的是 他们看到玉礼 又想到过两天 就是她出嫁的大喜日子 娇三嫂说 玉大夫 你这是要进山 玉礼浅笑点点头 是啊 进山采药 三嫂药田里的药材 生长得不错 娇三嫂闻言笑的双眼都眯起来 都是师父教得好 你很快就成亲了 怎么还进山啊 大家都齐齐看过来 心中疑惑都是一样的 他们也做过新娘子 到了成亲前两天 都是不出门的 可玉大夫 却准备进山采药 他这样也太不讲究了 第154章 兄弟们 贵客来了 玉礼缓缓道 家中大小事都准备好了 我就想着 在家闲着 也是闲着 诸位神子大娘 阿叔阿伯 你们到时候 一定要来喝一杯喜酒 娇三嫂闻言 哈哈笑了起来 好 一定到 一定到 其余听到的人 也纷纷点头表示 一定会到场 先不说 这是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 只说这是一位 可以带着大家发 才致富的能人 他成亲能邀请自己去 已经是天大的喜事了 他们肯定会到场 玉礼带着日影 继续往山里走 他一边走一边说 凤来村的人真的很好 玉礼文言浅笑 当年我爹娘走了 若非村子里的人 你一口我一口地接见 我活不下来 不要说只是一口饭的事 大家都不容易 给我吃的东西 都是他们自己口两里 节省下来的 不是一天两天 而是好几年 园主也是一个傻的 有能耐 有那么多 在意自己的亲人 为了一个狗屁男人 而放弃了那么多 其实很多时候回想过来 他都很庆幸 陆北纸不是一个聪明人 要不然 他大可以对凤来村的人下手 然后囚禁园主 让园主为他赚钱 他没有生出那样的想法 是因为先辈 给他留了很多财富 换作现在的陆北纸 肯定别有用心 玉礼不知道的是 自己猜测的就是现在陆北纸 最想做的 日影点点头 好人也有好报啊 他们当年对你好 现在你回凤来村 带大家一起赚钱 过上更好的生活 玉礼转身看着正在药田里 干活的村人勾起唇角笑了起来 是啊 我们以后都会过上更好的生活 不只是凤来村的人 他要帮荣淮把楚地 打造成铁桶一般的地方 让楚地成为荣淮最坚实的大后方 两个人进入了深山里 走的都是平时没有人敢进入的地方 玉礼采摘了不少药材 甚至找到一根百年人参 就在两人坐在大石上啃干粮时 突然出现一群人 他们都戴着面具 凶神恶煞 一出现就开始动手 日影见状拔出长剑 开始迎了上去 他一个人就把所有人的攻击挡了下来 玉礼吃完最后一口饼子 才缓缓站起来 他看向不远处 戴着面具的男人吃笑一声 陆北纸 你得多心虚 才不敢以真面目见人 陆北纸闻言愣了片刻 他拿下脸上的面具 你怎么知道是我 两个人中间有十几个人对日影出手 他们就这样隔着裙架说话 玉礼笑了 因为我在等着你 在村子有成果一群人 陆北纸肯定会畏畏缩缩不敢动手 所以自己走出来了 等着陆北纸出手 呵 玉礼 你还真是一如以往的自大 这是荣怀给你的勇气 看到这个比以前更美丽的女人 她有那么一瞬间 后悔当初的决定了 若非当初决定休憩 这样倾城角色的女人 就是自己的妻子 她抿唇冷笑 给本侯拿下这个女人 话音落下 又有十几个人出现了 他们目标明确 就是玉礼 玉礼健壮一点也不慌 不是你才会叫人 兄弟们 贵客来了 赶紧出来招待一下 一句话 就让陆北纸心里咯噔一声 还来不及说什么 就看到数十道身影 翘无声息出现 他们很快就加入战斗中 就连陆北纸 也不能幸免遇难 全程只有玉礼一个人 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她脸上始终带着微笑 就这样看着眼前混乱血腥的一幕 陆北纸看着完全不用动手的女人 气得咬碎一口牙 到现在 还有什么不明白呢 分明就是这个女人 设局等着自己踩进来 陆北纸带来的人 全都被制服了 有些甚至丧命了 她自己则是被人打趴在地上 日影的长剑架在她的脖子上 永成猴可不要乱动 我的剑可不长眼睛 陆北纸单单看了日影一眼 本侯是来恭贺楚王成亲 若本侯有一点损伤 陛下不会放过你们 狗皇帝现在需要利用自己抄家赚钱 所以不会允许自己出事的 玉璃上前一脚踢在陆北纸脑袋上 然后把她的脑袋踩在地上 半年多不见 你还是这么嚣张哦 怎么 在京城耀武扬威还不够啊 还要来我处地方私 陆北纸没想到 这个女人居然敢把自己踩在脚下 她瞬间想起 半年多以前 这个女人用鞋子抽自己的场面 那是从未有过的耻辱 现在 她又当着那么多人面 把自己踩下去 这个女人该死该死 她不断挣扎 企图去反抗 玉璃却笑了 别动啊 要不然我把你的脑袋踩扁了 你这小命就彻底完蛋 陆北纸的嘴朝下 吃了一嘴泥 你到底想干什么 她很费劲 才说了这么一句话 玉璃笑着说 当然是逗你玩啊 说完后 她松开脚踢了一下她的肩膀 把人吊在树上 她今天走了那么远 可不想就这样回去 就算真的要玩 也要玩得大一点 玩得更刺激 她从背楼里 扒拉出一根粗绳子 交给一名隐卫 手脚都绑住 先脑袋朝下 两个隐卫很快就把陆北纸绑起来了 玉璃看着 她在骂骂咧咧 就忍不住大笑起来 陆北纸 你现在说得手下败将 你骂吧 骂得越狠 我收拾得越痛快 她从腰间把自己的鞭子取下来 笑咪咪抽了几下 我很久之前 就想要把你绑起来 狠狠抽一顿 奈何离开陆家时受伤了 没有多余的力气做这些事 话音落下她 狠狠一鞭子抽在陆北纸身上 惨叫一声传来 让日盈都觉得毛骨悚然 玉璃 你这个贱人 我是永成侯 你敢打朝廷命官 我还是褚王妃呢 你还不是要对我动手 玉璃吃笑一声 身份这玩意儿 我认你 你就是永成侯 我不认你你就是狗屁 说完后 她又一鞭子抽下去 力道大道 直接把陆北纸的衣服都打破了 啊 玉璃一鞭子一鞭子抽下去 陆北纸很快就血淋淋了 日盈见状忍不住说 主子 直接抽她脸上 第155章 教你做人 玉璃文言看了一眼日盈 打人不打脸 我们要她就算痛也无处可说 既然是来参加自己的婚礼 那这张脸就算要伤 也不能伤得太难看 而且 这个家伙和荣音这个小皇帝有一腿 若现在把脸打坏了 那这两个人 岂不是就要掰了 这可不行 她还要让陆北纸和荣音两个人联手 然后把他们的库房填充起来 最后便宜自己 说白了 现在两个就是自己的钱袋子 钱袋子若是出事了 吃亏的人肯定是自己 他们两个人联手 弄了那么多人 现在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一些官员早就对皇帝两人不满了 他们心里的怨气越大 当满朝文武都对皇帝有怨气时 这个朝廷就会很危险 日盈眨眨眼好奇问 主子要让他身上全都是伤 玉璃点点头 然后一鞭子抽过去 听说陆北纸哇哇叫 他就觉得开心 满心舒畅 他觉得 园主也是喜欢看到这一幕的 要不然他不会连灵魂都感觉到兴奋 这应该是心中执念太深 导致灵魂还残存了一点意识 他不管原主和男人 是因为什么而澄清 可陆北纸想要杀原主是事实 想到这 他下手更狠了 五鹰见状苦苦哀求 夫人 再打下去 侯爷就要死了 求求你不要打了 玉璃听到夫人两个字 脸色顿时变了 他转身一鞭子抽在五鹰身上 听着五鹰大叫 玉璃冷冷扫了他一眼 好让你知道我和你们家主子 没有任何关系 听到这里 五鹰眼里闪过怒意 你是侯爷明媒正取的侯夫人 日影一巴掌 就抽在五鹰脸上 玉璃没好气提醒一句 没有鞋子吗 让他们脱鞋子下来抽 何必自己动手呢 几个影卫听了后 跃跃欲试 真的就脱下鞋子 开始用力抽在五鹰脸上 日影轻哼一声 你他娘的 居然好意思说 我们家主子当初是 陆北纸明媒正取的妻子 你们家侯爷求亲可吗 有风风光光迎娶吗 而且 你说这些化石 把高玉清郡主放在哪里 他自己花了女人的钱 现在还想要把人甩了 就好像当初欺负我家主子一样 可惜你们现在遇到的是高玉清 就算汝阳王不管这件事 还有长公主呢 你们家侯爷想要打如意算盘 还真是痴心妄想 他这是把所有人都当成傻子呢 玉璃看向已经血肉模糊的陆北纸 我没有去找你 你却来找我 陆北纸你以为天下都是你的 陆北纸看着玉璃 咬牙 玉璃 一日敷七百日恩 你是我的女人 就算楚王现在说不嫌弃你 日后呢 你身上永远都会背负我原配的名头 想到这里她恶毒一笑 玉璃 你不如跟我 我会让你过上好日子 我也不会嫌弃你 话音落下 玉璃一鞭子抽过去 这一鞭子正中她的大腿 她的叫声更大了 整个人显得狼狈极了 玉璃挑眉一笑 怎么样 痛吗 陆北纸对上她的笑 瞬间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你到底想怎么样 想让你别轻易做白日梦 也想让你醒一醒 别痴心妄想 老娘是你高攀不起的人 第156章 杀了 一刻钟后 日影看向跪在地上 奄奄一息的陆北纸 她忍不住把视线 转移到自家主子身上 说好不打脸呢 主子是没有用鞭子抽打 只是用鞋子抽罢了 直接把陆北纸的脸 都抽到肿成一个猪头了 看着有点吓人 更重要的是 主子的背楼里 为何会有鞋子 难道主子出门时 就猜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所以提前准备一双 不穿的鞋子 放背楼里 玉璃把鞋子扔回背楼里 似笑非笑看着陆北纸 这是第二次抽你的脸了 那感觉真的太爽了 希望你下次再接再厉 我会准备一双更大的鞋子 等着你来送人头 说完后 一脚就把陆北纸踢飞出去 然后看向一旁的舞鹰 杀了 一个影位 听了后直接出手 一剑 就把舞鹰送到九拳之下 见阎望了 玉璃把陆北纸的暗卫 杀到剩下三个伤的 没有那么重的人 留下来 照顾他们的主子 他离开之前 蹲下来看着狼狈不堪的男人 你是奉命前来参加 我和荣怀的婚礼 想必过几天这张脸也好了 真期待在楚王府看到你 收拾了陆北纸 让玉璃心情愉快 接下来就安心在家备嫁 陆北纸没想到 自己的灾难还没有过去 紧跟着脸 就像被毁了一样 红肿 长了不少疙瘩 看着吓人急了 他伤得很重 安阳县的几个大夫 根本就无法处理他身上的伤 更何况 他的脸好像毁了一样 他只能把剩下的属下 都召唤出来 然后马上离开安阳县 玉璃第一时间 就知道陆北纸离开了 他忍不住笑了起来 看向白薇和怀西 早知道就带着你们去看看了 白薇看了一眼自家小姐 小姐以后不能这样任性 陆北纸那样的人毫无人性 若伤害到小姐 可怎么办 在奴婢看来 陆北纸就是烂命一条 如果小姐不想看到那个人 直接就让姑爷出手好了 怀西连连点头 就是就是 陆北纸算什么东西 哪里值得小姐 你亲自出手 玉璃靠在贵妃榻上 整个人都像慵懒惬意的美人蛇 她勾起唇角 露出一抹诱人的笑 慌什么 王爷在我身边 安排了好些影位 保护我的安全 何况还有日影在身边 我的安危不会有任何问题 陆北纸是冲着我来的 她早晚会在我大婚时闹事 与其等她来给我添堵 不如我先收拾她 怀西翘起小嘴 低声说 那你为何不直接杀了陆北纸 只有杀了她 才能没有后顾之忧 你傻啊 这是楚地 是姑爷的地盘 如果陆北纸在楚地出事了 朝廷肯定会把错怪到姑爷身上 白威指了一下怀西的脑袋 真不知道你的脑袋瓜子在想什么 怀西轻哼一声 我也知道自己不是很聪明 所以 你不能经常指着我的脑袋了 要不然会越来越笨的 玉璃和白威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好了 白威就别逗弄怀西了 她的聪明全都站在厨艺和开酒楼做生意上了 她可能帮我赚钱了 所以 你不能欺负人 白威知道 小姐是故意逗弄怀西 她笑了笑 都听小姐的 主仆三人在房间里有说有笑 笑声传到外面去 秋白小声说 真羡慕白威姐姐和怀西姐姐 柳红秀文言看向秋白 秋白姐姐 白威姐姐和怀西姐姐 跟在小姐身边多年 经历我们未曾想过的事 所以 小姐对她们亲厚 这是正常的 只要我们好好干活 以后也可以和小姐有说有笑 秋白文言看向柳红秀 这是她们当中年纪最小的 可人聪明 学习也快 她也很喜欢这个小妹妹 听到她这样说 就忍不住上前掐了一下柳红秀的脸蛋 我知道 我都知道 羡慕也是人之常情 我相信 只要我们一直忠于小姐 一切都会如我们所愿 柳红秀文言 这才笑了起来 对啊 我们也努力干活 我要去看看香草嫂子了 你在这里看着 若小姐有吩咐 你就带着人去做 秋白想起 自己每天都要做的事 她还要去叮嘱香草嫂子 不要太累了 照顾好她 自己和小豆芽 才是最重要的 柳红秀看着秋白 风风火火的样子 笑了笑 现在的一切都好像做梦一样 好到让她不敢想象 所以她很珍惜 荣怀也知道了陆北纸的事 她冷笑一声 还以为我们家王妃 是以前那个任由人 欺负的小傻子 绝影想到 王妃前几年做的那些事 真的想要点点头说 王妃以前就是一个傻子 可她不敢说 担心会被主子收拾 让人盯着一点 不要让陆北纸 影响到本王大婚 荣怀笑了笑 本王让她来 只是想要让她亲眼 看着自己曾经的妻子 风风光光嫁给本王 只是想要让陆北纸 看看自己的有眼无珠 绝影点点头 英杰已经吩咐下去了 荣怀挑眉 本王发现陆时英 对本王大婚很伤心 恨不得本王明天 就和王妃拜堂成亲了 绝影善笑 英姐希望王妃尽快进门 她把王府内务 全都交给王妃 然后她就可以回京了 当年英姐灰溜溜离开京城 她现在想要风光回去 绝影小声说 英姐的前夫 已经和现在的妻子 生了几个孩子了 现在过得很幸福 英姐也许不想看到 她以前的夫君过得那么幸福 想要回去搞事 荣怀敏纯 复兴之人留着作甚 当年陆时云 就想要杀了那个复兴汉 是陆时英不允许 她说想要亲自报仇 陆时英的报仇 只是想要让那个人落魄 看着她幸福 在荣怀 看来这太便宜对方了 要知道当年陆时英 和那个复兴汉 还是夫妻时 陆时英舍命相救 要不然 那个复兴汉早就死了 救命之恩 最后换来的 却是背叛 她说 迎亲队伍都准备好了吗 绝影点点头 准备好了 韩家最近有点活跃 他们家少主 已经离家出走了 所以 韩家的人更放肆了 绝影问 需要动一动他们吗 都到这个时候了 韩家居然还不死心 还妄图把女儿 送到王爷床上来 简直就是找死 第157章 大婚不宜见血 荣怀说 本王大婚不宜见血 缓一缓吧 等王妃来收拾 阿里成为楚王妃后 需要立威 那就用韩家来震慑他们吧 好让他们知道 楚王妃不是好惹的 想要过好日子 就安分一点 没看到现在孟家 都不蹦的了 绝影点点头 属下会盯着他们的 荣怀恩了一声 张学龄按照 陈果给的地址 来了凤莱村 陈果亲自带着他 来找了玉璃 玉璃看着眼前 这个高大壮实 五官端正 看起来却精明的男子 心里想着 若他真的看上了玉茄 那就把他嫁给他了 他觉得 眼前的人 可以拿捏得了玉茄 让他学乖 玉璃为张学龄诊脉后 发现他看起来 高大壮实 其实有弱 精正 这样的人 不是无法让女人 怀上孩子 只是可能性很小 他把实话给张学龄 他苦笑 是我张家男子身体的问题 我私下也看过大夫 也吃了药 还是没有好转 你也别吃那些药了 再吃下去 就得一年早逝了 玉璃缓缓道 我开一些药给你 你服用一个月 一个月后再来复诊 玉璃开了一个药方 给吕景换去抓药 张学龄得知自己的身体 真的可以调理好 他意外急了 对玉璃也感激万分 玉璃看到他这个样子 想了想还是开口说 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想要说 你听完后 可以慢慢考虑 考虑清楚后 也可以拒绝的 玉璃点头 玉大夫请说 我有一个姑姑 她让我为她寻一个好的夫嫁 她虽然生在村子里 却被我爷爷奶奶教养长大 她不想夏天干活 就想要嫁给大户人家做少奶奶 话到这里 张学龄已经明白 眼前这位的意思了 她没有急着表明什么 而是听玉璃继续往下说 玉璃看着沉得住气的男人 她说 她是抑郁体质 这个我不会说谎 我需要找一个聪明 可以拿捏住她的男人 给她当夫婿 张学龄浅笑 若我拒绝了 你会为我看病吗 玉璃摇摇头 当然会 这两件事 不能混为一谈 我为你看病 你要支付医药费 和我姑姑的事 又是另外一回事 你现在就可以拒绝 对我为你看病 没有任何影响 张学龄这边不行 就再找另一个 张学龄是生意场上的老人精了 自然看得出玉璃话中的真假 她挺欣赏玉璃大夫的直爽 一开始把话说清楚了 做生意的人 就只要和这样直接的人打交道 我想要见一见那姑娘 玉璃不会拒绝 安排两人见面 张学龄见了后发现 玉璃就是一个没有心眼多的人 很好拿捏 她前妻就是一个心眼多的人 她真的不想 和这样多心眼的女人过一辈子了 找一个简单一点的挺好 而且 玉璃长得也不丑 不会影响以后孩子的样貌 当即就答应下来 因为需要回去让人来提亲 所以 玉璃的婚礼 只能放在玉璃之后了 她计划在玉璃成亲之前 嫁出去的想法黄了 可看到张学龄后 她就觉得 迟一点也无所谓了 玉璃从翠威元出嫁前一天 安逸让玉军送了一份天装礼给她 那是一套杨之白玉做的头面 说是价值连城 也不为过 玉璃看到头面后 拿着去找了安逸 我不能收下你这么贵重的礼物 玉璃看着安逸开门见山说 你已经送了我新婚礼物了 就那一套手势足够了 安逸挑眉 玉大夫 我送出去的东西 就没有收回来的打算 这一副 头面你若不要 那就砸了吧 其实这头面 是她得知 荣怀要澄清时带着来的 只是放在了莱阳 一开始 是打算送到楚王府给荣怀 可玉璃救了自己后 她就改变主意了 她要把头面送给玉璃当天装 这样 她就可以放在嫁妆里 可有面子了 这头面 可是她从先帝那老家伙的库房里弄来的 这一套头面 还是北林先帝费尽心思 寻来最好的杨之白玉 让将人做出来的 她本想着 送给自己最心爱的人 首饰做好后 还没有来记得 送出去 先帝就驾崩了 这一套头面 除了匠人和先帝 以及先帝心腹大太监建国外 就只有她和几个心腹了 所以 就算玉璃日后 带出去 也不会被人知道 荣怀和她这个别国的摄政网友联系 玉璃翻白眼 这句话上次也听到了 安公子 你送礼物 都送得这么霸道吗 安逸清笑 我是真心实意 想要送一份天装给你 你却要还给我 甚是伤人 收下吧 我和你夫君荣怀 有功命的交情 这一副头面 不是送来你这里 也要送到楚王府 最后还是属于你的 安逸看向玉璃 你若是觉得拿人手短 那就送一些解毒丸给我吧 我听秋白说 你做的解毒丸 可解很多毒 我身边群狼环绕 危险多多 有一些解毒丸防身 就等于多一条命 安逸说的都是真心话 头面虽然价值连成 可那对她来说 只是去如今的 北陵小皇帝私库转两圈 就可以弄来不少好东西 可以解很多中毒的解毒丸 却是可遇不可求 玉璃听到她这样说 也不好拒绝 行 那我就送你一瓶解毒丸 一瓶养生丸 你现在就可以服用养生丸 对你伤口恢复有很大帮助 安逸闻言似笑非笑看着玉璃 所以 你是藏丝了 有这么好的药丸 也不给我用 你以为养生丸那么容易得到啊 我自己也只有几瓶 给了一瓶铃儿带走 给了一瓶容怀 三位祖老和李正伯伯 一人给了十颗 他的空间里 就剩下三瓶了 现在给了一瓶安逸 自己就剩下两瓶 想要继续做出养生丸 就需要收集药材 这可不容易 安逸看她这个样子就知道 解毒丸和养生丸 都不是简单的东西 她笑了起来 我好像赚了 你本就是赚了 玉璃回去 就让秋白把解毒丸和养生丸 送去给安逸 而安逸这一套头面 则是被她放在第一台嫁妆 她突然觉得自己很豪横 把一座城放在上面了 玉璃三更天 就被怀西和白威叫起来了 梳洗后换上嫁衣 她任由洗娘在她脸上涂涂画画 其实她更想亲自动手 可七婶和二伯母 李正妻子 说了不可以 她看着镜子里 脸颊被弄得红彤彤的自己 忍不住看向日盈 你们让我顶着这张脸出嫁 第158章 偷听到惊人消息 日盈和怀西等人健壮 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小姐平日里最爱美了 现在画了一个新娘子的妆容后 真的和美一点也不沾边 小姐 出嫁就是这个样子了 您忍一忍吧 想必王爷看到也不会说什么的 玉璃想要翻白眼 她才不会忍 给我弄一盆水来 我自己来化妆 怀西想要说什么 白威和日盈齐齐转身去端清水来 白威看到日盈去了 她自己则是站在小姐身边侍候 半个时辰后 玉璃终于给自己上了一个 美丽好看的新年妆 平日里 她不化妆时 已经有清澄之姿了 化妆后 整个人看起来更明艳美丽 让白威和日盈等人都一不开眼 日盈小声嘀咕 王爷捡到宝贝了 这么好看的姑娘 就要便宜王爷了 难道说 守得住的人最后 真的有好运钱 看看王爷守身如玉26年 现在终于遇到王妃了 白威笑着点点头 她看向自家小姐 王爷遇到我家小姐 我家小姐遇到王爷 都是一种缘分 他们就应该在一起 天生一对 怀西想着 王爷以前也见过小姐 当时小姐还是侯妇人 所以 两人没有缘分 后来小姐修了路北纸 王爷和小姐的缘分就来了 这还不是天生一对 真好奇你们王爷 今天会不会紧张 玉璃小声说了一句 女人出嫁时 都有点紧张 那男人娶媳妇时呢 日盈想到自己前主子 不客气拆台 主子别想了 王爷肯定不会紧张 只会觉得 本王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那种感觉应该叫兴奋 和紧张完全不沾边 从您离开京城后 王爷估计就想着 如何把你娶回家了 紧张 估计这种情绪 一辈子都不会出现在王爷身上 玉璃听了后 忍不住笑了起来 来自属下的吐槽 是最要命的 他看向身边的两个丫鬟 心里暗暗想着 他们在私下 是不是也这样吐槽自己 就在此时 七婶和二伯母 从门外走了进来 七婶问 好了没 听说新郎官已经从县城出发 很快就到我们这里了 两人走进房间时 被玉璃现在的样子吸引了 他们都忍不住看了又看 二伯母蒙二娘 马上就发现不对劲 她没有说什么 而是笑着 走到玉璃跟前打量一番 我们家阿里真好看 这妆容肯定不是特意请来化妆的喜娘 可以化出来的 别的不说 还真是好看极了 至于别的问题 早就被二伯母抛到一边了 即使马上就到了 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去想太多了 玉璃对上二伯母 洞悉一切的眼神 她笑了笑 二伯母 七婶 你们来了 快坐 二伯母摇摇头 不了 我们就是来看看你这里弄好没 前面还有很多事需要我们帮忙 我们就不在这里逗留了 玉璃让白威送两位长辈出去 自己则是继续在等着自家新郎官来接人 她这边一片喜气洋洋 玉老头夫妻却躲在房间里说悄悄话 玉婆子说 等到玉璃成亲后 我们就把紫玉莲花吊坠拿去卖了 这玩意儿一看就很值钱 以前想着坐传家宝 也担心老三会发现 现在老三夫妻死了 玉璃也嫁得那么好 肯定不会来和我们抢吊坠 前几年玉璃跟着别人走时 他们家日子过得很好 所以没动过卖吊坠的心思 可现在他们家日子真的不好 她想要把吊坠卖了换银子 来给两个儿子建房子 再给女儿准备嫁着 玉老头看着手中的紫玉莲花吊坠 满眼不舍 这些年她经常拿出来看看 早就把这一枚吊坠 看作是自己的所有物了 现在却要卖出去了 心里难受得很 她把紫玉莲花吊坠放起来 这才看向自家老婆子 你说我们现在这么倒霉 会不会是老三夫妻作弄 玉婆子瞬间毛骨悚然 你少在这里说这些乱七八糟的话 我说的是真的 当年他们大孙子 山上突然高热 所以他们夫妻进山去找一些草药 正好看到山上 有一个奄奄一息的女婴 那孩子很小很小一团 看着就知道养不活了 孩子脖子上 带着一枚紫玉莲花吊坠 她一看就知道很值钱了 所以他们拿走紫玉莲花吊坠 却不管那个女婴的死活 在他们看来 那孩子十之八九活不成了 所以抱回去 还是要挖坑埋了 还不如留在山上 未曾想他们 还没有离开 就看到老三夫妻 抱着刚刚出生的孩子进山 原来是那孩子夭折了 夫妻两人趁着晚上去埋了那孩子 他们发现了女婴 最后决定把孩子带回去 当亲生女儿养 目前为止 村子里就只有他们夫妻知道 玉莲并非老三亲生女儿 我们拿走玉莲的东西 老三夫妻死了后 我们也没有善待玉莲 老三夫妻会不会生气了 所以才闹得我们家家宅不宁 我们一家子无缘无故变成哑巴 又无缘无故好了 梁哥回来 说多做好事才能说话 这一听就不正常 想到这里 他就觉得自己这个三儿子 真的就是一个白眼狼 亲生爹娘都害 行了别说了 就算我们对老三不好 老三也不会这样对我们的 玉婆子小声说 玉里那个贱丫头 诡计多端 指不定就是他在背后搞鬼 他会医术想要让我们变成哑巴 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果然不是我们玉家的血脉 就是不轻 就是一个白眼狼 当年如果不是老三在山上 把他抱回来养着 他能有今天 我们就算真的拿了他的吊坠又如何 这是我们应得的 他不是两根几个孩子 才不会相信玉里的鬼话 夫妻两人妈妈咧咧好一会儿 才离开房间 玉切儿从床底钻了出来 他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 玉里 他 他居然不是三哥亲生女儿 而三哥的女儿早就夭折了 他想到阿爹说的紫玉莲花吊坠 又想到玉里为自己挑选的未婚夫 的确很不错 他再三权衡后 还是选择把紫玉莲花吊坠了出来 然后悄悄离开家里 玉里得知玉切儿要见自己是有点意外 他还是让红袖把人带进来 他看着玉切儿身上脏兮兮的 这我没问 你去哪里弄得这么狼狈 玉切儿看向屋子里的人 你让他们先出去 我有事要和你说 放心 不会耽误你的时间 这件事很重要 第159章 比我的命还重要 玉里朝白尾点点头 白尾马上带着人出去 还把房间门关上 说吧 你这么急着我有什么事 玉里坐下来 倒了一杯水给玉切儿 玉切儿顾不上喝水 赶紧拿出紫玉莲花吊坠 塞进玉里手中 这是你的东西 现在物归原主了 说完后 他把今天在阿爹房间里听到的话 告诉玉里 我也是现在才知道 原来你不是三哥亲生女儿 难怪我爹娘在三哥三嫂死了后 完全不理你的死活 爹娘虽然不喜欢三哥 却不至于厌恶到 看着他们唯一的血脉去死 原来这个孙女并非亲生的 她在来的时候犹豫了许久 也不知道该不该把事情告诉玉里 可想想还是决定要把事情说出来 她未来的富贵生活 都在玉里手中掌控着 比起让爹娘把紫玉吊坠卖了换钱给哥哥们建房子 不如自己拿来换玉里一个人情 哥哥嫂嫂若是好也就算了 自从哑巴后 她都不知道被打了多少次 身上都是旧伤天心伤 所以 她凭什么要为爹娘保守秘密 看着别人过得幸福 不如自己过得好 玉里看着手中的紫玉吊坠 莲花雕得栩栩如生 紫玉罕见 更何况是这样极品的紫玉 看来原主的亲生父母并不简单 她其实并不是很意外 自己不是亲生的 据闻父母长得和玉老大 有点五分相似 可她这张脸不像玉家任何人 也不像母亲 她怀疑过 也暗中打听过 得到的消息都是她是亲生的 现在看来 父母的亲生女儿夭折这件事 除了养父母夫妻外 就是玉老头夫妻之道 玉切儿小心翼翼看向玉里 你不是我三哥亲生女儿 那你还管我的亲事吗 这才是她最担心的事 如果玉里真的不管自己了 她肯定无法嫁给张公子 她揪着自己的衣袖紧张地看向玉里 玉里见状缓缓缓说 只要张东家依然要娶你 我不会阻止 看在你今天选择 把真相告诉我的份上 我提醒你一句 张家在当地也是大户人家 规矩很多 你不懂这些规矩时少出门 多跟着你未来婆婆学习 少发大小姐脾气 要不然你丈夫直接纳妾了 你到时候就该哭了 你要的是富贵生活 张家要的是你多生几个孩子 只要你听话 懂事不闹腾 你的好日子在后头 日后你们若真的成亲了 有了孩子 也不要抢着自己教育 交给你丈夫和公婆 你公婆能教出张学霖这样的儿子 必定也能教出好孙子 你年轻时想丈夫的福 年老后享受儿子的福 什么都不用管 多好 张学霖离开时说了 一定会回来迎娶玉气 足可见抛开其他因素 她也是满意玉气这个人 既然如此 自己就多提点玉气几句 让她不至于犯唇惹事 玉气连连点头 她以前觉得自己很厉害 慢慢地 就发现自己的小手段在玉里这里 压根不够看 所以 她现在还是愿意听玉里的话 我 我听说有一些大户人家出来的嬷嬷 你 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回来 教教我规矩 她不想日后走出去 被人笑话 是一个不懂规矩的泥腿子 玉里有点意外 没想到玉气儿 居然想到这些了 看在她最近没有作妖的份上 玉里答应下来 最为原理 还真是有一个嬷嬷 是大户人家出来的 你有时间就过来跟着她学习吧 你若能学到嬷嬷三分能耐 肯定不会有人笑话 你的规矩礼仪了 嬷嬷不是从什么大户人家出来的 是以前荣淮母妃宫中出来的嬷嬷 她来翠薇园 教丫鬟婆子们规矩 因为年纪大了 想要留下来养老 既然是母妃宫中的老人 也是护着荣淮长大的人 她自然愿意 让对方在翠薇园养老 李正还想着 让嬷嬷教一下学堂里姑娘们的规矩 嬷嬷如今还在考虑 嬷嬷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就要离开 玉里让红袖带她去换一套干净的衣服 顺便把嬷嬷带去嬷嬷身边 秋雅挑选头面出来 以后嬷嬷出嫁了 给她添妆 玉里想了想又说 一套稍微贵重一点的 看在她没有卖下紫玉吊坠的份上 她也愿意给嬷嬷长长脸 任何时候 有娘家撑腰的姑娘都是不一样的 嬷嬷也不能指望那些打她的哥哥扫扫了 她就帮对方一把吧 也算是还了人情 玉里的嫁妆 昨天就抬走了 所以新娘出门这一天 容怀早早就到了翠薇园 接自己的新娘子 因为阿里以前和陆北纸过得不幸福 所以 李正伯伯和祖老都商议过了 绝对不能为难新郎官 要让她顺顺利利迎接新娘 也希望他们以后的日子 可以顺顺利利和和美美 当容怀出现在玉里居住的院子时 红袖赶紧跑进来喊 小姐小姐 盖盖头 姑也来了 白薇听了后 直接把自家小姐拉到床边坐下来 盖头盖上 小姐 你可千万不要乱动了 她就怕小姐会自己掀开盖头 就在此时 门外传来容怀的声音 阿里 我来接你回家 按照男前习俗 是要哥哥或者弟弟 把新娘子背出门 可容怀是一个小心眼的人 她不想 阿里那些堂兄弟背她 所以 早就和李正他们说好了 要亲自抱新娘子出去 她是王爷 所以她说了算 李正等人可以说什么 玉里是以白尾等人打开门让人进来 容怀的脚步比任何人都要快 一下子到了玉里跟前 阿里 我来了 她看着眼前这个穿着嫁衣 盖着红盖头的女子 她等了那么久 终于可以把人娶回家了 就算隔着盖头玉里 也能感觉到她的开心和兴奋 容怀 我等你好久了 前世今生 唯一一个让她动了心思 想要一辈子在一起的男人 她是真的等了许久 容怀文言笑了起来 她上前小心翼翼把人抱起来 阿里 我带你回家 玉里抱着容怀的脖子点点头 好 抱到前厅里 两人拜别了玉老三夫妻的灵牌后 容怀这才抱着她上花轿 她叮嘱要照顾好王妃后 这才看向李正和祖老们 她上前几步抱拳朝他们攻身 谢谢诸位长辈 以前照顾阿里 我容怀再次承诺日后护她 遵她 信任她 她在我这里 比我的命还重要 第160章 你脑子有病 玉里的花轿 是先到容怀县城的府邸里 随后 他们会换上装扮喜庆的马车 然后才会来养 李正和祖老等人会在青阳的护送下 前往来养 参加真正的大婚 三天后 走在前面的嫁妆队伍 就进入来养城了 不少得到消息的人 都在看这位楚王妃 有多少嫁妆 当一辆辆装满嫁妆的马车 出现在玉府外时 引来很多人的哗然 数十辆马车 全都装满了东西 要很多人帮着 才能把嫁妆都抬进去 他们突然很期待王爷和王妃的大婚 想要看看 王妃有多少抬嫁妆 一家客栈雅间的窗前 站着几个穿着华丽的姑娘 韩千明咬牙说 你们就这样认命吗 孟渊文言不敢置信地 看向韩千明 你该不会还觊觎王爷吧 你难道就甘心 我爹一直告诉我 我以后一定能进王府 哪怕是侧妃也行 可现在王爷的妻子不是你 不是我 也不是我们三大家族任何一个贵女 我很不甘心 韩千明看着孟渊 他一直都把眼前的人 当成自己的对手 事实 却告诉自己 这一切都那么可笑 王爷不会迎娶三大家族的女儿 他甚至爱上了一个泥腿子 孟洋洋想要说自己也不甘心 却被孟渊瞪了一眼 那一眼好像在说 你要是敢乱说话 我现在就收拾你 自从被这个姐姐打了一顿后 他开始怕她了 以前阿娘还会帮着自己 可自从二哥的身体好了后 就连阿娘都帮着孟渊了 阿娘说孟渊 带二哥去找玉璃治好了二哥 那孟渊就是他们一家子的恩人 不能得罪自己的恩人 要不然阿娘就会生气 大哥和二哥一直都护着孟渊 爹爹就更别说了 孟渊就是爹爹的眼珠子心肝肉 他和两个哥哥加起来 都比不上姐姐重要 想到这里他不敢造次了 可他的确不甘心啊 蒋烟敏唇许久才悠悠道 不甘心又如何 王爷的眼里看不到我们 还说我们若敢做出伤害玉璃的事 就会让我们家族消失 他爹娘不会因为他一个女儿 而赌上家族的命运 现在已经开始为自己相看了 如果我们怀上王爷的孩子呢 我就不相信 王爷都26岁了 会不奢望自己的孩子 他还是想要怀上王爷的孩子 然后逼王爷迎娶自己 孟渊听了后看了他一眼 瞬间觉得韩千鸣也不过如此 他揪着孟泱泱的小辫子 就把人往门外拖 你们慢慢说 我和我妹妹先离开了 上了马车后 孟泱泱瞪着孟渊 为何要拉着我走 我不想回去 孟渊挑眉 上次收拾的不够厉害 还没有让你长记性 孟泱泱瞬间想起 上次好像也是说不想回去 然后险些被这个魔鬼姐姐 扔到马车外 想到这里他只能瞪着姐姐 你拉我回去干什么 孟渊点了点孟泱泱的脑袋 你那么笨 如果我把你留在客栈里 我担心 你直接把孟家卖了 我才不笨 我也不会做出伤害孟家的事 呵呵 孟渊是真的不相信这个妹妹的话 她叹息一声 你也不要想着王爷了 王爷说过一辈子 就只有王妃一个人 她不需要侧妃 也不需要小妾 你们这些心大的人 不会有任何机会 王妃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她会给人开膛破肚 你就不怕得罪王妃后 死得不明不白 孟泱泱被吓一跳 想要反驳 可看孟渊认真的样子 她瞬间沉默了 你看着吧 如果韩千鸣真的敢乱来 韩家就真的会玩了 她看得出狱里不是那种好相处的人 只要敢得罪她 她一定会狠狠报复回去 孟泱泱 你以后看到 楚王妃要恭敬一点 能不说话就不要说话 实在没办法 就要思考再三才能说 她真的害怕 这个便宜妹妹会乱说话 然后得罪王妃了 你如果敢乱说话 我就让皇妇人进你族 然后早点帮你寻一个夫婿嫁出去 孟渊靠在马车上 似笑非笑盯着这个敢怒不敢言的妹妹 突然发现 看着别人不开心 看着别人愤怒真的很爽 要不然把你嫁到京城去 这样一来 你一辈子都无法回到楚地了 也不会给我们招惹麻烦了 你 你太过分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我是你妹妹 孟泱泱快被这个狠毒的姐姐气死了 只要你答应我不再想着进楚王府 以后不去招惹楚王妃 不要和韩千鸣去做一个蠢事 我就对你好一点 下次不会笑话你 看着孟泱泱动心的样子 他觉得火候还不够 接着又来了一句 我还会带着你出去玩 带你去骑马 还可以带你去安阳县 上次自己和二哥去安阳县送礼 孟泱泱知道后 就想要偷偷跟着去 然后被二哥让人打包扔回去了 据闻这个蠢货 上次在家里哭了许久 孟泱泱小声说 王爷都回来羊了 我还去安阳干什么 去玩啊 顺便带你去找楚王妃看看脑子 我和两位哥哥都这么聪明 怎么你就这么笨呢 他盯着孟泱泱看 突然想到 这个便宜妹妹 也许脑子长得和她母亲很像 而大哥和二哥长得和父亲像 想到这里突然堵心了 天生的蠢笨还能治吗 无药可治吧 孟泱泱盯着他看 总觉得这个姐姐在骂自己 你脑子生病了 孟渊文言只是呵呵冷笑两声 不想和这个蠢丫头说话 免得自己也变蠢了 他回到孟家后 就去找了父亲 看到人直接说 爹 我们要送给王爷和王妃的大婚贺礼 要分两份 一份送到豫家给王妃 一份送到楚王妃给王爷 他也是刚刚看到王妃的嫁妆 才想到这件事 孟渊文言笑着看向女儿 阿渊真的长大了 知道为父分忧了 放心吧 自从王妃看出你二哥的问题后 皇室就对王妃的是很上心 他已经准备两份贺礼了 看到女儿不敢置信的样子 孟夫哈哈笑了 是不是觉得很意外 皇室居然想到这些了 他也很清楚 自己这个平妻不是很聪明 当年要迎娶她 也有这个原因 太聪明了可不好 娶回来肯定会和自己夫人打擂台 后来才想到至关重要的一件事 母亲太蠢生出来的孩子会聪慧吗 第161章 震惊万分 玉里的队伍 在驾状抵达第二天中午才进城 同样坐在马车里的淮西看向外面 小声说 很多人围在四周 他们肯定很好奇 楚王妃到底长什么样 玉里浅笑 还能长什么样 一双眼睛 一个鼻子 一张嘴 谁还不是一双眼睛 一个鼻子 一张嘴 可长在小姐你脸上 却是特别好看的 淮西看着倾国倾城的小姐 都要饭花吃了 她一个女子 都要被小姐盛装的样子 迷得三魂不见七魄了 不知道那些自以为是的千金小姐 看到自家小姐的样子 会不会惭愧 玉里敲了一下这个家伙的脑袋 少在这里八卦 荣怀看玉里在府中安顿好就离开了 还有两天就大婚了 到时候 她会是最风光的新娘子 荣怀走了后 留在府中的几个大丫鬟 也来监狱里了 她听着几个人汇报了府中的事 以及婚礼的安排 她满意极了 虽然说有嬷嬷帮你们 可你们也是能干的 玉里笑着看向几个人 玉府交给你们管理 我觉得很放心 她的视线落在看起来 憨厚老实的秋兰身上 秋兰 你把玉府后院管理得很好 以后 你还是继续管理后院大小事 秋兰也是当年土匪窝救出来的人之一 在家时 本就跟着学习掌管中愧 所以 管理一个主子 很少在家的府邸 对她来说并不难 秋兰谴笑 秋兰一定不会辜负小姐的信任 帮小姐管理好玉府后院 其实说是后院 玉府现在没有男主子 前后院的事 都是她在管理 白威姐姐虽然挂着玉府大管家的名号 实则都是 她在处理这些事 白威姐姐则要同管外面的生意 还要去别的城池 开拓新的生意 有时候一走就小半个月 秋菊本是管理玉府针线房 可主子很少在来阳 所以 府中针线房 只需要做下人的衣服 她没事做最后 去绣楼跟着学刺绣 顾母看她有天赋 就开始 叫她双面绣 打算把自己的绣意都传给她 留下来的秋子被丫鬟 都被点名了一遍 还得了大大的赏赐 把事情安排好了 玉里才好好休息 晚上青阳 就带着李正伯伯 一行二十多人 抵达来阳了 秋兰早就知道他们要来 所以让人 把客房打扫干净 吃食也安排好了 小姐今晚是要和他们一起用膳的 所以 膳食安排上 也用了心思 李正和祖老等人下马车时候 就看到玉府的匾额 再看看这气派的门 李正忍不住问 这是阿里丫头自己赚钱买的 青阳闻言笑着点点头 是啊 都是小姐自己赚钱买的 小姐 还开了酒楼 开了不少铺子 李正闻言连连说好 好 好 白威带着人出来迎他们进去 来的男客人 都安排在二进院 有小厮随时侍候 女客人都安排在三进院 有丫鬟伺候 玉里在花园的亭子 见到几位女性长辈 七婶说 一把年纪了 还是第一次有丫鬟事后 一点也不习惯 果然没有丫鬟事后的命 七婶坐在玉里身边 刚刚那丫鬟 还问我要不要帮搓背 我让她出去了 我自己会洗 二娘忍不住笑了起来 其余几位跟着一起来的 婶子伯母也笑了 习惯就好 以后大家的日子好了 指不定你们也能买丫鬟小四回家 玉里让大家先吃一点点心 再过两炷香时间 就可以用晚膳了 蒙二娘文言笑了 我可不敢想那么多 就盼着把日子过起来 自己儿子也去学医了 她就盼望她以后能回来 最好可以进入阿里的一管工作 然后再娶一个姑娘回家 生几个孙子孙女 晨二奶奶 二祖老的妻子 点点头 是啊 我们就盼着 以后可以过好 至于丫鬟那些太远了 先不要想 我听说 以后村子会统一建房子 我家里有三个儿子 等到房子建好了 我就把他们全都分出去 三个儿子都有自己的小家了 继续住在一起 就会产生矛盾了 自从建房子的事传出去后 很多人都打算建好房子后 就分家 玉璃笑了笑 以后条件好了 可以买几个长工回来 帮着种药材 今年开始种植的药材 目前看起来长势很好 有些药材 只需要种植一年就可以收获了 明年对于这些药农来说 会是丰收的一年 买长工花不了多少钱 他们还能帮开荒 帮种药材和种田 大家都觉得 玉璃的话很有道理 开始在心里琢磨这件事的可行性 七审突然问 阿里 楚东家的家距离 你这里有多远 玉璃文言愣了片刻 他指了指隔壁 隔壁也是他的房子 他常住的府邸 距离这里也不远 想到他们还不知道荣怀的身份 他想了想决定坦白 要不然 他们很快也会知道 其实 他不是药堂的东家 几位长辈 脸色瞬间变了 都担心玉璃上当了 赶紧问怎么回事 玉璃安抚他们 你们都不要担心 他的确需要很多药材 也有自己的药堂 只是他的身份 不只是药堂的东家 他是我们楚帝的楚王殿下 文言 几位长辈都瞪大眼 七审险些就从凳子上摔下去 阿里 你说楚东家是楚王 他们可以不知道皇帝是谁 可不能不知道 楚帝的王是谁啊 现在侄女却告诉他们 凤莱村的新女婿 居然是楚王 这 太震惊了 玉璃点点头 是真的 李政伯伯 他们都知道 只是不想引起太多不必要的麻烦 才没有往外说 这一刻 大家都相信玉璃的话了 只是觉得不真实啊 我们以前觉得 大药堂的东家 已经很厉害了 原来还有更厉害的 二娘小声嘀咕 是我们目光狭隘了 她猛然看向玉璃 阿里 你真的太厉害了 太给我们凤莱村的姑娘长脸了 第162章 你定亲没 用晚膳时 几个长辈已经回过神来了 他们真的太兴奋了 家中男人看不下去询问之下 才得知玉璃已经把楚东家的身份告诉他们了 男人们都在叮嘱自家女人 不要声张 也不要做任何会危害到阿里的事 更不能给阿里添麻烦 好好地跟着阿里重要财发家致富 其他的什么事也不要做 更不要多问 也不能外传 大婚前一天 孟渊就带着礼物上门 她坐在玉璃对面 笑着问 王妃 你身边缺少了崔庄师的好姐妹 我想明天来陪伴王妃 可行 玉璃浅笑点点头 当然可以 她对孟渊的印象很好 对方有意亲近自己 也愿意多一个朋友 大家都有意靠近的情况下 两人很快就熟悉起来 晚上孟渊甚至住到玉家了 孟泱泱得知这件事时 气得去找黄夫人告状 向来疼爱女儿的黄夫人 看到她这个样子 忍不住皱眉 你姐姐和玉大夫交好 那是好事 你怎么就如此不懂事呢 和一个医术高的大夫交好 这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偏偏自家这个女儿 一点也不懂事 整日里 想的都是那些不起眼的小事 甚至能为这些事 纠结一整天 她突然有点 怀疑自己以前的想法了 就这玩意儿 送去王府 能活到太阳生气吗 想到这里 她就想起孟渊的话 她说 若想孟泱泱过得好 就找一个品行好的夫婿给她 门第不需要太高 这样就算看在孟家的份上 对方也不敢乱来 她以前只觉得 孟渊不想女儿嫁得好 是因为害怕女儿压她一头 现在看来 最愚蠢的人是自己 赶紧滚回你房间去禁足 没有我的允许 不能离开院子一步 孟洋洋傻眼了 不敢相信 这是母亲和自己说的话 娘 你不喜欢我了 你现在心里眼里只有孟渊 你又不是她亲生母亲 你就算做再多 人家也不会领情 黄夫人很想抽死这个女儿 她哪里 就为了孟渊 她做这些都是 为了这个不知轻重的女儿 要是把人放出去闯祸了 她就怕这个女儿 小命都没了 行了行了 赶紧回去 看着你就烦 她害怕自己再看到 泪眼汪汪的女儿会心疼 还是赶紧把人弄走吧 想想儿子的聪明能干 再看看女儿的样子 瞬间觉得心里堵得慌 为何同样是老爷的女儿 孟渊却和两个哥哥一样聪明 自家这个却这么办 若是孟夫在这里 一定会说 女儿随她 大婚前一天 玉府就开始把嫁妆送到王府了 满满当当的288台嫁妆 震惊了众人 蓝钱开国以来 就没有这么多嫁妆的 有些大家族的人 在客栈雅间上 看着这些嫁妆 据文楚王送去的聘礼是180台 现在这位王妃的嫁妆 却是288台 瞧着每一台都满当当 这样就说明 人家自己长辈了108台嫁妆 你们看到前面几台嫁妆吗 随便拿出来一件 就比很多贵族女子 全部嫁妆要值钱 没想到 这位泥腿子出身的一女王妃 居然有这样的能耐 当真是人不可貌相 有人小声道 我听说还有百万的压箱底银票呢 你们说 这位王妃一个平民出身 哪里来那么多银子 这你就不懂了吧 咱们这位楚王妃 医术很厉害 孟家二公子身体的问题 就是她看出来的 然后让她一管的人治好的 因为这件事 孟家给了十万两作为诊费 还送了不少饰品 听说她一手医术出神入化 想要攒嫁妆 还不是简单的事 你这个算什么 我听说王妃修复回楚地途中 救了一个人 对方给了三十万两诊金 不少人听了后 都纷纷看向公子哥 公子哥连忙说 我发誓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上次出来逛街 不小心跟在两位王府侍卫身后 这两位就是跟着王爷 从京城回楚地的人 我是听两人聊天时说起的 而且我们来阳的秋水长天 和最多人去的酒楼 就是王妃的产业 这位王妃在京城时 就有点识成金的能耐 嫁给永城侯几年 直接让快要吃不起饭的 永城侯府风光起来 修复时还去钱庄 抬了几十万两回侯府 咱们这位王妃 愣是一文钱都不拿 就离开了 说到这里 十公子哥都忍不住竖起大拇指 这位的赚钱能力不比三大家足差 玉璃不知道自己的嫁妆 再一次引起大家热议 她现在想的是 如何把在自己耳边碎碎念的丫鬟 都打发出去 终于熬到可以休息了 她直接赶人 睡觉 只是天还没有亮 就被人从被窝里揪出来了 同样的流程 她在村子里已经经历一次了 所以很熟悉 收洗 换衣服 防止上次那样的大浓妆出现 玉璃选择自己上妆 当大红色的嫁衣穿在身上时 众人都惊呆了 孟渊上前摸着嫁衣小声说 太美了 这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嫁衣 不过玉大夫也很美 和王爷真的是狼才女貌 玉璃遣笑 你定亲没 一般像孟渊这个年龄的姑娘 早就定亲了 有些甚至出嫁了 以前孟家想要把孟渊嫁到王府去 现在这个念头都绝了 孟家应该已经在为孟渊挑选夫婿了吧 指不定已经挑选好了 孟渊摇摇头 未曾 父亲开始为自己物色夫婿人选了 看了几个都不满意 而且两位哥哥还没有澄清 他也不急 玉璃想起 上次陪着他一起到翠维元的公子哥 我还以为你和韩大公子 孟渊想起韩佩时 神情有点恍惚 韩大哥离开韩家了 韩家族谱上的名字都化掉了 我也不知道 他现在去哪里了 玉璃好奇问 聪明的人总是懂得断尾求生 说完后 他就没有继续这个话题了 孟渊看着他脸上温柔的微笑 想着断尾求生的话 他心里暗暗想着 难道王妃想要对韩家出手 想到前两天韩签名的话 瞬间明白 韩大哥为何要离开韩家了 有这样不省心的亲人 逼得韩大哥不得不离家 第163章 陆北指 这是在羞辱本侯 荣怀带着迎亲队伍到了玉府外 他顺利进入玉家大门 却被孟渊带着人拦在玉里的院子外 阿渊要求荣怀作诗 荣怀也都一一配合 为了娶妻回家 他今天也是豁出去了 不管孟渊提出什么 他都有办法去满足 包括耍剑 作诗 两个钟后 他牵着玉里的手走出门 送她上花轿 他低声说 这一次真的要回家了 阿脸 我不会让你后悔今天的选择 玉里文言浅笑 拭目以待 他浅笑 随后翻身上马 然后带着自己的新娘 朝楚王府而去 楚王府 此时已经是宾客满堂 安南老王妃 带着陆时音在招待宾客 陆北指也出现了 他代表的是朝廷 此时正沉着一张脸 看着喜气洋洋的楚王府 他曾经的妻子 日后就是这里的女主人了 他想到几年前玉里和自己成亲时 那时候一切都很简单 他也没有多少欢喜 所以 更不会跟风光迎娶玉里 和现在比起来 曾经的永城侯府那场婚礼 真的不够看 他看着容怀牵着新娘进来 对方脸上那温润的笑容 刺激了他 他死死握着自己的手 身上的疼痛和脸上的氧溢 却让他难受极了 这一刻 他算是明白 为何容怀会特意给自己送情帖了 他是故意要让自己 变得这么难堪 想到这里 他眼里闪过一抹绿色 该死的容怀 我一定要你付出代价 容怀才不管别人会如何想 他牵着自己心爱的姑娘 开始拜天地 当夫妻对拜时 他透过盖头 想要看里面那张脸 当里程时 四周响起欢呼声 容怀笑着 看向四周宾客 今天 真的多谢诸位 前来参加本王和王妃大婚 说完后 他掀开玉里的盖头 缓缓道 本王不在意那些繁文入节 所以就在这里掀开你的盖头 玉里牵着他的手 浅笑摇头 无妨 他自己也不是一个 遵从规矩的人 他笑了 看向四周的人 这是本王的王妃玉里 也是本王的眼珠子 能娶到阿里 是本王一辈子最大的幸运 他要让所有人知道 阿里对他而言有多重要 若是伤了阿里 他一定和那个人不死不休 他的视线落在路北纸身上 说起来 本王今天能娶到心爱的姑娘 还要多亏了永城侯 不珍惜的恩情 若非如此 本王也许会孤身一辈子 来人 尚酒 本王要好好感谢永城侯 绝影赶紧带人送了一杯酒 上来给容淮 玉里说 绝影 送一杯 来给本妃 说起来 本妃也要感谢 当初永城侯的不爱之恩 陆时音赶紧让人送了一杯酒上来 也送了一杯酒 给陆北纸 此时 陆北纸身边的人群已经散去 就剩下他 带着两个属下站在一处 听着容淮和玉里的话 脸色异常难看 再看看眼前的酒 他觉得更难看了 玉里牵着容淮 走到陆北纸跟前 永城侯 好久不见了 他穿着一袭华丽嫁衣 眉眼带笑 就这样 站在容淮身边 对面站着的是陆北纸 这一刻 大家都能清楚看到 容淮和玉里郎才女帽 瞬间觉得 玉里以前和陆北纸在一起 是一朵鲜花 插在牛粪上 指指点点的话 传入陆北纸耳中 他就这样看着玉里 眼里 有划不开的恨意 玉里恍若未绝 笑着说 永城侯 感谢你多年来的不爱之恩 好让我死心修复 若非如此 也不可能再回处地途中遇到我家王爷 我们一路同行 这才产生了感情 说来你的狠心绝情 是我和容淮的媒婆呢 她举起酒杯 我和王爷敬你一杯 感谢你的成全 容淮也笑着举起酒杯 感谢你的成全 陆北纸脸色难看极了 她咬牙看着玉里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羞辱我吗 怎么会呢 怎么能说我羞辱你呢 我是明着感谢你啊 说起来 还是你的速度比较快啊 听说玉清郡主和你的孩子 都要出生了 说完后她挑眉 而且 你的树长子也有两个多月了 真的很好奇 日后她知道真相会不会气得发疯 容淮看向陆北纸 你是代表陛下来参加本王大婚 怎么 本王和王妃敬酒也不想喝 敬酒不喝 这是要喝法酒 陆北纸听明白容淮的言外之意了 她咬牙拿起杯子 一饮而尽 随后甩袖离开 容淮对绝影说 送永诚侯出去 说完后 就看向身边的妻子 我送你回房 嗯 容淮和在场宾客说了几句 这才带着玉里离开 孟淮忍不住对身边的孟洋洋说 看到了吧 王爷喜欢一个人是这个样子 满心满眼都是王妃 护着王妃 我已经不想这事了 你能不能不要再说了 洋洋看着自家姐姐 觉得她是故意说给自己听 孟淮笑了笑 她朝四周看去 孟洋洋见状问 你要找韩千明 嗯 你知道她在哪里 泱泱凑近孟淮耳边 小声嘀咕几句 孟淮脸色瞬间变了 你确定 孟淮淮点点头 是真的 我都听到了 孟淮抿唇许久 才掐住泱泱的手臂 看着吧 她总讨不到好的 泱泱说 我已经把这件事 告诉陆石英了 哟 你这么机灵啊 孟淮对这个便宜妹妹 真有点刮目相看了 上次王爷说不让我再来王府 今天我是跟着你们混进来的 我想把这件事告诉陆石英 以后王府 有宴会我也还能来 她嘚瑟说 这是戴罪立功 她觉得自己还是很聪明的 有了这件事 王爷肯定不会 对自己有意见了 荣淮带着玉璃回到房间里 她挥挥手 示意所有人都下去 她对玉璃说 你先在房间里待着 我出去应付一下就回来 玉璃点点头 荣淮走出房间后 陆石英迎了上来 她把韩千明打算做的事告诉王爷 韩家的人还真是不要命 荣淮淡淡说 先把人关起来 若韩家问起来就说 本王让关起来的 如果他们想要和韩千明一起 那就全都关起来 一家子齐齐整整多好 说完后 她就去了前院招待客人 陆石英让人把韩千明 带出府去关起来 还让人不要把事情传出去 不能给王妃添堵 至于以后要如何处理 那也等明天 第164章 洞房花竹 狱里的陪嫁丫鬟 有秋雅 柳红秀 她看向两人缓缓问 都安置好了吗 两个丫鬟跟着过来 居住的地方 肯定也要去看一下 秋雅浅笑 陆管家已经安排好了 我和洪秀 都有属于自己的房间 奴婢听说 王爷让人改造了这院子 把以前附近的两座院子 都合并进来了 王妃的私库 也在院子里 柳洪秀兴奋说 院子就叫翠薇园 昨天晚上 白威姐姐就提醒大家 进入王府后 就要称呼小姐为王妃 不能让人在称呼上 挑王妃的错 狱里有点意外 因为她没有听容淮说过这件事 秋雅想到 王爷为王妃做的这些事 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王妃的嫁妆全都抬进库房了 奴婢刚刚去看过了 看守库房的婆子 让奴婢明天去清点一下嫁妆 然后归制好 秋雅明天清点好嫁妆 归制好 洪秀明天陪着我去给母妃上香 她看着秋雅 以后你就是王府崔薇园的大管事 也是我身边的大丫鬟 这里的一切就交给你了 你看这一点 若是有可用的人 就提上来做二等丫鬟 秋雅点点头 奴婢明白 奴婢会把事情做好的 王妃如此信任自己 自己肯定不能做出 让王妃失望的事 玉璃说完后 看向柳红秀 你以后也是我身边的大丫鬟 只是你还小 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 有不懂的 一定要问 你秋雅姐姐 以后要看着院子的一切 你跟着出去是要机灵一点 明白吗 柳红秀连连点头 奴婢明白 一定会好好学习 她要像白尾姐姐怀惜姐姐一样 做一个能为王妃分忧的人 就在此时 门外传来陆时音的声音 王妃 陆时音求见 玉璃看向秋雅 秋雅赶紧去开门 她笑着问 陆管家快快请进 虽然热情 却不卑不亢 她始终记得自己是王妃的大丫鬟 代表的是王妃 陆时音笑着点点头 走进门后 她给玉璃行礼 其实 这算是她第一次 如此正式拜见王妃 玉璃赶紧把人扶起来 陆管家 久仰了 陆时音赶紧摆摆手 王妃这是要折杀属下 王妃今天还没有用膳吧 属下让厨房准备了膳食 您看 要不要让人送进来 她小心翼翼看了一眼王妃 她发现 远看比刚刚在前院看更好看 王爷真是好肤浅 王爷和王妃都这么好看 以后的小主子 一定会更好看 玉璃点点头 让人送进来吧 陆时音让人 把膳食送进来后 她这才看向玉璃 王妃您用膳 属下先告退了 陆时音离开后 秋雅说 王妃 需要奴婢侍候您用膳吗 玉璃看了她一眼 不需要 你们也下去用膳吧 以前如何 以后也是如何 明白吗 她沐浴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 都不需要有人在一旁 晚上睡觉 也不需要押唤首页 玉璃才开始吃 荣怀就从外面走了进来 她有点意外 你怎么回来那么早 不用在外面招待客人吗 荣怀让人准备一双碗筷 她则是坐在玉璃身边 我岂能让你独自一个人用膳 这可是阿里到王府后第一顿饭 她一定要陪着 玉璃夹一块肉 送到荣怀嘴边 你待会儿还出去吗 荣怀摇摇头 不出去了 我要留下来陪你 她笑着 看向心爱的姑娘 她好不容易才把人娶回家 可不想将时间浪费在别人身上 邱雅把碗筷送上来后 看到王妃和王爷腻歪的样子 赶紧退出去了 用了膳食后 荣怀带着玉璃回到内室 她亲自为她把头上的发饰全都拿下来 看着铜镜里美丽的女子 满足地笑了起来 从确定自己的心意到娶你回家 虽然还不到一年 可我却觉得这一年 玉璃握着她的手笑了笑 如你所愿了 她转身看着男人那张俊美到人神共愤的脸 我也如愿了 换句话来说 她已经缠这个男人的身体已经很久了 今天晚上终于可以吃上肉了 为此 她今天晚上还少吃一碗饭 荣怀像是看出她心里想什么 牵着她的手去喝了浇杯酒 大概没有谁像我们如此不讲究的 早早就掀了盖头 然后吃了饭才喝浇杯酒 玉璃说 心中有彼此 不管如何做都是好事 规矩风俗都是做给别人看的 日子却是我们自己 荣怀觉得妻子的话很有道理 她伸出手紧紧抱着她 你的出现 让我的人生不至于一片荒芜 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里 让我有幸参与你未来的人生 玉璃紧紧抱着这个男人 他从来没有克制对自己的感情 只要不是瞎子都可以看得清楚 两人就这样安静地拥抱了一会儿 荣怀说 有些东西要给你 说完后 她走到一处柜子里 拿出一个木箱子 她把箱子放在桌子上 打开看看 玉璃打开后 发现里面有很多东西 她率先打开一个小木盒子 里面放着一只很好看的布瑶 这是母妃留杆媳妇的东西 她只有我一个儿子 所以早早就开始为儿媳妇 准备见面里了 她看着木箱子里的东西 陷入回忆 父皇说母妃喜欢收藏好东西 只要有好东西 都会藏在这个木箱子里 而这个木箱子里的东西 都是给未来儿媳妇的 父皇驾崩之前 把这个木箱子交给我了 其实我知道 父皇也在里面添了不少东西 玉璃一件一件拿出来看 有布瑶 有项链 有扳纸 上面都是精致贵重的首饰 她数了一下 一共有十几件 木箱子第二层 放的是一些店铺 院子 庄院 良田的地气 京城朱雀大街 有半条街的店铺地气就在这里 她忍不住看向荣淮 这些是父皇天进去的 她没有询问 而是肯定了 荣淮点点头 朱雀大街二十多家店铺的地气 都在这里了 我那些兄弟都没有 还有一层 荣淮提醒她 接着往下看 很期待她看完后的表情 当狱里看着一张张的金票时 已经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了 她也没有清点 就这样盯着荣淮问 有多少 荣淮把人带到怀中 十万两金票 有三万两是母妃的 七万两是父皇的 先帝继承皇位 也继承了历代皇帝的私库 殊不知 父皇早就把私库最珍贵的东西 送到我手中了 她叹息一声 父皇大概是觉得自己亏待我 所以才会在银钱上补贴我 父皇的孩子不止自己一个 因为偏爱自己 这才会觉得亏欠 我们以后有孩子 绝对不会亏欠任何一个 话音落下 就想到很多女子 因为生产导致丧命 想到自己也有可能失去阿里 就觉得心里慌张不安 要不然 就只要一个孩子 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 都是我的继承人 也可以让燕王多生几个 我们过继一个 听得玉璃满头黑线 她盯着荣淮 我又不是不能生 为何要别人的孩子 说完后 不再理会这个男人 她把公婆留给自己的东西 全都收拾好 荣淮从背后抱着她 王妃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收拾的事 还是留给邱雅吧 玉璃还没有说话 嘴巴就被封住了 她从一开始的被动承受到最后 被稳得全身软绵绵 情不自禁 伸出手 抱着她的脖子开始回应 许久后 荣淮抱着整个人都 挂在自己身上的妻子 大步朝着床上走去 玉璃小声说 你慢一点 荣淮文言浅笑 不能慢 我等这一天 已经等了很久很久了 她把人放在床上 她看着身下娇俏美丽的女人 怎么 阿里不想要维夫 要是她没有记错 这个女人一开始就是 看上自己这一身皮囊 如果不是因为这张脸 自己还没有办法引起她的注意 她凑上前清了一下玉璃的唇 王妃 维夫都送上门了 你真的不想要 玉璃看着她俊美的样子笑了 荣淮 你知道自己现在像什么样子吗 她伸出手抱着男人的脖子 眉宇间都带着笑 就像一个撩人的小妖精 自己蹦跶着 跳到我嘴里 求着我吃了你 说完后 她翻身反过来 把荣淮压在身下 她伸出手去解开荣淮的腰带 既然你如此有诚意 那我就收下你了 荣淮笑看她把自己的衣服 一件一件脱下 她想 别人的洞房花烛夜 估计没有自己的好玩 事情都到这里了 若她还能继续任由身上的小女人作乱 她就不是男人了 她伸出手 拉开玉璃的腰带 不一会儿 两人就坦诚相见 两个都缠对方许久了 好不容易才等到明正年顺在一起 此时此刻就如干柴烈火 上面还要加了一桶油 让火势变得更猛 她不再是人前那个温润的楚王殿下 她就像是一头失控的狼 而身下的女子 就如一块美味的肉 她沉醉在这一种 双向奔赴的甜蜜里 无法自拔 带着她一次又一次共赴云语 天边的月亮 都羞涩躲了起来 两人这才终于停下来 她软绵绵地趴在她怀中 你这是要把我折腾死好换人 她都已经求饶了 这个狗男人 好像没听到一样 在她身上不断索取 荣怀抱着她 轻轻她的脸颊 看着她有点红肿的唇角笑了起来 阿里 你要体谅一下 我这个26岁才开婚的老男人 看着她的唇 她现在只有一种想法 那就是狠狠吻上去 想到她今天已经很累了 她最后只能强压下自己的欲望 玉里轻哼一声 我很累 你把我去洗干净 荣怀点点头 两人的卧房 后面还有一处屋子 荣怀让人在这里建了一个池子 方便沐浴 浴池这里有一道门 是下人送水进来的 此时已经准备好 温水了 她抱着玉里走到池子里 等到两人都从池子里起来时 已经过去半个时辰了 玉里彻底昏睡了 荣怀健壮叹息一声 有点自责 可又无可奈何 妻子太诱人了 她真的经不起半点诱惑 所以 两人在池子里 又闹痛了许久 看着自己和她身上 都有很多欢愉过后的痕迹 她勾起唇角 拿了药膏为她上药 玉里全程是睡着 等到她第二天起来时 她感觉到自己身上已经不痛了 她有点意外 抬起头就对上荣怀 那双含笑的毛子 笑什么 都是你干的好事 刚刚开婚的男人真的很可怕 就像是永远不会停下来的机器 就算她身体再好 都招架不住 荣怀清了一下她的唇 是维夫让王妃受累了 可维夫也是情不自禁 真的没办法控制自己 就想和你一起成为最亲密的人 两人毫无距离接触在一起时 她才能感受 这个女人是彻彻底底属于自己 她对于她而言 真的太神秘了 她总觉得 自己没办法抓住这样的女子 这种恐惧经常让她不安 不会吧 不会吧 你居然没有安全感 玉莉笑了起来 她伸出手掐了一下荣怀的脸 现在可以感受到 我在你身边了吗 荣怀点点头 她躺在她身边 把人抱在怀中 阿里 醒来后就能看到你的感觉真好 我们如今是光明正大在一起了 玉莉点点头 是啊 我们现在是名正言顺了 好了起来吧 我肚子饿了 昨天折腾了那么久 真的很累了 现在就想要赶紧吃东西 两人梳洗后 荣怀亲自为玉璃晚发 一起选手室 门外柳红秀和秋雅都在候着 想要进来侍候王妃 未曾想两位主子出来时 已经穿戴好了 荣怀说 传善 柳红秀回过神来 赶紧点点头 奴婢这就去 让人送早膳来 她怎觉得 王爷和王妃 比昨天还要好看了 秋雅和后在一旁的嬷嬷 荣怀以前的奶嬷嬷 则是进房间 去收拾 当嬷嬷看到原怕上那一抹鲜红时 忍不住笑了起来 早就听说 王妃和永成侯 没有夫妻之时 现在看来是真的 第165章 上一章大改 大家要重新看一遍 秋雅看了一眼徐嬷嬷 她不动声色 带着人收拾好房子 等到玉璃和荣怀去 祭拜了皇贵妃回来后 她就把这件事告诉玉璃 玉璃文言 只是笑了笑 无妨 王爷说了 徐嬷嬷也只是来王府住两天 她明天就回别院了 徐嬷嬷是荣怀的奶娘 早年丧夫丧子 荣怀就把人接到楚地 给她养老 徐嬷嬷来了楚地七八年 从来不会干涉王府的事 她都是在别院里养老 这一次前来 也只是因为王爷大婚 秋雅这才松了一口气 奴婢只是担心 奴婢父亲 以前也有一个奶嬷嬷 父亲把奶嬷嬷当亲娘一样照顾 每一次府中 有人和奶嬷嬷对着干 父亲从来不会过问对错 就责罚那个惹奶嬷嬷的人 所以 她对奶嬷嬷这种身份的 人生出几分恐惧 没事 我知道你担忧我的处境 王爷也不是那种糊涂的人 你家主子 也不是好欺负的人 秋雅笑了笑 是啊 她差点忘记王妃的厉害了 玉璃不知道的是 此时徐嬷嬷就在容怀的书房里 她笑着对容怀说 王爷可算澄清了 老奴对贵妃娘娘 也有一个交代了 王妃很好 不是那种文文弱弱的人 定能与王爷白发齐眉 子孙满堂 容怀听到嬷嬷 这样说自家王妃 她勾起唇脚点点头 是啊 王妃真的很好 嬷嬷 能娶到王妃 是我的福气 徐嬷嬷呵呵笑了 她看着自己养大的孩子 既然如此 你就要对王妃好一点 贵妃娘娘还在时 就经常抱着你 让你长大后 要娶一个自己心仪的姑娘 过幸福安稳的生活 您现在澄清了 瞧着王妃 也是一个很健康的人 想必王妃用不了多久 就有小主子了 可惜贵妃娘娘死得太早了 还没有享福就不在了 容怀点点头 嬷嬷放心 我会和阿里好好过日子 至于生孩子 还是缓一缓吧 她和阿里才澄清 孩子的是真的不急 嬷嬷把一个盒子交给容怀 这是王妃的原怕 王爷日后 若和王妃吵架闹矛盾时 就要多让让王妃 她年少就失去父亲和母亲 是族人养大的 日子的不容易 她也是穷苦人家出身 自然明白 底层人家的姑娘 日子到底有多难 她是希望自己看着 长大的孩子可以 和妻子举暗其眉 容怀看着盒子眼里 闪过一抹利色 只是很快就演示好 她接过来不动声色说 嬷嬷 王妃是本王费尽心思 才去回家的 从遇见她开始 本王想的就是未来 就是一辈子 我不会让她受委屈 更不会和她吵架 送走满意的徐嬷嬷 容怀把盒子放在一旁 她靠在椅子上 没有人知道 她此时此刻在想什么 徐嬷嬷走在王府小道上 跟在她身后的小丫鬟问 嬷嬷 您这样就不怕被王妃知道吗 嬷嬷并非王爷生母 去检察员怕的是 一旦被王妃知道了 王妃也许会对嬷嬷 有别的想法 徐嬷嬷叹息一声 我自然知道 可我忍不住啊 王爷是在我怀中长大的 我私心里 是把他当自己儿子看待 这些年里 我做梦都希望王爷早点成亲 等到他要成亲时 我又希望他的妻子 是天下最好的姑娘 我其实有点介意 王妃是在嫁之身 可我也知道 自己的想法不重要 因为这是王爷选择的王妃 当我看到原怕上的落红时 我所有的介意都消失了 小丫鬟不解 您就不怕那落红是假的 哈哈 徐嬷嬷笑着往前走 王爷不会造假的 王爷不屑做这样的事 他娶王妃 就证明并不在意 王妃以前嫁人的事 更不会在意 王妃是不是完毕之身 他了解自己养大的孩子 他如果真的在意 王妃是不是完毕之身 那么他 一开始就不会靠近王妃了 只是 他这个嬷嬷在意罢了 现在知道 王妃真的如外面 传言那样 是一个黄花大闺女 他以后就可以好好在别院里 过自己的日子了 嬷嬷和丫鬟说的话 马上就传到荣怀耳中 绝影皱眉说 王爷 嬷嬷这样有点过分了 荣怀面无表情 看向一旁的盒子 让别院的人照顾好嬷嬷 嬷嬷嬷嬷想要去什么地方游玩 都要有人跟着 确保嬷嬷安全 绝影瞬间明白王爷的意思 嬷嬷嬷以后 估计很难回到王府了 他也明白 做这件事的人 如果换成别的嬷嬷 估计现在已经被扔出去了 王爷容忍徐嬷嬷 也只是因为 他是奶嬷嬷 还在王爷小时候 为了救王爷 险些丧命 属下明白 这就去安排 绝影像是想到什么 问了一句 英姐上次说嬷嬷 想要收王府里 一个叫月盒的丫鬟为一女 送去别院给嬷嬷 荣怀想也不想说 敲打一下这个月盒 只要照顾好嬷嬷 少不了他的好处 绝影下去后 荣怀本想烧了圆怕 可想想还是作罢 他把盒子放在暗阁里 他回到院子时 发现陆时音也在 他是来把王府的账本 库房钥匙 对牌这些都交给玉玲 荣怀看到 两人都在忙 所以悄悄坐在一旁看着 等到陆时音 把事情都交代清楚后 荣怀才问玉玲 可明白了 需要让时音 多留一段时间协助你吗 陆时音闻言 脸色瞬间变了 王爷 您不能言而无信 荣怀挑眉 本王是答应让你回京 却没有说你第二天 就可以把东西 全都甩给王妃 然后一走了之 王爷 陆时音急了 王爷怎可以这样言而无信 他都急到要跪下去 求王爷放自己离开了 玉玲问陆时音 时音是有什么急事 要回京城吗 陆时音闽纯 陆府大公子病重了 属下想要回去看看 当年就是这位大公子 以立要求家族 和我断绝关系 属下想要回去送他一程 他最落魄时 第一个站出来踩自己的 就是他那亲大哥 现在他就要死了 自己作为好妹妹 肯定要回去送一送 第166章 惹恼王妃了 玉玲最后没有继续留下陆时音 等到他离开院子后 荣怀把玉玲抱到自己大腿上坐着 若是让陆时音多留一段时间 你就会轻松一点 玉玲浅笑 无妨 慢慢来吧 其实他明白 荣怀让陆时音留一段时间 是担心外界的人说 自己才嫁到王府 就把陆时音这个大管家赶走了 他看得出 陆时音是真的想要离开 他也不惧任何流言蜚语 所以没有必要拒着对方 别把自己累着了 实在不行 就让白薇和怀西回来帮你 他不打算插手王府内院的事 最好全都用他的人 若是连他都不能信任 自己也不知道 应该去信任谁了 玉玲摇摇头 白薇和怀西 都有自己的事要做 可不能把他们困在王府里 他们在外面 可以为自己 创造更大的价值 所以 他才不会傻傻到 把人弄到王府来 王府内务 可以用你的人 他靠在男人怀中 你我夫妻一体 所以你的人就是我的人 我本就需要很多人 你可不能打他们的主意 荣怀无奈答应下来 那我调几个人来给你 他以前的人 就带了柳红秀和邱雅进王府 根本不够人使唤 实在不行就买人 玉玲摇摇头 你调人来吧 外面的人用着 也不放心 荣怀想起昨天宴会上发生的事 他低声问 阿里 你打算如何处理陆北纸 把人赶出去吧 玉玲缓缓道 我们暂时不能和朝廷翻脸 好 这件事交给我 玉玲想到陆北纸那张脸 他小声凑近他耳边 荣音和他亲密接触时 谁在上面 谁在下面 荣怀 可以问这样的问题 他看着自己小妻子 阿里 这些和你没有关系 你不如想想 今天晚上 你在上还是在下 玉玲摩牙 气得凑上前 一口咬在他的脖子上 狗东西 老是想着欺负自己 他说 如果荣音是直的那一个 你就直接让陆北纸 成为举不起来的废物 举不起来 也不影响荣音 荣怀双眼亮了 他喜欢做这样的事 放心吧 保证让陆北纸终生难忘 来阳一家客栈里 陆北纸已经在窗前坐了一个晚上 看着旭日升起 他就想到 昨晚是荣怀和玉璃的洞房花烛夜 现在的玉璃 估计和荣怀 已经成为真正的夫妻了 自己不屑一顾的女人 却成了楚王的掌中宝 这多么讽刺 昨天在喜宴上 就有人在私下议论这件事 说玉璃不但医术高 还生财有道 也难怪王爷急匆匆要把人娶回家 这样的女人放在外面 谁都担心会被人抢走 句句不提陆北纸 却又句句都在说 陆北纸眼瞎不懂得珍惜 他问 玉璃真的那么好吗 不 那就是一个泥腿子 一个水性洋花的贱人 他肯定早就和荣怀勾搭上了 想到这里他心里的恨意不断滋生 他想要弄死这对狗男女 可这是荣怀的底盘 他什么都做不了 因为无能 所以更自卑 越是这样 他越恨玉璃 要怎么样 才能让玉璃和荣怀 翘无声息死去 在他陷入沉思中 门外传来属下的声音 紧跟着他就看到皇帝 宣自己回京的密函 他只能带着人 马不停替离开蓝阳 他也把玉璃的事记在心里 认为自己今天奈何不了荣怀 是因为自己身份还不够 如果他像汝阳王一样 有权还是王爵 到时候就可以报仇了 现在他需要回去 做更多事来立功 他要用足够的功劳 来换取爵位 他不知道的是 只要走出处地 等着他的事 会是坠入地狱般的痛苦 陆北纸离开的消息 马上传到玉璃耳边 他只是笑了笑就不管了 他三朝回门去见了 李政伯伯他们 他们都在玉府等着他回门 然后就要回凤莱村了 从玉府回来后 荣怀就召见了王府 所有的下人和护卫 荣怀先把玉里的身份告诉大家 这是本王的妻子 是楚王妃 也是王府的女主人 日后王府内外院大小事 都会交由王妃管理 你们看到王妃 就如看到本王 需要服从王妃所有的安排 若有不从 仗毙 荣怀说完后 看向负责王府安危的 另外一个管家承戳 他同时兼任王府的侍卫统领 承戳盯着一点 如果发现任何一个 对王妃不敬的人 就拉出来仗毙了 王府的丫鬟婆子和家丁 全都是死器 护卫则是从军队里挑选出来的 所以 真正不服从的人 还是比较少 四十多岁的承戳 站出来恭敬点头 属下明白 荣怀看向玉里 示意他说几句话 玉里看向盐武场的数百人 他缓缓道 服从 忠心是本妃对你们的要求 本妃会另找时间 去召见王府的管事们 以后王府都会是赏罚分明 你们任何人做事 之前都要想清楚 能不能承担后果 承戳说 誓死终于王爷 终于王妃 终于楚王府 紧跟着其余的人 也开始喊了起来 玉里闻言和荣怀对视一眼 不得不说 这样的场景 是原主在永城侯府没有见过的 荣怀说 本王大婚 全府上下赏一个月月音 说完后 他牵着玉里的手 离开盐武场 新婚第四天 荣怀白天忙公务 玉里白天则是忙着熟悉王府事务 然后写各种规矩 两人用了碗膳后 就一起牵着手 在王府院子里散步 沐浴后 都要经历一番妖精打架 玉里从一开始缠他的身体 到最后有点慌了 他发现 荣怀就是一头胃不保的狼 他每天都要经历一番 被拆骨入肤的可怕过程 这样的日子 一直过了七天 到了第八天晚上 荣怀那双作乱的手 开始不安分了 玉里抓住他的手挑眉 再乱动就剁了 荣怀文言有点傻眼了 娘子这是 嫌弃为夫了 得到后就不在意了 玉里咬牙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话 我今天晚上要休息 你若是敢乱来 本非就让你一年都举不起来 第167章 玉里家暴 荣怀被玉里的话 吓得不敢做别的事 只能老老实实抱着 自家娘子睡觉 他那双手一开始是安分的 只是慢慢开始往下移动 他看了一眼后 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 这是自己选的丈夫 一定要冷静 一定要冷静 当那双手越界后 终于忍不住了 他咬牙 荣怀 荣怀的手 瞬间安分 放在玉里的小腹上 娘子歇息了 幸好自己反应快 要不然真的被收拾了 玉里冷笑 直接拿出一枚银针 刺在荣怀手背上 疼痛让他微微皱眉 阿里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会好好休息 你不要生气好不好 被银针刺的手 开始酸胀麻木 很难受 饶氏如此 也不愿意松手 他自己动手 自然知道会有什么效果 看到男人还是抱着自己 他也不得不佩服他 收回银针叹息一声 为何不松手 拔出银针那一瞬间 他手上那种酸胀麻木的感觉 开始慢慢减弱 我担心放手一次 以后遇到危险 也会放手 荣怀柔声说 阿里 我拧死 也不会松开你的手 想到日后 有可能会失去他 他眼里闪过一抹利色 还有想要把人囚禁 在身边一辈子的疯狂 就算拉着你一起到地狱 我也不会松手 他这一辈子 只有一个女人 生死与共 玉里转身 把脸埋进男人怀中 荣怀 你不放手 我也不会放手 他不敢说以后 至少目前这个男人的话 都是可信的 以后则是且走且看 荣怀文言勾起唇脚笑了笑 瞬间攻服他身上的寒意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接下来 荣怀再没有乱动 只是这样抱着妻子睡着了 这是两人成亲后 度过的第一个安逸的夜晚 韩家 韩夫人已经在家哭了好几天 她都快把眼睛哭瞎 也没有等到女儿回来 你赶紧去把女儿要回来 你去呀 我的谦弱呀 韩家主听了后烦恼无比 陆诗音已经不再来洋了 你让我去哪里要回女儿 想找回女儿吗 夫人这几天都在哭 哭得她又心疼又心烦 偏偏还做不到 不管她的死活 我不管 如果我女儿有一个三长两短 我也不活了 韩夫人想到离开家里的长子 想到不知所踪的女儿 她不断抹泪 我都让你先不要急 不要这么急着算计王爷 你就是不听 说什么要让王爷和谦弱生米煮成熟饭 当着这么宾客的面王爷 就算为了自己的名声 都会选择负责 想到丈夫当初信誓旦旦的保证 最后却导致自己女儿落入楚王手上 现在生死未卜 她真的恨了 她上前抱着妻子小声安慰 我知道是我的错 是我太急了 我应该把一切都安排才行动的 你不要生气了 我一定会找回女儿 不会让她受到任何伤害 她现在也后悔了 计划没有成功 还有可能会惹来楚王厌恶 她现在真的是毁青肠子 可事情到这一步 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天亮后 我就去王府求见楚王 一定会把我们女儿找回来 韩夫人看着丈夫 真的吗 真的可以带回来 老爷 要不然我们还是算了 我们不要失望女儿嫁到王府了 我现在只想 女儿好好活着 我真的害怕会失去她 韩家主想要说不行 可看到妻子现在伤心难过的样子 又说不出拒绝的话 算了 还是把女儿找回来再说 第二天早上 玉里起来时 荣淮已经去阎武场练剑了 秋雅进来帮她梳头时小声说 王妃 韩家主今天一早就来求见王爷 却被王爷拒绝了 玉里想起 新婚第二天早上 陆时英来交账本和钥匙时说的话 她知道韩千若想要爬床 也知道陆时英把人关起来 等着她处理了 最近这些天都很忙 所以 她已经把韩千若这一号人物忘记了 这些事 自有王爷处理 梳妆好后 她走到善厅吃完早饭 这才想着 去见一见韩千若这朵烂桃花 陆时英把人 关在别院一处地牢里 玉里带着人到了别院时 看守在这里的丫鬟婆子 赶紧把韩千若带上来 这也是玉里第一次见韩千若 脏细细的衣服 眼泪导致胭脂水粉 把脸糊得乱七八糟 这些天都吃不好 还担惊受怕 她整个人都有点神经细细了 以前娇嫩的花朵 现在都差不多枯萎了 她的嘴巴被堵住 双手被绑住 看到玉里时 恨不得冲上去 把人咬死 就是这个贱人抢走了王爷 她只要把这个贱人杀了王爷 就会迎娶自己为楚王妃 玉里见状挑眉 把她嘴里的东西拿下来 一个婆子上前抽出塞在韩千若嘴里的布条 得到自由后 韩千若看着玉里骂 是你 你这个贱人把我关在这里 哟 明明就是陆时音下令把人关在这里 现在却把锅推到自己头上来 她忍不住笑了起来 看来关了几天也没有学关 红袖 去教教她 如何做一个乖巧的大家闺秀 红袖文言忍不住笑了起来 王妃让自己一个平民出身的丫鬟 来叫一个名门贵女 王妃这是故意的 韩千若听了后 果然要发疯了 只是才说了一句话 就被红袖一巴掌抽过去 用力过猛 韩千若嘴角移出血了 红袖觉得自己手掌都要疼到妈了 玉里和秋雅见状都忍不住叹息一声 玉里缓缓道 秋雅 去教教红袖如何打人 秋雅点点头 她从腰间拿出一根主板子 笑着走到韩千若跟前 她对柳红袖说 红袖 看着一点 说完后 她看向两位婆子 有劳两位嬷嬷了 嬷嬷都是以前宫里出来的人 什么场合没见过 一看主板子就知道 姑娘想要干什么了 她们赶紧摁住韩千若的脑袋 一开始 韩千若会哭着骂人 会乱动 发现乱动 只会让自己更痛 她就开始大声哭起来 玉里说 太吵了 柳红袖文言拿过布条 把韩千若的嘴巴堵住 秋雅开始一板子一板子 打在韩千若脸上 第168章 送回去 撂下话 只是打了几下韩千若的脸 就开始红肿了 她的眼泪不断流下来 玉里却不为所动 就冲着这个女人 敢给容怀下药 企图玷污她 她就觉得罪无可恕 就算眼前的人 在自己跟前哭死也没用 秋雅在韩千若两边 两个打了五下才停手 她看向红袖 妹妹学会了吗 柳红袖点点头 甚至有点跃跃欲试的样子 玉里见状突然想起 在村子时那个单纯的姑娘 再看看现在这个 想要揍人的姑娘 嘖嘖 短短时间 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了 都说近朱者是近末者黑 果然靠近 她这种心狠手辣的人 也会变得和她一样 玉里缓缓道 行了 以后有机会 让你试一试 秋雅笑了 妹妹一定要听话 要不然这竹板子 就打在你脸上了 她别有深意地 看了一眼红袖 随后把竹板子放起来 红袖却被那一眼 看得心里毛毛的 玉里看得出 秋雅担心红袖 会做出背叛自己的事 所以现在就敲打一番 好让她知道 背叛者的下场 她没有阻拦 而是靠在一旁 不动声色看着这一幕 她是很乐意身边的丫鬟 相互比较 只有这样才会不断进步 逝者生存这个词 适合在任何时候 任何行业 她走到韩千若面前 伸出手 把她的下巴挑起来 本妃向来很霸道 属于本妃的东西 就不允许任何人觊觎 你还敢给楚王下药 当真是勇气可嘉 韩千若已经痛到快昏过去 听到玉里这些话 还是觉得很愤怒 玉里笑了笑 不服气 想要骂我 还是想要杀了我 只可惜你都做不到 她松开拿出帕子 把手指擦干净 这才淡淡说 韩千若 人都要为自己 做出的事负责 你和韩家都不会例外 我会让你明白 基于我的人会有什么后果 她瞥了韩千若一眼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 本妃正想要找人来立威 也好让来羊的人 看看你腿子出身的王妃 也不是好惹的 孟家早早就看清楚处境 蒋家现在也夹着尾巴做人了 你韩家却跳出来蹦的 你们这是 自己把脑袋塞到本妃的刀下 她坐回椅子上 看着快坚持不住的韩千若 不杀你们韩家这个鸡 都对不起你们 这样殷勤了 玉璃看向一旁的婆子 找一辆马车 亲自送韩家姑娘回去 顺便转告韩家家主一句话 鸡痒大了 想要咬人了 那就不该留着 婆子文言连连点头 老奴明白 这就送韩家姑娘回去 屋子很快就剩下他们主仆三人 邱雅问 王妃 您这是要对韩家出手了 玉璃点点头 有人送上门来 我若是不收拾他们 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虽然我不是君子 也想要成人之美 红袖和邱雅对视一眼 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们都没见过 王妃收拾人的样子 突然有点期待了 玉璃离开别院后 就去了酒楼里 这里的生意一如既往的好 怀惜都忙不过来了 红袖见状小声说 王妃 好多人啊 我们还要继续进去吗 玉璃摇摇头 只是来看看 酒楼的账本做得很好 她每一次查账 都能看出这里的经营情况 所以 完全不用担心 怀惜或者酒楼里的人骗自己 她又转到去了秋水长天 因为现在是饭点 所以这里现在很安静 顾刘正在柜台前记账 听到脚步声 她头也不抬问 客人想要买些什么样的料子呢 玉璃说 我想要做两套下衣 这声音很熟悉 顾刘抬起头 就对上玉璃 那双带笑的眼 她赶紧站起来说 东家来了 她看了看玉璃 发现她神色很好 这才赶紧低下头去 顾某愉悦了 她以前在主子跟前自称奴才 后来主子 她是秋水长天的掌柜 不用这样自称 她打从心里感激主子 又想到母亲这几天 在家担忧王妃的事 现在看到王妃来了 她只是想要看看 东家成亲过得好不好 这样也能回去告诉母亲了 不用她整天惦记 玉璃挥挥手 并不在意顾刘刚刚打量自己 因为她看出 顾刘的眼神 没有半点恶意 我今天出来半点事 就想着来店里看看 东家若换时间过来 我就有可能在别的店里 蓝阳现在已经开了 三家秋水长天的店铺了 别的城市也开了三家 她的目标 是把秋水长天开变南前 若有机会 她还想让秋水长天 在别的国家也遍地开花 玉璃去后院查看了几家店铺 最近两个月的账本 就这样忙到五十末 头上出现一片阴影 她抬头一看 发现是荣怀 她有点意外 你怎来了 荣怀说 没有看到你 就出来寻了 不想一个人在府中用膳 玉璃这才发现自己 看了许久账本 她看向秋雅 去让淮西那边做几道菜 我们待会儿过去用膳 秋雅点点头 奴婢这就去 玉璃拉着荣怀坐在自己身边 她缓缓道 我还有一点就看完了 你先坐着等我一会儿 荣怀点点头 她拿起其中一本账本看了起来 她以前也亲自打理生意 所以看得懂账本 当她看到秋水长天 如此赚钱时 都有点惊叹了 难怪狗皇帝 想要留娘子帮她赚钱 就冲你点试成金的手段 就足以让不少人动歪心思 荣怀庆幸自己下手速度快 玉璃笑了笑 以后医馆才是最赚钱的 她把账本放在一旁 这才看向荣怀 我打算 以后每个月都会让医馆的大夫 在固定的时间 给老百姓一诊 如果真的是家庭条件不好 咱们可以适当赠扬 如果病得比较重 需要贵重药材才能活命 他们却没有银子 我就让他们留在医馆 帮着打扫卫生 抓钱还债 荣怀点点头 想要做什么就去做 有我在后面为你撑腰 医馆那边很快就弄好 等我们从燕帝回来 就可以开张了 玉璃恩了一声 她起来牵着荣怀的手往外走 红袖把账本收拾好 还给顾留 说完后 她就带着自家男人去吃饭 一边走 她还忍不住问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去燕帝 灵儿肯定早产 所以要尽快动身了 第169章 舌头割下来吧 燕帝 魏灵儿挺着一个大肚子 在燕王府的花园里散步 她不能到外面去 可怀着孩子 不能一直不动 所以散步是她每天都 必须要做的事 跟在她身后的两个医女低声说 王爷出去那么久 也没有回来 另外一个医女文言 小心翼翼看了魏灵儿一眼 姑娘不要生气 王爷肯定能在您生产之前赶回来 他们跟在林姑娘身边一段时间了 很少看到王爷回来 更别说陪在姑娘身边 他们都担心 姑娘会多想 最后对两个小主子不好 魏灵儿想要解释 自己肚子里的孩子 真的和容王爵没有任何关系 又想想自己好像解释不止一次了 偏偏没有一个人相信自己的话 他叹息一声 你们王爷肩负燕地安危 肩负百姓生计 忙一点也是正常 我在王府住得很好 有你们照顾着 所以我生孩子 也不用她回来 她又不是孩子父亲 我生产时 她来手着传出去也不好听 所以 等到我生产时 不要惊扰你们王爷 两个医女对视一眼 都在心里叹息 林姑娘肯定生王爷的气 就连孩子的父亲也不要 他们没打算听魏灵儿的话 两人都已经想好 一旦林姑娘出现生产的迹象 马上就去告诉管家 让他请王爷回来 魏灵儿走累后 就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他心里想的是狱里的事 他已经澄清好几天了 也不知道荣怀对他好不好 他有没有被楚王府的人欺负 他的手放在小腹上低声说 孩子 有时候阿娘会在想狱里 如果是你们的小姨多好 可惜老天爷不会如此善待于我 所以 他只能想一想 孩子 阿娘希望你们两个里 有一个是天选之子 这样 云蓝国就有救了 也不知道那两只有损 有没有安全把解毒丸带回去 母后服用阿里的那些 解毒完后 现在如何了 许是母子连心 两个孩子感觉到母亲心情不佳 开始在肚子里不断翻滚 小脚丫 小手都舞动起来 魏灵儿的肚子 这边鼓一块 另一边也鼓一块 他感觉到 孩子和自己互动 赶紧伸出手放在鼓起来的地方 他好像握住孩子的小手 小脚丫 忍不住笑了起来 荣王爵回来时 就看到女人低着头把手 放在小腹上 温柔浅笑的一幕 他的心 像是被什么东西敲了一下 自从父王母妃不在后 他以为自己无所谓 孤独不孤独 一直到刚刚看到 为魏灵儿和肚子里孩子 互动这一幕 他才明白 其实自己还是渴望 有亲人在身边 他突然有点羡慕 极度辱阳王了 有一个女人 愿意为他郁郁子嗣 他不感激也就算了 居然还因为一个 心狠手辣的女儿 伤害自己的妻子 他在心里唾骂高飞无数次 魏灵儿抬起头 就看到荣王爵站在不远处 这一刻 他有种见鬼的感觉 果然白日不能说人 晚上不能讲鬼 说什么就来什么 两个义女 也发现荣王爵回来了 他们赶紧行李 义女苏文笑着说 我们刚刚还在说 王爷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未曾想现在就看到您回来了 梅竹看了看王爷和林姑娘 王爷和林姑娘心有灵犀 荣王爵和他的小黄叔荣怀一样 对于忠心自己的下属 都比较纵容 所以他们才敢如此打去 他看着两名义女 话太多了 要不然舌头割下来吧 苏文梅竹都笑了 赶紧退后一点 荣郎爵走到魏林儿身边 低声问 感觉如何 若觉得身体不适 一定要告诉苏文和梅竹 许是因为刚刚那一幕 触动了他的内心 所以他比平日里 多了两分温柔 只要他在王府一天 自己就有责任照顾好他 确保他的安全 和孩子的安全 我还好 孩子也很好 没有任何不适 魏林儿看着荣郎爵 发现他脸上多了一道伤疤 他指了指说 毁荣了 荣郎爵满头黑线 你能不能别解我的伤疤 男人有疤 这荣耀的象征 魏林儿就这样看着他 嘴皮子硬邦邦 为自己辩解 等他说完后 才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想要说 我这里有去疤的药膏 效果很好 保证你不会留疤 现在看来你很满意 自己脸上的荣耀象征 那就继续留着吧 荣郎爵 这个死女人 一定是故意的 魏林儿说完后 他站起来就要离开 只是肚子太重了 起来有点猛 在他就要跌坐回椅子时 一旁的男人伸出手 把人搂了起来 魏林儿 你这毛毛躁躁的性格 是怎么活到现在 又是怎样把艺术学得这么好 他把人搀扶到青石小道 才松开手 我最近都在王府 你若要出来散步 就叫上我一起 不用了 我有苏文他们陪着 荣郎爵呵呵笑了两声 刚刚就差点跌坐在椅子上 你怀的是双生子 摔一下 就有可能造成很大的危害 他跟在魏林儿身后 你敢自己一个人 我还不敢去冒险 我还没有娶王妃呢 不想早早就被小黄叔打死了 魏林儿听了后 忍不住笑了起来 放心吧 你家小黄叔不会打死你 黄沈把你当眼珠子 如果你出事 黄沈肯定不开心 黄沈不开心 黄叔就会把账算在我头上 想到这里 他叹息一声 所以你悠着点 就算不为你自己 也要你肚子里的孩子 和我的小命考虑一下 我和你的孩子 都经不起折腾 魏林儿总觉得 这些话有点怪怪 却找不出怪在哪里 我还没有这么快到生产时间 你们真的不用这样紧张 他停下来 转身看向容狼爵 从我住进来后 你们都紧张兮兮 这样我压力很大 他在这里 已经是给容狼爵添麻烦了 还要人家陪着自己散步 他脸可没有那么大 容狼爵近距离看着他 发现他皮肤很白 五官很精致 长得很美 他有点不自然的一开视线 走吧 我送你回去 还是护着一点为好 要不然 出事可麻烦了 他忘记自己不在王府时 魏林儿也是自己 压根都不需要他护着 他内心里有这样的想法 然后就去做了 第170章 你不想当皇帝 魏林儿回到院子时 就看到英哥 站在亭子的桌子 吃着点心 他知道英哥是容怀的 这段时间 他也帮着自己和阿里传信 他笑着说 一定是阿里来信了 英哥听到熟悉的声音 才懒懒抬起头 确认是自己要找的人 他朝对方飞去 随后落在魏林儿肩膀上 魏林儿笑着点了点英哥的脑袋 随后把信拿走 待会儿让人 给你弄一些好吃的肉 英哥听懂了 发出愉快的叫声 容狼爵想要知道 小皇神写了什么 所以也凑过来 想要看一看 却被英哥一下子 啄了一下脸蛋 他痛得倒吸一口气 英哥 别太过分了 你吃我那么多肉 现在却反过来欺负我 英哥转过脑袋 不想去看容狼爵 魏林儿见状 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打开信一看 随后笑了 阿里和容怀说 要来燕地 容狼爵小声说了一句 来都是偷偷来 要不然狗皇帝知道后 肯定会找麻烦 也不知道小皇叔 到底想什么 这样的狗皇帝 直接拉下来 自己坐那个位置多好 若是小皇叔 真的要那个位置 他只需要振臂一呼 自己马上带着燕地 并入小皇叔麾下 魏林儿看了他一眼 好奇问 你不想当皇帝 阿 容狼爵像是听到 什么搞笑的话 他看着魏林儿 你觉得当皇帝很好玩 若非我父王母妃 只有我一个孩子 我没得选择 这燕王都不想当 又累又苦一点 自由都没 他看向远方 苦笑 我很好奇大漠镜头 海域镜头是怎么样的 我想要去找寻这个答案 可我无法去 燕王的身份 燕王的责任束缚了他 让他无法自由自在地活着 大漠的镜头吗 他看了容狼爵一眼 心里暗暗想着 大漠镜头是我的家 海的镜头 天下有很多海域 所以他不敢说 海的镜头是什么地方 也许是别人的国家 你早点成亲 然后生几个孩子 等到孩子大一点 你就可以把身上的担子和责任 都交给你的孩子了 魏林儿拍拍容狼爵的肩膀 这是目前为止最好的办法 当然还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容狼爵放弃燕王的身份 把燕帝归还给朝廷 只是这样一来 等着容狼爵手上没有兵权 狗皇帝没有忌惮 第一时间就要弄死容狼爵 这个眼中钉肉中刺 先帝和荣英 这对父子杀藩王的心不死 只要逮住机会 就会对藩王下手 容狼爵细想一下发现 魏林儿这个建议很好 只要有了继承人 那自己就自由了 转念一想 他撇撇嘴 孩子娘都不知道在哪里 还孩子呢 行了你赶紧休息吧 我先回去了 容狼爵转身就离开了 魏林儿看了一眼 他的背影笑了笑 他写了回信给玉利后 就拿了一瓶药膏给苏文 让苏文拿去给容狼爵 苏文见状 忍不住笑了起来 林姑娘还是担心王爷的 魏林儿只是笑了笑 解释也没用的 现在都不想继续解释了 到时候 他带着孩子离开燕王府 大家就知道真相了 他回到房间里 一个人躺在窗边的贵妃榻上 今天听到容狼爵提起大漠 提起海的尽头 突然很想家了 遥远的云兰国 一个看起来武士出头的女人 看着跪在地上的男子 你皇祖父已经说了 你们兄弟都不能离开云兰国 你就算跪在地上求本宫也没用 跪在地上的男子 穿着一身月牙颈袍 身形轻瘦 容颜俊逸 他看着坐在上手的祖母 皇祖母 孙儿想要出去看看 也想要去找寻两位姑姑 秉文 你放肆 一个中年男人 快速走进大殿 他上前把跪在地上的男子揪了起来 你灵儿姑姑一走就那么多年 我们每天都在担心 他会遇到危险 你现在也要跟着出去 你这是存心 让你娘和你皇祖母 不用过日子了 父亲 姑姑已经让有损宋姐要和消息回来了 他说了在南前国处地 那我直接去处地寻找姑姑 魏秉文固执地看着父亲 我已经24岁了 不是三岁小儿 我要出去看看 大漠另一边的世界 你三叔会出去 用不着你出去添乱 云兰国大皇子魏天宁看着儿子 你马上回军营去 魏秉文气呼呼看着父亲 和不愿意搭话的皇祖母 他只能任命地离开了皇祖母的宫殿 走出宫殿时 正好遇见三叔 他小跑过去 三叔 您什么时候出发 魏天智浅笑拍拍他的肩膀 别想了 你不能离开 三叔 这是为什么 你愿意带两位弟弟出去 为何就不能带我一起 他24岁了 却从来没有离开云兰国 以前大家都不能出去也就罢了 可这一次 三叔要带着二弟和三弟出去 兄弟三人 就只留下他一个人 这不公平 魏天智文言叹息一声 不让你出去 有时候也是一种保护 说完后 他快步朝母后的宫殿而去 走进去后发现大哥也在 他把刚当的事告诉大哥 我瞧着秉文是真的想要出去 我担心 他会悄悄跑了 魏天宁想起自己聪明能干的长子 忍不住叹气 不会的 他向来懂事 而且是一个重承诺的人 答应就不会违背 魏天智想要说什么 可担心大哥觉得自己 诋毁他的儿子 他瞧着秉文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他指不定就真的会做出一次 让人意想不到的选择 母后 儿子马上就要带着陈安和陈彦出去了 您一定要多保重身体 儿子会把两位妹妹带回来的 说完后 他跪在地上 朝母亲磕了一个响头 皇后太叔梦云 上前把儿子搀扶起来 出门在外要保护好自己 也要保护好你两个侄 说完后 他拍拍自家三儿子的肩膀 心中有千言万语 却不知道要如何说 一定要带你妹妹回来 这一次 若非灵儿让有损送回来的解读完 等到灵儿回来 就要去皇陵祭拜自己了 他在外多年 很少有消息传回 我心中担忧 却什么也做不了 想到长女 他心中有无数的亏欠 自己是一个失败的母亲 也是一个失败的国母 第171章 你会死于非命 魏天智带着二哥家的陈安和陈燕 以及二十多个心腹 离开了云兰国 快马加鞭 从国都到边境 需要一个多月 一路上都很顺利 这让魏天智在心里期待 接下来的路程 也能如此顺利 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走进沙漠没多久 就看到一个他不乐意看到的人 他的好大侄儿魏秉文 和他的两个心腹护卫 此时正坐在骆驼上 他们就这样安静在离开云兰国 必经之路等着自己 三人的样子有点狼狈 好像遭遇了危险 身上的衣服都被撕破了 秉文脸上还有伤 十九岁的魏晨安和十七岁的魏晨燕 看着魏秉文一口同声喊 大哥 兄弟两人都酷似自己的母亲 脸很圆 大眼睛 皮肤很白 看起来很可爱 两人飞身下了骆驼 撒腿朝着哥哥跑去 魏秉文也飞身落在地上 他笑着看向 只露出一双眼睛的弟弟们 你们没事吧 一路上可辛苦 还不等兄弟两人回答 魏天智就走了过来 他拉着魏秉文的手沉声问 秉文 不是让你在国度里待着吗 你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魏秉文看着此时脸色阴沉的三叔 他心里其实有点慌 可想想自己心中所怨他 还是鼓足勇气说 三叔 我要到外面去看看 谁都不能阻止我 要不然 我自己带着人出去 他已经二十四岁了 谁都不能阻拦他出去的脚步 魏天智文言沉默片刻 他知道这个哲有多固执 如果自己真的用强硬手段 把人送回去 他肯定会找机会再跑 又不能真的 把他双脚打断 让他一辈子留在国都 他把人揪到另一边去 确保两人说话 没有人可以听得到他才缓缓到 你以为 我们不让你离开云南国 是不喜欢你 是偏心你两个地点 魏秉文摇摇头 只是心里有那么一瞬间的难受 他是云南国的大皇孙 日后要执掌兵权 他从小也为之努力 他的文治武功 都超越云南国同龄人 他觉得自己应该获得一个 出去历练的机会 可他却发现 家里不管是祖父祖母 还是父母 甚至两位叔叔婶婶 都不允许自己出去 三叔 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 要不然 你们为何这样拘着我 文言魏天智心一痛 有点不敢看这个眼里 全是不解和哀伤的侦儿 他沉默许久 还是决定把真相告诉秉文 你刚刚出生时 老国师就已经为你批命了 他说 如果不到外面去那你 一辈子都会顺遂平安 而孙绕希 如果我要到外面去呢 你会死于非命 魏天智沉生说 这就是我们不愿意让你离开的原因 不是不在意你 而是因为太在意 所以不能去冒险 他指了指指脸上的伤 哪里弄的 魏秉文想到几个时辰遇到的事 被人追杀了 只是敌人全都被我们解决了 就那么一些玩意儿 便想要杀自己 就算他 只有三个人也不慌 直接把十几个杀手全都解决了 看来 你离开国度的事 已经被那些世家臣子知道了 他们想要弄死 然后逼死你母妃 最后大皇子妃的位子就让出来了 那些世家朝臣都觉得 父皇年纪大了 天选的继承人 没有从母后肚子里爬出来 只不定就从三位皇子妃肚子里爬出来 这些年 不管是大嫂二嫂 都遭遇很多危险 而他的三皇子府 会如此安静 则是因为他小时候受了伤 大夫说不影响和妻子行周公之理 却无法让任何女人怀孕 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三皇子 不值得任何人惦记和忌惮 所以他这些年才能这样安静 可两位哥哥的府中 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各种名争暗斗 若非两位兄长和嫂子都有能力 指不定三位侄儿都无法顺利长大 三叔 就算我知道这些真相 我还是要出去 魏秉文坚定地看着自己的三叔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我也愿意为自己的选择 承受任何代价 魏天志冷静下来看着魏秉文 哪怕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对 就算要付出生命代价 我还是想要出去看看 魏天志沉默许久 他看着一望无际的沙漠缓缓道 你知道 我们需要走多久才能走出沙漠吗 魏秉文点点头 快则两个月 慢则三个月 从陀毕城的海域上船 我们需要在大海漂流一个月 才能抵达三不管地带青海 魏天志看了一眼 听得很入神的折 从青海到处地需要将近两个月 也就是说我们去找你灵儿姑姑 只在路上就需要小半年 这些还不提 我们在沙漠和海域上 有可能会遇到的危险 我们也许会死在途中 当然 这些都是骗一下这个折 如果能把人骗回去是最好 云兰国世世代代下来 早就已经知道 如何规避路上的风险 他带着人出去了好几次 每一次都是平安顺利回来 魏秉文说 我要出去 如果死在路上我也认了 你怎么就不想想你父王和母妃 魏天志忍不住 敲了一下折的脑袋 你如果出事了 你让他们怎么办 也不知道 魏和大哥子四艰难 成亲二十多年 就得了这么一个孩子 秉文就是大嫂的命 如果她有一个三长两短 让大嫂如何活下去 她由于好一会儿才悄悄告诉三叔 母妃知道我离开国都 她还给了很多金叶子我带在身上 魏天志沉默了 这都是怎么回事 大嫂居然把自己心间宝贝放出来了 行了 既然你母妃知道了 那我们就走吧 魏秉文见状笑了起来 她赶紧跟在三叔身后朝人群走去 两个弟弟看到他们回来都气气看过来 陈安问 三叔 大哥要和我们一起赶路吗 魏天志上了驼背 这才看向三个侦儿 还能在这里干什么 走啊 陈彦文言双眼都亮了 大哥 你可以和我们一起赶路了 魏秉文笑着点点头 他完全没有被三叔告诉自己的那个消息左右情绪 在他看来 他去做了自己想要做的事 如果真的死在途中 那也是他魏秉文的命 何必多想呢 第172章 我要韩家彻底完蛋 韩谦若被人送回韩家后 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脸都肿了 还天天在骂人 韩家也开始胆战心惊 以为楚王府真的要动手收拾他们 韩家主还去找来孟家主和蒋家主商议看看 要如何做 不管是孟家还是蒋家都让他上门去道歉 韩家主连续十几天在楚王府外等候 递交拜天 依然进不了楚王府 荣怀已经把韩家的事全交给玉璃处理 玉璃则不愿意见韩家 他已经为韩家安排好未来了 所以就算韩家主上门也没用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楚王府明面上所有的产业都整理好 然后全都接手过来 他没想到韩家主接连十几天 也见不到他和荣怀后直接来王府外拦马车了 玉璃掀开帘子 看向张开手拦在前面的韩家主 他忍不住气笑了 韩家主 本非很好奇 若韩家列祖列宗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会不会气得踢开棺材盖 跳出来收拾你 韩家能成为楚帝三大家族之一 那是经过韩家术带人努力 现在的韩家主是一个没有多大能力的人 韩家传到他手上短短几年就开始有衰败的迹象 所以当初荣怀收拾三大家族时 韩家损失最大 如果没有后期 韩大公子韩佩出手稳住局面韩佩 已经被人踢出三大家族行列里 现在韩佩已经脱离韩家 韩佩连一个顶门利户的主事人都找不到了 韩家主被说的脸色都变了 王妃 能不能找一个地方说话 玉璃看也不看韩家主 来人 把韩家主请到一边去 别挡了本妃的路 日影带着几个人出来 直接把韩家主拖到一边去 马车缓缓离开了大街 只留下韩家主带着她的人站在原地 她听着四周的指指点点 脸色越发难看 真不知道 王爷为何会喜欢如此无理之人 想到韩家的危机 她心里越发难过 如果是我女儿嫁给王爷 那今天的难堪就不存在 玉璃不知道韩家主想了那么多 她这一天 把来阳城里属于王府的店铺 都查看了一遍 不得不说 王府有不少生财有道的人 店铺都被打理得很好 第二天 她把所有的掌柜都叫到王府 然后把自己要吞并韩家的计划 告诉他们 本妃把计划都写好了 你们只需要按照本妃的计划走 说完后 她把自己的计划 都告诉在场的二十多个掌柜厅 有了这个计划 给你们半个月 我要韩家彻底完蛋 二十多位掌柜齐齐答应下来 他们看了王妃计划 不得不说 按照这个计划 来走也许都不需要半个月时间 就把一切都处理好了 玉璃让人 把韩家那些的罪证 都整理出来 然后送去来阳府压里 这些罪证 都不是韩家嫡系人所犯 可韩家 很多店铺 都掌控在这些旁之手上 把人弄到大牢里店铺 就会失去掌柜 王府的二十多位掌柜 就开始出力 趁乱把韩家 这些产业 一点一点蚕食了 因为要赶着去燕州 所以玉璃 只是看着韩家乱了 就和荣怀 带着人一起 启程回安阳县 他这一次前往燕州 全城都在急速赶路 所以身边 只带日影一个武功高强的属下 剩下的全都等荣怀安排 他们在凤莱村 停留了一天时间 医馆和药厂 甚至是宿舍楼 已经建好了 也刷新好了 医馆住院部的家具 全都搬进去了 玉璃转了一圈后 把需要注意的问题 都告诉秋白和成果 他又找来了玉窜 询问了张家的事 得知张学龄 已经请了官媒来提亲了 玉璃笑了笑 规矩学得怎么样了 玉切尔点点头 我很认真学习 一开始经常挨打 回到家里 还要被逼着去挑水 做家务 他想要放弃 秋白说不学好规矩 以后丢了张家的脸 张公子和张家上下 都会生气 所以 他还是努力去学了 张家来提亲时 我爹娘和哥哥嫂嫂 都惊呆了 张公子一共给了一千两 聘金和二十台聘礼 我已经和我娘说了 我只要三百两聘金 和所有的聘礼 剩下七百两 就是我爹娘吧 他倒要看看 到时候两位哥哥嫂嫂 会不会因为这些银子吵架 最好就打起来 反正他到时候 都嫁出去了 才不管他们嫁的事 我娘没有能耐为 我准备嫁妆 我就把聘礼 当嫁妆带回去 玉璃还是第一次看到 笑得这样轻松的玉切 他回房间 拿了一个锦盒出来 交给玉切 打开看看 玉切和张学龄 在半个月后成亲 他已经安排人 准备添妆了 可看着这样的玉切 他忍不住 多给他一些首饰 当然 他所有的付出 日后都是有收获的 这些只是撒下去的种子 只要时间到了 就会开花结果 玉切打开一看 发现是十几根发簪 有玉的 有银发簪 还有几根金发簪 这些都是给你的添妆 记住嫁过去 好好过日子 不要掺和到玉家那些 乱七八糟的事理 玉切文言 放下手中的发簪 他忍不住看向玉璃 你 你是不是要对付我大哥大嫂他们 没想到他如此敏锐 他一笑 不是对付他们 而是给他们 找了一份好工作 每个月有二两银子 他们大大小小全都送去 留下两个老人 在家照顾几个孩子 楚王府的产业里 有几座矿山 把人送去挖矿就好了 二两银子一个月 也不是骗人的 只是这些银子 不会给玉老大和玉老二他们 会直接送回村子里 养几个孩子 玉切看着的玉璃 脸上是收不住的意外和惊讶 给大哥他们 找了一份工作 玉璃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好心 他不是很相信 可瞧着玉璃 一脸坦然的样子 又觉得 他不是在开玩笑 玉璃说 这件事 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会安排人去做 玉切只能点点头 玉璃又叮嘱几句后 就让人把他送出去 当天下午玉璃和荣怀 就带着日影和绝影进山了 他们几个人 是背着贝蜂进山 对外就是去采药 因为进入深山 需要很长时间才回来 进入山里后 玉璃马上带着他们 超近岛绕出了脆微山 然后在一处小道 和荣怀的隐卫会合 他们一行十多人 快马加鞭 朝燕州而去 第173章 彻底废了 一个死人还能做什么 在他们启程前往燕州时 陆北直也离开了 楚地好几天 他本以为回京路上 都是安全 未曾想他们一行人 居然遇到土匪拦路抢劫 而那些土匪武功很高 他身边的护卫都受伤了 可一行人里 他伤得最重 等到他从昏迷中醒来时 他感觉到自己大腿很痛 忍不住看向站在一旁 照顾自己的人 本侯的伤怎样了 站在旁边的侍卫文言脸 瞬间白了 他小心翼翼说 大夫说 大夫说 侯爷以后都没办法 像一个正常男人一样 去疼爱女人了 文言他脸色瞬间变了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他一动 大腿就好像 有什么东西在割一样 很痛 很痛 查到那些都是 谁的人了吗 他阴沉看着侍卫 不要告诉本侯 那是土匪 土匪的武功没有那么高 侍卫点点头 查到一些线索 全都指向京城 京城 与其说 京城不如告诉本侯 这是楚王让人做的 陆北纸是不相信 荣怀什么也没有做 这一次的事 是荣怀那个伪君子 做的可能性最大 侍卫小声说 是 您几个月前查抄的 兵部尚书的家的余孽干的 虽然他也不喜欢楚王 可也不该什么事 都推到楚王身上去 然后让真正的凶手跑了 确定 没有说谎 陆北纸想到兵部尚书临死时 看着自己那个眼神 鄙夷 冷笑 还有嘲讽 难道真的是 自己猜错了 这一次 不是荣怀动手 侍卫点点头 还需要继续查证 现在只是怀疑 还缺少很多证据 陆北纸苦笑 如果真的是 以前的兵部尚书动手 他们家全都死光了 那自己要找谁去报仇 查一查楚王和御礼 这两个人 肯定不会这么安分 侍卫出去后 他阴冷看着四周 然后把床上的东西 全都扔出去 啊 啊 该死的 怎么会这样 想到日后 无法和女子同房 没办法拥有更多的孩子 他觉得心里难受极了 恨不得要杀人 他不知道的是 远在京城的爱妾 已经怀了二胎 等他回去后 就会给他一个意外的大惊喜 高玉清听说 莫如雅又怀了孩子 他脸色瞬间变了 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那么幸运 应该是大公子满月 没多久怀上的 摩摩小心看了一眼 高玉清高挺的肚子 您的肚子大得有点可怕 还是要小心一点 莫要多思多忧虑了 摩摩真的很害怕 郡主无法从产房里活着出来 高玉清闻言 轻抚自己的肚子 摩摩放心 我会注意的 这孩子是自己的命 是自己要争夺一切的筹码 所以 孩子不能出事 我父王那边 现在如何了 想到上次险些被父王杀了 他想到那个人 还是觉得心里难受和害怕 再想想 就有点庆幸自己 让人弄死魏灵儿腹中的两个孽障 要不然 父王有两个儿子后 那些东西 就更不属于自己了 摩摩叹息一声 王爷把手上的冰泉都交出去了 现在每天都在王府里喝酒 喝醉酒 就在王妃房间里哭 废物 高玉清冷笑 摩摩 我母妃死了后 她有没有这样深情 为了一个不知道 哪里来的野丫头 连手上的冰泉都交出去了 也不知道 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先王妃去世时 王爷在外打仗 只是她那么多年都没有再去 足可见 对王妃是真心实意的喜欢 摩摩 也不能闭着眼说 王爷不爱王妃 若是不爱 怎么可能那么多年 都没有再澄清 高玉清文言想到 王府只有自己和父王那些日子 那时候 就算自己毁容残废了 父王依然对自己很好 自从王府里多了一个魏灵 父王的眼里只能看到她 不管魏灵说什么 父王都不会反驳 这让她觉得 属于自己和父王的家里 多了一个外人 她当时真的恨不得魏灵去死 现在好了 魏灵不知所踪 父王只是自己一个人的父王 既然那么爱我母妃 那就应该一辈子为我母妃守着 她眼里闪过一抹利色 只要有我在 那个女人休想回到汝阳王府 本郡主上次能弄死她腹中胎儿 以后就能弄死她 嬷嬷闻言叹息一声 郡主现在变得越来越难侍候了 性格殷勤不定 院子里有几个丫鬟都被杖毙了 嬷嬷现在都不敢多说 害怕下一个被杖毙的人 就是自己 让人看着一点父王 可不要让她真的醉死了 她看向永城侯府的方向 想办法把莫如雅那见人腹中的孩子 和她院子里那小宅子弄死 本郡主绝对不允许任何人 和我儿子抢东西 侯府的爵位 汝阳王府的钱财 这些都是属于她肚子里这个儿子的 嬷嬷点点头 已经让人去做了 只是侯府那边守卫很严 我们的人找不到机会 对那孩子下手 是谁在帮着莫如雅 高玉清看向嬷嬷 如果没有人帮助那个贱人 她不可能护得了小崽子 嬷嬷摇摇头 老奴怀疑是陆管家 侯府里最让人看不透的 就是这位了 郡主放心 老奴一定会想办法 把事情办好 孔淑成走了进来 她看向高玉清肃然道 若真的是陆管家 那就把人解决了 一个死人 还能做什么 高玉清浅笑 自从脸上的疤痕好了后 只要不看 她丑陋的双腿 她也是一个很美丽的姑娘 她朝孔淑成招招手 孔淑成笑着走到高玉清身边 她伸出手揉揉她的脑袋 放心吧 我会帮你把事情解决好 所有人都会背叛你 唯独我不会 她看着她时 眼里的温柔藏都藏不住 就好像高玉清 真的是她的全世界 高玉清文言笑了起来 我当然相信你 要不然 也不会把暗卫都交给她了 孔淑成看了一眼嬷嬷 嬷嬷被她那冷力的眼神吓到了 赶紧退了出去 等到屋子里 剩下只有两个人时 孔淑成把高玉清抱到怀中来 我发现长公主的人在找魏灵 第174章 去黄泉作伴 外祖母为何要找魏灵 她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担心外祖母会把魏灵找回来 照顾父王 她揪住孔淑成的衣服 书成 你一定要想办法 找到魏灵把她杀了 绝对不能让她回来 绝对不能 只要想到她回来后 和父王你农我农 她就恨不得杀了那对狗男女 父王只是属于母妃一个人 你也只是属于我一个人 明白吗 孔淑成点点头 是 我属于你一个人 孔淑成这边 才让人去找魏灵 汝阳王就得到消息了 他把酒坛子扔在地上 站起来冷笑一声 还真是把本王当死人了 一而再 再而三 对自己在意的人出手 王府管家看了一眼王爷 短短时间 王爷头发全白 行销鼓励 看着就让人不忍 王妃啊王妃 你在哪里呢 回来看看王爷吧 她过得太难了 汝阳王看向王府管家 看好王府 她已经伤害了一次灵儿了 不能让她再受到伤害 高玉清胆敢出动暗卫 去对付灵儿 那自己 就把这些暗卫全都杀了 她悄无声息 从密道里离开王府 然后带着自己的心腹 去追高玉清的暗卫 她已经许久未曾这样大开杀戒了 直接把先王妃 留给高玉清的暗卫 杀得只剩下一个暗卫头头 一袭白衣 一头白发 身形消瘦 眼神冷立的汝阳王 握着低血的长剑 看向最后一个半跪在地上的暗卫 你们是不是知道 魏王妃的下落 要不然 他们不会都出动了 暗卫头头苦笑 王爷 属下等都是先王妃 留下小郡主的人 你这个当爹的 把我们全都杀了 真的没见过这么狠毒的父亲 汝阳王手中常见架在暗卫头头脖子上 你们杀了本王两个儿子 还妄图和本王说妇女之情 他高玉清 但凡有一点人性 就不会对自己弟弟出手 今天你们说也是死 不说也是死 那王爷就杀了我们吧 暗卫头头 看向死去的兄弟们 他自己一个人独活 也没有意思了 还不如和他们 一起去黄泉作伴 汝阳王哈哈一笑 好 很好 本王就把你们全都杀了 然后把你们脑袋砍下来 送去给高玉清 他现在身怀六甲 如果看到你们的头颅小铲 本王也算为我而报仇了 暗卫头头没想到 汝阳王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他是真的一点也不在意小郡主 想到这里 他开始有点担心 他们这些暗卫全都死了 那以后谁来保护小郡主 还有那个孔书城 真的靠得住吗 王爷 小郡主是你如今唯一的血脉了 你就不怕王府断子绝孙吗 暗卫头头咬牙 他是先王妃唯一的女儿 您这样对待他 就不怕先王妃恨你 哈哈 汝阳王大笑起来 手中长剑 直接刺在暗卫头头手臂上 说还是不说 废话太多 然他想要直接杀了这个人 腾痛然暗卫头头更清醒 他看向已经毫无人性的汝阳王 沉默片刻还是说 当初要弄死王妃腹中孩的人可不少 就算没有我们 王妃腹中的孩子 也不可能顺利生产 我可以把王妃的下落告诉您 可您得保证 不会杀小郡主 汝阳王勾唇一笑 放心吧 本王不会杀高郁卿 不但不杀他 还会让他活得好好的 让他看着自己在意的权利财富 全都化作虚无 他要高郁卿过得生不如死 暗卫头头见状星 瞬间绷紧了 王爷的笑容绝对不正常 他想要干什么 说吧 本王的小王妃在哪里 暗卫头头抿唇 犹豫许久才说 上次是在楚地安阳县凤莱村的山上 遇见王妃 也是在那个地方对他动手 别人不知道王妃的下落 楚王妃狱里肯定知道 我和兄弟们打算去楚地查 指不定王妃如今还在凤莱村 汝阳王闭上眼深吸一口气 你们上次能查到王妃 是因为本王去了凤莱村 暗卫头头恩了一声 不但是我们盯着王爷 暗中还有很多人盯着王爷 楚王已经想办法拦截了一部分人 只是要王妃腹中孩子死的人太多太多 他们不注意时我们就得手了 只是那些兄弟也没有回来 很好 很好 汝阳王笑了起来 不用想就知道 是谁不允许自己一双儿子活着 他冷冷看着暗卫头头 既然没用了 那就去死吧 他长剑一动 直接划过他的脖子 他开始倒地不起 汝阳王看着满地尸体 吩咐身边的人 全都扔到深山去喂狼 说完后 他施展轻弓离开了 他一个人到了一处山顶 他一拳砸在一棵大树上 都怪我 都怪我 是我害死了两个孩子 是我让凌儿承受丧子之痛 他一拳一拳砸在树上 直到双手都鲜血淋淋才停下来 他朝着楚地方向看去 凌儿 你等着我 本王一定找到你 在王府醉生梦死那么长时间 已经想清楚了 此后半生就跟着凌儿 他要去哪里 就陪着他去哪里 想到自己上交兵符时 小皇帝那激动的样子 就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真的以为 拿了兵符后 那三十万大军 就会听他的指挥 他高飞比兵符更好用 只要他振臂一呼 三十万大军 就能为自己所用 兵符只是他用来 哄骗小皇帝而已 你们都想要本王决四 本王偏不如你们所愿 本王领养一个充当王妃的孩子 都不会让王府绝死 他们的如意算盘打得太响了 可惜现在有多开心 以后就会有多绝望 他要朝堂那些人知道 他高飞不是好惹的 冷静下来 就去找属下 为自己包扎伤口 把这位暗卫的消息 传去给高玉清 心腹阿寿闻言看向王爷 长公主那边需要知道吗 知道 肯定要让他知道 汝阳王笑了起来 他不是一直都护着高玉清吗 那就让他继续护着吧 他不会做一个杀女儿的父亲 可他能让高玉清身边在意的人 一个一个消失 他要让高玉清尝一下 失去一切的痛 第175章 噩梦 生产 长公主第一时间 就得到高玉清身边暗卫 全都死绝的消息 他手上拿着一串佛珠 许久未动 玉清郡主的暗卫 想要去干什么 他觉得眉心很痛 心里还有一股不好的感觉 嬷嬷看了一眼长公主 小郡主让暗卫去杀魏王妃 长公主低下头去 不断转动手中的佛珠 仿佛这样才能让他冷静下来 要不然 他真的会把高玉清找来 狠狠虚拟一顿 他叹息一声 高飞这是彻底恨上这个女儿了 嬷嬷在心里暗暗想着 换谁能不恨 好好的一对双生嫡子 就这样被害得小产了 没有嫡子继承 只要汝阳王一死 王爵就会收回 高家从此就会没落下去 他心里是这样想 却不敢在长公主跟前说 担心会被骂 公主 我们现在应该如何做 只要玉清生命没有危险 那就不用管了 说到这里他冷笑 现在玉清是他唯一的骨肉了 难不成真的还能杀了他 既然高飞自己去找魏王妃 那就把我们的人全都撤回来 嬷嬷点点头 嬷嬷你去看看 玉清现在怎么样了 高飞能让人把消息 送到自己这里来 肯定也送去玉清那里 他现在还怀着孩子 可不能出任何事 见到高玉清时 他也正收到消息 得知自己的暗卫全都死绝 他气得把屋子里的东西都砸了 还动了胎气 看到外祖母身边的嬷嬷来了 他哭着告状 说父王心狠手辣 嬷嬷只是站在一旁听着 随后安慰几句就离开 高玉清看着嬷嬷的背影 眼神变得冰冷无比 外祖母也不可靠了 要不然 他身边的嬷嬷 不会这样对自己 燕王府 进入五月份后 魏灵儿经常都睡不着 好不容睡着了 又会被尿憋醒 这一天他才睡着 却陷入噩梦中 他看到了漫天黄沙 看到了一群人被包围起来 最后一个两个 都惨死在敌人的刀下 他很努力 想要看清楚 那些倒地地上 鲜血淋淋的人是谁 突然 一个人砸在脚边 鲜血忽了他的脸 他睁大眼睛 嘴里不断呢喃 姑姑 姑姑 他的视线 落在那人脖子上 戴着紫玉佛陀上 燃血的佛陀 庞佛在宠他诡异微笑 啊 他从睡梦中惊醒 一下子坐了起来 他发现 大腿间好像湿了 小腹也在坠痛 发就在此时 苏文走了进来赶紧问 姑娘 您是做噩梦吗 魏林儿看向苏文 我要生了 空气有瞬间寂静了 苏文回过神来 赶紧朝着门外喊 来人 姑娘要生了 说完后 他对魏林儿说 姑娘 我扶您去产房 魏林儿点点头 在苏文搀扶下 朝隔壁的产房走去 产床是按照 玉里给的设计图准备的 他知道没有这么快 只能在产房里走来走去 容狼绝才睡下 就得知 魏林儿这边要生产了 他下得赶紧爬起来 穿好衣服 就朝后院去 走到魏林儿的院子时 就看到女人 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他问 不是说要生了 梅竹文言看了一眼 自家王爷 王爷 女子生产 哪里有那么快 生产之前 如果还有力气 就要多走动 这样有利于生产 容狼绝满头黑线 他又没有生孩子的经验 怎知道这些 他会不会出事 梅竹瞧见王爷 如此关心林姑娘 心里为林姑娘 感觉到开心 王爷放心吧 林姑娘这段时间 都好好养身体 一定会没事的 容狼绝点点头 你赶紧进去 我就在外面等着 梅竹吩了一声 容狼绝没想到 他在院子外 等了几个时辰 产房里 也传来一阵一阵惨叫声 可孩子就是没有出来 他都急得在院子里 走来走去 找大夫 去把最好的大夫找来 一定要确保 林姑娘母子平安 管家看着焦急的王爷 提醒一句 爷 最好的大夫 已经在产房里 整座王府的人 都在担忧 都在祈祷 希望林姑娘 可以顺利生下 王府的小主子 最好的大夫 就这玩意儿 那姑娘为何还不生 容狼绝气的 想要踢管家了 听着屋子里传来的叫声 就觉得胆战心惊 不知道为何 他不想为林儿出事 想到他也许会出事 他就觉得呼吸困难 心里很难受 管家远离王爷几步 我的爷爷 大夫又不能代替 林姑娘生孩子 所以 林姑娘什么时候 能把孩子生出来 可不是大夫可以做主 王爷还真是无礼 也要闹三分 魏林儿双手握着铲床的扶手 不断用力 可孩子就好像和他作对 一直都不愿意出来 啊 疼痛让他大叫出声 泪水从眼角滑落 他在心里暗暗想着 孩子 赶紧出来吧 他只要想到自己 曾经中毒 这毒会伤及孩子时 就觉得难受 很担心 孩子在肚子里时间长了 会对他们造成 无法挽回的伤害 吻婆喊 开了 全都开了 姑娘赶紧用力 魏林儿深吸一口气 然后用力 看到孩子的头了 姑娘再用力 魏林儿在吻婆和苏文指挥下 深吸气 用力 连续几次后 产房终于传来孩子的哭声 只是哭声很小 梅竹赶紧把孩子接过来 看着一脸青紫色的孩子 她的脸色也变了 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这孩子能养活吗 魏林儿费尽全身力气 生下龙凤胎 就陷入昏迷了 荣郎爵听到孩子的哭声时 紧张到双手都紧紧握了起来 看到有人出来 赶紧问 姑娘和孩子怎么样了 小丫鬟赶紧回答 姑娘没事 只是累到睡着了 两个孩子呢 荣郎爵心道不好 该不会两个孩子都出事了 小丫鬟支支吾吾不敢回答 赶紧说啊 两个小主子 现在怎么样了 管家瞪着那丫鬟 她站在一旁 都快急死了 小丫鬟说 苏文姐姐和梅竹姐姐说 小公子和小姐都不是很好 一出生 脸色就轻子 好像中毒的样子 一句话 让荣郎爵和管家都愣住了 怎么会这样 荣郎爵看向产房 确定林姑娘身体没有任何问题 苏文走了出来 姑娘身体没事 可小公子和小姐 情况不是很好 荣郎爵听得急死了 推开人直接朝产房走去 第176章 孩子活不成 梅竹和大夫 正在给孩子检查 荣郎爵冲进去一看 发现两个孩子脸都是青紫色 瞧着很吓人 怎么会这样 梅竹脸色异常难看 她看向荣郎爵 王爷 小公子和小姐都 都 说到这里 她的眼眶就红了 真的太残忍 她也不知道要如何说 荣郎爵看到孩子的样子就明白 他们也许活不了 她看向屏风另一边 林姑娘现在如何了 孩子保不住 大人可不能出问题 她上前几步看着墙堡中 掩掩一息的孩子 忍不住伸出手放在他们脸颊上 你们哭啊 你们大声哭啊 她看着孩子 用近乎哀求的声音 希望他们哭出声 从未有过一次 觉得人的哭声 是这么动听的 她是如此的渴望听到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 上次她搂住魏灵时 一只手不小心碰到她的腹部 小家伙正一脚踢过来 那时候她的内心 被一股异样的情绪包围 让她许久都回不过神来 甚至不敢见魏灵 即便避嫌不敢见 她打从心里 期待两个孩子的到来 现在孩子已经出生了 却活不成 大夫说 林姑娘没事 只是两位小主子 出生体弱 老夫也没办法 容狼爵小心翼翼 把梅竹手上的孩子抱过来 一直安安静静的小家伙 到了她怀中 居然乌叶两声 梅竹见状 觉得难受极了 他们这些属下 都无法接受 在她看来 王爷这个当爹的 一定更难受吧 她说 王爷 这是小姐 容狼爵看着 小小一团的孩子 眼眶忍不住泛红 此时此刻 她的心里 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 她自己也无法解释 这种奇怪的心情 她柔声对小小的孩子说 你们都要好好的 活下来 只要你们能活下来 我把所有的好东西 都送给你 好不好 她还是第一次抱 这样小的孩子 这一刻 她真觉得 就算把所有的好东西 都给这个孩子 也是乐意 就在此时 一旁盯着男婴的大夫说 糟 容狼爵看了过去 只见那孩子 脸色已经全成紫色 她一直张开嘴巴 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孩子呼吸困难 马上就要不行了 就她啊 你们赶紧救她 容狼爵见状红了眼 一定要保住 两个孩子的命 她上阵杀敌手染鲜血 踩着敌人的累累尸骨 都没有半点害怕 可这一切 却害怕这两个小小的孩子 在自己跟前夭折 王爷 老夫 老夫真的没办法 容狼爵看向梅竹 拘教醒灵姑娘 她医术很好 一定有办法救这两个孩子 就在此时 门外传了一道声音 王爷 楚王楚王飞道 话音落下 容狼爵就看到 小黄叔和玉璃进来了 玉璃一下子就冲到 两个孩子面前 她先看了一眼小男婴 发现她的情况很危险 赶紧把孩子抱在怀中 把女婴也放在床上 你们全都出去 容狼爵看了一眼玉璃 最后还是听话 把怀中的小宝贝放下来 当屋子里就剩下 自己和两个孩子时 玉璃拿出了天泉水 喂给两个孩子喝 奄奄一息的小男婴 艰难喝了几滴水 女婴也喝了几小口 玉璃把孩子放下来 随后为两个孩子检查 一切都如她所想 孩子在胎里就被那些毒药影响 她从腰间袋子里 拿出一个瓷瓶 倒出一枚指甲钙大小的药丸 塞进孩子的嘴里 又滴了几滴天泉水 进孩子的嘴里 这是她特意为两个孩子 做的药丸 玉水及融 完全不用担心会噎住 确保两个孩子 把药都咽下后 她才松了一口气 一刻钟后 许是天泉水和药丸 都起作用了 两个孩子居然一起哭了起来 哭声虽然不大 却也不像一开始那样 并咽咽 玉里打开门 看向荣郎爵 让奶娘进来 喂两个孩子 荣郎爵文言 双眼都亮了 黄沈 两个孩子都没事 需要仔细养着 我最近都会在这里 我来 亲自照顾一段时间 没有天泉水和那些药丸 两个孩子早晚得夭折 这一刻 她很庆幸自己 做出来的药丸 真的有用 荣郎爵和其余人 听了后都笑了 苏文把两个奶娘 带着到屋子里 给两位小主子喂奶 荣郎爵看向管家 你亲自去安排好 楚王和楚王妃的住所 还有 两位的下落 也不要告诉任何人 管家点点头 楚王和楚王妃进来时 都戴着人皮面具 是进入院子后才撕开 老奴明白 这就去安排 楚王妃救了他们家 两位小主子 别说安排住所 就算让自己跪下来 给两位磕头 她都不会犹豫 数千里外的汝阳王 连续赶了两天的路 累到无法支撑 这才停下来 在一处破屋子里休息 她才睡着 耳边就传来 一阵阵婴儿的哭声 只是那声音很弱 好像随时都要断气 紧跟着她 看到了一个女人 在痛苦叫喊 那一声声凄惨的叫声 直接把她的魂都搅碎了 只要听一声 她就知道 那是自己最爱的 小王妃的声音 李儿 她从噩梦中醒来 这才发现 已经天亮了 想到昨晚的梦 就觉得一阵难受 她摸了摸额头 才发现自己一头汗 四周的属下都看了过来 她淡淡问 什么时辰了 阿寿说 王爷 现在是卯时三刻 她站起来深吸一口气 继续赶路 待会儿遇到 有卖吃的地方 再停下来 她翻身上马 不断狂奔 心里却在祈祷 希望自己的小王妃没事 魏林儿在床上 躺了一天一夜才醒来 此时两个孩子的状态 已经好很多了 能正常进食 哭声也比出生时大很多了 脸上的青紫色 也慢慢开始淡去 她醒来后就看到苏文 赶紧问 苏文 孩子呢 苏文上前 把人搀扶着坐在床上 姑娘放心 小公子和小小姐都没事 楚王和楚王妃来了 两位小主子 都在楚王妃院子里 听说玉璃来了 她瞬间松了一口气 她总觉得 有阿里在孩子 肯定不会有事 把我昏迷后发生的事 都告诉我 她身下还很痛 可她还是想要知道 昏迷后孩子的情况 苏文没有隐瞒 把事情一五一十说了一遍 王爷都急哭了 幸好楚王妃来得及时 要不然 属下都担心 王爷一怒之下 会把大夫揍了 魏林儿得知自己两个孩子 险些就没命 她觉得很难受 都是她的错 才会让两个孩子受尽苦头 等她回到云兰国后 一定会查出 是谁给自己下毒 此仇不报往为人母 第177章 姐妹相认 阿里甩锅 得知魏林儿醒来 玉璃就赶了过来 看到玉璃 魏林儿瞬间觉得很委屈 有种想要落泪的冲动 她自己也不知道 为何会这样 此时此刻看到玉璃 就好像看到自己至亲的家人 阿里 幸好你来了 要不然我 我也不知道会如何 如果阿里没有来 那自己醒来后 也许就要面对 失去两个孩子的痛 玉璃看着她要落不落的泪珠 别哭 月子期间哭哭哭 你的眼睛不要了 坐月子时 最忌讳没有休息后 还有就是落泪 眼睛一旦受损 就无法挽回 魏林儿被玉璃的话 弄得真的不敢哭 她把眼泪都憋回去 看到你 我就觉得自己 有主心骨 玉璃无奈一笑 你太把我当一回事了 她为脸诊脉 随后从腰间拿出一个瓷瓶 这是你坐月子期间服用的药丸 里面一共有90克 一日三次 饭后半个时辰服用 吃这个就可以了 不用吃别的药 玉璃笑着接过瓷瓶 我知道了 她的视线 落在玉璃脖子带的紫玉莲花吊坠上 笑容瞬间凝固了 她死死盯着 那吊坠不敢眨眼 就怕自己眨眼后 紫玉莲花吊坠就会消失 玉璃见状挑眉问 你怎么了 魏林儿紧紧握着玉璃的手 自己带着的吊坠 这是我从小就有的 她曾经当天 就开始带着这一枚紫玉莲花吊坠了 无她 只是因为自己很喜欢 所就带了 你的意思是 这是你的 从小就属于你的 听着魏林儿 急切又语无伦次的话 玉璃拍拍她的手背说 你别急 慢慢说 苏文看了看两人 意识到他们有重要的事要说 她赶紧退出房间 并把门关上 担心有人来偷听 她干脆在院子里看着 不让任何人靠近房间一步 魏林儿深吸一口气 让自己冷静下来 这才伸出 手握着玉璃带的紫玉吊坠说 我也有一枚一模一样的紫玉莲花吊坠 玉璃文言愣了瞬间 这要巧 她想起自己 不是遇老三夫妻亲生女儿的事 又想到自己 不排斥魏林儿靠近 难道 她是自己的姐妹 魏林儿点点头 她从自己衣领里 拉出一枚一模一样的紫玉莲花吊坠 你看 是一样的 两人都把紫玉莲花吊坠拿了下来 放在一起比对 发现真的是一模一样 魏林儿握着玉璃的手 我从未想过 自己苦苦找寻多年的妹妹 居然就在身边 玉璃自然知道魏林儿妹妹的事 一出生就被歹人偷走 她只是没想到 吃瓜吃瓜 最后吃到自己身上 她说 你要不要弄清楚一点 要是搞错就不好了 魏林儿看着玉璃笑了起来 我第一次看到你 就很喜欢你 对你总有一种无条件的信任 以前不明白 为何会这样 现在我却明白 这是血脉使然 我们是双生女 是这个世上最亲近的人 她一下子就抱住玉璃 呜呜哭了起来 不管妹妹如何哄 她就是哭 要把这些年自己受过的委屈 父皇的冷落时的悲伤 全都化作泪水哭出来 玉璃觉得很无奈 只能任由她抱着自己哭 哭了许久 魏林儿终于哭够了 她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 赶紧拉着玉璃问 妹妹 你 你有没有什么神奇的能力 我们皇族孩子每一代 都有一个天选之子 这个孩子身带神奇能力 是老天为我们云兰国挑选的继承人 她满怀希望看着妹妹 她是皇族最后的希望了 若是 若是她也没有 那皇族该怎么办 玉璃想到灵魂绑定的空间 瞬间有点梦了 她很清楚 原主是没有空间的 可她不打算将空间的事告诉任何人 努力想了想 最后想到 原主和自己一样 从小就力大无穷 她问 力大无穷算是神奇能力吗 魏林儿双眼都亮了 皇族的人生来就力大无穷 你也是力大无穷 就已经证明你 真的是我的妹妹 除了这个外 你还有别的神奇能力吗 皇族历代帝王里 有能听懂动物说话 有隐身 有预知 有独心术 还有治愈 玉璃文言 瞬间觉得自己死而复生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她不会独心术 没有预知能力 可她有空间和天泉水啊 如果说 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说出去 也不会有人相信 她沉思要如何回答时 瞬间想起 今天早上 有一只小狐狸 出现在灵儿子床前的事 她双眼亮了 好像你儿子有神奇能力 魏廉儿双眼瞪大 你说什么 我儿子有 她还没有从找到妹妹的震惊中 回过神来 阿里又砸了这么大一个消息 给自己 玉璃点点头 我今天早上看到一只小狐狸 守在你儿子床前 孩子哭了 她急得团团转 然后发出一阵叫声 你儿子最后居然不哭了 就好像她真的能听懂小狐狸的话 若非自己亲眼所见 她也不会相信 这样神奇的事 看来那孩子 是可以听懂动物的话 这样也好 她可以甩锅了 想到这里 心里就美滋滋 我们先观察观察 如果真的是那个孩子 拥有神奇的能力 那以后 你就不用担心皇族的事了 玉璃看着魏廉儿 突然觉得 自己没有把空间的事告诉她 是一个很理智的选择 一个是小姨 一个是外甥 两个都拥有神奇能力 一旦被云南国那些 别有用心的朝臣知道 就会用这件事来挑拨离间 这样一来 皇族自己就会起内讧 别人还没有怎么样 自己人就先干起来了 反正她没想过成为女帝 不如就隐瞒到底 她回到房间 抱起睡的 正香的小团子笑着说 小团子啊 你是男子汉 所以你要护着小姨 多承担一些责任 睡着的小家伙 好像听到有人 把责任都推给自己 她受到惊吓 一下子就哭了起来的 她一哭 窗子外就出现几颗小脑袋 他们正虎视 单单盯着自己 玉璃看着一只白狐 一只小燕雀 一只猫 齐齐站在一起 那画面真的很诡异 等等 猫 见鬼的猫 那明明就是一头幼虎 狐狸 燕雀 幼虎 这是什么组合 还有他们盯着 自己时的眼神 让他手痒痒 想要把他们 全都抓住关起来 第178章 开启神奇能力 玉璃轻轻拍了 几下怀中的小杂 孩子像是感受不到 那一股来自小姨 身上浓浓的恶意 瞬间就安静下来 陷入梦乡 还真是一个小人精 小小人就懂得如何 自我保护 还有那么多守护的动物 厉害了我的小外甥 床上躺着的 另外一个小家伙 开始哭了 去抱女婴 并拿出几勺子天泉水 喂进小姑娘嘴里 孩子喝了天泉水 就安静下来 随后开始昏昏欲睡 玉璃把两个孩子 放在床上 这才看像 站在窗户外的三只动物 只见他们的视线 已经从男婴的身上 移到小姑娘身上 那样子 就好像小姑娘 身上有什么东西 吸引他们 玉璃想到了天泉水 随后笑了笑 她拿起来房间的木盆 弄了一些天泉水在里面 然后走到窗户旁 三个家伙看到她靠近 也没有离开 而是盯着她端着的木盆 那垂涎欲滴的样子 让她忍不住笑了起来 她看着三小只 想要喝 三只动物 像是听懂的她的话 齐齐点头 他们都被一股香味吸引了 直觉告诉他们 那是好东西 绝对不能错过 若是错过了 也许会悔恨终生 玉璃惊讶万分 你们 能听懂我的话 三小只又点点头 玉璃觉得很意外 她以前可没有听懂 兽语的能力 她转身看像 躺在床上的小家伙上 难道是因为她的出生 也不应该啊 这孩子都不是自己生的 就算有什么好处 那也应该 落在铃儿身上才对 她把木盆 放在窗边的桌子上 喝吧 喝完后就赶紧离开 要不然被人发现 你们可就完蛋了 这只幼虎 应该是从狗洞钻进来的 她尝试着伸出手 去揉揉她的小脑袋 没想到这小家伙 居然把脑袋 探到自己跟前来求嬷嬷 她忍不住笑了起来 刚刚还一脸防备盯着我 现在倒是凑上来了 果然 她那无所不能的天泉水 就是好用 她狠狠在幼虎脑袋上揉了几下 这才把她推到木盆边 幼虎也和另外两小只一起喝水 她放在木盆里的天泉水 没有多少 很快就喝完了 他们齐齐盯着玉璃看 她耸耸肩 没有了 你们赶紧离开吧 三小指纹言 你看我 我看你 一副不想离开的样子 玉璃不管他们 直接关上窗 他们在窗外站了一会儿 无奈离开 都在计划着 下次继续来 要守护那个小小的两只兽 也要喝水 前院书房 容狼爵不断在翻书 最后找出了两个名字 她笑着 看向坐在一旁喝茶的小黄叔 黄叔 黄叔 你说姐儿 叫魏锦月好不好听 她自然知道 汝阳王小王妃的双生子 已经死了的消息 所以 这两个孩子 肯定是随着魏灵儿性 容怀放下茶杯 看着自家憨傻的小侄 狼爵 容本王提醒你一句 你没有资格给姐儿取名字 除非魏灵儿 给你这个资格 一盆冷水泼下来 直接把容狼爵 所有激动和火热都浇灭了 她悠悠看着自家黄叔 您老能不能别这么扫兴 容怀呵呵冷笑 我老 所以我有王妃了 你年轻 所以活该你没有媳妇 容狼爵气得脸都扭曲了 外面的人都是瞎眼 居然觉得 你是一个温润如玉的王爷 本王不在意外面的名声 只要你黄沈 不在意就行了 容怀靠在一旁笑了起来 倒是你有点上赶着了 本王只是让你吩咐人照顾魏灵儿 可没有让你自个儿亲力亲为啊 三更半夜 鞋子都穿反了 还亲自闯入产房看孩子 容狼爵被黄叔看破遗弃的眼神 盯得有点不自在 他轻哼一声 我都是听从黄叔吩咐去做 他是不会承认自己 好像对魏灵儿 真的动了歪心思 在产房外 听着他凄惨的叫声 他心里难受极了 得知孩子保不住 他也跟着心痛 一开始弄不明白这些情绪 还以为自己 是真的心疼两个孩子 夜深人静一个人回想时才发现 原来一切的根源 其实都在魏灵儿身上 他心疼孩子是真的 可担心害怕魏灵儿出事 也是真的 他好像喜欢魏灵儿了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他想 也许是从上次剿匪回来时 看到轻浮小腹 温柔的他 那一幕 就这样闯入自己的内心 又或许是更早 早在自己去接人时 看到脸色苍白 却用心护着腹中孩子的样子 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总而言之 就是入心了 容怀看向嘴硬的侄儿 最好就是听从本王的吩咐才去做 要不然 苦的人是你自己 他走到容狼爵跟前 拍拍他的肩膀 他是汝阳王妃 只要一天拿不到和黎叔 你和他都没有可能 英哥带来消息 汝阳王交出兵权 带着人朝楚地而来 他一定是猜出 魏灵儿就在凤莱村 他们夫妻早晚会见面 到时候 你又如何自处 说完后容怀 就离开容狼爵的书房 徒留他一个人坐在书房里 想到黄叔刚刚的话 他无奈苦笑 他想起黄沈以前说自己的话 突然发现 黄沈生了一张乌鸦嘴 他喜欢谁不好 居然喜欢别人的王妃 简直就是找死 不行了 不能想这件事 要不然真的会疯 容怀才回到房间 就被妻子说的消息震惊了 他眨眨眼 有点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 你说 魏灵儿是你嫡亲姐姐 对啊 我们还是双生女 他指了指自己带着的紫玉莲花吊坠 他也有一个 据闻这是父亲亲手雕刻的 每一个魏家女儿都拥有一枚 而且 我们兄妹五人天生力大无穷 容怀文言无奈极了 会有这妖巧合的是吗 玉莉耸耸间 事实就是这妖巧合 他也惊叹缘分的神奇 如果不是玉翅儿 把我的紫玉吊坠偷出来 我也不会确认 自己不是玉家亲生的 如果不是这一枚紫玉吊坠 灵儿也不会知道 我是他的妹妹 所以 事情就是那么巧合 失散21年的姐妹 就这样相认了 第179章 狠辣 容怀凑过去笑着问 你没抱着他痛哭 他哭了 我没哭 玉莉得意洋洋看了容怀一眼 早就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 对于找亲生父母这件事 一直都是随心 只是没想到 亲人早就在身边而已 真的没到要抱头痛哭那一步 魏林儿哭 是因为他受过太多委屈了 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妹妹 所以想要发泄一下 园主的残留的意识 也在的陆北纸一次一次倒霉之下 慢慢消失了 他本尊是没有任何委屈 所以哭不出来 会不会觉得我有点没心没肺 他见多了生离死别 所以没有太大感触 容怀把人抱进怀中 怎么会没心没肺呢 你只是不喜欢哭而已 你在不知道 魏林儿是你姐姐的情况下 就可以为了他和两个孩子奔赴千里 这就是有情有义的表现 有时候哭是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 可这种表达方式 不适合所有人 魏林听着他安慰自己 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从来就没有多想 所以你别怕我钻牛角尖 我暂时要在这里住一段时间 会不会妨碍你的公务 一起那么长时间 自然知道这个男人其实很忙 处地那么大 他需要处理的公务不少 无妨 我在这里多陪你几天 然后就要离开一段时间 你等着我回来接你回去 容怀亲了亲他的脸颊 柔声说 一个月时间足够你调理两个孩子的身体吗 魏林点点头 够了 一个月后我们就回凤莱村 容怀想到自己得到的消息 他由于片刻还是决定告诉妻子 汝阳王已经猜到魏林儿在凤莱村 他以前就想着生产后便回凤莱村 如今你们既然是亲姐妹 你回去时 他十之八九也会跟着回去 他们夫妻早晚会遇见 两个孩子的事还是要想一想如何说 玉璃挑眉 他来干什么 他得知是高玉清对你姐动手 所以想要杀了高玉清 却被长公主阻拦了 他一夜白发伤心伤神 汝阳王府找到石云去为他枕脉 悲伤过度心脉受损 人在昏迷中还喊着姐姐的名字 他叹息一声 阿里 他年轻时为了守护男前在前线作战 十战九胜 是一个有功之臣 他也许不是一个好丈夫 却没有愧对汝阳王这个爵位 我不是想要站在男人的立场为他说话 而是他和姐姐之间的事需要处理清楚 继续在一起也好 还是合理也行 这件事都要有一个结果 再想想 如今自家那傻侄一头栽进去了 如果魏灵儿这边没有一个结果 戎狼爵更不知道应该如何自处了 放弃 谈何容易 不放弃 继续喜欢一个有夫之妇 传出去 戎狼爵名声敬悔 玉力也知道 魏灵儿是留下和黎叔 就离开王府 只是和黎叔并非他一个人可以决定 他写了 汝阳王不收 那他们还是夫妻 所以现在姐姐依然是顶着汝阳王妃的身份 他点点头 我会把这件事告诉姐姐 魏灵儿得知高妃赶往处地时 先是愣了片刻 随后笑了笑 我已经许久没有想起这个男人了 他看着自家妹妹 满心眼里都是喜欢 他来就来吧 我们之间的确需要坐下来 把事情说清楚 想到恩爱夫妻走到末路 他无奈极了 他就是一个傻子 从来看不出他女儿的狼子野心 他靠在玉璃肩膀上 缓缓道 若高玉卿是一个和善的人 我也并非容不下他 我甚至能让他容貌恢复正常 能让他正常走路 玉璃看了一眼灵儿 我自然知道你不是恶人 要不然当初也不会允许你靠近我 许氏拥有空间和天泉水的缘故 他从小对善恶之人都很敏感 我刚刚和高飞成亲时 真的想过如果高玉卿是一个善良的妓女 我以后会找机会为他医治 可他真的太迫不及待了 居然在我大婚当天 要对我出手 想到过往种种他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真的是又蠢又毒 居然在我吃的那一碗饺子里下了毒 玉璃挑眉 他的确能做出这样的事 原主和高玉卿交手多次 自然知道他有几斤几两 你以为这样就完了 魏林儿冷笑 我的床板是用射箱泡过的 我的枕头下了无色无味的慢性毒 我心房的家具可没有一件干净的 如果遇到一个不会医术 不懂毒的人早就死于非命了 当初高飞要和我成亲时 可是征求了高玉卿同意 他那时候笑得多甜 泽泽 没想到背后一肚子坏水 玉璃问 你就不告诉汝阳王 告诉 魏林儿笑了起来 我要如何告诉他 说他的女儿在我的房间里下毒 你觉得他会相信是他女儿干的吗 也许会相信 最后还是会求我原谅 我想想他画面就觉得隔音 魏林儿揪着妹妹的头发把玩 他说起那些过往时 已经可以变得很冷静 我所求的已经拥有了 此生就想要照顾好两个孩子 等到他们大一点 就把孩子带去见我们爹娘 他的视线落在躺在身边的一双儿女身上 他清冷平静的眼里全都是温柔和慈爱 我儿子有他的使命和责任 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回去面对一群虎视眈眈的狼群 说完后 他饶有欣慰地看了妹妹一眼 小样 以为自己看不出他隐瞒了什么 虽然不知道妹妹身上有什么神奇的能力 可他肯定拥有 只是他不愿意承认 甚至把一切都推到自己儿子身上 既然妹妹无意 那只能委屈自己的儿子 代替小姨 承担守护云兰国的责任了 终归是为家亏欠了阿里 往后余生 只愿阿里幸福平安 一生顺遂 玉璃被看得有点不自在 她笑了笑 姐 你得给两个孩子取名字了 魏林儿想了想 这个需要好好考虑一下 玉璃看了一眼门外 她勾起唇角 继续和姐姐说话 第180章 如遭雷劈 容狼爵站在门外听了一会儿 当她听到魏林儿 说起大婚时遇到的那些事 她恨不得弄死高欲轻 她担心自己的情绪 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赶紧离开了 她一边走 一边在心里 暗暗想着 高飞 亏得老子小时候 还这么崇拜你 狗屁玩意儿 就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老子当初真的是 瞎了眼才觉得 你很厉害 打死她也不会想到 十多年后 自己居然会和高飞爱上同一个女人 最狼狈的是 她还是高飞的妻子 要是 要是她早点遇到魏林儿就好了 肯定不会让她受那么多委屈 燕王来的时候 苏文和梅竹就在院子外 两人想着王爷和林姑娘 连孩子都有了 所以就没有通报 只是没想到 王爷居然在门外站了一会儿就走了 苏文和梅竹对视一眼 梅竹小声问 王爷为何不进去 应该是看到 楚王妃在屋子里 说完后 她就看到 掉落在地上的纸条 她上前捡起来一看 魏景月 她看向梅竹 这 这难道是王爷魏小姐 取的名字 不对吧 王爷姓荣 就算随母姓 那也应该姓林 梅竹看了看 不管了 拿进去给林姑娘看看 也许她认识这个人 她才走进房间 就遇到要出来的玉玲 她笑着 把纸条交给玉玲 您看看这名字取得好吗 玉玲看到纸上的名字时 愣了瞬间 魏景月 景月 景 美玉 月 快乐于月 好名字 容狼爵还真是司马昭之心 她把这张纸 拿进去给魏灵 魏景月 灵儿笑了笑 好名字 这字很陌生 难道是 容怀这个妹夫 起的名字 想到这里她觉得自己 应该给妹妹一个面子 决定给女儿用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不错 我女儿 以后就叫魏景月 玉玲看到 她的样子 真的一言难尽 这 这名字 是燕王取的 魏灵儿文言 看向自家妹妹 你 再说笑吧 她说的咬牙切齿 梅竹点点头 是啊 这就是王爷的字 她刚刚来了 这张纸 是她不小心落在外面 我们捡起来的 虽然梅竹不懂小姐 为何欣慰 可人家爹娘都不管 她一个属下 自然不会多管闲事 而且 魏景月这个名字 很好听 魏灵儿 狠狠瞪了一眼玉璃 这个妹妹 绝对是捡来的 转念一想 自己在燕王府这段时间 的确得了人家的庇护 也知道她是真心实意 喜欢自家女儿 才会想要为孩子取名字 最后只能说 女儿就叫魏景月 儿子的名字 需要好好想想 玉璃有点意外 她以为魏灵儿 不会用这个名字 梅竹笑着说道 我就知道 姑娘会喜欢这个名字 属下这就去告诉王爷 等到梅竹离开后 玉璃看向魏灵儿 你和燕王 魏灵儿闻言 无奈笑了笑 她收到你们的消息后 亲自赶了几天路去接我 知道我情况 不好陪着我在半路上 休息了几天 我在燕王府这段时间 她很照顾我 王府的人 我不能堕了她的面子 说完后 她看向躺在身边的女儿 她忍不住笑了笑 我听说 两个孩子 险些活不下来时 她都急哭了 我不是好人 可我知道好烂 而且 魏景月这个名字 是真的好听 我很喜欢 若非真心喜欢 怎么会给孩子取一个锦字 月字则是 她对孩子的满心祝福 希望孩子一辈子 开心愉悦 做人啊 不能忘恩 玉璃点点头 我们的小景月和弟弟 都是幸福的孩子 以后会有很多很多人 喜欢他们 护着他们 魏璃点点头 是啊 他们都是幸福的孩子 会有很多很多人 喜欢他们 千万不要像阿娘 小时候那么傻 只渴望自己父亲的 疼爱和在意 她看向玉璃 要不然你帮弟弟取名字 我不会取名字 你自己生的孩子 你自己慢慢想一个 好听一点的名字吧 玉璃满脸恐慌 她是真的不会 给孩子取名字 魏璃看到她这个样子 笑了起来 瞧你那样子 你以后生了孩子 难道都让楚王取名字 玉璃抱起 开始哼哼唧唧的哥哥 她要是取的名字好听 有何不可 行了 我让奶娘来喂孩子 现在孩子情况 已经好一点 从今天开始 她就要把孩子 留在玲儿的房间里 总不能让人家母子 母女分开 两位奶娘进来喂孩子 玉璃则离开 魏璃儿的院子 容狼觉得知魏璃儿 愿意让小姑娘 交魏景月 她还有点不敢置信 你说的可是真的 不行 我要自己去问问 梅竹看着王爷 急切慌乱的脚步 忍不住笑了 王爷这是想要问事情 还是想要见玲姑娘 容狼觉走到半路 就遇到玉璃 她赶紧上前行礼 玉璃问 你这么急着 要去找玲儿 容狼觉笑着点点头 梅竹说 她愿意让小丫头 用我取的名字 是啊 她说 以后小丫头 就叫魏景月 还说 这名字挺好听的 容狼觉闻言笑了起来 那样子 显得有点傻里傻气 这一幕落在玉璃眼里 她看容狼觉时 觉得她像是地主家 跑出来的傻儿子 就在此时 王府管家 来把容狼觉叫走了 玉璃看着她的背影 陷入沉思 容狼觉的行为 有点不对劲 刚刚那样子分明 就像是 陷入勤网的憨货 她想到魏灵 瞬间如遭雷劈 我 这是亲自把自家姐姐 送进狼嘴了 她小声嘀咕一声 又想到 昨天容怀说的那些话 她希望林儿 赶紧把她和高飞的事处理好 这多少都夹带了 一点私心吧 她又想到小外甥 以后要回云兰国 就连林儿 都不可能一直在外面 所以 就算解决她 和汝阳王的事 林儿和容狼觉 也不可能啊 当容怀得知自己妻子 是云兰国公主时 她又瞬间回不过神来 所以林儿 是要带着孩子 回到云兰国 玉璃点点头 是啊 她要带着小外甥 回云兰国 所以她就算和汝阳王的事 解决完了 她和燕王在一起的可能性 也很小 容怀认真看着她 沉声问 那你呢 你也要离开我 第181章 归家 好像看到汝阳王 你对我好 我自然不会离开你 玉璃揪着她的头发 把人带到眼前 来亲了几下 你不背叛 我们永远都会好好的 只要你不离开我就行了 其余的人的事 他们自己会解决 容怀看着她 笑叶如花的样子 就觉得心满意足 魏林儿帮她儿子取名魏祁安 齐秦岛屿 一世长安 她生来就要承担 一个国家兴衰的责任 她既祈求自己儿子 一世长安 也祈求云兰国 上下海燕和亲 长治久安 魏锦岳和魏祁安 两个孩子 在天泉水和药丸的调理下 一天一个样 到了满月时 已经成一个白白嫩嫩的 小可爱了 给两个孩子 举办了满月宴后 玉璃和修燃 就带着这母子三人 启程回处地 容狼爵这个憨货 也留下一个替身 然后易容跟在身后 也许因为她是 第一个抱魏锦岳的男性长辈 小丫头就算才满月 也很年容狼爵 明明就在哇哇大哭 只要落入容狼爵怀中 马上就安静下来 几次之后 就连魏林儿都开始吃醋了 因为带着两个小婴儿 所以他们一路上 走得比较慢 回到凤莱村时 已经是七月初一了 两个孩子差不多两个月 那双大眼睛 已经很明显了 滴溜溜转 看起来就是一个 机灵的小可爱 玉璃抱着祈安看向外面 看着已经修好的村路 她笑了笑 祈安 景月 我们到家了 祈安看着玉璃咧开嘴在笑 还有口水流出来 玉璃为小家伙擦去口水 笑着对魏林儿说 长大是一个嘴馋的孩子 魏林儿怀中的女儿 已经睡着了 她听了玉璃的话后 挑眉一笑 无妨 我们长了一张嘴 除了说话外 就是用来吃东西的 他们阿娘 我也很喜欢吃 说完后 似笑非笑盯着玉璃 他们小姨也是一个贪吃的 玉璃瞬间无话可说了 因为她也是一个喜欢美食的人 翠薇园厨房里就有好几个厨师 都是荣怀重金聘请的 擅长做个地方的菜 玉璃离开两个多月时间 不但村子的路修好了 就连医馆和药房全都弄好了 家具全都摆放好 当几辆马车停在翠薇园时 青阳等人就知道 王爷和王妃回来了 魏林儿先带两个孩子和奶娘 回她的院子安置 荣怀带着荣郎爵去院子安顿下来 玉璃则先回主院 邱雅和柳红秀 邱白等人都等在院子里 准备汇报事情 玉璃见状挑眉 你们这事不让我休息一下 邱雅浅笑 主子 我们只需要小半个时辰 把事情汇报后 就不会打扰您和王爷 柳红秀还贴心送了一杯茶上来 气氛都到了这里 她若不听听他们的汇报 就说不过去 邱雅和柳红秀汇报的事 都在她意料当中 反而是邱白的事 让她有点意外 医馆已经接受了 好几个外地前来求医的病人 这些病人已经住进住院部 何其自己就能治好那几个人 所以医馆暂时还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收药的事也如火如荼在进行 收到的药材全都进入药房 该晒的晒 该炮制的炮制 现在医馆已经有不少药材了 药房那边的人还是太少了 每天都能收到不少药材 我们根本没办法第一时间处理好那些药材 所以奴婢只能限定每天收多少 让大家不要拼命采摘 等人到位后再多采摘一点 玉璃点点头 你做得很好 放心吧 我和王爷回来了 挑选那些人也应该要到位了 让人挑选了日子 医馆在半个月后开业 他揉揉脑袋觉得有点累 你们先下去 我休息好了 再找你们过来说一下开业的事 几个人都点点头 他们退出去石秋白说 修路时发现 安逸公子一开始给的一万两不够 他离开之前又让人送了一万两去 白尾姐姐也让人送了五千两去 然后路就修好了 安逸公子离开之前 留了一封信给王爷 奴婢已经把信放在主子的庄盒里 玉璃恩了一声 荣怀听到声音已经去拿庄盒里的信 打开看望后 他吃笑一声 他就连喜欢的姑娘都没有 现在就开始惦记回礼了 玉璃走进来听到这句话 笑着说 你写信告诉他贺里已经准备好了 问问我们 什么时候才能把贺里送给他 荣怀点点头 觉得自家妻子的建议很好 他说我们离开凤莱村后 有两拨人在翠微山里活动 应该是要找什么人 玉璃挑眉 是找灵儿吗 现在还不确定 荣怀眼里闪过一抹利色 还真是如何防都防备不了 总会让人出现在储地 玉璃坐下来 一边拿开头上的发簪 一边说 如何防 他们完全可以 从燕地进入翠微山 你防备得了 他散开头发 站起来含笑看着自己丈夫 不用防备 大开方便之门 来一个杀一个 来两个杀一双 不管他们是来找灵儿 还是来找什么 都让他们尽管来 就没怕过 不忘也该回来了 真有点期待呢 期待那些不怕死的人前来 正好可以给自己的人练练手 不知道为何 他很期待潘不忘带回来的人 那些属于他一个人的势力 荣怀点点头 好 都听你的 两人沐浴后 一起躺在床上 玉璃靠在荣怀怀中 还是在家里舒服 睡吧 最近要赶路 又要帮着照顾两个孩子 你也累了 玉璃含笑在他怀中 找了一个最舒服的位置闭上眼 两人一直睡到晚上才醒来 期间七审来过 得知玉璃还没有起 他又离开了 玉璃和荣怀起来梳洗一番 就让人送一些粥上来 他一边吃一边问 四娘子那边如何了 丘雅想到两个白白嫩嫩的孩子 就忍不住笑了起来 很好 已经吃了晚饭 小公子和小小姐都很听话 吃饱就睡了 没想到 四娘子离开一趟回来 就带着两个白白嫩嫩的孩子 看着真讨人喜欢 丘雅想了想说 王妃 奴婢前几天进城采买时 好像看到汝阳王 第182章 找上门了 玉璃计算一下时间 汝阳王也应该到了 他说 你不用管这件事 他来就来 丘雅想到除夕时发生的事 他心里还是有点疙瘩 其实一点也不想汝阳王来搞破坏 玉璃看出他心中所想 笑了笑 有你们王爷在 你怕什么 再来捣乱 我就让他后悔 丘雅想到 王爷和王妃都是厉害的人 顿时不怕了 玉璃和荣怀 结伴去医馆那边看了一下 又去了药房那边转悠了一圈 发现全都弄得很好 他很满意 荣怀说 可以让大夫和医女 要失来了 玉璃恩了一声 有劳王爷了 荣怀牵着他的手往前面走 才走到翠薇园 就看到不远处 站着一个满头白发的男人 玉璃看过去 对方也看过去 虽然早就知道 汝阳王满头白发 可看到时 还是吃了一惊 以前的汝阳王 很高大壮时 现在的汝阳王白发 高瘦 全身萦绕着一股冰冷气息 他早就预料他会来 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汝阳王走到两人跟前 他说 本王是自己来的 不是来捣乱 楚王和楚王妃放心吧 荣怀认识汝阳王二十多年 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和人说话时 居然带着几分恳求 没错 就是恳求 他担心玉璃和荣怀不理他 这样 他想要见到灵儿 就难上加难了 他看着玉璃 沉默一会儿才哑声问 楚王妃 本王想要知道 灵儿是不是在你这里 说到灵儿这个名字时 他觉得自己的心都是痛的 他带着哀求看向玉璃 求你别骗我 我找了他好久好久 玉璃和荣怀对视一眼 他在我这里 我不知道 他愿不愿意见你 虽然早就知道 自家小王妃在这里 可听到玉璃承认时 他还是忍不住兴奋雀跃 没关系 没关系 你们能帮我通传一下就好 他笑了起来 我会等到他愿意见我 玉璃点点头 我现在进去帮你问问 至于请人进去 坐坐喝一杯水 那是不可能的事 就高玉清 做了那么多企图伤害灵儿的事后 还能得到汝阳王庇护 他就把这个人 拉进可莱网的黑名单里 玉璃进去时 翠微圆外 就剩下荣怀和汝阳王 汝阳王对荣怀说 恭喜你的楚王符 等来了他的女主人 荣怀恩了一声 魏林儿才从鬼门关里闯过来 有些事不要太强求 他 他最近是不是又发生什么事了 他小心翼翼询问 就怕惹恼这些人 然后把自己赶走 荣怀见状 心里有点不适滋味 以前他不明白 一个男人 真的可以为了一个女人 低声下气 他觉得 这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 一直到他认识阿里 这才明白 这个世上 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发生 为了心爱的人 就算放低姿态 又如何 你自己问他吧 若他愿意告诉你 你自然会知道 如果他不愿意 那就没办法了 魏林儿得知汝阳王就在外面 他突然笑了起来 我才回来 他就找过来了 肯定是盯着翠薇源 你说他到底 想要干什么 早些什么都不做 现在才来装申情 会不会太迟了 你要去见他吗 如果不见我 就让他离开 见 魏林儿说 怎么能不见呢 我们之间的事需要处理好 以早不宜迟 他叮嘱奶娘 照顾好两个孩子 又让玉璃送来的丫鬟 帮着照顾一下 自己则和玉璃一起出去 汝阳王已经很长时间 没有看到自己 小王妃了 当看到他一袭红衣 缓缓走来时 他藏在袖子里的手紧紧握起 唇半动了动 终究是不发一语 他瘦了 眼里还多了几分沧桑 完全没有以前的肆意 意识到这些时 他觉得心脏一阵抽痛 都是他不好 夺走了他的幸福和开心 他多想冲过去 把人抱在怀中 可他不能 一步都不敢挪动 玉璃健壮叹息一声 他说 我和容怀先回去了 你有事就喊我们 言外之意就是 我们会在不远处盯着这里 如果汝阳王敢乱来 就冲出来 魏灵儿提着灯笼 走到汝阳王跟前 他就这样淡淡看着眼前 这个一头白发 瘦骨凌寻的男人 你 何必呢 说完后 就朝着翠薇园旁边的 青石小鹿走去 汝阳王见状 也赶紧跟了上去 魏灵儿打开小医馆的门 他拎着灯笼 走了进去 医馆这边每天 都有人打扫 所以很干净 他点燃了屋子里的烛火 四周 一下子就亮堂了 汝阳王的视线 一直都落在他身上 就连眨眼都不敢 就怕他会消失 突然 他上前几步 从背后抱住魏灵儿 灵儿 对不起 都是我对不起你 他的声音沙哑 还带着几分颤抖 魏灵儿本想掰开他的手 他却抱得更紧了 灵儿 让我抱一下 求你了 他得声音里透着悲伤 哀求 无助 这让魏灵儿心里也跟着难受 眼眶有点酸涩 他就这样 任由他抱了一会儿才缓缓道 高飞 你回京城吧 从此以后 一别两宽 再不复相见 嫁娶自由 汝阳王听着他的话 瞬间觉得自己全身都痛 心更是碎了一地 灵儿 我真的知道错了 求你不要离开我 泪水忍不住滴落在他的脖子上 我们已经失去两个孩子了 我就只有你了 别抛弃我 魏灵儿叹息一声 他掰开汝阳王的手 转身拿出一条帕子 为他擦去泪水 汝阳王见状以为他心软了 赶紧说 我以后不会再相信高玉清 以后不管发生任何事 我只会相信你 魏灵儿摇摇头 高飞 你一点也不明白 我在王府遇到多少暗地里的算解 我多次险些 命丧你女儿之手 我都从来不告诉你 因为我担心你最后信任的还是你女儿 他笑了笑 你看 事实证明他比我重要 他缓缓把高玉清做的那些 庆竹难说的罪名 一点一点摊开在汝阳王跟前 说完后他苦笑 都说我一个来历不明白的女人 嫁到汝阳王府是享福了 这样的福气 谁要就让给谁吧 我现在不稀罕 第183章 容狼爵 玉席 汝阳王没想到 高玉清在自己和灵儿大婚时 就已经动了那么多手脚 他只是听着 就觉得毛骨悚然 更何况灵儿是亲身经历 他连连退后两步 脸色难看极了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我没想到 他会做出如此歹毒的事 不 你知道自己女儿是什么人 你却没有加以管教 灵儿看着汝阳王 本不想把话说得那么难听 可他们之间真的不可能 他不想给他留任何幻想 当年阿里嫁给陆北纸后 他数次陷害阿里 甚至想要阿里的性命 这些你都知道 他为了一个男人 想要杀无辜的姑娘 换来的只是禁足而已 他叹息一声 高飞 你的糊涂不是现在才有 而是一直都存在 你总在霍兴尼 总想要我和高玉清好好相处 你想要周全 可这个世上 哪里就有两全其美呢 汝阳王听到这些 心颤了颤 是啊 他总想要霍兴尼 希望妻子和女儿和睦相处 也希望女儿懂事 却忘记妻子的年龄 比女儿还要小 真的 真的没有机会吗 我不能没有你 他上前几步 把人抱在怀中 紧紧地 恨不得把他揉进自己的骨血里 灵儿拍拍他的后背 低声说 高飞 放过我吧 让我过一些安静的日子 他不恨这个男人 他只是在自己和高玉清当中 选择了高玉清 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如果在阿里和高飞当中选择一个 他也会选择阿里这个亲妹妹 他上前不能做到的事 何必要求别人做到 汝阳王耿液说 可我不能没有你 我已经把高玉清的安慰全都杀了 我会让他为自己做的事付出代价 你别离开我 好不好 原谅我一次 我以后绝对不会因为任何人 让你受半点委屈 他已经一无所有了 不想连唯一的挚爱都失去 魏灵儿把人推开 缓缓道 就算他现在死了 也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现在只想与你合离 你写了合离书 我就原谅你 汝阳王闻言看着灵儿 他突然笑了 笑得悲弃和无奈 一定要合离吗 灵儿沉声说 我也可以学学阿里修夫 然后我们一辈子死生不复相见 汝阳王呵呵笑了几声 灵儿 别逼我 好不好 你女儿逼我时 我也希望 你别站在他身边逼我 我们如今的一切 不过是因果轮回罢了 灵儿说完后就要离开 汝阳王拉住他的手腕 灵儿 你真的一点也不爱我了 不爱了 从你选择了高玉清时 我就不爱你了 他冷冷看着高飞 夫妻一场 我不想把事情闹得太难看 给你 给我 给大家保留最后一点尊严 可好 你走吧 回去好好考虑清楚 我希望下次见面时 你是拿着合理书来 要不然 我会送你一纸修书 汝阳王发现 灵儿真的很坚定 眼里也没有以前看着时的笑意和爱意 他明白 真的是无法挽回了 他闭上眼 深吸一口气 转身离开翠薇园小医馆 灵儿看着他的背影 心里暗暗想着 希望一切如我所愿 荣王觉得知 灵儿去见汝阳王时 他愣了许久 这才离开自己的房间 朝魏灵儿的院子而去 他看着两个睡的 正香的孩子笑了笑 心里那些酸酸涩涩 在看到孩子后 马上就消失了 他挥挥手 让奶娘都出去 他自己坐在小床旁边 伸出手点了点景月的脸 又点了点齐安的脸 你们阿娘应该不会犯糊涂 对不对 他多希望 灵儿可以拒绝汝阳王求和 希望两人彻底分开 这样自己才有机会 他趴在小床边 低声说 你们都是 我看着出生 看着长大的 我给你们当爹 肯定比高飞要将靠谱 说完后长叹一声 我多想了 你阿娘应该看不上我 可我就是看上他了 这可怎么办 不是无法忘记 只是不想忘记 要不然 也不会找虐待 跟着来奉来存 齐安突然醒来 睁大眼睛 看着坐在自己和姐姐床边的男人 然后咧开嘴就笑了 荣郎觉见状呵呵一笑 醒来了 我抱你起来玩玩 说完后 他就掀开被子 要抱小家伙 谁晓得小家伙被子下空荡荡的 什么也不穿 你 你这什么也不穿啊 他看了看 想要找强保给他包起来 突然 一注水直接袭击他的脸 他想要躲 已经躲不及了 直接被自己企图拐过来的儿子 交了一个透心粮 奶娘听到声音进来是看愣了 他赶紧说 公子 您赶紧去的梳洗一下吧 我来照顾小少爷 说完后 赶紧把齐安抱起来 担心慢一步就会挨揍 刚刚小少爷尿了 他没来得及帮他包好他就睡着了 所以 就这样放在小床盖好被子了 这样 也不会着凉 没想到会闹出这样的事 容狼觉见状深吸一口气 告诉自己 要冷静一点 理智一点 他看了一眼小崽子 最后气呼呼回去梳洗 等到他走了 奶娘这才看着怀中的小家伙 小祖宗啊 你怎么可以弄了燕公子一脸 小心他揍你 怀中孩子哼哼唧唧 好像在说 我下次还敢 魏林儿回来时 正好撞见一边用帕子擦脸 一边往前院走的男人 他笑着问 你这是干嘛了 哭了 不对啊 怎么有一股胃呢 容狼觉看了他一眼 轻横退后几步 你去见乳羊王了 对啊 见了 他指了指容狼觉有点水迹的衣服 你干嘛了 弄得这么狼狈 容狼觉脸色微变 他咬牙 没事 你和乳羊王的是处理好了吗 干嘛 本王还能干吗 你应该回去问问 你的好儿子 对本王做了什么 魏林儿总觉得 这个容狼觉的眼神 有点优越 原因不明 不知道 他不愿意和我分开 可我不想和他继续了 他打了一个哈欠 我要回去休息了 很累了 他见过自己最狼狈的样子 所以 他现在在容狼觉跟前 都不用保持最美的一面了 打哈欠 骂人 耍赖 如何开心如何赖 他挥挥手 就往内院走 容狼觉听说 他不想与乳羊王过下去 瞬间觉得春暖花开 黑夜都变得亮堂多了 他忍不住笑了起来 林儿走了几步 微微皱眉 容狼觉身上的气味好熟悉 怎么那么像孩子的尿味 容狼觉一个习舞之人 自然听到林儿的低声呢喃 他全身都僵硬了 回过神来想要快速离开 身后已经传来 魏林儿肆无忌惮的笑声 容狼觉 你身上那些水迹 是孩子造成的 不对 不是水迹 是尿迹 第184章 我要他什么也都不到 第二天早上 玉里到林儿的院子 看望两个小团子 逗弄好一会儿 又为了一点添泉水 这才和魏林儿一起用早膳 他一边吃一边小声问 昨晚聊得怎么样 昨晚本想在远处等着 护着林儿 只是他们去了小医馆 他只能作罢 林儿浅笑 我已经明着告诉高飞 他不写和黎叔 我就写修书 玉里闻言看了他一眼 笑着点点头 很好 就是要这样冷静理智 怎么 你害怕我会回到汝阳王身边 他歪着脑袋看向妹妹 总觉得他有很多想法 玉里摇摇头 我觉得 你不会回到他身边 他们姐妹两人 虽然样子长得不像 其实性格还是很像 所以 他能猜得出 林儿最后的选择 有人肯定觉得 你不识好歹 放着王飞的身份 不要要做一个下堂妇 殊不知 你拥有更好的 这个王飞的身份 真的不算什么 想到自己离开陆家时 那些无知之人的言论 他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们自己渴望的 却不是我们渴望 林儿说完后 就放下筷子 高玉清就要生孩子了 我总要回脸 他在汝阳王府那么多年 也不是吃素的 高玉清身边就有自己的人 想要动动手脚 还是很容易 他不会对孩子动手 可高玉清休想好过 玉璃说 高玉清这个女人落不到后 我当初没有动她 只是想要她和陆北纸 自相残杀 你打算让汝阳王知道 两个孩子的存在吗 玉璃割下筷子 如果不想让她知道 就要给两个孩子 弄一个身份 拿到何利书 我就告诉她 可孩子只能跟我信慰 如果她想要高家的孩子 那就让她自己和别人省 想到自己的计划 魏林儿忍不住笑了起来 孩子不信高 可高家钱财 只能属于我一双儿女 高玉清费尽心思去算计我 魏的无非就是高家的钱财 既然如此 我就要她什么也得不到 玉璃想想 觉得这样也行 你自己想清楚就好 有什么事一定要告诉我 不能自己一个人承担 魏林儿以为汝阳王要很久才出现 魏林儿想她才吃完早餐没多久 她就找上门 而且 人家还是这儿八斤地送上拜帖 玉璃没办法 只能让人把汝阳王请进来 荣怀在前院招待了汝阳王 两人坐在前厅 她开门见山说 所以只能上门打扰 荣怀看了她一眼 已经让人去请铃儿来了 汝阳王苦笑 想必你已经知道她要与我合理 你们之间的事 作为外人本不该多言 本王只想说 铃儿的命 是本王妻子费尽心思才就回来 希望你不要让我妻子的心思白费 荣怀靠在一旁 不断转动手中的班纸 眼里带着几分嘲弄 谁要是感动一下本王的王妃 本王要她后悔 来这个世上一趟 你倒好 自己媳妇不疼 反而让她悲伤出走 汝阳王内心已经无限后悔 现在听着别人评价这件事 她只觉得满心苦涩 汝阳王问 如果 你的孩子和王妃之间出现矛盾 你会帮谁 她以前会不断问自己 真的做错了吗 现在依然想要知道 别人的丈夫会如何做 荣怀看着汝阳王 认真 严肃地回到她这个问题 我的媳妇就是我的眼珠子 谁动我的眼珠子 我就动谁 至于孩子 没有玉力 谁知道 孩子是什么玩意儿 任何人都不可能越过玉力 在我心里的位置 就连我自己的都要靠后 阿里是最重要的 这是唯一的答案 犹豫一下 都对不起阿里 汝阳王闻言 内心震撼无比 她听得出荣怀的认真 看得出她没有敷衍和说谎 因为她没有把林儿放在第一位 所以她就被抛弃了 她苦笑一声 一句话也不说了 林儿走进前厅时 荣怀站起来 我让青阳和日影在外面守着 你若有需要 就喊他们 好 谢谢妹缝 荣怀闻言满头黑线 线在头上压着一个 比自己媳妇大一刻中的大姨子 这种感觉挺糟糕的 当然 如果她不喊自己妹夫时 还是很好的 魏林儿看到她黑着脸离开了 她忍不住笑了起来 汝阳王看着她笑颜如花的样子 苦笑 她在自己身边 过得真的不开心 林儿看向汝阳王 想清楚了吗 汝阳王沉默许久 才问 真的不能好好过一辈子 她还是想要挽回一下 以后 我也会把你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里 林儿坐在一旁的椅子 她就这样看着汝阳王 许久才说 高飞 爱一个人是不用教的 容怀爱欲力 那是发自内心 自然而然把她 放在比自己还要重要的位置上 那是一种潜意识的选择 阿里说 爱一个人是本能 不爱了 也是本能的反应 所以 她不爱高飞了 这是很正常的事 汝阳王沉默了 林儿也不说话 一时间 屋子陷入一片诡异的沉静 林儿也不急 就这样等着 一刻钟后 汝阳王才拿出一份合理书 她放在桌子上 我来找你的时候 只想着弥补你 哄好 道歉 让你出气 然后 我们还能一起白头偕老 迎娶你时 我也从未想过 有一天我会写下合理书 她其实不想写 可她很清楚 如果自己不写这一纸和离书 依照她的性子 真的会给自己一纸修书 事情一旦传出去 高家军不会放过这个 让他们主帅颜面尽失的女人 她现在已经明白很多事是防不胜防 她不敢去赌 魏灵儿看着桌子上的和离书 对着外面喊一声 来人 准备笔墨 很快 笔墨上来了 魏灵儿毫不犹豫 欠下自己的名字 和离书一共有三份 灵儿把一份留给汝阳王 自己拿走两份 我会送去官府备案 是的 她不相信高飞 汝阳王闻言苦笑 突然眼眶就红了 她站起来 把和离书收起来 就要离开 只是走了几步 她整个人就摇摇欲坠 然后倒在地上 第185章 那就杀了 魏灵儿上去 帮汝阳王诊脉 发现她心脉受损 就急复发 所以才会昏迷不醒 她直接让青阳 把人送到住院部 然后让人去通知阿寿 让她去住院部那边 照顾汝阳王 她开了药方 交给吕阳幻 让她去药房抓药 熬药送去给汝阳王 她拿着和离书 去找玉礼 把其中一份交给荣怀 我现在在处地 这和离书交给你 帮我送去存档 荣怀点点头 放心吧 一定会把事情办好 也会让人传出消息 说你们已经和离 魏灵儿笑了起来 谢谢 听说汝阳王昏迷不醒 玉礼看向魏灵儿问 可知什么情况 吓人只是说 四娘子让人 把汝阳王送去隔壁住院部 再多就不知道了 魏灵儿挑眉 旧疾复发 悲伤过度 导致心脉受损 需要养很长时间 其实就算养好了 于寿命上 还是有很大影响 如果她本该活七十岁 经过这一次折腾 也许只能活到六十岁 她小声说 她是战场上的强者 最后却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让人有点心酸 玉礼看向魏灵儿 怎么 心疼了 灵儿摇摇头 只是有点感慨 还意识到一件很严肃的事 如果孩子不教育好 早晚会要了父母的命 我应该引以为鉴 好好教养 我的一双儿女 你能这样想是一件好事 孩子绝非生下来 交给奶娘 就可以了 需要自己教养 引导 玉礼站起来看向外面 刚刚还是晴天 此时此刻 却开始电闪雷鸣 眼看着就要下大雨了 玉礼看向两人 缓缓道 雨停后 就可以进山踩蘑菇 雷声太大了 我回去看看两个孩子 魏灵儿说完 就快步朝着外面走去 担心自己 走慢一点孩子 真的哭了 才回到院子 就听到孩子的哭声 只是哭声 很快又停止 走进去一看 发现熔狼爵 一手抱着一个孩子在乎 奶娘看到 她回来赶紧说 四娘子 孩子听到雷声就哭 我们怎么哄都不行 到燕公子怀中 就开始不哭 熔狼爵嘚瑟地 看了一眼魏灵儿 瞧吧 我是他们来到世上 看到的第一个男性长辈 所以他们特别黏我 至于老大夫 早就被他忽略彻底了 灵儿没好气 看了他一眼 随后把一个孩子 抱了过来 一个人抱两个 也不怕他们摔了 熔狼爵挑眉 你这是 多瞧不起我 你再多生几个 我都能抱稳 说完后 她小心翼翼看了魏灵儿一眼 她听青阳说 两人已经合理了 她打从心里觉得开心 恨不得拉着小黄叔 去喝几杯庆祝一下 她合理就表示 自己的机会来了 你以为是猪啊 还多生几个 外面已经不打雷了 她把怀中的齐安 放在小床上 别抱着了 要是习惯 抱着才能睡 到了晚上 我就送去给你照顾 熔狼爵真心疼 爱自己的孩子 这一点 她都看在眼里 所以 把孩子交给她 她是真的放心 熔狼爵 也把锦月放下来 她突然问 你会让她看到两个孩子吗 两人都知道这个 她是谁 灵儿沉默许久 这才恩了一声 以前不想 现在却想要 让她知道 高玉清那个小贱人 太嚣张了 当真以为 没有自己的孩子 她就可以堂而皇之 得到汝阳 王府所有的钱财 她在心里冷笑 做梦好一点 熔狼爵闻言 微微皱眉 为何 你这样带着两个孩子 再奉来村过安宁的日子 不好吗 她看着魏灵 一旦被别的人知道 孩子的存在 他们会有危险 魏灵儿闻言冷笑 不会了 我不会再把自己和孩子 置身在危险当中 她的人已经在来的路上 以后两个孩子 身边都会换上 自己的人照顾 谁敢来 那就杀了 想到这里 她眼里闪过一抹利色 她想要说些什么 可自己 没有立场和身份 只能作罢 魏灵儿看向容王爵 高玉清想要的 我一样 也不会留给她 你可以直接杀了她 容王爵说 何必留这样一个 祸害活在这个世上 魏灵儿浅笑 我要她看着我得到一切 她自己 只能狼狈不堪 她想要好好的 不可能 她的苦才开始呢 汝阳王醒来时 看着陌生的漫长 再看看陌生的房间 她微微皱眉坐了起来 阿寿进来时发现 自家王爷醒了 赶紧问 王爷 您醒了 汝阳王恩了一声 这是哪里 这是安阳医馆 阿寿担心 王爷不知道是哪里 只能解释得更清楚一点 我们还在凤莱村 这是楚王妃 开的医馆 您昏迷了 所以魏王妃就让人 把您送到医馆来 安阳医馆很大 我们现在 这里是住院部 就是前来求医的人 居住的地方 汝阳王听闻 是灵儿 让人把自己送到这里来 她双眼瞬间亮了 灵儿来看过本王 阿寿点点头 魏王妃帮王爷诊脉 说您心脉受损 旧疾复发 需要好好养着 养着 养着好啊 本王要在安阳医馆养病 一直到痊愈 只要灵儿在这里 就算一辈子不痊愈也无妨 阿寿像是 看出她的打算 心里叹息一声 就在此时 门外传来 吕景焕的声音 阿寿大哥 我来送药给王爷 阿寿文言 赶紧出去 把药接过来 有劳吕大夫了 吕景焕笑着挠挠头 我还不是大夫 四娘子 说了这些药得趁热喝 为师父回来后 不让自己称呼他师父了 以后 只能称呼四娘子 想想就心累 说完后 他就跟在阿寿身后 进入房间里 阿寿笑着说 吕大夫 你可以先回去忙你的事 我会看着王爷喝药 不行 四娘子让我一定要 盯着汝阳王喝药 一句话 直接把汝阳王心里的 小酒酒覆灭了 他看了一眼吕景焕 你很听话呀 吕景焕感觉屋子有点冷 他心想 难道我生病了 要不然大热天 怎么会觉得很冷 他笑着看向王爷 四娘子是我的师父 我自然要听师父的话 汝阳王得知 眼前这个傻小子 是魏灵儿的徒弟 他微微皱眉 有点嫌弃 灵儿这个徒弟 瞧着不是很聪明 既然你是四娘子的徒弟 那本王问你 你可知道 他上次受伤的事 汝阳王紧紧盯着吕景焕 他们都说灵儿 从鬼门关走了一趟 却没有人告诉自己过程 他想要知道 第186章 王爷终于陛下还是 吕景焕连连点头 我当然知道 当时还是我陪着师父 进山采药 他看了看那一碗药 王爷先喝药 喝完药再说这件事 汝阳王把苦道 让他想要呕吐不止的 要喝完后 他也不要糖 只是盯着吕景焕 现在可以说了 现在想起那天发生的事 依然觉得可怕 他把自己陪魏灵儿 进山采药后 遇到刺杀的事说了一遍 杀了那些杀手后 四娘子就开始肚子痛 幸好我御理师父和楚王 找到我们两人 有医术出神入化的御理师父在 四娘子依然陷入昏迷 当时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保孩子和保大人 最后我师父选择了保孩子 吕景焕想到当时的情况 都红了眼眶 四娘子中了剧毒 就算孩子生下来 也不一定能活下来 当时御理师父做出这个选择 也是无可奈何 纳毒很霸道 四娘子躺在床上痛到哭 可他不想御理师父担心 从来不敢哭出声 他知道一些关于四娘子 和汝阳王的事 知道这个男人伤害了四娘子 所以他把当时的情况 往残里说 您现在看到四娘子 还好好活着 却不知道为了救活他 楚王夫妻付出了多少 当时缺了一味重要的药 两人进山好几天才赶回来 回来时 两人都受伤 还很狼狈 吕景焕说 魏离儿的惨 说楚王夫妻的重情重义 对比下 越发显示出 汝阳王以前信任高于清 到底错的有多严重 就连阿寿都想要说 王爷这一次真的不冤 吕景焕叹息一声 四娘子只是成了个亲 身边多了个丈夫 怎么就把自己弄得这么惨 这话明里暗里 都在讽刺汝阳王没用 没保护好自己的妻子 吕景焕把药丸抢回来 带着人离开了 汝阳王靠在床上 心里的苦涩 比嘴里的苦涩还要严重 他看向阿寿 我瞎了眼 导致灵儿伤得这么重 所以他不要我 这也是正常 索性现在放手了 以后就不会再有人伤害他 他现在只求在身后守护灵儿 阿寿叹息一声 既然把小王妃看得这么重要 当初为何不能 对他多一点信任呢 他问 王爷不打算回京 京城王府有少爷在管理 我不回去也无妨 他冷笑 如今虎府已不在本王手上 小皇帝也不用整天盯着本王了 他一容离开京城 一直到安阳才恢复自己的样子 为的就是 路途上不要遭遇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 想必用不了多久 小皇帝就知道自己的消息 去 把本王心脉受损 就急复发 需要在安阳医馆求医的消息传出去 他都已经病得那么重了 皇帝还敢强行把自己召回去 除非他想要担上一个 容不下有功之臣的骂名 阿寿点点头 属下这就去做 王爷 需要安排两个人来照顾您吗 本王先出去看看 他穿上外衫就要出去 只是还没有走出院子 就开始下大雨 他只能退回去 老天都阻止自己去见灵吗 他坐在窗前看着外面大雨 阿寿 说说安阳医馆吧 医馆里还有院子可供病人居住 倒是有趣 阿寿已经打听清楚安阳医馆的事 他赶紧说 据文过几天医馆才开业 会有不少医术高明的大夫前来 医馆后面就是住院区 分男女 医馆还有大厨房 需要提前一天告诉大厨房 我们第二天要吃什么 这些都是有菜单跟我们选择 说完后 他拿出一个菜单 我们今天就要选择明天吃的东西 晚点会有医馆人员前来统计 每天用善的时间是固定 除此之外 如果自己想要住得舒服 可以安排丫鬟婆子小厮住进来 两侧分别有一间厢房 每一间房安置两张床 在这里居住期间 院子的清洁要自己弄厚 除了送饭 送药和大夫前来 不会有人来打扰病人养病 阿寿说完后 忍不住感叹一声 王爷 一旦安阳医馆的名声传出去 前来求医之人绝对不少 能远到来求医者 必定不缺银钱 而且有来自各地的人 自然就能带来各地的消息 既能赚钱 也能收集消息 这医馆厉害了 想到这里 他不得不佩服 要开医馆的楚王妃 汝阳王闻言冷笑一声 若楚王年长十岁 当年就没有先帝的事 坐在皇位上的人 更不会是如今的小皇帝 明祖帝当年对楚王的宠爱 是不加掩饰 只可惜 楚王年龄太小 明祖帝也驾崩得太早了 为了朝堂的安稳 只能让先帝登基 楚帝是明祖帝为荣怀 这个小儿子找的退路 说是退路 不如说 楚帝是明祖帝为楚王安插上去的语义 楚王以前没有打算 可现在他有软肋有在意的人 一切都会不一样 阿寿听了后赶紧问 那您呢 是要忠于陛下还是 两人都明白 魏晋之言是什么 汝阳王笑了笑 我现在就是一个空架子异性王 还能做什么 这一场大雨 一直下到第二天早上 四处满是积水 柳红秀陪着玉璃站在阁楼上 他小声说 庆幸水道已经收割晒干了 要不然 这一场大雨 就会造成不少损失 玉璃看着拿着农具 在田里劳作的村民 他们这事 准备种植第二季水道 他想到 如今村子的地理位置 如果雨太大 后面的河就会涨水 到时候 全都冲到村子里 一定要加宽河道 只有这样 才不会影响到下游百姓 他看向柳红秀 你爹娘和祖母他们怎么样了 柳红秀浅笑 一切都好 只是不习惯在城里居住 想要到村子里 您说村子 要到年底 才开始统一规划建造房子 奴婢就让他们等一等 想到如今 亲人就在身边 他觉得无比幸福 奴婢想着 明年就可以把弟弟 送到村子的学堂念书 玉璃说 我以前的房子还空着 可以让你家里人 先搬到村子里 孩子现在就可以送去念书 厨房那边不是需要有人吗 让你娘跟在七婶身边 医馆厨房掌勺的大厨 都是牵下死器 洗菜切菜的 都是村子里爱干净 可信任的一些婶子大娘 每个月一两银子 他们都很乐意来做 至于你爹 可以安排到药房那边 负责收药记账 第187章 凭你提伤裤子不认人 雨停后 魏林儿去住院部 为汝阳王诊脉 他的到来 让汝阳王有点意外和惊喜 他以为自己不去找他 他永远也不会出现 魏林儿无视汝阳王看自己的眼神 把手伸出来诊脉 汝阳王点点头 赶紧把手放在桌子上 他就这样安静 看着前妻为自己诊脉 全程没有说一句话打扰他 他诊完脉后 看向一旁的吕景焕 景焕 你来诊脉试试 能看出什么情况 汝阳王闻言 皱眉想要把手伸回去 可对上魏林儿 那双清冷的毛子 他只能妥协 吕景焕诊脉后 把自己得出的结果告诉林儿 林儿点点头 已经有进步了 随后他把吕景焕漏漏掉的那些问题 也指出来 这是现场教学 一个说得认真 一个听得专注 汝阳王和阿寿 完全像背景版 今天还是按照昨天的药方监药 然后盯着这位病人 把药喝完 吕景焕连连点头 四娘子放心 我会盯着汝阳王喝药 大友如果不配合 我就惯药的架势 为林儿看向汝阳王 想了想说 有点事要跟你说 汝阳王有点意外 赶紧站起来 去哪里说 他没有回答 只是朝着门外走去 他紧跟在身后 吕景焕看到这一幕就明白 四娘子这是要把两个孩子的存在 告诉汝阳王 他想到燕王殿下 突然为他默爱 喜欢谁不好 喜欢别人的前妻 这事可不好解决 再看看四娘子 现在一心扑在两个孩子身上 他看燕王殿下的眼神 就好看 他们这些熟悉的人 完全没有半点爱意 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汝阳王跟着林儿进入翠薇园 一直踩着青石小路往内院走 他好几次 想要问一问他 带自己来这里干什么 可想想还是算了 能这样跟着 他就很幸福了 只是他做梦都没想到 居然在林儿的院子里 看到燕王荣王绝 荣王绝看到林儿时满心欢喜 可当他的视线 落在跟在林儿身后的人身上时 他觉得堵心 可他还是把一切不好的情绪 都隐藏起来 笑着说 你怎么去那么久 我好不容易才把景月哄睡着 那丫头一下子没看到 你就哭闹 哭闹个屁 他们家小景月不知道多懂事 才不会闹腾 他就是 就是看到 两人一起回来 心里有点犯酸 是吗 他平时很乖巧啊 难道是 昨天打雷吓到了 魏林儿 快步朝着房间走去 荣郎绝也跟了上去 他走在汝阳王身边 哟喝 大名鼎鼎的汝阳王 居然也在这里啊 汝阳王看到荣郎绝时 也愣了一会儿 又听着两人如此随意的对话 他心里 翻起惊涛骇浪 完全不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 林儿 难道是因为燕王 才和自己合离 还有就是 景月是谁 他跟着灵儿进屋子里 就看到灵儿怀中抱着一个孩子 床上还有呼呼大睡 一个不可置信的猜测涌上心头 他小心翼翼上前 看着灵儿和他怀中的孩子 这 这是谁的孩子 他对上灵儿的死亡凝视 赶紧问 那两个孩子没死 对吗 荣郎绝痴笑一声 就算没死 也不是你的 是灵儿自己的孩子 一句话 已经表明了两个孩子的身份 汝阳王却盯着灵儿 想要从他这里 知道确凿的答案 灵儿点点头 阿里费尽心思 保住了两个孩子 饶是如此 孩子还是早产了 生下来险些夭折 大夫都说不行了 最后也是阿里赶来 救了两个孩子 汝阳王得知 他们真的是自己的孩子时 忍不住红了眼眶 泪水不受控制滑落 他小心翼翼上前 看着那张 和自己有三分相似的小脸 所以 我们的孩子还活着 都还活着 齐安睁开眼 就看到 娘亲那张美丽的脸 可她还是到处张望 好像在找寻什么人 当看到一张陌生的脸时 她扁嘴一副 很委屈的样子 张嘴就开始嚎了起来 灵儿赶紧退后两步 她害怕你 她生的两个孩子 性子完全不同 女儿就是一个吃饱 就睡得睡美人 儿子 也许因为拥有 神奇能力的原因 刚满月就开始认人 除了自己外 她最喜欢的就是阿里 然后是荣郎爵和荣怀 这个小姨父 奶娘仅限于喂奶 喂完奶就得放床上 还想要多抱一会儿 那是不可能的事 若是不信邪 她可以哭到 把瓦都掀了 汝阳王闻言心 瞬间碎了一地 她的孩子害怕自己 她还那么小 只是不熟悉我 等到熟悉就好了 荣郎爵笑了起来 随后走到卫林儿跟前 小齐安看到想要见的人 然后举起自己一双 肉乎乎的小手要抱抱 是的 就是要抱抱 荣郎爵哈哈一笑 义父抱抱 灵儿闻言 皱眉看了她一眼 想要说什么 可怀中孩子 已经被人抢走了 汝阳王看到这一幕 心里酸酸涩涩 孩子怎么那么喜欢她 就算不想承认 也必须要承认自己的孩子 喜欢一个外人 也不喜欢自己 卫林儿把女儿抱了起来 然后塞进汝阳王怀中 儿子不喜欢你 那你抱女儿 她看了一眼 已经睁开眼 到处看的女儿 心里暗暗想着 我的女儿那圆圆大眼睛 真好看 荣郎爵见状 咬牙想要去把宝贝锦月 抢回来 可李智却让自己不能乱来 她见细细说 孩子喜欢本王 是因为本王是 第一个抱他们的男性长辈 她觉得还不够 加了一句 他们是在燕州燕王府出生 本王就守在产房外 本王听了他们第一声哭声 看着他们 是如何从险些夭折到 慢慢长到这么大一点 你这个当爹的 什么都没有做 凭什么要孩子喜欢你 凭你提伤裤子不认人 害得他们母亲受尽委屈 害得两个孩子 险些无法来到这个世上 汝阳王闻言愣住 他们 他们是在燕王府出生 他看向怀中的孩子 父女两人四目相对 小家伙打了一个哈欠 又闭上眼睛 开始睡了 汝阳王见状 全身都僵硬了 就怕自己一个 不小心就让孩子受伤了 或者抱得孩子不舒服 他会哇哇大哭 魏林说 我的位置暴露了 一波又一波杀手赶来 已经无法在安阳县待下去 后来就去了燕州燕王府养胎 第188章 挨了一巴掌 我知道 有很多人无法容忍 一双孩子的存在 所以才有了两个死胎的事 只有这样 才不会有人时时刻刻盯着我的肚子 魏林儿眼里闪过恨意 谁都不能伤害我的孩子 汝阳王看向自己一双儿女 他想到几个月前 自己看到冰棺里两个死胎时 那种心如死灰的感觉 再看看怀中可爱的孩子 所有悲伤 瞬间都被抚平了 如果我不答应何离 你是不是就不让我知道孩子的存在 魏林儿点点头 对啊 如果你不答应何离 你一辈子也不会知道他们的存在 两个孩子跟着我信慰 你若想要延续高价的香火 那你再找一个女子 和你生孩子吧 他看向汝阳王 如果你不生了 那你汝阳王所有的钱财和人脉关系 都会属于我的孩子 就算和离了 我也不允许有任何一丁点 属于高玉清 如果他和别人生了孩子 他就不要王府的东西了 他自己就有很多很多好东西 要给两个孩子 汝阳王谴笑 好 高家的东西 全都留给两个孩子 高玉清已经拿走他该得的东西了 王府如今的东西 全都不属于高玉清 以后只会是两个孩子的 魏林儿说 女儿是姐姐 叫魏锦月 儿子叫魏祁安 汝阳王小声喊着怀中女儿的名字 锦月 锦月 名字真好听 荣王绝闻炎 想要翻一个白眼 当然好听了 这可是老子 翻了好久的书籍 才确定下来 他没有把这件事说出去 因为对灵儿和孩子都不好 他看了一眼汝阳王 随后把秦安交给魏林儿 你们慢慢说 我去找黄山 实在不想在这里 看着别人一家四口 会被气死的 汝阳王在这里 陪着儿子女儿很长时间 可惜儿子就是不喜欢他 就好像他这个父王 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 女儿则是随便 只要不饿肚子 谁抱都可以 大夫和药师已经来了 玉璃正在安排他们的住宿问题 荣王绝赶来时 就看到这一幕 他好奇问 我黄叔不在这里吗 玉璃看了他一眼 他去县城了 有什么事 看着这小子兴致不高的样子 谁得罪他了 荣王绝靠在一棵树上 撇撇嘴 灵儿带着汝阳王去看两个孩子了 我不喜欢看到他们一家子 在一起的那个画面 玉璃安排完最后一个大夫 这才笑着走到荣王绝身边 你明知道他是魏灵儿 你还是喜欢他 所以不管遇到什么问题 你都需要自己扛着 玉璃用手中的本子 敲了一下分荣王绝的脑袋 你也可以选择现在就放手 毕竟还没有到非他不可的地步 虽然灵儿是自己的姐姐 可眼前的小子 也是自己附加的侄儿 你居然劝我放弃 你果然不喜欢我做你姐夫 她像是听到什么可怕的建议 想要退后两步 这才发现自己背靠大树 退无可退 玉璃看到他憨憨的样子 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瞧着灵儿 就没有想过再澄清的问题 看在你是晚辈的份上 给一个重肯的建议 荣王绝在心里暗暗想着 才不要建议 能放弃早就放弃了 就是舍不得 舍不得小的 更舍不得大的 他觉得自己 现在就是一个脑子有问题的人 荣王绝笑了笑 无妨 我现在也没有澄清的想法 玉璃呵呵冷笑 你很有空 那就跟着他们一起 进山去采药 说完后 他随手从墙壁下 拿来一个被篓 你要是能弄到好药才回来 我给你一瓶治疗内伤的药 有事情干就不会老是 想着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荣王绝看着手中的贝篓 再看看背着贝篓 走进来的何其 你 要本王进山帮你采药 玉璃似笑非笑 看着荣王绝 去不去 不去下午 就不用吃饭了 寄人篱下的燕王殿下 深吸一口气 笑着说 我现在就去 现在就去 行啊 居然威胁自己 可他偏偏就害怕被威胁 被扫地出门后 他找不到进水楼台的机会 如何得灵儿 玉璃才离开医馆 日盈就走了过来 王妃 旷山的人已经来了 目前就在县城 明天玉家那边的人 就会收到消息 玉璃摁了一声 尽快把人带走 属下明白 把他们送走 就把玉家几个小崽子 都接回崔薇园 日盈想到自己 昨天看到玉良的样子 忍不住皱眉 几个孩子 在玉家过得不是很好 属下昨天 看到玉良脸上有巴掌印 去查了后才知道 是被他爹打的 两口子吵架 然后玉大郎打媳妇 玉良护母 挨了一巴掌 玉璃问 玉切儿留下那些银子 全都没了 玉家有人沾上堵 把银子偷出去堵光了 老太太气到中风 看起来挺惨 他们还想要卖了几个丫头 玉璃停下来 她看着日影 安排人和玉家接触 让他们 把孩子都卖给我们的人 然后 让那些人 好好让几个孩子 感受一下他父母 带给他们的无尽悲伤和痛苦 你等玉家的人都离开后 再带着人高价 把孩子买回来 他冷笑 既然不想要这些孩子 那就都给我爹娘 当孙子孙女 正好可以光明正大 把这些孩子 都记在爹娘名下 他非亲生 所以 三房还是需要有香火传承 这也是爹娘活着时 就渴望的多子多孙 儿子就没办法了 就玉家 那几个玩意儿 送给爹娘都嫌脏 就这几个宰子 还能交讲 不能多子 那就多孙子孙女 以前没想把孩子过继给爹娘 可他们都把机会送给自己 不接白不接 日影文言笑了起来 属下现在就去安排 儿子女儿都买下来 这样 老爷夫人就有孙子孙女了 玉家大郎二郎 又欠下一笔两百两的赌债 只得一天时间凑银子 一天后就上门要债 他们慌道 不知道应该如何做 走出县城时候 玉大郎咬牙 该死的 要是再给老子一次机会 老子一定能赢回来 玉二郎也点点头 没错 再给我一点银子 我一定能赢回来 大哥 我们去哪里找两百两还债 玉大郎也想到这个问题 脸色瞬间变了 该怎么办呢 走着走着 他们突然看到一辆马车 马车旁边有几个人跪在地上 求求你们 求求你们买了我们家的孩子吧 我们可以死气 我们也不要多 儿子五十两 女儿二十两 你们全都带走 儿子五十两 女儿二十两 兄弟两人四目相对 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希望 要知道他们家里可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 这就是一百多两了 如果不够还能把婆娘卖了 第189章 父亲薄情 兄弟俩人鬼鬼祟祟回到家里 他们分别去找自家媳妇说 要带他们去城里逛一逛 买不做新衣裳 自从玉大郎夫妻搬回老宅后 他们经常经常吵架 动手 两人突然看到丈夫低声下气 还以为他知道错了 想要和好 所以才带着他们和孩子去县城 他们万万没想到 他们兄弟两人居然带着他们去了一处宅子 然后把他们交给里面的人 玉大郎笑着说 两个儿子 三个女儿 外加两个婆娘 一共两百两 是啊是啊 赶紧给银子 玉二郎催促牙婆 他们还想要去把输掉的银子引回来 牙婆看向兄弟两人 你们确定要把自己媳妇和儿女都卖了 你可知这是死气 你一旦按下手印 就没有挽回的余地 到了这时 轴里两人和玉良才知道 原来玉家兄弟带他们到县城 不是想要买不做衣裳 而是要卖了他们 玉大郎的媳妇哭着喊着 玉大郎 你居然要卖了自己妻子和儿女 你不是人 你不是人 玉二郎的媳妇 也哭着咒骂自己的丈夫 玉良则盯着自己父亲 一脸不敢置信 爹居然要卖了自己和妹妹 玉大郎轻哼一声 你是我的媳妇 这几个宅子 都是我的孩子 我想要卖就卖了 没错 没用的贱人 大家都能进山才要赚钱 就你们两人被人嫌弃 只会在家浪费米粮 几个孩子得知自己要被卖了 一个两个都开始哭了起来 牙婆被他们哭得头疼 赶紧让人把他们带进去 堵住嘴巴不要哭了 要不然他会动手揍人 几个壮汉上前把 轴里两人和几个孩子都推到后院 牙婆这才让人写卖身器 写完后他放在桌子上 看看吧 没有意见就签字画鸭 兄弟两人都识字 看完七张卖身器后 想也不想就要签字 牙婆看着他们不带半点犹豫 提醒一句确定要签 签字后你们的妻子和孩子 就是我们的了 我会把两个男娃卖到宫里去 卖到宫里去 玉大郎问 就是要变成太监吗 牙婆恩了一声 没错就是变成太监 三个小丫头会卖到花楼 只有这样老娘才不会亏本 兄弟两人都明白 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 一旦进入那样的地方 就没有任何未来可言 他们想想欠下二百两 最后还是签字画鸭了 牙婆健壮叹息一声 怎么办呢 老娘都给你们留一条活路了 你们偏偏要走死路 兄弟两人都不知道 他们的这些对话 全都落入几个孩子 和两个女人耳中 他们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丈夫明知道 儿子会变太监 女儿长大后会千人 整万人齐 他们还是毫不犹豫签字了 他们不断摇头 甚至下跪求饶 只希望这些人 可以发发慈悲 不要这样对自己的孩子 牙婆走了进来 冷冷看向两个女人 那两个男人 已经把你们卖给我了 以后你们的生死 都在我手上 把他们全都推进去 如果哭闹 就不用给饭吃 额上几天 就会学乖了 玉良一句话也不说 就这样看着自己父亲 和二叔离开的背影落泪 玉家兄弟拿到银子 就朝赌方去 他们想要翻身 只是才到赌方 就被盯上了 赌方直接把银子抢过来 你们欠的二百两已经还了 想要进来赢两把 就回家拿银子来 玉家兄弟哀求 希望赌方的人 可以借一点钱给他们 可惜赌方的人不愿意 看他们没钱 直接把人赶走 这边发生的事 马上传到玉利尔中 日盈小声说 月盈已经明确告诉玉家 两个男娃会送进工作太监 三个小姑娘会被卖去花楼 可他们没有半分犹豫 牵下卖身器 拿到银子 马上去赌方 他们太过分了 真的太过分了 居然敢这样对待几个孩子 和自己的媳妇 日盈咬牙 畜生都不如 他不喜欢玉大郎和玉二郎的媳妇 两个人嘴碎 而且还贪小便宜 还教几个孩子去偷东西 打人 可他更厌恶玉大郎兄弟 居然卖儿子女儿和媳妇 太狠了 玉利说道 让月盈带着他们离开安阳县 也不用因为他们是玉家人 就要对他们多好 只有经历过 才会改变 王妃 到时候要把那两个女人带回来吗 玉利看向日盈 以前收下这些女人 都会送去哪里 王府在各地都有庄子 平日里买下的那些女人 都会送去庄子上 有很多像玉家兄弟这种 欠下赌债 最后卖媳妇还债的 月盈就会把人买下来 然后送去很远的庄子上 目前为止 送去庄子上那些女人 都和庄子上的男人成亲生子 有了新的家庭 这些人都是要牵下死器 他们嫁的人 也只能是王府庄子上的人 如果要选择嫁给外人 那就拿出足够赎身的钱 到现在为止 没有发现嫁给外男的女人 夫妻都是庄子上的人 每个月都有月钱 虽然不多 可庄子每个月都会发粮食给他们 每年还有衣裳 他们的月钱都能攒起来 两人加起来一年 也能攒下不少 比起为人奴 吃不饱穿不暖 才是最可怕 对他们而言 孩子出生后 就是庄子上的人 只需要卖力干活 就吃穿不愁 如果能进入贵人的眼 被带在身边 那就是祖坟冒青烟了 玉里想了想 那就送去庄子吧 那 轴里两人都有几分姿色 到了庄子 如果勤快一点 想要找一个 比玉家兄弟好的男人也不难 他想要五个孩子 却不想他们和老宅 有任何牵扯 更何况 月银买下那 轴里两人也是 花了钱 日银点点头 属下明白 玉里提醒一句 这件事 不要让秋雅等人知道 不是不信任 而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当天晚上 玉家兄弟 卖媳妇和儿女的消息 就传遍整条村子 玉家老夫妻 气到直接昏迷 玉老大 玉老二夫妻也哭 一边哭 一边打两个不听话的儿子 李正和祖老听到消息 也气得不清 直接找上门去 李正看着眼前的人 冷冷说 行啊 厉害了 居然做出畜生不如的事 我奉莱村容不下你们这样的人 玉家也没有这等薄情复兴 狠毒的子孙 马上就把你们的名字 从祖谱了划去 你们赶紧收拾东西滚出村 第190章 去向 姑姑会来救我们吗 柳红秀就是一个 喜欢探听消息的人 她出去一趟 就带回玉家老宅 全部的人都被赶出村子的消息 王妃 他们活该 居然做出卖孩子和媳妇的事 简直就是丧心病狂 想到那几个孩子 柳红秀的眼眶都红了 玉良他们在翠维园这段时间 都是他带着两个丫鬟在照顾 他不想去评价以前的玉良如何如何 可进入翠维园后的玉良很乖巧 很听话 变化真的很大 学堂的先生 也说他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未来也许会有一番造化 特别是几个小姑娘 乖巧 听话 嘴巴甜 长得也好看 这样的孩子 能卖到什么地方去 他真的不敢想 王妃 能找到他们吗 玉利叹息一声 已经让人去寻了 找到后会把人带回来 柳红秀点点头 他们太坏了 日影让人盯着玉家的人 他们连夜被赶出去 只能在村口不远处的破屋子 住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起来时 他们失魂落魄 朝着县城走去 在路上听到有人议论招工的消息 一个月二两银子 包持住 这对于走投无路的玉家人而言 就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这些人本就是等玉家的人上钩 所以他们去询问后 就连两个老家伙都收下 他们的目的 就是把这些人带离安阳县 坐了半个月的马车才到矿山 玉家的人也是这个时候才知道 原来是挖矿的 他们想要后悔 已经来不及了 玉老头夫妻和玉家女眷 都要负责做饭 砍柴 种菜 洗衣这些轻松的工作 玉老大兄弟和他们的儿子们 则是矿工 干利器活 这是一座铁矿 经过七年开采 这个铁矿山 才挖了冰山一角 楚王府不会死命压榨矿工 每天都有固定开挖的时间 吃得也好 敲打 荣怀点点头 只是让人把安阳医馆 有神医的消息 传给了楚弟一些 染上重疾求医无门 家有余才的人 玉里咬牙 难怪今天接诊的几个 都是重病之人 吃不了 荣怀看向生气的妻子 他拉着他的手 我给你添乱了 只是一下子来太多了 他能说自己想要偷懒吗 今天接诊的好几个 都有点棘手 荣怀浅笑 你只需要接诊一些棘手的病患 其余的全都推着别人 如果忙不过来 我会让人送你下来 玉里敏唇 不用了 暂时不用那么多人 玉里的手术室里面 按照他的要求打造 外形则是成果一手打造 双楼顶 一层是琉璃瓦 一层则是玻璃 动用了机关术 他用手术室 只需要启动机关 琉璃瓦屋顶就会移动 太阳照下来 手术室就会变得很亮堂 这一点就连他都震惊 他需要的手术刀 手术台 一些简单的手术仪器 都打造出来了 荣怀身边 真的是能人辈出 医馆开业第二天 玉里做了第一台手术 那是一台需要开腹做的手术 医馆不少人都知道这件事 大家都震惊万分 觉得开腹之人必死无疑 两个时辰后 手术成功 只是病人需要在里面观察 一天后才能送回病房去 所以大家都在传 这个人已经死在手术室里 玉里就当没听到 让吕景患好生照顾病人 还要时不时给病人 喝一点他留下来的水 第二天 当病人活着 并且清醒 被推出手术室 送回住院不时 那些抱着怀疑态度 前来求医的人都震惊了 也是这个时候 大家才相信 楚王妃是一名医术了得的人 有了第一台手术 第二台手术 玉里的医术 已经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这些事也传了出去 四娘子和何琪的名字 也被人熟知 安阳医馆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 冲出处地 吹向各地 开业第五天 日影带着兄妹几个回来了 玉高一看到玉里就扑过来 抱着他 呜呜哭了起来 姑姑 姑姑 高高害怕 看到玉高哭 其余的人 孩子也跟着哭了起来 玉里健壮 觉得脑门疼 他拍拍玉高脑袋 好了 别哭了 姑姑已经累了好几天 再吵就要生气了 几个孩子瞬间闭嘴 他们齐齐 看向玉里 他叹息一声 回来就好 他看着玉良说 你家里人全都离开凤莱村了 我的人 查到 他们已经跟着一个掌柜离开 一家子都找到工作 找到落脚的地方 只是地方距离这里很远 你们要去找他们吗 说完后 他就这样安静 看着几个孩子 如果他们选择要去找玉家人 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玉良想到爹和二叔毫不犹豫 就签字卖了他们的事 他敏纯说 姑姑 我们都是 您出银子买回来的 以后我们就是翠微圆的人 和他们没有半点关系 玉里有点意外 没想到玉良这样决绝 真的 玉良 我再给你一个选择 你们如果选择留下来 以后就只能是我翠微圆的人 是我爹娘的孙子孙女 和你爹还有爷爷奶奶 没有任何关系了 他缓缓走到玉良身边 你留下来 我就是你的亲姑姑 你一辈子都只能 是我三房的孩子 玉良点点头 玉良明白 我们愿意留下来 几个孩子也点点头 玉里得到让自己满意的答案 这才看向柳红秀 红秀 把少爷小姐安排在隔壁院子居住 他们现在还小就不用分院子 一人住一间房即可 邱雅 寻一个十几岁 机灵一点的小丝 跟在大少爷身边 寻三位可靠一点的嬷嬷 跟在姑娘身边 再寻一位忠厚老实一点的人 跟在二少爷身边 他们要负责照顾少爷小姐日常的生活 邱雅连连点头 奴婢明白 这就去安排的人 他们的衣食住行 你们都上心一点 柳红秀和邱雅都应声 玉里这才看向玉良几个 就算有嬷嬷和小丝照顾 你们该自己做的事 还是要自己做 明白吗 四个大孩子齐齐点头 高高健壮 也跟着点点头 玉里笑了笑 去吧 回到家就好好休息 以后都会好起来 玉良文言敏唇 她朝玉里鞠躬 姑姑 谢谢您救了我们 收留我们 给了我们一个家 爹爹把他们卖了后 就带着爷爷奶奶都离开了 娘也不要他们了 如果不是姑姑 他们真的无家可归 玉里拍拍她的肩膀 只希望你不会让我后悔帮你 玉家落得如今子孙分离 完全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她没有让人引诱 玉家兄弟去赌 玉家兄弟动了心思卖儿女 月影也给了机会 让他们后悔 后来 日影熟他们时 也给了孩子选择的机会 既然他们选择了自己 那任何人 也不能来和她抢人 玉良明白 姑姑是担心自己 像爹爹和二叔一样 她双手紧紧握了起来 不断在告诫自己 绝对不能成为 他们那样的人 柳红秀带着他们离开后 秋雅也去忙了 容怀从外面走了进来 她问 既然回来了 那就让李正明天 把他们的名字 写在爹娘名下 玉璃点点头 免得夜长梦多 还是尽快一点好 几个孩子的外祖家 都在隔壁村子 知道孩子找回来 肯定会来闹事 她不怕事 可最近太忙了 也不想揽事 容怀上前 把她的脑袋摁在怀中 你只需要做你想做的事 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交给你身边的人 秋雅和柳红秀 是你身边的大丫鬟 那他们就要 承担起一个大丫鬟 该有的责任 就好像她身边的绝影 跑腿的事 打架的事 寻常公务 她都要帮自己做 如果什么都做不了 那自己要她做什么 玉璃听了后 笑着点点头 压榨员工 这事她最懂了 玉璃第二天没有去医馆 早上就带着几个宰子 去了宗祠 然乡主禀名 玉家列祖列宗 再让几个孩子 给玉老三夫妻磕头 李正把几个孩子的名字 写在玉老三名下 就这样 他们多了五个孙子孙女 都是和玉老三有血缘关系 李正做完一切后 看向几个孩子 你们几个 要记住玉三夫妻 才是你们爷爷奶奶 不要做一个忘恩负义之人 第193章 再动歪心思 玉良点点头 李正爷爷 您放心 我和弟弟妹妹都不会忘记 永远也不会忘记在最绝望时 无家可归时 谁带他们回家 李正文言 这才笑了起来 好了 你姑姑在外面等着 出去找他吧 几个孩子笑着跑了出去 李正健壮笑着摇摇头 他看向玉老三的灵位 老三啊 你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杨女是楚地王妃 还送来了几个孙子孙女给你 日后也有人为你们供奉香火 说完后 他走了出去 看着已经修上过的宗祠 再看看外面正在劳作的人 唇角忍不住勾气 凤莱村真的越来越好了 大家生活都有笨头 孩子也上学堂了 如果再出几个读书人 那就好了 他转身看着宗祠 突然发现 不是老三有福气 应该是玉家祖坟冒清烟 才会出了一个王妃 安阳医馆的风吹进了京城 吹到皇帝荣阴耳中 他气得把桌子上的东西 全都砸了 我要他们全都死 荣阴咬牙 要不然安阳医馆一旦站稳脚跟 那就是一个收集情报的好地方 也是一个拉拢人的好地方 又丞相闻言叹息一声 陛下 安阳医馆在楚地 就算想要做些什么也难 楚王不好对付 如果没有十足把握 一旦动手 就是给自己找不痛快 还会损失很多人 这样的事 陛下没少做 为何就不能安分一点 荣阴看向又丞相 丞相可有什么办法 又丞相沉默片刻 陛下 微臣暂时也没有办法 楚王如果那么好对付 先帝就不会把他留到现在了 他现在就担心 楚王成亲后就不安分 他不是成亲了 你说 朕让太后赐两个侧妃和树妃 给他行不行 想到如今的楚王妃 就是自己当初放走的玉璃 他就恨不得可以回到过去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把玉璃弄到自己宫里来 陆北指那个狗东西 居然没有发现 玉璃医数这么高 还把人放走了 简直就是罪该万死 又丞相想到自己家中年方十五 美若天仙的女儿 他笑着点点头 可行 直接让太后下旨 楚王是不敢抗制不遵 他不能把保全都压在陛下身上 如果楚王要造反 楚王府中有自己女儿在 他依然可以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 如果女儿能为楚王生下一个儿子 陛下如今屁股下的位置 也不是不能想想 荣音哈哈笑了起来 朕会好好为几位楚王侧妃 挑选送嫁之人 陛下英明 又丞相得回去想想办法 如何才能让陛下选择自己的女儿 荣音让又丞相先出宫 他自己则是去了太后的宫殿里 此时的太后在自己的宫殿里 穿着薄如纱的衣裳 靠在贵妃踏上 一个体格强壮的男人 正在为他揉肩 男人那张脸长得很好看 他随意披着一件外衫 胸膛半露不露 一眼就可以看出 这是一个很有爆发力的人 他看了一眼 正在为太后按摩小腿和大腿的两个男人 眼里闪过一抹不悦 他笑着凑到太后耳边小声问 娘娘 这样的力道可舒服 第194章 母子各有算计 乔太后文言笑着点点头 这样的力道刚刚好 说完后他朝着男人勾勾手指 男人赶紧凑上前 乔太后抱住男人的脖子就亲上去 男人见状赶紧伸出手 抱着对方开始回应 很快 两人就滚坐一团 慈宁宫里的人 对这样的情况都习以为常 这里是乔太后的请殿 一举一动 都在这个女人的掌控中 宫殿里发生任何事都不会传到外面 很快 两人就衣衫半捡 那疯狂的劲儿 恨不得马上和对方融为一体 陛下驾到 外面传来太监的喊声 把两个人从情欲中拉回来 乔太后站起来 让人帮自己整理一下衣裳 这才靠回贵妃她 她心里埋怨 这个儿子不懂事 来破坏自己的好事 荣莹看着慈宁宫各色各样 长相俊美的小太监 微微皱眉 她知道 母后是一个很喜欢玩的人 只是没想到 短短时间居然弄来那么多长相好的男子 华尔国是繁忙 就不用整天来看我你母后 哀家还没有老到 需要你天天来请安 儿子是自己教养出来的 她自然知道 她那些特殊的癖好 她担心 儿子看上自己宫殿里的男子 最好的办法就是 她少来自己宫殿 母子两人各玩各的 荣莹说 朕只是来跟母后说一声 让您挑选几个聪慧的姑娘 送到楚地 给楚王为侧妃 树妃 要聪明 反应能力快 还要忠心耿耿 乔太后听说 儿子要给荣淮添堵 忍不住皱眉 以前送去的女人全都死了 现在还送 其实她也缠荣淮那张脸 那年轻有爆发力的身材 甚至引诱她 可惜她不上钩 甚至还说很多难听的话 即便过去多年 她依然惦记荣淮 要自己挑选女人送给她 多少有点为难自己 荣莹早就看出 自己母后心中所想 母后 她现在手握重兵 镇守楚地 你就算想也没用 您想要得到荣淮 那就要配合郑薛帆 等荣淮没有能力时 只能依附您 乔太后文言 只是笑了笑 对于儿子能看出 自己觊觎荣淮的事 她一点也不觉得意外 她在认真思考 儿子刚刚的建议 随后笑了起来 哀家可以帮你 可你得答应哀家 把荣淮送到哀家这里 她念了那么多年的人 若是得不到 总念念不忘 睡不着 吃不下 所以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把荣淮弄到手 你乔家表妹 今年十六岁了 哀家 本想让她进宫陪你 现在想想 送去楚地也不错 她把玩着自己的长发 笑得妖妹迷人 你表妹长得和哀家 有七分像 把人送去楚地 肯定可以获得荣淮喜欢 荣淮想了想 很快就翻出乔可儿的记忆 的确是一个清诚美人 甚至比母后年轻时还要美 和玉里的样貌 也不相上下 那就把乔可儿送去楚地 母后再挑一个侧妃 两个树妃 最少要四个女人 人多了 分居的恩宠就多 玉里早晚会失宠 太后点点头 哀家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等哀家选好前去楚地的姑娘 就会让人通知你 这个儿子很爱言 还是赶紧滚吧 荣淮文言也没有多想 转身就离开 她离开后 乔太后看向其中一个 年轻俱美的小太监 她指着对方说 你 过来事后哀家 至于刚刚打得火热的男人 已经被她抛于脑后 她就是这样随性 她的慈宁供她做主 陆北纸回到京城时 身上的伤已经好了 只要她不说 没有人知道她现在已经废了 而那些知道她秘密的属下 在回来途中 已经被她解决了 莫如雅得知她回来了 赶紧换上好看的衣裳 等着她来看望自己和儿子 陆北纸去看了自己母亲 就去看自己儿子和孩子她娘 当看到娇俏美丽的女人 抱着儿子等自己时 她的心涌现一股暖意 她上前把妻子和孩子抱在怀中 我回来了 莫如雅文言笑了起来 她点起脚尖 亲了一下丈夫的下巴 北纸哥哥 你终于回来了 我和儿子都很想念你 陆北纸看着肉乎乎 可可爱爱 长得和自己有几分相似的儿子 她是松了一口气 幸好她有儿子了 要不然她就算死了 也无法面对列祖列宗 两人逗了一下儿子 随后奶娘就把孩子抱走了 莫如雅上前抱着陆北纸 她全身有点僵 如果是以前她出远门回来 只要进屋 两人就是干柴烈火 可现在自己最心爱的姑娘 就在眼前 她却什么都做不了 她抱着莫如雅 雅儿 谢谢你帮我生下儿子 要不然她就要断子绝孙了 她早就忘记 高玉清肚子里的孩子 莫如雅文言笑了起来 我喜欢为你生儿育女 说完后 她拉着陆北纸的手 放在自己的小腹上 我们又有孩子了 陆北纸文言震惊极了 她不敢置信 看着莫如雅 微微鼓起的小腹 真 真的怀上了 莫如雅点点头 是我们大哥满月 那天晚上怀上的 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快 因为坐了一个月的月子 所以解封后 两人就多玩得比较开 所以 孩子肯定是那天晚上怀上的 不是也得是 这个孩子 只能是北纸哥哥的 陆北纸简直就被这个大馅饼 砸到快高兴昏了 她抱着莫如雅哈哈 笑了起来 雅儿 雅儿 你真的是我的小福星 你真的是我的小福星 莫如雅哥哥笑了起来 她搂住陆北纸的脖子 小声说 还有一个好消息 北纸哥哥想要听吗 陆北纸 清了一下莫如雅的唇 快说 快说 她觉得 没有什么比雅儿怀上孩子 还让人兴奋 莫如雅低声说 大夫说我怀的是双胎 陆北纸傻眼了 她嘴巴张大 许久才回过神 真的是双胎 已经找好几个大夫者卖了 都说是双胎 陆北纸哈哈笑了起来 好 好啊 太好了 如果是两个儿子更好 这样本侯就有三个儿子 就算自己以后 无法让女人孕育子嗣 有三个儿子也足够了 至于别的事 她和皇帝在一起时 卖力的人永远都不是自己 也一样感受到开心和快乐 想开后 就觉得没那么重要了 第195章 血崩 就在两人浓情密意时 门外传来陆霄管家的声音 侯爷 郡主那边来人 说郡主发动了 陆北纸闻言皱眉 郡主发动 就去找吻婆 找大夫 找本侯有什么用 莫如雅闻言 低下头去 忍不住笑了起来 她的北纸哥哥 心里只能装着自己一个人 她小声说 北纸哥哥 你不在侯府时 郡主要对我们大哥出手 还要对我腹中的孩子出手 如果不是我聪明 如果没有陆管家护着 我和孩子都死了 说完后 她抱着陆北纸 呜呜哭了起来 陆北纸闻言 脸色难看极了 高玉清这个贱人 她以前出手对付玉璃时 她就知道这个女人心思歹毒 她不爱玉璃 如果高玉清可以弄死玉璃 对自己是好事一桩 只是没想到 高玉清如此没用 每一次出手 都被玉璃化解了 现在高玉清 敢把这样肮脏的手段 用在雅身上 简直最无可恕 她伸出手抱着莫如雅 放心 我不会让她好过的 你陪大哥玩一下 我去那边看看 陆北纸走到高玉清的院子时 里面传来一阵凄惨的叫声 她嫌弃得皱皱眉 觉得这声音刺耳极了 甚至希望高玉清 难产母子双亡 想到自己的安排 她冷笑一声 高玉清 你带给本侯那么多耻辱 本侯也该回敬回敬你 高玉清在产房里痛不欲生 她双手紧紧抓住 上方悬挂的绳子 在稳婆的指挥下不断用力 可肚子里的孩子 一点也不配合 就是不愿意出来 血水一盆盆送出去 干净的水 也一盆盆送进去 突然站在一旁 一个高条美丽的丫鬟 抓住一个送水进来的丫鬟 你的水哪里来的 送水丫鬟文言 闪过一抹慌乱 她说 姐姐 这水当然是小厨房里端来的 姐姐 你抓捅我的手了 还是赶紧让我送水给稳婆吧 丫鬟文言 把人推了出去 你的水不能用 嬷嬷 把人绑起来 高玉清发出一声凄惨的叫声 丫鬟赶紧走到高玉清身边 握着她的手 郡主别怕 奴婢在这里 奴婢会陪着郡主 会保护好郡主和小主子 高玉清看着担心交集的人 心里有点感动 这个男人为了陪伴自己 男扮女装也要留在产房 试问 天底下有几个男人可以做得到 他点点头 有你在 我会没事的 一定会没事 稳婆好奇 看了这个高瘦的丫鬟一眼 最后对上一双冷冰冰的毛子 她下得赶紧专心接生 郡主 用力一点 再用力一点 高玉清大叫一声 用尽全力 突然 下面有什么东西滑出来 稳婆一下子就接住那孩子 掰开双腿看了看 笑着说 恭喜郡主 您生了一位小公子 这可是永成侯府的嫡子 高玉清文言笑了起来 她脸色瞬间凝结在脸上 我的肚子好痛 嬷嬷一看 这才发现 有很多血开始涌出来 血崩 孔书成脸色都白了 大夫 找大夫进来 一下子 产房就乱作一团 陆北纸在外面等着 听说高玉清血崩时 忍不住勾起唇角 他站起来 立声说 大夫 一定要救郡主 说完后 他冲到产房外大声喊 郡主 郡主 你一定要好好的 我和孩子都会等着你 长公主深得皇帝信任 他现在还不能把事情做得太难看 所以 他要伪装成一个宠爱妻子 担心妻子的好丈夫 他心里却盼望高玉清去死 他生下来的孩子也夭折 只是让他失望了 半个时辰后 大夫出来了 侯爷 血崩对郡主身体造成很大伤害 日后也无法孕育子嗣了 一抹失望从他心里划过 嘴上却在说 郡主没事就好 我们已经有嫡子了 没有什么比郡主更重要 高玉清生产的消息传了出去 传到墨如牙耳中 他气得把一套杯子砸了 该死的 那个贱人怎么那么好运气 居然生下侯府的嫡子 一个丫鬟小声说安慰 夫人 就算郡主 生下侯府的嫡子又如何 我们家少爷才是大公子 而且 侯爷最疼爱 就是我们大公子了 你懂什么 墨如牙皱眉 高玉清背后 不但站着汝阳王府 还有长公主府 陛下向来敬重长公主 只要有那个女人在 我们家大公子 不可能成为侯府世子爷 他咬牙 心里万分不甘 好不容易才把玉里赶走 那个贱人转眼就嫁给楚王 自己一场算计 却把那个泥腿子 推上更尊贵的位置 日后他回到京城 自己还要给他行礼 想想他就觉得欲结于心 恨不得玉里 去死去死去死 自己费尽心思 生下侯府长子 上面却压着一个出身尊贵 有皇家血脉的主母 还生下一个嫡子 他所有的盘算 都在瞬间土崩瓦解 他不是没想过要弄掉高玉清肚子里的孩子 可那个贱人小心翼翼 不管他如何动手 孩子却没有半点问题 自己反过来 被算计了多次 险些把自己和大儿子都折进去 他把人全都赶出去 这才坐在椅子上哭了起来 苍天不恭 为何要让玉里和高玉清活着 这两个人 就像自己的克星 让他成为一场笑话 突然 房间地板突然出现一个正方形的洞口 一个男人从洞口里走出来 他看到他在哭泣 叹息一声 上前把人抱在怀中 就知道 你会躲在这里哭泣 莫如亚抱着来人哭了起来 哭完后才问 你怎么来了 也不怕被人发现 不放心你 所以来看看 男人低着头 小声说 我很小心 不会有人发现 不要想着隔壁的事 我们会想办法 把那孽障除掉 不会让人威胁到我们儿子的地位 说完后 他亲了亲莫如亚的额头 还有什么不开心 可以告诉我 我还想要让玉里死于非命 他看向男人 你能做到吗 男人沉默片刻 我尽量 若是不能你也 不要纠结在玉里身上 他已经不是你的威胁了 第196章 不堪为妻 怎不是威胁 他现在成了楚王妃 我只是 侯府一个小小的姨娘 他日玉里回到京城 肯定会对我出手 难道你想要让我和孩子 都陷入危险当中 玉里那个贱人 心狠手辣 绝对不会放过自己 男人被他哭得心肝都疼了 赶紧护着 哄着 好好 我都答应你 我不能在这里多待 你不要多想了 好好好 照顾孩子和自己 我会为你和孩子 扫清所有的障碍 莫如亚文言 这才满意的点点头 我不想看到高玉清的儿子 在我们儿子跟前晃荡 放心 不会的 两人离开没多久 路北只回来了 他看着莫如亚 眼眶红红的样子皱眉 高玉清血崩 虽然被救回来 可他以后都不能孕育子嗣 真的 莫如亚故作惊讶 随后又做出一副心疼的样子 郡主真可怜 不过他有一个儿子了 以后也不用担心 北只哥哥 郡主那么厌恶我 若是他儿子成为侯府侍子 那我和儿子还有活路吗 路北只想到长公主和汝阳王就生气 他安抚莫如亚 你不要多想 我现在还年轻 侯府暂时不需要侍子 孩子还那么小 不一定能养得住 莫如亚瞬间明白 他得言外之意 他忍不住笑了起来 侯府的事 传到陆世英兄妹耳中时 陆世云笑了起来 这位永城侯还真是好命呢 自己无法生 可儿子却一个一个蹦出来 陆世英文言看了弟弟一眼 你确定陆北只无法生育 确定 陆世云点点头 说来也是巧合 他曾潜入永城侯府 被陆北只发现 两人交手时 他抓住对方手腕 不小心枕了一下脉 又喝 还真是枕出一个 让人解气的结果 那就是陆北只的身体 被人动手脚了 压根没办法 让女人生孩子 陆世英瞬间想到 王妃那一手出神入化的医术 会不会是她离开侯府时 动的手脚 如果真的是王妃下手 她瞬间觉得自己 以前修复时有点懦弱了 居然没有一脚 就把那狗男人踹坏 她想到是王妃动手 陆世云也想到了 她只是不说 姐 陆家的人最近想尽办法 要找到沐云神医 应该是那个人支撑不了多久 她看了一眼姐姐 你不打算做一些什么吗 他们口中的那个人 就是陆家大公子 也是他们两人 同父同母的嫡亲兄长 从小受尽爹娘宠爱 占尽好处 同样是爹娘的孩子 陆世云和陆世英两个孩子 加起来都比不上一个陆世珍重要 当年陆世英要修夫 陆世珍却站出来 大意凛然说 陆家没有被修弃的女儿 最后也是她劝说父母 把她逐出家门 断绝关系 老死不相往来 她甚至还在背后落井下石 就好像看到她不好了 陆世珍就会很开心 陆世英到现在 依然记得在那一场大雨里 自己依赖信任的大哥 站在她面前 用讽刺的眼神盯着她 对她说 陆家有你这样的血脉 简直就是耻辱 别人都可以容忍丈夫那妾 容忍输出子女的存在 就你清高 不允许妹夫那妾 生疏子女 她说 你如此善度 不堪为人妻 她说 我这一辈子最恶心的事 就是有你这样一个 蛇蟹心肠的妹妹 想到我身上拥有 和你一样的血 我就觉得恶心 也是她 让人埋伏她 想要把她这个 企图挑战陆家 百年轻育的女儿弄死 只有她死了 才能保住陆家百年轻育 若非王爷出手相救 她早死在修复 回陆家的雨夜里 想到过往种种 陆石英眼里满是哀痛 曾经有多尊重那个兄长 在她要自己死的时候 他们兄妹之间的情分 就已经断绝 曾经那个温婉善良的陆石英 也死在了雨夜里 活下来的是 楚王府的属下陆石英 是一个手染鲜血 掌握不少人生杀大权的陆石英 这一切都是楚王给予的 她看向陆石云 兄妹一场 她要死了 我自然得回来送她一程 说完后她站起来 露出一抹明媚的笑 让人传出去 就说沐云神医欠陆石英 一个人情 她转身看向弟弟 你说 他们会不会找上门 会不会正义凛然 要求我用人情 换陆石珍活命的机会 当初陆石珍让人杀自己时 陆家夫妻是知道的 还有自己另外几个弟弟妹妹 也是知道的 除了石云外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为自己说话 这都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 她陆石英胆大妄为 坏了陆家名声 还连累他们几个人 所以他们 都对自己恨之入骨 那些风凉话 到如今还言犹在耳 久久未曾消散 陆石英忍不住问 他们若真的求上门 你会让我去救人吗 她询问时 握着杯子的手紧了几分 似是在隐忍 眼里却闪过恨意 陆家 陆家 那是一个让她觉得恶心的地方 陆家是百年书香门第 一门三状元 陆家先祖 曾是南前第二任皇帝的先生 所以 陆家出过帝师 家教慎言 姐姐陆石英 以前也是一个温柔的大家闺秀 是京城有名的才女 十岁就开始 跟着母亲学习管家理事 所以 当年她做出修夫这样的事时 真的是 震惊所有人 她陆石英生来就不像陆家的人 她从小叛逆 从未想过参加科举 从任子开始 她就偷偷弄来一些医书看 她在医学上的天赋 很少有人可以比得上 可惜 在她父亲看来 学医是无用的 所以小时候看她 偷偷看医书 当着她的面 把医书烧了 还打了她石板子 屁股都打得血乎乎 那种深入灵魂的痛 到现在 依然无法忘记 挨打后 没有大夫处理伤口 她马上就被塞到马车上 被送去庄子闭门撕过 在庄子没有大夫看 屁股上的伤开始恶化 腐烂 她开始高烧不退 没有吃的 没有喝的 六岁的孩子到昏迷时都想不明白 自己只是看了医书 就被打得这么严重 她真的做错了吗 第197章 找上门 寻不着 许是她命不该绝 庄子上有人可怜她 偷偷请来一个走江湖郎中救她 谁也想不到 那个走江湖的老郎中 居然是一个医术高明的人 她不但得救 还偷偷跟着老郎中学习医术 一学就是九年 送走老死的师父 十五岁的少年 才回京城路家 只是家中没有她的位置 爹不疼娘不爱 六岁送去庄子 十五岁回 只有姐姐每年会去看望她 陪着她 小小少年的心里 也只有这个姐姐和师父 是自己的亲人 怎么会呢 生死有命 我们岂能抢求 她上前拍拍弟弟的肩膀 走吧 陪阿姐去云台四上香 云台四城外白里 就看陆时珍能不能坚持到那时候 陆时云笑了笑 姐弟两人走出院子时 就遇见从外面回来的封印 她笑着说 英姐 陆时珍今天连续两次吐血 大夫说是这两天了 走 我们去上香 陆时英哈哈笑了起来 心情从未有过的舒畅 陆家就像是她心底里的一个结 这些年一直都缠绕在心间 独自一人时那些话 那些人的嘴脸就会浮现在心头 让她至今无法释怀 封印听说要去云台四 赶紧说 我也跟着你们一起去 三个人骑着马离开京城 在他们离开京城不到一个时辰 陆家就得知 沐云神医和陆时英认识 神医还欠了陆时英一个人情 因为担忧长子的病 导致年过五十旧 满头白发的陆夫人 抓住前来传消息的婆子的手 你说的是真的 陆时英真的认识沐云神医 婆子吓得跪在地上 奴婢也是在外面采买食物 一中听说大陆小姐和沐云神医认识 有人在通州看到两人坐在一起用膳 陆夫人闻言双眼都亮了 脸上的喜色是如此明显 什么都掩盖不住 她看向躺在床上 形同枯稿的嫡长子 时珍 你听到了吗 你妹妹认识沐云神医 你有救了 陆时珍闻言 看向自己母亲 娘 我 我不想死 而历之年的陆时珍 已经被病痛折磨了一年多 所有的骨气在疼痛之下都消失了 只要让她活下去 就算折了这一身傲骨又如何 陆夫人握着儿子的手 你放心 阿娘一定会让陆时珍找神医来救我 陆时珍点点头 娘 如果妹妹还因为当年的事生气 我可以去给她跪下认错的 只要她能让神医救我 男儿膝下有黄金 岂能跪她一个匿女 陆夫人拍拍儿子的手 好好的 不用担心 一切都交给阿娘 陆时珍是我生的 她欠阿娘一条命 说完后 她带着人就离开陆家 陆时珍不想让人误会 所以回到京城 并没有住在楚王府 而是住进陆时珍 在外面购买的院子 云英小住 石云的云 石英的英 这是两个没有家的姐弟 唯一的家 陆夫人带着十几婆子家丁 来了云英小住 敲门后 有下人出来开门 看到这么多人时吓一跳 询问之下才知道 他们是来找小姐的 下人说 小姐和少爷都不在家中 陆夫人文言不敢置信 不在家中还是不敢出来见我 那两个一生下来 就是刻自己的孽障 自己都上门了 他们还不出来 下人狐疑 夫人这句话有点诛心 为何不敢出来见夫人 我家小姐和少爷的确不在家 这位夫人 何必往小姐少爷身上泼脏水呢 陆夫人咬牙 他们去哪里了 奴才不知小姐少爷去哪里 陆夫人深吸一口气 拿出一张十两银票 说吧 他们去哪里 家丁想起小姐出门之前叮嘱的话 她说 如果有人来问他们去哪里 就说出城 如果他们拿银子收买你们 那就不要客气 别管多少都收下 家丁沉默这一幕 落在陆夫人眼里 就是对方嫌弃给他少了 她心里厌恶万分 可想想躺在家中的嫡长子 无奈之下 只能让身边的嬷嬷 又拿出十两银票 一共给二十两 才换来陆时云兄妹出城的消息 陆夫人脸色瞬间黑如锅底 他们为何要出城 奴才不是很清楚 小姐回京城这段时间经常出城 据文是去往府的庄子查看 陆夫人想到长子的情况 她身形摇摇晃晃 你们云莹小猪的管家是谁 去把管家叫出来 这十两银子就是你的 陆夫人又拿出十两银子 引诱这个家丁 她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 家丁接过银子时 心里还是嫌弃的 上次她办事办得好 少爷随手就赏了五十两 这陆家家大业大 居然这么小气 她拿了银票后 马上转身回去找管家 云莹小猪的管家 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嬷嬷 她带着人走出来时 扫一眼陆夫人 陆夫人 我家小姐和少爷去云台寺上香 你如果要找人 就去城外找吧 对了 他们已经出城很长时间 上完香后 也许会去庄子走一走 小姐负责储王府在京城的产业 每天都早出晚归 陆夫人转身对其中一个家丁说 你快马家边去云台寺 看到陆时英和陆时云就说 我找他们 让他们马上回来见我 随后 看向另外一个家丁 你去城外王府住庄子找一找 若是发现 陆时英就让他马上回来 两个家丁 分别带着人骑马离开 陆夫人才回到陆家 就得知嫡长子又吐血 她吓得快不到儿子的房间 这才发现 而媳妇带着两个孙女 在房间里哭哭啼啼 她开始慌了 担心事情如自己所想 哭什么哭 你们爹爹不会出事 再哭就滚出去 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姑娘 看向陆夫人 祖母 我爹真的不会有事吗 她刚刚都吐血了 陆夫人点点头 你爹不会有事 一定不会有事 陆时珍的妻子 王室看向婆母 娘 您不是去找陆时英 她不愿意帮夫君 床上的男人听到这句话 赶紧问 娘 娘 陆时英吗 沐云神医呢 她不想死啊 真的不想死 陆夫人说 已经让人去找了 你放心一定会把沐云神医找来 听到这里 男人才松了一口气 娘 你要快一点 我担心自己撑不住 真的好痛 全身都好痛 说完后 她忍不住大哭起来 她看到母亲眼里的悲伤难过 还有恨意 心里涌现一股不安 娘 她是不是故意躲起来 不让你找到 第198章 她会毁了陆甲 娘 她恨我们 所以想要我死 娘 她好狠毒 陆时英看着自己母亲 咬牙 她回来已经好几天 明知我病重 依然没有让沐云神医来救我 她这是恨死我 恨不得我马上就去死 她在处地好好的 却在我病重时赶回来 她这是 想要亲眼看着我死 陆夫人听着笛长子的话 越想越多 越来越觉得 儿子说得对 陆时英那个贱丫头 就是恨不得自己优秀的儿子 去死 她怎可以这样 她气得脸色都变了 当年是她自己心思狭隘 容不下丈夫那妾 她岂能把怨恨都发泄在我们身上 陆时真苦笑 她只是病了 而非蠢笨不堪 相反她很聪明 所以才能二十岁就终状元 三十岁就官拜正三品 刑部侍郎 以前没有想到的是 在这一刻全都想清楚了 她支撑起来 看着母亲说 娘 儿子自知十日不多 她有心躲避你 压根不可能寻到 娘 您记住 陆时英 陆时云两人和我们陆家 不是同一条心 他们忠心处亡 我陆家终于陛下 所以 这两人不能留 要不然会成为陆家的祸害 她才说完这句话 就开始不断咳嗽 咳着咳着 突然就吐血 屋子里的人都被吓到 赶紧扑上来 哭着喊着 陆时云皱眉 闭嘴 全都不许哭 听我说 就在此时 陆家终也带着她和陆夫人生的 另外两个小儿子来了 陆时云见状 用帕子抹去唇角血迹 看向自己父亲和两个弟弟 她说 爹 十年 十宽 你们来了 陆家终上前 看着自己寄予厚望的长子 瞧着她这个样子 就知道撑不了多久 爹一定会想办法救你 陆时云苦笑 爹 如今能救孩儿的人 只有沐云神医 我们苦寻无果 如今唯一一个 可以联系沐云神医的人 就是陆时云 可她因当年的事记恨于我 必不会出手相救 她看着父亲急切说 我现在怀疑她这次回来 是为报仇 爹和弟弟们 一定要小心 陆时云闻言冷笑一声 她要是敢出现 我就弄死她 就是因为这个长姐 当年闹出的事 导致她被退婚 她心爱的姑娘 也远嫁他乡 若非楚王护着 她早就弄死陆时云 和陆时云 两个家族逆贼 陆时云看到弟弟 如此意气用事 一下子就咳了起来 陆夫人见状看向三儿子 你闭嘴 听你大哥如何说 陆时宽走到大哥身边 你说 弟弟都会记住大哥的叮嘱 陆时云这才说 陆时云和陆时云 两人不能留 他们是楚王的人 等于楚王留在京城的眼线 他们恨我们 若有机会 必会毁了陆家 爹 弟弟 你们一定要杀陆时云两人 说完后 她直接昏迷过去 陆夫人哭着喊大夫赶紧来 大夫枕脉后摇摇头 老夫无能为力 你们还是另请高明 其实 就算找到沐云神医 也不一定能救回来 这是阎王指明要的人 神仙都难救 陆夫人闻言 两眼一番 直接倒下去 陆时云的夫人王室 也摇摇欲坠 若非两个孩子搀扶她 她也要跌坐在地上 陆家主沉着脸 咬牙 去 都去给我寻陆时云 看到人后 直接绑回来 陆时云是她的嫡长子 也是她的骄傲 这个孩子绝对不能出事 陆时年说 爹 我和四弟去把他们找回来 陆时宽点点头 我们马上去 陆家派出去的人 没有找到陆时云 一直到晚上 陆时云三人才骑着马回城 这个时候 已经距离陆时云昏迷四个时辰 陆时年看着马背上 穿着一袭红衣 英姿飒爽的女人 距离上次见面 已经过去八年 眼前这位大姐 在她记忆中 是温婉美丽 大放得体 可眼前的女人 和记忆中的人完全不同 她是肆意飞扬 是英姿飒爽 眉宇间还带着几分桀骜 一个人真的可以 改变得如此彻底 身上真的是 一点熟悉的影子都寻不到 陆时云扫了一眼陆时年 好狗不挡道 陆时年皱眉 陆时英 我爹要见你 哈哈 陆时英笑了起来 你爹要见我 我就要一定要见他 他以为自己是谁 还命令到我头上来 风吟浅笑 陆大人 你口中的陆时英 可是楚王府正无凭署官 不是你可以命令的人 在南前所有王府 都有左右两位长使 协助王爷处理事务 藩王是有任命权 所以当陆时英 离开莱阳时 荣怀就任命他为 京城楚王府的长使 同管楚王府 在京城的议英事务 这也是南前建国以来 第一位女官员 陆时云吃笑一声 一如既往的蠢 你 陆时年很想生气 可他明白自己 今天必须要带陆时英回去 要不然没办法向父亲交代 陆时英淡淡说 我和陆尚书没有什么好说 也没有见面的必要 阿娘让我转告你 外祖母送给你的陆明晴 还在陆家 你如果不去陆家 他马上就让人烧了陆明晴 陆明晴 那陈峰在陆时英 记忆最深处的东西 当年所有人都反对他修复 只有外祖母握着他的手说 外祖母只希望我的时英 可以开心快乐 你娘那个人糊涂 必不会帮你 这条路 你只能靠着自己走 可惜没有等他脱离 那个泥潭外祖母就病逝 陆明晴是外祖母 送给他的吉吉礼 也是外祖母的陪嫁 当年表姐妹 都想要得到陆明晴 可外祖母却送给了自己 陆时云忍不住看向姐姐 姐 陆时英笑了笑 好 那我就去看看 看看你们那无耻恶心人的嘴脸 他看向陆时云 时云 你回去吧 姐姐自己去陆家即可 说完后 他策马朝陆家而去 后面还跟着几个王府护卫 看着眼前的人 八年来 陆时英第一次踏足这里 他带着人大大咧咧走到陆家前院 扫了一眼陆府外管家 不是想要见本官吗 本官来了 倒是请陆大人出来相见 陆府外管家闻言看了一眼陆时英 大小见 别 本官可高攀不起你们陆家 本官是楚王府长使 你可以称本官为陆长使 第199章 你想求尽我 好一个楚王府长使大人 陆家主夫妻才走到前院 便听到陆时英这一番话 陆家主沉着脸走到陆时英跟前 他冷冷看着这个八年未见的女儿 他说 耍威风耍到你父亲跟前来 你可真能耐 陆夫人看着陆时英微微皱眉 她的视线落在时英腰间的长边上 出去演了八年 就连规矩都忘了 看你穿的都是什么 陆时英文言笑了起来 陆夫人 你要管教 就回后院 去管教你的孩子 我的规矩是楚王殿下教的 你这是质疑殿下没规矩 他背靠楚王府 只要不背叛王爷和王妃 他要如何嚣张 都没有人说什么 他看向陆家主 用陆明晴威胁我来陆家 我也按照你们所计划出现在这里 现在可不可以把陆明晴还给我 如果不可以 他就要考虑一下硬抢了 当年外祖母送陆明晴给自己时 京城可有不少贵夫人千金小姐亲眼所见 他如今只是想要物归原主 我听说你认识沐云神医 想要陆明晴就让沐云神医救你大哥 要不然 我就毁了陆明晴 陆夫人死死盯着这个忤逆自己的女儿 若是可以 他宁愿当年没有生这个孽障 陆时音差一万分 你们难道不知道 沐云神医早在一个月前 就已经离开京城 你们陆家消息来源还真落后 如此重要的消息也不知 弟弟已经许久没有在京城行医 那些想要找沐云神医的人 费尽心思也找不到他在哪里 陆家主咒没 沐云神医去了哪里 他府中的管家 说他外出采药 说完后 他拿出一张帖子 这是沐云神医府中的败帖 你们若不相信 可以拿着帖子去请人 陆夫人想要拿帖子 却被石英躲开 他淡淡说 想要帖子就拿陆明晴来换 你们拿着这张帖子 就可以请沐云神医出手 反正沐云神医不在京城 就算他们拿了帖子去找人 也只是白走一趟 他的目的是在 不损害楚王府的名声下 拿回自己的陆明晴 这样的帖子 他要多少就有多少 给陆家一张又如何 他说是废纸 这帖子就毫无用处 陆夫人死死盯着陆时音 你撒谎 沐云神医肯定在京城 陆家的消息不灵通 你们可以去找 消息灵通的人询问一下 比如丞相府 比如永城侯府 比如南宫家 陆家主看了一眼陆时音 来人 去把陆明晴拿出来 老爷 陆夫人不赞成地 看向自己丈夫 次女拾还前段时间 还和自己商议 要把陆明晴留给她当嫁妆 陆家主扫了她一眼 她只能含恨闭嘴 只是看向陆时音的眼神更不善 丫鬟很快就娶来陆明晴 识别多年再见陆明晴 她内心已经能平静面对 即便想起最宠爱自己的外祖母 也当不起半分涟漪 她让护卫抱着陆明晴 随后把帖子交给陆家主 两清了 说完后 她带着护卫就要离开 陆家主在身后淡淡说 陆时音 我陆家不是你想要来就可以来的 陆时音闻言 转身看着陆家主笑了起来 所以呢 你想囚禁我 还是你们觉得 我像八年前一样 任由你们欺负 而没有反击的能力 陆时音拿出一枚令牌 陆尚书想必知道这是什么 不怕我在这里杀人 你们尽管拦我 这是楚王府长使的腰牌 也是身份的象征 陆家主皱眉 您好得很 陆时音呵呵一笑 过奖 比起陆尚书的心狠手辣 我还是很年轻 需要向陆大人和陆侍郎好好学习 说完后 转身带着人大摇大摆走出陆家 期间无人敢阻拦 陆夫人咬牙看向丈夫 就这样放过她 陆家主看向妻子 难不成你想要在陆家杀了她 鱼不可及 说完后 她吩咐人准备马车 她要亲自去沐云神医的府上看看 陆时音回到云莹小住时 陆时音松了一口气 他们有没有为难你 她笑了笑 他们倒是想 可我没有以前那么好欺负 他们拿着沐云神医的帖子 去沐云府 陆时音看了姐姐一眼 陆时珍就是这两天了 等她咽气 沐云神医就回京城 封颖朝两人竖起大拇指 还是你们厉害 姐弟齐齐朝她看去 依附你 还有什么话要说的样子 封颖笑着走到陆时音身边 英姐 我帮你拿路名情 陆时音看着和自己姐姐 有说有笑的封颖 怎么看都觉得碍眼 很想上前把人推开 不 她想要把人扔出自己的家 想到就去做 她从背后偷袭封颖 奈何这家伙亲功好 一下子就躲开 陆时音看着在院子切磋的两人 她笑了笑 直接回自己的院子 爱打就打 受伤后痛的也不是自己 陆家主去沐云神医的府邸 得到的结果和陆时音说的一样 神医早就离开京城 归期未定 陆家主失魂落魄回了陆家 还没有到儿子的院子 就听到里面传来一阵哭声 她脚步踉跄 险些跌倒 陆时真死了 死在她31岁这一年 不少人都觉得唏嘘 要知道 她可是陆家最完美的继承人 死时只有两个嫡女 一个数字 陆夫人和王氏当场昏迷 等到陆夫人醒来时 灵堂已经布置好 陆家随处可见一片白 悲哀的气息笼罩在陆家上空 消息传到陆时音耳中时 他在楚王府处理公务 他只是淡淡吩咐 王府外管家上门吊咽 风银撇撇嘴 随便打发一个家丁去就行了 陆时音看向这个根屁虫 我和陆家的恩怨是我的事 我不能让人攻击王府 我发现你最近都很闲 整日跟着我转悠 既然这么清闲 就去通州看看 你是怀疑陆北指要动通州之府 他微微挑眉 通州之府明面上是狗皇帝的人 实则是殿下的人 他怎么会对通州之府下手 陆时音吃笑一声 通州之府是狗皇帝的人 却不是陆北指的人 王爷说物极必反 早晚遭到反噬 荣音早晚会被他自己 养出来的殷酌瞎眼 第二百章 鞭打 跪地 陆北指想要对通州之府出手 却被封隐在暗中破坏 导致他所有的布局 全都化作灰烬 这消息还传到荣音耳中 他得知陆北指 要对自己的人下手时 只是冷笑一声 宣召永城侯进攻 自己的养的小东西不听话 想要反咬主人一口 那就要好好教训一顿 他向来相信 没有什么事 是一顿毒打解决不了 一顿不行 那就两顿 总能让他学乖 然后匍匐在自己脚下 陆北指得知 皇帝宣召自己进攻时 脸色就不是很好看 他心里明白 肯定是自己做的事被发现了 陆北征才进入荣音的宫殿 就被抽一顿 他连闪躲的资格都没有 只能跪在地上 生生挨起鞭子 荣音看着眼前的人冷笑一声 陆北指 你的一切都是赠给的 你如果不听话 朕也可以让你一无所有 陆北指赶紧磕头解释 陛下 微臣是被人冤枉的 微臣接到消息说 通州之府是楚王的人 所以微臣才会对他出手 放屁 谁告诉你 通州之府是楚王的人 那是朕的人 他一脚踢在陆北指肩膀上 朕还是皇子时 通州之府就已经跟着朕 这是满朝皆知的事 你现在还来狡辩 当年他干掉那么多兄弟 才成为太子 岂会不小心身边的人 但凡有不对劲之人 全都已经去见阎王了 通州是什么地方 那是进入京城的要塞 是水路两路京必经之路 守护如此重要之地的官员 必定是他信任之人 陆北指却想要伸手到通州 这等同要断了自己的臂膀 想到这里 他狠狠踢陆北指 挥动鞭子 又开始朝他身上招呼 朕再说一次 别在朕跟前耍心机 要不然 朕随时可以找到取代你 闻言 陆北指心沉了下来 看到冷酷的皇帝 就明白自己这一次 真的是太冲动 他跪在地上恭敬说 陛下 微臣错了 以后您让微臣干什么 微臣就干什么 容音嗤笑一声 陆北指 你也就能取悦朕 能帮朕抄一下那些乱臣贼子的家 除此之外 你还能干什么 你瞎了眼 把狱里放走 你奉命前往楚地 不但没完成任务 还把自己弄成一个太监 他弯腰凑近陆北指眼前 你说 你能干什么呢 他掐住陆北指下巴缓缓道 没能力就乖乖听话 有阵在 就能保住你的荣华富贵 阵不在了 你以为你 还能活得好好 陆北指连连说 微臣一辈子都会效忠陛下 容音知道他心里不是这样想 可那又如何 他不能指望一条狗 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 就算有自己的想法也无妨 他不怕这条狗会反咬 自己一口 一旦他没有好下场 他会拉着背叛自己的人去死 记住你今天的话 以后做任何事 之前都要三思 他坐回龙椅上 斜靠在一旁看着陆北指 你家的嫡子 按照辈分 应该叫朕表舅 既然如此 朕就给他赐名陆成 以后他就是永城侯府的小柿子 陆北指 朕要陆成健康长大 明白吗 陆北指明白 陛下这是警告自己 如果他再敢动歪心思 那他这个永城侯就可以消失 他儿子 陆成会成为新一任永城侯 至于墨如雅所出的孩子 必死无疑 想到这里 他只能忍下所有的屈辱磕头 表示自己明白陛下的一片苦心 这边的事 很快就传到京城一处幽静的宅子里 里面坐着一个戴面具的男人 他听完这些事后笑了起来 咱们这位陛下看起来昏庸 实则惜命得很 还重全事 陆北指想要反 那不是自寻死路吗 他下方站着一个 同样戴着青铜面具的人 主上 天汉地 荣英 如此小心谨慎 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 不如 让人下毒弄死他 主上可以趁机站出来 戴着白玉面具的男人 听后扫一眼自己的属下 你以为没人试过 还是你觉得 荣英就这么愚蠢 先帝当年就是被人毒死 荣英不会让他老子经历过的悲剧 在自己身上重演 男人冷笑 荣英还是皇子时 身边就跟着一个医术高明的女子 死去的三皇子 想要下毒毒死荣英 最后三皇子死在自己准备的毒药里 三皇子就这样悄无声息死了 先帝当年 让人查这件事 可惜一无所获 荣英身边的暗卫不可怕 可怕的是 这个不知底细的女子 荣英这个人心眼很小 早晚会出手对付藩王 男前稳定不了多久 所以他等得起 荣英那个蠢货 让人送侧妃和树妃给楚王 他想给楚王妃添堵 楚王都这把年纪 才看上一个女人 还没有稀罕够就要 被人搞破坏 所以 这是没完 他低声嘻喃 他会让宣王作为宋卿大臣 太后的意志 前往楚地 荣英那么多兄弟里 他唯独信任宣王 那是因为 宣王早些年为了救他 伤了身体 这一辈子 都无法拥有自己的子嗣 他笃定 宣王不会造反 所以也愿意抬去宣王 荣英得知 太后要给王爷送侧妃和树妃时 第一时间就把消息传回楚地 进入九月安阳医馆的名声 已经传遍南前各地 不少身患重疾的人都开始动心 计划前往楚地 有魏林和何琦等艺术高明的大夫在 医馆已经可以正常运转 很多病患都不需要御理出手 到了魏林儿这里 已经把问题解决 所以 御理现在只需要三天出诊一次 并非所有病人都需要动手术 有些药医配上针灸 药丸就可以恢复 他慢慢开始 把医馆大小事都交到魏林儿手上 他则是把更多时间 放在培养可以动手术的人才 而这些人才 则是从荣怀送来的大夫里挑选 他们年轻 有天赋 胆量大 手也很稳 都是适合拿手术刀的人 他做手术时都会把人带在身边 能吸收多少 完全看他们自己的悟性 值得庆幸的是 自己选择的那些人都是一吃 学习起来真的很卖力 也很认真 除此之外 他还要研究看看 如何能让动手术的人脱离天泉水 也能在手术过程中不会感染 如果成功了 没有天泉水 也能顺利完成手术 这一切都是 从零开始 有一条很漫长的路需要走 可他耐得住寂寞 耐得住性子去研究 在这段时间里 丁香草也为潘不旺生下一个儿子 因为吃得好 所以孩子出生就有七斤重 丁香草直接给孩子取小名为七斤 小家伙长得很像潘不旺 等他爹回来 看到这个样子 肯定很开心 玉璃逗弄家里 已经能翻身的两个小团子 一边听着日影念来自京城的信 当他得知乔太后下了一纸赐婚 他忍不住笑了起来 一手把肉糊糊的景月抱在怀中 一边问 王爷真有福气 可这是哪家贵女 也真有福气